监测到屏幕前的读者是各色蓝 是否签到获得曹贼系统 护称 绿化小区 王毅出租房内 穿着一身黑色吊带长裙 拥有着S身材的谭书月 拖着行李箱站在床边看着王毅 谭书月目光玩味 开口戏谑道 走之前再给你一次吧 算是弥补这么多年对你的欺骗 王毅叼着烟屁股 看着这位一表人才的前女友 淡淡开口说道 滚 不知好歹 离开我 你就继承你那家传的手艺活吧 谭书月冷哼一声 转身拉着行李箱离开 高跟鞋踩在地板上 发出哒哒声 和王毅交往八年内 王毅一成不变的就是贫穷 但王毅的能力 谭书月还是很认可的 本想着走之前再享受一次的 可王毅却不解人意 王毅站在窗边看着谭书月 坐上一辆奔驰扬长而去 谭书月是王毅高中时的学妹 王毅以六百多分的成绩 考上大学之后 谭书月和王毅表白 王毅上大学时勤工俭学 将多余的生活费 全部都转给了留在县城的谭书月 每当王毅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想到谭书月对自己支持和等待 就感觉浑身充满了干劲 大学毕业后 谭书月来到护城 两人一起租了个房子 王毅为了能够让谭书月 过上更好的生活 在工作之余兼职送外卖 当代价 只要能赚钱的工作 王毅都愿意去做 只为了能够让谭书月 早点过上更好的生活 可自从谭书月去做幼师之后 整个人便开始发生改变 不停地向王毅索要生活费 王毅每个月交完房租 水电器之后 将剩余的一万二 全部都交给了谭书月 原本想着谭书月都将钱存起来 可却一分钱都没有剩下 看着谭书月每天购买的 大量化妆品和名牌衣服和包包 王毅也只是怪自己不够努力 女孩子爱漂亮 又有什么错呢 直至昨天 王毅去幼儿园接谭书月下班时 发现谭书月和一个男人 进入了一辆奔驰车上 随后 那辆奔驰车的简镇便开始了工作 不停地为两人做着辅助工作 当王毅当面质问谭书月时 他才破罐子破摔地 将一切都说了出来 他原本觉得 王毅长得帅 学习又好 将来肯定能非常有钱 这才和王毅表白 做了王毅的女朋友 可他受不了两个人的异地恋 在王毅上大学的期间 他感到十分地寂寞 找了几个黄毛 但慢慢地发现 这些人根本无法满足他 便在王毅毕业时 来护城找王毅 原本看到王毅 一个月两万多的收入时 他感觉自己当初的选择 再正确不过 可慢慢地谭书月发现 在这个纸醉精迷的护城中 王毅是多么的渺小 那可怜的两万块钱工资 是多么的可笑 在幼儿园中 每一个孩子的爸爸 都是那般的帅气迷人 多金富有 王毅到现在都能记得 谭书月当时看他时 那副嘲笑的表情 和那一段话 你知道世界上最差劲的是 什么人吗 是你 你根本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 其实一开始 我觉得你还蛮不错的 可惜你跟不上我的需求 王毅从这一刻 便明白一个道理 男人没有钱 比被扒光衣服 扔在大街上还惨 而你越是对女人摆衣摆顺 越是被女人嫌弃 丁检测到宿主变化 正在植入辅助系统 王毅心中一惊 随后便是狂喜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系统 没想到 自己认清了谭书月 这个女人的真面目 就觉醒了系统 一想到日后 自己能够成为 一个挂逼就兴奋 王毅希望每一个读者 能早日认清自己身边的婊子 同时觉醒系统 紧接着系统的机械音 再次在王毅的脑海中响起 本系统立志将宿主 成为所有女人心中的完美男人 请宿主尽情享受人生 宿主可提升身边女性好感值 每位女性增加一点好感值 宿主便可获得一万元现金奖励 为辅助宿主更好提升好感值 宿主可在金卡中充值 每充值一元可当一万元使用 住 仔细地打量了一下金卡 这张金卡不属于任何一个银行的金卡 像是独立存在的一个银行 靠 还需要充钱 王毅家里面本就不富裕 再加上上学之后 多余的钱都给了谭书月 导致王毅玩的所有的游戏 都没有消费过一分钱 就连看直播都全部白嫖 分币不刷 主打陪伴 可这系统居然还让他充钱 王毅一下便警惕了起来 怀疑这系统会不会坑自己钱 王毅尝试着充值了一块钱 立马便收到了系统的通知 丁肃主充值一元 返现金卡一万元 王毅在看到金卡中 确实多了一万元之后 心中的疑虑也减少了一些 在他的理解中 这个金卡更像是一个游戏的充值系统 将自己的软魅币更换成了一种金币 汇率达到了 一而那些魅力值达到90分以上的女人 便是这个游戏中的角色 而自己用这些充值来的金币 为这些女人买一些皮肤 武器之类的 而不同于的是 游戏中你花再多的钱 也只能是看看游戏中角色的 给你发来的冰冷文字 而王毅的系统 则可以让这些角色 给一些实质性的东西 比如现实中和这些女人吃饭 逛街游玩 更甚至是和她们玩一些双人小游戏 但更让王毅心动的是 提升女人们好感值的同时 系统反现了钱 只有这些钱 才是王毅真的拥有的 而也只有拥有了足够的钱 王毅才能做到 真正的改变自己的生活 才能够真正的 不让谭淑月这种女人小看自己 不会被这种不值得的女人欺骗 但王毅一时之间 又不知道上买 去找一个魅力值高于90分的美女 王毅思锁了一会 突然想到了什么 王毅打开手机 在微信上翻看着 他之前在一家商场兼职的时候 商场里面有一家陪玩店 当时陪玩店为了拓展顾客 每个添加他们小程序的 都可以获得一瓶饮料 当时一心省钱的王毅 当即便添加了对方的小程序 找到了 王毅点开个图标为 大写优的小程序 顿时各种各样的女孩子信息 便展现在了王毅的面前 这个小程序 不仅仅将每个女孩的年龄 身高 体重 职业 三维等等 全部写出来 还写明了与你的距离 以及他们的特长爱好之类的 最关键的是 还附有他们的大量照片和视频 不得不说的是 光看这个列表 就很是让人心动 每个女孩子都充满了青春靓丽的气息 年龄甚至没有一个 是超过22周岁的 王毅点开了一个女生的头像 很快 她的各项信息 就展示在了王毅的面前 不是小程序上的信息 而是王毅脑海之中的 异性资料 姓名 夏树 年龄 21岁 魅力 78 摔跤次数 17 丁该女性不符合系统消费要求 王毅看清这个女生的资料 也不禁傻眼 看照片上的长相 这个夏树长相清纯可爱 无论怎么样 都有一个90分的魅力值 但系统却判定为了78分 看来还是美颜和PS 带来的强大科技啊 而且 对方的摔跤次数高达17次 才20岁就阅历丰富 这一点让王毅直接望而生退 和漂亮妹妹玩点紧张激烈的游戏 是很不错 但是还是干净一些的好 不然中了对方的骨 那这辈子都完蛋 王毅接下来在小程序之中翻了一个遍 都没有找到让系统满意的 要么是美颜过于强大 要么就是充满了生化母体的可能 更疯癫的是 王毅还看到了好几个 系统检测不出来信息的人 这个小程序都玩得这么花的吗 这种的资源都能有 王毅还看到一个妹子的摔跤次数 高达700多次 这怕不是刚刚经商回来 二次创业的高端人士 看来这个小程序上 没有能够满足系统条件的人 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 居然连一个照片真实 精力不过于丰富的小姑娘都找不到 正当王毅打算退出小程序 准备去大街上碰碰运气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女孩长着一张瓜子脸 五官精致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女孩子的照片 没有像其他女人的照片那么暴露 这一点倒是给王毅增加了不少的好感度 王毅尝试着点开这个ID 为小程同学的信息 系统的检测信息 便出现在王毅的脑海之中 异性资料姓名 陈嘉宜 年龄 19岁 魅力 93 摔跤次数 二 王毅脸上露出满意的表情 总算是有一个合格的 两次的经验 也勉强能够让王毅接受 王毅看了一下小程同学的价格表 酒吧 进吧 228亿小时 量饭K哥 258亿小时 一日游 158亿小时 王毅看到一日游的时候 眼前突然一亮 但是想了想 应该不是自己认为的那个一日游 毕竟这个价格太便宜了 不可能是那种 整个价格上也相对来说比较划算 还是在王毅的承受范围之内 毕竟自己充值了一元 换到的是一万的金额 王毅选择了见面地址之后 便下单了三个小时 王毅看了看 自己银行卡余额中 还有着94元松了一口气 并没有从自己的银行卡 之中扣款 而金卡中的金额 也相对地减少了474元 王毅现在 才是真的相信了系统 并没有骗自己 王毅将银行卡中的零头 全部充值进了金卡之中 丁宿主充值 865294元 获得元 王毅尽管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真的看到系统的提示时 还是被震撼到 8000多万 将近一个亿的金额啊 可惜的是 这些钱只能用在那些魅力 值90分的女人身上 并不能直接为自己所用 不过还好 只要能够获得这些女人的好感值 王毅还是能够获得 对应的现金奖励的 王毅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便朝着约定好的商场而去 王毅下楼后 自然地朝着公交站台走去 但随即便皱起眉头 王毅伸手 在路边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坐了上去 王毅之前为了能够省钱 让谭书岳过上想要的生活 节俭惯了 平日里为了省一点钱 宁可坐两个小时的公交去上班 也不舍得打车 可现如今 他再也不用管那个婊子 可以不用再为了钱而苦恼 王毅要彻底语过去的 四周的行人 护城不愧是华夏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仅仅只是在这一个商场周边 便能看到各式各样的美女 虽然还没有看到 能够王毅标准的女人 但也有很多无限的 接近90分的魅力值 更何况 这些女人十分的大方 王毅不看 就显得有些不尊重她们 说不定人家还以为 自己的长相和身材 不足以吸引王毅的目光吗 王毅推开咖啡厅的大门 一阵冷气吹到王毅的身上 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 王毅四处打量了一下 很快便看到了陈佳怡 丁恭喜宿主为陈佳怡消费成功 解锁全新资料 异性资料 姓名 陈佳怡 年龄 19岁 身高 166厘米 体重 49千克 魅力 93 职业 在校大学生 好感度 17 相识 摔跤次数 2 奖励 好感度80 强身健体 助 奖励值80之后 每增加10点便解锁新的奖励 王毅看到奖励时 心中大喜 他虽然不算胖 但是这些年的工作 让他也没能好好地锻炼身体 一直都处于亚健康的状态 每次起身的时候 都要一头栽倒在地上一样 脑子里面晕晕乎乎的 王毅脸上的笑容越发的浓烈 他走上到桌边小声询问道 你就是小成同学 程嘉宜扭头看向王毅 上下打量了一番 丁程嘉宜好感度 搞什么东西 刚见面就直接减五点 好感度 王毅自认自己也是一个难得的帅哥 要不然 谭书岳也不会主动和他表白 在大学期间 还有不少的女孩和王毅表白 只不过王毅那时 有谭书岳这个女朋友 全部给拒绝了而已 这些年 王毅虽然被工作压垮了一些 但也觉得 还是算得上一个帅哥的好吧 怎么就突然降低好感值 王毅检查了一下金卡里面的金额 还好 没有减少 这也说明 增加好感值 可以奖励一万元 而减少好感值 反而不会扣除自己的余额 这也算是一个好消息 王毅可不想以后 为了不让这些女人 降低好感值 而不断地去讨好他们 那岂不是成田狗了 都探娘的有系统了 还当田狗 让隔壁神豪文作者知道了 还不得笑话死我 程佳怡听到有人和自己说话 回头看到 是一个穿着白色短袖 牛仔短裤的男人 当即情绪便有些低落 不过当看清王毅的长相之后 这次低落也有所好转 王毅的长相 绝对是拿得出手的那种 要不然 谭书岳也不会和他表白 并在一起那么多年 程佳怡不满意的 是王毅的穿搭 看起来就是淘宝 几十块钱包邮的那种 出来约会 居然也不说打扮一下自己 不过程佳怡转念一想 真正有钱的人 又怎么会找他们这种赔完 肯定是直接花钱包养 再不计 拿两三千块钱 点一个大学生 岂不是更好 丁程佳怡好 敢度加三 恭喜宿主获得三万奖励 档期奖励倍数一 程佳怡当前好感值 十五 相识 怎么又增加好感值了 果然女人心还抵振 王毅想了想到账的三万块钱 便将刚刚程佳怡好 感知减少的事情忘记 而且系统备注当前的奖励是一倍 也就是说 以后自己的奖励 还可以成倍数的叠加 这样子 岂不是能获得更加多的奖励 就是不知道 这个倍数要怎么提升 王毅仔细地打量了一下程佳怡 穿着一件白色的JK套装 腿上套着一双白色的丝袜 看上去就让人 想要好好疼爱一番的感觉 精致的五官 上化着淡妆 整个人看起来既清纯又可爱 不愧是系统评选93魅力值的女孩 果然是正点 程佳怡看着王毅 一直盯着她看 觉得有点尴尬 率先开口道 叫我小程就好了 我应该怎么称呼您呢 我叫王毅 你看情况 叫就可以 王毅自顾自地坐在程佳怡的对面说道 程佳怡暗自松了一口气 还好王毅没有什么变态的要求 之前总有一些变态的顾客 要求叫爸爸 主人什么的 商场里面这么多人 真的很难为情 那我就叫你哥哥好不好 哥哥等一下 顿时心旷神怡 感觉整个人的心情都好了很多 我没想好 你有什么推荐的吗 王毅确实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 他来的护城虽然已经好几年了 但是一直都在工作 不然就是兼职 根本就没有好好出来体验过生活 小程私锁了一会 看向王毅甜甜地说 到附近有一个电玩城还不错 我们去那里好不好 你们男孩子肯定都喜欢玩这些的 小程观察到王毅的穿搭 想必也不是什么有钱的人 便提议到电玩城玩 这种地方的消费并不高 还能让王毅有足够的陪玩体验 小程如果提出去逛街什么的 肯定会让王毅误会 自己是想让他给自己买礼物 到时候万一再给自己一个差评 就得不偿失 王毅点了点头 同意了程嘉宜的提议 你想喝些什么王毅随口问道 不喝了哥哥 电玩城里面有免费的冷眼 我喝那个就可以了的 这也是小程在陪玩里面的优点 从不让顾客花太多的钱 不然很容易引起对方的不满 从而给自己搞一个差评 很多人总以为他们陪玩的女孩 都是一群捞女 招来一个回头客 还能减少很多的麻烦 不然有些人总以为 给你多花点钱 就能对你动手动脚的 如果陪玩真的想要捞钱 那不如干脆找个有钱人 包养自己好了 那样岂不是更快一些 再不借 自己去做快餐 也比这王毅来钱快啊 对于小程的懂事 王毅还是很满意的 哪怕对方是装的 但在此刻 对方也是真的在为自己着想 冷饮不健康 女孩子少喝一点好 王毅将菜单滴到小程的面前 抬手叫了服务员 就当是陪我一起喝一杯 好吗 小程看着王毅脸上温柔的笑容 感觉王毅似乎更帅了一些 而且还这么为女孩子着想 很暖男的行为 丁程嘉宜好 赶值加五 恭喜宿主 获得五万元奖励当前倍率 一 程嘉宜当前好感值 二十 相熟 王毅听到系统的通知 心中暗暗高兴 这种小女生还是比较好骗的 你只要说点甜言蜜语 时不时地关心一下 就能够获得对方的好感 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是 关心不是一味的付出 不然你的付出 就会变得非常廉价 对方会将你当成 荷糖里面的一条鱼 小程点了一杯摩卡咖啡 王毅也跟着要了一杯一样的 付款的时候 王毅特意留意了一下 自己的那杯咖啡 一样可以使用金卡内的金额 看来只要是系统认为 是用在和对方提升情感上的开销 全部都计算在内的 打包好之后 小程主动上前 挽住王毅的胳膊 朝着咖啡厅外走去 小程的主动 让王毅很是受用 没有人会不喜欢一个 懂事照顾男人面子的女人 可惜的是 小程的心胸不够宽广 没有给自己一种 有容乃大的感觉 电玩城就在这一达商城的六楼 两人步行了几分钟 便到了门口 远远的就能听到 电玩城里面吵闹的声音 和抓娃娃机的音乐 王毅去柜台的位置 换了一些游戏壁后 看着电玩城中的 众多游戏设备 一时之间也不知道玩些什么 小程看王毅直愣愣地发呆 便主动地和王毅搭话 哥哥 我们去玩那个好不好 王毅看着小程指着的投篮机 有些心动 王毅在高中时期 非常喜欢打篮球 但是王毅上大学之后 为了赚钱养活谭书月 便很少玩 因为经常拒绝一些朋友的邀请 王毅在大学 几乎也没有什么朋友 王毅摇了摇头苦笑了一声 对于自己当时的行为 感到好笑 为了谭书月这个贱人 都没有好好地享受大学生活 小程看到王毅摇头 还以为王毅不愿意 小程抱着王毅的胳膊 不停地摇晃着 哎呀 陪我玩吗 好不好吗哥哥 小程的剧烈摇晃 突然让王毅想起来一首诗 小河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 王毅摇了摇头 无奈地说道 刚好我也想玩 一起吧 好耶 小程激动地跳起来 抱着王毅不停地笑着 周围的人看到这么一个 青春靓丽的女孩子 围绕在王毅的身边 纷纷向王毅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哐 篮球撞击到篮筐 发出剧烈的响声 瞬间便将王毅拉回了 那个充满了欢声笑语的 高中校园之中 我好笨啊 这么多下都没头中 少女婷婷玉立地站在一旁 督嘴向男孩抱怨着 像急了一对 正在暧昧气的少男少女 王毅嘴角微微勾起 从小程的身后 环抱住对方娇小的身体 来 我教你投篮 王毅用手握住小程的手背 拿起一颗篮球 小程被王毅抱住的那一刻 身体猛得一僵 但很快便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 心想 王毅只要做得不是太过分就行 王毅左手扶在小程的腰上 将小程的腰背挺直 随后左手慢慢上移 将小程的下巴微微地抬起 双眼瞄准篮框后颜的位置 投篮的时候要从下往上发力 借助手臂伸展和手腕抖动 将球投出手臂伸展药 小程感受着王毅说话时 吐出的气息 钻入自己的脖梗中 只觉得的脖子痒痒的 他的声音好温柔啊 小程的背部 紧紧贴合在王毅的胸膛上 感受着王毅那炙热的体温 小程顿时感觉 此刻就好像真的是 恋爱了一般地陷了进去 他心中慢慢升起 一种莫名的情愫 王毅的温柔 体贴 耐心 远比那些金钱 更加地能够打动程家仪 哎哟 小程揉了揉自己的头 抬起头对上了王毅 那双有些怨气的眼神 仔细听 别走神 哦 小程可爱地吐了吐舌头 将自己那些小女儿 心思给收了起来 王毅握住小程的手 将手中的球 用力投出 篮球撞向篮框 发出清脆的响声 在篮框上转了几圈之后 悠悠地落入了篮框之中 耶 我投中了 小程见篮球入框 转过身抱着王毅 开心地欢呼着 丁程嘉宜好感值加七 恭喜宿主 获得七万元奖励 当前倍率 一 程嘉宜当前好感值 二十七 相熟 小程旁若无人的欢呼 顿时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当看到这么一个 漂亮可爱的小妹子 正紧紧地抱着王毅的时候 不明白这么可爱的一个妹子 怎么就看上王毅了 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 抱着一个篮球看着两人 小程蹲下身 笑眯眯地看着小男孩 这么说你投篮很厉害了 哼 那当然 我在我们小学 可是出名的投篮手 小孩哥一脸骄傲地 看着程嘉宜继续说道 怎么样 敢不敢和我比一下 小程摇了摇头 回头挽着王毅 我才不要跟你比 他跟你比怎么样 王毅虽然好久没有打球了 但是像投篮机这种简单的游戏 还是没在怕的 小孩哥摇了摇头 不要 我就要跟你比 小程正要拒绝 却被王毅拦住 王毅低头 使劲揉了揉小海哥的头说道 好 就让姐姐和你比 但是你输了的话 不准哭鼻子 小海哥推掉王毅 放在自己头顶上的手 哼声傲娇地说道哼 我三岁开始 就不会哭鼻子了 谁会怕你 小程拉了拉王毅的衣角 小声说道 哥哥 我不会投篮 输了可怎么办啊 王毅揉了揉小程的头发 既然你不相信你能赢的话 我们打个赌怎么样 神什么赌 小程狐疑地看着王毅问道 很简单 你赢了的话 就要亲我一口 但是如果输了 我就完成你一个愿望怎么样 小程听到王毅让自己亲他一口 不知怎么 居然还有些心动 但却没有表现出来 以他的技术 想要赢难 但是想输不还是轻轻松松的吗 这场游戏从一开始 王毅就输定了 他没有拒绝的理由 好 我答应你 小程立马便同意了下来 他倒想看看 王毅为什么这么有底气 喂 你们谈恋爱谈够了没害比不比了 小孩哥在一旁催促着 他最讨厌这种谈恋爱的情侣了 小红就是被小杨那个混蛋给骗走的 搞得小红都不和自己玩了 好 我准备好了 开始吧 小程和小孩哥 一人站在一个投篮机前 等待着机器的倒计时 比赛的规则也很简单 在机器的规定时间内 看谁得分最高即可 随着倒计时的结束 两人同时开始投篮 小孩哥的投篮技术 确实很不错 几乎每三个球中 都能投中两个 看样子 就就是经常在这个电玩城玩耍的高手 相较于小孩哥 小程的就差多了 十个球里面 能够投中三个球 就不错了 很快小孩哥的分数 就来到了二十 而小程却连十分都没有 哼 别看我年龄小就以为我好欺负 听到小孩哥的话 小程明显的更加慌张了起来 哥哥 怎么办呀 我投不中 听到小程焦急的呼救声 王毅嘴角不自觉的扬起 放心吧 这把比赛 你赢定了的 王毅走到小程的身后 双手环抱住小程那 柔弱无骨的吸腰 一把将其举起 程家仪被王毅的突然举动吓了一跳 完全没有想到 王毅居然会突然抱起自己 看着愣住了的小程 王毅出声说道 愣着干什么 投球啊 啊 哦 小程立马明白了王毅的意思 拿着篮球 便朝着篮筐中放去 没错 是放进去 投篮机投篮的位置和篮筐 本来就没有多远的距离 王毅这么抱起小程距离便更加近 小程再弯下腰 真的就是一伸手 就够到了篮筐的位置 小程完全就不用投篮 只需要拿球 放球就可以了 只是眨眼间的速度 小程便立马超过了小孩哥的积分 小孩哥看到对方的操作 更加的心急了起来 手中的球飞快地投出去 手都快要挥出残影了 最后十秒钟的时候 小孩哥还落后小程八分 明显是追不上 他急得眼泪都要掉出来了 没想到这群成年人这么的可恶 居然用这种酸臭的爱情 来击败自己 当倒计时结束的时候 小孩哥硬撑着不让自己流泪 小孩哥看向王毅和小程两个人 猛吸了一下鼻子 我输了 不过这是你们作便 小程拍了拍王毅的手 让王毅松开自己 笑着揉了揉小孩哥的脑袋 是我们输了 你赢了 小孩哥抬头疑惑地看了一眼小程 又看了看他的积分 135分 刚刚好比他的分数低了一分 小孩子刚要激动 便忽然明白了过来 他一把打掉小程 揉着自己头发的手 大声吼道 我最讨厌别人摸我头了 小孩哥一边哭 一边朝着电玩城外面跑去 小程一脸无辜地看向王毅 我们这么做 是不是有点过分 没事 只是让他早点认清社会的险恶而已 扑齿 小程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一双拳头不停地捶在王毅的胸口上 还不是你 居然连小孩子都骗 连这种方式都能想得出来 王毅却一把拦住了小程的腰 皱着眉头看着小程说道 我还没说你呢 为什么故意说 你这是耍赖之不知道 小程被王毅一搂 整个人都贴在王毅的身上 一抬头将王毅的五官看得清清楚楚 小程看着王毅帅气地长相 一颗心脏不停地扑通扑通地跳动着 谁谁让你先耍赖骗人家小孩子的 我这是替小孩哥报仇知不知道 小程故作轻松地回答 他可不想让王毅看出来自己的不自然 刚刚在最后的五秒钟 小程则根本就没有偷懒 他虽然对于和王毅亲亲这种事情 并不是特别的排斥 但这样似乎有些过于不矜持了一些 所以他故意输掉了这场比赛 小孩子在知道是对方故意输给自己之后 才哭了出来 小孩哥感觉自己有被蔑视到 王毅冷哼了一声 松开了抱住小程的手 被松开的那一下 小程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点失落的感觉 他以往接单中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的 明明王毅并没有钱 但却给了自己一种很奇妙的东西 就好像是真的在谈一场恋爱一样 好吧 接下来说你的愿望 我保证给你完成 程嘉宜看着王毅有些生气的表情 觉得王毅还蛮可爱的 什么愿望都能完成 当然 什么愿望我都能够给你完成 一个女孩的愿望能够有多大 无非就是买一些化妆品 衣服 包包之类的 这些事情对于金卡中 存有八千多万的王毅来说 简直就是小意思 虽然没能让程嘉宜亲自己一下 但是答应了对方的事情 还是要做到的 小程听到王毅肯定的回答之后 脸上的笑容更加浓烈了起来 我想要一个娃娃 一个娃娃 王毅疑惑地朝着小程的肚子看去 这样子不太好吧 这么快就提出这样的要求 小程感觉到王毅误会了什么 嘟着嘴说道 诺 我要的是那个 王毅顺着程嘉宜的手指的方向看去 是一个娃娃机 看向程嘉宜说道 你确定只是要一个娃娃这么简单 真的不考虑换一个别的 有什么好考虑的 你不会连一个娃娃也抓不到吧 程嘉宜从王毅的穿着打扮上 便认定了王毅便不是一个有钱人 所以就根本没有往过高的要求上去想 毕竟那些东西在他看来 王毅根本就买不起 既然那样让两个人都难堪 还不如就选择一个简单的 王毅没想到 居然还被这个小丫头看不起了 这有什么难的 我如果抓不到 换一种方法 让你有一个不就行了 王毅扭着头便朝着娃娃机的方向走去 小丞听到王毅的话 瞪了王毅一眼 犹豫了一下 还是跟了上去 王毅投避之后 慢慢地移动着 摇杆在瞄准好一个兔子娃娃之后 猛地按下抓取按键 一阵机械的声音响起之后 爪子很顺利地便抓住了那只兔子玩偶 王毅神气地瞥了一眼小丞 小丞却只是笑笑不说话 顺着爪子 将兔子玩偶慢慢地抓到出口的方向 突然剧烈地晃动了一下 那只兔子玩偶 就这么水灵灵地 掉在了出口旁边的位置 哟 就差一点 真是可惜啊 王毅听到小丞的嘲讽 脸顿时有些黑线 急什么 这才只是第一次而已 王毅继续朝着娃娃机之中投避 进行着重复的操作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王毅每一次都是差一点 可就是差那一点 没办法将娃娃抓起来 王毅恨不得直接将机器给拆开看看 这到底是搞的什么玩意 小丞在一旁看着王毅暴躁的样子 笑嘻嘻地说道 像王毅教自己投篮一样 教王毅抓娃娃 王毅原本还有些抗拒 但也想看看 他到底是怎么抓娃娃的 也就没有挣脱他的手 小丞抓着王毅的 手用力地晃动着摇杆 在看准时机之后 迅速地拍下抓取案件 爪子便斜着飞了出去 刚好抓在一个兔子玩偶上 紧接着爪子快速回收 但却因为惯性的原因 朝着出口的方向甩去 在爪子快速晃动那一下之后 爪子松开了兔子玩偶 而兔子玩偶 就这么水灵灵地 落进了出口中 王毅看着小丞的操作 一时之间没反应过来 没想到娃娃机还能这么玩 小丞将娃娃从娃娃机取出 一脸得意地看着王毅 这个就算是我们一起 抓出来的娃娃 我的愿望完成了 小丞看着手中的娃娃 格外地喜欢 这种娃娃 他家里面有一大堆 但总觉得 手里面这个更加好看一些 程嘉宜看着有些郁闷的王毅 心中一动 哼 看在你帮我完成愿望的份上 我给你个奖励怎么样 奖励 亲打脸 王毅说着 便将自己的脸凑了上去 呸呸呸 真不害臊 小丞撅嘴 将王毅推开 怎么光想着这些事情 真是讨厌 王毅撇了撇嘴 他实在是想不出 除了亲亲之外 还能有什么奖励 这里这么多人做其他的事情 恐怕更加的不合适了吧 小丞看王毅的表情 就知道王毅没想什么好事 他拉着王毅的手 朝着电玩城门口走去 要出去 王毅看着小丞走的方向 还以为两人要离开这里 可没想到 小丞把自己带到了门口的位置 便停了下来 在一台机器前 围着一群人 正看着两台跳舞机 在跳舞机上 两个美女正在跟随着音乐 不断地跳动着 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性张力 每个电玩城的门口位置 都会摆着几台跳舞机 总是有一些身材火辣的女孩子 会在这上面 忘情地扭动着自己的腰肢 而这也是电玩城的活招牌 能够吸引不少男人的关注 从而进来电玩城内消费 你会玩这个 哼 那当然 小丞骄傲地说道 我可是舞蹈系的艺术生 这点东西 对我来说小意思 王一只知道 小丞是一个大学生 但是没想到 还是一个舞蹈生 想必小丞的腰肢 应该很软的吧 这样也能解锁更多的一些知识 达到两人身心愉悦的状态 哥哥 等一下我给你跳支舞 就算是答谢你 替我完成的愿望了 王一看着小丞挥动手中的玩偶 没想到这点 就能让他这么开心 王一点了点头说道 嗯 你跳得好的话 等一下我就奖励你一个礼物 小丞并没有把王一的话放在心上 在他看来 王一应该送不出太贵重的礼物 等跳舞机上的两个小姐姐 跳了下来之后 小丞站了上去 小丞站在跳舞机上 选好了曲子后 向王一抛了一个魅眼 哥哥等一下 可不要迷恋上我哦 紧接着 一首欢快的曲子便响了起来 音乐只是刚刚响起几个音符 王一便立马听出来了 这是极乐净土的曲子 小丞在跳舞机上 随着音乐的旋律不断地跳动着 极乐净土这首曲子 拥有极其强烈的节奏感 具有非常浓烈的岛国风格 再加上小丞穿的这套JK制服 将岛国元素给直接拉满 随着小丞精湛的舞蹈技术 和优美的动作 越来越多的人围观着 这小妞不错呀 跳起来这么带劲 王一扭头看向声音的方向 发现是两个人男人 正在色迷迷地看着小丞 何止跳起来带劲 这小妞长得也很带劲啊 怎么样 等一下看咱 谁能加上对方的微信怎么样 赌一百块钱呢 操 你长得帅了不起啊 我告诉你 泡这种妞要有钱才行 说这话的男人 身穿着一身的名牌 倒不是王一能够认出来 这些衣服的牌子 主要是对方选的衣服 都是那种贼大的logo的 就差点没有把我 是土豪写在脸上 王一听着两个人话 嘴角微微扬起 兄弟 这年头 泡妞不能光看钱真诚真诚 才是必杀技懂不懂 土豪男看向王一一身的杂牌衣服 一脸的不屑 你一个穷鬼懂个屁 看老子怎么用钱 给你把他砸下来 土豪男刚刚说完 陈嘉宜刚好跳完 土豪男连忙走上前 朝着小诚露出坏坏的笑容 美女舞蹈跳得真好 不知道能不能认识一下呢 小诚正等着王一的夸奖 突然看到一个油腻男 朝着自己笑 笑脸立马沉了起来 对不起 我没兴趣 土豪男没想到 小诚这么快就拒绝了自己 想到后面 还有两个人等着看自己的笑话 顿时脸上就有点挂不住 眼看陈嘉宜就要走 土豪男再次上前拦住 美女不要误会 我有投资一个舞蹈培训机构 现在正想要招收一名舞蹈老师 不知道美女有没有兴趣 我可以给你三万一个月的薪资 你觉得怎么样 三万的月薪 对于小诚这样的大学生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天价的工资 土豪男想不出 小诚有什么拒绝的理由 土豪男见小诚愣住 当即便认为小诚已经心动 当然 这里面还不包括各种的奖金 只要你表现得好 每个月再给你一万奖金 和戴心休假一个星期怎么样 土豪男说完之后 得意地看了一眼王毅 他保证在这样的条件之后 没有任何一个女人 能说出拒绝的话 土豪男见小诚还愣在原地 当即便上前准备拉小诚的手 小诚见土豪男 伸出那只油腻腻的手 立马躲了过去 抱歉 我对你的条件 没有任何的兴趣 小诚说 晚便朝着王毅的方向走了过去 王毅急忙主动上前 拉住小诚的手说道 美女 你刚刚跳得五好棒啊 不知道我能不能请你喝杯奶茶呢 小诚原本还有些猛 不知道王毅在做什么 但马上也就反应了过来 小诚上前挽住王毅的胳膊说道 当然 我就喜欢你这种 有话直说的性格走 我们喝奶茶去 小诚故意把声音放得很大 生怕土豪男听不见一样 土豪男听见两人的对话 不可思议地看向两人的方向 只见两个人正亲密地挽在一起 朝着隔壁的奶茶店去 看见了吗兄弟 钱不是万能的 真诚真诚知道了吗 土豪男听着朋友的话 再想到王毅刚刚的成功 迷迷糊糊地就相信了 他有样学样地 走到一个长相不错的妹子面前 学着王毅的话 美女 我观察你很久了 我真心地想要和你交个朋友 不知道能不能一起喝杯奶茶呢 女孩抬起头顿时 被吓了一跳 只见一个长相酷似窝瓜的 脸处在自己的面前 在那张窝瓜脸上 到处是坑坑洼洼的 草 就你长这B样 还敢泡老娘 真他娘的恶心 女孩说 完便直接甩脸走远 只留下土豪男战在原地 谎言 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谎言 王毅和小成一人抱着一杯奶茶 开心地在商场之中闲逛着 小成原本确实是被土豪男的待遇所打动 但很快便反映了过来 对方那些舞蹈机构什么的 都是假的 想要包养他 才是真的 如果包养他 每个月三万块钱 他还真不觉得自己就值这么点钱 何况对方的那个长相 他真怕自己半夜起来看到当成鬼 睡着了都会做噩梦 这种人 如果技术上再是一个快枪手 那就真的是得不偿失 在做了一套清晰的对比之后 小成还是选择了王毅 虽然王毅没有钱 但是最起码长得帅啊 这样子看起来 心里面也能舒服一些 大不了以后 遇到一个合适的帅哥富二代的时候 再选择也不迟的呀 王毅此时根本不知道 小成在想着些什么 但对于小成刚刚的行为 还是很满意的 很快就明白他的意思 做出相应的回应 狠狠地打了那个土豪男的脸 想动自己的看上的女人 真的就是不知火舞的弟弟 不知好歹 王毅看向正在撅嘴 用力吸着奶茶里面珍珠的女孩 只觉得一阵的畅快 走 到我实现给你奖励的时候了 奖励 什么奖励 小成原本以为 王毅只是说着开玩笑的 没想到真的要给他一个奖励 王毅嘴角微微扬起 笑着说道 跟我来就是了 小成不明白王毅要做什么 只能跟在王毅的身后 小成被王毅牵着手 一路走到了香奈的专卖店门口 小成不可思议地 看着那个亮眼的logo说道 哥哥 这里面的东西太贵了 你请我吃个饭就可以了的 小成没想到 王毅居然会带他来香奈专卖店买东西 这里面的东西 他平时都不敢来逛的 生怕自己看上 哪件名贵的包包或者衣服 就卖不动腿 来都来了 不进去看看 怎么能行 小成听着王毅的话 悄悄地看了一眼专卖店里面的橱窗 立马便被里面精美地服饰所吸引住 抱着来都来了的原则 小成同意进去看看 他想着自己就是看看 绝对不满 哪怕是王毅真的要给他买礼物 自己挑选一个便宜一点的就可以 不然最后王毅钱不够 或者因为为了给自己买礼物 而花费了几个月的工资的话 他自己心里面也过意不去 他虽然是喜欢钱 也希望能找一个有钱人 包养自己没错 但是这并不代表 他就可以这么心甘情愿地 花别人的钱 每个人赚钱都不容易 这也是他的底线 两人走进专卖店之后 一个销售顾问上前 轻声说到欢迎两位来到香那 请问有什么能够帮到两位的吗 销售顾问是一位女孩 虽然并不是小成这种级别的美女 但也是有着八十分在的 对方也并没有因为王毅身上 穿着几十块钱的地摊货 而小看一眼 毕竟这里可是香那儿的专卖店 他们都有着很高的职业素养 并且绝不会因为这种事情 而得罪顾客 麻烦你带着我们先看他包吧 王毅虽然不知道小成想要什么 但是包之百病这个词 他还是明白是什么意思的 销售顾问点了点头说道 好的两位 请这边跟我来 销售顾问将两人带到了一个展区 耐心地为小成 介绍着这里的所有款式 王毅则在一旁等着 他对于这些奢侈品什么的 根本没有什么兴趣 只要等下小成喜欢 他负责买单就可以了 您好女士 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这款新品 小成朝着销售顾问介绍的包包看去 只见一个粉色的包包 展示在自己的眼前 销售顾问仅仅只是在 小成刚刚那一秒钟的眼神之中 便看出了对这款包包的喜爱 销售顾问便立马继续介绍道 这款包包是香那儿 2024春夏系列迷你口盖包 该款包包采用了珠光小羊皮 原造珍珠和金色金属等等材质 制作而成的 小成仔细地打量了一下 这款粉色的包包 不仅可以手提 还可斜跨可肩背 试用范围非常广泛 销售顾问趁机继续说道 女士也真是有眼光 这款包包目前也只有这一个存货了 如果喜欢的话 就一定不要错过 小成对这款包确实很喜欢 但考虑到是新款 肯定价格很高 小成小声地问道 姐姐 这款包包多少钱啊 销售顾问露出职业性的笑容 看向小成说道 这款包包价格也是很划算的 我们店面的价格是元 小成一听直接愣住了 他没想到 这么一个小包就要将近五万块钱 这五万块钱 可是他近两年的生活费啊 小成把包放回展台上 就想着再去看看 挑选一个便宜点的 尽量不要让王毅花费太多钱 实在没有便宜的 干脆就说没有喜欢的 不买就是 就这个了 麻烦包起来吧 王毅的声音 从身后轻飘飘地传了出来 王毅就算是再傻 也能看得出来 小成眼神之中的喜爱 他当即便出手 准备将这一款包 给他买下送给他 销售顾问没想到 王毅这么的大方 自己才刚刚开口介绍一个 大概对方就要出手买下 可小成却着急了起来 立马将王毅拉到了一边 哥哥 这个包包太贵了 而且我不却包包用的 王毅看着小成焦急的样子 就觉得可爱 没想到 反而是一个刚认识不久的女生 对自己的钱这么的在意 和谭书月在一起八年之内 花了自己几十万 也没有见他为王毅着想过 王毅伸出手 在小成的鼻子上轻轻刮了刮 放心吧 不用给我省钱 我可比你想象中的有钱得多 王毅这句话可不是吹牛 金卡中的钱虽然不能让自己花 但是让小成可敬花 还真没有任何的问题 哪怕是把这家店给买下来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真的 小成狐疑地看着王毅 他怎么也不肯相信 王毅穿着的这么随意 会是什么有钱的人 不相信 王毅见小成不相信自己有钱 直接便走到了销售顾问的身边 加个你随意就行 没有限制 听到王毅的话 不仅仅是销售顾问 就连一旁的一些顾客也都傻了眼 要知道 这里面的衣服 如果让随意的搭配 那可真的不是一笔小的数目 搭配一款衣服 先不说鞋子 裙子这些 就一些丝巾 皮带 手表 项链 手链 耳环等等的这些 加起来就不会是一笔小数目 小成当即便想要上前去说王毅 却直接被王毅给拦了下来 放心吧 这点钱我还是有的 小成看到王毅脸上挂着的笑容 不知怎么的 就相信了王毅的话 也许这个穿着随意的男人 真的是一个低调的富二代呢 如果被王毅知道了 小成的想法 怕不是会笑出来的 他可不是什么富二代 充其量算是一个天使投资人 销售顾问见状 便急忙上前拉着小成 前去服装的展台那边 他可不想自己的业绩 就这么的飞走了 自己要好好的 把握好这个机会才是 王毅大概等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一道歉影 缓缓地走到了自己的面前 哥哥 我穿着深美吗 王毅没有说话 只是一直盯着小成看着 小成虽然没有等到王毅的回答 但是王毅那直愣愣的眼神 便已经说明了一切 男人的眼神 胜过一切华丽的辞早 小成上身是一件经典的香腊 粗花外套 外套的剪裁 贴合着他的身形 恰到好处地展现出 他的绝美线条 内搭一件纯白的真丝衬衣 领口微微敞开 将那一对小巧完美地衬托出来 随着少女的走动 黑色长裙轻轻摆动 丁佳怡走到了王毅的面前 王毅也反映了过来 你穿着身好美 像是从电视里面走出来的一样 丁丁佳怡好感值加五 恭喜宿主 获得五万元当前倍率 1.丁佳怡好感值 32.相熟 王毅的夸奖虽然很笨拙 但却恰好更加地打动小成 这样更显得真诚 难能可贵 小成上前在王毅的脸上 巴基亲了一口 随后便不好意思地 挽住了王毅的胳膊 王毅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吻 吻得心神荡漾 王毅看着销售顾问说道 这些全部都买单吧 另外再给他搭配两套衣服 销售顾问看这么轻易地 就拿下这一单 立马便抓紧时间去准备 一旁的其他人 也对王毅议论纷纷 没能想到像王毅这样 穿着普通的人 居然出手这么的阔绝 一些女人更是极度小成 能够找到这么一个大方的男人 等他们朝着小成头 去羡慕的目光时 待看清小成的长相 也顿时明白 这么一个美人胚子 怕不是任何一个男人 都愿意为他花钱 学长 真的是你 穆婉青是这里的销售顾问 在香那儿工作了三四年的时间 刚刚听到有一个 出手阔绰的男人 正在这边疯狂下单 便想来混个脸书 但刚看到王毅的时候 便觉得眼神 仔细一看 居然是自己的大学学长 异性信息 姓名 穆婉青 年龄 25岁 魅力 95 好感度 27 相熟 摔跤次数 1 王毅看着穆婉青 也觉得有些眼熟 等听到系统的提示的对方信息之后 才想起来穆婉青的名字 此时的穆婉青 身穿一件白色的衬衫 下身是一件黑色职业裙 一双黑色的丝袜 将那双大长腿 给完美地衬托出来 穆婉青在大学期间 便是以完美身材出名的 更是公认的笑话 王毅没想到 能够在这里见到对方 最主要的是 穆婉青的魅力值高达95点 就连摔跤次数 也仅仅只有一次 穆婉青你在这里上班啊 王毅尽量不让脸上 有太多的变化 冷冷问道 对 我是这里的销售顾问 说不定等一下 还可以为学长打个折什么的 穆婉青朝着 挽着王毅胳膊的小程 轻声问道 上学那回就听说 学长你有一个 交往很多年的女朋友 想必就是这位美女吧 王毅当时在大学 不仅仅成绩优秀 长相更是出众 在大学期间 有无数的女孩 向王毅表白被拒绝 拒绝的理由也只有一个 已经有女朋友了 但却没有一个人 见过王毅的女朋友 大家也都只认为 是王毅的借口 王毅还没有说话 小程便直接开口说道 姐姐你误会了 我是一个的表妹 这次只是一起 出来逛街的而已 小程能够感觉得到 王毅是真的有钱 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样 是一个穷小子 而这个什么 穆婉青一看 就是想要和王毅 建立深厚友情的 程嘉宜自然不会 没眼力见的 这个时候宣誓主权 这样反而更会 让王毅心生厌恶 毕竟这样可就 挡住王毅的桃花的 王毅见小程这样说 也便没有解释 我已经和那个女人分手了 今天就是陪我妹妹 出来逛街二爷 穆婉青很精准地 抓住了王毅话中的 语气和词语 那个女人听起来 王毅对这个前女 有十分的厌恶 那这可是个好机会啊 穆婉青当即便 拿出手机上前说道 学长方便加个微信吗 这么久不见了 有时间我们一起约个饭啊 好 王毅添加了 穆婉青的微信之后 刚刚那名销售顾问 也选好了衣服 一共是三套衣服 和两款包包 一条香腊的经典款项链 和一款女士手表 一共是圆 王毅没有犹豫 直接了当地 将金卡递了出去 待刷卡成功之后 王毅便带着小程 走出了香腊的专卖店 穆婉青看着两人走远的背影 心中忍不住地突突着 之前上学时 经常听说王毅在外面做兼职 并不像是一个有钱人 但是刚刚一口气消费38万 却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穆婉青一时之间 也分不清王毅 是不是真的有钱 还是说 这些钱 其实都是那个叫做 小程的女孩子的 只不过卡在王毅的手中而已 但不管是真假 穆婉青都决定 要试探一下王毅 现在还在上班 他一时之间离不开 但已经有了王毅的联系方式 穆婉青不相信 凭自己的长相和身材 还吸引不到王毅 丁穆婉青好感值加三 恭喜宿主 获得三万元当前倍率一 穆婉青好感值 三十 香熟 在看到系统提示的 穆婉青好感值上涨之后 小程没想到王毅这么有钱 想到自己今天 一直在给王毅省钱 还白白浪费了一个愿望 就觉得可惜 王毅轻轻柔了揉小程的头发 笑着说道 你可以想办法报答我呀 小程听到王毅的话 抬起头看着王毅脸上坏坏的笑容 他虽然猜到了王毅说的是什么 但是却一时之间有些放不开 我我不明白 哥哥是什么意思 看着小程的头越来越低 王毅嘴角的笑容也越发的浓烈 诺 王毅指了指一旁的酒店 今天逛了这么久 我们去那里休息一下好不好 王毅此时也想要体验一下 陪完项目里面的那个一日游 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小程听到王毅的话 顿时有些惊慌失措起来 不不用了哥哥 我晚上还有课的回去 王毅脸上的笑容顿时收了起来 冷冷地说道 好 那我先送你回去吧 程嘉宜听到王毅的语气 顿时便慌张了起来 哥哥你别生气 我只是觉得 我们太快了我一时之间 没办法接受而已 嗯 没关系时间确实也不早了 你早点回去休息 王毅伸手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便和小程坐了上去 程嘉宜全程紧张地看着王毅 小脑袋靠在王毅的肩膀上 胡思乱想着 他虽然对王毅很喜欢 王毅也很有钱 长得也帅 但是他却不想 就这样轻易被王毅得手 他认为 这样会让自己陷入被动的状态 会容易让自己被王毅拿捏 但没想到的是 王毅根本不吃他这一套 王毅的想法也很简单 既然你没有做好准备 就回去自己想 王毅可不会再一个 没有做好准备的女人身上费 这么大的功夫 一个不同意 王毅完全可以找下一个 只要有钱 总有能够想明白的 祖师爷语录第八条 用感情追求的爱情 那就多花点钱 用钱追求的爱情 就少花点时间 王毅可没有时间 在这一棵树上吊死 出租车停下之后 小程慢吞吞地下车看向 依旧还坐在车上的王毅 哥哥 那我就先回去了 嗯 小程见王毅 只是轻恩了一声 咬了咬嘴唇 再次轻声问道 哥哥我们下次还能见面吗 下次再说吧 王毅说 玩便直接升上玻璃 让出租车司机开车 小程站在原地 看着离开的出租车心 里面空落落的 他站了好一会 才拎着大包小包的 朝着家中走去 弟弟 王毅在车上闭目养神 却突然听到 手机响了两声 王毅打开微信 看到是小程发来的信息 程嘉宜 哥哥 我已经到家了 程嘉宜 期待和哥哥下一次的见面 王毅没有回信息 江程嘉宜晾在了一边 王毅点开了另外一条信息 慕婉清 我刚下班 学长什么时候 有时间一起吃个便饭吗 王毅嘴角微微上扬 被这出租车司机说道 师父 麻烦掉头回一达广场 小程拿着手机在一旁发呆 等了半天 也没有等到王毅的信息 哥哥不会真的生气了吧 小程没想到 王毅这么决绝 完全没有给他反应的时间 小程子 我回来了 周启晴推开房门 扑向自己的好闺蜜 请请你回来了 周启晴看小程子的情绪 好像不高 正想要问清楚怎么回事 却看到了床上的各种衣服和包包 哇 小程子你发达了呀 这么多的衣服和包包 你池塘里面什么时候 有这种高质量的鱼了 这么肥的鱼你 不打算和我分享一下吗 周启晴的话 瞬间让程家仪明白了过来 一直以来都是自己想错了 王毅不是他平常养的那些低质量的鱼 王毅长相出众 出手阔绰 还十分地会关心女孩子 这样的男子 在哪都不会缺少女人的 今天的慕婉清 就是最好的例子 而自己 还用之前的办法 想要吊着王毅 显然是行不通的 自己只有让王毅看到自己的态度 才能攀上王毅 王毅下了出租车 走进一间西餐厅之中 刚进门便看到了慕婉清的身影 只因对方的样貌 实在太过于出众 让一些女人落桌时 都选择了远一点的位置 生怕成为鲜花的陪衬 而一些男人 则有意无意地偷偷打量着慕婉清 他们都想知道 到底是怎样的男人 能够让这样的美女等待 抱歉 让你久等了 慕婉清看到王毅 坐在自己的身前时 脸上突然绽放出笑容 那绝美的脸庞上的笑容 就像是一朵 惊心呵护的玫瑰花一般 令人惊艳 待这群人看清王毅的穿着之后 顿时都大吃一惊 这样的一个女人 居然为这样的一个穷小子 为绽放笑容 一个个朝着王毅 投去气愤的眼神 但却没有一个发作的 因为他们的对面 正有一张扭曲了的脸 看够了没有 要不要我去把他叫来 你好好看个够 男人们顿时 被自家的母老虎所喝退 不敢再看过去 慕婉清将菜单 递到王毅的面前 笑着问道 看看想吃些什么 今天这顿饭 我请你 慕婉清长期在香奈儿 专卖店工作 看到了太多的情侣和有钱人 而无论是有钱或者没钱 这些男人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爱好面子 所以慕婉清一上来 就让王毅点单 将王毅的情绪照顾好 王毅也不客气地 直接点了一份牛排 和简单的几样 慕婉清也跟着点了 一份一样的牛排 学长这么久没见 没想到还是这么帅 想当年我还偷偷暗恋过学长呢 王毅轻轻抿了一口 杯中的饮料 笑着说道 你在学校那么多的追求者 又怎么会少我一个 现在身边 应该也不缺乏追求者吧 学长真是会开玩笑 我天上班都够累了 哪里还有心思去谈恋爱啊 两个人只是短暂的交锋 便都将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 也从对方那里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 王毅从慕婉清的口中 知道了他没有男朋友 而慕婉清 不仅侧面表露出自己的爱意 也明白了王毅对自己的想法 慕婉清其实也并不缺少追求者 他原本大学毕业之后 想要靠着自己的努力 去获取自己想要的 但工作了这么多年 现实慢慢让他明白了 过来靠他一个人 想要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是多么难 他每日在香那专卖店工作 依靠着自己外貌 和流利的口才业绩 一直都名列前茅 但也不乏一些男人 对他的觊觎 可相对的那些女人 也纷纷对他有所记恨 没少举报慕婉清 勾引自己的老公 但这些慕婉清 从来没有做过 可这些并没有人在意 公司只会维护顾客的情绪 而慕婉清的业绩 多年来一直都是最好的 却迟迟无法晋升 反而是那些走后门的人 一个个地成为了自己的领导 慕婉清从那开始 工作越发地努力 可却每次的晋升都没有他 慕婉清看着店面中 那些长相不如自己的女人 都能找到一个有钱的男人 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 他不甘心 他自认为自己的长相 不属于任何一个人 但却为什么要苦苦地 一直在这里消磨自己的时间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他那颗想要努力的心 慢慢地变了 他也想找一个男人 从此依靠 但遇到的那些有钱人 大多数都是有家事的 或者就是暴发户 土肥园 慕婉清根本就下不了手 他一度甚至想放弃这种想法 直至白天遇到了王毅 他才明白 像王毅这种的优质男 才是自己的理想型 长相帅气 气质出众 但现在唯一要验证的 就是王毅的财力 是否是自己见到的那样有钱 又到底有多少钱 他可不想 将自己完全交给王毅之后 却发现 王毅在追求自己的时候 就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这种事情也时有发生 前段时间 还有一个新闻报道过 一个男人在追求女人时 花钱大手大脚 认识两个月 为女人花了上百万 可结婚之后 才发现 男人全部是刷的信用卡 就连财礼都是借的街坊邻居的 慕婉清可不想走上别人的老路 两人吃完饭 在商场之中闲逛着 学长是不是很久没有恋爱了呀 王毅看向慕婉清 有些疑惑 为什么这么说 慕婉清指了指 王毅身上的短袖 如果家里面有女人的话 又怎么可能会穿着 这样一件衣服 王毅低头看了看 自己身上洗到发黄的白色短袖 王毅和谭淑月住在一起后 谭淑月前两年不仅没工作 所有的家务活 也都是王毅来完成的 就连给王毅洗衣服 都没有过一次 王毅为了省钱 也都是买一些 简单的白色短袖 更是不穿破 都不带换的那种 王毅苦笑一声 是啊 穿成这个样子 站在你这个大美女的身上 有点给你丢人了 学长真的是会开玩笑 学长想必 平常一心工作 根本没有注意这些细节 慕婉清四处打量了一下 拉着王毅 走进了一家男装店中 耐心地为王毅 挑选了几套衣服 王毅换上慕婉清挑选的衣服 感觉整个人的气质 都不一样了一些 一旁的服装店售卖员 看向王毅的眼神之中 也充满了小星星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 人靠衣服 哪靠鞍 王毅看着身上的衣服 很是喜欢 虽然并不是什么 大牌子的衣服 但是却很符合王毅的审美 真不愧是香奈儿的销售顾问 眼光很好吗 莫婉清清笑道 学长真是笑话我 我也就这点 能够为学长做的 王毅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那种前所未有的感觉 令他越发地自信起来 他从来都没好好地打扮过自己 连他自己都好久 有没有好好地看过自己这张脸了 丁莫婉清好赶值加5 恭喜宿主 获得5万元当前倍率 1 莫婉清好赶值 35 相熟 莫婉清看到打扮帅气的王毅 不免也有些心动 莫婉清转身到柜台 给王毅买了单 微笑着看着王毅 王毅并没有去拦着 不让莫婉清买单 毕竟金卡上的钱 并不能用在自己的身上 让莫婉清买单 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自己等一下花更多的钱 在他的身上就是了 你有什么想买的吗 算是我答谢你 今天请我吃饭 何得我挑选衣服 莫婉清摇了摇头 我没有什么需要的 而且我只是为学长 挑选了两件衣服而已 这没什么的 正如前面莫婉清所想的 男人都是要面子的 自己花在王毅身上的钱 王毅为了保证自己的面子 会加倍地花在莫婉清的身上 而如果王毅没有这么做 那么就说明 这个男人要么没钱给你花 要么有钱不想给你花 一旦是这样的情况 莫婉清扭头就会走 绝对不会在这种男人身上下功夫 而莫婉清之所以说 自己没有什么想要的 才是最厉害的 因为这样 男人才会去给你买更多 而王毅显然不会考虑 莫婉清到底是怎么想的 他就一个目的 增加莫婉清的好感知 为自己反现 如果莫婉清上道的话 那就上拳雷打 如果不上道 那就白白再见 王毅还要去寻找下一个目标 那怎么能行 走我们去逛逛看 王毅当即便拉着莫婉清的手 朝着外面走去 而对于王毅牵着自己的手 莫婉清也没有任何的排斥 就这么被王毅拉着 走进了爱马仕专卖店中 欢迎光临爱马仕 有什么能够帮到两位的吗 一位销售顾问 走到两人的面前 轻声问道 在看清王毅的长相之后 脸上的笑容更加的灿烂了起来 将你们最新款的几个包包 给我包起来 其他的我们自己看看 销售顾问一下便愣住 王毅连看都没看 就直接下单 他之前也不是没有遇到过有钱的人 但是像王毅这种的 还真的是第一次 好好的 我马上去下单 销售顾问也不是傻子 这种送上门的营业额 他怎么可能放过 急忙到吧 抬下完单之后 便快速地回到了两人的面前 生怕自己的财神爷被别人抢走 销售顾问刚到 王毅便指着橱窗中 模特身上的几件衣服 那几套衣服 全部按照他的尺寸来一套 王毅的举动 很快便引起了爱马仕店内 所有人的目光 就连穆婉青也微微有些汗手 他没想到 王毅出手这么的大方 他自己本身就是香大儿的销售顾问 自然知道 新品和橱窗这两个意味着什么 这都是说明了 当季最贵的几个单品 而王毅却是连想都不想 就直接下单 穆婉青也没有上前阻止王毅的想法 他也想看看 王毅到底有多少钱 销售顾问很快便急忙去准备 适合穆婉青的尺寸 为了不让王毅着急 还特意找了两个同事一起去准备 生怕王毅等不及直接扭头出去 那到时候便得不偿失了 很快 一件件的衣服送到了穆婉青的面前 穆婉青不知疲倦地是穿着每一件衣服 穆婉青的身材也是真的很好 天生的衣服架子 无论是哪种风格的衣服 都能够很自然地驾驭 王毅坐在沙发上看得眼花缭乱 连连点头 王毅对于穆婉青的兴趣 在愈发攀升着 这些全都要了 包起来吧 销售顾问接过金卡 连忙攻邀应答 好的先生 马上为您打包 穆婉青看到王毅刷完卡之后 对于王毅的身份更加地坐实 这次的消费 他大概估算了一下 他是不下于50万的金额 毕竟这可是十几套的衣服 再加上各种的配饰和包包 王毅就算是借钱 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借到 而信用卡能有这么多额度的 自然也不可能是普通人 丁穆婉青好感值加7 恭喜宿主获得7万元当前被律1 穆婉青好感值 42 相信 丁恭喜宿主为穆婉青消费成功 解锁全新资料 异性资料 姓名 穆婉青 年龄 25岁 身高 168厘米 体重 48千克 魅力 95 职业 销售顾问 好感度 42 相熟 摔跤次数 1 奖励 好感度80 安保公司 助 奖励值80之后 每增加10点便解锁新的奖励 王毅满意地点了点头 看来还是花钱能更快地提升 这些女人的好感值 仅仅只是这么一会 穆婉青的好感值就要突破40 但穆婉青80好感值的奖励 才是让王毅更加喜欢的 这年头拥有再好的武功也没用 反而是这种安保公司 更加地实在一些 不仅可以保护自己的安全 还可以为自己赚钱 这才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谢谢学长 我都还从来没有穿过 这么好看的衣服呢 穆婉青上前挽着王毅的胳膊 温声细语地说道 穆婉青的声音 宛如月耳的音乐 让王毅如沐春风 而相比于声音 王毅更喜欢穆婉青挽着自己的胳膊 不同于程嘉宜 穆婉青的心胸更加宽阔一些 触感极好 只是一些小钱而已 以后你只会见到更多 王毅很自然地 就抱住了穆婉青 那阴阴一握的细腰 腰部的细肉极为紧实 看来穆婉青还 长期地锻炼身体 穆婉青也没有拒绝 反而很自然地 靠在了王毅的胸口 头发上的阵阵清香 钻入王毅的鼻腔之中 王毅贪婪地袖着 先生 已经全部都打包好了 请问 还有什么能够为您服务的 销售顾问看着相拥的两人 忍不住有点发酸 眼睛不停地打量着王毅 心想 自己怎么就遇不到这样的男人 但王毅一时之间 还不知道让送到哪里 主要是酒店还没有订好 王毅和穆婉青香 拥着走出商场 漫无目的地走着 路旁的灯光渐渐暗淡下来 绿植却越发浓密起来 两人不知不觉地 走到了公园之中 在浓密的树荫中 传来一些男男女女 窃窃私语的声音 随着环境的变化 王毅的心境也慢慢变化着 怀中女人柔弱无骨的身体 以及那沁原心皮的方向 无疑不再刺激着王毅的神经 王毅站定在原地 低头着穆婉青那绝美的脸蛋 目光慢慢地定格在了那红唇上 王毅慢慢低下头 轻轻地吻上去 随着时间一点点的流逝 王毅的吻乐发重了起来 穆婉青迎合着王毅的动作 两人越发的动情 直至穆婉青感受着王毅的手 攀上了自己上身之后 才尝试着挣脱王毅的吻 嗯嗯不可以在这里 穆婉青一把推开王毅 大口地呼吸着 王毅却再次上前 将穆婉青抱在怀中 两人四目相对望着彼此 你等下要回家吗 穆婉青双眼寒水 睫毛像两把刷子一样 忽闪忽闪着 穆婉青自然明白王毅的暗示 他又不是傻子 他也很清楚 自己此刻应该为王毅做些什么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如果你要回家 那么你现在就可以回家了 穆婉青嘴唇微气 看向王毅的慢慢开口 嗯至少现在没想回去 王毅听到穆婉青的话 抱着穆婉青的双手 更加用力了一些 王毅正要说什么 却被穆婉青打断 我们去酒吧坐坐怎么样 我还没有去过那里 陪我喝两杯好吗 王毅看项穆婉青 有些潮红的脸 点了点头 现在这样确实会有些尴尬 喝点酒下去 才能更好地进行下去 王毅叫了一辆出租车 两人相拥着坐在后排上 穆婉青的食指 不停地在王毅的胸口画着圈 穆婉青想要再看一下 看看王毅的财力 到底有多少 他可以把自己交给王毅 但前提是 王毅得现金 最少也在一千万以上 不然 他还是想要再找一个 更好的买家 很快出租车 停在一家酒吧门口 酒吧门口围满了少男少女 他们都在外面 不知道谈着些什么 王毅牵着穆婉青的手下车 走进酒吧中 刚进大门 一个穿着暴露的女人 便快速地来到了两人的面前 两位有预约吗 王毅微微一愣 紧皱着眉头看向女人 怎么 没有预约 还不能来你们这里消费了吗 女人急忙解释道 先生您误会了 如果您没有预约 也没有熟悉的营销 那今天就由我来为您服务 不知道先生是否满意 王毅听到女人的话 才知道是误会了对方 王毅根本没有来过这种地方 自然不知道 这里的一些门道 没有熟悉的人 就你吧 女人听到之后 脸上露出笑容 自我介绍道 我叫微微 两位里面请 王毅牵着穆婉青的手 走进酒吧里面 刚进去就被震耳欲聋的音乐 给冲击到 现在的所有人 都在随着音乐疯狂地摇晃着 一群身材娇好的女人 更是被场控给拉到舞池上方 忘情地晃动着自己傲人的身材 微微丝毫不在意 穆婉青在旁边 整个人都贴在了王毅的身上 主要是王毅的长相 实在是太帅了一些 微微忍不住的 就想要和王毅更进一步 如果穆婉青真的介意 就说是音乐太吵 不得已靠近的 微微见穆婉青病 没有表现出不满 将酒水单放在王毅的面前 为王毅细心地介绍着 王毅紧皱着眉头 和微微保持了一些距离 并不是他考虑到 穆婉青在旁边 而是王毅挑食 这种低于85分以下的女人 他根本提不起兴趣 更何况 他刚刚查看了一下 微微的摔跤次数 36次 这种谁知道带不带病毒啊 王毅可不想 和这种女人过于近距离 微微只介绍了一下 散台和小卡座的位置和价格 王毅皱起眉头问道 没有大一点的位置吗 微微本身就对于王毅 突然对他的疏远 就有些不满 听到王毅的话 更加地不耐烦了起来 你来这么晚 有位置就不错了 王毅伸手指向 武池最中间的一个卡座问道 那里不是有位置吗 微微忍不住地翻了一个白眼 语气极其不屑 大哥 那是至尊卡座 而且早就被预定过了的 光是低消 就是好几万啊 微微不屑的语气 让王毅的眉头 越发地皱了起来 怎么 你觉得我付不起这个钱 微微冷哼了一声 上下打量了一下 王毅和穆婉青 王毅本身就穿着小牌子的衣服 而穆婉青刚刚买的衣服 还在爱马仕的专卖店放着 身上也只是穿着一件 简单的黑色长裙 有钱的男人 虽然不会经常打扮自己 但一定会打扮自己的女人 微微看了一下两个人打扮 明显不像是有钱人 再加上王毅刚刚对他的疏远 微微根本不打算惯着王毅 帅哥 坐在散台不丢人的 但是打肿脸充胖子就很跌分了 王毅板着一张脸开口说道 你们经理呢 把他叫过来 妾 等着 我去给你叫 对于这种没有钱还投诉的人 他见多了 可没有一个能够把自己怎么样的 叶飞姐 那里有个穷逼要投诉我 叶飞扭头看向微微 心中暗自不悦 这个微微这个月 得罪了四五波顾客了 要不是看在这个微微 有几个不错的凯子 经常能够来这里消费 他早就把这个微微给赶走了 叶飞强忍着听完了 微微添油加醋地 说完王毅的坏话后 带着微微便来到了王毅的面前 你好帅哥 不知道微微哪里惹得你生气了 希望我能帮你们调解一下 王毅刚看到叶飞的第一眼 就忍不住的心跳加快 只因这个女人实在是太妩媚了 一双妩媚眼光 是看上一眼就让人爬不出来 叶飞穿着一件暗红色的旗袍 将她那玲珑曲线给完美地展现出来 一对大灯更是吸人眼球 叮 异性信息姓名 叶飞 年龄 二十八 魅力值 九十三 摔跤次数 二 王毅没想到 这种天生的魅骨 经常在酒吧这种地方工作 摔跤次数也才两次 实在令王毅意外 魅力值虽然比不上穆婉青 但是叶飞给王毅的感觉 却是前所未有的 让王毅忍不住的 就像和对方滚上一次 总觉得对方能给出不一样的体验 王毅强行定了定神说道 我本来是想要 在你们这里充值个几十万的 但是没想到 有人看不起我的臭钱 说我是穷小子 飞姐 你别听她瞎说 她怎么可能会 啪 微微的声音戛然而止 她不可思议地看着叶飞 你你敢打我 你这个贱女人居然敢打我 叶飞按下对讲机 对着那头说道 来两个人 把这个疯女人丢拖出去 很快 两名穿着黑衬衣的男人过来 剑女人 你敢动我一下试试 啪啪啪 叶飞没有任何的犹豫 又是三个耳光 清脆地打在微微的脸上 一旁的人看到这一幕 都忍不住地远离 拖下去 两名保安便将嘴角 带着血迹的微微 给拖了出去 微微也不敢再大呼小叫 只能用一双恶毒的眼神 看着叶飞和王毅 叶飞虽然能看得出来 王毅身上的穿着 并不是什么名牌 但刚刚王毅的自信 却并不像是假的 他在这家酒吧工作这么多年 什么样的人都见多了 王毅刚刚说话的语气 做不得假 这个微微差点 就把自己的一个大客户给得罪 他当然不能放过 叶飞微微一笑 让帅哥看笑话了 今天就由我来为两位服务怎么样 看到王毅点头之后 叶飞继续说道 刚刚听说 两位想要换一个大一点的卡座 正好中间的卡座取消了 不如就那里可以吗 像他们酒吧 每天都会特意空出来一两个卡座 为的就是处理一些问题 有时也是为了给一些突然来兴趣 想要玩玩的大人物留着的 王毅和穆婉青坐在卡座中间后 叶飞也将酒水单放在了王毅的面前 婉青你看看 想喝点什么 穆婉青接过王毅递过来的酒水单 微微一愣 这一张酒水单明显 和刚刚微微给他们看的不一样 这上面最便宜的一个套餐 都要两万起步 穆婉青微微皱眉 又将酒水单递给了王毅 学长 我很少来这种地方的 就有你点吧 王毅也没有多想 直接拿过了酒水单 王毅虽然也没有来过这种地方 但是花钱还是会的 点贵的一定不会让人看笑话 而王毅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 王毅指着上面的轩妮诗里查说道 这个来两瓶 穆婉青看向王毅指着的轩妮诗看去 只见上面的价格写着原 光这一下就消费了14万元的价格 丁穆婉青好感值加3 恭喜宿主获得3万元当前倍率 1.穆婉青好感值 45.相信 王毅没想到 只要花钱就能提高穆婉青的好感值 当即便想要再刷一波好感值 王毅看向酒水单上的黑桃A神龙套 虽然之前没有来过酒吧 但是这神龙套王毅还是知道的 毕竟之前在网络上爆火过一段时间 再加一个这个神龙套 王毅指着酒水单上价值的神龙套 要了一份 等了一会也没有等到穆婉青的好感值提升 王毅只好撇了撇嘴作罢 看来想要单凭花钱 提升女人的好感值还是不太现实的 学长 会不会太多了呀 我们喝不完的 穆婉青在一旁抱着王毅的胳膊 轻轻摇晃着说道 王毅看了看酒水单 确实点了不少 酒吧为了能够提升营业额 酒水就没有丹麦的 像王毅刚刚点的薛妮湿里茶 每一瓶就搭配着六瓶软饮 而神龙套更是有着八瓶黑桃A 外加十八瓶一余水 这么多的酒水 他们两个就是在这里喝上三天也喝不完 王毅不在意的摆了摆手 没事 喝不完就存起来 叶飞看到王毅下手这么大方 轻声道 帅哥出手真是阔绰 那我现在给您下单 王毅将金卡递给叶飞 叶飞立马拿出POS机开始刷卡 一共圆 王毅就像是买了一颗白菜一样的 毫不在意 很快DJ便切换了音乐 一阵动感的曲子便响了起来 舞池中正在不断摇晃的人 听到这个音乐 便立即四处看着 他们都知道 这首曲子意味着什么 十六个兔女郎 缓缓地走到舞池中 他们每个人的手中 都拿着一瓶黑桃A围绕着舞池 扭动自己的腰肢 一些大胆的男人 甚至趁着他们路过 用力地拍打着他们的吐尾巴上 DJ忽然跳上舞池上方 拿着话筒大声喊道 感谢坐在一号桌的 王毅王先生 消费轩泥施礼茶两套和神龙套 随着DJ的声音响起 舞池中顿时沸腾了起来 所有人都在大声地欢呼着 一些女人更是用着大胆的眼神 不停地向王毅抛着媚眼 他们都希望能和王毅这样的男人 彻夜长谈产生负距离 王毅听着所有人为他呐喊的声音 闭上眼睛 享受着这一切 这才是一个男人 应该去享受的生活 而不是为了一个不值得的女人 让自己越陷越深 兔女郎们围绕着王毅的卡座边 卖力地热舞着 他们都希望自己的表现 能够让王毅看上 从而将自己留下 陪他喝上几杯 但几分钟过去之后 王毅也没有动静 这群兔女郎 只好情绪低落地离开 王毅看向舞池中那些 不断朝着自己抛媚眼的女人 连连摇头 这里这么多的女人 却没有一个 能够入得了王毅的眼睛的 虽然有几个明显 进入了90分的范畴 但系统却只给了80多分的魅力值 想必是动用了一些科技什么的 还有一些女人 虽然魅力值足够 但却都有着生化母体的可能 最夸张的是 林桌有一个长相绝美的女人 王毅只是看上一眼 就挪不开自己的眼睛 但系统半天 都没有给出对方的信息 王毅瞬间就明白了过来 原来这是王刚 王毅也不知道 隔壁桌的兄弟 知不知道自己玩的是一个什么存在 别晚上竟被窝摸索了半天 才说出一句 你怎么也有 王毅忍不住的不断摇头 有点同情这位兄弟 王先生 我敬你一杯 叶飞端着一杯酒 和王毅轻轻碰杯 王毅将杯子中的黑桃A喝下 一股清新的果香 瞬间弥漫王毅的口腔 王先生年纪轻轻出手 就这么阔绰 真是年少有为啊 王毅轻笑了一声 并没有搭话 叶飞看着王毅 不停地看着那些女生 轻声笑道 王先生可真是贪心 身边坐着这么两个美女 居然还在看别的女人 王毅回头看向叶飞 嘴角带着若有若无的笑容 再好的食物 也得能吃到嘴里才行啊 叶飞感到一根手指 悄悄地爬上了自己的手背 他看向王毅婉然一笑 能不能吃到 不试试 怎么知道呢 这么说 我可以试着摘下这颗葡萄了 叶飞咯咯咯笑着 还未回应 便被打断 穆婉卿在一旁看着叶飞 不断和王毅喝着酒 顿时有了一些危机感 刚刚的 巍巍他并不在意 因为对方明显和他不是一个级别的 而叶飞不一样 不仅仅拥有着 和自己不相上下的容貌 更有着一种 能让所有男人 都想要一亲方子的妩媚 穆婉卿上前挽住王毅的胳膊 将一双珠唇 贴近王毅的耳边 轻声细语道 学长 我有些了 王毅感受着穆婉卿的傲人之处 那带有香气的味道 在王毅的耳窝中打了个转 钻进了王毅的脖梗之中 王毅顿时感觉 全身都酥酥麻麻的 王毅伸手抱着穆婉卿 想要给他一些温暖 而穆婉卿则顺势 贴近了王毅的身体 越贴越紧 就像是想要 把自己揉进王毅的身体里面一样 嗨嗨 叶飞倾咳了两声 将两人从动情的状态之中拉出 王毅扭头 看向叶飞说道 真不好意思叶小姐 看来我今天要先吃点其他水果 叶飞捂着嘴轻笑着 一次又不是只能吃一种水果 王毅心中一喜 正要说话 却见叶飞悠悠地笑了一下 朝着外面走去 王毅有点小小的失落 不过身边还有着穆婉卿 他也不好直接追出去 王毅看着穆婉卿撅嘴的那张嘴 便知道穆婉卿有点嗜错 王毅直接便吻了上去 穆婉卿被王毅突如其来地吻 给吓了一跳 但很快便反应了过来 迎合着王毅 两酒 两人才分开 两人坐在卡座之上 聊着一些私房中的话题 说说笑笑地不断喝着酒 一会的功夫 就喝完了两瓶的黑桃A 半瓶的轩泥湿里茶 王毅本来就没有喝过多少酒 渐渐地有点晕乎乎的感觉 穆婉卿倒是经常和部门出去聚餐 为了不被战变 以酒亮练得很好 穆婉卿看着王毅晕乎乎的样子 一双柔弱无骨的小手 按在了王毅的太阳穴上 轻轻地为王毅按摩头部 王毅感受着穆婉卿的服务 有些迷迷糊糊的脑子 也慢慢地清晰了起来 王毅将穆婉卿的手拿下 看着穆婉卿那双好看的毛子 我们回去吧 穆婉卿微微一愣 随后轻轻点了点头 王毅站起身刚准备走 叶飞便走了过来 王先生这么快就走了 不再多玩一会 王毅将穆婉卿报警 有点啊 得回去吃水果 穆婉卿不明白 王毅说的是什么意思 但叶飞却是会心一笑 叶飞看向桌子上 剩余的酒水问道 那这些酒水 需要给你存起来吗 王毅看了一下 桌子上还有着一瓶 薛妮湿礼茶 六瓶黑桃A 像那些软饮和一云水 更是一大堆 存你名字下吧 穆婉卿摇了摇头说道 不了 我又不会来这种地方 还是存你名字吧 王毅当然不会存自己的名下 毕竟金卡里面的钱 只能用在女人的身上 如果存在自己的名下 那谁知道 系统会不会扣掉 自己银行卡里面的钱 王毅可不会选择去冒这个险 王毅突然想到了什么 将一瓶黑桃A拿起来 用力地摇晃起来 等气体膨胀到最大的时候 突然打开瓶塞 碰 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 大量的金黄色液体 从瓶体中喷出 本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人 看见居然有人在用黑桃A喷洒 当即便傻眼了 这一瓶一万块钱的黑桃A 是怎么玩的 王毅没有理会这些人仇富的眼神 反而给穆婉卿和叶飞一人手里塞了一瓶 来 跟我一起 叶飞明显也没有想到 王毅居然能做出这种事情 不过他也想试试看 这黑桃A用来喷洒 会是什么感觉 三个人一人拿起一瓶黑桃A 当着众人不可思议的眼神 便剧烈摇晃了起来 砰砰砰 三声清脆的声音响起 带着浓烈果香的酒水 便喷洒向五池中的人身上 而这些人却没有一个反感的 纷纷都在享受着 这黑桃A的果香味 更有甚者直接张开嘴 伸出舌头 一些女人惊声尖叫着 他们都在为王毅 这个疯狂的男人而欢呼 最后的一瓶薛尼诗 理查和黑桃A 王毅让叶飞送了出去 叶飞看了一眼王毅 瞬间便明白了王毅的意思 王毅带着沐婉清 走出了卡座来到吧台的位置 拿出那张金卡说道 刚刚酒水都洒到了那些人的身上 今天所有人的消费我 全部买单 王毅思索了一回又说道 还有等下打扫卫生的宝洁 一人给三百的小费 今天要辛苦他们一下 王毅的操作 直接将叶飞和穆婉清给镇住 如果光是考虑到宝洁 给宝洁小费还能说得过去 可给全场买单 是不是就有些没有必要了 毕竟那些人也没有说什么 可王毅却坚持要给这些人买单 王毅刷出了一千万的额度 给叶飞 等明天多退少补就可以 叶飞也趁机加了王毅的联系方式 王毅看到金卡消费成功的那一刻 便清晰地知道 确实能消费成功 只要是用作提升九十分以上女人的好感值 都可以消费 丁业非好感值加三 恭喜宿主获得三万元当前倍率一 丁慕婉清好感值加十 恭喜宿主获得十万元当前倍率 一 慕婉清好感值 55 相信 慕婉清看到王毅刷卡一千万的时候 便确信王毅最少也是过亿的资产 不然不可能一出手 就是一千万的消费 这也更加地符合了自己的要求 他紧紧地抱着王毅 恨不得自己变成一滩水 融入王毅的身体里面 王毅带着慕婉清刚刚走出酒吧之中 便听到酒吧的DJ大声喊道 今晚的所有消费 由王公子买单 顿时全场沸腾了起来 整个酒吧都像是跟随着音乐开始跳动一样 你好王先生 我是希尔顿酒店为您派来的专车 王毅在刚刚从酒吧出来之前 便订了一家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 一晚十几万的金额 服务自然是顶级的 像这种专车接送 也只是酒店服务的其中之一而已 慕婉清看着眼前那辆豪华的劳斯莱斯 在王毅的带影下坐了上去 慕婉清坐在后座上 依靠在王毅的胸口 看着窗外不断倒退的风景 他觉得这一切都像是在做梦一样 他本来只是觉得 王毅像是一个低调的富翁 便尝试着接近王毅 想要过上自己努力了这么多年 都无法企及的生活 可没有想到 仅仅只是一晚上的时间就完成了 而且 王毅远远要比自己想象中的 要富有得多 仅仅只是一晚上 就能够消费一千多万 晚上的身价 怕不是最少也在百亿起步 很快一座金碧辉煌的酒店 欢迎王先生回家 王毅走进去大厅后 一个女人缓缓站在王毅的面前 王先生您好 欢迎入住希尔顿酒店 我姓林 是您的私人管家 林管家身穿一身职业西装 在前面带路 在电梯之中 不断地为王毅两人 介绍着这家酒店的历史 出了电梯之后 王毅两人在林管家的带领之下 走到一扇门前 这扇门看起来就极为的沉重 材质也显得十分的昂贵 林管家打开房门走进去 为王毅介绍着 这里面的一切设施 这间总统套房 拥有着380平的面积 更是拥有棋牌室 办公室 书房 一个主卧 加上两个次卧 像健身房 淋浴间 厨房等等的一些 更是应有尽有 可最让王毅满意的是 客厅中那巨大的落地窗 站在窗边 可以将整个户城都尽收眼底 黄浦江的夜景 闪烁着无数的点点星光 光是看上一眼 就有一种僻逆天下的感觉 两位好好休息 有什么需要 可以随时叫我 在得到王毅的同意之后 林管家微微鞠躬 离开了房间之中 王毅上前从木婉清身后 将木婉清抱在怀中 轻轻地嗅着木婉清身上的味道 木婉清虽然早就做好了准备 但等这一刻真的来临之后 又有一点紧张 我我先去洗个澡 木婉清的声音有点颤抖 不等王毅回话 便急忙地推开王毅 朝着浴室走去 王毅看着木婉清慌张的样子 便觉得有些好笑 他等淋浴间 传出花洒水滴落地声音之后 缓缓地走向了淋浴间 王毅看了一眼淋浴间的门 果然是扮演着的 王毅清笑一声 推开淋浴间门走了进去 清晨一缕温暖的阳光照进房间 木制地板 洒满了金黄色的伪装 王毅伸手挠了挠鼻子 翻了个身将木婉清抱在怀抱中 木婉清正用一缕秀发 在王毅脸上滑着 被王毅突然起来的翻身吓了一跳 他小心地钻出了王毅的怀抱 看着还在熟睡的王毅 哼哼 既然这样还不行 那就 睡熟中的王毅 感到下身传来一股温热 缓缓睁开眼睛 对上了木婉清的双眼 木婉清俏皮地 瞥了一眼王毅低头继续 王毅缓缓地闭上双眼 享受着清晨的服务 半个小时后 两人又一同去洗了的澡 将身上黏乎乎的汗水 全部清洗干净后 抱在一起坐在沙发上 木婉清在一旁看剧 王毅打开手机 看到了叶飞发的信息 叶飞 王先生早上好 多余的钱已经退回您的卡内 随后便是叶飞发来的几张照片 这是昨晚王毅让叶飞 送出的酒水换来的 图片中都是一些 高颜值的小姐姐照片 他们一听说 是王毅要他们的联系方式 没有任何犹豫的便给了叶飞 随后叶飞又精心地 挑选了几个小姐姐的照片 发给了王毅 王毅看了一下 长相确实是没得说的 但每一个的摔跤次数 都是令王毅望而生畏 叶飞确实可以挑选出 颜值最高的一批 但是他没办法看到 这群女孩的纯洁度 王毅还没下班 叶飞 这么早就起床 舍得吗 叶飞看王毅 没有询问那几个女孩的联系方式 便知道王毅没有看上 也就没有再多问 王毅嘴角轻轻一笑 快速点击屏幕 王毅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一些成熟的葡萄 这种的更加有滋味一些 叶飞 希望你有一个好胃口的同时 还能空得出来肚子 王毅将手机放在一旁 揉了揉有些发扁的肚子 王毅按下呼叫铃 林管家很快便敲响了房门 静 林管家走进客厅 躬身问道 王先生 请问有什么能够帮到您的 准备一些吃的 吃什么 你来安排就好 好的 先生请稍等 王毅之前很少在外吃饭 一般都是在家里面自己做 难得一次来到这种五星级的酒店 自然是想要尝一尝这里的美食 也看看这五星级酒店 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很快林管家再次推门走了进来 不同的是 林管家的身后 跟着六个身穿厨师服的人 这位是米其林三星主厨业师傅 今天的菜系将由他来为您安排 王毅点了点头 这只专业的厨师团队 便进入厨房之中 开始自己的工作 二十分钟后 王毅和木婉清两人坐到餐桌前 菜品也开始一道道地乘上 脆皮妙龄乳哥 酱香酒 烧十年两头黄金宝 鱼子酱服荣花蒸虾球 三张黄贡胶蒸 胎粥大黄鱼等等一道道的美食 摆放在王毅的面前 王毅原本还以为 林管家会安排一些西餐之类的 没想到请到的是一位月菜师傅 这点也着实让王毅意外 王毅加起一块乳哥 放进口中 充盈的汁水 充斥着王毅的口腔 就连骨头都已入味 肉质警示 鲜美多汁 王毅不断连连点头 王毅和木婉清刚吃完饭 一阵电话铃声响起 王毅拿起手机 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眉头紧皱 王毅按下接通键 电话那头 一个男人劈头盖脸地骂了起来 王毅你是不是睡傻了 你好好看一眼几点了 再不来上班就给我滚蛋 王毅的顶头上死张磊 工作中长期压榨王毅 因为王毅想要多赚钱 所以工作中一直都是任劳任怨 张磊便借此机会 长期压榨王毅 什么脏活累活都扔给王毅 这破班老子还就不上了 张磊你算了什么东西 老子早就他妈的人你很久了 傻逼 王毅没有和张磊 继续扯皮下去的心情 直接挂断了电话 没一会 爱马仕的工作人员 将购买的衣服全部送了过来 休息了一会 王毅让领管家安排车 将慕婉轻送了回去 而王毅则自己打车 回到了自己的那间出租屋里面 王毅看着房间内的所有东西 就觉得一阵反感 谭淑月碰过了的东西 他连看一眼都觉得反胃 王毅当即打电话 让收破烂地 把这一堆东西全部收走 王毅昨天一天的时间 就已经获得了三十多的好感知 看着账户里面 多出来的三十几万存款 王毅将其中的三十万 都转给了自己的爷爷 肚 小义你吃了没 王府接通电话后 不断地关心着自己的宝贝孙子 王毅的父母离世地走 王毅是他一手带大的 王毅听着电话 那头苍老的声音 不知怎么的就眼睛发酸 吃过了 放心吧 王毅他爷爷是经历过饥荒的 他们这一辈的人打招呼 永远是吃了吗 吃饭没 在他们这一辈看来 能吃到饭 就是再重要不过的事情 爷 我给你打了三十万小义能赚钱了 你以后就别种那些地了 好好养着身体 小义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突然转这么多钱 王毅和王府解释了半天 才让爷爷相信自己没什么 只是得到了一笔奖金 钟 那这钱我给你留着娶媳妇用对了 今年回家过年吗 嗯 今年一定回去 王毅已经四年的时间 没有回去过年了 回去的时间都是平日里请个假 但路太远 光是坐车 就要用掉假期一半的时间 今年是该回去过个年了 王毅挂端电话之后 便朝着楼上走去 他要退掉这间房子 换一个更好的房子居住 这间房子还是没有问题的 咚咚 请进 王毅推开房门 走了进去 林姐 我想换一套房子 张灵是这里整个公寓的房东 老公死后 留下了这偌大的房产给他 张灵平日里 就靠着这个公寓 和自己的女儿相依为命 三十岁出头的张灵 虽然已经生下了一个孩子 但是身材却依旧十分惹火 异性资料 姓名 张灵 年龄 三十一 魅力 九十四 摔跤次数 一一 王毅看着张灵的面板 不断叹气 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 居然才享受过一次就手挂 真是太可惜了 算了 谁让他乐于助人为乐呢 这种事情 舍他其谁 此时的张灵 穿着一件紫色的长裙 腰间一根细长的皮带 将他的身材 给完美地勾勒出来 一双大灯 更是闪耀到不敢直视的程度 张灵 虽然自己带着一个小女孩 但是却没有干过什么重火 因此 皮肤保养的也是极好 皮肤白皙 垂坦可破 整个人更是有着 别样的滋味在里面 不知道这是歌词里面说的 紫色的妹妹 更有韵味的原因 还是因为 王毅是个草贼 小姨来了呀 快来给林姐帮个忙 累死我了 王毅看着正在拖着 一个大袋子的张灵 没有犹豫急忙上前 王毅一把将袋子拎起 扔到了货架上 果然啊 这家里面没有一个男人 真是不行 张灵在一旁看着王毅笑着说道 不知道是在夸王毅 力气大还是怎样 林姐说什么呢 以后 你有什么脏活累活的 二 王毅听到系统的通知 微微一愣 这个倍率居然提升了 看来是和昨晚的事情有关 张灵听到王毅的话 眼睛立马亮了起来 真的呢 林姐 我可就不客气了呀 林姐这话说的 你平常不也经常 不用免水电费吗 那还不是看你们小情侣不容易 对了 这两天 怎么没有看见月月 王毅微微一愣没有说话 继续将地上的袋子 往货架上搬着 张灵一看王毅不说话 便知道 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 张灵叹了一口气说道 分了也好 那个月月 平常就好吃懒惰的 像小姨你的条件 一定会找到更好的 王毅将所有的袋子 摆放好之后 站起身点了点头 嗯 林姐这次 我就是来找你退房子的 啊 小姨你要走啊 张灵听到王毅要退房子猛的 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王毅笑了笑道 林姐我不走 我就是想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 之前的房子 我也不想再住了 张灵听到王毅没有要走的意思 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一些 嗯 换得新的房间 也换得心情走 姐带你去看看房子 张灵将仓库的门关好 便带着王毅上了楼 小姨你看看 这间房子怎么样 王毅仔细地打量着这间房子 是一个两室一厅的房间 精装修 家电齐全 只是看样子 好久没有人住了 需要打扫一下 王毅四处转了转 很满意这间房子 楼层足够的高 视野开阔 行 就这间了林姐 张灵见王毅同意 心里面也不知怎么 就觉得开心 嗯 这间房间 你就按照原来的租金给我好了 这怎么能行林姐 这房子比之前的大一倍 我可不能答应 行了 你一个年轻人赚钱不容易 这间房也一直租不出去 你就当帮林姐 给这间屋子添点生气 张灵说完 又打开了房间的大门 指着对面说道 我就住在你对面 不是说好了 要经常麻烦你的吗 就拿这个底房桌 王毅见拗不过张灵 便只好地点头答应 张灵见王毅一身的汗 继续说道 看你一身的汗 去我家洗一下吧 刚好我等一下 让人过来 给你打扫一下房间 此时正是九月份 护城的天气 确实十分的炎热 王毅刚刚搬了 几大袋子的东西 身上早就黏黏乎乎的一身汗 汗水糊在身上 难受得很 王毅跟着张灵 走进他家里面 房间里面空调常开着 一进去 王毅便感到清凉得很 小楠楠呢 怎么没在家 楠楠还没放学呢 你先去洗澡 张灵将一个新毛巾 放进王毅的手中 将王毅推了进去 王毅打开淋浴头 简单地冲洗了一下 浑身上下顿时就清爽了许多 王毅擦干身体之后 走出房间 刚好听到了门铃声 王毅便直接打开了房间门 是谁啊 小毅 张灵从房间之中走了出来 看着门口的王毅问道 王毅晃了晃手上的血王 我叫了两杯奶茶 王毅将奶茶放到张灵的面前 我点了一杯冰的一杯常温的 灵姐 你喝哪个呀 张灵将其中一杯拿在手中 我喝常温的 冰的还是你们年轻人喝吧 哦 王毅轻声应道 看来这几天应该是没有机会啊 随着张灵将奶茶喝下 王毅的脑海中再次传来了系统的声音 恭喜宿主为张灵消费成功 资料更新 异性资料 姓名 张灵 年龄 31岁 身高 166厘米 体重 52千克 魅力 94 职业 房东 好感度 45 相信 摔跤次数 1 奖励 好感度80 黄金比例的八块腹肌 助 奖励值80之后 每增加10点便解锁新的奖励 王毅原本还想着 以后要多健身一下 将自己这些年的颓废给赶走 但没想到 系统考虑的这么的全面 腹肌自己就成为了奖励 而张灵的好感值 也是三个女人中最高的一个 看来是以往的相处中 还是给张灵留下了不少的好印象的 小易 你还没有吃饭的吧 一会就在灵姐这吃 我今天炖了排骨呢 好啊 那就辛苦灵姐 王毅自己也懒得做饭 恨不得能够天天来这里蹭饭吃才好 呀 我忘了接南南放学了 可我排骨还在锅里面呢 没事灵姐 我去接南南 就好你和他们老师说一声就行 张灵思考了一下 将车钥匙放在了王毅的手中 行 你看我的车 去老师看到了 也更加相信一些 嗯嗯 王毅拿着车钥匙走到了停车场 看着眼前的保时捷911 忍不住的扎舌 还真是一个富婆呀 这种车王毅以前想都不敢想 王毅坐上车 启动车辆感受着这辆车的动力 一脚油门踩下去 发出巨大的嗡鸣声 朝着幼儿园的方向飞驰着 王毅忍不住的 一路上轰鸣着油门 引得路上的行人 不断地朝着他看过来 王毅过惯了贫苦的日子 一下子生活质量变好后 也忍不住地想要炫耀一番 王毅将车停在幼儿园后 忍不住地拍了几张照片 发了个朋友圈 王毅 今天想低调点 开辆最普通的保时捷出门 结果被人指指点点 哎 看来他们也觉得 这辆车太便宜 王毅装完毕之后 下车走到幼儿园门口 忍不住撇了撇嘴 王毅没想到 在这居然能碰见谭书月这个贱人 还以为他棒上有钱人之后 就不会来上班 没想到 还是只能当一个优势 谭书月看见王毅脸一下 黑了起来 他不等王毅到门口 便急忙地走上前 王毅 你能不能不要烦我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明白吗 王毅忍不住地皱了皱眉 四处看了看 谁家狗在叫 这么吵 谭书月见王毅指桑骂槐 恼羞成怒地拽着王毅的胳膊 王毅 你别给我阴阳怪气的 我不是给你戴了几顶绿帽子吗 你至于追到我上班的地方吗 而且 我不是也陪了你这么多年的吗 我这些年白让你干了呀 王毅一把甩开谭书月 他之前怎么就没有发现 谭书月这个女人有这么大的病 不仅自恋 还特么的傻逼 你想多了吧 我今天可不是来找你的 哼 谭书月冷哼一声 不懈地看着王毅 王毅你别装了 你不是来找我求我复合的 还能那么难不成 你还能在这里有个孩子不成 谭书月的话刚说完 一个软萌的声音便传了过来 王毅哥哥 谭书月疑惑地朝着自己身后看去 一个小巧的身影 从她的眼前一闪而过 扑进王毅的怀里 哎哟 男男又变可爱了呢 王毅抱起长得像一个 雌娃娃一样的小女孩 忍不住地捏了捏女孩 有些婴儿肥的脸蛋 谭书月看着王毅抱着这个小女孩 大声吼道 王毅你真行 我们才分手不到两天的时间 你就和那个老女人搞上了 谭书月自然是认得 这个女孩是谁的 他没想到 王毅居然这么快地 就找好了下家 王毅啊王毅 你可真是堕落离开我之后 是不是只能找一个老女人了 王毅脸色越发地难看起来 他将怀中的女孩 放下轻声说道 男男先去车上等哥哥好不好 乖 小女孩点了点头 被王毅放进了车子里面 谭书月看着那辆保时捷911 忍不住地冷笑着 王毅你真是可以啊 他脸红胜过一切 王毅一巴掌护在谭书月的脸上 他实在是受不了 这个女人恶毒的话 之前真是瞎了眼 居然没有看出来他这么的不看 谭书月捂着自己发红的脸 疯狂了一般大吼大叫着 王毅王毅你居然敢打我 你居然敢打我 谭书月的吼叫声 很快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两名幼师看见谭书月和王毅起了争执 很快便围了过来 谭书月你在搞什么 这里是学校 谭书月听见女人的声音 像是看到了救兵一样 园长 这个人勾引我们学生的妈妈 他是一个吃软饭的 啪 王毅没有留情 更没有因为人多就留手 谭书月你最好管好你的嘴 说一次我逮次 王毅的强烈气势 让谭书月有些陌生 他印象中的王毅 向来是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的 明明就是自己的一只舔狗而已 为什么突然就像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样 园长在一旁看到王毅突然动手 也有些看不下去 但是毕竟是谭书月嘴尖在前 而且他们这所幼儿园的孩子 家庭都是非富即贵的 这种家庭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招惹得起的 谭书月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向这位先生道歉 谭书月瞪着一双眼睛看着园长 不明白为什么 剑园你疯了吧 是他在打我 你瞎了吗 园长没想到这个谭书月 居然连自己也骂 原本他还想着保下谭书月 可现在是万万不能的 原本这个谭书月 就天天和一些孩子爸爸纠缠不清 没有少被投诉 但园长以为只是谣言 就没有深究 但没想到现在才看清他的嘴脸 谭书月你疯了吗 你在说什么 园长被气得大口呼吸着 随后他指着谭书月大声喊道 从今天开始 你被辞退了 明天工资就打在你的卡上 谭书月愣了一会 随后大声笑道 这破地方老娘早就不想干了 你们这群贱人都给我等着 我老公一定会把我报复你们的 谭书月像是疯了一般的大喊大叫着 当着众人诧异的目光走了 园长看向身边的另一位老师 轻声说道 先去安抚一下其他的家长 不要让他们误会 等女老师走后 园长向王毅轻轻点了点头 让先生看笑话了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 我们一定想办法补偿先生宁 王毅摆了摆手 没有说什么 直接转身上了车 在他看来 这个幼儿园招到谭书月这样的女人 当老师也是他们的不幸 况且 刚刚园长的做法也没有错 唯一让王毅不满的就是 太便宜谭书月这个贱女人 王毅上车之后 小女孩睁着一双大眼 忽闪忽闪地看着王毅 王毅忍不住地捏了捏 小女孩的圆脸 你怎么知道 是妈妈让我来接你的 妈妈经常站在窗户边看你 说王毅哥哥是个好人 王毅听到小女孩的话愣了一下 随后笑了起来 楠楠真管 哥哥等一下给你买糖葫芦吃 好业 小女孩高兴地挥舞着双手 眼睛笑成了两个好看的月牙 王毅在路边给楠楠买了糖葫芦后 又买了一些零食 放进小女孩的书包里面 回到公寓后 一起上楼 此时的张玲 已经将所有的饭菜准备好 回来了 快洗手吃饭 王毅看着贤惠的张玲 顿时觉得 有一种这才是家的感觉 他摇了摇头 将这种错觉 从自己的脑海中赶走 笑着走了进去 来了 南南快来和哥哥一起洗手 等吃完饭后 已经晚上七点半 王毅也没有理由 再留在张玲家中 房间也已经打扫好了 王毅下楼 简单地买了一些床上用品 便可以直接休息 躺在床上 王毅无聊地打开手机 查看信息 程嘉宜 哥哥在干嘛 我好想哥哥 王毅看了也没有理会 点开了朋友圈 那条装逼的朋友圈之中 有不少人点赞 哟 一哥也算是开上保时捷了 真是小牛独自的老家 牛逼啊 我承认你这辆车很帅 但是这里是网络 我只能说还得练 谭书月 草 不就是棒妇婆了吗 当一个小白脸 还这么装 王毅看到谭书月的信息 一拍脑门 居然把这些事情给忘了 王毅急忙将谭书月 给拉黑之后 才觉得心里舒服了不少 王毅返回朋友圈 突然又看到了一条新的评论 张磊 上哪找的网图 你再不来上班 你的全部工资都别想要 张磊的信息 把王毅恶心得不行 没想到这个男人这么烦 看来是今天没有把他骂透啊 弟弟 王毅的微信 突然弹出来一个信息见面 王毅点开对话见面 哲青念 王毅 听说你离职了 这个哲青念 是王毅公司的一大美女 长相更是欲解饭十足 平日里根本看不上那些同事 王毅也只不过是在一次聚会的时候 你自己俊朗的长相 让哲青念有一些好感 两人加了一个联系方式 但从来没有联系过 没想到今天哲青念 居然主动给王毅发信息 王毅 世界这么大 我想要好好享受一下 哲青念 真羡慕你这么快 就可以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了 我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像你这么潇洒呢 王毅看着哲青念发来的信息 忍不住嘴角上扬 想要看一个女人 对你的态度怎么样 第一看她发的信息字数是否全面 女人的字数越多 显示的信息越多 就说明她对你有着较好的分享欲 其次是看她回复信息的速度 如果一个女人经常长时间不回复信息 那么要么是死了 要么就是你不重要 哲青念秒回的速度来看 应该是还不错 王毅还没有说话 哲青念的信息便再次地发送了过来 哲青念 我明天请了假 我们一起约个饭吧 哲青念 一起工作这么久 还没有好好地吃顿饭 就当是祝福你 可以过上梦想的生活了怎么样 王毅没有第一时间回复 而是点进去了哲青念的朋友圈 哲青念的朋友圈中 全部都是工作上的信息 好不容易找到一张照片 还是一张穿着工作服的 异性资料 姓名 蛇青念 年龄 25 魅力 95 摔跤次数 零 王毅在看到摔跤次数零的那一刻 眼睛都瞪大了 这还是遇到的第一个摔跤次数为零的女人 而且魅力值也高达95 哲青念躺在床上 看着一直没有回复信息的王毅 有些焦急 自己是不是有点太主动了 他怎么还不回信息 是在忙吗 蛇青念原本只是对王毅这个人有点印象而已 毕竟王毅的相貌就是一些当红的流量明星 也不遑多让 但蛇青念平时和王毅并没有什么交集 他在另一半的目的上 金钱的加分远远高于外貌 但是他毕业之后 工作了这么多年 也没有能够找到一个让自己满意的 他为了能够找一个家世显赫的富二代 一直都保持着自己的完美之身 他也知道这些公子哥里面都有一些情节在里面 只有这样自己的几率才会更高 但也因为这个事情 蛇青念迟迟迟没能找到一个合适的 因为那些男人总是想着那些事情 但蛇青念再没有搞清楚钱 也不会轻易地把自己交出去 一来二去的便一直没有能够找到 但今天王毅突然矿工 还直接开口把张磊给骂了一顿 蛇青念便感觉王毅一定是发财了 要不然绝对不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 在看到王毅今天发的朋友圈之后 蛇青念便肯定了这个想法 他决定好好地试探一下王毅的情况 滴滴 听到微信提示音的那一刻 蛇青念急忙拿起手机 王毅 他冲到镜子前面 不停地翻找着自己的衣柜 精心地挑选着明天要和王毅约会穿的衣服 第二天一大早 王毅便穿着慕婉青给自己买的衣服出门 刚好碰上张磊带着小楠楠出门 两人相识一笑后 张磊看着王毅说道 王毅你出门有事啊 嗯 我见到朋友 王毅见张磊有些为难的样子 开口问道 林姐你有事就说 不用这么客气 张磊笑了一下 还真是瞒不住你 我今天刚好有点事情 能不能麻烦你送一下楠楠去幼儿园 没问题 刚好顺路 王毅接过车钥匙 抱起小姑娘朝着停车场走去 王毅哥哥 妈妈是故意在等你出门的哦 王毅坐上车 看着小姑娘问道 你怎么知道 妈妈在等我出门 哼 小姑娘傲娇地说道 妈妈一直在猫眼那里看着 我一猜就是在等你 王毅笑着揉了揉小姑娘的头发 专心开车 等将小姑娘送到幼儿园之后 才开车去接蛇青念 刚到小区门口 王毅便看到一个靓丽的风景 哲青念 没想到这么早 这个姑娘就在小区门口等着他 这也说明了 蛇青念的用心程度 哲青念看着王毅开着的保时捷 脸上一洗 他来王毅朋友圈里面的 并不是网图 但蛇青念还是没有完全相信 毕竟现在租一辆保时捷 并不是什么男士 也有着不少的男人 用这种方式去泡妞 只因为这样的成功率更高一些 王毅将车停下之后 哲青念打开副驾驶的门 坐了进去 王毅你这车好帅啊 花了不少钱吧 王毅撇了撇嘴说道 这不是我的车 是一个朋友的 蛇青念轻轻点了点头 原本他是想套王毅的话 想要看看 这辆车是不是王毅的 可没有想到 王毅直接就承认了 这辆车不是他的 这样就算王毅等下 对这辆车有些不懂 或者说不上来一些东西 都是正常的 哲青念只能想办法 从其他的地方 来测试王毅是不是真的有钱 王毅驾驶着这辆保时捷911 和蛇青念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慢慢地朝着一搭广场开着 哲青念一路上问着王毅 对于接下来的打算 比如离职之后 想要去哪里生活 想要做些什么 有没有什么 想去旅游的地方 王毅都一个个地回答着 也算是滴水不漏 没有让哲青念看出来什么 王毅开着车 在附近绕了几圈 才等到一搭广场开门 王毅带着哲青念 走进商场之中后 先是买了两杯奶茶 同样是一杯冰一杯常温 哲青念选择了嘉宾的奶杯 王毅点了点头 将吸管插入奶茶杯中吸溜着 恭喜宿主为哲青念消费成功 资料更新 异性资料 姓名 蛇青念 年龄 25岁 身高 170厘米 体重 51千克 魅力 95 职业 白领 好感度 13 相识 摔跤次数 0 奖励 好感度80 技能卡一张 技能卡是什么 丁技能卡则是可以由宿主 任意增强的技能 宿主可以将任意一项技能 提升至顶尖水平 王毅听完系统的介绍 忍不住地瞪大了眼睛 这么说 岂不是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画画大师 或者书法大家 亦或者是赛车技术 格斗技术 拳击等等的 或许是系统检测到了王毅的想法 系统主动解释到 该技能所认定的顶尖水平 则是系统上纪录的 无提升空间 王毅点点头 明白系统的意思 这就好比是一个书法大家的字 王毅将技能点满之后 可以完全地将对方的字迹给模仿出来 但是却没有办法超越 更没有办法创新 因为王毅只是复制过来的 就像是被输入好的AA程序 永远无法超越人类那发电的创新 但这些也足够满足王毅的需求 王毅想到这腰牛叉的东西 一定得要想办法 快点找到 并直接扭头对着哲青念说道 我们去楼上逛逛吧 给你买一些化妆品之类的 哲青念虽然觉得 王毅突然说这个有些突兀 但这样也能更快地知道 王毅的财力情况 便点头答应了王毅 王毅直接上手拉着哲青念 哲青念被王毅的举动吓了一跳 哲青念好感知 当前好感知八 相识 王毅没想到 牵个手就直接降低了五点好感知 但是王毅却没有松手 反正好感知已经降了 现在松手 岂不是直接白白被扣掉好感知 反正等一下再多花点钱 把好感知给提升上来就是 王毅 你居然在这 王毅顺着声音看过去 看见张磊正一脸诧异地看着他和哲青念 张磊看到王毅牵着哲青念的手 就突然觉得一阵的气血翻涌 他之前没少和哲青念表达自己的爱意 更是在工作上经常地照顾哲青念 可没想到 这个哲青念根本不用正眼看他 可没想到 在自己面前装清高的哲青念 居然和王毅这个小赤佬牵手 张磊脸红脖子粗地 看着哲青念只问道 念念你请假 就是为了和这个小赤佬逛街 哲青念在一旁慌慌张张地 不知道说什么好 想要将手从王毅的手中抽出来 却被王毅紧紧握住 张经理 请假做什么这种事情 是员工自己的权利 需要和你报备吗 王毅紧紧地牵着哲青念 看着张磊生气的样子 就觉得舒坦 王毅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已经被开除了 这是我们公司之间的事情 王毅看着张磊那暴跳如雷的样子 就觉得好笑 一米六的身高 怕不是跳起来也就一米六五 张经理可真是糊涂啊 念念今天休息 休息聊什么工作呀 张磊被王毅呛的说不出来话 只好指着哲青念说道 念念你可想好了 你还要在公司里面继续工作呢 哲青念被张磊一恐吓 立马有些不知所措了起来 王毅是可以和张磊对骂 那是因为 王毅不用再看张磊的脸色 可是他还是要继续在这家公司工作的 如果得罪了张磊 那免不了一直被穿小鞋 张经理真是开玩笑 要不要我将你上班出来逛街的事情 和林总说一下 王毅说着便拿出手机 对着张磊拍了一张照片 张磊被吓得不轻 他确实是上班期间偷溜出来的 根本没有休息 这种事情 王毅在公司的时候 早就发生了无数次 只不过想着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没有说出来而已 张磊正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 身后一个女人的声音响了起来 磊哥 这些都是女朋友啊 一个穿着清凉的女人 上前挽住张磊的胳膊 一件极低的V字领 恨不得开到肚气眼的位置 脸上浓装艳抹的 就像是一只沾满了颜料的鸡 硬称自己是孔雀 异性资料 姓名 毛小烈 年龄 24 警告 该异性不符合系统标注 王毅甚至都不用等系统判定 便知道 这个女人绝对不是个省油的灯 这个女人给王毅的感觉 就是个破步 女人的身上 还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凉感 王毅本来还没想到是什么 等女人走近了之后才想起来 这他妈是傅颜节的味道 草 王毅光是和这个女人站在一起 就觉得恶心 张磊看见女人过来 很顺手地抱住女人的腰 手还在女人的身后捏了一把 当着王毅的面 黑黑直笑 王毅看着一下子就提升了 十三的好感值 心中大喜 没想到有了张磊这个陪衬 更加的能够做出对比 使得折青念对自己好感值 更加的翻倍增长了起来 折青念上前 直接挽着王毅的胳膊 看着张磊说道 张经理 我选择谁做我的男朋友 是我的权利 这个和工作没有关系吧 张磊看着折青念 突然变得这么强硬 也不好说些什么 毕竟自己还想要 把折青念 从王毅的手里面给抢回来 现在的折青念 无非就是一时之间 被王毅这个小白脸的甜言蜜语 给蒙蔽住 只要看到王毅和自己差距后 里面就会知道 谁才是他最好的归宿 这谁家的小姑娘 说话这么重 毛小丽扭着腰抱着张磊 不停地扭去着身子 雷哥 人家站的脚都疼了呢 你不是说 要给人家买个包包的吗 我看上了一款 包可喜欢了呢 面对着毛小丽的搔手弄姿 张磊忍不住的伸手 调整了一下自己机位 张磊瞥了一眼王毅 故意大声地说道 走 咱就让某些人看一下 男人要怎么疼爱自己的女人 张磊搂着毛小丽走之前 还特意地看了王毅 两人一眼 生怕王毅两个人不跟来 王毅正准备要跟上去看一看 张磊到底能做出什么事情 就被哲青念拉住 哲青念对着王毅摇了摇头 王毅 我们去其他地方逛一逛吧 免得和他置气 王毅轻轻地拍了拍哲青念的手背 示意放心 放心吧 等一下 还不知道谁生气 王毅可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只要有了张磊这个败脸的衬托 哲青念对于王毅的好感知增加 那可是加倍的 张磊看王毅两人居然真的跟了上来 拉着毛小丽便朝着另外一个店进去 他要让王毅看清楚 他们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王毅没想到 这个张磊居然走进了爱马仕的专卖店 王毅脸上的笑意更加的浓烈了起来 王毅跟在张磊的身后一同走进了店面 销售顾问一眼便看到了王毅的身影 急忙走上前想要跟王毅打招呼 却见王毅摆了白手 唉 你看不见我是不是 你们经理呢 把他丢叫过来 张磊一把拽着销售顾问 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通质问 销售顾问连忙道歉了好一会 张磊才作罢 他也不是非要找这个销售顾问的麻烦 主要就是要让王毅看看自己有多神奇 丁哲青面好感值加十二 恭喜宿主获得二十四万元当前倍率 二 哲青面好感值 三十三 相熟 嗯 有谢 仅仅只是一个举动 就能让哲青面增加十二点的好感值 这个张磊 还真的是一个有用的废物 哲青面越发地看张磊不顺眼 之前顶多觉得他狐假虎卫而已 没想到还这么的令人讨厌 注意到了哲青面的脸色变得难看 他却自认为是哲青面 看到工作人员对自己的恭敬 从而嫌弃王毅 张磊便愈发地神奇了起来 指着王毅说道 你们店怎么什么人都能见 赶紧把这个穷鬼给我轰出去 销售顾问一脸诧异地看着王毅 恨不得直接上去撕烂张磊的嘴 要是因为张磊这句话 得罪了自己的财神也 那自己这个月的业绩怎么办 不对 这月业绩 昨天王毅就给他完成了 那还有下个月业绩呢 下下个月的业绩呢 销售顾问强压住自己的火气 尽量让自己语气平和一些 对不起先生 我们这里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 所有人都可以到我们店面进行消费的 消费 他这个穷小子能够买得起什么 你知道我每个月要在你们店消费多少钱吗 张磊看一个员工都敢顶撞自己 顿时脾气飙了上来 一旁围观的人纷纷朝着张磊指指点点的 张磊看到这么多人 摆了摆手表示算了 他平时也没有这么嚣张过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看见王毅 就忍不住的想要发火 王毅笑着走上前说道 既然张经理觉得我不配进来这家店 那想必张经理的消费能力一定很强吧 张磊一米六的个子一挺身板 神气的说道 别的我不敢说 但一定比你这个穷比强 好 王毅就等着张磊的这句话 不然他还真不知道要怎么坑张磊一波 王毅眼睛微眯看着张磊继续说道 那既然这样 不如我们就来比比 看今天谁在这家店面消费的多如何 张磊一愣看向王毅道 怎么个比法 很简单 我买一件你买一件 但你买的商品价格 只能比我高不能比我低怎么样 张磊犹豫了一下 便答应了王毅 在他看来 王毅能有个什么钱 撑死了十几万块钱而已 想要和他比实力还嫩着呢 虽然十几万对他来说 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但是能够把哲青念这样的女人搞到手 花再多的钱也值 毛小丽哥哥哥直笑着 冲着王毅抛了一个媚眼 小哥真是不自量力 我家磊哥可是上市公司的高管 你这方面可能比不过他呢 毛小丽说完 还朝着王毅的双腿看了一眼 意味着想要知道 王毅在其他方面应该还可以 王毅没有搭理这个行走的病毒 指着柜台上的一款包包说道 那件我要了 刷卡 销售顾问急忙接过王毅手中的金卡 在POS机上开始操作 他看着张磊那不好惹的样子 还以为是来给自己找麻烦的 没想到是给自己增加业绩来了 这帅哥昨天正常消费都三四十万 那这比起来可不得上百万了呀 销售顾问越想越是开心 王毅将包包递到哲青念的手中 笑着说道 念念 这是送你的 哲青念看着手中的包包连忙摆手 他刚刚可看清清楚楚的 这款包包的价格高达三万块钱 这可是他近两个月的工资 拿着 这点钱我还是不放在心上的 哲青念看王毅这么坚决 在想到自己今天来的目的 便收了下来 自己也刚好趁着这次机会 看看王毅是真有钱还是假的 不然 他一时之间还没有办法 能够将自己完全的交出去 张经理 请吧 张磊看着王毅得意的表情 冷哼一声 王毅 就三万块钱的包包 你也好意思送给念念 真是个穷逼 张磊指着柜台上 最显眼的一款女士手提包说道 这个 给我包起来 销售顾问没有任何的犹豫 他现在不仅觉得 张磊不是来找茬的 更像是一个宋财童子 一样的小巧 毛小丽不等销售顾问打包 立马就将那款女士包拿在手里 不停地摆弄着各种姿势拍照 喜欢的不得了 毛小丽高兴地将张磊娇小的身体 抱进怀中 低下头吻 向自己胸前的张磊 两人的啵啵声 生怕别人听不到一样的 发出巨大的声音 好一会两人才分开 张磊嘚瑟地瞥了王毅一眼 看到没 这才是男人 王毅没有理会张磊 继续下单着另外一件商品 而张磊也一直跟着王毅购买着 刚开始没觉得有什么 可是王毅一件比一件的价格高 一会的时间就买了六件 张磊也跟着花出去了三十多万 张磊心惊胆战地看了一眼王毅 见王毅根本没有要收手的意思 可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经理而已 这三十多万已经是他的所有存款 张磊咬了咬牙 将信用卡递给了销售顾问 他绝对不能输 最起码不能在哲青念的面前 输给王毅这个穷逼 毛小丽可没有察觉到张磊的心慌 他巴不得这场比试再久一些 这样他就能收到更多的礼物 王毅瞥了一眼张磊眉头上的汗珠 轻笑一声 张经理 你可要做好准备 现在才刚刚开始 王毅拥有着系统给予的金卡 根本不担心自己会输 毕竟一百万的消费对他来说 也只不过是一百块钱而已 王毅一口气 将这家爱马仕在售的 所有当季最红的女士包 全部买了下来 总价也才五十多万而已 王毅这一手 直接将张磊给金住了 完全没有想到 王毅能够有这么多的钱 他的所有信用卡额度加在一起 也不过才六十万而已 而王毅一下 就要让他把所有的信用卡刷爆 王毅见张磊有些犹豫 担心张磊会退缩 折青念感觉王毅拉了拉自己的衣袖 不解地看向王毅 给他点压力 要不然他不上当 折青念虽然也迷迷糊糊地知道了 王毅要做些什么 但是要怎么给张磊压力 折青念却有些不知所措 突然折青念脸色一红 想起了毛小丽 折青念点起脚尖 轻轻地在王毅的嘴唇上 微微一碰 一股女孩身上特有的清香 钻进了王毅的鼻腔里 王毅一把抱着折青念的细腰 将其往怀里一搂 丁折青念好感值加十六 恭喜宿主获得三十二万元 当前倍率二 折青念好感值 四十九 相信 原来这小妮子 喜欢这一款强的雅王毅 看着折青念娇羞的小脸 忍不住调戏着 你的嘴好软啊 折青念的脸 刷得一下更红了起来 当看到张磊那气得 杖成猪干涩的脸后 鼓起勇气 用刚好所有人都能听到的声音说道 赢了他之后 我让你亲个狗 蹦 张磊只感觉天都要塌了 他绝对不能输 不能就白白的便宜了 王毅这个混蛋 我也要 刚刚他要的那些 我也全部来一份 销售经理看着张磊那撞若蜂魔的样子 没有任何的犹豫 立马下单 这可都是自己的业绩 今年一年的业绩都完成了 这个月光是奖金 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天文数字 毛小丽看到堆在自己身边 大包小包的奢侈品 就一眼的兴奋 他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自己能拥有这么多的包包 他不停地把每一个包都拿出来 不停地翻看着 完全没有看到 一旁张磊那早就黑下的脸 真是厉害张经理 没想到 为了这么一个女人 能够花费这么多钱 一定很心疼的吧 张磊听见王毅的嘲讽 顿时破口大骂 这他妈的算个什么 老子的资产 是你这个穷逼能够比的 张磊虽然嘴上狂 但心里面却不停地发出 王毅哪怕再买一个 他都没有钱再跟下去的 可哪怕他伪装得再好 王毅还是一眼 就看穿了张磊的勉强 张经理 你要不要看看你的身后 身后 张磊愣了一下 虽然不明白王毅的意思 但还是好奇地看了过去 张磊刚扭过头 一双眼睛瞪得比牛还大 他一脚飞 踢踹在了毛小丽的身上 将这个女人踹飞了两米 臭婊子 你都做了什么 张磊一脸身无可恋地 看着自己刚刚买的 那一大堆的包包 每一个包包的旁边 都有着一个标签 可此时却都已经被摘了下去 张磊跪在地上 欲哭无泪 他还等着和王毅比完了之后 再退掉的 不然也不会敢将自己的 所有信用卡全部刷爆 可没想到 这个臭婊子 居然敢把标签全部给剪掉 毛小丽从地上爬了起来 看着暴墓的张磊 虽然有些气愤 但是打心底的高兴 他为自己的先见之名而高兴 他也不是没有遇到过 上了床就翻脸 要回礼物的男人 所以刚刚就干脆 把所有的标签都给剪掉 这样这些价格昂贵的奢侈品 才全部都是他的 毛小丽还没有笑出来 就看见张磊拎起这些袋子 就朝着外面跑去 毛小丽急忙追过去 我的包我的包 操 臭婊子丢滚 再跟上来 打死你个贱人 张磊想赶紧把这些包 全部拿去二手奢侈品店给卖掉 这样还能弥补自己的一点损失 最起码先把信用卡还一部分 毛小丽怎么可能会看着 自己到手的名牌包包 就这么飞走 追上去就和张磊缠斗在一起 两个人大打出手 一群人瞬间便围堵一群围观者 你太娘的会不会打架 扯衣服 扯她衣服啊 这男的行不行 不行让我来我特别善解人意 一群人围观在这里 就看张磊什么时候 能把毛小丽身上 那最后仅剩的两片不给撕掉 反正就是没有一个劝架的 折青店走上前 小心翼翼地看着王毅 王毅 把这些都给退了吧 退了干嘛 这就是给你买的等下 把地址给销售 让他给你送家里去 销售顾问也是一个人精 虽然王毅身边的女人换了 但是 这种有钱人 就是同时带着四五个女人进来消费 他都不觉得奇怪 美女放心吧 王先生是我们店面的高级VIP 这点钱对他来说不算什么的 折青念原本以为 王毅只是想要给张磊一个教训 等结束了这些还是要退掉的 可现在才知道 王毅是真的打算 把这些送给自己的 丁折青念好感值加十 恭喜宿主 获得二十万元当前倍率 二 折青念好感值 五十八 相信 则 这个折青念 是好感值起点最低的一个 也是长得最快的一个 眨眼睛的速度 就是自己好感值最高的一个女人 这还得多亏张磊 这个冤种啊 王毅看着还扭打在一起的张磊和毛小丽 拿出手机拍摄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小视频 反手就将这段视频发送到了公司群里 走吧 我们出去转转 王毅拉着折青念的手就要出去 却被反应过来的折青念直接挽住了胳膊 折青念娇羞地靠在王毅的肩膀上 害羞地不敢抬起头 王毅嘴角微微上扬 这里人多不太适合做一些什么 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有点饿了 折青念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跟着王毅朝着王毅走着 王毅带着折青念来到了一家火锅店 要了一个包间 等菜全部上齐之后 王毅看着娇羞的折青念说道 你还记得在商场里面说了什么吗 神什么 折青念见王毅说起这件事 脸又红了起来 就像是一个熟透了的苹果一样 让人忍不住地想要咬上一口 王毅一把掐住折青念的下巴 使其与自己对视 你说只要我赢了张磊 就让我亲个够的 你忘记了 折青念慌张地将眼睛看向一边 不敢直视王毅的眼睛 一双手抵在王毅的胸前 想要将王毅推开 我怎么不记得 我说过这句话 你记错了吧 王毅的力气太大 折青念根本就推不开 更何况王毅掐住他的下巴 使得他没有办法逃离王毅的身前 而且他的心跳 不知道为什么加速跳动着 好像正在期待着什么事情的发生一样 这么说你不肯承认了 王毅可不管折青念是不是承认这句话 他不断地靠近着折青念那轻柔的脸庞 折青念甚至都能感受得到 王毅鼻子中呼出的气息 打到自己的脸上 强烈的雄性气息 使折青念有些意乱神秘起来 他双眼渐渐变得迷离起来 看着王毅那静在咫尺的脸 慢慢闭上了眼睛 折青念猛的身体一沉 感受着王毅强烈的吻 整个人都深深地陷入了进去 他感觉整个人都轻飘飘的 但又感觉自己的体内 像是有一团正在不断燃烧着的火焰 强大的反差感 让折青念越发地迷离了起来 不不要 直直感觉到胸前的异样 折青念才一把将王毅 从自己的身前推开 王毅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 淡淡的奶香 钻入王毅的鼻腔中 王毅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接吻 左手就不停使唤地自己上去 就好像左手在上往前 右手往下向后 这是每个男人接吻时 设定好的程序一样 伤伤开了 快下菜吧 折青念慌张地找了一个借口 压了一片毛肚放进腊锅里面 不停地烫涮着 王毅却不肯就这么地放过折青念 伸手把筷子 从折青念的手中抢了过来 折什么急 说好的 亲个够的 折青念见王毅还要继续 小脸也有些急了 你还想怎么样 亲也亲了 你刚刚还 折青念娇羞的模样 让王毅越发地喜爱了起来 他贴近折青念的耳边 轻声说道 刚刚太着急 忘记伸舌头了 折青念听见这么骚人的话 当急便坐不住了 王毅见折青念起身要走 急忙拉住对方的手 这么着急走干什么 饭还没有吃呢 折青念尝试了几下 也没有将王毅的手给甩开 娇怒道 你太过分了 你自己吃吧 让亲个狗这句话 可是你自己说的 你不会自己说话不算话吧 折青念听见王毅的话 也是一愣 这话是自己说的没错 但是王毅做的也过分了一些 一时之间 折青念僵持在了原地 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王毅笑了一声说道 好了 不比你就是了 坐下来吃饭 折青念扭过身 嘟着一张嘴 真的 真的 快吃吧 王毅将烫好的一片毛堵 放在折青念的骨碟中 示意折青念坐下 折青念狐一地坐了下去 陪着王毅慢慢地吃着 整顿饭吃下来 折青念都没有吃出来火锅的味道 他的脑海中 始终在天人交战着 自己是想要找一个有钱人没错 但和王毅的速度 未免有些太快了一些 他一时之间 没有办法完全地接受王毅的举动 吃完饭之后 王毅看了一眼手机 好了 饭也吃了 我送你回去 啊 折青念被王毅突如其来的一句话 给惊住了 他没想到 王毅的变化这么的快 难不成是生气了 王毅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一时之间 还没有做好准备 好了 我知道 今天不就是约出来吃个饭的吗 饭也吃完了 我送你回去吧 折青念看着王毅 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 只好起身跟着王毅 走出了火锅店 上了车之后 折青念坐在副驾上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他生怕自己这么一犹豫 就错过了王毅这个男人 但却又不知道 如何开口才好 他根本没有谈过恋爱 对这方面的技巧 几乎为零 好了 下车吧 王毅将车停好 面色平和地 看着折青念叨 王毅我 好了 时间不早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折青念见王毅 根本不给自己说话的机会 只好兴兴地下了车 他刚一下车 就听见保时捷轰的一声 从自己面前飞驰而过 他看着那辆保时捷 不知道在想着些什么 王毅可不会灌着一个 犹豫不决的女人 没想好可以 回家慢慢地想去 别耽误我把妹的时间 不过就是个 零摔跤次数的女人而已 这世界这么大 就不想找不到第二个 况且金卡中的钱 可以令无数的女人 心甘情愿地爬上来 何况时间也差不多了 是该接小楠楠放学了 王毅给张琳发了个信息之后 便直接开向幼儿园的方向 小楠楠 今天在幼儿园开不开心啊 王毅抱起像那糯米团子 一样的小姑娘 喜欢得不得了 小姑娘摇了摇头 不开心 为什么 有小朋友欺负你吗 小姑娘摇摇头说道 才没有人欺负我 小朋友和老师 都可喜欢楠楠了 那为什么不开心 小姑娘嘻嘻笑道 因为幼儿园里面 没有王毅哥哥和妈妈 嘴还挺甜 王毅带着小姑娘 朝着公寓回家 路上的时候 又给小姑娘 买了满满一书包的零食 妈妈 楠楠回来了 小姑娘一回家 就大声地喊着 还有王毅哥哥 张琳从厨房探出头笑骂道 臭丫头 还不快从你小一哥哥的身上下来 想要累死你小一哥哥 没事灵姐 我就喜欢咱家小楠楠 丁张琳好感度家务 恭喜宿主 获得十万元当前倍率 二 张琳好感值 五十 相信 小叶 你刚刚说咱家楠楠 张琳棱着神 重复了一遍王毅刚刚的话 对啊 咱家楠楠多可爱啊 王毅没有听出张琳话中的不对劲 又说了一遍 张琳激动的一时之间 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王毅你今天再灵姐着吃饭 姐再炒两菜 那我就不客气了姐 王毅笑着答应后 便带着小楠楠 在客厅里面玩着 小楠楠玩了一会 神秘兮兮的在王毅耳边说道 王毅哥哥 我家里面还藏着一些特别好玩的玩具哦 王毅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 夸张地说道 哇 真的假的 什么玩具啊 小楠楠偷偷看了一眼厨房 跳下沙发 跑进了卧室里面 王毅好奇地跟着走了进去 想要看看 这小丫头到底搞什么鬼 小楠楠对着王毅 做了一个虚的手势 随后 打开了面前的一个箱子 王毅疑惑地看了过去 顿时惊讶地说不出来话 小楠楠看着王毅害怕的样子 笑嘻嘻地将其中一个拿了出来 这些都是妈妈偷偷藏起来自己玩的玩具 她还以为我不知道呢 小楠楠说着 按下上面的开关 随后一个紫色的玩具 便开始不断地扭动了起来 握了个骚钢 王毅一脸的震惊 完全不敢相信眼前的场景 王毅急忙从小楠楠的手里抢过来 放进箱子里面 楠楠 以后这个箱子 千万不要打开听到没有 小楠楠不明所以地点了点头 王毅才带着小楠楠 从卧室里面走了出来 小楠 你们去卧室干什么 张琳看着从卧室里面走出来不解地问道 没没什么林姐 我饿了 饭做好了吗 张琳微微笑道 做好了 快来吃吧 王毅吃饭途中 全程不敢抬头看张琳 就像是一个做错坏事的孩子 一样的埋头吃饭 张琳还以为王毅是饿坏了 不停地给王毅加菜 吃完饭之后 小楠楠自己在客厅里面玩 王毅进厨房里面帮张琳洗碗 小楠 你放到我收拾就行 林姐 洗碗我 还是没有问题的 王毅笑嘻嘻地自顾自地洗着 张琳也不好拦着 小楠 你们男人是不是都不希望找一个带孩子的呀 王毅自顾自地洗着碗 开口回道 不会啊 只要两个人是真的有感情的 才不会在乎那些 是这样吗 张琳小声地嘟弄了一声 他25岁结婚 刚有了小楠楠后 老公就出车祸去世 这么多年 看似老公给他留下来这么多的房产 但他心里面的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一个人管理这一栋的公寓 还要照顾还在吃奶的小楠楠 四年里没有敢再找男人 就是怕对方嫌弃自己结过婚 自己倒是没有什么 就是万一对自己的女儿不好 那可怎么办 每天夜里女儿睡着之后 寂寞孤独的他 只能想一些其他的办法来给自己解客 可无论如何 都不是他想要的那种感觉 林姐 这个放哪里啊 王毅的声音将张琳从回忆中拉了回来 结果王毅手中的盘子 给我吧 张琳弯下腰打开碗柜 将盘子放了进去 这一弯腰直接差点让王毅鼻血喷出来 随着张琳的弯腰 那蜜桃被完美地勾勒出来 腰间大量雪白的皮肤 就这么地暴露在了王毅的视野里面 王毅忍不住地想要伸出手去 触摸一下那光滑的皮肤 但手伸到一半 却不敢再前进半步 担心会被张琳所责惯 张琳弯下腰放盘子 足足两分钟还没有起身 心中暗想 这傻小子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难不成真的是我年龄大了 吸引不了他 张琳等不到王毅的动静 只能无奈起身 继续忙活着手里的工作 过了一会 才悠悠开口问道 小艺 姐的身材是不是不好啊 现在的年轻人 都不喜欢姐这样的女人 姐 你说什么呢 王毅放下手中的碗 将张琳的身体转过来 看着她的眼睛说道 你解你的条件 大把的人想要追求你呢 十八九岁的小伙子 想看你一眼都要排队呢 张琳看着王毅真诚的眼睛 缓缓开口问道 真的吗 你没有骗解吧 张琳微微有些激动地抱着王毅 想要知道 王毅说的是不是真话 王毅也没想到 张琳反应会这么的大 看着那近在咫尺的翘妇人 王毅忍不住地咽了下口水 两个人望着彼此的眼睛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小艺我 我明白的灵姐 你不用说的 张琳听到王毅的话 也明白了王毅的心意 她的脸上 慢慢蕴染上一抹的红韵 张琳慢慢地靠近着王毅 朱唇微起 妈妈 你和小艺哥哥在做什么呀 张琳听到自己闺女的声音 急忙慌张地掩饰着自己的紧张 假装很忙地在打扫厨房 小楠楠站在厨房门口 歪着头 看着王毅两人 有点不明白 王毅上前一把抱起小楠楠 笑着说道 我和妈妈在玩过家家呢 小楠楠要不要扮演过 家家里面的小公主呀 张琳看着王毅 抱着自己女儿 去客厅里面玩 发自心底地笑了起来 过家家吗 那谁扮演的爸爸呢 张琳不由自主地想起 刚刚的那一幕 纤细的手指不由地 触碰了一下自己的嘴唇 一时之间张琳居然吃了 王毅躺在床上 想着厨房里面的那一幕 不停地哼着那首不知名的小曲 弟弟 哲青念 王毅 星期天我想出去交游 你能陪我一起吗 王毅看着哲青念的信息 挠了挠头 简简单单地随便应付了一句 王毅 再说吧 哲青念躺在床上 看着王毅敷衍的信息 十分地懊恼 他不明白 自己怎么就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 找一个像王毅这么优秀的男人 不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的吗 王毅已经远远地超出了 自己的预期的同时 自己好像还真的爱上了他 可这一切 好像都被自己给打乱了 哲青念缓缓吞下睡衣 站在更衣镜前 身上白天被王毅触碰过的地方 隐隐有些发烫 哲青念的双手 忍不住地轻轻触碰着 王毅白天碰过的地方 一时间有些迷离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那接近于完美的身材 哲青念的背齿 轻咬着下嘴唇 这样的身体 他应该会很喜欢的吧 哲青念下 巴忍不住地抬起 慢慢地享受着 王毅第二天一早从床上起来 洗漱完出门 对面的张灵 也刚好打开房门 带着小楠楠准备去幼儿园 灵姐 我送小楠楠吧 行 那就麻烦你了小毅 张灵对着王毅笑了笑 将小楠楠抱进了王毅的怀里 王毅趁着接过小楠楠的同时 飞快地在张灵的脸上亲了一下 张灵的脸瞬间变红了起来 灵姐都三十了 怎么还像一个小女生一样害羞啊 灵姐 那我先送小楠楠去幼儿园了 路上慢点 张灵看着王毅抱着小楠楠走远的身影 脸上竟是藏不住的笑容 王毅开着张灵的保时捷911 一路上哼着小曲 小一哥哥 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 小楠楠歪着头不解地看着王毅 不明白大人为什么总是奇奇怪怪的 就像他不明白 妈妈背着自己偷玩玩具一样 王毅伸出手 在小楠楠的头上揉了揉 笑着说道 以后可不能叫小一哥哥 要叫嗯 先叫小一叔叔吧 小一叔说 楠楠虽然不明白王毅在说什么 但是还是听话地点了点头 王毅将小楠楠送到幼儿园后 坐在车上不知道要做些什么 手机上突然弹出了张灵的信息 张灵 王毅 回来帮我疏通下水道 卧槽 王毅差点一口血喷出来 这么刺激的吗 灵姐也真是的 趁着小楠楠去幼儿园的时候 邀请我做这种事情 王毅飞快地点火 启动 踩油门 宝石节轰的一声 便朝着公寓的方向冲刺着 王毅此刻的心 无比地激动 想着那诱人的水蜜头 就忍不住地想要咽口水 咚咚咚 王毅用力地敲打着房间门 忍不住地就想要策马奔腾 审核大大 这里指的是 劫手请放过 嘎吱 随着房间门缓缓地打开 张灵那丰满的身材 映入王毅的眼中 张灵穿着一件紫色的真丝睡裙 整个裙子 只用一根细长的丝带束缚着 那简易的蝴蝶结 王毅似乎只要轻轻一拉就能解开 那件真丝睡裙 也会随之脱落 王毅上前一把将张灵抱在怀里 忍不住地 就想要亲吻下去 小一小一等一下 王毅不明白都这样了 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去 等还等什么 张灵娇笑一声 拉着王毅的手 缓缓地朝着浴室的方向走去 则 难不成灵姐 还想着鸳鸯欲不成 没想到灵姐看起来挺害羞 背地里居然玩得这么滑 王毅想起那一箱子的玩具 脸上的笑容越发地玩味起来 王毅笑嘻嘻地跟着张灵走进浴室之中 如果不是距离太近 王毅在到浴室的过程中 甚至都能将衣服脱完 进去浴室之后 王毅死死地看着 看着马桶那被堵死的下水道 合合着 真的是通下水道啊 王毅只想大声地吐槽一句 他是怎么都没想到 是事情居然是这样的 通下水道居然真的是通下水道 张灵看着王毅那 父痴别的样子 咯咯咯直笑 不是真的通下水道 你还以为是什么呀 张灵将一个马桶塞子 放到王毅的手中 拍了拍王毅的肩膀 小叶 你可是屋子里面 唯一的男子汉这种事情 只能找你来了 张灵说 玩便笑着走出了浴室 只留下王毅一个人 在风中凌乱着 唉 王毅叹了一口气 只能给张灵疏通着下水道 没想到灵姐这么漂亮一个女人 能将马桶给堵住 不会是便秘了吧 难不成等一下要自己 咦 王毅摇了摇头 将自己的想法 从自己的脑海中赶走 他想想那个画面 就觉得身体在填装捣蛋 王毅苦哈哈的埋头苦干 虽然和自己来之前想象的 埋头苦干不一样吧 但谁又能知道 等一下自己是不是就换一个地方 埋头苦干了呢 过了好一会 王毅才终于将马桶疏通好 王毅用肥皂将自己的两只手 好好地洗了四五遍 才从厕所里面出来 小一真是辛苦了 先喝杯果汁吧 王毅走了过去 林姐你太客气 林姐小心 张灵突然脚下一弯 便朝着王毅倒了过去 王毅见状急忙地伸手 想要接住张灵 却不料双方一起摔倒在了地上 王毅只觉得入手处一阵柔软 忍不住好奇心地 用力捏了两下 小一别 王毅没想到 比自己看起来要大得多 而且手感还十分地轩软 张灵从地上站起来 娇撑着看了王毅一眼 王毅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张灵看着两人身上都是果汁 走进房间里面 拿出一件睡袍扔给了王毅 把身上的换下来 一会林姐给你洗了 唉 王毅接过睡袍 走进了次卧里面 换着自己的衣服 张灵叹了一口气 小声地嘀咕了一句 真是个小冤家 不过 自己假装摔倒这一招 似乎还蛮有用的 张灵感觉自己胸口有些发烫 轻咬了一下嘴唇后 走进了自己的卧室里面 张灵在卧室里面犹豫了一会 偷偷地走到墙边 拔下了墙上的一颗钉子 王毅走进次卧里面之后 四处打量了一下 这里应该是小楠楠的房间 看得出来 张灵应该经常打扫房间 所有的物品 都整整齐齐地码在一起 王毅将手中的玉袍 放在鼻子旁边 轻轻嗅了一下 玉袍上那股特有的属女味道 令王毅有些上头 摇了摇头 王毅将全身上下拖得赤裸裸的 王毅仔细地打量了一下 自己的身体 这几年虽然没有怎么 特意地锻炼过 但是身体上 还是有着一些明显的肌肉线条 虽然比不上那些专业的健身人士 但是在上班族里面 也算是拔尖的存在 王毅打量了一会后 将睡袍穿在身上 还好这睡袍比较宽大 要不然 王毅185的个头 还真的穿不下 王毅站在镜子前看了看 那像是一个超短裙的睡袍 就觉得有点好笑 王毅摇了摇头 将自己的衣服 丢进了洗衣机里面 转悠了一圈之后 发现张灵居然还没有换好衣服 王毅突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王毅嘴角微微勾起 缓缓地朝着张灵的卧室走去 小毅 王毅刚走到门口 突然听见张灵叫他 顿时吓了一跳 心想自己是不是被发现了 王毅心虚地朝着后面 退了几步才回到 哎 怎么了灵姐 小毅 你进来 听着张灵那诱人的声音 在想想里面 可能出现的香咽的场景 王毅忍不住地咽了下口水 娜娜我可进来了 王毅嘴上虽然犹豫 但手上的动作 却一点不含糊 话还没有说完 便直接推开了房间门 张灵背对着王毅 一张美背 就这么暴露在王毅的眼前 王毅看的眼睛都直了起来 灵灵姐 你需要把火关布 不是灵姐 你叫我干嘛 王毅不知道为啥 突然就嘴瓢了 可能是觉得 这样的一个洁白无瑕的 被布拔个火关 真的就可惜了 我拉链卡住了 你快点帮我一下 张灵焦急地喊着王毅 一只手不停地扯着裙子 背后的拉链 哦好 王毅应了两声 急忙上前去帮张灵拉上拉链 哎呀 小毅你别乱碰 我我不是故意的 王毅不小心碰到了张灵的手 张灵一紧张 急忙将手收了回去 这不收不要紧 一收手 两个肩带便滑了下来 张灵急忙捂住 还好 不对一点也不好的是 王毅没看到 王毅感受着紫色睡裙的质地 十分的光滑 触感冰冰凉凉的 灵姐拉链卡得太死了 张灵咬了摇嘴唇 轻轻点了点头 娜娜你用点镜 审核大大你好 这里真的是指的 拉拉链球放过 嗯 王毅点了点头 用力一拉 撕拉 王毅直接将整个睡裙 给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大片雪白的肌肤 暴露在王毅的眼中 一时之间 两个人都愣在了原地 王毅完全没想到 事情居然会是这种结果 虽然脑海里面有幻想过 但这也太突然了吧 张灵急忙用剩下残余的碎部 遮盖着自己的身体 脸上充满了焦慌 转过去 小义你快转过去 好好 林姐 你别害怕我马上转过去 王毅没有任何犹豫地 急忙转了过去 背对着张灵 她虽然是想要和张灵 做一些羞羞的事情 但她绝对不会在对方 抗拒的时候做这些 不然之前的女人 她完全可以都这样 只是这样实在没有必要 王毅转过身之后 一直不敢动声 怕让张灵误会 可等了一会 也不见张灵有任何的动静 林姐你好了吗 王毅小声地询问了一下 并没有等到张灵的回话 林姐 你要是再不说话 我可回头了 王毅又等了一会 张灵还是没有动静 对 这可是 你默认的 那等一下我看到什么 可就不关我的事情 王毅心中一乐 正准备回头 却突然被两只手紧紧地抱住 王毅被两团温热的气息 抵住了后背 一时有些没有反应过来 两只宛若玉偶一般的手臂 环抱在王毅的身前 林林姐 徐小义你听我说 张灵将自己的头 紧紧地靠在王毅的后背上 口中吐出的气息 在王毅的背上扩散开来 小义 你会不会觉得 林姐这样很下贱 张灵有些忧怨的声音 在房间中响起 让王毅莫名有些心疼 怎么会林姐 我也一直很喜欢林姐俩 真的吗 张灵抱着王毅的双手 忍不住的更加用力了一些 小义你不知道 我这些年 生怕南南会受委屈 根本不敢再找 直到遇到你 我才感觉 我那死了的心 又跳动了起来 但我好害怕 我害怕我和你表明心意之后 你会厌恶我 王毅轻轻叹了一口气 缓缓地转过身 将张灵抱在怀中 林姐你说什么呢 我喜欢你还来不及 又怎么会讨厌你 张灵缓缓地抬起头 对上了王毅 那双深情的桃花眼 越发的迷离 张灵闭上双眼 朱唇微起 小义吻我 王毅俯下身 重重地吻在张灵的嘴唇上 两人深情地拥吻着 张灵太久 没有经历这些 一时之间 稳计还有些生疏 王毅也被张灵身上的 淑女气息 所深深地吸引着 张灵枕在王毅的肩膀上 食指不停地 在王毅胸口画着圈圈 小义谢谢你 姐好久没有 这么开心过了 王毅握住张灵的手 嘴角微微勾起 是吗 可那箱子里面的东西 怎么解释 张灵微微吃惊 但随后婉然一笑 那些东西再怎么样 也是比不上你千万分之一的 这些都好说 只要你不用钢丝球就行 张灵扑呲一声笑了起来 在王毅的脸上 狠狠稳了一下 那你可要多多地锻炼身体才行 不然说不定哪一天 我真的就用上钢丝球了 王毅浑身一颤 果然富婆不是好惹的 张灵看了一眼时间 双手环抱住王毅的腰 整个人都死死地 贴在王毅的身上 一张红烟的小嘴 贴在王毅的耳边 轻声说道 小义 还有些时间我们续上 王毅开着张灵的 保时捷911赶往幼儿园的方向 一路上腿肚子直抽抽 踩油门的力气 都快要没有了 张灵整整一天的时间 都没有让王毅好好地休息一下 张灵恨不得把这几年缺少的 一下子都让王毅给他补上 还看来 要尽快拿下程嘉宜 那个小丫头的好感值奖励了 不然 以自己献如今的身体 再这样下去 怕不是要一年早逝 经过王毅今天一天的操劳 张灵的好感值 也已经来到了75点好感值 就差一点 就能拿到张灵的80点 好感值奖励 也算是没有白白地 消耗自己的体力值 王毅在幼儿园等了一会 小楠楠坐上副驾驶之后 一脸疑惑地盯着王毅看 小一哥哥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白啊 王毅撇了撇嘴 没有说话 难不成我要告诉你 是我今天耕地去了 还是说我替代了你妈妈的玩具 王毅掐了掐 小楠楠肥嘟嘟的脸蛋说道 从现在开始 你就真的可以叫我小一叔叔了 当然说不定哪天称呼 还要再变一下 小楠楠揉了揉 被王毅掐疼了的脸 嘟着嘴叫了一声小一叔叔 王毅笑了笑开着车回了公寓 刚到公寓门口 王毅发现 自己原来住的那间房子 好像已经租了出去 王毅没有多想 带着小楠楠回到了家里 在张琳家吃完饭 张琳飞要拉着王毅多玩一会 王毅连忙摆手拒绝 他现在还处于闲者时刻 没有多余的想法 王毅走进对门自己家中 微信提示应便想了起来 王毅打开一看 居然是程嘉宜这个小丫头的 自己白天刚想到她 她就发信息过来了 程嘉宜 哥哥 我好想你啊 王毅 嗯 我也想你 程嘉宜看着手机中 王毅那敷衍的语气 就感到一阵的空落落 她不知道该如何 向王毅表达自己的心意 也不知道该如何 去挽回现在的局面 程嘉宜正犹豫着 手机突然就被抢走 请请你还给我 快点还给我 周启晴没有理会程嘉宜 不停地翻看着 程嘉宜和王毅的聊天记录 却没想 只有短短的十几条互动消息 周启晴看向自己好闺蜜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小橙子你到底喜不喜欢她 我 我不知道 程嘉宜也不知道 自己对于王毅 到底是什么感觉 只是知道 这几天见不到王毅心里面 总是空落落的 想要联系王毅 又怕打扰到王毅 也不知道用什么借口联系王毅 每当晚上一个人 在房间的时候 想起和王毅接吻的画面 就忍不住地感到 一阵阵的酥痒 阿疼 程嘉宜捂着脑门 忧愿地看着自己的好闺蜜 慢慢地眼底 就充满了泪水 周启晴 见自己的好闺蜜这个样子 哪里还能看不出来 这个小橙子 已经爱上了这个男人 周启晴伸出手 将程嘉宜的眼泪擦掉 抱住对方轻声说道 竟然这么喜欢 为什么不牢牢地抓住对方 拦不成你的池塘里面 还有比他更优质的鱼吗 程嘉宜抬起头 用力地摇了摇头 不没有比哥哥 更优秀的男人了 那你就不要松手啊 这样优秀的男人身边 可不会少了女人的 你在犹豫几天 说不定他早就和别的女人上床了 周启晴见程嘉宜还在犹豫 嘴角笑了笑说道 你要是真的没想好 不如把她的联系方式给我 我一定会好好地珍惜她的 不要 程嘉宜突然大声喊道 他急忙地拿起手机 快速地敲击屏幕 程嘉宜 哥哥 我已经想好了 程嘉宜 我愿意成为你的女人 我们出来见一面好不好 小橙子发完信息 紧紧地握住手机放在胸口 焦急地等待着王毅的回信 他生怕等待的是王毅的拒绝 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滴滴 微信提示音响起的那一刻 小橙子的睫毛 忍不住地颤抖着 他缓缓地拿起手机 看向了与王毅的聊天对话见面 王毅 不好 扑通 手机随着程嘉宜的脱力 掉落在了床上 一行悔恨的泪水 从小丫头的眼角缓缓滴落 如果如果当时直接答应了哥哥 是不是就不会这么地难过了 周启晴看着闺蜜伤心的样子 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安慰 突然看到程嘉宜的手机 又收到了信息 小橙子小橙子你快看 你的好哥哥又给你发信息了 程嘉宜不停地抽气着 朝着自己手机上看去 当看清王毅的信息之后 突然破体微笑 抱着手机不停地傻笑着 周启晴在一旁给闺蜜递着纸巾 笑话着程嘉宜这不值钱的样子 王毅 明天吧 明天晚上我联系你 丁程嘉宜好 感度加时 恭喜宿主 获得三十万当前倍率 三 程嘉宜好感值 四十二 相信 王毅此刻的身体 还在静养的阶段 怎么可能现在答应程嘉宜的约战 到时候表现得不好 岂不是很给自己减分 男人从来不打无准备的仗好吧 第二天一早 王毅便找了个借口在家休息 张灵将小楠楠送到幼儿园之后 过来看望王毅 期间有几次都在暗示着王毅 却被王毅给找借口毙了过去 张灵无奈指的作罢 他也觉得自己确实有些太心急了 有些要的太多 给王毅收拾了一下屋子之后 便返回了自己的房间中 王毅等张灵走后 才松了一口气 还好今天的初吻还在 但存量也没有浪费 不然还真就不知道 要怎么应对今天晚上的情况了 初吻吗 男人的初吻都是晚上十二点刷新的 大家不都是吗 王毅下午五点半 给小丫头发过去地址之后 便出门下楼 刚出单元门便看到一个瘦弱的小姑娘 正在拖拽着几个巨大的行李 那瘦弱的身形 几乎要被这些行李给压在地上了一般 异性信息 姓名 杨雨昕 年龄 十九 魅力值 九十四 摔跤次数 零 王毅正在查看信息 却突然发现女孩的身体一歪 王毅急忙上前扶住了女孩的手 啊 杨雨昕像是受惊的兔子一般惊呼了一声 整个人突然向另一侧躲开 却不小心摔倒在地上 杨雨昕倒在地上 推了推自己脸上那笨重的眼睛朝王毅看去 你没事吧 好温柔的声音 杨雨昕缓缓抬头 看向自己面前逆官站的男人 金黄色的余晖打在男人的身上 一圈又一圈的光运在他身上扩散着 丁杨雨昕好感之家时 恭喜宿主获得三十万元当前倍率 三 王毅顺手将两个大袋子拎起来 想要帮杨雨昕搬上去 却没有想到这两个袋子居然出奇地重 王毅用尽全部的力气 也只是微微能够拎起 这女孩这么瘦弱 力气居然这么大 我我在这边没认识的人 只能自己办 杨雨昕看向王毅手中拎着的两个袋子 显得有些紧张 给给我吧 我自己可以的 你刚刚不是说没有认识的人吗 你现在就有了 王毅说 完遍拎着两个袋子朝着电梯走去 你还愣着淡吗 我不知道你住几楼 啊好好 跟杨雨昕好感之家五 恭喜宿主获得十五万元当前倍率 三 王毅将袋子放下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在看到脸不红气不喘的杨雨昕之后 王毅强装淡定 硬是没有让自己大喘气一下的 你手怎么了 杨雨昕将手藏在背后 低着头说道 没没事 刚刚摔倒的时候擦破了 擦破 擦破能流这么多血 杨雨昕抬起头 看向王毅那责怪的眼神 急忙又低下了头 王毅看女孩害怕的样子 也意识到自己语气有些重 叹了一口气后 王毅走到柜子前取出了医疗箱 把手伸出来 杨雨昕偷偷打量了一下王毅 虽然不知道王毅要做什么 但还是乖乖地伸出来了手 王毅好笑地看了一眼杨雨昕 打开医疗箱 耐心地给他处理着伤口 杨雨昕小心翼翼地抬头 看着低头为自己处理伤口的王毅 仔细地打量着 王毅俊朗的五官 一时之间让女孩看得有些着迷 他还从来没见过 长得这么帅的男孩子 就像是电视里面的一样 丁杨雨昕好感之家五 恭喜宿主 获得15万元当前倍率 杨雨昕见王毅包扎好伤口 急忙又低下了头 伤口这几天不要碰水 有什么想要的可以随时叫我 王毅将手机拿出说道 我们加个微信 我就住你楼上 杨雨昕怯生生地看了一眼王毅 又低下了头 王毅冷了一会笑着说道 那我给你留个电话号 王毅又找到了纸盒笔 给女孩写了一下自己的号码 递给了女孩 女孩看了一眼纸条 将纸条叠得整整齐齐地 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面 女孩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抬起头看向王毅 你怎么知道 这些东西在哪里放的 王毅怂怂肩说道 巧合二爷 你租的这间房子 刚好是我之前住的 这些东西都是我留下的 王毅之前退租的时候 房间里面的所有东西 都没有拿走 反正有了钱 可以全部买成新的 没想到居然还能够派上用场 杨雨昕看着王毅浑身的汗 突然跑了出去 王毅也不知道 杨雨昕突然跑出去干嘛 等了两分钟 想到程嘉怡还在等着他 就坐着电梯下楼 王毅电梯门刚刚关闭 另外一部电梯便打开 杨雨昕拿着一瓶冰镇饮料 从电梯里跑了出来 在房间中找了一圈 也没有看到王毅的身影 杨雨昕从口袋中打开纸条 看着上面的一串数字 拿出了自己的按键手机 将王毅的电话号码保存了下来 女孩看着手中的饮料 犹豫了一会后缓缓打开 气 杨雨昕找到一个纸杯子 给自己倒上一些 小心翼翼地送到自己的口中 生怕会露出来 嗯 浓密的细小气泡 充斥着自己的口腔 杨雨昕感到浑身上下 都冰冰凉凉的 她将剩下的大半瓶饮料 放进冰箱里面 转身开始收拾着屋子 王毅下了出租车 朝着酒店的方向过去 远远地就看见了程嘉宜的身影 程嘉宜站在酒店门口 看着酒店的招牌 不知道在想着些什么 哇 这小妞身材好棒啊 光是从后面看一眼 我就感觉要出来了 别想了 你也不撒泡尿罩自己的样子 人家能看得上你吗 那又怎么了 穿成这个样子 说不定是哪家的头牌呢 老子花钱总行了吧 花钱 你看看这家酒店的名字吧 你一年的工资 都不够在这里住一晚的傻逼 程嘉宜早上起来 便一直在等带着王毅的信息 不停地翻箱倒柜 挑选今天出门见王毅的衣服 可每一件衣服 都被自己好闺蜜周启勤给否定了 周启勤的建议 是觉得不是不好看 而是没有性张力 周启勤直接开启DIY 将程嘉宜的衣服进行了改造 原本再正常不过的一套 暗黑色的JK套装 在周启勤的改造之下 一双黑色的丝袜 被撕扯开几个破洞 光是看一眼 就觉得充满了诱惑力 一条经典的白褶裙 在晚风的吹动下轻轻摇曳 但仔细看去会发现 裙子被撕掉了最下颜的一块 将少女纤细的腿部线条展现出来 上衣也是入气短款 最关键是 这件衣服的材质是半透明的 只要你仔细去看 能透过那散发着 微微哑光的上衣 看到少女的肌肤与轮廓 少女的脸上 也画着与服饰向她的妆容 暗黑系的妆容 少女站在这里 已经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路过的行人 都冲她头来一样的目光 对其议论纷纷地讨论着 美女 大晚上的一个人 站在这里干嘛 要不要陪我喝一杯 少女听见男人的声音 急忙摆手 不不用了 我男朋友马上就来接我了 男朋友 我怎么不知道 你有男朋友 程嘉宜听清声音后 惊喜地朝着身后看去 当看清男人的脸之后 立马扑进男人的怀中 哥哥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吓死我了 程嘉宜梨花带雨的模样 一下子就击中了 王毅那颗柔软的心 程嘉宜虽然之前 一直在拿她当池塘中的鱼 但此刻少女的害怕和担忧 却是实打实的 程嘉宜这我见油帘的模样 在这一副暗黑色的装扮下 更有一种极其强烈的反差感 好了 我这不是来了吗 王毅拍打着少女的后背 过了许久 程嘉宜的抽气才小了下来 王毅轻轻擦掉 程嘉宜脸上的泪水 看着少女那哭花了的壮 有点好笑 连哥哥也笑我 真讨厌 程嘉宜将头埋进王毅的怀里 把泪水全部蹭在了 王毅的衣服上 双腿一发力跳到王毅的身上 就像是一个树袋熊一样的 缠在王毅的身上 这是周启晴教她的办法 说是没有一个男人 能扛得住这个动作的杀伤力 周启晴甚至为了 能够给王毅一个难忘的夜晚 还精心地给程嘉宜 挑选了一套非常哇塞的内衣 如果被王毅知道了 一定会爱死这个女孩的 简直就是她的最强辅助 王毅看着挂在自己身上的 程嘉宜笑了笑 双手托着对方 就这么走进了酒店里面 酒店工作人员 见这样的奇怪组合 急忙迎了上来 当发现是王毅后 便没有再敢打扰 使用着对讲机通知了过去 林管家 王先生已经到了 王毅一路上畅通无阻 没有任何一个工作人员的打扰 走出电梯后 林管家就在电梯口候着 看见王毅也只是轻轻躬身 便立马为王毅两人打开了房门 他们身为整个护城 最顶级的酒店之一 自然知道顾客在什么时候 最需要什么 而他们也会恰到好处地 提供着相应的服务 就比如现在王毅定下的 总统套房中提前醒好的红酒 再比如那提升情趣的香氛 花瓣玉 音乐等等 甚至就连每个不同的房间 都设置了不同的主题 程嘉宜挂在王毅的身上 根本不敢抬起头看路过的人 他的一张小脸早就红透了 进入大厅中后 柔美的灯光和舒适的音乐 使得小丫头好奇地抬起了头 看见王毅那不怀好意的笑容时 程嘉宜就像是受惊的小兔子一般 哥哥你真讨厌 还不快点放人家下来 不是你自己上来的吗 现在又怪我 王毅拖着小丫头的双手一用力 让小丫头与自己平视着 程嘉宜看着思念多天的王毅 就近在咫尺 突然觉得 这些天兽的委屈也值得了 他突然觉得 王毅有没有钱 好像都不是那么重要了 王毅将小丫头放在餐桌上 重重地吻了上去 突如其来的吻 让小丫头有些猝不及防 但很快也便反应了过来 主动迎合着王毅的吻 在相分和环境的衬托下 两人很快便进入了状态 程嘉宜慢慢地放下自己的羞涩 与王毅合武 三个小时后 王毅看着累得 在沙发上睡着的程嘉宜笑了一下 不得不说 周启青的全套准备 让他很是喜欢 这种从里到外 从上至下的小心思 他很喜欢 经过王毅两人的深入交流 程嘉宜的好感值 也攀上到了56 相信的阶段 虽然王毅很着急 拿到好感值的奖励 但他也知道 这种事情不能心急 对一个女人短时间内 大量地表示 虽然在一定时间内 会让对方感动 但这种感动 并不会持续太久 人永远是贪婪的 王毅要做的是 如何让这群女人 对他成生依赖 当然 这群女人 如果想要离开他王毅 也完全不会有任何的意见 不仅不会阻拦的同时 相反还会给对方一大笔钱 让对方以后 能够有一个幸福的生活 毕竟王毅有了系统 完全不担心 自己会没有女人 只要你有了钱 有些女人 就会像是文件欣慰的猫一样 主动扑上来 但这不代表王毅 能够允许这些女人 在跟自己的同时 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 如果被王毅发现 他一定不会对这些人客气 他的系统 可以完全地 检测出他们的状态 王毅从卧室之中 拿出了一张毯子 盖在了程嘉宜的身上 小丫头睫毛微微颤动 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 哥哥 我好爱你啊 小丫头双手抱着王毅的脖子 深情地看着王毅 嘴角上一直挂着幸福的笑容 小丫头忽然一笑 像小鸡啄米一样 不停地亲吻着王毅的脸 好了 你除了搞得我一脸的口水 还能做什么 人家只是太爱哥哥了吗 程嘉宜忧愿地看着王毅 表示着自己的不满 好了 身上都是汗 先去去洗个澡 等下别感冒了 小丫头嘟着嘴看着王毅 哥哥要不要和人家一起啊 王毅笑着打在程嘉宜的身上 懒死你 自己洗澡去 程嘉宜捂住发红的地方 哼哼了两声 光着脚朝着浴室走去 哇 这里居然还是个桑拿房 程嘉宜还没有进去 便感到大量的热气 从房间里面传了出来 走进去一看 整个房间之中 都是热气腾腾的 整个地面 全部都是用光滑的鹅卵石铺成的 程嘉宜伸出白嫩的小脚 尝试着踩在鹅卵石上 鹅卵石的热气 顺着他的脚底板 一直蔓延到他的全身各个地方 舒适的感觉 让他整个人身上的疲惫感 都一扫而空 整个人的力气 都好像恢复了回来 他踩在鹅卵石上 好奇地打量着整个桑拿房 整个桑拿房 足足有着60平方的大小 在桑拿房的中央 还有着一个超大的水池 就算是十几个人 同时在里面泡澡 也完全没有问题 水面上还精心地 撒满了玫瑰花瓣 用来点缀 小丫头只是看了一眼 就喜欢的不行 没有一个小女孩 能够拒绝到这种场景 程嘉宜不知道的是 这些玫瑰花瓣 还只是看得到的 更为名贵的 其实是这池子中的水 这可是酒店精心 用海盐和玫瑰花的枝叶 调制出来的 能够在人的身上 留下金酒不散的玫瑰香味 程嘉宜看着桑拿房中 这精心准备的一切 眼珠子一转 突然想到了什么 王毅将地上 被撕扯的粉碎的衣服 全部拢到了一起 拿着扔进了垃圾桶里面 他虽然脸皮厚 但是这种事情 也没有必要 搞到人尽皆知的地步 王毅重新给自己 倒了一杯酒 站在那巨大的落地窗之前 看着外面繁华的夜景 一股难以形容的情愫 在他的内心蔓延开来 几天前 他还是一个为爱奔波的傻逼 可现在却站在 这座城市最繁华的地段 最高层样望着这座城市 这一切过于戏剧化了一些 但王毅喜欢这个变化 啊 一哥 浴室之中 传来程家宜大喊的声音 王毅急忙跑到了浴室里面 等王毅进去之后 却没有看到程家宜的身影 王毅紧皱着眉头 在桑拿房之中 慢慢查看着 哗啦 突然水中冒出一个人影出来 紧紧地抱住了王毅 哥哥 不是说不想陪我一起洗澡的吗 第二天 王毅足足睡到了中午两点 才悠悠地醒了过来 程家宜见王毅睡醒 急忙将自己的头 埋进了被子里面 哟 现在知道害羞了呀 昨天也不知道 是谁骗我一起洗澡的 啊 不准说 不准说 程家宜听到王毅说这个 一双拳头不停地锤打着王毅 两排被尺 也不停地在王毅的身上咬着 没一会 就被王毅的身上 咬得轻一块子一块的 好了好了 不要闹了 王毅将程家宜从被子里面 一把捞起来 折腾了一晚上了 呃不饿 程家宜点点头 要说不饿是假的 谁能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恶战 还能够有体力的 反正程家宜现在饿得 恨不得把王毅给吃下去 好 我让林管家准备一点吃的送上来 你等一下准备刷牙去 嗯嗯 程家宜点了点头 很快又呆呆地说道 不对哥哥 我刚刚已经刷过牙了呀 王毅嘴角一扬 露出一个耐人寻味的笑容 没事 很快你就得再刷一次牙了 一个小时后 王毅带着一脸羞涩的程家宜 从房间里面走了出来 王毅特意安排让林管家 将饭菜准备好 放在桌子上就可以走出去 整个套房里面 除了王毅和程家宜之外 没有任何的人 毕竟小姑娘 在昨天晚上的那套衣服 已经被撕成了粉碎 周启勤再聪明也没有想到 让程家宜带着一套新的衣服过来 所以 程家宜几乎就是非常坦诚地 在整个房间里面转来转去的 包括吃饭也是相当的坦诚相待 他不好意思地 拿了一条浴巾围在身上 却被王毅给扔掉了 王毅的理由 是这样子吃饭更加的秀色可参 小丫头又能怎么办呢 只能满足王毅的一些小癖好 不过 有些羞耻的同时 还觉得有些心跳加快 是怎么回事 丁程家宜好感值加6 恭喜宿主 获得24万元当前倍率 4 程家宜好感值 73 相信 没想到小丫头嘴上说着不要 心里面却这么地诚实 王毅看着系统提示的好感值提升 觉得这个口是心非的小丫头 更加可爱了一些 经过王毅一夜的辛苦劳作 程家宜的好感值 蹭蹭蹭地上涨 到了目前为止 也只差7点 就能拿下程家宜的好感值奖励 等程家宜的强身健体拿到之后 那灵姐也能更加的满足一些 那岂不是灵姐的好感值奖励 也马上就能到手了 王毅想到这些就感到开心 哥哥 诺 程家宜包好一只虾 放在王毅的嘴边 等着王毅张嘴 王毅张嘴 将虾吃下后 揉了揉小丫头的头 小丫头顿时开心不已 急忙地继续给王毅包着虾 等包好之后 递到王毅的嘴边 王毅却摇了摇头 小丫头情绪顿时就低落了下来 我想吃点进口的 切不想吃人家包好的就直说 还说 想吃什么进口的 小丫头低头嘟弄了两句 突然笑了起来 他扭头看了一眼王毅 嘴角不停地笑着 哥哥真是不害臊 小丫头说着 将包好的虾咬在嘴边 一脸害羞地看着王毅诺 你要得进口下 小丫头虽然嘴上不饶人 但是心跳却猛然加速着 丁程家宜好 赶值加三 恭喜宿主 获得十二万元当前倍率 四 程家宜好赶值 七十六 相信 两人就这么缠缠绵绵地 吃完一顿饭 没多久 房间门便被敲响 王毅将一件浴袍 扔给程家宜 让她穿上后 才打开了房门 王先生您好 非常高兴 能够再次见到您 站在门外的 正是爱马仕的 那个销售顾问 他们是接到了 王毅的电话过来的 王毅点了点头 转身走进了大厅之中 程家宜看着 走进来穿着职业装的 两个女孩 不明白王毅要做什么 等两名女孩 将手中的箱子打开之后 程家宜才明白 王毅只是把爱马仕 给搬进了家里面 只见两位销售顾问小姐姐 简单地操作了两下 一个简易性的衣架 便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随后将带来的服饰 全部都挂在衣架上 将所有的衣服 展示在了程家宜的面前 等一切都准备完毕之后 销售顾问小姐姐 才空出时间 打量着王毅身边的小丫头 看到的第一眼 销售顾问小姐姐 便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不是被程家宜的美貌所震惊 而是震惊于 王毅居然又换了一个女孩 而且颜值与那两位相比一样的 不遑多让 很快销售小姐姐 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 急忙地调整了过来 女士您好 这是王先生特意将 最新款的一些女士服装 给您带了过来 这里的所有款式 您都可以任意地挑选 程家宜小手轻辱小嘴 震惊地不敢说话 让一个知名的奢侈品品牌 上门服务 这得是怎样的能力 才能做到的事情 程家宜不明白的是 越是知名的品牌 在金钱的辐射下 越是能够放低自己的姿态 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服务 就好像某知名餐饮品牌一样 他们的服务 就像是没有底裤一样 没有底线 王毅为自己倒上了一杯红酒 轻轻抿了一口 你如果喜欢 可以全部留下 销售顾问听见王毅的话 心中乐开了花 他因为前两天的业绩 被华夏总部点名表扬 还发了三万块钱的奖金 在这样子下去 自己晋升店长 只是时间的问题 自己虽然没有办法 成为王毅这种优质男的女人 但是等姐自己有钱了 想点多少男模点不到啊 不过我还是喜欢你 当着我的面 一件一件是穿的样子 程家宜听到王毅的话 担忧地看了一眼 一旁的两个小姐姐 还好对方没有听出什么 但其实他们两个 只是不敢表现出来而已 心底早就是惊涛害浪了 妈呀 还是有钱人会玩 等我程店长 也找石的男模 给我表演服装秀 让你们带的东西带了吗 带了的 王先生 销售顾问小姐姐 从箱子中又取出一个袋子 放到了程家宜的手中 程家宜打开看了看 是几套适合他尺寸的内衣 程家宜又瞟了王毅一眼 脸早就红得不成了样子 臭哥哥 居然一晚上就能摸出来尺寸 程家宜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是心中却是开心得很 王毅的细心体贴 都是令他所着迷的地方 盯程家宜好 感知加五 恭喜宿主 获得二十万元当前倍率四 程家宜好感知 81 依靠 恭喜宿主 获得程家宜好感知奖励 奖励已发放 随着系统的提示音落下 王毅瞬间便感觉身体中苏苏痒痒的 一股不知名的热流 在他的身体里面不停地流转着 每流转一圈 王毅便感觉身体的力气强大一点 每流转一圈 便感到身体更加的强壮 王毅的身体在这股热流之下 越发的精神 一双眼睛也变得格外的有神 程家宜抱着几套内衣和一套衣服 跟着一名销售顾问 走进了卧室里面更换衣服 剩下的一名销售顾问 抬起头看了王毅一眼 瞬间变心跳加速 他感觉王毅好像和刚刚有点不一样了 具体哪里不一样又说不上来 好像被更挺拔了一些 身形更加匀称了一些 特别是那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 光是看上一眼 就像是坠入爱河一样的 无法自拔 而王毅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改变 他不明白 这个销售顾问 为什么用这种眼神 一直盯着自己看 小姐姐缓缓地走上前 看着王毅那一双迷人的桃花眼 先生 您您要不要量一下尺寸 像您这样的身材 不量身定制一套衣服 真是太可惜了 王毅点了点头 觉得小姐姐说的也有道理 自己天天穿着木婉青 给自己买的衣服也不是办法 提升这些女人的好感值 自己的存款也早就上百万了 给自己定制几套衣服的钱 还是拿得出来的 嗯 那就麻烦你了 王毅张开双手 等着小姐姐给自己量尺寸 小姐姐看着王毅那英俊的五官 心跳忍不住的加速 一张小脸很快就变得红润了起来 他找出尺子 不停地丈量着王毅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他的脸靠近着王毅的身体 那强大的荷尔蒙气息 不停地钻入他的鼻腔之中 只让他觉得有些意乱情迷了起来 就当他再也忍不住想要抱住王毅 说出自己可以为王毅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卧室的房间门打开了 他急忙起身给王毅供申道 王先生真是抱歉 由于这里设备并不齐全 还望你有时间可以到店面仔细地量一下尺寸 王毅不宜有他点了点头 程嘉宜欢快地跑到王毅的身边 在王毅的面前转了几个圈 哥哥 我穿这套好看吗 程嘉宜不停地将销售小姐姐 带来的所有的衣服全部试了一遍 每换一件就在王毅的眼前展示着 一口气换了十几套的衣服 都没有感觉到疲惫的感觉 王毅在一旁的沙发上光是看都看累了 但谁让是自己说的 想要看人家的换衣袖来着 最后王毅还是将所有的衣服 全部买了下来 无非就是多花几十块钱而已 这点小钱对于王毅来说简直是小意思 两个销售小姐姐将所有的衣服 重新叠了一遍之后 王毅让领管家安排司机 将两人送回了店面里面 他则抱着正处于兴奋状态的程嘉宜窝 在沙发上说着一些羞的人脸红的话 哥哥前面停下就可以了 我闺蜜会下来接我的 王毅让司机将车停在小区面前 右手放在程嘉宜的大腿上不停地抹撒着 真不用我帮你拿楼上去吗 还不要哥哥拿上去呢 我闺蜜长得那么好看 万一被哥哥看上了呢 程嘉宜督着小嘴 小脸通红 他感觉自己的双腿像是做麻了一样 有点电流从自己的身上流过的感觉 程嘉宜看司机将所有大袋小袋的东西放下后 投入王毅的怀抱之中紧紧地抱着 哥哥可要记得想人家 不然你的小橙子会难过的 嗯嗯 我肯定会想你的 嗯 程嘉宜感觉身体一僵 不自觉地抬起头看着王毅 却对上了王毅那副薄唇 身体的不自觉地贴在王毅的身上 口中发出不知名的乌液声 两久 程嘉宜才不舍得与王毅分开 哥哥 路上慢点 嗯 王毅点了点头 坐上了车 司机很快便启动车子 朝着王毅所住的公寓而去 程嘉宜站在原地撅着嘴 哥哥真是的 居然头都不回下 小橙子 你看什么呢 周启晴突然从程嘉宜背后出现 吓了他一跳 死青青 吓死我了 周启晴顺着程嘉宜的视线看了过去 只见一辆银白色的劳斯莱斯 正在缓缓地驶出街道 那是你家哥哥坐的车吗 好帅啊 周启晴见程嘉宜点头之后 缠着想要看看王毅长什么样子 在看到程嘉宜 手机中和王毅的合照之后 周启晴的样子都瞪直了 一个舍得给自己女人花钱的男人 居然还长得这么帅 这到底的是多么优秀的男人 怪不得能把自己的好闺蜜 迷成这个样子 周启晴看了看王毅的照片 又看了看地上王毅 给买的一大堆衣服和包包 周启晴瞬间便不淡定了 从内心深处不断地质问自己 为什么没有能够遇到这样的男人 王毅坐着酒店的车 回到公寓之后 静止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中 他现在才腾出来时间 好好地打量一下自己的身体 他走到镜子前 将自己的衣服全部脱了下来 王毅看着镜子中 那原本并不怎么明朗的肌肉线条 已经渐渐有了明显的轮廓 王毅兴奋地 用双手不停地揉搓着自己的腹部 想要让自己的腹肌 更加地明显一些 小毅你在干嘛 王毅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 回头一看 居然是张灵正 一脸不可置信地 站在他的身后 用一种难以言表的眼神看着他 张灵原本是想着王毅一个男生 肯定不怎么打扫卫生 今天送完女儿去幼儿园 便直接进王毅的房间里面 准备好好的给王毅打扫一下 却没有想到 居然看到王毅背对着自己 在做这种事情 张灵脸上的表情 慢慢地从不解变成了疑惑 到最后便成了我懂 小毅你真是的 有什么需求 你找我不就是了 王毅看着张灵一脸羞涩的表情 瞬间便明白张灵是误会了自己 不是这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王毅刚想解释 却被自己裤子给绊倒 整个人就这么水灵灵地 压在了张灵的身上 张灵将自己的脸扭向一边 尽量不让王毅看到 自己眼中的渴望 和那一丝丝的慌乱 小毅 你这么忌惮吗 我又不会跑 得 就这么着吧 两个小时后 张灵气喘吁吁地 躺在王毅的床上 不停地大喘气 小毅 我怎么觉得 你今天有点不太一样 王毅的嘴角微微上扬 他刚刚也明显地发现了 自己身体的变化 哪怕是经过了昨天一天 和程嘉宜的恶战 此刻他的精神 也完全地充足 甚至是比之前 更加的勇猛一些 王毅没想到 仅仅只是第一个奖励 将这么地强大 小毅你 还是要注意一下 那些东西不能乱吃的 张灵原本还在高兴 但突然想到 王毅为了满足自己 去吃那些东西 张灵就感到有些心疼 没想到王毅为了自己 连自己的身体都不顾 啪 乱想什么呢 我可没有乱吃那些东西 灵姐也太能脑补了 这都是什么跟什么 但王毅又不知道 要怎么解释才好 难不成直接告诉张灵 自己获得了系统 系统给自己升级了系统 这说出去 谁相信啊 张灵捂住被王毅打的地方 扭了几下 有灵姐这么漂亮的女人在 我怎么可能会精力不充沛呢 丁张灵好感值加三 恭喜宿主 获得十二万元当前倍率 四 张灵好感值 七十八 相信 王毅的话 直接让张灵的脸通红 淑女的脸红 对男人有着更大的杀伤力 小毅你就会说些好听的话 红姐高兴姐 知道自己年龄大了 有些委屈你 但姐不会介意 你在外面还有其他女朋友的 王毅将张灵的手紧握在手中 看着张灵的眼睛 微微有些动怒 灵姐 我不允许你这么不自信 在我心里 你就是最漂亮的女人 你以后不许再说这种话 张灵看着王毅那坚定的眼神 眼中隐隐有泪花闪过 嗯 解不会了 张灵重重地点了点头 随后重重地吻向王毅 王毅这下子 也算是和尚正宗的护上阿姨了 王毅再次从床上睡醒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 王毅打开灯 身边的张灵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已经回去了 王毅打开手机 简单地点了个外卖 随后无聊地打开了抖音 刷着一些爱跳舞的小姐姐 这是王毅为数不多的娱乐项目 她没事就喜欢给这些 靠自己努力赚钱的小女孩们 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异性信息 姓名 江小鱼 年龄 23 魅力值 82 摔跤次数 3 王毅听到系统的信息提示 突然反映了过来 对啊 自己完全可以在直播里面去找的呀 这样岂不是能够更快地找到 符合系统要求的女人 这样自己也能够更快地获取好感值 增加反线的同时 还能获得更多的奖励 王毅激动地 在直播页面大量地翻涨着 可越看越是失望 这些直播页面里面的小姐姐 更是不堪入目 在强大的美颜和滤镜之下 王毅感觉每一个都能突破90的魅力值 但却全部被系统否定 但这较低的魅力值 却完全没有影响到 一些女主播的私生活 她们的战绩可谓是十分的精彩 哪怕是从1974年 第一次打自由搏击开始算 有一些女人 一年也得经历五个以上 怪不得那些昏暗的街道里面 看不到高质量的了 原来全部都搬到明面上来了 王毅感觉在这么看下去 睁眼都得长出来 正准备退出时 突然看到了一个新打开的直播间 异性资料 姓名 苏小妖 年龄 18 魅力值 94 摔跤次数1 女孩的资料刚一出现 王毅便眼前一亮 终于是让自己捞上了一个 果然还是网络的力量更加的强大 王毅原本是抱着 能够找到一个完美之身的女人的 毕竟网络上这么多的美女 可结果却是量大并不代表优质 直播间的粉丝宝宝 动一动你们发财的小手 给人家点点赞啊 点赞到3万 我给大家唱首歌好不好 里面只有几十个观众 而且根本就没有人在刷礼物 苏小妖只能不停地 让这些人给自己点赞 现实中就是这个样子 长得真正漂亮的女生 反而没有更多的人观看 现在的科技过于发达 任何人都可以直播 只要打开美颜 滤镜60分也能变成90分 好比前段时间的乔阿姨 哪怕是不露脸 只凭声音就能俘获一群的男粉丝 吃网络这碗饭的 你必须要会整活 要不然 没有那么多人 愿意去慢慢地了解你 当然也可以选择 去加入一些MCN机构之类的 前提是你不会被骗 在网络上 不乏有大量的美女 被自己的公司所欺骗 签下卖身合同 而苏小妖很显然是幸运的 因为她的神好榜一大哥来了 王毅进入直播间后 先是简单地充值了十块钱 送出了一个小星星 在确定能够使用金卡中的金额后 才订下星 谢谢 感谢一神送来的小星星 丁消费成功 成功解锁资料 异性资料 姓名 苏小妖 年龄 二十 身高 167厘米 体重 48千克 魅力 94 职业 大学生 好感度 三 相识 摔跤次数 一 奖励 好感度八十 刀枪不入的肾 助 奖励值八十之后 每增加十点便解锁新的奖励 看到苏小妖的奖励 王毅眼前一亮 自己现在虽然拥有了强壮的身体和腹肌 但是这并不代表自己的身体 就能无限度地消耗 只要有了这个刀枪不入的肾 那岂不是可以夜夜升歌 虽然苏小妖目前只有三点的好感值 但是这对于拥有了系统的王毅来说 那还不是小菜一点 王毅说干就干 打开了抖音的充值页面就要开始充值抖币 抖币是抖音平台的虚拟货币 用来购买礼物 打赏主播 一元钱就是十个抖币 充值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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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用户每次最多只能充值十万元 也就是一百万的抖币 王毅没有犹豫 直接充值了三百万的现金 换算成抖币也就是三千万 这对于王毅来说 也只不过是三百块钱而已 王毅之前看直播从来都是分币不刷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 毕竟之前想要生活的困难 王毅哪还能有闲钱来关照这些美女的梦想 苏小悠是艺术学院的大学生 原本就是想着直播赚一些生活费 如果做得好的话 自己毕业之后也不用去苦巴巴地找工作了 原本想着凭借着自己的美貌 开直播一定能吸引一堆的老色批 可老色批确实是吸引到了 但却根本没有几个人 为他提供叠数豪车碎片的 最多也就是刷一两个一斗币的小猩猩或者鲜花 苏小悠在这里直播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也才只赚到十几块钱 这甚至连一份麻辣烫都不够吃的 今天更是倒霉 直播了一个多小时也只收到了一个小猩猩 甚至点赞连三万都没有 苏小悠摇了摇头 正准备关闭直播 却忽然看到自己的直播间闪过了一个特效 一神送出嘉年华一个 哇 这就是嘉年华吗 谢谢一神哥哥 丁苏小悠好感值加五 恭喜宿主获得二十万元当前倍率四 苏小悠好感值 八 相识 直播间的一群人看到有神豪出现 顿时一个个的发起了弹幕 不是哥们 主播什么都还没有做 就直接送个滑子 这也太亏了吧 最起码不得让主播跳个摇太阳再送 这个一神才二十七级 也就是说这是个星号 主播还不赶紧抱紧大腿 这就是你未来的一世父母 抖音号分为一到七十五级 消费金额只有到了相对应的金额 才能解锁对应的等级 达到二十七级则需要两千六百元 也就是抖币 王毅刚刚送出的嘉年华 就是平台上最高的礼物 需要三千元现金 也就是抖币 王毅也直接从一级变成了二十七级 想要升到最高的七十五级 则需要消费元现金 在抖音上不缺乏七十五级的神豪大哥 但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有水分的 大多是一些工会号 或者品牌方的账号 工会号是为了能够扶持自己旗下的网红 品牌方是为了推广自己的产品 却是凤毛麟角 苏小悠也是第一次收到这么贵的礼物 一时之间都忘记了要说什么好 当看到了直播间的弹幕之后 才反应了过来 一神哥哥 摇太阳我确实不知道是什么 要不我给你唱首歌好不好 苏小悠当然知道摇太阳是什么 也知道这些水游打的是什么主意 他当然不会傻到真的去跳那种舞蹈 他还不至于落魄到那种地步 一神哥哥 你想听什么歌 我唱给你听哦 你随便唱一个拿手的就行 等我有想听的再和你说 嗯嗯 那我给哥哥唱一个小幸运 今天能够遇见哥哥 也是小悠的幸运呢 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 原来我们和爱情靠得那么近 在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 那陪我淋的雨 苏小悠的没有声卡设备 只有着一个普通的耳机 但苏小悠的歌声却十分地动人 嗓音特别地空灵 没有声卡 反而让人能够更加直观地 享受到她的唱功 即便是王毅这种五音不全的人 也能听得出她应该是经过专业的学习 哇 主播的歌声好好听啊 原本以为只是一个美女 没想到还是一个宝藏美女 爱了爱了 大家伙关注走一走 主播为什么突然唱这首歌 是不是在变相地朝一神表白啊 苏小悠看着屏幕上的弹幕 脸都慢慢地红了起来 一神送出小星星X1314 一神送出保时捷X99 一神送出飞机X99 哇去 一神是要给主播点亮全部的掌管吗 这么大的手笔 没见过这么粗暴的方式 点亮掌管的 这得多少钱啊 苏小悠看着屏幕上 不断飘出的礼物特效 一双眼睛笑得都眯了起来 她原本都打算放弃直播这个行业 却突然遇到了王毅 而且一上来就是3000元的嘉年华 现在又在给她点亮着掌管 光是这些礼物 她能分到手的钱 就足够她几个月的生活费了 王毅将礼物掌管全部点亮之后 等级也来到了49集 同时王毅也解锁了定制礼物的权利 王毅的发言之类的 也有着更加显眼的位置和提醒 丁苏小悠好感值增加20 恭喜宿主获得80万元 当前倍率4 苏小悠好感值 28 相熟 王毅没想到一下 便直接地提升了20点的好感值 果然提升女人的好感值 还是花钱来得更快一些 哪里要用提升感情那么麻烦 给她们花钱 还不是一样 能够提升她们对你的感情 王毅看了看银行卡中 多出的80万存款 继续地送着礼物 一神送出浪漫马车X1 一神送出浪漫马车X3 一神送出浪漫马车X11 王毅一口气 直接送出了300多个的浪漫马车 苏小悠的好感值 也在随着王毅送出的礼物 而不断地上涨 当王毅送到第267个的时候 好感值也不再上涨 停留在了37点好感值的阶段 这就像是 你在追求一个女生一样 刚开始你花点钱 就能够讨得对方的欢心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们便会对这些麻木 不是因为她们不喜欢钱了 而是觉得 你给她们花钱 是理所应当 天经地义的 但她们为了能够让你 心甘情愿地为她们花钱 她们还是会装出一副 很激动的样子 哪怕你发现了她们的伪装 她们也会用你只顾着给钱 却从来没有给过感情 来当做借口 这也是王毅在大学 给室友当军师 总结出来的经验中的第五条 感情低了要升温 感情低了要降温 升温常常多付出 降温减少分享欲 你就学吧 卧槽 一神也太牛逼了吧 这么一会的时间 就升到49级了 这不给兄弟们 整点福利看看 对 我们要看摇太阳 楼上的看什么摇太阳 让主播换一套劲爆的衣服 岂不是更加的带劲 卧槽 还是兄弟你会啊 换装换装 弹幕轻易色地催促着 让苏小悠换装 苏小悠表情也很为难 如果不换 王毅送了这么多的礼物 到时候王毅一生气 去捧弃她主播了怎么办 但是换的话 她又抹不开这个面子 一神 小悠开PK吧 我们去找几个主播PK 嗯嗯 我马上看 丁苏小悠好感值加三 恭喜宿主 获得12万当前倍率 四 苏小悠好感值四十 相熟 苏小悠见王毅主动 给她打破僵局 顿时没开眼笑的 就连对王毅的好感值 也上升了不少 王毅自然也想看 苏小悠的换装秀 但却只能给自己一个人看 这可是王毅想要拿下的女人 如果自己哄着 让直播间的所有人一起看 那成什么了 卖女啊 当然 王毅也不会亏待 直播间的水友们的 毕竟 她做白嫖怪的时候 也喜欢看美女 主播们的福利时刻 既然现在自己变成了大哥 又怎么会忘记 昔日一起经过苦哈哈的兄弟们呢 没有什么热度的小主播 而且大多数都是一些长相 身材都拿不出手的女主播 王毅怎么能让自己的好兄弟们 吃这么没有营养的粗粮 在王毅的事宜下 苏小悠一连切了 十几个的PK主播 一神你到底要和谁PK 我看刚刚那个女主播 就挺好的呀 对啊 实在不行 随便找个人PK吧 王毅没有理会这些弹幕 一些进来观看直播的人 也陆陆续续地离开 原本好不容易的300人 又调到了100人 嗨个妹妹 PK吗 稍等一下 苏小悠乖巧地等待着王毅的事宜 看王毅怎么说 虽然直播间的人数在下降 但是苏小悠也明白 如果不是王毅给自己刷礼物 提升热度的话 自己直播间也不可能进来这么多人 他现在就完全听王毅的 王毅说干嘛就干嘛 让他连线就连线 不让PK就直接断开 一神 这个总可以了吧 一神我喜欢这个 和他PK吧 对面的主播确实很吸引人 直播间的水友 一个个的都不停地在发着弹幕 王毅也能理解这群男人 毕竟对方的道理实在太大了 大到让人难以拒绝的那种 王毅看了一眼系统的提示 发出了弹幕 嗯 就和他PK吧 魅力值87 摔跤次数4 虽然没有达到90分的魅力值 但是看在对方代求过人的份上 也是能够让水友勉强凑合的 本王毅找到了更优质的 在让水友们好好地大饱眼福 得到了王毅的认可 苏小悠也随即同意了和对方的PK 妹妹想要怎么玩啊 对面的主播叫阿里 此刻也是一副LL中狐狸的TOS装扮 直播间中有着3000多的观众 但也丝毫没有因为 苏小悠直播间观众太少的原因 和苏小悠断开连线 反而还贴心地问着苏小悠想要怎么玩 哥哥 对面问我们怎么玩 王毅嘴角轻轻扬起 快速地敲打键盘 惩罚我说了不算 在座的各位水友说了算 叫老公叫老公 我要听听他叫老公的声音 卧槽 这么妩媚的女人 如果能够叫我一声老公 那TM不得爽死啊 苏小悠也没想到 自己直播间的观众 一个个的都是个色蓝 居然都玩得这么的变态 姐姐我们直播间的水友 想要听你叫他们几声老公 不知道可不可以啊 阿里听到苏小悠的话 表情明显一愣 一个主播听从水友的 无非就只有一种结果 那就是水友里面有大哥 阿里急忙用小号 点进苏小悠的直播间 将等级看了一遍 只发现了一个49级的王毅 其他的都是十几级 大部分都还是一级的状态 阿里当即便同意了下来 这种40多级的大哥 虽然消费了几万块 但也并不是多稀有 他的直播间里面 现在就还有着 三四个40级以上的大哥 再加上自己的观众 是苏小悠的几十倍 完全没有害怕的可能 光是这群水友的散票 就够王毅吃一壶的 好 叫老公就叫 但是如果你输了 我要看你换装怎么样 苏小悠没想到 对方居然提出这种的要求 便显得有些犹豫了下来 放心 我不会让你输的 苏小悠在看到 王毅的弹幕之后 不知怎么低心里面 就安定了下来 嗯 没问题 苏小悠点了点头 同意了阿里的处罚 好的妹妹 那我就闭卖了 阿里将苏小悠的卖关闭之后 PK也随机开始 阿里在PK开启的那一瞬间 便直接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开始热舞 当阿里站起来的那一刻 直播间的水友 直接就不淡定了 不能怪他们不淡定 实在是对方太过于惹火 不得不说的是 阿里对于这个COS的服装 真的是很用心了 哪怕是在直播 也能看得出 假发的头发丝根根分离 一双狐狸耳朵 更是让人欲罢不能 最最关键的是 他真的COS出来了九条尾巴 还不是挂件的那种 这种沉甸甸的尾巴 真的不知道 他是怎么承受的 住下来整场直播的 随着舞蹈的跳动 不仅仅是阿里的尾巴在跳动 一对大道理 更是轩得很 直播间的水友 纷纷都被阿里的舞蹈 给吸引了过去 苏小悠看着直播间的人 一下就走了三分之二 全部转进去了阿里的直播间 苏小悠只能干着急 没有办法 谁让人家有道理呢 阿里在看到直播间的观众 越来越多的时候 嘴角也不自觉地上扬着 跳舞的动作 也更加地卖力起来 他的直播风格 就是这个样子 用最带劲的舞蹈 留下最色蓝的你 这也是为什么 阿里不嫌弃苏小悠 观众数少的原因 越是美女的直播间 色蓝就越多 光是这一下 就引进来了 八十多个的新观众 小丫头 这场PK你输定了 就在阿里正得意洋洋的时候 却突然看到了 自己的血条 正被对方死死地压着 这怎么可能 阿里不可置信地 看着苏小悠 那高达十七万的积分 而自己这边 却连对方的零头都不够 哥哥们 阿里被打得好惨啊 快点给阿里打回去啊 阿里等下在群里 给你们发一些 攒金的小视频 好不好呀 在阿里的福利诱惑下 直播间的一些大哥 终于出手了 日韩区第一色蓝 送出嘉年华X1 欧美区忠实爱好者 送出浪漫城堡X3 这群人就等着阿里 送出这句话 他们都是阿里的忠实粉丝 不仅仅是因为 阿里的舞蹈惹火 更是因为 阿里会在微信群中 分享一些自己的小穿搭 群友也会给阿里 一些穿搭的建议 让其修改 一来二去的 就慢慢地建立了 深厚的管报之交 此时听到阿里 要在群里面加大分享量 一下子就坐不住了 纷纷出手 为阿里奉献出自己的礼物 哥哥 对方开始上 票了怎么办啊 苏小悠看着直播间中 只有王毅一个人在刷礼物 也是有些担忧 毕竟王毅再怎么厉害 也不可能是对方 几十个人的对手 大家帮帮哥哥好不好 大不了等下 我多给大家唱几首歌 苏小悠的话 明显让这些色蓝 提不起兴趣 几首歌而已 他们上哪都可以听到 只有白嫖 才是他们的终极信仰 除非苏小悠也像阿里一样 给他们来点会员 才能看的东西 要不然 这群人绝对不会出手的 更何况PK失败了 他们还可以看到 苏小悠的换装 这能白嫖到的东西 干嘛非要花那个冤枉钱 王毅也没有说什么 毕竟他之前 也是白嫖党的一员 这些人在想什么 他很清楚 自己生活都不容易了 怎么可能还会花这些钱 没事 大家都不容易 我一个人就可以的 一神送出嘉年华X1 一神送出嘉年华X16 一神送出嘉年华X26 王毅一口气 送出了26个嘉年华 把直播间的众人都看待了 卧槽 一神牛P呀 一口气送26个嘉年华 这可是块钱 一神家里面是有矿吗 这抵得上我一年的工资了 求求一神说我当小弟吧 王毅原本可以送更多的 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 王毅怕一下子 给苏小悠吃的太多 会让他变得难养 到时候会更加的难以满足 自己也就不好拿下他 只有把握好一个度 女人才知道 自己无法离开你 这样才可以 将对方彻底地拿下 心甘情愿地 成为自己的女人 苏小悠心里 默默算了一下 自己几天的收益 光是刚刚王毅送出的 26个嘉年华 就能让他分到好几万块钱 这在以前 是他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阿里直播间的观众 也是没有想到 这个只有几十个人的直播间 能够刷出来这么多的票 全部都转进来 苏小悠的直播间 想看看 这个主播到底有什么能耐 能够将这样一个神豪 给留在自己的直播间中 但进来直播间之后 更加看不懂了 苏小悠只是坐在镜头前 呆呆地看着屏幕 甚至连话都很少说两句 可那个叫一神的神豪 礼物就不断地砸了上来 这就好比一个主播 直播睡觉月入百万样 让他们捉摸不透 这群人一时之间 没有一个离开直播间的 都想要看看 这个叫苏小悠的主播 到底有什么魔力 随着王毅送出的礼物 将苏小悠 直接推上江城小翅榜的第三名 直播间的流量 也随之越来越大 直播间的人数 直接飙升到了一千多人 阿里这边的几个大哥 眼看对面 已经将积分打到了七十多万 他们肯定追不上了之后 也就停止了继续刷礼物 随着倒计时的结束 阿里也打开了苏小悠这边的脉 哼 妹妹你可真是狡猾 有这么一个大哥还藏起来 阿里埋怨的声音 只把苏小悠直播间的水友 给迷得颠三倒四的 纷纷在直播间疯狂地刷弹幕 啊 我去了兄弟们 你们呢 我也丢了 陪一个 陪一个 原本还不明白 苏小悠为什么能留下一神 这个神豪的人 也瞬间明白了过来 是因为苏小悠 能够让直播间的水友们 看到更多女主播的福利啊 这简直就是良心主播呀 小悠 快点让对面叫老公 对对对 惩罚还没做呢 不能放过他 直播间的一些老粉丝 突然想到了 还有福利没有看呢 顿时一个个激动地 提醒着苏小悠 心来的观众 一听还有福利 顿时也就长期地 扎根在了苏小悠的直播间里面 这一回的时间 就增加了好几百个粉丝 姐姐 刚刚你答应的惩罚 没有忘记吧 我这里的粉丝 可都等不及了呢 阿里白了苏小悠一眼 哀怨地说道 臭丫头 就知道拿你姐姐寻开心 虽然阿里嘴上这么说 但是也明白 答应下来的惩罚 该做的就要做 要不然主播这碗饭 就别想继续地吃下去 阿里显然也是一个 放得开的人 不然也走不到 现在的这一步 两个直播间的所有人 全部都停止了 手中发送弹幕的手 竖起了两只耳朵 生怕错过了这次的福利 阿里将一张狐媚眼 凑到屏幕前 屏幕中出现了 阿里那一双 五昧如斯的媚眼 眼中还有着一层 薄薄的水雾 只见阿里的脸上 突然露出一圈圈淡淡的红韵 正在不断地蔓延着 转眼间的时间 整张小脸 就像是熟透了的苹果一般 阿里朱唇微起 露出洁白的背齿 老公老公 我好想你们呀 请老公尽情地宠幸阿里 阿里的声音 像是从喉咙深处发出的一样 让所有人听完之后 都觉得浑身酥痒难耐 就像是身体之中 最原始的兽性 被激发出来了一般 握了个曹 这个阿里 居然是这么高端的玩家 潮红居然说来就能来 就连脸红都能瞬间进入状态 这不得把在座的兄弟 给迷成傻子 卧槽 我刚刚去得早了 现在又他娘的起立了 楼上真废物 我就可以去两次 阿里这一生老公 真让我骨头都酥了 真给我叫兴奋了 兄弟们 刚刚的声音 我已经录评下来了 这就是我以后早起的闹钟了 卧槽 楼上的兄弟卖不卖 我出二十 不行 我得去花个一千二 卧槽 兄弟真性情资源 能不能分享一下 一群色蓝在疯狂地抠着弹幕 一些人甚至直接退了出去 想必是打开了某些外卖软件 或者本地快餐交流群 苏小悠看着这群水友 为之疯狂的样子 再想想刚刚阿里的声音 一张小脸变得通红起来 他搞不明白 男人为什么都喜欢这种东西 但他也有些羡慕阿里 仅仅只是用一个声音 就能够让这群人着迷 妹妹 我的惩罚已经完成了 能不能复仇 直播间的水友 看着愣神的苏小悠 便明白了 苏小悠不明白 阿里是什么意思 开始都给苏小悠解释着 主播 复仇的意思就是 再来一次PK对面 想找回场子 主播答应他 我有些持久 刚刚没出来 现在憋着难受 来来来 咱有一神怕他干什么 干就是了 苏小悠一直没有说话 他在等着看王毅的意思 嗯 放心打吧 见王毅发话 苏小悠也很快同意了下来 好 那这场比赛 如果我再输了 我就给大家跳一个摇太阳妹妹 你输的话 就像我刚刚一样 叫几声老公怎么样 苏小悠有些犹豫 他自认为是觉得 叫不出来阿里的那种感觉的 阿里也是想让这群水友 看出他们两个人的区别 才故意这样定下来的 苏小悠虽然有些犹豫 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毕竟他的底牌 可是王毅这个神豪大佬 完全有足够的底气 大不了这次输了 最多是直播间的观众 被对方给吸走而已 他今天一晚上 可已经被这两年的生活费 给赚够了的 好 那妹妹我先挂断 等一下再和你连线 阿里说 罢便中断了 和苏小悠的连线 他拿出自己的手机 在自己的粉丝群中 呼叫着自己的大哥 先是发了一段 之前录制的劲爆的舞蹈 一些大哥瞬间就出现在群中 指导着他的穿搭 阿里见准机会 便表明自己正在直播PK 被一个小主播给打得可惨了 只要这群大哥帮他赢下PK 等一下还有更加劲爆的舞蹈 这群大哥一听 那是精神异常 纷纷表示马上上线 为阿里输出自己的力量 阿里见状总觉得还少了点什么 随后 给自己的一个老大哥 发送了一条私信 浩哥 好久没有来看 人家直播了 今天上线来陪人家聊聊天吗 阿里等了一会 才收到这个浩哥的信息 浩哥你他妈的直播 跟我有个屁的关系 我是你爹啊 阿里 Coyot Guy O's of YXC Arcnerdy Oxtonias 浩哥 浩哥 这什么 阿里 不好意思浩哥 那对东西太打 不小压住键盘了 浩哥 浩哥 等着 我马上上线 谢谢哥哥今天这么照顾我 我们家的联系方式 有时间我请你吃饭 苏小悠也不知道 自己应该怎么做 才能让王毅这个神嚎 大哥开心 也不知道像王毅这种神嚎 能不能吃得灌麻辣烫 苏小悠给王毅私信 发送了自己的联系方式之后 很快便加上了王毅的微信 王毅简单地 看了一下苏小悠的朋友圈 里面也没有什么 大多就是一些大学的日常 和室友约饭之类的 这么说来 应该就是没有男朋友 那王毅就可以放心地下手了 虽然祖师爷说过 有男朋友的女孩 就只剩下他男朋友 一个敌人 但抢别人的女朋友 王毅多少心里面 还是有点过意不去的 王毅见直播间的人数 一直在下降 想必也是因为苏小悠 不会留人的原因 并直接在直播间 发送了几个红包 一神送出抖壁X1 一神送出抖壁X2 一神送出抖壁X3 王毅一口气 送出了1万块钱的红包 设置了5分钟的时间 一时间直播间的水友 便开始疯狂地关注 苏小悠的直播 并发送弹幕 这么大的红包 那真是和白简的没有区别 因为直播间的留存 中抢到小猩猩 啤酒 墨镜等等各种的礼物 大家等一下 在PK的时候 记得帮哥哥一起上上票 不要让哥哥一个人 孤军作战哦 苏小悠在一旁 耐心地提醒着这群水友 一些人也当即答应了下来 毕竟这些礼物 都是从王毅的红包里面 抢过来的 再次刷出去 无非就是还了出去而已 还有一些人没有说话 他们则是想着 把礼物留给一些其他的主播 不过这对于王毅来说 无所谓 王毅根本不在意 有没有人帮自己刷票 阿里点头接通了阿里的连线 阿里的笑声顿时便传了出来 妹妹刚刚把人家打得好残 我可要想办法找回这个场子呢 阿里焦滴滴的声音一出来 直播间的水友就像是疯了一样 疯狂地发送着弹幕 还有一些更是直接进去了 对面的直播间 点进主页里面 查看那些性感的舞蹈视频 妹妹如果没有什么要说的话 那我就开始PK咯 嗯嗯 姐姐开始吧 阿里点开PK之后 紧接着就关闭了苏小悠的麦克风 从椅子上站起来 开始自己的舞蹈秀 疯狂地和直播间的大哥要着礼物 这些大哥也是真的给力 一上来就是满屏的特效 完全没有停手的意思 仅仅是半分钟的时间 积分就来到了十万 阿里见大哥们这么的卖力 小妖也是扭得更加的起劲 苏小悠的直播间中 王毅并没有动手 反而是那群水友 先将自己的手中的散票给打了出去 勉勉强强地有个几千的积分 王毅完全就没有着急的意思 他反而点进去了阿里的直播间里面 欢迎一神进入直播间 在抖音平台上 达到25集的账号 进入100人以下的直播间 都会有飘频提醒 而32集以上的就没有人数限制 进入所有的直播间都有提醒 35集以上的进入直播 兼则还有飞马提醒 所有当王毅进入的第一时间 阿里便注意到了王毅 欢迎一神进入阿里的直播间 一神刚刚打的人家好痛哦 一神等一下可要手下留情 不要让妹妹输得太难看哦 阿里看到王毅进入直播间 当即便想要挖墙脚 能够把王毅这种的神嚎留住 当成自己的大哥 那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啊 虽然自己的颜值比不过苏小悠 但是有美颜在 谁比谁差啊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阿里够骚啊 这是苏小悠 那个小丫头骗子几年的时间内 完全学不到的 但王毅显然不会被他的这一套给骗到 毕竟王毅可是有着系统在的 是真的美女还是假的美女 王毅用系统一看就知道了 王毅来直播间 也只是看一看他这边几个大哥 都在送些什么礼物 有几个而已 阿里见王毅没有说话 就离开了自己的直播间 然后苏小悠那边的积分 便开始大幅度的上涨 仅仅只是转眼间的速度 就有坠上的趋势 阿里顿时大叫了起来 浩哥 快给阿里加把劲啊 阿里要被追上了 浩哥看着阿里那动若脱兔的样子 完全相信了 那条信息是他们两个打出来的 此刻更是疯了一般的 送着给阿里打PK 浩哥送出浪漫马车X20 浩哥送出一路相伴X20 浩哥送出独角兽X20 可浩哥无论多么努力地送出这礼物 苏小悠的积分永远在不停地拉近着 只是用了半分钟的时间 就完全地超过了阿里的积分 大家快帮帮浩哥 不要让浩哥孤军作战啊 让对面看看我们的凝聚力 老公加油 阿里更是直接开始叫老公 直播间原本还在观望的人 此刻也纷纷浮出水面 将自己手中的礼物全部送了出去 王一见对方居然还有反超上来的趋势 也只是嘴角微微地上扬 这样才让他刚刚有些感觉而已 一神送出嘉年华X1 一神送出嘉年华X2 一神送出嘉年华X3 只能一个个地点击 王一此时也没有留守的心情 手指不停地在屏幕上连点着 一神送出嘉年华X99 一神送出嘉年华X100 直播间的人看到满屏的嘉年华特效 一个个都看得眼睛都直了 这种场面通常都是在十万家的直播间 才能看得到 而且通常还都是一群人刷出来的 可今天居然只是在一个一千人的直播间 就能看见这种大场面 这是什么情况 难不成我还没有睡醒 这是嘉年华吗 比我刷小星星还要任性啊 一神就是一神 嘉年华当仙女棒往外扔啊 阿里直播间的大哥都猛逼了 对面的直播间像是疯了一样 这个积分疯狂的上涨 兄弟们 我刚从对面直播间回来那边是真神好啊 嘉年华更不要钱一样 已经刷到160个了 卧槽 真的假的我也去看看 是真的 刚刚还在直播间发了一万块的现金红包呢 卧槽 阿里对不起 我就去看看 马上回来 一群人听说对面直播间有神好 顿时都跑到了苏小悠的直播间 他们都想要看看 一个人连刷几百个嘉年华的场景 阿里没想到 事情居然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他明明想着 要把苏小悠直播间的粉丝 给引到自己这里的 却反倒被苏小悠给抢走了人 他腰都快扭断了 也追不上对方的积分 此刻他直播间的几个大佬 分明已经意识到了 自己的无论如何也追不上王爷 手中的礼物也慢慢地放慢了速度 只有偶尔送出的几个不高不低的礼物 证明着他们还在 苏小悠的直播间在热度的推送下 直播间的观众瞬间便突破了一万 并且还在不断地上涨着 主播怎么不说话 是看愣了吗 心爱的不知道了吧 这就是主播的风格 就这副单纯呆傻的样子 深深地迷住了一身 震惊 一女主播靠发呆日收几十万 当一件事件超出人们的认知时 他们便会为自己 编造出来一个能够接受的谎言 显然这群人现在就在这么做 他们无法相信 为什么一个只是长相漂亮的女孩 只是坐在直播间里面 就能收到这么多的嘉年话 为什么一些美女主播 挤破了头都没有达到的事情 他却可以完成 所以他们开启了自我催眠 让自己想办法去接受这件事情 说不定第二天的一些 教别人企号的博主 就会发出一条条的视频 文案美女主播只靠一招 便迅速火爆网络 让神秘大哥垂涎于他 但你们以为他的爆红 只是偶然吗 博主在认真观察了 他一个月的直播后 终于发现了他爆红的秘诀 那便是反差感 千篇一律的美女你看多了 但是一个美女傻子你 是不是就有了更多的兴趣呢 那套用我这个公式 那你就可以得出更多的企号方式 美女家傻子 美女家好色 美女家骂人 美女家做饭等等 一切都可以用来企号 当然如果大家不会的话 可以私信 我免费为大家创造 属于你的企号方式 苏小悠才直播一个星期 他就能说 自己观察了一个多月的直播 只要是爆红的 他们都能找出一点说辞 然后让你找他学习 说是免费 但实际上呢 能坑的你裤衩子都不剩 王毅间阿里直播间的积分 不再上涨 也就停止了 继续送家年华 对方差自己三十多万的积分 根本不可能追得上来 对方明显已经被王毅打服了 完全没有首塔的必要 王毅看直播间的观众数 已经达到了三万家 再次送出了三万的现金红包 顿时直播间的人一阵的沸腾 纷纷地点击关注和发送弹幕 PS 抢现金红包的要求就是 要关注主播的同时 还有发送任意一条弹幕 苏小悠的粉丝 一下便增加了近三万的数量 卧槽 义神牛批 我愿成为义神的小弟 为义神端茶倒水 曹 义神需要你端茶 你会办事 我想看一个主播的舞蹈老酒了 等一下就分享给义神 直播间的一群人 顿时纷纷关注王毅 将自己的一些主播名字 发给王毅 有让主播露脸的 有让主播官美颜的 有让对方跳舞的数不胜数的要求 王毅暂时也没有去回复 在直播间发送了一条弹幕 兄弟们放心 只要是大家想看的 我一定竭尽所能 让大家看到 谁有听到王毅答应了下来 顿时不停地刷屏 所有人都在弹幕发送着义神牛批 随着倒计时的结束 王毅已连刷了267个嘉年华 取得了胜利 阿里打开麦克风 幽怨的声音传了进来 妹妹你家大哥太厉害了 打得人家好痛呢 不知道能不能让我认识一下 你家大哥呢 啊 好呀姐姐 我家哥哥叫一神 你们可以私聊加一下联系方式的 苏小悠明显没有听出 阿里的意图 就这么单纯地答应了下来 阿里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给王毅发送了私聊信息 他虽然输了这场的PK 但也收到了不少的礼物 如果能够再把王毅这个大腿给抱住 那就真的是赚妈了 弟弟 阿里 一神人家能不能加 你个联系方式呀 我最近想要拍摄几张私人照 不知道找谁 不知道一神有没有学摄影的朋友呀 阿里就差点要把空降这两个字 直接发出来了 但王毅却对阿里没有丝毫的兴趣 王毅现在的女人 每一个都是角色 这种连九十分都没有达到的 他根本就提不起兴趣 更何况还有着那么多的摔跤次数 王毅让苏小悠和他PK 也无非是给谁友发点福利而已 王毅看了一眼阿里的私信 没有理会 水友们却不淡定了 纷纷发送弹幕让阿里履行惩罚 阿里见王毅不理会自己 便想着给王毅增加一点好感知 好了好了 催什么催我 现在就跳还不行吗 一群色蓝 阿里将音乐调好 缓缓地站起身 将自己全身露出来 随着音乐的响起 阿里也慢慢地随之起舞 不过起舞的动作 更多是由一对兔子完成的 完美地将动弱脱兔 给展现得淋漓尽致 阿里为了能够 让王毅看到自己的长处 更是非常的卖力 上上下下 左右左右 爸爸 一群水友 像是疯了一样的 狂刷着弹幕 他们都被这惊人的弹跳力 所深深吸引着 该直播间因违规 正在整改中 阿里的直播突然被停止 一群人瞬间不淡定了 没想到只是一个舞蹈 就直接给干疯了 阿里的身材 确实是没得说 实在是太顶了 卧槽 这就给疯了 我还没完事呢 我还没上车 我还没上车 我还没上车啊 谁有都不愿意 相信这个事实 纷纷在直播间 艾特王毅 阿一神 一神哥几个 还没有看够呢 再连线一个 给大家伙发发福利吧 对啊 我这搞到一半停下来了 长得很难受啊 一神发发慈悲 给个几个再搞一些吧 王毅见这群人 这么的积极 也确实有些于心不忍 哪有自己发达了 就忘记之前 穷兄弟的道理 一神 好 那就再连一个 给兄弟们好好搞搞 一神牛批 一神牛批 在王毅的受益下 苏小悠继续开始随机连线 苏小悠此刻感觉自己 像是在做梦一样 迷迷糊糊的 就成为了头部当红主播 迷迷糊糊的 就收到了几十万的打赏 她都怕一会 自己从床上惊醒 发现自己是在做梦 可看了看后台提醒的收益 她明白 这一切都是真的 真是一时之间 不敢接受这一切而已 随着随机 连迈了十几个主播 王毅都不太满意 因为对方的颜值之类的 实在是拿不出手 魅力值实在是太低了 王毅根本不舍得 让自己的兄弟们 啃这种窝头 只能让苏小悠 不停地继续随机连线着 卧槽 这这是画吗 画居然开直播了 卧槽兄弟们谁懂啊 这可是陪伴了 我无数个夜晚的画啊 居然连到了她 一神我要这个 随着苏小悠 匹配到了一个抖音号叫画 一串数字 不让填写 的博主 直播间的人 瞬间沸腾了起来 抖音号随便编的 大家就不要去打扰了 就像是看到了 多年的启蒙老师一样 令他们欲罢不能 这名博主的名字 叫做画 被网友亲切地 称之为玉三家之一 PS 玉三家的意思 指的是最初的伙伴 在这里被指为 带领自己走上 这条路的老师 伙伴等另外的两个 如果后面能讲到的话 再和大家说吧 王毅显然也是知道 这个画的 毕竟对方的视频 王毅也观赏过 异性资料 姓名 张画 年龄 23 魅力值 94 摔跤次数 4 王毅看到画的摔跤次数 也是一愣 没想到只有这么点 但随即王毅 也反应了过来 反正是拍视频而已 又不是下海 都有一个人不就可以了 王毅看画的魅力值 和摔跤次数 都还在能接受的范围内 便同意了水友们的提议 让苏小悠和画 打一场PK 只是令大家都不明白的是 这个画 从来都没有直播过 怎么今天就突然开启直播了 见王毅同意了和画PK 谁有顿时疯了一般的欢呼着 有些甚至直接进入了画的 直播间里面 好好的看一下自己的伙伴 画看着自己直播间 原本只有几百人 突然就暴涨到了一万多人 他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难不成是自己的影迷 全部收到了 自己今天开播的信息 全部进来支持自己了 但随即一群人 便开始在直播间刷着弹幕 感谢异神让我们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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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一下也没反应过来 他们口中的这个异神 到底是谁 为什么都刷这些弹幕 弹幕解释了好一会 他才明白了过来 这些观众 全部是对面的直播间进来的 见画一直没说话 便学着阿里的方式主动问道 画笑了笑说道 可以是可以 当时我今天第一天 直播直播间根本没有什么人 就这一万多人 还是从你的直播间进来的呢 王毅也明白 画在担忧什么 当即便进入了画的直播间中 王毅的飘平特效 一下子就引起了画的注意 欢迎一神进入直播间 真是多谢一神 要不是你我这里 还不知道多久 才能有一万多人呢 王毅看了看屏幕中的画 明显和自己看的视频中的 有很多的出入 不是不好看 而是视频中的素颜 要比他现在化妆之后 好看很多 这还是王毅第一个发现 素颜比化妆好看的老师 一神送出嘉年华X1 一神送出嘉年华X2 一神送出嘉年华X3 王毅一口气 送了28个嘉年华 这也是对方视频的分钟数 话而没想到 王毅一句话没说 直接地就送出了28个的嘉年华 一时之间也不明白 王毅到底要做些什么 PS 有很多个 这里指的是 最出名的一个视频 是28分钟的 一神 不用你PK 给我的兄弟们表演个才艺就行 要表演什么 你看着来就行 王毅也知道对方第一天直播 粉丝也都是黄粉 根本没有什么大哥 所以也不为难对方 只要给兄弟们发一些福利就行 卧槽 一神真是大放28个嘉年华 只是为了给兄弟们放个福利 一神你才是真拿大家当家人 有福利是真的给大家看啊 花儿也是没想到 花了八万多块钱 只是为了让自己表演一个才艺 不过 花儿显然也不是放不开的主 自己收到这么多的礼物 不表演个什么 确实也说不过去 不好意思一神 我确实不会什么才艺 但我是做平面模特的 给大家摆几个姿势可以吗 谁有一听 要摆几个姿势 又是疯狂的刷着弹幕 显然他们 把花儿说的姿势给想歪了 王毅也没有说什么 同意了花儿的说法 没问题 你就摆几个姿势 就可以只要你摆得好 你能收到的礼物 还有更多 兄弟们等下记得截屏 可以用作平保 壁纸什么的 还是一神会 这种福利都能给兄弟们找到 一神放心 你说的我们都明白的 我们的手速你 尽管放心 花儿快开始吧 我都等不及了 花儿在一众水友的催促下 开始了摆拍 而花儿也不愧是专业的平面模特 动作和姿势都很专业 每个动作都能很好的 把自己最美的一面给展示出来 将身上的衣服的特点 也展现得淋漓尽致 王毅也没有客气 不停地为花儿送着嘉年华 一神送出嘉年华X1 一神送出嘉年华X2 一神送出嘉年华X3 王毅这也算是为当年 看的免费视频而付费了吧 花儿见王毅的嘉年华 不断地送着 转眼就要过百的架势 大家稍等一下 我去给大家换几套衣服 花儿的话更加地激烈了这群色蓝 不停地给花儿送着手中的礼物 没有礼物的 就不停地点着赞 转眼的时间就点赞量到达了300万 直播间的人气也越来越高 大量的观众不停地涌入直播间中 我换好衣服了哦 大家稍等一下 花儿的声音响起之后 一道靓丽的身影进入了镜头之中 此刻的花儿将身上的那一套汉服 换成了一条低胸的吊带黑色短裙 在领口处还贴着一张纸巾 防止自己的走光 而裙子则是极其短 一些水友都在对着自己手机的充电口位置 不停地吹气 好像这样就能看得更清楚一些一样 一双白皙细腻的腿上 此刻穿着一双带字母的黑色丝袜 而脚上则是一双滑轮天奴 花儿播放了一首有着浓烈古典的音乐 身体随着古典不停地变换着姿势 而每一个动作都是能够媲美壁纸的存在 不停地变化着动作 动作做完之后就重新换一套衣服再来一遍 就像是再给众多的水友表演换衣袖一样 让众人应接不暇 甚至好几套的衣服 花儿还特意的是穿着自己视频中的那几套 水友们顿时梦回上年前初浴画时的感觉 王毅为了能够保证兄弟们的兴致 手中的嘉年华一时间直接连点到了三百多个 苏小悠看着自己直播间值 剩下的三千多个人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就连王毅也去了对面那个姐姐的直播间里面 苏小悠默默地关闭了直播间 躺在床上不知道在想着些什么 是啊 本来就是因为她我的直播间才能有这么多人的 我又怎么能奢求她永远属于我的呢 苏小悠虽然明白这一切 但是却还是心情很低落 就像是心爱的玩具被抢走了一样 谢谢真是太谢谢一神今天给花儿送出的这些礼物 花儿真的很开心 花儿也不知道自己换了多少套衣服 只记得王毅一口气送出了六百八十九个嘉年华 而她转了圆 光是从这一点 她只恨自己的衣服太少 不能换更多的衣服 以此让王毅送出更多的礼物 一神我私信您了 希望能加您个联系方式 以后如果我去护城出差的话 说不定还可以当面感谢您 恭喜一神拿下三幻神 感谢我一神送来的福利 恭喜一神再下一城 恭喜一神再下一城 王毅看着弹幕哭笑不得 这群家火针把自己当成种马了 王毅看了一眼私信 添加了花儿的微信 她虽然对于花儿的过往有些介意 但是加个联系方式什么的 还是没有问题的 以后说不定自己要是开家MCN公司 还能把对方签下 成为自己旗下的网红呢 这可都是赚钱的工具呀 兄弟们慢慢玩 我先睡觉去了 等下次再给大家找更多的福利 一神不会是收到花儿的私藏视频了吧 一神真是的 居然吃毒食 一神这就不地道了 有这种好东西居然不分享一下 求种子求地址 王毅苦笑着退出了直播间 他是真的喜欢这群水友 真的哥哥都是人才 花儿 我叫张花儿 哥哥怎么称呼呀 王毅刚退出直播间 就收到了花儿的信息 王毅 叫我王毅就可以了 花儿 嗯嗯 一个早点休息 有时间的话 我去找你玩花儿先 继续直播了 还是花儿这种类型的女人 比较直来直去的 从来不会和你让那些弯弯 他们都很明确 双方各自的目的和需求 他们要钱 大哥要刺激 所以都是很明朗地直接告诉你 自己可以做 而有一些女人 总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有一副好的皮囊 就可以心安理得地 享受一些男人的好处 更有心机地 能够直接从男人那里 获得上亿的资产后 全身而退 就比如前几年闹得热火朝天的 护上黄晴小分和唯一选 再比如近几日的 王小聪和黄一鸣 一招的到鸡犬升天 弟弟 王毅打开手机 看到是苏小悠发来的信息 苏小悠 哥哥晚安 我先睡了 王毅 嗯 苏小悠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在看到王毅 只是回复了一个嗯的时候 更加是难以入眠 苏小悠 哥哥 是不是男生都喜欢 像姐姐他们那样的女生呀 王毅笑着摇了摇头 看来这个小丫头 是有了危机感 王毅 我只是为了 给你的粉丝一些福利 这样子 他们才会更加的喜欢 看你的直播 王毅 虽然他们确实能够 吸引到一部分的男生 但是我想 大多数的男生 还是更喜欢一些听话懂事 像你一样可爱的女孩子 苏小悠 真的吗 哥哥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王毅 当然 不然我 为什么给你的粉丝发福利 而不给其他人的粉丝发福利 丁苏小悠好感值加8 恭喜宿主 获得32万元当前倍率 4 苏小悠好感值 48 相信 原来一直是我错怪了哥哥的吗 哥哥处处都在为了我着想 而我居然因为这点小事 就怀疑哥哥 我怎么能这么去想哥哥 苏小悠 对不起哥哥 我知道了的 王毅 傻丫头 早点睡吧 苏小悠 嗯 哥哥娃 苏小悠躺在床上 嘴角带着甜甜的笑容 脑海中不断地幻想着王毅的样貌 一会将王毅想象成一个 风度翩翩的美男子 一会将王毅想象成 温文儒雅的成熟男人 不知不觉 苏小悠沉沉地进入了梦乡 在梦中遇到了自己幻想中的王毅 不知不觉地和对方越陷越深 早上王毅从床上睡醒 打开手机一看 居然都下午两点了 王毅打开了微信的未读信息 有两条是苏小悠和程嘉宜的早安问候 王毅统统没有理会 倒是许久没见的穆婉青 也给王毅发了一条信息 穆婉青自从上一次 两人从酒店离开之后 两人就没有再联系过 王毅也懒得主动去找对方 毕竟 他如果每一个女人的情绪都去照顾到 那还不活活地累死 穆婉青 学长 这么多天都没有联系人家 是不是有了新欢 就忘记人家了呀 穆婉青和王毅离开之后 想着刚给了王毅 便想着晾一晾王毅 不然显得自己像是倒贴上去的一样 只有自己做好了拉扯 才能更好地把握王毅 可没想到一连几天 王毅愣是一个信息都没有给他发过 他顿时就慌张了起来 自己好不容易掉到的金龟絮 不会就这么地跑掉了吧 他急忙地找上王毅 他这几天确实很忙 而且王毅也没有否定 自己这几天没有新欢呢 穆婉青 哼 学长真是的 穆婉青当然能够明白 王毅话里面传出来的信息 但是这些他不在意 他相信以自己的身材和长相 只要对王毅伸伸手指头 王毅就会乖乖地进入他的房间 为他关闭其他女人的大门 穆婉青 我这两天休闲 哥哥要不要来找人家玩呀 穆婉青 人家新买了几套不错的睡衣 想要让哥哥给点建议呢 穆婉青信息发出去之后 脸上便露出得逞的笑容 他似乎已经看到了 在屏幕那边 王毅一副流口水的样子了 弟弟 穆婉青打开手机 自信满满地看向王毅的信息 却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 王毅 改天吧 等改天我联系你的 王毅居然拒绝了自己 难不成自己故意吊住王毅的胃口 反而引起了王毅的反感 对啊 自己这一套都是用来对付那些舔狗的 而王毅显然不是那种舔狗啊 悔悟过来的穆婉青后悔不已 自己居然妄想想要拿捏住王毅 穆婉青知道 此时他必须要做出一些什么 不然王毅这个金龟絮 就真的从自己的面前飞走了 王毅本来看到穆婉青的邀约 还是很开心的 毕竟王毅还是很想要享受一下 睡衣斩的视觉冲击的 但穆婉青的诱惑力明显还是不够的 就在穆婉青犹豫的时候 王毅有了更好的选择 王毅收到了哲青念的信息 哲青念 王毅 明天周六 你能陪我出去玩吗 这件事前段时间 哲青念就和王毅说过 想让王毅能够周六陪他去玩 当时王毅虽然没有同意 但是哲青念对他的诱惑力 还是很大的 毕竟哲青念 那可是摔跤次数为零的呀 而哲青念主动联系王毅 显然已经想明白了 这种机会 王毅自然不会错过 当即便答应了下来 王毅 好 地点你定就可以 哲青念这几天上班 一直都心不在焉的 他上次约王毅完 王毅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回复 他一直都在担心 王毅会不会因为上次的事情厌烦自己 上次在商场得罪了张磊之后 他还一直担心 自己会被张磊穿小鞋 没想到接下来的两天 张磊都没有来上班 打听下才知道张磊被辞退了 就是因为王毅发到公司群里面 张磊和毛小丽在商场打架的视频 让公司对张磊 仔仔细细地排查了一遍 发现张磊不仅每天上班时间 出去办理私事 还经常用植物之便 骚扰女员工 与十几位员工油染 哲青念这才明白 是王毅在暗中保护着他 于是 对于王毅的思念更加的深切了起来 此刻王毅又答应了和他的约会 心中更是激动不已 不断地想着明天约会的场景 以及自己要搭配怎样的那大 王毅吸灭手机屏幕 简单地洗漱了一下 便准备下楼去吃点东西 谢谢 你那天真的很感谢你 王毅刚走出大门 便听到一个怯生生的女孩声音 王毅回头看到 杨雨昕正站在自己的身后 杨雨昕的头一直低着 让人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 身上还是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 和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 这个打扮得有点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女孩 却让王毅感到有些心疼 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么地自卑 王毅将一只手 搭在女孩的肩膀上说道 一直低着头干什么 把腰直起来 杨雨昕缓缓地抬起头 对上了王毅板着的那张脸 他还没见过 王毅有这么严肃的一面 但下一面王毅却突然笑了起来 当王毅笑的那一刻 杨雨昕感觉 就连身边的风都变得清凉了起来 王毅的笑容瞬间便抹平了 他这些天的疲惫 这样才对 女孩子要自信一些答应我 以后不准在地下头你要记住 你不比任何人差 我真的不比任何人差吗 杨雨昕从小就生活在农村里面 父亲从小就在工地上出事重伤 工地赔偿的那一点钱 全部花完也只是勉强吊住一口气 在两年前还是去世了 从那天开始 自己的母亲也重病不起 全家就靠他一个人硬撑着 可他依旧不被任何人肯定 他妈妈总是说 他也不用这么辛苦地被病痛折磨 杨雨昕一直都在埋怨和否定中度过 他仿佛从出生开始就是错误的一般 在这样的生活中长大的杨雨昕 越发地不自信 他不敢拿自己和别的女生做比较 他永远都觉得自己比别人低上一头 可今天 有人告诉他 他不比任何人差 这个人像是一颗流星一样 闯入了他的世界 给他带来极大的震撼的同时 在他内心深处中 划下了一道亮眼的光芒 杨雨昕直直地看着王毅那明亮的双眼 重重地点了点头 嗯 我知道了 王毅见杨雨昕的眼中终于出现了一抹光亮 脸上的笑意更加的浓烈 这样才对吗 你吃饭了没有 刚好我要吃饭 要不要一起 杨雨昕犹豫了一会点了点头 我请你吃饭吧 你帮了我 我还没有好好谢谢你呢 那可说好了 我胃口很大的 小心我吃穷你 杨雨昕愣了一会 还是点了点头 王毅跟着杨雨昕来到了一家小饭馆的门口 王毅抬起头看了一眼门头的名字 没想到居然还是自助餐 杨师傅资助快餐 十四一味管宝 王毅嘴角扯了扯 没想到这个杨雨昕这么鸡贼 但想到自己也确实很久没有吃东北菜了 也确实馋着一口 王毅进去之后 杨雨昕主动上去付了款 王毅拿着餐盘挑选着自己的喜爱的饭菜 不得不说的是东北菜的卖相确实好 光是看上去就很有食欲的样子 郭包佑 第三仙 小鸡炖蘑菇 排骨炖豆角等等每一样王毅都没有落下 都说所那是乐器流氓 可东北菜哪样不是一样的道理 亮大食会的同时还极其的下饭 没一会 王毅便端着堆成小山一样的餐盘 坐在了桌子前 王毅正准备开动 却看向了对面的杨雨昕 你不吃吗 王毅才发现杨雨昕根本没动 没有要一起吃饭的意思 杨雨昕双手不自然的在腿上搓了搓 干大地说道 我不饿 一跟你吃就行 王毅见杨雨昕表情不自然 便突然明白了过来 这小丫头是在省钱 自己这一顿饭 说不定对方要心疼多久的时间 王毅顿时对自己刚刚说 自己胃口大的话 感到愧疚 嗨 我一个人吃多无聊啊 等着 你陪我一起吃 王毅说吧 走到收银台的位置付款 又买了一单 将一个餐盘地给杨雨昕 我一个人吃不下饭的 你总不希望我没胃口吧 杨雨昕不自觉地就想要低下头 却突然想起王毅说的话 他伸手接过餐盘 在王毅的示意下 挑选着面前的菜品 王毅又买了两瓶汽水 放到了桌子上 等杨雨昕回来的那一刻 王毅的眼睛都看直了 不仅仅是王毅 饭店内的所有人 都直直地看着杨雨昕 在杨雨昕的餐盘中 一个堆成了小山的食物 正随着他的走动而摇摇欲坠 每当食物要倒下去的时候 杨雨昕的手一抖 食物便稳当了下来 王毅没想到 杨雨昕的胃口居然这么大 自己餐盘里面的食物 在他的面前 简直就是小屋见大屋 杨雨昕将餐盘放在桌子上 看到众人的目光才反应过来 我吃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王毅将兵饮帝 给杨雨昕笑着说道 不会啊 看你吃得这么开心 我也会觉得胃口大开 杨雨昕原本还有些难堪的表情 流露出了一些开心 但看到王毅递过来的饮料之后 连连白手 不行 我不能再喝你的饮料了 本来说好的 今天我请客的 结果反而还让你掏钱 我就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王毅抓住杨雨昕的手 在女孩惊慌的表情之中 把饮料放进了她的手中 我们是朋友 朋友之间是不用计较这些的 不是吗 朋友吗 杨雨昕看着王毅的那双眼睛 不知怎么的 就接受了王毅的说法 将王毅递来的饮料收了下来 她看着面前的小山一般的食物 却不知为什么有些吃不下 脑子里面迷迷糊糊的 一直在想着其他的事情 王毅见杨雨昕没有动作 用筷子用力敲在了杨雨昕的头上 喂 浪费食物可耻 快点吃 杨雨昕看向对面 不停地将饭菜 往嘴里扒拉的王毅 婉然一笑 杨雨昕拿起餐盘 像王毅一样 不停地往嘴里面不停地扒着 两人就像是在比赛一样 生怕比落后于对方 啊 王毅打了一个身长悠久的宝格 看向杨雨昕两人同时大笑了起来 杨雨昕很久没有吃得这么饱过了 也很久没有这么开心的笑过 两人吃完饭之后 王毅和杨雨昕两人 说说笑笑地一路返回公寓里面 一路上王毅幽默风趣地说话 逗得杨雨昕咯咯咯笑个不停 王毅也趁机问了问杨雨昕的情况 得知杨雨昕是从偏远的小山村来的 还有一个重病的妈妈在医院 她是为了能够在妈妈病重的时候 第一时间赶到医院 才在这里租了个房子 王毅对这个可怜的姑娘心痛不已 这么小的年纪就承受了这么多 不仅在挣钱养家的前提下 还能考上大学 王毅叔叔 我好想你啊 王毅回头发现 张琳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自己的身后 小楠楠还正站在张琳的身旁 不停地打量着王毅和杨雨昕两个人 你接小楠楠放学回来了 王毅上前一把将小楠楠抱起来 和小丫头玩闹着 哥哥哥 王毅叔叔楠楠呀 小楠楠被王毅兜得不停地扭来扭去 在王毅的怀里面笑着 雨昕把头抬起来 王毅的一句话 杨雨昕突然回过神 将头抬了起来 嗯 我会的一个 杨雨昕的声音微不可闻 王毅也只好无奈地摇了摇头 王毅知道杨雨昕常年这个样子 根本不是一时半会能够改得过来的 这种事情只能慢慢来 不能心急 好了 时间不早了 快点回去休息吧 嗯 杨雨昕点点头道 一哥 林姐 那我先回去了 张灵看着走远了的杨雨昕 意味深长了 看了王毅一眼 小叶 你们怎么认识的 王毅的心中咯噔了一下 不过随后 王毅便很快地调整了一下心态 上次刚好碰见他搬家 就帮了一下 张灵眯起双眼 仔细地打量着王毅 仅仅只是这么简单 王毅没有答话 反而是问向怀里面的小楠楠 男男今天在幼儿园学了些什么呀 有没有欺负别的小朋友 哼 我才没有欺负人呢 张灵见王毅没有回答 也不好再继续追问下去 毕竟自己的女儿还在这里 张灵跺了跺脚 朝着王毅追了上去 王毅可不怕张灵追究自己什么 张灵是富婆没错 但是他王毅也没有拿对方任何的一件东西 更没有收他一分钱 王毅也不会瞒着这些女人 不让他们知道 自己有很多女人的事情 如果他们接受不了 大不了直接走就是 王毅觉得不会说一个不字 张灵等吃完饭 将小楠楠哄睡着之后 看着站在阳台上抽烟的王毅 慢慢地走到了王毅的身后 张灵双手环抱着王毅的腰 从身后抱住了王毅 小燕 姐今天多问了几句 你别生气 王毅没有说话 默默地将烟掐灭 转身将张灵抱在了怀中 张灵趴在王毅的胸口 嗅着王毅那强烈的荷尔蒙气息 有些迷离 小燕 姐知道跟我在一起委屈你了 姐不介意你在外面有其他的小女朋友的 只要你别离开姐就行 王毅一只手不停地 扶在张灵的背后 轻声说道 林姐你放心 我不会走的你 也不用乱想 你只要想着 如何给南南一个快乐的童年就行 张灵点了点头 平稳好情绪之后 才抬起头看向王毅说道 小燕 雨昕可是个好孩子 你别辜负了人家 她已经够可怜的了 接着张灵又将杨雨昕的身世说了说 没想到比王毅听到杨雨昕口中的 还要更加的苦 张灵本来都不想要杨雨昕房租的 但是怕伤到小姑娘的自尊心 才向征信地收了一些 不过也给对方免除了水电费和物业费 两人抱着坐在沙发上聊了好一会 张灵不停地扭动着 一直不经意地触碰着王毅的身体 王毅哭笑了一声 一巴掌拍在张灵的身上 扭什么扭 像个虫子一样 嗯 张灵哼哼了两声 绝着一张嘴不满地看着王毅 真讨厌 我要做什么 你真的不知道啊 我哪知道你干嘛 张灵突然只起上半身 吻在了王毅的唇上 两人激烈地拥吻了好一会 才不舍得分离开 张灵此刻早已眼神迷离 双眼之中蒙上了一层层的水雾 张灵点点头轻声说道 干 王毅冷了一会 才反应了过来 看着身子傲人 穿着薄纱睡衣的张灵 便想要栖身上前 张灵双手抵住王毅的胸口 看着一脸不满的王毅 娇羞地笑着 去你的房间 等下吵醒喃喃了 王毅一把推开张灵的双手 将张灵推到沙发上 那你忍住小点声 张灵的低声嘶哑 让王毅更加有了一种 莫名的刺激感 再加上王毅现如今的身体 即使张灵处于三十如虎的年纪 也显得有些吃不消 但王毅并没有强制 去让张灵承受她的一切 毕竟一顿饱和顿顿饱 王毅还是分得清楚的 王毅在张灵的陪同下 简单地冲洗了一下汗水 便抱着张灵在她的卧室中 沉沉地睡去 早上王毅从张灵的床上起来的时候 张灵和小楠楠都已经吃完早饭了 王毅将张灵为她精心 准备好的爱心早餐吃完后 便开着张灵的车 送小楠楠去幼儿园 出门前 张灵趁自己女儿不注意 偷偷吻在了王毅的脸上 王毅也不是一个吃亏的主 左手在张灵那吃了一些豆腐 瞬间张灵的脸蛋便红润了起来 张灵虽然已经三十岁出头 但皮肤保养得极好 再加上王毅这几天的滋润 脸色越来越好 就算是和一些刚毕业的小姑娘 站在一起 也没有人会分得清楚 张灵娇趁着瞪了王毅一眼 小声地说道 臭东西 等你回来看我不咬死你 张灵说着 还朝着王毅的腿看去 吓得王毅打了个冷战 等小楠楠从自己房间 收拾好书包出来的时候 两人早就恢复了正常 王毅开着张灵的那辆保时捷 将小楠楠送到了幼儿园之中后 便开着车 去往了蛇青念的小区 今天和蛇青念约好了 出去玩呢 对于这个已经想开了的女孩 王毅早就是势在必得 王毅轻车熟路地 停在小区门口 身穿一身白裙的蛇青念 早已等待多时 蛇青念虽然已经毕业两年的时间 但当穿上这一身白裙的时候 还是给人一种 青涩大学生的感觉 蛇青念的青春 像是一朵盛开在清晨的百合花一般 让王毅忍不住地 就想要揽入怀中 好好疼爱一番 蛇青念看到王毅准时到来 心中开心不已 这说明王毅对他还是很重视的 自己在王毅的心中 还是有着一定的分量 蛇青念开心地 跑到副驾的位置 打开车门坐了进去 王毅 这是我做的早餐你尝尝看 蛇青念早上五点便起床 为王毅做着爱心早餐 他知道 男生一般都不会有时间去吃早餐 所以便想着 给王毅留下一个好印象 这个爱心早餐他 这几天不断地练习 就是为了能够让王毅喜欢 却不料 王毅只是点头轻声恩了一下 便没有了下文 蛇青念只好信心地 将早餐紧紧握在了手里面 他还是在生我的气吗 蛇青念低着头 一时之间有些低落 他本来准备了很多的话题 想要和王毅聊来着 却突然全部都想不起来了 他甚至连话都不敢说 生怕自己一开口带着哭腔 没想到自己精心准备了这么久 却还是没有办法 获得王毅的原谅 谢谢你准备的早餐 但我早上吃过了早餐 你放着等下 再吃可以吗 王毅的声音 一下便打散了蛇青念所有的委屈 盯蛇青念好感值加时 感谢宿主 获得四十万元当前倍率 四 蛇青念好感值 六十八 依靠 他激动地用力点着头 嗯嗯 那我先给你装着 等你想吃的时候 我再给你 王毅也不知道 蛇青念为什么突然这么激动 就连好感值 也直接飙升了十点之多 王毅看着蛇青念激动的样子 也没有多问 想好去哪里玩了吗 这两天的时间 我可都拿出来准备陪你了的 王毅的话中的意思有两层 第一 我拿出了两天的时间陪你 足以证明 你在我心目中的重要程度 第二 既然是两天的时间 那自然还有一夜这一夜 你到底有没有想好 如果还没有想好 那就早点回去 蛇青念像是 没有听出来 王毅的话中的意思一样 兴高采烈地和王毅说道王毅 我们去白云冠好吗 蛇青念知道 约会肯定会离不开商场 电影院等等这些高消费的地方 但蛇青念担心 这样会让王毅觉得 自己是涂他的钱 所以蛇青念干脆 选择了白云冠这么一个地方 低消费的同时 两人也能好好地静下心来聊聊天 可以促进两人之间的关系 白云冠 如如果你不想去的话 换其他地方也可以的 蛇青念生怕哪里惹的王毅不开心 所以急忙解释道 王毅笑着揉了柔蛇青念的头发 示意他不用太紧张 就白云冠吧 来护城这么久了 还没有去过呢 王毅说吧 便启动着车子 朝着白云冠的方向而去 白云冠位于黄浦区大禁路239号 又称之为海上白云冠 是道教的重要场所之一 也是护城不可错过的打卡点 王毅来护城八年的时间 从门口路过无数次 却从来没有一次的时间 是属于自己的 似乎从他到护城的那一刻 自己的时间 便全部属于了这种 纸醉精迷 却没有任何人情味的城市 现在王毅完全能够掌握自己的时间 他也打算趁着这个机会 好好地看看 这个只有富人 才有时间认真观赏的道观 哲青念坐在柔软舒适的 保时捷附驾驶上 却感觉这座椅上像 是铺满了钉子一般 使得他坐立难安 他不知道如何去打破 现在这尴尬的场景 难不成要自己傻乎乎地 去问一下王毅的星座 和mbtr人格测试 这种话题 怕不是只有他们女孩 才喜欢的吧 哲青念正在纠结 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却突然浑身一紧 他全身的肌肉 都忍不住地紧绷了起来 王毅的手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从主驾驶伸了过来 正放在他的腿上 不停地抹扎着 哲青念这么大 还从来没有和男生 这么近距离地接触过 虽然有了上次 和王毅在饭店的经验 当时还是觉得很是难为情 他不明白 自己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才好 是大方的直接把裙子掀开 直接和王毅大方的说 你想摸就大大方方的 还是一把打开王毅的手 装出矜持的样子呢 王毅一边开着车 一边打量着哲青念的动作 在看到哲青念 一副欲言又止 不敢说话的样子的时候 王毅决定主动出击 他将自己的手 放在哲青念的裙子上 感受着白裙的丝滑质感的同时 也想看看哲青念的反应 在看到哲青念 一直没有拒绝之后 王毅知道 这个姑娘彻底的想通了 王毅所幸全程都是单手开车 另一只手也在开车 哲青念一路上 强忍着这酥酥麻麻的感觉 就连下嘴唇 都咬出了一个明显的牙印 王毅找地方将车停好后 哲青念才彻底松了一口气 终于终于结束了 哲青念一路上强忍着 不让自己发出任何的声音 就是怕让王毅误会 自己是什么随便的女人 可就当他认为 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王毅却没有下车的意思 王王毅 不下车吗 哲青念话音 刚落边看到王毅正 一脸坏笑地看着他 你饿不饿 哲青念不明白 王毅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摇了摇头 不 我觉得你因为饿了 啊 哲青念一脸不解地看着王毅 全然不明白王毅的意思 只见王毅突然扔过来了一个皮筋 笑着说道 把头发盘起来 哲青念接过王毅递过来的矿泉水 仔仔细细地竖了好几遍口 等矿泉水中没有水后才作罢 哲青念忧愿地看了王毅一眼 埋怨着说道 真是坏色啊 王毅笑着拉起哲青念的手 朝着白云道罐中走去 王毅两人刚走到道关门口 顿时便捂住了口鼻 一个身上破破烂烂 蓬头垢面的男人 正不停地翻掌着垃圾桶 从这里路过的人都捂着鼻子 紧皱着眉头从一旁绕过去 王毅将手伸向哲青念 给我 什么 早餐给我 哲青念脸上突然笑起来 快速地从包里面 将为王毅精心准备的 爱心早餐拿了出来 王毅你饿了吗 我们找个地方吃吧 王毅却直接从哲青念的手中 将早餐接过 朝着男人走了过去 吃这个吧 男人扭过头看向王毅 上下打量了一番后说道 我不认识你 干嘛给我吃的 王毅没想到 这个人都沦落到 翻垃圾桶的地不了却 还是有这么强的警戒心 王毅将早餐打开 当着男人的面吃了一口后 便放在了一旁的台阶上 放心吃吧 我没有其他的心思 王毅将早餐放在台阶上之后 便拉着哲青念 朝着道观中而去 男人看着王毅离开的背影 将地上的便当何拿起来 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哲青念虽然被王毅拉着 但却一直后头 看着狼吞虎咽的男人 那可是自己学了一个星期 早上五点起床 做的爱心早餐 道观的门票倒也不算贵 十块钱一个人便可进观 而且还每人赠送三颗香 一进道观之中 浓烈的香火 未便充斥着两人的口腔 两人找了个位置 中轴线上有罩壁 牌楼 山门 窝蜂桥 财神殿等大小十几座殿居 东西两院则是供奉八仙 吕祖等道教神仙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便是 这院中有马的雕塑 传说摸马身上的部位 便可以消除对应部位的疼痛 除了这些 则还有些摸石猴 打前眼等等 不多说了 不然该说我水文了 王毅对于这些神的佛的 不怎么感兴趣 反而是哲青念拉着王毅 不停地在各个殿居之中 来回参拜 俘虏兽三星 财神 关世音等等 全部参拜了一遍 随后两人来到了后花园之中 对王毅来说 这白云冠最值得一提的 便是这道观的后花园 这后花园 又被称之为云机园 小鹏来 由三个庭院连接而成 假山环绕 郁郁葱葱 给人一种心旷神仪的感觉 王毅拉着哲青念 柔弱无骨的小手 在庭院之中不停地参观 哲青念也很久 都没有这么地放松过了 哲青念穿着一身白裙 站在池塘边 投喂着池塘中的锦里 看着池塘中 不停抢夺鱼时的鲸鱼 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哥哥哥哥哥哥 王毅你快来啊 这些小鱼都好漂亮 少女的天真烂漫 使得王毅一下子 就被拉入了大学的校园时光 那天王毅刚好没有兼职要做 被一个暗恋了许久的女孩 在晚上约到了学校的小树林之中 那个女孩如同现在的哲青念一般 活泼 纯美 但可惜王毅那时 因为自己在老家 还有一个谭书岳的女朋友 拒绝了女孩的供服巅峰的邀约 转身离去 王毅无论何时想起那天 那晚 那个女孩都觉得后悔不已 慢慢地 女孩的身影与哲青念 慢慢地重合在了一起 王毅上前一把拉着哲青念的胳膊 便朝着深处的树荫里面走去 哲青念被这突如其来的荧幕 给吓了一跳 他不明白王毅这是怎么了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走到了树林的深处 整个后花园的人 因为到了饭点 都去吃到惯准备的斋饭 后花园中早就没有了几个人 此时的他们更是不易被察觉 王毅一把将哲青念搂入怀中 深深地稳住了对方 等哲青念反应过来后 也开始回应着 可慢慢地他便发现了不对劲 王毅居然已经开始上下其手了 一只手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伸到了他的背后 两根手指只是轻轻地一拉 一勾 自己胸前便失去了某种束缚 哲青念没想到 事情居然发展成了这种地步 王毅明明刚刚地进入闲者时刻 怎么会这么快地又满蓝了 哲青念不明白这其中发生了什么 哲青念不停地推扫着王毅 可他一个女生 又怎么可能是王毅这个 被系统修改过身体的男人的对手 哲青念推了半天也没能推开王毅 王毅这里不行的 这里是道观 如果像早上一样是在车子里面 哲青念还能接受 但这里是道观 哲青念没有办法接受 在这种清修的地方做出这种事情 王毅将哲青念用力地抱在怀中 附身在他的耳边轻声问道 在这里不行 那在哪可以 王毅虽然不再强迫哲青念 但却依旧没有停下那不老实的双手 只要不在这里 再拿我都答应你好不好 求求你了王毅 少女的求饶声 更加地刺激着王毅的神经 但王毅也并没有想要在这里 就将哲青念给怎么样 万毅等下真的让人看到 那岂不是就成了现场直播 王毅可不想这么早 就因为这种事情而出名 好 这可是你说的 王毅将手绕到哲青念的背后 帮他束缚好那对兔子 哲青念见王毅放开自己 急忙将裙子上 因为王毅而形成的褶皱给抚平 完事才想起来 观察四周有没有被别人看到 在看到没有人之后 才长出一口气 王毅 你别这么心结 我肯约你出来 就已经做好了准备的 哲青念怕王毅等下 还会有什么过激的行为 直接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但刚说 玩遍小脸通红的 不敢看王毅 这副娇羞的样子 让王毅更加的心痒难耐 一股强烈的掌控欲 就爬上了心头 恨不得马上就将哲青念给 就地正法了 王毅 我们先出去吧 哲青念看王毅的表情不太对 说完不等王毅 便急忙地走出了绿荫下 王毅追上一把 拉住哲青念的手 将哲青念吓了一跳 哲青念紧张地转过身看着王毅 却见王毅满脸笑意地看着他 跑什么 还真担心我会吃了你啊 王毅俯身亲吻在哲青念的眉头处 小声地说道 我们现在去酒店好吗 哲青念身体一颤 犹豫了好一会才点了点头 嗯 王毅拉着哲青念的手 朝着道关外的停车场走去 在出道关的时候 王毅又拉着哲青念回头买了一份斋饭 哲青念好奇地打量着王毅手中的斋饭 不明白王毅为什么还喜欢吃这种素斋 陪着王毅走出道关后 王毅不知道四处找着什么 还你 一道男人的声音响起 王毅转过身 男人站在王毅的身后 伸出一只手 手中是一个饭盒 正是哲青念盛放爱心早餐的 饭盒也不知道 男人在哪里洗得干干净净的 我正找你呢 王毅笑着将饭盒接过之后 又将手中的斋饭递了过去 你肯定还没有吃饱吧 这个给你 男人抬起头看着王毅 眼睛炯炯有神 你有仇人吗 我杀 男人的话很简短 但语气却丝毫不像是在开玩笑 王毅虽然吃惊 但还是摆了白手 我哪会有什么仇人 只是我见你气质不凡 想着你应该是有了什么难处 就想着帮一下 王毅将手中的斋饭 再次往男人身前一地 可男人还是没有接 我受了你的恩 就要给你做事事没做 我不能再见 男人缓了缓继续说道 我除了杀人 没什么其他能帮你的 男人说完便转身要走 王毅急忙上前拦住 将斋饭放到他的手中 这样吧 我刚好身边缺少一个保镖 你以后就监制我的司机 加保镖怎么样 我一个月给你开三万块钱工资 包吃包住怎么样 男人看了王毅一眼 并没有说话 王毅急忙继续说道 我现在确实没有什么仇人 可我也不知道 以后上哪找你对不对 你以后留在我的身边 等你帮我杀了仇人之后 你想去哪里 我都不再拦着 男人沉思了一会 才点了点头 好 但我有一个要求 没问题 你尽管说 王毅见男人答应 当即便同意了下来 我做你保镖可以 但我不会以命相搏 若有性命之忧 我一定会先保我自己 卧槽 那我要这保镖干嘛 不过这男人倒也时尚 总起码其他的保镖 可不会这么真诚 行 没问题 王毅反正也只是想要保护自己 不被一些不长眼的人给阴了就行 一些小打小闹的 怎么可能会出现丢命的情况 你有住的地方吗 我以后怎么联系你 男人指了指到 冠一旁的公交车站说道 我晚上都躺在那的椅子的 白天就在这 王毅一阵尴尬 看他身上的衣服 就明白不可能有住的地方 自己居然还问这种 没有脑子的话 你在这等我一下 王毅将饭盒 塞到蛇青念的手中 便朝着外面跑了出去 留下蛇青念和男人两个人 蛇青念看着男人身上 破破烂烂的样子 不明白王毅 为什么要找这么一个保镖 这种人在户城里面多的是 一些人可能刚看到会帮助一下 但时间久了也会麻木 以为像他们这种底层的人 连自己活着都难 又哪有余力去帮助别人 白毛女中有一句话叫做 穷生奸计 富生良心 一个人在穷困潦倒 连吃饱都困难的时候 男不生害人之心 就以实属不易 哪里还有心思去帮助别人 很快王毅便反了回来 手中提着一个袋子 王毅从袋子中取出三万现金 和一张纸条递给男人 纸条上是王毅的联系方式 你拿着这些钱 先找个住的地方 再买一部手机 等一切安顿好了之后 再联系我就行 男人也没有扭捏地接过了钱 轻轻地点了点头 你叫我王毅就行 还不知你叫什么 男人低头打量了一下四周 看到地上一块石头后说道 张三 王毅知道 这不会是他的真名 但也没有多问 好 那你安顿好了 再联系我吧 王毅说完便拉着蛇青念的手 朝着停车场走去 张三站在原地 看着离去的王毅 一动不动 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王毅坐上车 看着副驾驶的蛇青念 一脸的坏笑 还需要皮筋吗 王毅看着蛇青念的脸刷的 一下就红了起来 笑着说道 好了 逗你完的 没让你盘头发 蛇青念顿时松了一口气 他单是想想 两人刚将车停下时 在车里发生的事情 就觉得脸酸 两块咬剂的位置 到现在都还有些酸痛 也不知道王毅是怎么坚持那么久的 明明自己已经很卖力了的 我们直接去酒店好了 啊 听到王毅的话 蛇青念脸色一变 没想到头发不用盘了 却要面对更加费体力的事情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没没有 就是觉得会不会有点太早了 蛇青念怕再次让王毅误会自己 急忙解释道 早吗 没关系 我争取让你凌晨之前能睡着 凌凌晨之前睡着 蛇青念默默地看了一眼时间 才下午三点 赶到酒店最多也就四点左右 离凌晨还有八个小时的时间 足足八个小时后才能结束 那明年的今天 岂不是直接就变成我的忌日了呀 蛇青念根本不敢想象 自己等一下要经历些什么 王毅启动车子 看了一眼地图 选了一家离得最近的五星级酒店 开车的途中 王毅的手也没有闲着 一直放在哲青念的腿上 虽然这白裙的手感确实很好 但和那双带字母的丝袜相比 应该还是差距蛮大的 等有时间了 一定要把巴黎世家的丝袜 和华伦天奴给哲青念安排上 哲青念那双大长腿 如果不能发挥到极致 那就太可惜了一些 宝格丽酒店 宝格丽酒店是户城最高端的酒店之一 酒店中最便宜的一间房间的价格 也在6700亿万 而宝格丽最贵的总统套房 则是要花费元一晚 但这是23年年底节假日的报价 王毅刚刚也只用了13万的价格 就预定到了他们的总统套房 半个多小时后 王毅将车停在宝格丽酒店的门口 王毅将车要是交给保安之后 牵着哲青念的手进入了酒店之中 欢迎两位回家 请问两位有预定的房间吗 两人刚进门 在门口的两边 便站着两排穿着职业装的小姐姐 躬身迎接 这六位小姐姐 个个都有着165左右的身高 他们之间最大的误差 不超过三厘米 每个人的魅力值都高于85分 其中有四个都接近着90分的关卡 王毅淡淡地说道 我姓王 一旁迎宾小姐姐 一听到王毅的话 立马再次弯腰行李 王先生您好 非常高兴 您选择我们宝格丽酒店入住 请您这边稍作休息一下 两人在迎宾小姐姐的带领下 坐在了大厅一旁的VIP休息区 两人刚坐下 小姐姐便急忙捂住对讲机 小声地说这些什么 而一旁的服务人员 则适时为王毅两人提供茶水 咖啡以及一些精美的甜点 没一会 一位身穿鼻挺西装的男人 便走到了王毅的面前 微微鞠躬 王先生您好 我是刚刚与您联系的专属管家 我姓李 王毅轻轻点头 嗯 那我现在可以进入我的房间了吗 当然可以王先生 请这边跟我来 李管家急忙在前带路 领着王毅两人坐上了电梯 哲青念从进入酒店后 便一直四处打量着 他从来没有进入过 这么高端的酒店中 他对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果然 这种五星级的酒店 就连服务都不是那些 普通的连锁酒店能相提并论的 居然还配有专业的私人管家位 他们两人服务 可等哲青念进入到房间中 便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眼前的这个房间 足足有着四百多平方的面积 比他爸妈辛苦了一辈子 买的那套县城房子 还要大上三倍 原来不是酒店的服务后 而是因为 他们花费了足够的价格 哲青念看着眼前 那站满了整面墙边的落地窗 站在落地窗前 就能将整个黄浦江 给尽收眼底 甚至还能看得到 东方明珠的全貌 这种地间 这种套房 不会要快一万价格了吧 哲青念每个月 拼死拼活地加班 一个月也才只能拿到 两万的工资 可这在护城中 却是只能勉强维持住 他的生活的 一万一万的房费 已经是他能够想象的 到的极限了 李管家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房间中的设备设施后 又介绍了一下 酒店提供的额外服务 便在王毅的示意下 走出了房间 整个诺大的套房中 瞬间只剩下了 王毅和哲青念 王毅从哲青念的身后 一把抱住对方 那妖娆的妖枝 一双手在裙子上 寻找了拉链 哲青念急忙握住 王毅的手 呼吸也变得混乱起来 他还从来没有经历过人事 一时之间 面对着这一切 有些难以接受 王毅 我有点害怕 王毅也知道 哲青念还是个新手 难免会有些紧张 王毅亲吻着哲青念的耳根 在他的耳边 轻声细语地指引着哲青念 试图让他放松下来 不用紧张 我会很温柔的你 只要放轻松一些就可以了 王毅的双手 情不自禁地攀上 哲青念的细腰上 手指刚好按压住对方的腰窝 腰窝 没想到哲青念还有这些 腰窝之前在网上 一度被称之为 女人身材最性感的象征 而哲青念的 居然这么地明显 居然能够明显地用手感觉到 哲青念的腰窝处 极其地敏感 被王毅那温热的指腹一碰 哲青念的身体 顿时就软了下来 整个人像是一滩水一样的 倒在了王毅的怀里 王毅感受着哲青念身体 在轻微地发颤 口中不断地发出 令人销魂尸骨的喘息声 哲青念情到深处 脸色越发地潮红 整张脸像是熟透了的苹果一般 让人忍不住地想要采摘下来 哲青念抬起头 看着王毅的喉结 不停地翻滚着 脑子一热便亲吻了上去 他此时仿佛理智全失了一般 用力地抱紧着王毅 想要将自己的彻底地 揉进王毅的身体之中 似乎只有这样 才能浇灭他心中的那团火 王毅将哲青念一把抱起 走进卧室里 将哲青念扔在床上 哲青念发出一声难掩的乌液声 双眼迷离地看着站在一旁的王毅 王毅 我还是第一次 哲青念的声音 就像是从嗓子里面 印挤出来的一样 微不可闻 如果王毅的身体 不是经过系统的改造的话 根本听不见哲青念的声音 哲青念整个人身上的皮肤 都晕染上了一层淡红色 浑身都在发烫 王毅压在哲青念的身上 靠在他的耳边 亲吻着他的耳垂 很快很快 你就不会疼了 嗯 哲青念轻轻回应了一声 便扬起脖子 笨拙地吻上了王毅 他的吻技笨拙且粗鲁 不停地向王毅表达着 自己难以掩饰的爱意 天色渐渐暗淡 太阳落山 月亮高高升起 月色透过巨大的落地窗 照耀在两人的身上 为两人披上了一层夜色的帷幕 王毅靠在床头 点燃了一只蜜群 烟雾从王毅口中钻出 在空中慢慢消散开来 哲青念躺在床上 双手环抱着王毅的腰尘沉睡去 脸上带着幸福满足的笑容 但眉头却紧锁在一起 像是正在承受着某种的疼痛 王毅将最后最后一口烟吸完 将烟头掐灭 看着怀中的哲青念嘴角微微上扬 果然是摔跤次数 为零的哲青念 经验到底是少 不过体验上却令王毅更加的满意 只有这种自己调教出来的女人 才是最有成就感的 王毅打开手机 查看了一下未读信息 慕婉卿 图片 慕婉卿 图片 慕婉卿 图片 卧槽 王毅刚进入的闲者时刻 那被清空了的怒气 瞬间就被击满 慕婉卿给王毅发送了无数张的照片 每个照片都穿着不同的情趣睡衣 从不同的角度拍摄了出来 照片中的慕婉卿版半遮半眼的身体 更是给人一种朦胧的美感 光是看上一眼 就令人血脉喷张 慕婉卿的那一双大长腿 让王毅恨不得立马抱住把玩一番 两只兔子虽然不算大 但形状却极其诱人 刚刚好够王毅掌握的程度 王毅 等我有钱了 一定换一部有触感的手机 慕婉卿 哈哈 手感真的很不错哦 嗯 慕婉卿怎么知道手感不错的 难不成正在开导着自己 王毅 谁让你偷偷挡我的东西的 你快住手 慕婉卿 谁让你自己放着不动的 还不许我自己给保养一下 王毅 谁说我不动的 你等我回去 看我不好好的惩罚你 慕婉卿 欠 慕婉卿 图片 慕婉卿 图片 扑 王毅差一点鼻血都喷了出来 这个慕婉卿针是越来越胆大了 居然这种照片都敢直接发出来 慕婉卿 可惜你只能动动嘴皮子 现在根本拿我没办法 王毅 呵呵 你等着 我现在就过去 让你知道给我惹火的下场 慕婉卿立马停下手中的动作 从床头拿出纸巾将手擦干 他昨天约王毅没成功 便想着要下点狠招 没想到这一招居然真的奏效 慕婉卿急忙回复王毅 慕婉卿 我爸妈还在家呢 我去楼下的火锅店等你好吗 王毅 在家 那岂不是更加的刺激一些 慕婉卿 呸没个正行 你要是不来 我自己也能解决 王毅 为之发我 我马上到 慕婉卿见王毅不像是开玩笑 立马将自己的楼下的火锅店位置 发给了王毅 随后站在柜子前 看着自己买回来的那些睡衣 挑选了一件最满意的穿在身上后 才套了一件抹胸掌裙子在身上 犹豫了一会 又找了一身的衣服 放进了随身的包包里面 上次和王毅的战斗画面 还一息历历在目 王毅的强度确实大 自己这身衣服 很难会留下一个全尸 还是再戴上一套更加的保险一些 一些的准备工作做完 慕婉卿才 小心翼翼地打开门溜出去 生怕惊吓自己的父母 王毅将手机放下 看了一眼身边还在熟睡的折青面 小心翼翼地将折青面的手拿开 拿着自己的衣服 下床走出了卧室之中 王毅在客厅将衣服床上 此时刚好收到了慕婉卿发来的地址 王毅下楼 开着保时捷911 前往慕婉卿所说的火锅店 店面的地方离这里也没有多远 开车20分钟左右的路程 再加上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钟的时间 护青的路上没有什么车 王毅的车速开得极快 他此刻恨不得立刻闪现到慕婉卿的位置 本来20分钟的路程 王毅只用了12分钟 便赶到等王毅到的时候 慕婉卿点的火锅也才刚好上七菜 见到王毅急冲冲地赶了过来 慕婉卿嘴角满是隐藏不住的笑意 哟 不是说没有时间找我吗 怎么就几张照片 就让你这么着急了呢 王毅见慕婉卿打去着自己 也不再着急 反正慕婉卿又不可能跑的了 王毅坐在慕婉卿的旁边 手直接就放在了 那一双白皙稚嫩的大长腿上 才刚见面 就想着赶你老公走啊 呸 慕婉卿怒斥了一声 两只耳朵变得通红 在发现没有人注意到 他们两个人的小动作之后 慕婉卿才娇羞地看了王毅一眼 你是谁老公 真是不害臊 王毅的手搂住慕婉卿的腰 用力往自己怀里面一抱 贴在慕婉卿的耳边轻声说道 那天你叫老公叫的 不是挺兴奋的吗 怎么提起裤子就不认人了呀 慕婉卿脸色越发地红润了起来 虽然他胆大的 给王毅发送了那样的照片 但不代表 他就真的是一个不知廉耻的人 王毅也只不过 是他经历过的第二个男人而已 只不过这个男人 太过于地难以掌握 不然他也不会用这种方式 将王毅约出来 谁提裤子不认人了 慕婉卿看了一眼 自己的裙边 一直徘徊着的手材 永远地继续说道 人家一直穿的都是裙子 特别是里面那件非常特别 慕婉卿刚说完 他便感受到 王毅的心跳在急速地加快 就连放在自己腿上的那只手 也越来越热了起来 慕婉卿那阴唇 只是片刻便被王毅热稳住 慕婉卿原本还顾忌着 这里是火锅店 要不然这一幕 肯定会被人拍摄下来 上传到网上 嗯 他感受到王毅那不老实的双手之后 便瞬间推开了王毅 这这里是火锅店 不能那样 王毅却无所谓地 抱住慕婉卿 那我们换一个包间 呸 你就知道想着点那种事情 慕婉卿扭过头 不敢再看王毅 他不明白 王毅为什么每次接吻 都要伸舌头 虽然是很不错 但有些变态 他将一片毛肚烫好 放在王毅的面前 先吃点菜 等下还不是都听你的 慕婉卿一脸羞涩的模样 更是令王毅食欲打开 王毅小声说道 你先吃 我的菜正在热着呢 慕婉卿的脸 瞬间红润的 像是要滴出血了一般 一个劲的埋头吃饭 不敢看王毅 王毅什么时候 这么油嘴了起来 慕婉卿甚至都不敢说油嘴滑舌 因为他现在根本无法 只是这个四字成语 慕婉卿一边吃着饭 一边忍受着王毅的挑拨 明明平常最喜欢 吃这家店的火锅 可不知为什么 今天却感觉没有一点的胃口 嗯 好了 我们走吧 慕婉卿羞怒着白了王毅一眼 他的想法 全被王毅给撩拨了起来 可在这里 自己又不能做什么 那团伙根本没有办法浇灭 慕婉卿结了账 拉着王毅的手 走出了火锅店 刚走出火锅店 一阵风吹到慕婉卿的身上 顿时令他打了个颤 他刚刚被王毅撩拨得出了不少的汗 被夜间风这么一吹 感觉冰冰凉凉凉的 王毅从背后将慕婉卿抱在怀中 慕婉卿才稍微有些好转 我们接下来去啊 慕婉卿抬起头 看向王毅脸上的笑容 一口咬在王毅的胸口 咬死你咬死你 让你一直看我的笑话 好了 别闹 王毅将慕婉卿的脸 从自己的胸前抬起 对视上慕婉卿那双清澈的眼睛 我担心外面太冷了 等下你感冒了 王毅笑了一下继续说道 当然你要是不喜欢去酒店 在这也不是不行 在这 慕婉卿看王毅从这一旁使了一个眼色 顺着王毅朝着那辆红色的保时节911看过去 瞬间便明白了王毅的想法 呸 才不要呢 万一被别人看到了怎么办 慕婉卿想了一会才继续说道 附近就有宾馆 我们就去那里吧 等一下我还得回家里 不然被我爸妈知道 我半夜偷偷跑出来就不好了 怕什么 被发现了的话 就大方地告诉他们呗 万一你爸妈喜欢我这个女婿呢 王毅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却不可能和慕婉卿结婚 世界这么大 他还得给更多的美女一个家 怎么可能就这么快结婚 哼 谁说要嫁给你了 真是不要脸 慕婉卿紧张地看了王毅一眼 想要知道王毅是不是认真的 如果王毅真的想要和他结婚 那就最好不过 王毅不仅有钱 长得也帅 更关键的是 自己好像真的喜欢上他了 和他结婚 应该是自己最好的选择 丁慕婉卿获得六点好感值 贡献宿主 获得三十万元当前倍率 5 慕婉卿好感值 61 依靠 我们快上去 我已经等不及 想要和你近距离接触了 慕婉卿被王毅拉着 走向不远处的一家 情侣快捷酒店 王毅订了一间情侣房之后 两人便迫不及待地走进房间 房间中幽暗的灯光 照耀在两人的脸上 为他们两人都增添了一层 朦胧的感觉 音乐是十一地响起 约翰 传奇的 All of me 两人随着抒情的音乐声 相拥在一起 互相热吻着彼此 你时而热情似火 时而冷落冰霜 让我神魂颠倒 又无力抓住 优美的旋律 不停地刺激着两人的神经 他们为彼此 褪去着身上的束缚 仿佛坠入水中 却依然能够呼吸 你是如此疯狂 让我失去理智你的轮廓 你的曲线 把你的全部都交给我吧 随着歌曲进行到最后的阶段 两人此时 也已经完全地坦诚相对 两人深情地望向彼此 重重地倒在了床上 哗 水流的声音 在两人的耳边响起 水床不停地将两人弹起 第一 穆婉青不小心 按到了一旁的一个遥控器 床上的一个位置突然升起 随后不停地上下震动着 两人看到这一切 忍不住地突然笑了起来 没想到这个情侣酒店 设备这么的齐全啊 穆婉青说吧 看到床头柜上 摆放的一个盒子 脸上激动地说道 呀 我说 刚刚那首歌的音质这么好呢 原来房间里面 用的还是哈曼卡顿音响 穆婉青说 爸便朝着床头柜走去 当看清那个 他口中的音响之后 脸色越发地红润了起来 哈哈 好一个哈曼卡顿音响 居然还能有售获的功能啊 穆婉青被王毅嘲笑得越发羞涩 扭头瞪着王毅 再笑 再笑我咬死你 王毅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一抹坏笑 是吗 那你可别要错地方 啊 穆婉青看着扑过来的王毅 急忙躲开 却依然无法逃过王毅的魔掌 两人热拥在一起 越发地娇年 王毅趴在床上 享受着穆婉青的按摩服务 倒不是王毅不行 实在是这水床的问题 看起来花哨 但是却不好发力 一整套下来 王毅身上哪哪都发酸 穆婉青确实十分享受这种感觉 他说就像是在云朵上面一样 穆婉青不停地揉着王毅的腰部 想要给王毅积攒怒气 趁着离回家还有一段时间 想要和王毅重新地续上 好了 你也很累了 休息一会吧 王毅一把将穆婉青拉在自己的身前 将头舒服地枕上去 穆婉青见王毅没有想法 也只好做吧 像红小孩一样的 不停地顺着王毅的头发 他此刻越发地坚定内心的想法 自己一定是爱上了眼前的这个男人 和钱没有关系的那种 他每次和王毅待在一起都很开心 一离开王毅就会变得焦躁起来 他已经26岁了 能够分辨得出来这是爱 王毅 你真的会娶我吗 穆婉青刚说出口便后悔不已 他怕自己的这句话会吓到王毅 怕王毅以后 真的就不会再来找自己 好在 他的话刚刚出口 就听到了王毅均匀的呼吸声 穆婉青苦笑了一下 看着怀中熟睡的王毅 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 他真想就一直这么下去 不用去考虑其他那些琐碎的事情 王毅将穆婉青送回到家门口时 穆婉青不舍地抱着王毅 学长 你开车慢点 还叫学长 王毅不满地掐了一把穆婉青 穆婉青原本穿的那件衣服 早就不成样子了 不过 还好他提前在随身的包包里面戴了一套 只不过没有带替换的那搭 不然不会有这么好的手感 嗯 穆婉青娇羞地看了一眼王毅 羞涩地说道 老老公 这才对吗 快回去吧 嗯 穆婉青在王毅的脸上重重地亲了一口 才不舍地打开房间门走了进去 亲亲你怎么从外面回来了 穆婉青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 回头一看 自己妈妈正站在厕所门口看着他 妈我有点饿出去吃了点宵夜 穆婉青妈妈上下打量了一下穆婉青 狐疑地问道 你出去吃宵夜穿成这样 穆婉青看了看自己的小吊带裙子 悄悄地遮挡着胸口 生怕被妈妈看出点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我没找到其他衣服 就顺便穿了一件 穆婉青妈妈没想太多 点了点头 再睡一会吧 天亮了还得上班呢 嗯 穆婉青点了点头 急忙地跑进了自己的房间之中 将房门关紧之后 用力地深呼吸着 护老妈应该没有看出来什么吧 要是被老妈知道 我得丢死个人 穆婉青瘫痪地倒在床上 整个人像是一下子被抽干了所有的力气一般 她的脑海中不断地回忆着 那个男人的身影 和刚刚在情侣酒店发生的羞羞事情 穆婉青嘴角满是难掩的笑意 王毅看了一眼时间 才三点半的时间 肚子不合时宜地响了一声 王毅白天根本没有吃什么东西 又经历了两场的大战 肚子早就饿了 王毅将保时捷911停在路边 朝着一家烧烤摊走去 老板 来四串外腰 两串烤韭菜 一份烤生蚝和一份凉菜 王毅随便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吃着刚上的凉菜 车不错吗 王毅刚吃两口 便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 王毅扭头一看 一位骑着机车的女人 停在了保时捷911的旁边打量着 女人的声音很有预解饭 个子也高高的 女人身穿一身紧身紧身衣 黑色鱼家裤 这身打扮将她的完美S型身材给展现出来 加上女人那预解声音 更是给人一种女王饭 异性资料 姓名 白若雪 年龄 23岁 魅力值 95 摔跤次数 0 白若雪确实很白 王毅看白若雪那裸露在空气中的皮肤 忍不住赞叹 白如凝枝 肤若白雪 没想到大晚上的 只是出来吃个烧口 都能遇到这么一个大美女 白若雪虽然戴着头盔 看不见样貌 但是系统给出的魅力值评分 却不会作假 你刚刚在跟我说话吗 王毅看向白若雪问道 白若雪将自己的头盔摘下 如铺般的黑发 倾斜而下 一张绝美的脸蛋 展现王毅的面前 白若雪的长相非常有变十度 轮廓分明 线条流畅而优美 微微上扬的嘴角 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 光是看上一眼 就让人心跳不已 帅哥 能不能麻烦你帮个忙呀 白若雪自来熟的 坐在王毅的对面 笑着说道 我是一个抖音的博主 平常喜欢拍摄一些 自己骑车的视频 刚刚看你这辆保时捷好帅 不知道等一下 能不能一起拍摄一个视频呢 白若雪眨巴着 亮闪闪的大眼睛 看向王毅询问道 没问题 但这顿饭你买单 没问题 但是价格也只在 146万到267万之间 价格对于一些普通的女人 可能有着不小的吸引力 但是对于白若雪 这种魅力值高达95分的女人来说 其实也只是刚刚入门而已 毕竟像她们这种 能够玩得起机车 还自己是一个小博主的情况下 这100多万 也算不上什么高消费 之所以白若雪 会主动上前打招呼 而是她看出了 这辆车的不同之处 白若雪做一个机车博主 对于汽车 也是有着相当高的了解 她刚刚只是骑车 这辆车从一旁经过 看了一眼这辆保时捷911 便看出 这款是保时捷911中的限量款 910 OSTROZET MEGA SPEEDSTER 这辆车全球只售卖15辆 在一次拍卖市场上 更是刀乐的价格 这种情况下 销售的911 就已经不是光有钱 就能够买得到的 这点对于白若雪 这个爱车人士来说 简直就是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白若雪又看到 开着这辆车的人 居然还长得这么帅 当即便动了 想要结识一下的想法 王毅虽然对车不了解 但是他了解美女啊 白若雪这种级别的美女 主动上来搭讪 他又怎么可能 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白若雪也丝毫没有一点的架子 和王毅一起吃着烧烤 吃饭间 王毅不停地 和白若雪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王毅的幽默风趣 也给白若雪增加了不少的好感度 仅仅只是20分钟的时间 白若雪就为王毅提供了 8点的好感度 王毅吃饱后 擦了擦嘴问道 你要拍摄什么视频 需要我怎么配合你 嗯 是这样的 我刚刚联系了我的拍摄团队 他们马上就过来 王毅点了点头 他们这种博主 有着自己的团队 也是再正常不过的 毕竟他们从文案 拍摄 剪辑等等这些 绝对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 特别是他们这种机车的博主 那些高燃的画面 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够完成的 你抖音叫什么 我关注你一下 我抖音名字叫你的鸭皮 你直接扫我吧 白若雪将自己抖音的二维 马放在王毅的面前 王毅关注了之后 翻看着白若雪的视频 白若雪的粉丝数量还是很多的 有着近80万的粉丝 每条视频的点赞量 也在万两左右 大多数都是以变装拍照为主 视频的开头 以一种清纯可爱的形象 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随着动作变装成一个 超萨超A的女骑士 这种变装的反差感 更加能够留下一些男人的目光 她的视频 也就像她的抖音名一样 账号内除了一些机车的视频外 还有各种的旅游视频 蹦极 攀岩 骑马 各种的极限运动都包含在内 白若雪是那种典型的高级脸 穿搭风格 妆容都十分成熟 一双大长腿 更是将身材的比例给无限扩大 都说腿完年 白若雪的一双大长腿 足有一米一左右 腿上肌肉分布均匀 不像是那种白右瘦的那种筷子腿 而是更加有性张力的酒杯腿 在黑色于家库的素性下 更加的令人心跳加速 在白若雪的视频账号下 粉丝们都是评论着姐姐号 哎 姐姐杀我的评论 王一去老板那里偷偷地买了单 倒不是想要给白若雪一个好印象 只是为了能够看到白若雪更多的资料 丁白若雪资料更新 请查看 异性资料姓名 白若雪 年龄 23 身高 172 体重 51千克 魅力值 95 职业 短视频博主 好感值 23 相熟 摔跤次数 0 奖励 好感值80 驾驶技术 助 奖励值80之后 每增加10点便解锁新的奖励 驾驶技术 王一也不知道 这个驾驶技术正不正规 想想还有点不好意思呢 他们来了 白若雪的话刚落下 王一便听到一阵机车的轰鸣声 王一顺着声音看过去 只见一辆白色的小型机车停在了路边 车上下来了一个穿着可爱的女孩 背上还背着一个背包 若雪姐 女孩刚一下车 就兴奋地冲着白若雪挥手 蹦蹦跳跳地朝着白若雪跑了过来 整个人都充满了活力 眼睛上下不停地打亮着王一 异性资料 姓名 林月蒙 年龄 20 魅力值 93 摔跤次数 零 乖乖 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一下子遇到两个美女 还都是摔跤次数零 两个人的风格还完全地相反 两种不同的体验啊 嗯 这是王一等下 我们就要用一下他的车子拍摄视频 白若雪想了一下继续说道 其他人呢 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 嘻嘻 林月蒙笑着说道 我听你说有帅哥就先赶过来咯 我倒要看看 能被若雪姐 你叫做帅哥的男人到底有多帅 那你现在见到了 对你若雪姐的审美还满意吧 王一见到这么可爱的女孩 忍不住地就想要抓梦一下 哼 我看你也就一般般 林月蒙双手插腰仰着脖子 样子十分的傲娇 林月蒙的复古型头盔 就像是汗死在了脑袋上一样 即使是一直说话 也没有摘下来过 不过这也凭空给他增加了几分可爱 碰 王一用手指重重地敲在了林月蒙的头盔上 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 小孩子说谎话会长住牙的 林月蒙吃痛 看向王一呲牙咧嘴地说道 死 可恶 我可不是小孩子 是吗 明明就还很小啊 林月蒙见王一见兮兮的 瞥了一眼自己的胸脯 然后叹息地摇着头 顿时气愤地想要和王一理论 林月蒙张牙舞爪地朝着王一扑过去 却被白若雪拦了下来 好了 不要再胡闹了 他们过来了 一辆黑色的梅塞德斯 AMG GT50停在路边 车上下来两个男人 在车子的后排座椅上 扔着大包小包的拍摄工具 若雪 这辆保时捷 你从哪里找来的 也太帅了吧 颜哥 这辆车是这位帅哥的 我也是刚和人家认识 白若雪简单地给王一做了一下介绍 颜哥原名叫颜浩 后面那个则是一个小徒弟小白 这两个男人是一个拍摄团队的 是白若雪两人花钱雇来的 一般一些简单的变装视频 他们两个自己就可以完成 但这种包含了技术性的大场面 还需要他们这些专业的团队来完成 这样也能够为他们省下不少的费用 毕竟想要养下这么专业的拍摄团队 本身就是很大的一笔开销 几人简单地商量了一下 颜浩很快便给出了一个视频脚本 王一简单看了一下颜浩 给出的视频脚本 确实非常的专业 敲定好拍摄内容之后 王一几人便将车开着一个封闭路段 开始拍摄 等视频拍摄完成之后 颜浩他们便开始现场 对视频进行一个初步的剪辑 十几分钟后视频剪辑完成 白若雪将视频播放给王一查 看一下效果 视频开头 颜浩开着那辆GT50一脸的冷酷 决绝 镜头一转 坐在后排的林月蒙面 带惆怅地看向车窗外 脸上写满了忧愁与不舍 突然一阵机车的轰鸣声响起 一辆黑色的机车追了上来 车上的白若雪身穿一身黑色的紧身衣 如铺般的黑发随风飞舞 随着白若雪的出现 林月蒙脸上的忧愁 转瞬间变为惊喜 随后则是更多的忧伤 两人对视一眼却近视无言 白若雪便一直跟在GT50的后面 那天纷飞的花雨 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 开出下一个花季 而在白若雪的机车后 小白开着那辆红色保时捷 911紧跟其后 少爷 还要追吗 坐在后排的王毅 轻轻点头 冷声说道 跟着 王毅扭头看向窗外 他看着自己一路追随的女孩 正在拼命地追赶另一名女孩 这段视频虽然只有 简单的30多秒钟的时间 但是拍摄就花费了 足足的两个小时的时间 从灯光 拍摄角度 三人的装扮等等各种角度 全部都精心地打磨和设计 但这段视频的效果 也是令王毅十分地满意 整个视频虽然只有两句话 但是却将白若雪和林月蒙 这种禁忌之恋的爱而不得 和王毅的默默守护 全部表达的淋漓尽致 整个视频在搭配上春尼的音乐 更加将爱情的坚守和奉献 表达的淋漓尽致 这条段评中有配图 怎么样 我们的专业技巧还可以吧 林月蒙拍摄完视频后 又将那个复古式头盔戴在了头上 站在一旁得意地 等着王毅的彩虹屁 王毅点点头 嗯 视频整体都挺好的 就是没有能够 让你戴上这个半永久的妈生头盔 有点可惜 啊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 林月蒙刚要上前和王毅决一死战 就被王毅用手抵住了头 两只小短手挥舞了半天 也没有碰到王毅 这可差点把林月蒙给气死 好了蒙蒙 别闹了 白若雪将林月蒙给拦下 对王毅笑着说道 今天多谢你了 我们还要回去 将视频再次精细处理一下 等视频完全美化好后 我再发给你 王毅点了点头 两个人又加上了微信 白若雪便拉着双手插腰 死死瞪着王毅的林月 蒙朝着自己的机车旁走去 延昊他们也过来 给王毅打了一个招呼之后 开着车离开 等所有人都走后 王毅看了一眼 时间已经快早上六点 王毅坐上保时捷911 朝着宝格丽酒店赶去 也不知道自己出来了这么久 折青 念醒过来了没有 折青念舒服地在床上伸了一个懒腰 但动作幅度刚大一些 就感到下体传来一阵撕裂感 折青念的眉头紧皱在一起 但脸上随即又满是幸福的表情 他伸手朝着一旁摸去 却什么都没有 折青念的眼睛猛然睁开 王毅居然不知道 在什么时候离开了 王毅躺过的地方 就连一丁点的温度都没有 折青念顾不上身体的疼痛 急忙下床寻找王毅 他找遍了卫生间 浴室 书房 健身房 所有房间都找了一遍 也没有看到王毅的身影 折青念靠在客厅的沙发上 身体瞬间瘫倒在地 两行泪水随着自己的眼角 慢慢滑落 原来我哪怕将自己完全地交给他 也没有能够将他留在我的身边吗 折青念无法接受 王毅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夺走后 就离开的行为 他此刻万念俱灰 根本不知道自己以后应该怎么做 他靠着沙发双手抱着双腿 坐在地上无声地痛哭着 第一 折青念突然听到房门声响起 他激动地站起身 朝着门口的方向看去 王王毅 王毅看着满脸泪水的折青念 一时之间也有些感到愧疚 但还是装出一副不解的表情 怎么还哭了呢 折青念朝着王毅快速跑去 一把扑进王毅的怀中 紧紧抱住王毅 你你去哪了 我好害怕你不要我了 折青念梨花带雨的模样 是个人看到都会心疼不已 王毅自然也不例外 王毅腾出一只手 将折青念的脸抬起来 轻轻地擦掉他脸上的泪水 傻瓜 我怎么会不要你了呢 王毅将另一手举起来 拎着各种各样的早点 我想着 你昨天一点东西都没有吃 醒了肯定会 呃 就去给你买早点去了 折青念看着王毅手中 各式各样的包子 油条 豆浆 破涕为笑 笑着笑着 又突然哭了起来 折青念狠狠地吻在王毅的嘴唇上 混杂着泪水的味道 让两人都觉得 这个闻有些苦涩 折青念实在是太感动了 没想到王毅这么为自己着想 一大早就为了自己去买早点 不知道自己爱吃什么 就将所有的早点都买了一遍 他此刻恨不得将自己的所有 都交给眼前这个心爱的男人 王毅 我爱你 折青念眼泪不停顺 啄眼角滑落 但嘴角却在不经意间上扬 绽放出甜美的笑容 眼光中满含着温柔 期待与深情 王毅微微一愣 但马上反应过来 认真的看向折青念那动情的双眼 一字一句地说道 傻瓜 我也爱你 折青念正要再说这些什么 却被王毅拉着 坐到了餐桌前 饿坏了吧 先吃点东西 王毅一拉 折青念顿时感到身体一阵的疼痛 他直到现在才注意到 自己身体的不适 王毅见折青念眉头紧皱 将早点放在餐桌上后 便将折青念紧紧抱住 还痛吗 折青念微微点点头 脸上却满是幸福的表情 嗯 每动一下 就像是要被撕裂了一样 王毅将折青念抱起 放到了餐桌的椅子上坐下 那这两天就好好地休息一下 公司那边就不要去上班了 折青念摇摇头 不用 稍微休息一下就可以 我只要不是迈步 太大都没有关系 折青念明白王毅的意思 自己跟上王毅这种富家公子以后 自然是不用再上班的 可折青念 却并不想这样做 他身边也不乏有很多的朋友 嫁给一些有钱人的例子 他们在自己老公的建议下 都辞去了原来的工作 在家相夫教子 可却越来越被自己的老公看不起 都选择了在外面偷心 对他们更是时常打骂 所以折青念知道 自己哪怕是成为了王毅的女朋友 也不能放下自己现在的一切 他要保持自己原有的生活 这样才能更好地延长自己的花期 王毅也没有强求折青念 笑着点了点头 将一个包子递给折青念 快吃吧 一天都没有吃东西 肯定恶坏了 嗯 折青念看着王毅 小口地咬着手中的包子 他原本以为 王毅只是贪图自己的身子 却没想到 还能够这么地细心 观察自己的一切 给自己做出一些暖心的惊喜 虽然只是一顿早点 但这对于王毅 这种有钱人来说 更加地难能可贵 两人在餐厅简单地吃完了早点 王毅抱着折青念 回到了房间继续休息 王毅嘴上说着 是让折青念好好地休息一下 其实也是想要补一个觉 王毅忙活了一晚上 都还没有好好地睡一觉 折青念躺在王毅的怀里 像是一只温顺的小猫 等王毅睡着之后 折青念没有丝毫地睡意 但他也不敢乱动 生怕惊醒正在熟睡的王毅 他认真地打量着王毅的五官 想要将王毅的一切 全部记录在自己的脑海中 下午三点的时间 王毅才悠悠地睡醒 刚睁开眼便看到折青念 那水灵灵的大眼睛 正忽散忽散地看着他 王毅你醒了 折青念仰起脖子 在王毅的嘴上轻轻一吻 甜甜地笑着 嗯 折青念的后脑 被王毅的手按住 王毅霸道地吻在 折青念的阴唇上 强烈地吻 瞬间便将折青念俘虏 他十分享受王毅这种霸道地吻 折青念双手抱住王毅的腰 忘情地与王毅相拥 可动作幅度稍大一些 便忍不住地倒吸一口凉气 王毅与折青念两唇分开 王毅好笑地 掐了掐折青念的脸蛋 身体还没有养好 就不要想着那种事情了 折青念被王毅的话 羞得脸发烫 他能够感受得到 王毅的浴火也正在上涨 折青念背齿轻咬下唇 贴近王毅耳边轻声说道 如果你真的想要的话 我那里也可以给你的 折青念说 完遍害羞地低下了头 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自己能说出这种话来 他生怕王毅觉得 自己像是一个不知廉耻的女人 为了一点身体上的欢愉 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王毅表情一致 他确实没想到 折青念这么地主动 主动地想要 折青念的下巴微微抬起 看向那一双好看的毛子 轻笑着说道 傻丫头 我们以后的日子还很长久 不急于这一时的 等你将身体养好之后 我再好好地收拾收拾你 折青念听完之后 用力地点了点头 两个眼眶再次地红了起来 像是随时都会落泪一样 没想到王毅 居然还能考虑到 自己的身体状况 折青念被王毅 无微不至地关心 更加地着迷 并折青念好感值加5 关系宿主获得25万元 当前被律5 折青念好感值 73 依靠 折青念的好感值只差7点 便能够获得好感值奖励 而折青念的好感值奖励 是技能卡一张 这张技能卡 虽然不能让王毅 直接地拥有大量的财富 但也是一件赚钱的好工具 这张技能卡 能让王毅 获得任意一项技能的 大师级水平 王毅就算只是 点满自己游戏技能 也可以去打职业比赛 开直播为自己赚钱 也可以用更加精湛的技术 获得一些女人的好感 毕竟有一些女人 可不单单只是用钱 就能摆平的 这个时候 一些顶级的技能 更加能够为自己加分 王毅打定主意 一定要尽快地 将折青念这张技能卡 给捣到手 最好是今天就能够完成 折青念在王毅的帮助下 穿好衣服 在一起腻歪了一会后管家 也准备好了午餐 两人简单地吃了一下后 王毅便带着折青念 离开了宝格丽酒店 折青念看向正在单手 开车的王毅 轻声问道 王毅 我们现在要去哪啊 去4S店 4S店 折青念疑惑地问道 你要买车吗 嗯 王毅点点头说道 不过准确一点 来说是给你买车 给我买的 折青念心中一惊 他驾照 都拿到守五年的时间了 可一直也没有 拥有一辆 属于自己的汽车 他也很羡慕那些 能够开车上下班的同事 再也不用挤地铁 忍受地铁和公交上 那些色狼的骚扰 干嘛突然要给我买车啊 折青念虽然激动 却还是小心地问道 以为我想要给你送一件礼物 王毅扭过头 深情地看着折青念 你都把自己全身心地交给我了 我也不知道 怎么表达我对你的爱意 就想着给你送一件礼物 王毅画风一转 继续说道念念 你不会觉得 我没有心意吧 没没有 一哥哪怕做什么 我都很喜欢的 哪怕你 只是能够多陪我一段时间 我都会很开心的 折青念激动的 不知道说这些什么 虽然王毅表达爱意的方式 很简单粗暴 但是折青念就喜欢这种方式 以王毅的消费条件 送自己的车 该不会是奔驰宝马一类的吧 折青念想着自己以后 开着一辆宝马上班的 一众同事羡慕的目光 就忍不住的兴奋 丁折青念好感值加二 恭喜宿主获得十万元 当前倍率 五 折青念好感值 75 依靠 王毅收到系统提示的好感值提升 嘴角微微上扬 王毅当然不只是为了折青念考虑的 为他买车 第一是为了能够更快地提升好感值 王毅见到张三的时候 第一眼就发现张三的与众不同 张三虽然穿得破破烂烂的 浑身上下一股死老鼠的臭味 但是身体却恐无有力 一身的剑子肉 气质也觉得不像是普通人那么简单 王毅便赌 这个张三不是普通人 想要将其收入麾下 而事情也的确像王毅预料的一样 张三答应成为自己保镖 半个小时后 王毅将车停在法拉利的4S店门口 折青念的眼睛忍不住地睁大 一张阴唇也无意识地张大 一哥 折青念不可思议地看向王毅 你不会是要给我买法拉利吧 折青念原本想着 王毅能够给自己买一辆4万10万的奔驰 或者宝马就非常难得 可没想到 王毅居然直接带着自己 来到了法拉利的4S店门口 他虽然不懂车 但是法拉利和宝马的区别 还是能够明白的 这法拉利最便宜的一辆车售价 也在200万以上的价格 怎么 你不喜欢 王毅下车看着 还坐在副驾驶的折青念问道 折青念连忙下车摆手说道 不不是的一个 我只是觉得 这车太贵了一些 你其实给我买辆奥迪之类的 就可以了的 王毅笑着拉起折青念的手 我王毅的女人 值得最好的 折青念一瞬间 便被王毅这霸总一般的发言给迷住 他之前看那些霸总电视剧 总是觉得尬得很 可当这一幕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时 折青念才明白 自己为什么电视剧中的那些女主会 被霸总迷得不要不要的 这着迷的是霸总的发言吗 着迷的是霸总给你花的巨额消费 折青念还没有从震惊之中走出来 王毅便拉着他 朝着4S店的大门走去 王毅还没有走到大门口 便看到一个身穿职业装的女人 小步迎来 女人打开手中的遮阳伞 为王毅两人遮挡住烈日的暴晒 两位好 我是法拉利4S店的销售顾问顾小婷 很高兴能够为您服务 顾小婷刚入职法拉利半年的时间 但却已经连续三个月 成为了法拉利的金牌销售顾问 正是因为他足够的能够放得开 直到自己想要获取成功 就应该放弃一些东西 好比如自己的脸皮 在这个社会上 只有脸皮够厚才能够吃得开 遇到喜欢装嫩的 顾小婷便将自己年龄说大5岁 碰到国外的留学生 就说自己中专毕业 甚至是没上过大学 就崇拜他们这种有学历的人 总之就是一件事打出阶级差 让所有的顾客 能够在他这里 得到一种无形的满足和情绪价值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这才能够吃得开 我给两位仔细地介绍一下 顾小婷主动应接王毅两人的举动 被其他几名销售顾问看着 眼里冷笑不已 这个婊子真是会表现 看人家有钱就主动地倒贴上去 真是下贱 长成这个样子 还好意思出来丢人现眼 真是不知廉耻 几名女销售站在一起 对顾小婷评头论足地讥讽着 他们自己本身就是年轻 又充满了活力的女人 能够被法拉利招位销售 更是在容貌上有着过人之处 他们也全部都凭借着自己的外貌 销售出去一两辆车 但却始终被这个顾小婷给压一头 他们就差直接表明 自己的可以奉献上一切了 也比不上顾小婷的销售额 他们便认为 这个顾小婷一定有着十分厉害的床上功夫 要不然长成这个样子 还能开那么多单 他们失败了 永远只会想着是别人的原因 却没想过自身的问题 只要稍微动一下脑子便能想到 顾小婷就算是真的和他们一样 是卖身体开单 那那些大量的女性 也是在顾小婷那里下单 是为什么 这种问题是个人都能想到的 但他们却都装作不知道 不点破 因为他们不承认 有人比自己更优秀 他们更加擅长泼脏水 推卸责任 王先生这里便是我们的展台 我们目前所有在售的车型 这里都有 顾小婷指着一旁的一辆跑车说道 这款Roma是我们的经典款 搭载39T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马力可达到620匹 是一款优雅的GT跑车 目前的官方售价 也仅需276万 王一点了点头 法拉利向来只生产跑车 之前虽然也研发过一辆 他们的品牌理念不符 毕竟只要一听到法拉利 人们的心中出现的关键词 都是跑车 性能 轰鸣声等等 他们如果反而去生产一些 SUV之类的商务车 反而是适得其反 不仅要消耗大量的研发成本 还很有可能不被消费者买单 因为在商务车的领域 消费者有着更好的选择 法拉利官方完全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 顾小婷很明显地 从王毅的眼神中看得出 王毅对这辆车并不感兴趣 不是因为价格太高 暗地里正在想办法 给他制造一些小麻烦 王先生可以再看一下 我们这款法拉利296 搭载30T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有GTB和GTS两个版本 是一款混合动力跑车 售价在299万到348万 这边这款是12Sylindry 搭载65LV12发动机 最大马力830匹 售价在598万至958万 顾小婷不停地为王毅 介绍着每一款车的性能和价格 企图看穿王毅的预估价位 但不管是哪一款 王毅的神情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就好像价格对于他来说 根本无所谓一样 王毅虽然没有任何的购买倾向 但顾小婷却越介绍越高兴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王毅绝对不是普通的有钱人 顾小婷正要继续介绍 却被王毅打断 顾小姐 辛苦你了 我们先自己讨论一下 等一下再教您 见王毅这么说 顾小婷也继续纠缠下去的想法 好的王先生 有什么需要您随时叫我 顾小婷说 晚便转身离开 只留下王毅和哲青 念两人在展厅中 王毅将哲青念抱在怀里 轻声说道怎么样 有没有喜欢呢 哲青念摇摇头 我我也不懂车 王毅你看你喜欢哪辆 就买哪辆好了 哲青念当然是想着 买得越贵越好 但他不能吃相太难看 不然很容易引起王毅的反感 所以这种事情 还是王毅做主最好 顾小婷从展厅走出来 来到服务台前 对着一个女孩说道 小米 麻烦给王先生送些点心去 听听见 我正要去办公室打扫呢 麻烦你找其他人吧 小米说完也不等顾小婷说话 便急匆匆地朝着办公室走去 顾小婷眉头一皱 又找了三四个服务人员 都用各种的理由拒绝了他 哟 这不是我们的销关吗 怎么不去陪着自己的大客户 来这里转圈呀 什么大客户 给介绍了那么多款车 没有一个要买的意思 我看那 就是某些人热脸贴了别人的冷屁股 我看人家根本就没有想买 一旁的三个女销售 正冷嘲热讽地说着酸话 顾小婷明白 一定是他们在中间做的手脚 可顾小婷懒得和这群人争执 毕竟只有钱赚到了自己的手里 才是最重要的 顾小婷没有理会三个人 自顾自地准备了一套的点心和茶水 朝着展厅走去 王先生 哲女士 两人先吃点水果吧 顾小婷将点心和茶水放在一旁 正准备离开 让王毅两人再考虑一会 却再次被王毅叫住 等一下 王先生有什么吩咐的吗 顾小婷站定看向王毅两人 镇定地看着两人 王毅微微一笑 店内现在有法拉利SF90吗 SF90是法拉利首款混合动力车型 且在性能 技术 设计等方面都有诸多创新和突破 但大多数男孩子 了解这款车都是因为行程的一位兄弟 并且还赋予了这款车一款独属的音乐 也只有这位兄弟 是真的在叫兄弟们爱自己 有的王先生 请这边跟我来 顾小婷强压下自己内心的激动 带着王毅前往展厅的另一边 SF90不仅是车出名 更重要的是 价格也是十分的出名 最低的配置 王毅对于这辆车也是十分的喜欢 大红色的外形也适合 折青念这样的女孩子 就这一辆 麻烦开单吧 王毅的话 瞬间就震惊了折青念和顾小婷 他们都没有想到 王毅居然只是看了一眼 就要直接下单 王先生不用着急的 我知道这些钱 对于王先生来说不算什么 但是毕竟是大几百万的消费 王先生还是要谨慎才行 顾小婷激动归激动 但还是让王毅多考虑一下 顾小婷能够看得出来 王毅今天是一定会消费的 既然王毅一定会消费 又干嘛不留一个好印象给对方 毕竟像这样的富家公子哥 又不会只买一辆车 而且 这种有钱人的身边 可都是有钱人 只要和王毅打好关系 那来找自己买车的人还少吗 这便是顾小婷的高明之处 王毅微微一愣 他有点喜欢上这个顾小婷了 不是男女关系的那种喜欢 而是对顾小婷的行为 做事上感到惊讶 不用再看了 直接给我开单就可以了 这辆车的选配要最高配置的 所有能够选配的全部都要 顾小婷看王毅确定了 后证要点头准备办理手续 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折青念开口了 王毅会不会太贵了 顾小婷的夸奖 让折青念的脸上笑意更浓 顾小婷继续说道 但王先生也在想办法 给您配置最好的 只有最好的车 才能配上您这样的女朋友 顾小婷的一番话 让王毅和折青念度十分的受用 折青念更是下意识地 用力抱紧王毅的胳膊 深情地看向王毅那俊朗的五官 如果不是顾小婷还在这里 折青念一定会毫不顾忌地吻上王毅 好了 你们去办理手续吧 折青念在王毅的事宜下 跟着顾小婷一同去办理各种的手续 而王毅则留在展厅这里 四处闲逛着 手续那里 他懒得去烦心思 自己只需要等着付款就可以了 其他的事情 他懒得麻烦 王先生 真羡慕你的女朋友 能够找到您这么优秀的男朋友 三个女销售 穿着高跟鞋 卖着大长腿 朝着王毅走来 高跟鞋在地板上 发出一阵悦耳的哒哒声 三个女销售搔手弄姿 不停地卖弄风情 都使出自己的全部的手段 准备将王毅这个唐僧肉 给吃进肚子里 王先生年纪轻轻 就能花费大几百万的费用 购买一辆法拉利SF90 真是年少有为啊 三个女人叫真真 艾艾连连 真真很自然地 上前挽住王毅的胳膊 不知道的人看见 还以为他们是相恋多年的情侣一样 艾艾也很是懂事的 从一旁拿起一串葡萄 摘下一粒 放到王毅的嘴边 王毅张开嘴 将嘴边的葡萄含入口中 刚一咬破那冲林的汁水 便充斥整个口腔 哥哥喽 哥哥就连吃葡萄的样子 都这么的性感 真不知道哪方面 该多么的令人愉悦呢 连连千娇百媚的 在王毅的耳边哼击着 完全一副 已经自我达到了顶点的模样 他们三个人原本想着王毅 只是想要先了解一下车型 根本没有买车的意愿 可谁能想到 王毅居然真的给 顾小婷那个婊子开了一单 而且还是大几百万的SF90 再向王毅所说的满配 那是要进千万的价格 光是提成 就是进六位数的价格 他们怎么能看到 顾小婷的婊子这么如意 所以 他们三个人当即便打定主意 要想办法抢走这一单 哪怕是当场和王毅表演 一段赤身搏斗 也得抢走 他们自知自己的容貌 比不上王毅身边的哲青念 但哪有不吃心的猫 而且 他们三个人一起上 体验感自然是不一样的 都说法拉利每销售出一辆车 就会失去一个女销售 那现在一下三个骑上阵 他们就不相信拿不下王毅 别样的享受 王先生 我们姐妹三个 想要和您彻夜长谈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呢 王毅嘴角微微上扬 一左一右的 将其中两个女销售揽在怀里 王毅双手上下齐用 只把三女给逗得咯咯咯直笑 蛇小姐 价格已经为您核算完毕 全部配置下来的话 落地价一共需要缘 听到顾小婷的话 蛇青念心跳猛然加速 他没想到 只是一辆车就价值千万 而且 这辆车马上就会是自己的 顾小婷看车 蛇青念激动 默默地将包好的橙子 放进他的手中继续说道 不过蛇小姐 可能还需要再登上一段时间 车子等全部配置好 可能需要一个星期以后 才行不过蛇小姐可以放心 到时间 我们会将拍照和保险 全部为您准备好 蛇青念用力点了点头 他不在乎这辆车 什么时候能好 只要是属于他的 上面签的是 他的名字就好 顾小婷等蛇青念 将所有的手续办完之后 站起来伸出手笑着说道 那就恭喜蛇小姐 成为我们法拉利尊贵的车主 降下来 只要等王先生付完款 就全部完成了 蛇青念急忙握住顾小婷的手 满脸是笑 王先生当然会付款 但这个单子 可不是你完成的 一个奸细的女人声音响起 顾小婷看向大门外 微微有些吃惊 只见王一正 左拥右抱地搂着三个女人 走进了休息室中 而这三个女人 正是一直跟自己作对的 真真 爱爱 连连 真真一脸得意地走上前 直接无视了蛇青念 看向顾小婷说到 王先生已经答应了 将这笔订单归于我的 顾小婷你 还是把订单给我吧 哲青念不可置信地 看着被两女挽住胳膊的王毅 不敢相信 王毅这么快 就和另外的三个女人 不清不楚的 但哲青念又不知道 应该要怎么办 毕竟毕竟王毅可是要给自己 买下那辆价值 近千万的法拉利的 现在现在就等 王毅付完款那辆车 就真的是属于他的了 顾小婷见王毅 站在那抿着嘴不说话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顾小婷突然笑着说道 既然是王先生的意思 那自然听王先生的 顾小婷没有任何的犹豫 将手中的单子 直接给了珍珍 珍珍没想到 顾小婷这么爽快地 就将订单给了自己 这比自己预想的 要清风太多了 珍珍激动地 和自己的两个姐妹 对视了一眼 随后急忙跑回王毅的身边 一个 我们重新再办理一次手续好不好 晚上我们三个人 你想怎么样都可以的 珍珍话音刚落 另外两个女人的身体 靠王毅更近了一些 贴何处甚至都有些变形 王毅轻笑道 问我干什么 我就是一个付款的 你去问这个车子的主人啊 珍珍脸色一僵 朝着折青念看去 她脸上露出一丝的厌烦之后 脸色又立马转换 一副陪笑的模样 看着折青念 上前笑着说道 姐姐 我们再走一遍流程怎么样 上面有些地方 需要改成我的名字 折青念看着珍珍没有好脸色 自己只是离开了一会 就被这三个狐狸精 趁虚而入 珍珍将折青念没有动作 便小声说道 姐妹我们都是出来捞的 给松个口嘛 车子依旧还是你的 我只要提成而已 折青念伸手打掉 珍珍手上的一打单子 瞪着眼说道 谁跟你这个贱人一样是捞女 我才跟你们这种 勾引别人男朋友的狐妹子不一样 珍珍看着散落一地的单子 眼底露出一抹利色 但很快又消失不见 一哥 你看看他吗 他刚刚还动手打我 珍珍哭着扑进王毅的怀里 哭哭啼啼的 我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姐姐 才让姐姐这么讨要 如果真的做错了 还希望哥哥能够帮我 和姐姐说说 不让姐姐生我气 艾艾也急忙在一旁说道 一哥 姐姐脾气这么火爆 你也能忍受啊 不像我们家珍珍 就是太善良 太懂事了 才会被人欺负 就是一哥 这么不懂事女朋友 你还要啊 连连见两个姐妹都出手 自己也只能不能忘记拱火 如果现在 能够将这个女人给赶走 那这辆法拉利 SF90说不定就是给他们买的了 折青念听着这三个绿茶的发言 更是恼怒不已 她恨不得上前去 直接将三个人的脸给抓烂 一旁的顾小婷 见折青念 身体都因为生气 而止不住地发抖 上前悄悄地给折青念顺着气 折小姐不用担心 王先生不是这种人的 折青念一愣 瞬间冷静了下来 王毅确实不像是会做出这种事情的人 要不然 自己也不可能会喜欢上王毅 只不过王毅现在要做什么 他确实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王毅到底在闹哪一处 PS 今天是验证期最后一天 感谢兄弟们的支持 明天开始三更 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入书架一下 毕竟写的题材你们也明白 很容易进小黑屋 虽然进去的时候我照常更新 但没进入书架的 无法继续阅读 希望大家多多理解 一哥 既然姐姐不同意 想要干嘛不将车子写你的名字啊 珍珍眼神忧怨地看着王毅 双眼满是止不住的春色 双眼像是勾欠了一般 蒙上了一层薄薄的水雾 王毅嘴角微微上扬 看了一眼折青念和顾小婷 可王毅却继续说道 不过 我刚刚在展厅看到 那里有一样线车 不知道是不是在出售 展厅的线车 珍珍微微一愣 不明白王毅说的是哪个 倒是一旁的连连率先反应了过来 一哥是不是说的 那辆黑五世 在场的所有人 除了折青念以外 所有人都眼中一辆 一哥你问的是 那辆黑色的法拉利SF90 珍珍小心翼翼地试探性询问着 王毅轻轻点了点头 没错 有什么问题吗 那辆车不受卖 卖卖卖 当然卖了一个 您等我来 珍珍激动的脸上 满是兴奋的表情 众人跟在他的身后 朝着那辆车走了过去 蛇青念见顾小婷也跟了过去 站在原地稍加思索后 也跟了上去 在一个不显眼的位置 停放着一辆有些落灰的黑色跑车 虽然车上布满了薄薄的一层灰尘 但却依旧挡不住 车上那辆到发光的TPU高亮黑 这辆SF90黑五世 不同于法拉利以往红车黑顶 虽然红色是法拉利的经典款 但见多了之后 真的绝对有些普通 反而是这种辆黑色 更加的令人眼前一辆 这辆车原本是一个大哥买下的 整辆车原本也是红车黑顶 但大哥想要更加的与众不同一些 想要做出一些改变 在经过各种的挑选之后 选中了这款TPU高亮黑车模 整辆车更是进行了一个全车的改装 光是四个轮子的MV4纸三片 锻造陶瓷黑轮骨 就在漂亮国内辆 足足预定了五个月的时间 原厂碳纤维的部位 也改成了车身同色系的TPU碳纤维膜 整个内饰依旧保持了黑红色的主色 给人一种极具色彩的视觉冲击 可等车改装好之后 大哥因为生活作风的问题进去了 大概是那种很难出来的那种 手下的财产 也被自己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老婆 和各种说不清的儿子 抢的没有啥了 这辆车等改装好之后 大哥的家人 直接让法拉利4S店帮忙售卖 可这辆车的改装费用和时间成本 根本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得起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不是爱车的人 根本不会为这辆车多车的 那高昂的数百万改装买单 这辆车便一直扔在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而至于这些销售 当听到王毅想要购买这辆车的时候 震惊不已 不是对于王毅的消费能力震惊 而是因为这辆车除了常规的提成以外 大哥的家人更是给出了天价的悬赏金额 足足68万的额外提成 这是他们未来三至五年都赚不到的 王毅刚刚随便一晃便看到了这辆车 瞬间便被这辆车的外观给吸引 一哥 这辆车实在是太符合你的气质了 简直就是为你量身定造的一样 珍珍在一旁咯咯咯直笑的 身体更是不停地与王毅贴得越来越紧 生怕王毅哥不满意 就让自己那几十万的额外提成飞走了 好 那就这辆车一块签约单子吧 王毅淡淡地说道 语气中没有一丝的起伏 真的 太好了 一哥 珍珍激动地直接蹦了起来 什么玩意 就你那点姿色 也想被一个看上 要不是为了一会 平分那六十八万的提成 老娘 能跟你一起陪男人 珍珍见所有人都在投笑 心中虽然恼怒 却不敢发作 一哥 那我先去签单子吧 嗯 王毅点了点头 便自己脉步 朝着休息室走去 连连和艾艾 走到珍珍的面前冷哼一声 便急忙跟上王毅 王先生 您可真是太有眼光了 这辆黑武士 就一直在等着 像您这样的一位勇士 来带走他呢 法拉利的经理 一听那辆黑武士 居然被人买走了 而且 一下子就是两辆车 当即便坐不住 想要认识一下 这位富家公子 如果能够攀上 这种富家公子 他自己以后的路 也会更宽一些 珍珍见经理过来 底气更足了一些 经理 你可不知道 我为了拿下王先生这笔单子 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呢 经理欣慰地看了一眼珍珍 他自然也知道 这些女人的手段 但没想到 王毅身边有这么漂亮的 一个女人了 居然还能看得 上珍珍他们这种高等级玩家 也是看王毅 年龄应该也不大 等完多了就知道 这种女人 到底有多势力也和烂了 但这些对于经理来说 根本不重要 甚至王毅是否购买 这两辆车都不重要 他在乎的 是是否能搭上 王毅这条金服 经理笑着 将所有的文件 递给王毅笑着说道 劳烦王先生看一下手续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在上面签上字后付完款 这两辆车子 就是您的了 原先的那辆法拉利 SF90是925万元 这辆黑武士的价格 则高出了近三分之一的价格 黑武士1193万 两辆车一共是2118万元 王毅看着手上的各种文件 长松了一口气 将所有的文件 再次放到了哲青念的面前 念念 在手续上签字吧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王毅 没有人会想到 王毅依旧要将车子 写上哲青念的名字 而且是两辆车 全部都写上哲青念的名字 给给我的吗 哲青念原本以为 自己能够保得住王毅的喜欢 就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可现在王毅依旧将选择 将两辆车送给他 他的眼中一时间被泪水沾满 泪水不停地在眼眶中打转 似乎下一秒 泪水就会夺矿而出 并哲青念好感值加三 恭喜宿主获得15万元 当前被绿五 哲青念好感值 78 依靠 哲青念扑进王毅的怀里 双手紧紧地抱住王毅的腰 小脸不停地 在王毅的衣服上蹭着 将泪水全部擦在了王毅的短袖上 王毅哭笑不得地 将哲青念抱住 轻声道 好了 把鼻涕都蹭我衣服上了 你还说你还说 小姑娘见王毅还在笑话自己 不停地掐着王毅腰部的嫩容 珍珍见哲青念这么快 就和王毅和好了 脸上殷勤不定地 死死瞪着王毅怀中的哲青念 虽然她也没想凭自己 这一回的功夫 就能让王毅将车子 改成她的名字 但她看到哲青念 什么也没做 就得到了价值2000多万的车 就恨得牙痒痒 她凭什么就能比自己命好 她凭什么躺在那个男人的怀里 抱着她撒娇的 应该是我才对 她只不过 是比我更早地认识了王毅而已 珍珍强迫自己露出笑容 不让别人看出自己的不自在 没关系没关系的 只要我努力一些 王毅迟早会给我买更贵的车 现在现在 只要我把这68万的提成拿到手 才是最重要的 珍珍又看向自己的两个塑料姐妹 心中一阵冷笑 两个傻子还真以为 我会给他们分这笔钱吗 真是可笑 这些钱全部都是我的 王先生和哲小姐 真是狼才女貌 想必两人一定有着一段 十分难忘的感情经历 经理的一番话 将哲青念从感动之中拉回现实 他从王毅的怀里起来 用手擦掉脸上的泪水 哲青念将合同上的字签完之后 珍珍迫不及待地 上前接住那两份购车合同 这可是几十万的提成啊 马上就全是我一个人的 珍珍眼中的兴奋再也掩盖不住 他忍不住地大笑着 我我的单子 珍珍眼看单子就要拿到手 王毅却直接从哲青念的手中拿走 珍珍见识王毅拿走了单子 也不敢生气 裴笑着说道 王先生 我明白的这笔单子签成之后 你要我怎么样都行 再难的任务 只要是主人您吩咐的 我都可以完成的 经理听到珍珍的话 脸色微微有些难看 这种女销售私底下出卖身体 换取单子的事情 大家都明白 也是他们这一行里 心照不宣的事情 但珍珍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将这件事情 拿到明面上来说 就惹怒了经理 这种事情私底下怎么样都没有关系 可一旦拿到明面上 就是在抹黑法拉利这个品牌 如果这件事情被公司知道了 他这个经理也免不得要被罚 但王毅还在 经理也只能忍着不发作 连连和爱爱在一旁 也明显感觉到了气氛 似乎有些不太对 他们这次很聪明的 没有配合这个塑料姐妹 反而站在一旁冷眼看着 珍珍被利益和妒忌 占满了整个大脑 丝毫没有发现任何的不对劲 易哥你要是担心 我骗你 我可以先陪你等我们睡醒之后 再签单子也可以的 珍珍说着 便拉着王毅朝着外面走去 想要和王毅修成正果 王毅微微侧身躲过珍珍的手 冷着眼看着她 我什么时候有说过 这两个单子是给你的 王毅冷着一张脸 看着珍珍 语气冰冷 珍珍扭过头 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王毅 将手中的两个单子 放进了顾小婷的手中 顾小婷低眉看了一眼珍珍 像是在看垃圾一样的不屑 不不怎么会这样 这不是真的 珍珍不可置信地扑向王毅 她无法接受 自己费尽心思 结果还是一场空 王毅是没有明面答应 可他当时的态度 不就是默认了自己的行为吗 原来原来从一开始 自己就在被他玩弄啊 他想要问王毅 为什么要这样的戏弄自己 可还没有扑到王毅的跟前 便被赶来的保安给按住拖了出去 连连和爱爱在一旁 看着这一幕不敢说一句话 他们只庆幸 他们刚刚没有去帮珍珍 要不然被拖出去的 还得再多两个 经理上前一脸担忧地问道 王先生您没事吧 真是不好意思 让您受惊了 王毅摆了摆手 掏出系统 给予的那张金卡递给顾小婷 在上面签上你的名字 付款提成就都是你的了 顾小婷接过王毅授手中的金卡 笑着看了一眼王毅 王先生为什么这么相信我 顾小婷可不会觉得 王毅是喜欢他 才把两个单子都给他的 他对自己的长相 有着清晰的自知之明 这个世界上 可没有那么多的霸道总裁 爱上我的戏码 王毅笑了笑 没什么 只是凭借着自己 努力赚钱的人才 更应该支持不是吗 顾小婷听到王毅的话 心中微微一酸 他工作这么长的时间 因为自己的努力 受到了不少的排挤 王毅还是第一个支持他的人 顾小婷没有矫情 利落地在单子上签字后 拿出POS击刷卡 第一 顾小婷将金卡还给王毅 收到那辆法拉利SF90 已经和哲小姐沟通过了 一周后来提车就可以 而至于那辆黑武士 我们会为王先生 办理好所有的手续 三天后便可以收到车了 王毅点点头 这辆车子 还在之前的买主名下 像办理过户 可以提供这些服务 那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嗯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 顾小婷看向王毅那双眼问道 我不明白王先生的意思 王毅轻笑道 你还打算在这里工作吗 就没有想过 要换一个地方工作 这其实才是王毅的 最原本的打算 他就是要看看 顾小婷在面对自己的单子 和提成被抢时 会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顾小婷虽然全程并没有做什么 但王毅依旧对他很满意 因为顾小婷的不作为 则是因为 他看出了王毅的用意 这样一个聪明能干的人才 王毅想要将他为自己工作 王毅虽然有了系统 但却并不想只依靠系统 他想要打造一个 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 而人才则是最重要的一环 换一个地方工作 顾小婷嘀咕了一句后 摇了摇头 不咬王先生 我打算出去旅游散散心 顾小婷经过刚刚的闹剧 已经厌烦了这种 职场上阴险狡诈的生活 他已经打算找经理辞职了 今天拿到这么大的一笔提成 他完全可以去做些其他的事情 不用再每天想着 怎么处理同事之间的关系 也好 那就助你能过上 自己理想中的生活 顾小婷意味深长地看了王毅一眼 突然笑着说道 我还以为王先生 会用各种的高薪和优越的条件 来打动我呢 可没想到 王先生就准备这么简单的 就放我走 那我如果许诺你百万年薪 你会落下来吗 顾小婷与王毅相视一笑 都没有再说话 他们之间都清楚 王毅无论提出什么条件 顾小婷都不会选择留下 因为此刻只有自由 才是顾小婷最重要的事情 一切办理完成之后 经理加了王毅一个联系方式 王毅才知道 这个经理姓刘 顾小婷上车之前 看着王毅说道 王先生未来的商业帝国 不知道能不能给我留一个位置呢 也许哪一天 我混不下去了 说不定还要靠王先生赏一口饭吃 我这里随时等你 王毅开着车离开4S店 哲青念坐在副驾驶上面 带笑意地看着王毅 哪怕王毅的手 在他的腿上停留多久 他都笑嘻嘻地 没有一点不适的感觉 这反而让王毅有些不适应 他还是喜欢看哲青念 那副娇羞的模样 这样反而会减少很多的乐趣 王毅将车停在哲青念家的小区门口 哲青念下车不舍地看着王毅 王毅你要不要上去坐坐 哲青念期待地看着王毅的眼睛 想要听到自己想要的回答 就不了 今天也不早了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处理 王毅笑着将哲青念抱紧怀里 柔声说到傻丫头 我们之间要走的路还有很长 不急于这一时的 哲青念用力地抱紧王毅 他懂得这个道理 可他就是舍不得王毅 想要时时刻刻地跟着王毅的身边 但他也明白 这是不可能的 像王毅这样优秀的男人 根本不属于任何一个人 哲青念起头 主动献上自己的香吻 忘情地与王毅贴在一起 两久两人才不舍地分开 一条精硬的丝线 从两人之间越来越长直至彻底锻炼 好了 快上去吧 嗯 哲青念点点头 一步三回头地走进小区里 朝着王毅用力地摆摆手之后 藏进了小区门后 他看着王毅坐上车离开 看了很久 才朝着自己的出租屋中走去 王毅自然明白 哲青念叫自己上去做做是什么意思 他也没有什么事情 但依旧选择了拒绝哲青念 不能给一个女人太多 不然只会让对方更加难以满足 只有让对方时时刻刻地念着你 想着你 你才可以更好地掌握对方 王毅开车找了一家洗车店 将车子里里外外地全部清醒了一遍 等车子洗好 王毅看了一眼 时间差不多该幼儿园放学了 王毅给张灵发了一个消息后 便开车去幼儿园 将小楠楠接回了公寓里 妈妈我和小医叔叔后来了 小楠楠刚进门便高兴地喊着 张灵从厨房里面探出头 看着两人笑了一下后 便返回厨房继续忙着 楠楠乖 和你王毅叔叔好好玩会 饭马上就做好了 嗯嗯 小楠楠用力地点了点头 主动地去拿出自己的玩具和王毅玩 饭做好后 两大一小作在饭桌前开开心心地吃着饭 途中三人说说笑笑的 王毅不停给小楠楠夹菜的动作 更是让张灵感动不已 自己已经这个年纪了 还能和王毅在一起 做那些没羞没骚的事情 更难得的是 王毅还对自己的女儿这么好 小楠楠也这么喜欢王毅 张灵看向王毅的眼神越发地温柔 此刻王毅哪怕是要让张灵 将所有的存款都交给她 恐怕张灵也会毫不犹豫地全部给王毅 不是张灵太容易轻信别人 实在是她孤独太久了 林姐 车钥匙给你 王毅放下碗筷 将手中的车钥匙递给张灵 张灵看了一眼之后 又推给了王毅小义 男孩子在外面用车 比较多着车你 就开着吧 不用了姐 你的车我一直开着也不合适 你以后接男男上下学也不方便 张灵见王毅态度坚决 也没有再说什么 点点头将钥匙收下 张灵犹豫了一会 才不好意思地说道 小义你明天有事吗 没事啊 怎么了姐 没事的话陪姐去趟4S店 姐给你买辆新车 张灵的话 让王毅差点将嘴里的饭喷出来 这富婆是真准备保养自己了 都开始给自己送小汽车了 那下一步是啥房子 王毅急忙解释道 姐 你误会 我的意思了 王毅将张灵的手握住 深情地说道 我跟灵姐在一起 绝对不是为了你的钱 我是真的喜欢灵姐你这个人的 叮张灵好赶值加1 恭喜宿主 获得5万元当前倍率 5 张灵好赶值 79 依靠 王毅见张灵的好赶值奖励 只差最后一步就能到手 不停地想着办法 再进一步将其拿下 张灵一脸的感动 也不在乎自己女儿 是不是还在一旁 突然一下 便吻在王毅的脸上 小野 我知道你不要姐的钱 但是姐不知道 要给你一些什么才好 你就收下姐的心意好不好 让姐安心一些 王毅点了点头好 不过4S店就不用去了 姐你随便给我买辆车就行 王毅知道 如果不接受房东太太的心意 那她就会一直想办法补偿自己 所以王毅便让张灵自己 看情况买辆就行 她也不跟着去4S店 这样张灵就只能将车 挂在她自己的名下 不管什么时候 这辆车也都还是张灵自己的财产 张灵自然也明白王毅的心思 她被王毅这种 时时刻刻为自己着想的心思 深深打动着 她扭扭捏捏地看了一眼 一旁独自玩耍的女儿 上前将其抱着 南南乖 早点回房间 睡觉好不好 妈妈今晚 有大事 要和你小一叔叔 谈彻夜长谈 张灵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王毅 眼中竟是掩藏不住的春意 不要 我要小一叔叔陪我睡 小南南双手插腰 撅着小嘴道 张灵一愣 眼睛一瞪 你在说什么 小一叔叔怎么能陪你睡觉呢 我不骂 我不骂 为什么妈妈 都可以和小一叔叔一起睡觉 我就不可以 张灵见小南南在沙发上 不停地打着滚 默默地看了王毅一眼 她自认为和王毅已经隐藏得极好了 却没想到 还是被自己女儿给发现了 王毅笑着上前将小南南抱在怀里面 用力揉了揉小南南的头发 南南乖 女孩子是不可以轻易和别人一起睡觉的 可可 为什么小一叔叔可以和妈妈一起睡觉觉呀 小南南眨着眼睛 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 那是因为妈妈生病了 小一叔叔要给妈妈拔火灌 拔火灌 小南南一脸不解地看着王毅 不明白王毅的意思 对啊 偶尔你妈妈也会给小一叔叔 做一些保养什么的 妈妈你生病了吗 张灵听着王毅的那些话 脸红得像是要滴出来血了一样 听到女儿的话 也只能尴尬地点点头 对 我和你小一叔叔 再互相给对方治病呢 诺 那小南南乖乖地让妈妈 陪你睡觉好不好 嗯 好吧 等哪天我生病了 小一叔叔也要给我治疗一下哦 小南南天真的话 让王毅一时之间不知道应该怎么接 只好带着小南南回到房间 将其放到床上盖好了被子 小一我 好了 王毅握住张灵的手 笑着说道 灵姐你好 好陪南南睡觉 咱们的事情以后有的是时间 嗯 张灵胸前被王毅袭击了一下 他不自觉地发出一声低难之后 急忙捂住自己的小嘴 生怕让自己女儿听见 张灵红着脸点了点头 走进屋子中耐心地哄着小南南睡觉 王毅回到自己家里躺在床上 突然收到了白若雪的消息 白若雪视频链接 白若雪 王毅 咱们的视频冲上热搜了 王毅打开抖音 查看白若雪的主页 置顶视频中有一条上百万点赞的视频 王毅打开视频看了一遍 视频比自己上次看的时候 经过了一些美化 让整个视频看起来更加的有感染力 视频中的林月蒙 白若雪 王毅三人真的将那种爱而不得的氛围 给展现了出来 白若雪今天刚发布到抖音 立马就引起了大量的网友喜爱 仅仅只是半天的时间 就破了百万点赞 白若雪更是涨粉数十万 并且 这个趋势还在不断地上上涨着 王毅点开评论区 大量的网友在上面留言 哇 这不是我家月蒙小公主吗 她居然和若雪私底下是好友爱 月蒙和若雪 私下里不会真的是在一起了吧 这也太般配了 若雪姐姐的身材好好啊 我舔我舔我在舔 大量的辅女不停地苛白若雪 和林月蒙的CP 这可是他们的精神食粮 但还是有不少的网友 被视频结尾中的王毅给震惊到的 虽然王毅只出现了几秒钟的时间 但王毅却是这里唯一一个有台词的 再加上王毅俊朗的五官 只是一瞬间便吸引住大量网友的视线 结尾最后的这个帅哥是谁 长得好像我老公啊 就没有人能够找出他的信息的嘛 如果找到麻烦告诉他 他失散多年的老婆正在找他 不用找了 这是我老公谢谢大家的喜爱 但我们没出到的想法 姐妹们 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的吗 不知道 我们每次见面 他强得让我嗓子都喊哑了 我根本没办法问他叫什么名字 王毅看着这些评论只摇头 这群网友实在是太恐怖了 王毅 恭喜 我看到一个大网红正在冉冉升起呢 白若雪 少打拒我 你在评论区里面都快成糖僧肉了 白若雪 你是不知道 我的粉丝正在群里面追问你的信息呢 有些人甚至原因花一千块钱 只为了知道你的名字 王毅 都怪我怪我还是不够低调 白若雪 别得了便宜还卖卖说真的 没有打算做短视频的想法吗 以你的条件和现在的热量 可是一个好机会呢 王毅 大可不必 我可没有出风头的习惯 王毅原本也想过 做一个短视频博主 没事分享一下自己做饭的视频之类的 这样也能给自己增添一些收入 可现在他已经不用再为了钱去烦恼了 都有系统了 谁还去打工啊 白若雪没想到王毅想也没想 就拒绝了他 他还以为凭借着自己的样貌 时间涨粉几十万 如果能够长期的合作下去 他一定也能在抖音这个平台上 成为一个顶流的博主 可出世卫洁身先死 自己还没有脉步 就直接被宣告失败 白若雪 娜娜不知道 以后还能不能再合作拍摄一些视频 白若雪 当然 我可以给你一些报酬的 白若雪发送出去之后 紧张地等着王毅的回答 他怕王毅拒绝自己 但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紧张 对了 一定是担心王毅拒绝自己 会影响自己以后的流量 弟弟 白若雪急忙拿起手机 小心翼翼地 看向与王毅的对话框 王毅 不用了吧 果然 他果然还是拒绝了我 白若雪突然感到心中空落落的 像是失去了一件重要的东西一样 他双眼渐渐变得有些无神 直愣愣地看着前面 不知道在想着些什么 足足几分钟的时间 白若雪才回过神 他正琢磨着 怎么回复王毅的信息 却突然发现 自己刚刚愣神 完全没有发现 王毅后面还有几句话 王毅 不用了吧 王毅 咱们这个关系 谈钱就不太合适了 王毅 只要我有时间 可以无偿为您提供服务的 Yes 白若雪兴奋地直接从床上蹦了起来 他此刻 那富裕姐的形象全无 更像是一个收到礼物的小女孩一样的开心 我我们这个关系 王毅说的是什么关系 白若雪看着王毅的信息 不知为何 有点慌张的感觉 丁白若雪好感知加五 恭喜宿主获得25万元 当前倍率 5 白若雪好感知 28 香熟 王毅看着系统突然蹦出来的好感知提升提醒 有些发猛 自己也没有做什么 怎么就提升好感知了 白若雪 娜娜改天有合适的视频脚本的话 我和你约时间 王毅答应了下来 便和白若雪自己困了要睡觉 王毅关闭对话框 便打开了抖音 发现苏小悠和华尔都正在直播 王毅点开华尔的直播间 显眼的飘频信息便出来在了直播间中 欢迎一神进入直播间 一哥你来了 华尔这几天没有看见你好想你啊 华尔看见进入直播间 立马变起来了精神 华尔本身只是一个平面模特 根本没有什么才艺可以表演 在家他刚直播没多久 根本不会整活 直播间的观众 大多数也只是冲着他的那些名人名士的黄粉 才看他直播的 但是他直播全程 就是在直播间和观众聊天 一来二去的大家发 现没有什么有意思的内容 也就都没有继续看下去的心情 直播间现在能有个二百来号人 还是王毅上次给兄弟们发福利时留下的 此刻华尔看见王毅进入直播间 瞬间变来了精神 他想着王毅能不能再给他来一波的流量 义神送出嘉年华X1 义神送出嘉年华X2 谢谢义神送来的十个嘉年华 多谢义神 华尔的声音 直接让死气沉沉的弹幕活了过来 那些潜水的水友纷纷活跃了起来 卧槽 义神回来了 义神真有实力 上来一句话不说 先给十个嘉年华 王毅你们慢慢玩 我就过来看一下 义神走了 怎么刚来就走了吧 义神应该去小悠那边了 我想是要给大家发福利了 那还等什么啊 兄弟们冲 卧槽看着直播间里那些少得可怜的观众 苦笑着摇了摇头 卧槽一神牛逼啊 这些水友刚进入直播间 便看到满屏的嘉年华特效 王毅的嘉年华已经连送了九十多个 一直到九十九才停了下来 苏小悠正在直播间中唱着一首小情歌 自从上次王毅怒悟刷上百万的礼物给苏小悠之后 苏小悠的一些直播切片被水友上传到了网上 苏小悠直接便爆火了起来 其中苏小悠唱小幸运的视频 更是令大量网友喜欢上这个可爱唱歌又好听的女孩 苏小悠在那之后 也快速地找到了自己的直播路线 如何在抖音上变现 抖音变现的方式 简单来说 其实就是五种 一中视频计划 二带货 三礼物打赏 四广告收益 五星图达人 像橱窗带货 商家达人 直播间带货 都是带货中的一种 而苏小悠现在做的 就是靠礼物打赏中的其中一种点歌来完成变现 直播间的粉丝 可以用打赏礼物的方式来点歌 以此完成盈利 但很明显 这种方式效果方式 是之前的一些直播平台完剩下的 现在根本没有太多的人来 只是单纯的为了听你唱歌的 苏小悠也只是依靠着 之前的热度直播间的观众 一直居高不下 虽然现在还有这两万多人的观众 但苏小悠自己也能感觉得到 直播间肯刷礼物的人越来越少 她每天的收益也在急剧下降着 网络这晚饭就是这样 如果你没有办法 去创新不够吸引眼球 用不了多久 就会失去流量 苏小悠一首歌唱完 王毅的99个嘉年华也刚好刷完 一哥你来了 你这几天都没有来我直播间呢 王毅苦笑着摇摇头 这个苏小悠刚直播没几天发言 也变得开始有些绿茶了 一哥你想听什么歌呀 我唱歌给你听好不好 苏小悠的话一出 谁有顿时不乐意了起来 唱歌干什么 一神就不是来听歌的 对 一神是来给兄弟们发福利的 发福利发福利 直播间的所有人都在不停地刷屏 让王毅给搞点福利看看 王毅 还等什么 随机连麦吧 一神牛逼 一神太帅了 一神 你是我的神 苏小悠明白 自己唱歌根本没有什么热度 也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开始了随机连麦 随机到了好几个 王毅都有些不太满意 主要是对方的魅力值 居然连一个超过75的都没有 一神这么多美女 都没有和你胃口的呀 一神兄弟们 其实也不挑的 等一下我们不看脸就是了 对 我光听声音就出来了 都不用动手的 王毅看着这一群的色蓝 真是拿他们没有办法 王毅 好好 这个办法好 兄弟们快冲 把你们珍藏的女神 都给我拿出来 直播间的人急速下降着 又突然的上升 每个人都在直播间里面 发送着自己 正在直播的女神名字 一神一神 我想看江小翻翻 他那个身材 真的是绝了 我想用他做晚上的素材 算了吧 江小翻翻直播间 和本人区别太大了 而且根本不录 还是看圆歪歪的吧 我想看看他那颗防伪痘 谁有没一时间七嘴八舌的 所有人都在聊着自己的女神 王毅看了一遍 看到有很多人 都在刷牛仔裤 先天圣体 王毅不明白 这个先天圣体是什么意思 便退出直播间搜索了一下 齿将王毅 简单打开了对方的主页 简单地了解了一下 先天圣体 就是一个网络热格 大概就和古希腊掌管 牛仔裤的神式一个意思 异性资料 姓名 正仙 年龄 24 魅力值 91 摔跤次数 2 魅力值91 刚刚及格的程度 不过齿将的跳舞视频 确实是很不错 尤其是被牛仔裤 包裹住的双腿 和那翘臀 简直是太难人了 王毅返回苏小悠的直播间 发送弹幕 王毅 连齿将吧 让他给大家热舞一段 牛逼 我要看他转身 一神 你就是古希腊掌管福利的神 兄弟们 纸巾已就位 苏小悠刚申请连线 对面便直接同意 齿将直播间的粉丝并不多 只有2000人左右 姐姐 可以打成PK吗 好啊 你想怎么玩 齿将点开了苏小悠的直播间 看到有2万多的观众 当即便有些反悔 姐妹你2万多的观众 跟我PK不太好吧 齿将也担心 苏小悠给定一些 比较过分的惩罚 一时之间也有些担忧 所以 想要先定下来惩罚 再决定要不要PK 如果处罚不是太过分的话 再答应下来 毕竟PK所用的礼物 一半都是落进 她的口袋里面的 没有人有理由拒绝钱的 苏小悠这种单纯的傻白甜 自然是听不懂 齿将话里面的意思 她还以为 齿将要拒绝和她PK 弟弟 苏小悠看到手机上 弹出的信息 天天笑着说道 没关系的姐姐 我只是听我家粉丝说 姐姐的舞跳得很好 等下姐姐PK输了的话 姐姐给跳的 拿手的舞蹈就行好不好 不过 我家粉丝要求姐姐 要转身才行哦 齿将听到 只是要跳个舞而已 并不算过分 而且点名要自己转身 看来是预谋已久的 不然不知道自己的这些信息 小悠我跟你PK 肯定是输的 我直播间都没有大哥等下 我这个舞都是跳定了的 苏小悠等了一会 一直没有说话 等手机微信响了几声之后 才继续说话 那这样姐姐 我让直播间的观众 给你点一下关注 等一下姐姐输了的话 我这边大哥 再给你送点医药费怎么样 PS 医药费指的是两方主播PK 输的那一方 会收到银芳大哥的礼物 这种只会出现在 大主播的直播间 小主播很少见 苏小悠这些话 自然是王毅教的 他可不明白 这其中的弯弯绕绕的 他只要拿找王毅 给他发送的信息 一字不差地念出来就可以了 苏小悠的话刚说完 齿将便看到 自己直播间的人数 在急剧上升 眨眼间的时间 就来到了一万家的观看人数 自己的后台 也不断地收到 被关注的提示短信 仅仅只是两分钟的时间 他的粉丝量 便增加了一万三 这这是怎么回事 对方的粉丝 都这么有凝聚力的 么一家军报道 兄弟们便潜水了 让齿将看看 我们一家军的诚意 一家军散兵一号 请求降落 一家军吹尸般小毛报道 密密麻麻的弹幕 不停地刷着 齿将几乎看都看不过来 大量的互动弹幕 让齿将的直播间热度 也跟着提升 更多的人 也不断地涌入直播间之中 齿将没想到 还没有开始PK 自己就增加了一万多的粉丝 那对方所说的医药费 岂不是更加夸张 好呀 妹妹既然这么有诚意 我再拒绝 就是我的不对了 嗯嗯 那我等下再联系姐姐 苏小悠将连麦挂断 再次和齿将连线开启PK 齿将在第一时间 就关闭了 他明白自己没有什么 能够吸引观众的 所以干脆让自己直播间的人 都看对面的表演 哈哈 这个主播是赚钱最容易的了 往镜头前一坐就是发呆 日收轻松过十万 没办法 谁让人家被一神看上了呢 感谢一神送来的嘉年华 感谢我一神大哥 齿将眼睛一下子就直了起来 这个叫一神的 一口气就送了六个嘉年华 直播间的氛围也被直接带动 水友们也跟着开始打一些散票 零碎的小星星 跑车 热气球不停地飘着 齿将的血量 瞬间便将苏小悠的血量狠狠地压住 齿将刚开始 还在为自己直播 捐来了一个大哥而兴奋 可看直播才明白 这是对面直播间的大哥 过来给他刷见面里了 感谢一神的支持 一神有时间 也可以带来我们直播间做做 我可以单独给一神跳几段舞蹈哦 齿将直播间 从来没有来过这么阔气的大哥 六个嘉年华 那可是一万八的现金啊 他直播三天 都赚不来这么多的钱 这种大哥不抓紧机会抱大腿 还在等什么呢 一神 只要你等下给兄弟们跳舞卖力点 兄弟们高兴了 礼物就不好 少了你的 卧槽 还得是一神啊 有什么都想着兄弟们 这个一家军我当定了 一神现实中准备开公司吗 我想给你打工 这种男人到底是谁在谈 我为什么就遇不到 齿将没有任何的犹豫 急忙关注了王毅的抖音 并发送过去自己的微信号 齿将 加我V 看小猪配七七早 王毅没想到 这个齿将这么有趣 当即便加了对方的微信 王毅 好好播 礼物少不了 齿将看到王毅的信息 更加的有利了一些 一家军的兄弟们放心 我保证等下的舞蹈 足够的劲爆 王毅间这边 已经烘托得差不多了 便返回了苏小悠的直播间里 你们瞎说 一哥才不会喜欢别人呢 苏小悠气鼓鼓地和弹幕争吵着 看到王毅回来后 立马笑了起来 看到没有 我就说一哥会回来的吧 哼 苏小悠傲娇地撅着小嘴 直播间 谁又还在不断地打去着苏小悠 小悠 你再不懂事 一点一声 就真的捧弃他的主播去了 小悠还没有想好 要以身相许吗 不好好把握 真的会失去的 苏小悠看着直播间的弹幕 脸上也有些担忧了起来 他只是单纯了一点 但可不是傻子 他明白 王毅不可能无缘无故地 就给他刷这么多的礼物 并且还教他各种方法去应对的 而自己和王毅面都没有见过 王毅的索图 自然也就只有一个东西 也许 我应该先和一哥见个面 如果一哥 长得还可以得话 好像找他做男朋友 也挺好的 一哥一直都这么照顾我 人体贴又温柔 多近 只要不是找得太差近 我应该都可以接受的吧 苏小悠想着想着 连脸都变得红润了起来 整个人害羞地不敢看向镜头 生怕被别人发现 自己的小女儿心死 苏小悠看着屏幕上 那不断飘着的各种礼物特效 下定了决心 弟弟 王毅看着苏小悠给发送的私信 愣了一下神 直播间的礼物特效 也跟着断了下来 苏小悠 哥哥 下周六我去护城找你玩好不好 带你在护城好好地玩玩 紧接着 直播间便满是嘉年华的特效 虽然苏小悠说是来玩几天 但到时候到底是谁玩 那可就不是 能够游得他能够做主的 随着倒计时结束 齿将也打开了麦克风 小悠 你家一神打得人家好痛啊 苏小悠看了看自己的血量 将齿将的血量 打得几乎都看不到一点 苏小悠不好意思地 吐了吐舌头姐姐 可不要忘记答应我们的惩罚悠 放心吧 我答应了一神和兄弟们的事情 当然不会出而反而 齿将很聪明地说 是答应的王毅 和直播间的粉丝的惩罚 将苏小悠从中给挑了出去 这样一来 能够捧一下王毅拉近 两人之间的距离 也可以将苏小悠的一些粉丝 转变为自己的粉丝 兄弟们快 准备好欣赏 来自牛仔裤圣体的顶级诱惑了吗 兄弟们 有看见我的耳机那么草 我抽纸哪去了 等一下洗洗睡吧 别找抽纸了 齿将播放了一首卡点音乐之后 缓缓地从镜头前站起 他上身是一件大领口打底衫 下身则是一件紧身铅笔裤 一头浓密的飞发 被一个红色大蝴蝶结砸起 自然垂落着 兄弟们 就是这口啊 这牛仔裤给我汗撕在身上 就爱看这个 齿将看向镜头妩媚一笑 镜头前的水友 便感觉自己的心 好似瞬间被一只手抓住了一样 随着音乐的响起 齿将急忙后退 将全身斩露在镜头前 齿将随着音乐的旋律 不停地扭动 送胯 纤细的五指 从脖梗中缓缓向下抚摸 一对小巧的雷 也跟随音乐的节奏上下 不断起伏着 最要命的则是 齿将对于表情管理的能力 一双眼睛风情万种 脸上的两抹红韵 更是给人一种强烈的迷离感 脸上的表情 就好像一位娇俏的女孩 正在不断低声喃喃一般 随着音乐来到结尾 齿将也缓缓地转身 那完美的臀部 在牛仔裤的包裹下 更加地完美 大幅度的抖动 更加是让所有人预念横生 转身了齿将 转身了也轻回 兄弟们不聊了 一个手打字不太方便 切 不管刚当的齿将 有多么的诱惑 但对于现在的我 已经索然无畏 兄弟 这么快就进入闲者模式了呀 弹幕中青一色的色蓝 正在不停地输出 至于到底是名词还是动词 又或者是正在进行时 这就不太清楚了 一神送出嘉年华X1 一神送出嘉年华X10 一神送出嘉年华X100 谢谢 谢谢我一神送出的 一百个嘉年华 齿将激动地大声地尖叫着 这一百个的嘉年华 先不说能够让他得到多少钱 光是这一波礼物 给他带来的流量 便是一笔很大的数字 只要他接下来的半个小时 把握好机会 他还能够再借助这个机会 涨粉最少一万 齿将没有犹豫 继续跳着舞 直播间的水友 更是不停地沸腾着 拼命地刷着弹幕 直播间的人数 也在不断地上升着 一神 兄弟们好好玩 我就先撤了 一神放心 我今天定大战的八百回合 楼上兄弟小心身体 强鹿灰飞烟灭啊 王毅退出直播间后 苏小悠见自己直播间的人 也全部进到池江那边看跳舞了 他便也关闭了直播 苏小悠刚刚一激动 和王毅说 下周六要去见他 可现在他却有点慌张了起来 万一王毅真的长得很丑吗 那自己到时候 想跑跑不掉怎么办呀 我要不要再叫上两个闺蜜 陪自己一起去 这样也安全一些 苏小悠躺在床上 久久无法入睡 对于下周六见王毅的事情 感到担忧 但又有些莫名的期待 王毅正准备关闭直播间 却突然看到 自己的关注列表中 有人刚刚开启了直播 王毅一看 居然是白若雪在直播 点进直播间后 王毅便看到 整个弹幕里面 大部分都是在询问 白若雪视频中的 那个帅哥的名字 若雪你就告诉我们吧 我们只不过是想 和他研究一些坤字诀 姐妹你自重一些好不好 我也只是 想和他一起玩游戏而已 和他爱惜你奶妈对吧 要我看 是他蒙添人家打击吧 白若雪摇头直苦笑 他没想到 自己粉丝都是这么的饥渴 不好意思姐妹们 人家暂时没有 玩网络的想法 不过我已经和对方说话了 以后会多合作一些视频的 等以后这个帅哥 有玩网络的想法的话 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姐妹们别想了 我看就是若雪 自己有想法了 想要独吞这个帅哥 不想给姐妹们分享 若雪真是的 有这种优质的资源 也不说拿出来公平竞争 王毅没想到 自己居然已经变成了 这群女人口中的唐僧肉 真是见到 就想要啃上一口 一神送出嘉年华X1 一神送出嘉年华X3 一神送出嘉年华X9 谢谢 感谢一神送来的嘉年华 白若雪看着一神 这个ID思索了一会 点开了对方的主页 主页里面什么都没有 一条视频都没有 甚至连关注和粉丝量都是零 王毅在苏小悠的直播间 打赏了两条 自然有不少的关注他的抖音 现在王毅的粉丝量 也有着一万多 只不过是被王毅给隐藏了起来而已 白若雪看着这个 ID叫一神的账号 莫名觉得是王毅 名字都有一个意字 而且能送出这么贵的礼物 也符合王毅的财力 王毅刷了几个礼物之后 便退出了直播间 弟弟 王毅打开微信 看到有几个人发来的未读信息 白若雪 王毅 你抖音ID是不是叫一神啊 王毅看了一眼没有理会 现在都凌晨二 45了 自己现在哪怕回复不是 对方也不太相信 反而不回复 才更加不容易引起怀疑 华 一个你真是的 来人家直播间送几个礼物 就走 连那些谁有都跟着走了 人家现在的直播间 就和人家的内心一样空荡荡的呢 则不会是做启蒙老师的 就连茶艺 也比普通人更浓烈一些 还变相地暗示出 自己的空虚寂寞了 王毅 内心空虚 就想办法填充一下 华 这不是没有时间找男朋友吗 不知道一个 你有没有时间 卧槽 王毅直呼好家伙 这姐妹 现在不会正在一边喘着 一边给我发信息吧 这些女人开导自己的时候 也要有一个新幻想的吗 王毅 东西我有 但我怕你掌握不了 画 没关系 我这可是有两个 你能够掌握的呢 则 王毅没有再继续回复画的信息 主要是 这女人实在太可怕了一些 光是这几句话 就把王毅给撩拨的火气十足的 等一下泄火都找不到地方了 王毅正准备关掉手机 却听见手机又响了起来 张灵 小毅你睡了吗 王毅 还没有呢 怎么了灵姐 张灵 小楠楠睡着了 你能不能过来一趟 王毅嘴角微微上扬 两只眼睛忍不住地眯了起来 王毅 怎么了 灵姐你家又有活跃帮忙吗 这个是王毅和张灵 两个人才知道的事情 两个人第一次干柴烈火 就是张灵叫王毅 去他家疏通下水道事发生 张灵看着王毅的信息 忍不住地催了一口 张灵 呸 你说这些都不脸红的吗 王毅 能够为灵姐效劳 是我的荣幸 王毅的话 让张灵的脸忍不住地红了起来 没想到这个臭男人 这么地油嘴滑舌 油嘴滑舌 好像确实有点 张灵 你到底来不来 不来我可睡觉了 王毅见张灵要生气的样子 再加上自己 刚刚被画给勾起的邪火 还没有地方释放 便欣然同意 王毅 等我 张灵那五妹的脸上 露出一个好看的笑容 他将手机放下 耐心地等待着王毅的到来 他原本将自己女儿哄睡着之后 也想要睡觉来着 可不知为什么 就是睡不着 总感觉身体痒痒的 脑海里面 还总是闪过王毅的身影 他看了一眼熟睡的女儿 悄悄地下床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张灵忙活了半天 却没有感到有丝毫的减退 反而让他更加地期待了起来 他之前这么多年 明明都这么过来的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却失笑了 他如果没有遇到王毅 没有经历和王毅之间 发生的事情的话 可能还能被此满足 但等真的享受过那种感觉 被一束光填满 整个漆黑的房间之后 被那股暖阳 罩在身上的温暖 便再也不会忘记 也不会再只满足于 眼前的这一点小小的欢愉 他忍不住地给王毅发信息 想要将被自己女儿 打扰到的二人世界 重新建立起来 此案 房间门被推开 王毅的头从门缝之中 探了进来 林剑 那我先去卫生间给你干活 王毅脸上那件兮兮的表情 和挑逗的语气 让张灵小脸飞红 他起身拿起身旁的抱枕 朝着王毅用力扔去 可起身的时候 身上的毯子悄然滑落 露出大量的雪白 王毅一把接住抱枕 进门转身 将门关好笑着说道 那要是卫生间不急的话 我先给你 王毅猛然跳起扑在床上 张灵笑着躲避着王毅那 不老实的手不停地笑着 哥哥哥哥哥 小一你动进小点 等下把楠楠给吵醒了 张灵生怕被自己的女儿 发现他和王毅躺 在一张床上 如果被发现 他真的就不知道 要怎么面对自己闺女了 两个小时后 王毅舒服地伸了个懒腰 张灵趴在王毅的身上 幸福地看着王毅脸上 满是幸福的表情 果然还是这样 更加有满足的感觉 王毅看着怀里的翘妇人 入手处满是柔软 张灵虽然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妈 但是身材确实没有丝毫地走样 反而更是有了一种别样的韵味 这种味道 无论是可爱小巧的程嘉宜 还是美艳动人的慕婉清 都是不会拥有的 张灵的年龄 也更是处于容易欲求不满的状态 好在王毅足够的年轻 还拥有着系统强化后的身体 张灵的好感之奖励 也只差一点就可以拿到手 张灵也感觉到 王毅像是比之前更加的厉害了一些 他高兴的同时也有些担忧 他害怕越是这样 自己就越是想要 不是怕自己会上瘾 而是怕这样会伤到王毅的身体 小一我们以后一星期一次 不不不两次就好了好不好 王毅一愣 不明白张灵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为什么是准备剃裤子 不认人了呀 张灵白了王毅一眼 手用力地掐了王毅一下 疼得王毅直咧嘴 臭东西 我还不是担心你的丑东西 次数太多对身体不好的 王毅没想到张灵是在担忧这个事情 他用力地将张灵抱在怀里 用力地亲在了张灵的眉头上 跟你哪有够的 我死在你身上都可以 呸呸呸 你说什么胡话呢 王毅看着张灵着急的样子 笑着将张灵的话握住 放心灵姐 我身体好着呢 我还怕你哪一天会经受不住呢 放心灵姐 我身体好着呢 我还怕你哪一天会经受不住呢 王毅还真的不是说大话 毕竟张灵的好感之奖励是肌肉 苏小悠下周六也就空降了 要知道 苏小悠的奖励 可是刀枪不入的黄金圣啊 这两样的一种 就能让张灵哭天喊地的 到时候 张灵还不得天天和王毅求饶啊 真的 张灵眯着眼看着王毅 想要知道 王毅说的是不是真的 虽然他很怀疑 王毅话里面的真实性 但是对于这种极致的满足 试问哪个女人 能够抵抗得住这种诱惑 更何况是一个 守寡多年的女人 这对于她简直就是 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妈妈 你们在做什么啊 张灵突然一愣 一双眼睛瞪得贼大 她看向门口的位置 自己女儿不知道 什么时候进来了 她都没有发现 小南南揉着睡眼惺忪的眼睛 撅着一张嘴 妈妈是生病了吗 怎么又找小一哥哥拔火挂啊 对对妈妈生病了 小一哥哥正在给妈妈治病吗 南南乖 快点回去睡觉好不好 张灵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语气紧张地急忙解释着 她想要上去 将南南给抱回房间去 可自己现在不招片履的 根本没办法从被窝里面出来 如果她和王毅 小南南两个人 任意一个单独相处 她都可以坦诚相对 但偏偏就是 当两个人都在的时候 她反而不行 总不能现在就和自己闺女说 我给你找个爹吧 不要 我要和妈妈一起睡 小南南可不管这些 她从床尾掀开毯子 便钻了进去 张灵惊慌地 想要让女儿 回去自己房间睡觉 可不管怎么说 小南南都不听 没一会的时间 就已经趴在她的胸口了 小南南胖乎乎的小脸 在张灵的身上蹭了蹭 嗯 妈妈好软呀 小医叔说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很软 才和我妈妈一起睡觉的 王毅笑着捏了捏 小南南的脸蛋 对啊 我可喜欢你妈妈了呢 王毅的话 让张灵心头一软 她看向王毅甜甜地笑着 好了 小南南乖快点睡觉觉 张灵见女儿已经爬上来了 还能说什么 用手拍着南南的后背 哄着她睡觉 没一会的功夫 小南南就进入了梦乡 看着自己可爱的女儿 张灵和王毅对视了一眼 都笑了起来 张灵原本休息得差不多了 都想着要和王毅再站一回合的 也好检验一下 王毅是不是真的 像她说的那么厉害 结果居然又被自己的女儿 给打搅了 无奈只能是先补一叫 王毅两人对视了一眼 将小南南相拥在怀里 闭上了眼睛 小医小医 王毅睁开眼睛 见张灵正站在自己的床头 张灵将一个三明治 和一个牛奶放在床头 坐在床上 看着王毅笑着说道 小医起床把早餐吃了 我去把南南送幼儿园 嗯 王毅笑着应了一声 又在张灵的身上 吃了一下豆腐 等张灵出去以后 王毅才坐起身 吃着床头柜上的早餐 张灵的吃完之后 打了一个哈欠 还是觉得有些困 自己折腾了一晚上 就只睡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而且经过昨晚的战斗 这个床有点潮 王毅睡着很不舒服 王毅打开房门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面 不觉去了 等再次睡醒 都已经是下午两点半了 王毅简单地洗漱了一下 查看自己的未读信息 首先还是白若雪 那条没有回复的信息 王毅给设置成了未读 白若雪 王毅 你抖音ID 是不是叫一神啊 王毅挠了挠头 随便敷衍了几句 王毅 若雪你就算是暗恋我 也不至于见到一个名字 和我相似的 就认为是我吧 白若雪 呗 真不要脸 你都不会觉得脸红的吗 白若雪看到王毅的信息 对于王毅是一神的怀疑 也减少了一些 王毅继续翻看着 都是成家一幕晚清和折清的信息 大致就是早安 起床了没 有没有想我 哥哥我好想你之类的话 王毅统一都是随便敷衍了几句 这种用手机来维持的感情 很难坚持下去 就像是大多数的异地恋 最终都会败给时间 相较于网络上的虚寒问暖 王毅更喜欢直接出来见一面 让彼此的距离越拉越近 直至成为附属 这种才是最稳妥的关系 这里真的不得不说两句了 我是真的忍不住 之前交往了一个小我七岁的女朋友 真的动不动就吵架闹脾气 每次都是按住给安抚一顿 就不生气了 我那时一直都怀疑 她是故意和我闹脾气的 直到有一次 我确定了她就是故意的 有一次她回老家 我们要分开两个月的时间 我坐高铁送她回去走的前一晚 在酒店里面一起追剧 她就开始不老实地上下起手 但是她当时在姨妈七 你们知道吗 我就始终保持固若金汤 誓死不动的她 也不好意思直接说想要 就开始哭起来了 说都要离开了 我还那么的冷淡 最后我驾车闯红灯 浴血奋战 才给哄好的 有些小女孩真的很难搞的 但又很简单 可是这种搞定的办法 必须要在两人的私密空间才行 而且一定要用大力 时间短了 还消不了对方的火 甚至有可能火上浇油 上面废话有点多 多多见谅 弟弟 王毅拿起手机一看 居然是叶飞发来的信息 这个叶飞 自从上一次在酒吧离开之后 两个人就没有再联系过 没想到这个时候 叶飞居然给自己发信息了 叶飞 王总最近忙什么呢 也不说来照顾照顾人家的生意 叶飞 最近酒吧里面 有几个不错的小妹妹 一直来玩 不知道能不能入得了王总的眼哪 这个叶飞 还真的是敬业 这是酒吧的业绩不好 想要让自己给他冲冲业绩啊 不过王毅也没有拒绝 他也挺想叶飞这个妖艳的女人的 当然 如果能够在酒吧里面 遇到几个符合系统的女神级人物 更合适不过了 也是时候更新一些英雄池了 王毅收拾了一下 刚准备出门吃点东西 现在时间还早 现在去酒吧也没有什么人 王毅刚打开门 便看到张灵正站在他门口准备进来 灵姐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张灵美好气地瞪了王毅一眼 怎么 昨天晚上和人家按爱的时候叫宝贝 现在就叫灵姐了我 没事就不能找你来啊 怎么会 我只是想要将我的宝贝好好珍藏起来 万一被别人惦记上了 我该多心疼啊 王毅将张灵拥入怀中 任由张灵在他怀里笑骂着他 真是我的冤家 可慢慢相处下来 越觉得这个王毅不简单 每次都是三言两语的 就把自己哄得开开心心的 自己明明知道他是在哄骗自己 可自己还是觉得很幸福 满足 这就好比现实中 女孩都喜欢坏男孩一样 因为他们能够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 就像你现实中约不出来一个女孩 而那些精神小伙 一个电话就能叫出来七八个女孩一样 而且 这些女孩的身材 样貌还都不低 正是因为这些精神小伙 能够带给他们十分刺激的体验 上午约出来 带你就是一顿溜达 嘴上给你讲解着自己的辉煌世纪 和自己认识的大哥都是谁谁谁 中午吃饭 一碗麻辣烫四个人吃 六块钱还得四个人一起凑 晚上混进去酒吧就是蹦 也不点九九纯蹦 凌晨骑着鬼火带你炸街 运气好的话 还能经历和交紧的生死失速 这种迷离又炫采的生活 把小妹给迷得不要不要的 好了 跟我下楼吧 张灵拉着王毅的手进去电梯 朝着楼下走去 王毅也不知道张灵要做什么 就跟着他下楼后朝着外面走去 来到停车场之后 张灵将一个车钥匙扔在王毅的身上 诺 车子给你买好了 看看喜不喜欢 王毅打量了一下车钥匙 直呼卧槽 王毅原本只是想让张灵给随便买一辆就行 只要让张灵别心里过意不去就行了 可哪知道张灵居然给他买了一辆劳斯莱斯 不过还好的是 王毅早就做好了打算 这辆车还是在张灵的名下的 不然真的就是成了一个吃软饭的了 王毅试探性地按下车钥匙 便见他身前的一辆劳斯莱斯的大灯闪烁了两下 卧槽库里南 王毅的嘴都不自觉地张大了起来 他虽然对车不太懂 但是劳斯莱斯库里南他还是认识的 毕竟这辆车可是所有男生心中梦寐以求的大玩具 灵姐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张灵原本想着王毅看到这辆车之后 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他可是问了自己很多的朋友 才打听到男生喜欢的车辆的 可没想到换来的却是王毅的拒绝 为什么小毅 你不喜欢这辆车吗 王毅转身看向张灵认真的说道 灵姐 我不能收这么贵重的车 不然所有人都会认为我是在图你的钱的 我不能让别人误会我对你的感情 王毅的话义正言辞 张灵不由得有些感动 他这些年来也遇到过不少的追求者 但是对方的心思 他一眼就能看穿 都是看上自己在户城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 有几栋楼 张灵根本看不上这些男人 哪怕他们用再多的甜言蜜语也不行 可王毅不一样 他能够感受得到 王毅是真的爱他的 王毅每一步都在为他着想 就连自己送他一辆车都要保证 车子是在他的名下才可以 如果这样还不能看到王毅的真心 那就真的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值得信任了 张灵笑着将药是放进王毅的手中 握住王毅的手让王毅拿好 小毅你放心吧 这辆车不是特意给你买的 这是我之前就有的一辆车 只不过车子太大 我没有时间开而已 你就当作是给解摩合一下车子 不然一直扔在车库里面也是浪费 王毅见张灵这么说 也只好硬了下来 如果张灵真的是为了他特意买的一辆车 他真的无法接受 毕竟他自己又不是买不起 他凭借增加女人的好感度 现在的卡里面也是有着大几百万的余额的 好吧 不过说好了姐 我只是借用你这辆车的 嗯 姐明白 张灵见王毅答应收下这辆车 脸上也露出欣喜的表情 快看看车子怎么样 你喜不喜欢 嗯嗯 王毅打开车子仔细地打量一下 居然还是最高配置的 库里南本身就是十分商务的车子 继承了劳斯莱斯家族一贯的尊贵血统 外观和设计上都充满了力量感与优雅气质 前脸标志性的帕台浓神妙式 进气格山搭配经典的欢庆女神力标 无疑不再展现品牌的庄重与典雅 最令王毅喜欢的 还得是这辆车的星空顶和超大的后排空间 这如果和人在里面蹦迪 那得是多享受的一件事情 谢谢灵剑 这辆车我很喜欢 张灵见王毅笑得这么开心 也十分的满意 你喜欢就好 我去幼儿园见男男了 你好好熟悉一下车子 张灵走好 王毅迫不及待地坐在驾驶座上 座椅的腰托完美地贴合着王毅的腰部 这点比那些跑车要好得多 跑车只会在意车子的性能 完全不会考虑驾驶人的舒适性 王毅打着车踩下油门 车子轰的一声急迟而出 强大的推背敢让王毅忍不住地惊呼出来 都说车是男人的第二个情人 这句话果然没有错 弟弟 王毅看了一眼手机 居然是程嘉宜这个小丫头发来的 程嘉宜 哥哥 晚上有时间吗 我好想你啊 程嘉宜 等一下哥哥陪我出去玩好不好 确实好久没有和程嘉宜一起玩了 自从上次把他从酒店送回家之后面 都没见过一次 但是这次王毅已经和叶飞约好了 只能让程嘉宜下次再说了 王毅 今天不太行 晚上我还有试过两天 我找你好不好 乖 程嘉宜 哦 程嘉宜 那哥哥你忙吧 程嘉宜放下手机 绝着一张嘴 身旁的好闺蜜周启情 见程嘉宜这个样子 便小心地问道 怎么了 他没有时间吗 嗯 哥哥他有事情要忙 说改天 那你还出去吗 今天小林他们 约了两个不错的帅哥 要不要一起去放松一下 程嘉宜情绪低落地摇了摇头 不了 你陪小林他们去酒吧玩吧 不会吧 我们几个都好久没有出来 好好地聚一下了 周启情原本想着 让程嘉宜将王毅给叫出来的 一起认识一下的 上次见过王毅开着的 那辆法拉利 加上给程嘉宜买的 一大堆的衣服和包包 都让周启情想要认识一下王毅 万一对方对自己也有意思 把自己给一起送了的呢 自己的闺蜜 傍上了这种优质的男人 怎么能把自己给单独丢下呢 说好的狗富贵 勿相忘了 可现在王毅没有约出来 就算了 就连自己的闺蜜也不愿意去 好吧 那你在家好好休息一下 如果你心情好点了想玩的话 随时来酒吧找我 嗯嗯 请请你去吧 程嘉宜见王毅没时间陪自己 他也不想去酒吧 毕竟自己现在 已经是王毅的女朋友了 再去那种地方和男生玩 如果被王毅知道了 也不太好 周启情换上了一套 气暴小短裙 跨上一个小包 便下楼打车 朝着酒吧赶去 王毅开着这辆库里男 停在外面的夜市摊旁 他今天一天就吃了点早餐 不吃点东西的话 他担心等下去喝酒 回味不舒服 在夜市摊上 简单地买了点东西吃 路过的人都不停地回头看着他 总要是对他的库里男 比较感兴趣 男人看车 女人看车旁边的人 男人在想着 这里车开起来一定很舒服 这地盘简镇肯定很爽 女人想的是 自己在车上被开的时候 一定也很爽 这地盘简镇 说不定还能给助力 吃了个半饱 王毅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才朝着酒吧而去 王毅到的时候 酒吧外面 已经站满了形形色色的人 一群穿着亮丽的小姐姐 看到库里男 都忍不住回头看过来 完全不在意身边的男伴 那难看的眼神 王毅将车停好之后 走进酒吧里 刚进去就看到了叶飞 王总 您可算是来了 人家可在这等你半天了呢 叶飞见到王毅急忙上前 主动打着招呼 一边说话 一边有意无意地 和王毅发生一些肢体接触 但也只是手或者胳膊之类的 这个女人非常聪明 她不会让男人吃得太饱 但却又恰到好处地 给对方一点甜头 不然 她在这家酒吧经营了这么多年 再没有这点能耐真的 就不用敢了 叶姐可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我怎么觉得又大了一些啊 死相 往哪看呢 等一下 我给你找几个更大的闷死你 叶飞和王毅笑 骂着走进了舞池之中 叶飞提前给王毅留好了位置 还是上次的那个卡座 两人刚坐下 一旁的服务员 被拾去地上了一些小吃和水果 这些都是叶飞提前安排好的 他可不担心王毅会不付款 一夜之间能够消费上百万的男人 会连这点酒水钱都付不了 王总 我敬你一个 叶飞自顾自地倒上两杯酒 拿起其中一杯 看向王毅 眼中竟是数不尽的风情万种 王毅举起杯与叶飞碰了一下之后 正要喝掉却被叶飞打断 叶飞举起杯妩媚地看了王毅一眼 端着酒杯的手绕过王毅的手 王毅轻轻一笑 同样挽住了叶飞的胳膊 两人喝了一个浇杯酒 喝酒时 两人的脸几乎完全是贴在一起的 王毅能够清晰地闻到 叶飞身上那股充满了轻略性的香水味 这股味道没有那么的浓 反而是非常清香的味道 可这味道 却在酒吧这种地方 依旧不被那些浓烈的香水给掩盖 反而还有压其一头的感觉 叶飞感觉到脖子上的皮肤 有种凉瘦瘦的感觉 嘴角扬起一抹笑容 他随时附身在王毅的耳边 轻声说道怎么样王毅 要不要给你找几个女大学生 陪你喝酒啊 虽然酒吧里面陪喝的 没有什么女大学生 但是却不乏有一些没有钱玩 但是想要高质量生活的女人 他们会免费祖局 只为了能够挤进这种上流的社会 看一眼自己没有见过的风景 万一被哪个富二代看上了 说不定就此飞黄腾达也有可能 王毅摆了摆手 笑着说道 不用了 我自己看看就行 嗯 想必以王总的气质 那些个女人恨不得一个个的到天呢 叶飞穿着一件红色的小吊带 针丝长裙 随着他咯咯咯的笑着 他胸前的壮观风景 也跟着不停地跳动着 王毅看得忍不住想要咽口水 那些女人再好 也不及我眼前的风景美丽 叶飞见王毅盯着自己的胸口看 也不生气 是吗 以王总这样的男人 什么女人不一样 都是手道青睐 是吗 王毅直接将手放在叶飞的腿上 叶飞没有穿丝袜 但腿却依旧非常的白皙 手感甚至比一些女人穿丝袜的感觉还要好 叶飞感觉到 王毅那只手不老实地 正在向上一点点地探索着 他嘴角微微一笑 在王毅的脸上轻轻一吻 王总 这里可不是做那种事情的好地方 随后 叶飞起身看着王毅笑着说道 王总您慢慢玩 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就先不陪着您了 叶飞说完便转身离开 留下王毅一个人 在卡座里看着叶飞的背影 那小妖一扭一扭的 让人忍不住 联想着 如果能够被这样一个油雾骑挂着 是什么感觉 王毅伸手 将脸上的唇印给擦掉 苦笑着摇了摇头 叶飞这种女人的段位 实在是太高了 他只负责令男人起飞 却从来不管降落的 他将王毅的兴趣给挑逗起来 转身就走 留下王毅 只能寻找一些其他的目标 实在是太会拿捏男人的心理了 王毅坐在卡座上 吃着叶飞准备好的水果和酒水 他没有第一时间去点酒水 他的金卡内的钱 只能消费在魅力值90分以上的女人身上 现在可没有能够让他消费的目标 虽然他卡里面也有几百万的存款 但是能够白嫖的 干嘛非要花自己的钱 帅哥 可以一起喝一杯吗 王毅正无聊地喝着酒 却突然听到一个女孩的声音 他顺着声音看过去 见一个穿着超短裙的女孩 正一脸激动地看着自己 丁周启晴好感直加五点 恭喜宿主获得25万元当前倍率 5 这个女人正是周启晴 她应约来到酒吧和自己的小姐妹会合 小姐妹也很给力地 带来了两个不错的小帅哥 可可自己的姐妹也是两个人啊 他们一人一个地配好了队 自己却孤零零的一个人 他无聊地在一旁喝着闷酒 其中一个男的一直和他搭话他 只是简单地应付一下 毕竟自己的小姐妹还在一旁 自己挖墙脚也不能当面挖不是 正百般无聊的时候 周启晴却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周启晴看向五池最中央卡座的位置 偌大的位置 只有一个帅的有些过分的男人 坐在那里低头吃着水果 他看着这个男人总觉得有些眼熟 却一时之间又想不起来是谁 突然他眼睛一闪 这个帅哥 好像就是自己好闺蜜程嘉宜的男朋友王毅 他上次在程嘉宜的手机中看过王毅的照片 当时他还觉得 照片中的王毅一定是经过美颜 修图等一系列的工作的 不然怎么可能会长得这么帅 可当真的看见王毅本人的时候 发现王毅居然比照片里面长得还要更加帅一些 周启晴高兴的差点就想要蹦起来 他原本打算的是 让程嘉宜将王毅约出来一起认识一下 可王毅却说今天有事来不了 却没想到在这遇到了王毅 而更加重要的是程嘉宜不在这里 这样自己就可以更好地下手 到时候和王毅生米煮成熟饭 就算被程嘉宜发现了 那也可以说是自己根本不知道 这个是他的男朋友 而至于王毅能不能接受多一个女人 这种事情就不用担忧了吧 有钱的男人 哪个不在外面偷吃的 而且王毅和程嘉宜说有事 结果却出现在了酒吧 这就说明王毅绝对不是那种专一的男人 这种事情就好比没有不偷心的猫一样 周启晴打定主意 在自己两个小姐妹诧异的目光下 走到了王毅的卡座前 主动和王毅打起了招呼 帅哥 可以一起喝一杯吗 王毅扭头看向周启晴有些不解 他明明和周启晴是第一次见面 可居然一上来就增加了五点好感知 难不成真的是因为自己长得太帅了 意姓信息 姓名 周启晴 年龄 十九 魅力值 九十四 摔跤人数 一 王毅点了点头 是也可以 周启晴很自然地就坐在了王毅的身边 两人的身体几乎是紧挨着的那种 周启晴与王毅碰杯喝了一杯之后 便靠在王毅耳边自我介绍道 哥哥我叫周启晴 哥哥怎么称呼呀 周启晴的穿着非常的大胆 上身是一个黑色的皮革抹胸 一对大灯给人一种呼之欲出的感觉 他贴在王毅身边说话的时候 王毅只是稍稍一低头 就能看见女孩那身不见底的事业线 下身是一件超短的齐笔小短裙 女孩坐在王毅的身边翘着腿 白皙的大长腿 几乎整个暴露在王毅的眼前 腿上套着一双鱼网袜 给人一种野性十足的美感 脚上的黑色马丁鞋 更是将他那修长的腿型 给修饰得更加完美 王毅很满意周启晴的这种主动的性格 这能够让他少费很多的心思 王毅淡淡说到叫我王毅就行 听到王毅的答复 周启晴心跳猛烈加速 老天爷真是带我不薄 居然真的让我遇上了王毅 周启晴以前总觉得命运不公 他明明长得也不错 却总是遇不到自己的那个 多才多艺的白马王子 他一度都不想把老天叫老天爷了 因为老天根本没拿他当孙子 可现在这么好的机会 就在自己的面前 他一定要把握住 周启晴挪动身体 离王毅更近了一些 说话恨不得嘴对嘴地说 哥哥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酒 不觉得无聊吗 王毅拿起酒杯 放在嘴边轻轻抿了一口 我再等一个像你这样的美女 要不然这酒喝着也没味 丁周启晴好感值加三 恭喜宿主 获得十五万元当前倍率 五 王毅一愣 这女的好感值 增加得也太快了一点吧 自己就是说了个骚话 就加三点好感值 这要是所有的女人都这么简单 自己岂不是早就成亿万富翁了 王毅不知道的是 周启晴心中越发地兴奋了起来 周启晴看得出来 王毅对他很有兴趣 这样他就能更快地将王毅给拿下 他似乎都能看到 那些名牌的包包和衣服 在向自己招手了 周启晴起身 想要和王毅进一步拉近关系 却突然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清清 你怎么来这里了 这个男人是谁啊 周启晴不耐烦地回头看去 正是自己小姐妹 带来的其中一个男人 张韶阳被自己朋友柳夏辉 拉来酒吧喝酒 说是给他介绍的妹子 一听说有这种好事 当场交了两生义父 到了酒吧之后 柳夏辉和自己的小女友 亲亲我我的 张韶阳剑刚好给自己 创造了一个良好的二人世界 他使出了浑身解数 把这个女孩给逗得咯咯直笑 女孩不停地依附在他身上 和他做一些暧昧的举动 他正准备一举将其拿下 周启晴却刚好在这个时间赶了过来 他见到周启晴的第一眼 两只眼睛都看直了 他没想到 自己居然还能和这种游物 组成一个局 原本怀里面那个快要化成 一滩水了的女孩 瞬间索然无味 张韶阳接下来刻意地疏远这个女孩 转而对周启晴 发起了进攻的号角 却不想无论自己做什么 都无法让对方多看自己一眼的 等他上个厕所再回来的功夫 居然发现周启晴居然跑到了 这个卡座这边 和另外的一个男人在喝酒 言行举止非常地暧昧 就像是一对情侣一般 而且看样子 更像是周启晴主动的 张韶阳还以为这个周启晴 是个什么真结恋女 可没想到对别的男人也这么主动 他当即便想要上前 问清楚两个人的关系 如果真的是早就认识的话 那他就安安稳稳地再看看情况 可如果两个人根本不认识 那他自认为不比王毅差 周启晴见张韶阳过来 还带着质问的语气和自己说话 脸一下就冷了起来 张韶阳 我们两个怎么样 和你有什么关系 周启晴可不想让这个张韶阳 坏了自己的好事 他必须要和他撇清关系 不让王毅对他产生误会 请请你别生气 邵阳他没其他意思的 不如大家一起玩好不好 刘颖见周启晴生气 急忙上前劝阻着 说完不管不顾的 就拉着其他三个人一起坐下 刘颖知道周启晴的性格 如果对方只是单纯的帅哥 他最多只是调戏一下 并不会和对方发生关系 更不可能说是这么主动 再看王毅一个人 坐在这么大的一个卡座上 肯定是非富即贵的 他周启晴从自己身边 抢走了张韶阳 那他跟王毅搞好一些关系 总没什么的嘛 毕竟他周启晴 也只是刚认识王毅而已 他们两个这都是在公平竞争 王毅间自己什么都没说 这个刘颖就自来熟的 带着其他三个人一起坐了下来 他无奈地撇了撇嘴 这群人还真是不客气 王毅直接忽略了两个男人 打量了一下刘颖 和另外一个叫做赵小月的女人 两个人的穿着打扮也比较大胆 身材一看 也是经历过严格的自我管理的 毕竟像他们这种经常出来玩的 自然清楚自己的资本是什么 只有你的条件够好 才能够被一些大佬给看上 在灰暗的灯光照射下 两女脸上的亮片一闪一闪的 给人一种惊艳的感觉 但王毅也只是看了一眼 就没有太大的兴趣 两人脸上都画着一种 叫夜长妆的妆容 这种妆容在五次灯光的照耀下 能够让他们的魅力值 比平常看起来更高一些 赵小月的魅力值是79分 甚至连80分都不够 刘颖还可以 有着87分的魅力值 虽然魅力值已经很高了 但是王毅 现如今身边的女人 最低都是92 93分的 而且刘颖这种魅力值 连使用金卡都没有办法 最多只能是换位口的时候 用来竖口 刘颖见王毅偷偷地打量自己 心中暗着高兴 张韶阳也不是没有脑子 直到现在和王毅一起冲突 只会更加让周启情对自己厌烦 他冷哼了一声 坐在了周启情的身边 其他一个小情侣却没有管太多 自顾自地坐在另外一边调情 帅哥你和我们家亲亲 是怎么认识的啊 刘颖坐在王毅的旁边 笑意盈盈地看着王毅 完全不理会周启情 那想要杀人一般的眼光 王毅淡淡地说道 我们应该算是见色起义吧 刘颖一听笑得更开心了 既然是刚认识 还是见色起义 那就说明自己也是有机会的 就算王毅不像自己想象中的那么有钱 那能够这样的一个帅哥 共度凉宵 那以后 那是自己战绩 上一笔浓重鲜亮的色彩 刘颖哥哥笑着 双手抱住王毅的胳膊 哥哥说话可真好玩 也不知道我和哥哥 能不能有这种缘分呢 刘颖穿着一件低胸的小吊带 双手抱着王毅胳膊的时候 一对大雷都被几遍行了 还有半个直接暴露在空气当中 王毅虽然对刘颖不感冒 但是这种白来的便宜 不占是傻子 那柔软的触感 一看就是真的 王毅舒服地靠在沙发上 甚至都想要直接上手 见人 周启情暗骂一声 他原本都要得手了的 却被自己的塑料姐妹插了进来 他不甘示弱地 抱着王毅的另外一只胳膊 和王毅说话 哥哥 光聊天有什么意思呀 我们来喝酒 周启情拿起一碰的酒杯 和王毅有一搭没一搭地喝着 刘颖也不不肯落后 两个人都抱着王毅的胳膊 不停地和王毅碰杯 王毅在一阵软绵绵的触感中 渐渐地有些晕乎乎的 王毅摆了白手你们先喝 我缓一会 王毅说着便躺在了周启情的腿上 舒服地在鱼网袜上蹭了蹭 找了一个舒服的姿势 闭上眼睛休息 这鱼网袜的触感是真不错呀 冰冰凉凉的 周启情的大腿 也其他其他女人式的那种铅笔腿 像个马杆一样 反而更像是棒子国女团一样的那种酒杯腿 一双腿浑圆有形 再加上周启情经常跑步锻炼 这双腿仅是有力整起来十分的舒服 周启情见王毅躺在自己的腿上 得意地看了刘颖一眼 刘颖见状 将王毅的腿放在自己的腿上 不停地给王毅按摩着双腿 一双手更是有意无意地往上探索着 王毅插一点就肃然起敬 张韶阳在一旁恨得那叫一个牙羊羊 原本周启情就被王毅给抢走了 现在就连替补刘颖也被王毅给抢走了 另外两个人还在那里旁若无人的法师师问 合作自己成那个多余的了 够了 张韶阳大叫一声猛然站起身 王毅眉头微皱睁开眼睛看着张韶阳 不知道这个男的要发什么疯 张韶阳上前一把将周启情拉起来 在看到周启情拉冰冷的眼神之后 张韶阳又将刘颖也给拉了起来 他铁青着一张脸怒声道 清清 盈盈我们回去喝酒吧 别在这玩了 张韶阳无法接受这种情况 平常他出来玩 哪次那几个妹子不是围着他转的 今天居然只能当一个小丑的 看着两女共试一夫 张韶阳你令堂的 想回去你自己回去 拉着我干什么 刘颖瞪着眼看着张韶阳 怪他坏了自己的好事 你令堂要是想走就赶紧滚 别搁着隔音我们 刘颖说完重新坐在沙发上 笑意盈盈地看着王毅 没事了哥哥 你继续休息一会 刘颖让王毅侧躺在自己的腿上 纤细的手指不停地为王毅按摩着头部 王毅也懒得理会张韶阳 舒服地享受着 张韶阳看了看四周的人 刚刚的动静 把周围几个卡座的人目光都吸引了过来 他哪里受过这种委屈 一张脸被憋得通红通红的 他再次上前将刘颖一把拉起来 甩手就是一巴掌 啪 刘颖捂着脸 一双眼睛死死地瞪着张韶阳 你敢打我 张韶阳 我是你令堂的婴儿培育基地的 我跟你拼了 刘颖猛地扑上去 却被赵小月给拦了下来 隐隐别生气了 这里这么多人看着呢 赵小月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只听到张韶阳大喊了一声 接着就看两人要打了起来 赵小月和柳夏 灰急忙地上前将两人拉开 生怕出什么事 张韶阳你他妈的有病吧 出来玩的 你还玩出真感情了是不是 自己没本事把住妹 就管住自己的脾气 柳夏辉和张韶阳是室友 之前友局也经常一起出来玩 今天刚好 他这两天泡上的小姑娘 约着一起喝酒 还带着几个小妹妹 柳夏辉就把张韶阳给叫上了 虽然张韶阳这个人有点二 但是长得还挺帅 和几个女孩都能玩得来 但这种局上 最忌讳的就是朝三暮四 本来你已经调上流影了 非要再去招惹周启青 最后两个人都不鸟你 你又发脾气 这种情况下 谁等灌着你 老子是用你管吗 张韶阳也知道自己动手不对 但一时间内他根本下不来台 他内心深处 被一种可悲的自尊心给操控着 他只觉得不能在这里丢了份 可却不知道他越是这个样子 越是会被别人看不起 越是会被嘲笑 周围越来越多的人 注意到这边发生的事情 都扭过头想要看看发生了什么 看你另堂的婴儿培育室啊 给老子做好 把头都给我扭回去 张韶阳疯了一样的 冲着周围大喊着 喊完之后 他自己也有点心虚 生怕惹到不该惹的人 刘颖见张韶阳癫狂的样子 不自觉地往后退了几步 担心等一下张韶阳发疯 先拿他开刀 王毅一直没有任何的动作 他端坐在沙发上 摇晃着手中的酒杯 脸上永远带着一抹 若有若无的笑容 张韶阳看着这抹笑容 总感觉王毅 像是在看马戏团里的小丑一样 张韶阳没发现的是 在所有人的眼中 他早就已经是小丑了 你向你令堂呢 张韶阳脉不提拳 就向王毅的脸上砸去 刘颖下意识地大叫了起来 可张韶阳还没有碰到王毅 就被柳夏辉给拉住了 张韶阳你令堂的疯了 还嫌自己不够丢人吗 张韶阳不分青红皂白的 就和柳夏辉扭打在了一起 王毅看着自己的身前的周启晴 淡淡说道 你就不怕他真的打过来 周启晴尴尴尬地笑了一下 我怕他伤到你 周启晴在张韶阳冲上来的第一时间 就挡在了王毅的身前 他此刻认定了 王毅就是那个 能够令自己过上纸醉经迷生活的人 他可不想因为张韶阳的一拳 就把自己的富贵路给打断了 毕竟张韶阳怎么说 也是和他们一起的 难保王毅 不会将他一起怪罪下去 这个时候 必须要和他们扯亲关系 周启晴站起身 看着纠缠在一起的张韶阳和柳夏辉 正准备大声说些什么 刚张开嘴还没有出声 便见一群人正 朝着他们这里走过来 一个黄毛看着几人立声 问到刚刚是谁骂老子 还让老子坐下的 张韶阳心中咯噔一声 他会留下灰分开后 连抬头看对方一下的都不敢 这群人有八九个人 为首的一个男人 穿着一身西装打着领带 完全不像是来酒吧的样子 他怀里还搂着一个千娇百妹的女人 正在他的身上 像个八爪鱼一样的趴着 身后其他的几个人 也一男一女两两成对 只不过那几个女人 不像是做正经生意的 老子问你们话 听不着是不是 黄毛健没有人说话 一脚踹在一旁的沙发上 瞪着一双眼睛 扫视着几人 是他 刚刚就是他在骂的 刘盈指着一旁的 瑟瑟发抖的张韶阳 得意地说着 大哥 刚刚就是这个傻逼骂的你们的 快把他拉走吧 啪 刘盈捂住脸看着黄毛 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打 黄毛眯着眼看着刘盈 笑嘻嘻地说道 老子做什么 需要你指手画脚的吗 黄毛的喜怒无常 完全令在座的所有人 都心惊胆战的 生怕自己做错了什么 惹到对方 黄毛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看向端坐在对面的王毅 你这么淡定 是真的不怕我 还是装出来的 骂你们的是他 这和一个没关系的 周启勤见黄毛 明显有点针对王毅的意思 急忙站出来 指出罪魁祸首 却见黄毛一巴掌抽过来 巴掌还没有打到周启勤的脸上 他就害怕地缩起了脖子 周启勤紧张地闭起眼睛 可等了半天也没什么动静 他小心翼翼地睁开眼 发现黄毛的手 正被王毅死死地抓在手里面 令堂的 放开老子 黄毛使出吃奶的力气 想要把自己的手给拉出来 却感到自己的手相 是被铁钱给夹住了一般 硬是动不了一点 王毅冷笑了一声 看向西装男怀里 那个千娇百妹的女人说道 你只会搞这些没用的小把戏的吗 哥哥哥 女人笑得花枝乱颤的 一对大灯 更是肆无忌惮地乱晃着 王毅我上次和你说过的 我一定会要你好看 女人正是谭淑月 王毅的前女友 自从上次在幼儿园门口之后 他们就再也没有遇见过 他本来正和自己的现男友 在卡座上亲热着 突然听到旁边好像打了起来 谭淑月抱着有热闹 不看是傻逼的心态 往这里多看了两眼 不看还好 一看就恨得牙痒痒 他没想到 能够在这里遇到王毅 他想起王毅在幼儿园门口 对自己的侮辱 旧气的浑身发抖 眼珠子一转便找到自己的男友莫思远 指着王毅添油加醋地 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莫思远对于谭淑月 这个女人的喜爱程度 是自己遇到过的 所有女人中最高的 不仅仅是因为 谭淑月是这些女人中 长得最漂亮 身材最好的 更是因为谭淑月的功夫 实在是一流 而且足够放得开 无论是什么姿势和体态 他都能愿意和你尝试 莫思远一听自己的小女友 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当即便带着一群小老弟 过来给谭淑月出出气 黄毛刚刚问谁骂人的 也只不过是个借口而已 他也只是想要给王毅一个台阶下 他想要和王毅和好 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他现在虽然有了莫思远 但是莫思远却并不能满足于他 倒不是说莫思远那方面不行 而是莫思远每天都不知道在忙些什么 有时候一个星期都不能陪他一次的 有那么一次 莫思远还像是整个人被掏空了一样似的 每次都得他自己动 他也找过其他的男人 但是都没有一个能够像王毅这么厉害的 要不然当初他也不会舍不得和王毅分手 就算分手了 也想着要和王毅来个分手炮的 实在是王毅的过人之处 实在太有特长了 张韶阳看着谭淑月那忧怨的眼神 心跳不断加速 这女人实在是太浪了一些 光是看一眼都差点让她脚械投降 谭淑月是不是发烧了 神什么 王毅突然的询问 让谭淑月有些搞不明白王毅的意思 王毅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果然你还是爱我的 谭淑月一脸激动地说着 刚好只够王毅才能听得到的声音 王毅一把将谭淑月推开笔意地说道 你如果不是发烧烧坏了脑子 怎么能说出这么脑残的话 王毅你你真 我都这么放低姿态了 你还想怎样 老子不就是给你个绿帽子吗 这么多年老娘白让你吵了 谭淑月转过身 回到莫思远的身边 在她的耳边轻声说着些什么 没一会 莫思远便带着几个人走到了他们的身边 莫思远带着一个金丝眼镜 穿着西装衣冠楚楚的样子 莫思远低头微微笑了一下 柔美的五官 加上白皙的皮肤 给人倒是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想必这位就是我的前辈了 莫思远看向王毅 伸出手自我介绍道 我叫莫思远 没想到这妖巧 能够和前辈在这里遇到 王毅没有理会莫思远 伸过来的手淡淡说道 是吗 可我倒是见过你 莫思远微微一愣 试探性地问道 前辈在哪见过我 幼儿园门口 那辆黑色的奔驰车上 那是王毅第一次看见莫思远的时候 也是撞见谭淑月 给自己戴绿帽的时候 他远远地看到 莫思远和谭淑月相拥着 进入了奔驰车上 测试车子的检震系统 莫思远听到 王毅是在幼儿园门口见到的他 脸上的担忧立马消失不见 莫思远见王毅 没有和自己握手的意思 也不觉得尴尬 他笑着收回自己的手 看向一旁的张韶阳 说道既然前辈在这里 那事情也就好说了 刚刚前辈的朋友辱骂了我们 不知道这件事情 前辈准备怎么解决呢 莫思远眼中寒光一闪 冷着一双眼看着王毅 王毅不明白 这个莫思远在哪学的 说个屁话还拐弯抹角的 不会觉得 自己这个样子很帅吧 王毅将在一旁 当鸵鸟的张韶阳 推出去 无所谓地说道 你这么喜欢送你了 留着当脚屎棍 或者当插座随你便 王毅看向莫思远 那一副小白脸的样子 忍不住地砸舌 这两人谁灵谁意 还真说不定 张韶阳被王毅一推 腿不知怎么的 就软了下来 砰的一声 摔倒在莫思远的身前 张韶阳害怕地 抱着莫思远的腿 忍不住地求饶 可我不是骂的你们 是他是他 都是他指使我的 张韶阳刚刚的硬气 全部消失不见 他吓得差一点都 大小便失禁当场流出来 这种人就只会 当着自己人的面前横 真遇到是 绝对是第一个跑的 莫思远给黄毛 使了一个眼色 黄毛便上前 把张韶阳 从地上给拖了起来 在张韶阳歇斯底里的 吼叫声中 黄毛不耐烦地 扔给了他们 其中的一个壮汉 这个给你了 别玩得太过 壮汉黑黑笑了两声 一只手拎着张韶阳 朝着厕所走去 莫思远笑了笑 我们几个人的事情了结了 不过某女朋友的事情 还需要前辈给个交代啊 谭书月很是时宜地 扑在莫思远的怀里 脸色尽是潮红的颜色 王毅掏了掏口袋 摸出了两个钢笼 撇了撇嘴扔给了莫思远 钱给你 想要交代自己去买 王毅挠了挠头 怎么和个小孩一样 还管大人要钱买东西 你令堂的 找死是不是 黄毛歪着头 上前想要给王毅一点教训 却被莫思远给瞪了回去 莫思远脸色阴沉 看着王毅说道 前辈这是不想好好谈了呀 王毅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他真感觉 跟这个莫思远说话很费劲 他原本就是想要找自己麻烦的 还非要摆出一副 是他王毅不懂事 非要惹他生气 让他不得以动粗的样子 这和那些又当又立的婊子 有什么区别 要干嘛就痛痛快快的 非得搞这些弯弯绕绕的 我和你有什么好谈的 这个女人你想要就拿走 又没有人和你抢 如果你想要动手的话 那你就尽管试试看好了 王毅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冲着周启晴招招手示意坐在身边 周启晴看王毅这么的有恃无恐 他也完全不害怕 他认为王毅肯定有办法对付这些人的 周启晴坐在王毅的身边 将王毅的腿放在自己腿上 贴心地给王毅按摩着大腿 周启晴一出现 莫思远双眼直发光 他刚刚只注意王毅了 完全没看到王毅的身边 居然还有一个不属于谭书岳的女人 而且还和谭书岳身上的那骨子风情不一样 周启晴更像是一个与生俱来的魅魔 他只是站在那 就有一种想让人攻略的欲望 莫思远很快便冷静了下来 王毅有本事 将这样的一个女人给留在身边 看样子还让王毅马首是瞻的样子 便觉得王毅有些不好对付 他扭头靠在谭书岳耳边小声 问道这个王毅什么来头 谭书岳见莫思远有些生怯 心中忍不住的冷笑 令堂的 天天装的人模狗样的 遇到这么个小事 还瞻前顾后的 抱怨归抱怨 谭书岳还是不敢表露在脸上 他轻咬了一下莫思远的耳垂说道 放心吧 他王毅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再清楚不过了 就是一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上班族而已 谭书岳说完想到了王毅在幼儿园门口 看着的那辆红色的保时捷911 和那个小女孩继续补充道 不过他傍上了个富婆 就是我们之前住的房子的房东 莫思远伸手抹扎着下巴 轻声问道 富婆 只是个普通的房东而已 没有什么背景的 谭书岳像是看出了莫思远的顾虑 主动补充道 你看桌子上的酒水 哪有有钱人出来 把妹只喝些这么个玩意的 谭书岳指了只酒桌上的 甚至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酒水 这其实也不能怪谭书岳 王毅的确也没有点任何的酒水 王毅来的时候 叶飞就已经准备好了一些酒水 后面周启勤他们过来的时候 又把自己的酒水拿了过来 王毅根本就没有点酒水的必要 也难怪他们会判断错误 莫思远点了点头 眼神复杂地看了一眼王毅 表情有些不自在 莫思远最后像是打定了主意 看向沙发上的王毅继续说道 前辈 看样子 你并没有要好好谈下去的想法 那么就不要怪我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了 哼 王毅冷笑了一声 他倒是想要看一下 这个莫思远到底能做出些什么事情 又能够把他给怎么样 莫思远往后站了站 轻声说道 下手准一点 别砸坏了酒吧里面的东西 得了 莫哥你的 我给你卸他一条胳膊的 黄毛率先迈出一步 朝着王毅露出一个圣人的笑容 他还记恨着 刚刚王毅抓住自己手的事情 让自己在兄弟面前吃了个扁 要不是刚刚莫思远拦着 他早就动手了 令堂的 小子给也死 咔咔 一声清脆的声音传出 黄毛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王毅坐在沙发上看着机会 猛地踹在黄毛的膝盖上 黄毛的右腿 以一个诡异的姿势扭曲了下去 丹西跪在地上 冷汗直流 啊 王毅我要你死 黄毛的惨叫声 清晰地传到了每个人的耳中 整个舞池一瞬间安静了下来 只有黄毛的惨叫声 想撤整个酒吧 所有人都扭头看向 王毅他们这边的方向 只有DJ还在忘情地打着蝶 经过短时间的安静 再次爆发出一阵 空前绝后的轰鸣声 上啊 还愣着干什么 要是我 我可受不了这个委屈 早干死他呀的 是不是个男人 自己朋友都成这样了 没有一个敢动手的 一群人不嫌气势大的 看着热闹 不停地起哄着 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一些牛马打工人 白天在工作上 被疯狂地压榨 好不容易下班了 出来放松一下 结果遇上了这么难得的热闹 怎么能够错过呢 黄毛半跪在地上 右腿上传来的剧痛 让他死死地咬住牙关 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黄毛的每一个字 都像是从牙缝里面挤出来的一样 让人听着就感到不舒服 王毅忍不住撇了撇嘴 他不明白 这群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会放狠话的吗 王毅从沙发上缓缓地站起身 从桌子上拿起一瓶酒 王毅你敢 莫斯园指着王毅大喊着 他的脸上甚至出来一丝慌乱的表情 碰 王毅手中的酒瓶 猛地砸在了黄毛的头上 碎片横飞掉落在他们的脚下 金黄色的酒水 混杂着一抹妖艳的红丛黄毛的身下 缓缓流了出来 王毅微微抬头 看向了远处的莫斯园 仰起了嘴角 怎么 王毅可懒得和他们废话 毕竟傻逼可听不懂人话 必须要让他们知道你的强硬 他们才会怕你 那些不长眼的傻逼才不敢靠近你 王毅 你他妈的找死 莫斯园一挥手 冷声喊道还他们的愣着干什么 没看见黄毛都被打成什么样了 莫斯园此刻再也没有了刚刚的那种 高高在上的样子 他伪装出来的那副成功人士的样子 被王毅狠狠地撕开 露出了里面的本来样貌 三个男人站出来对视了一眼 便朝着王毅抓去 王毅站在原地冷笑着 看着他们三个小混混 没有丝毫害怕的样子 周启晴不知道王毅哪来的底气 难不成这个王毅 还是个恋家子不成 可王毅刚刚对黄毛动手的样子 完全就是衬黄毛的轻敌 甚至说是偷袭都不为过 完全不像是会打架的样子 可王毅往那一站 却像是早就知道了 自己不会输的一样 住手 一声怒合声 将所有人的目光吸引了过去 三名小混混也一愣声看了过去 三个小混混也不是傻逼 看到黄毛都那个样子了 他们也根本就不想动手 哪来的那么多的江湖义气 他们只不过是冲跟着莫斯远 能够吃香喝辣 还管自己老二的舒适度才来的 黄毛都被开嫖了 他们也没必要讨这么个不痛快 见有人出来冲肠子 自然是顺泼下驴 莫斯远听见女人的声音 脸上表情一愣 刚刚那副疯狂的暴走模样 消失不见 再次地恢复了理智 他摇身一变 变得像是一个官家子弟一般 非剑 你怎么来了 来的人正是叶飞 叶飞在所有人的脸上 扫视了一圈 将他们脸上的变化 全部尽收眼底 叶飞没有理会莫斯远的笑脸 反而走到了王毅的身边陪笑道 王公子真是抱歉 没想到这里居然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 您没受到伤害 真是太好了 叶飞的态度 令莫斯远眉头紧紧地皱在了一起 他之前无论什么时候过来 这个叶飞 都一定是笑脸相应地招待着自己 可现在居然直接无视了自己 去讨好王毅 难道这个王毅 有什么了不起的背景不成 叶飞姐 我没事的 只是貌似他们 好像对我有点想法 王毅面带微笑地看着对面的莫斯远 一副挑逗的模样 王公子放心 这一切我来解决 叶飞给王毅一个安心的眼神 随后站在王毅的面前 看向莫斯远大声地喊道 莫斯远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要你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叶飞其实早就看到 王毅他们这边的情况了 毕竟他可是这家酒吧名面上的经营者 酒吧里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都会被马上地传到他的耳中 叶飞得知 莫斯远和王毅发生了冲突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冲上来 毕竟这个莫斯远和王毅 都令他有些头疼 如果事情能够被他们自己解决 是再好不过的 也懒得他两边陪人情 第三下四地说好话 于是他选择了静观其变 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王毅居然下手这么的狠 直接给黄毛开了个条 莫斯远的底细 叶飞是再清楚不过的 虽然莫斯远每次来他都笑脸相应的陪笑 可更多的原因是 莫斯远是顾客 王毅的身份像是一个名一样的 根本查不出来 自从王毅上次来消费过之后 他很快就把王毅的身份报 给了自己的老板 老板按照王毅消费的银行卡查询了过去 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查看 这个银行卡的权限 最后又按照王毅的名字去查 却惊讶地发现 王毅的身份居然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 而且户口居然只是 遇省的一个村子里的人 就连王毅的亲生父母的资料 都完全找不到任何的信息 叶飞得到这个信息之后 心中暗自心惊 他老板的能力他是知道的 可就连这样的人物 都没有查看王毅一张银行卡的权限 至于王毅的身份很有可能是假的 不然为什么连对方的父母资料都找不到 一个偏远小村子走出来的人 又怎么可能一夜之间 在一个酒吧里面消费数百万的金额 叶飞瞬间便明白了 王毅的身份很有可能是一个富家子弟 被派出来历练了 这种事情在一个豪门望族之中很常见 虽然他们历练期间的事情 他们家族不管 但如果真的出来事情 这些家族一定会进行疯狂的报复 所以 叶飞在刚刚看到莫思远 在准备向王毅动手的时候 立马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王毅这个人不能得罪 莫思远见叶飞站在了王毅的身边 更加的确定了王毅的身份不简单 不然叶飞不会隔着这么远 和自己喊话 这明显就是在和自己划清界限 莫思远满脸陪笑 向前走了几步 与王毅等人拉近了关系 叶飞姐 这是个误会 我和前辈之间都是被这个黄毛给挑拨的 短短的十几秒钟就能够看得出来 这个王毅不是他们两个能惹得起的 现在只要王毅给他们一个台阶 这件事情就可以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王毅意味深长地看了莫思远一眼 语气玩味地说道 是吗 可我刚刚听到你说 我在找死的 叶飞和莫思远内心奔腾过一万只草泥马 这个王毅怎么不按套路来啊 这就是傅家子弟的作风吗 不搞笨人的心态不罢休是不是 莫思远脑瓜子连转着 疯狂地想着要怎么办才好 CPU都快要烧冒烟了 怎么 莫先生现在不问我是不是找死的了 王毅像是没看见两人脸上的黑线一样 不停地追问着 莫思远求助般地朝着叶飞看过去 却见叶飞直接扭过了头 曹老娘可没看见 你自己找得麻烦自己解决 莫思远眼看叶飞一副不关他事的表情 在王毅的步步相逼之下 莫思远一咬牙抄起了桌子上的酒瓶 莫思远你想干什么 这一幕吓了叶飞一跳 他生怕莫思远被逼急了 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莫思远自己找死没什么 可别把他给搭进去 莫思远抄起桌上的酒瓶 没有管叶飞的惊吼 他将黄毛的右手放在酒桌上 酒瓶狠狠地砸在黄毛的手指上 碰 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 酒瓶硬声破裂 啊 黄毛被疼痛惊醒 但只是刚发出声音 便再次地疼晕了过去 莫思远怯生生地看了王毅一眼 满脸陪笑地说道 前辈是误会了 我刚刚是问的黄毛是不是在找死 莫思远见王毅没有说话 依旧是那副玩味的表情看着他 莫思远心一横 再次拿起一个酒瓶 将黄毛的另一只手放在了酒桌上 前辈要是还觉得不解气的话 这里不缺酒瓶的 莫思远话音刚落 便直接地再次将黄毛的左手 给砸得血肉模糊的 莫思远没有停手 继续抄起另外的酒瓶 对准了黄毛的手肘 行了 人都快没气了 让送医院吧 莫思远见王毅松开 他顿时松了一口气 还愣着干什么 继续地待在这里 酒吧里面那些看热闹的是离得远 你让他们也站在这试试看 不把他们下尿算好的 谁知道等下一个酒瓶子 是不是就砸在他们的身上了 前辈消气了就好 今天这样前辈的单我买了 莫思远一脸地陪笑 等待着王毅的发话 叶飞也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 怒斥道 你这什么话 王公子还能差你这点钱不成 莫思远表情一愣 但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你瞧我这个脑子 前辈自然是看不上我这点小钱 不如叶飞姐 你给弟弟个提示 我也好做点什么 让前辈消消气的 叶飞用眼神看了一眼 旁边的周启晴笑着说道 王公子是爱美人不爱江山 身边的美人才是他在意的 莫思远立马便反应了过来 急忙对周启晴笑着说道 还不知道前辈夫人喜欢 也好给我一点提示好 让我能够为刚刚的事情 表达一下歉意 周启晴一时间有点愣神 事情实在是变化得太快了 刚刚明明还在处处 针对他们的莫思远 居然这么快 就开始对他们 不在意他喜欢什么 想要什么 就算会拿自己 也一定要付出点 什么才行 莫思远见周启晴一直不说话 顿时有些心急 这件事情要是再不处理好 谁知道等下王毅 会不会继续为难他们 莫思远一咬牙一跺脚 开口说道 前辈夫人这样 不知道行不行 我是金泰集团的商品经理 我送上一张外面 金泰集团的30万购物卡 一张表达我的歉意 有了这张购物卡 您可以在我们旗下的 任意一家商场中消费 金金泰 周启晴有些发猛 30万的购物卡 就这么送我了 莫思远见周启晴不说话 还以为是周启晴看不上眼 莫思远急忙改口 60万部100万购物卡 100万怎么样 莫思远说完 不等周启晴反应过来 便急忙朝着王毅陪笑道 明天我一定拖夜飞捡 将购物卡送到夫人的手上 我就不打扰前辈您了 公司里面还有事情 我就先回去了 莫思远见王毅没有阻止自己 顿时松了一口气 急忙朝着酒吧外面走去 莫思远你他妈的真是个废物 他只不过是一个 磅上富婆的小白脸而已 你连他都会怕 谭书月指着莫思远的鼻子 破口大骂 他原本是想找莫思远 教训一下王毅的 可这个莫思远 真是中看不中用 就因为出来了一个 酒吧明面上的经营者 就怕成这个样子 就这还天天和自己吹嘘 自己有多么多么的厉害 真他妈的废物 莫思远怒瞪了谭书月一眼 这个娘们真会给自己找麻烦 要不是 他自己也不用搭出去 一百万的购物卡 现在自己脱身了 他还给自己找麻烦 真是想看老子死在这他才乐意 闭嘴 再他妈的乱说 老子弄死你 谭书月被莫思远的一声怒吼 给吓了一跳 但随即便立马地反应了过来 莫思远你居然敢吼我 你居然吼我 谭书月天天被莫思远的情话 给哄骗得一愣一愣的 突然被莫思远骂了几句 便忍受不了 有些无脑的女人 就是这个样子 总觉得所有的人和事情 都得围绕着他们转 他们只要不开心了 就得被人无条件地哄着 才愿意勉为其难地原谅对方 一个被富婆包养的小白脸 你都害怕 我要你有什么 用老娘摆被你草食布 不过是个小白脸而已 谁知道是不是还得被富婆 用着钢丝求擦 被逼着和人家发生 第四种爱情的故事呢 这种人说白了 和卖屁股有什么区别 不都是 莫思远的脸色 一阵的变化极其的难看 像是被戳中了什么一般 啪 谁知道王一日后 会不会继续报复 自己的情况出现 莫思远拖着发出 杀猪一般声音的谭树月 出了酒吧 酒吧里面的所有人 才反应过来 这场闹剧结束了 叶飞对着台上的DJ 使了一个眼神 DJ便播放了一首 更加劲爆的音乐 很快这些人 便将刚刚的事情 忘在了脑后 在舞池中 继续望我的摇动着腰肢 真是抱歉 没想到让王公子 和几个朋友 受到了这么大的惊吓 今天的酒水 你们随便点 算我请得好不好 叶飞颜值 哪怕是在周启勤的身旁 也是不遑多让的 此时笑意盈盈的 更是美得不可放物 那就多谢飞姐的款待了 不过让他们玩就行了 我们就先走了 王一搂着还在发猛的 周启勤的腰肢 淡淡说道 叶飞露出一个 我懂得表情 打趣着说道 那就助王公子 晚上大展神威咯 随着叶飞和王一 周启勤的离开 柳夏辉和刘颖 赵小月三人面面相聚 苦笑了一声 不敢接受 刚刚发生在自己面前的事情 草王一呢 让他给我滚出来 脑子要弄死他 一阵嘶哑的破骂声 让三人忍不住地 朝着声音的方向看去 想看看 是谁这么大胆 不看不知道 一看三人 吓得魂差点都丢了 只见张韶阳头发凌乱 身上的衣服 更是被撕扯得 看不出来的样子 他一只手提着裤子 一只手捂着自己的屁股 张韶阳见三个人 神情古怪地看着自己 扯着嘶哑的声音喊道 王一呢 他人去哪了 老子跟他没完 三个人都不知道 怎么回答张韶阳的话 柳夏辉转移话题地问道 韶阳你嗓子怎么了 不问还好 柳夏辉这么一问 张韶阳便觉得 自己的喉咙里面 有一种异物感 他用力地吸了几下嗓子 吐出来一口痰 才觉得嗓子好了一些 柳夏辉不经意地 看向那口痰 不由地觉得菊花一几 在那口痰里面 有一根弯弯曲曲的黑线 麻烦几位让一下 张韶阳扭头看过去 是几个宝洁 王毅王毅的血 张韶阳没想到 王毅比自己还惨 最起码他还有点爽的感觉 柳夏辉和另外两女对视了一眼 不知道该怎么和这个大傻子说 刚刚发生的事情 生怕说出来之后 这个大傻子会吓得生活不能自理 王毅带着周启晴 从酒吧里面走了出来 一阵晚风吹来 周启晴忍不住地哆嗦了一下 直到现在他才敢相信 刚刚发生的一切事情 他只知道王毅是个不简单的男人 可没想到居然这么地厉害 王公子喝了不少的酒 我给您交的代价 应该马上就到了 叶飞不愧能够经营得起 这么大的一个酒吧 形式上绝对不是一般的人 能够想比的 足够的耐心 聪明 并且能够在第一时间 做出最正确的判断 那个莫斯远到底是什么人 王毅看向一旁的叶飞问道 按道理来说 金泰集团是国内的上市公司 更是涵盖了美妆 潮牌 零售等等多个行业 这个大的一个公司里的商品经理 居然会忌惮叶飞 这么一个酒吧的经营人 这一点让王毅有点捉摸不透 这是今天的第三更 为了感谢爱吃掳获一锅的 将如龙送出的灵感胶囊 还是第一次收到这个礼物 今天追加一更 一点半之前争取发出 如果觉得本书还可以的话 记得给个免费的为爱发电 谢谢大家 叶飞听到王毅文莫斯远的来历 他脸上忍不住地流露出 一抹难以掩盖的笑容 怎么 这其中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王公子多想了 这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叶飞四处看了看没有其他人 在旁边后 小声地和王毅说道 王公子还记得 刚刚莫斯远身边 那个女人说的话吗 谭书月 王毅思索了一会开口道 你说的是 谭书月在那骂我是小白脸 棒富婆的话 正是 叶飞忍不住地笑了一下后 又急忙解释道 我不是嘲笑王公子的意思 我也根本不相信 王公子是哪个女人说的那样 王毅摆了摆手 示意自己根本不在意 让叶飞继续说下去 其实哪个女人应该不知道 莫斯远才真的是 那个棒上富婆的小白脸 而且听说 他棒上的那个富婆 还有着一些特殊的爱好 叶飞说的时候 两只眼睛中 隐隐约约闪着金光 看来没有任何一个女人 能逃得过八卦的吸引力 这也说得通 为什么莫斯远 在谭书月 骂出那些话的时候 那么生气了 合着 这是被人戳到痛处了 这也刚好解释了 为什么谭书月在幼儿园 能够和莫斯远 扯上关系的原因 合着这个莫斯远 当初是自己去接孩子 遇上的谭书月 但至于两个人 到底是谁勾引的谁 这就有点不好说 王毅想了想 也确实是有趣 那这个莫斯远 胆子够大的 呀 棒上这么一个富婆 还敢在外面 包养别的女人 她就不怕 被那个富婆给知道 王公子你要知道 我们这酒吧是做什么的 我们开门做生意 他莫斯远过来消费 我们干嘛 要去告这个状 叶飞笑了一下 继续说道 你也知道的吗 那个富婆总爱玩点特殊的 一来二去的 肯定会给莫斯 远留下一下心理阴影 他为了能够找回失去的尊严 肯定要把这些东西 释放在别的女人的身上 要不然迟早得憋疯 王毅点了点头 也明白了叶飞的意思 这居然 还有点屠龙的少年 终将变成恶龙的意思 王公子代驾到了 我就不打扰您的春宵 好多好多客了 叶飞看了一眼一旁的周启勤 咯咯咯直笑着转身 回去了酒吧里 您好先生 我是K代驾的代驾司机 很高兴为您服务 走吧 周启勤感觉王毅 将自己往他的怀里面抱了抱 王毅身上温暖 让他感到没有了刚刚那么冷 他自然也知道 王毅要带他去了 而这也是他原本的目的 他庆幸自己成功地拿下了 与王毅共度春宵的机会 周启勤笑了笑 依靠在王毅的怀里 朝着停车场走去 代驾司机接过钥匙 看着眼前的劳斯莱斯库里 难忍不住地吞咽着口水 乖乖 这就是库里男吗 代驾没有担心 会将车寡蹭到的想法 他做代驾这么多年了 这么一点自信还是有的 他是在激动自己 居然能够开得上库里难了 虽然之前也不乏 开过一些高端的车型 但很少 毕竟这种类型的客户 要么是有司机的商务人士 要么是酒后不害怕的附加公子 像王毅这么年轻的公子哥 不常见 代驾激动地坐车上 感受着这辆车上 每一处设计带给他的震撼 周启勤坐在后排座椅上 依靠在王毅的身上 身体微微有些发抖 他更多的是激动忍不住地颤抖 他似乎已经想象到了 自己也可以像程嘉宜一样 有着各种奢侈品和名牌包包的生活 车内 一颗颗的流星 从周启勤的头顶划过 他忍不住地伸出手 触摸了一下车顶 忍不住地赞叹 这就是有钱人的生活吗 真的连星星都可以摘下来 成为自己的装饰品 虽然这和真的星星还差得很远 但这对于一些平凡的人来说 又何尝不像星星一样 令人遥不可及 代驾司机也是毫不客气地体验着 这辆库里难的性能 速度始终保持在线速的临界点上 车窗外的风景不停地倒退着 盯周启勤好赶之家务 关系宿主获得25万元当前被绿舞 王毅将周启勤的手握住 轻声说道 今天酒吧里面的事情 没有吓到你吗 周启勤轻轻摇了摇头 没有 只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一时之间有点没有反应过来 周启勤看向王毅那俊朗的五官 一时之间有些痴迷 这么帅气的一个男人 多惊而又霸道 面对那样的场景 居然都临危不乱 关键是还能这么体贴地 照顾着自己的情绪 周启勤忍不住地有些心动起来 就连看向王毅的眼神 也越发地暧昧 越发地迷离 他渐渐地闭上了眼睛 仰起脖子 慢慢地靠近着王毅 下一秒 一个粗暴而又猛烈地吻印在了他的嘴上 周启勤猛一吸气 鼻腔中满是男人身上的味道 这股味道充斥着他的鼻腔 不停地攻略着 他身上的每一个神经细胞 周启勤越发地动情 他开始回应着王毅的吻 慢慢地 也开始越发地忘我 他像是一条快要淹死的鱼一般 疯狂而又贪婪 代驾司机不经意地瞥了一眼后视镜 直呼乖乖 原来这才是这辆库里男最令人震撼的地方 这笔窗外的风景 头顶的流星雨 更加让人挪不开眼睛 代驾司机忍不住地放缓了一些速度 他想要看看 这两个人如果真的忍不住 等会不会做出一些 更加让人向往的事情 则我喜欢这些 没有边界感的年轻人 可惜令代驾司机有些失望 两个人也只是接接吻 最大也是 把玩一下周启勤的那双 堪称完美的腿 其他的过激行为完全没有 这令代驾司机很苦恼 就不能当作我不在吗 我不敢在车里 应该在车底 随着窗外的风景不停地倒退 高楼大厦缓缓地消失不见 替而代之则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这里也是护城消费最高的地方 车子缓缓地停在一家酒店的门口 代驾司机下车为王毅两人打开车门 护城三甲岗博瑞酒店 走吧 我们进去 周启勤点点头 跟着王毅走进了酒店里面 王毅将车钥匙扔向门口的保安 保安接过钥匙 快速地改向库里南的方向 将车子停进停车场之中 而酒店中也早就有人 在等待着迎接王毅的到来 王先生您好 欢迎光临三甲岗博瑞酒店 我是您本次入住的私人管家 有任何的需要您都可以尽情吩咐 一位身穿燕尾服的男人 小步快走到王毅两人的面前 行了一个礼后说道 好了 跳过那些 没有用的直接带着我们去房间吧 王毅平淡地说道 也不等管家的回话 便拉着周启勤的手朝着电梯走去 这么急的吗 管家看着走在前面的王毅和周启勤 忍不住地倒吸一口凉气 有这么一个身材火辣的女人站在身边 想必是每个人都会心急地把 管家急忙赶上两人按下电梯 微笑着说道 两位里面请 在管家的带领下 王毅两人很快就来到了房间之中 管家也很有眼力近地进来后 并没有给两人介绍房间的设施设备 时去地退出了房间之中 万一耽误了王毅的好事 自己免不了会被怪罪的 周启勤进入房间之中 四处打量了一下 内心满是震撼 但他将这种震撼 全部掩藏在了自己心中 他明白 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 他更需要将旁边的这个男人 给照顾好才是 周启勤不等王毅有任何的动作 便很是主动地上前 从身后抱住王毅的腰 将脸贴在王毅的背后 感受着王毅的体温 周启勤的主动 也确实超出了王毅的预料 不过这样也不错 最起码不用浪费太多的时间 来做铺垫 王毅转身将周启勤拥入怀中 伸手掐住周启勤那精致的下巴 将其抬起 周启勤眼眸缓缓睁开 抬头看向王毅焉然一笑 周启勤妩媚的眼神 能勾起任何一个男人的欲望 也包括王毅 王毅低下头 缓缓地印在少女那红唇上 粗暴而强势 周启勤踮起脚尖 想要让自己更加贴近王毅一些 越发地用情 越发地忘我 就连王毅的手 将他的脖子 掐出一个明显的手印 都没有能够阻止他的热情 周启勤被王毅抱起 朝着主卧室的方向去 啊 一声惊呼之后 周启勤咯咯咯的笑声 充满整个房间之中 碰 房间门被重重地关上 卧室之中的周启勤 给王毅展示着自己的舞蹈功底 经过一晚上的操劳 王毅的舒适地靠在床头 左手抚摸在周启勤的柔顺的头发上 就像是在抚摸着 自己的一只柔顺的小猫咪一样 周启勤正在王毅的腹部 双手自然地抱着王毅 他满脸笑容地看着王毅 发自内心地笑着 他很满意王毅的能力 甚至都有些无法承受 盯周启勤好感值加时 恭喜宿主 获得60万元当前倍率 6 周启勤好感值 54 相信 王毅微微有些发愣 这个周启勤的好感值 他也是才看到 是有着总共54的好感值的 自己今天明明什么都没有做 周启勤便直接地找了上来 就连消费 也只是在酒店的消费上 是算在周启勤的身上的 其他的真是一分钱都没有消费 难不成这个周启勤 真的看自己长得帅才上来 和自己搭讪 并且心甘情愿地 和自己的进酒店的王毅 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小 毕竟系统的信息不会错的 如果周启勤是这样一个人 就不可能有着那么低的摔跤次数 而周启勤躺在王毅的怀中 经过一场疯狂之后 周启勤也有些迷茫 他不知道 接下来要怎么去面对 自己的好姐妹程嘉怡 他也不敢想象 当程嘉怡知道 自己和他的男朋友 现在躺在一张床上会怎么想 嗨 大不了以后 他做大的好了 我甘愿做小 周启勤心想 反正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自己还能怎么办 难不成时光倒流不成啊 周启勤想通之后 脸上的笑容更加的灿烂 他坐起身看向王毅 与王毅四目相对 老公我有点饿了 王毅将周启勤抱在怀里 坏笑着说道 刚刚没吃饱 一哥 你说什么呢 周启勤伸出拳头 在王毅的胸口捶了几下 但却没有感到一点的羞涩 和不好意思 他抬起头嘴角微微仰起 笑着说道 这可是你说的 让我吃饱的 等下可别求饶 王毅没有说话 他打算用实力证明 自己能不能做到 周启勤见王毅满脸的自信 低头躺了下去 嗯 一哥你压着我头发了 周启勤忤愿着看了王毅一眼 满脸不愤的 躺在了王毅的旁边 不来了 都要累死个人了 王毅掐了周启勤 一把坏笑着说道 这么快就吃饱了 你的胃口也不怎么样吗 可是 刚刚你不还说 怕吃不饱的吗 不再多吃一点 周启勤美好气的 白了王毅一眼 呸 什么就吃饱了 我明明什么都没有吃到 在食堂门口等半天 也没有开发啊 周启勤活动了活动 有些发散的咬机 揉了揉自己空荡荡的小腹 我不管 我要吃东西 除了那个丑东西以外的东西 王毅见周启勤 可能真的是饿坏了 就放过了他 好 你先去洗个澡 我给你叫吃的 耶 周启勤高兴地 举起手兴奋地大叫着 谢谢哥哥 周启勤在王毅的脸上 亲了一口之后 便飞快地跑向浴室之中 王毅笑了笑 拨通了管家的电话 让准备了一些食物 等周启勤从浴室出来的时候 餐桌上已经摆满了 各种各样的食物 而王毅正坐在餐桌前 微笑地等着他 周启勤坐下 看着眼前的王毅 和面前的食物 觉得这一切 都是自己值得的 若不是自己一眼 就认出了王毅 并且在酒吧主动地 挡在王毅的面前的话 这一切 说不定就要被 刘影那个贱人给抢走了 周启勤看着窗外的海景 心满意足地 将面前的食物 一点一点地吃下肚子 这一顿饭 是他吃得最满足的一餐 也是代表他进入 理想生活的第一餐 对不起了小橙子 这是你自己说不来酒吧的 也只能怪一个 这个实在是太耀眼 太优秀了 如果不是我的出现 也会有第二个 第三个的女人 和你分享一个的爱意的 温暖的阳光 从巨大的落地窗外 照进房间之中 金黄色的光芒 洒落在周启勤裸露的肌肤上 给他笼罩上一层金色的光芒 女孩睫毛微微扇动 伸出纤细的手指 摸向身边的位置 却什么都没有摸到 女孩惊慌地睁开眼睛 王毅不知道什么时候 早就醒了过来 不知道去了哪里 周启勤穿上衣服 走到客厅之中 找了一遍 也没有看到王毅的身影 只看到在餐桌上 给他准备好的午饭 此时的王毅 换了一身衣服 刚进入酒店的健身房里 张灵那边的好感值 一直没有下落 好感值奖励 也一直没有办法到手 王毅经过昨晚 和周启勤的一晚上的苦战 也发现自己的身体 这样下去 确实有些不值 便想着锻炼一下身体 不然到时候前有了 女人有了 就像是你打麻将 少了一张牌一样无奈 只能碰和摸 却不能点炮 这多扯淡 你好王先生 我是这里的私人教练 于莎莎 刚刚领管家 给我交代过了的 接下来您的训练 由我负责 不知道王先生 是否还满意呢 王毅刚刚进入健身房 一位身穿紧身健身服的女孩 便上前和王毅主动介绍到 女孩身上的健身服 将女孩的身材 给完美展现出来 身材十分的匀称 没有一丝的坠肉 想必这也肯定 脱离不开于莎莎 每天的锻炼 王毅打量了一下 于莎莎的长相 属于中上等的 但是系统 依旧给了94分的魅力值 想必是因为于莎莎的身材 给加了不少的分数 这个领管家倒是挺贴心 不仅仅给安排了私人教练 还是这么一个 青春靓丽的小姑娘 那于莎莎老师 接下来的训练 就麻烦你了 不麻烦 不麻烦 于莎莎飞快地摇头着小脑袋 马尾便在脑袋后面 一甩一甩 洋溢着青春的活泼 于莎莎偷偷地打量着王毅 心跳忍不住地加快 这个人长得好帅啊 比我那些采缝任机的爱豆 还要帅上一些 于莎莎是刚来这里做兼职 她平常就喜欢健身的原因 所以很快就面试通过 并成为了一个私人教练 而王毅是她的第一个客户 听说还是一位十分尊贵的客人 于莎莎原本还想着 对方会是一个肥胖的中年男人 动不动就会为难自己 可当看到王毅的时候 她忍不住的两眼都有些冒小心心 不仅这么帅气 而且看起来 好像还很风趣呢 不知道王先生想要锻炼那一块呢 我好给您制作一个 符合您的训练计划 于莎莎脸上满是开心的笑容 她突然觉得 这份工作 好像也没有听起来的那么难 王毅嘴角微微上扬 看着于莎莎笑着说道 我想增加一下耐力 不知道应该训练什么呢 于莎莎听到王毅的话 脸微微有些发烫 她说的应该不是 我想的那个耐力吧 对对对 一定是我想错了 她笑起来这么好看 怎么可能会是那种人 于莎莎稍稍调整了一下心态 仰起头看向王毅笑着说道 有很多的训练都可以提升耐力的 像是长跑 游泳 跳绳这些都可以有效地提升心肺功能 增强您的耐力 但是 如果王先生 您需要在增强耐力的同时锻炼肌肉的话 可以再加一些短跑 举重之类的无氧训练 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于莎莎侃侃侃而谈的不停地说着 自己知道的一切 可她却完全没有注意到 这些反而会让人没有耐心听下去 好了不用说了 你就告诉我 怎么练就可以了 我无条件地相信你 王毅实在是听不下去于莎莎的这些健身的姿势 出言将于莎莎的话给打断 于莎莎却微微一愣 她看向王毅脸上的笑有些不好意思 无条件相信 我是什么意思 她她不会是喜欢我吧 不行她是我的客户 我怎么能够跟她在一起呢 可是她的确好帅啊 真的是我喜欢的类型 于莎莎不断地纠结着 完全有些陷入了王毅那有些土味的情话之中 直到有一只手在她的眼前不停地挥动的时候 于莎莎才从自己的幻想中走了出来 于莎莎抬起头看向正微笑着 看着自己的王毅脸红得像是要滴出来血了一样 王毅也不知道这个姑娘在搞什么 突然就不说话 站在那里发呆 于莎莎老师 接下来我们要训练什么呢 总不能一直站在这里练军资吧 啊 我们先去跑步吧 于莎莎反应过来 急忙朝着跑步机的方向走去 生怕被王毅发现自己不对劲 王先生 您可以先进行一段慢跑来激活一下身体 这样等下的训练才能更好地进行下去 于莎莎将跑步机的速度设置好之后 便示意王毅站上去 那王先生 您好好训练 我去给你拿瓶饮料 于莎莎说完不等王毅回话 便低着头急忙跑掉 王毅笑着摇摇头站在了跑步机上 王毅上一次的跑步还是在大学的时候 自从毕业工作之后便很少有过运动 每天都是上班 出租屋 兼职三点一线的生活 出行全部都是公交车地铁的 身体很久 没有这么高强度的运动过 王毅刚跑了十分钟的时间 便感觉身体有些微微出汗 但越跑越觉得浑身轻松 他的身体本来就经过了系统的强化 但却一直没有完全地被身体吸收 随着这一次的运动 身体中系统带来的强化 正在进一步地改善着王毅的身体 王毅越跑越是精神 他慢慢地觉得 这个跑步机的速度有点太慢了一些 根本达不到锻炼自己的效果 王毅不断地加速着 双腿不停地奔跑着 王毅感觉浑身的毛孔都被打开了一样 正在不断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王毅的跑步机速度越来越快 王毅的踏步声也越来越大 渐渐地吸引到了一些人的目光 草 这个人在装什么笔 来健身房赛跑了呀 真想比赛 你去赛道训练多好 生怕别人不知道 他跑得快是吧 可慢慢地这些人发现了不对劲 王毅的速度 居然还在不断地加速 虽然这种速度 他们经常锻炼跑步的也能达到 但是却做不到这么的持久 王毅这种 简直就像是在自杀式锻炼一样 这样跑下来一趟 王毅相处的过程中 明明王毅只是说了几句话 可他就已经心跳加速 忍不住地脸红了起来 他只好找了一个借口跑了回来 不然让王毅看出了他内心的想法 那才是真的要命 于莎莎你在想什么 那可是你的客户 是这个酒店中都十分在意的重要客户 你怎么可以分神呢 你没有喜欢上他 你只是只是太热了 就是太热了 于莎莎不断地给自己做着心理工作 不断地用冷水拍打着自己的脸 足足十几分钟 才让那颗躁动不安的小心脏安静下来 于莎莎长舒一口气 才走出更衣室中 拿了两瓶冷饮 朝着跑步机的位置走去 刚走到跑步机的位置 发现一堆人正围成一圈 不停地谈论着什么 于莎莎下意识觉得情况不妙 急忙地冲了上去 他努力地扒开人群 顿时吓了他一跳 此时的王毅赫然 已经把速度开到了最快 正在不停地飞奔着 王毅不知道 已经维持这种速度 奔跑了多久的时间 才引着这群人的围观 王先生 你不能这么跑的 这样太伤身体了 于莎莎跑到王毅的身边 焦急地说道 可王毅却没有任何的回忆 反而还在不停地奔跑着 于莎莎定眼一看 王毅的脸胀得通红 整个人都大汗淋漓的 像是被泼了一盆水一样 于莎莎也顾不上太多 急忙一点点地 降低着跑步机的速度 跑步机虽然有紧急按钮 一旦按下 便会立刻停下 但这样 王毅也会从快速奔跑的状态 猛地停下 这样势必会对他的身体 造成非常大的损伤 只有一点点的降低速度 才能够更好地 保护王毅的身体机能 于莎莎交集的 每降低一点速度 就等待两分钟 让王毅慢慢地 适应着当前的速度 慢慢的王毅色 也没有之前那么红 于莎莎也暗暗松了一口气 渐渐的王毅也冷静了下来 看向于莎莎说道 我没事了 谢谢你 于莎莎见王毅冷静了下来 才终于放下心 太好了王先生 你刚刚可吓死我了 王毅将跑步机停下 笑着说道 刚刚一时兴起 不知道怎么就越跑越快了 没想到让你这么担心 真是抱歉 于莎莎刚刚好不容易 冷静下来的心脏 又开始怦怦怦地跳动了起来 低着头 不敢答王毅的话 周围围观的人 见王毅停了下来 也慢慢地散开 继续自己的训练 只有一小部分人 还在偷偷地打量着王毅 卧槽 这小哥也太猛了吧 他刚刚维持那个速度 跑了十几分钟 不会是哪个国家队的吧 我看十有八成是要磕多了 不然谁看娘的 让自己满意的答案 不管这个答案是否是真的 也不管这个答案 是否会对别人造成影响 那 喝口水 刚刚肯定累坏了吧 王毅结果于莎莎 递过来的电解至水 拧开喝下后 顿时感觉身体舒服了很多 刚刚还有些疲惫的精神 也好转了一些 这次还得谢谢你 要不是你 我肯定就从跑步机上摔下来了 于莎莎不好意思地 笑了笑这件事情 其实也怪我 我作为你的教练 不应该离开你的 要不然你也不会受伤 于莎莎没想到 王毅没有一点怪罪自己的意思 反而还向自己道谢 心中对于王毅的好感 更多了一些 顶于莎莎好感之家务 恭喜宿主 获得三十万元当前倍率 六 那这次的 可是你的错了 既然这样 中午请我吃个饭 应该没有问题吧 啊 吃饭 于莎莎抬起头 看向王毅的眼睛 但很快又低下了头 怎么 不愿意啊 王毅觉得 这个姑娘还挺有趣的 忍不住的 就想要逗一逗这个女孩 不是不是 于莎莎连忙摆手 随后怯声声地说道 只是这的饭菜 我请不起的 去其他的地方 我怕不合你的胃口 王毅笑着说道 谁说我不爱吃的 我也经常吃路边摊的好不好 特别是那些麻辣烫和烧烤之类的 真的吗 于莎莎不相信地问道 她没想到 像王毅这样的有钱人 居然也喜欢吃这些地摊小吃 当然了 我骗你干嘛 伸出手 在于莎莎的头上揉了揉笑着说道 不得不说 这个小丫头的头 揉起来还挺舒服 于莎莎感受到王毅的手的时候 忍不住的身体颤抖了一下 她想要躲开王毅的手 但是却不知道 为什么身体不听使唤地 站在原地不动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去吃饭吧 麻辣烫怎么样 于莎莎抬起头 看向王毅那一脸期待的眼神 用力地点了点头 嗯 我现在就去换衣服 健身房的工作 并没有那么的严谨 只要你是在顾客的私人课程时间 都是由你做主的 所以于莎莎临时出去一趟 这些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更何况是跟着王毅 这样的一个大客户出去 酒店更加不会理会 反而还更希望 这个于莎莎 能够将王毅这个大客户给拿下 王毅笑着站起身正 准备跟着于莎莎出现吃饭 却突然双腿一软 差点摔倒在地 于莎莎上前 急忙将王毅搀扶起来 急切地说道 应该是刚刚跑得太快 王先生 你的身体 一时间接受不了这么长时间的运动量 有些肌肉拉伤了 啊 那岂不是不能和你一起吃饭了 不吃 于莎莎忍不住地笑出声来 埋怨地看了王毅一眼说道 谁让你刚刚不要命地跑步的 现在还居然只惦记着吃饭 于莎莎想了一会继续说道 跟我来吧 我给你做一下按摩拉伸 这样子等下会舒服一些 王毅点点头 依靠在于莎莎的身上 在对方的搀扶下一步步地 朝着隔壁的于家殿上走去 于莎莎刚刚搀扶王毅的时候 还没有感觉 可现在两个人这种近距离的接触 让他忍不住地有些心痒痒 王毅身上的那股男人的气息 像一只小手一样的挠着他的芳心 在于莎莎的帮助下 王毅慢慢地躺在了于家殿上 于莎莎一只娇嫩的小手 放在王毅的腿上 给王毅按摩着 刚开始王毅还能够忍受得住 可当于莎莎拿出一个按摩滚轮时 王毅疼得是呲牙咧嘴的 那种酸爽真的是难以忍受 你弄疼我了 扑 于莎莎忍不住地一口喷了出来 他没好气地捶了王毅一拳 说什么呢 这话听着像你一个大男人该说的话吗 那应该是谁说的 总不能是你吧 王毅趴在于家殿上 不停地挑逗着这个有点单纯的小姑娘 于莎莎低着头不说话 他不知道为什么 王毅总是三两句 就能让自己脸红不已 又是简单的几句话 就能让自己破涕大笑 于莎莎耐心地给王毅按摩放松着肌肉 王毅也难得地享受着这种被美女服务的生活 闭上眼睛安心地享受着 王毅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的时间 才被于莎莎给含醒 王先生王先生 王毅缓地睁开眼睛 看着眼前可爱的于莎莎 露出了一个满意的笑容 辛苦你了 于莎莎用力地摇了摇头 不辛苦的 这些都是包含着私人课程里面的 于莎莎突然觉得 这么说 又好像拉远了和王毅之间的关系 补充了一句说道 而且王先生人这么好 我也愿意帮助王先生的 于莎莎说完感觉有些暧昧 低下头不知道在想着些什么 王毅坐起身 看着害羞的低下头的于莎莎说道 别叫我王先生了 听着挺便 扭叫我王毅或者一哥之类的都可以 嗯一哥 于莎莎点点头后 又重新地低下了头 无论王毅跟他说什么话 他都只是点头摇头 搞得王毅有些哭笑不得 那我现在能走路了吗 该不会以后都不能走路了吧 扑痴 于莎莎看着王毅笑骂道 哪有那么严重 只不过这几天 你就不要再锻炼身体了 等这几天适应一下就可以 最好每天都能再按摩拉伸一下肌肉 于莎莎这一头一说到 自己的专业上就停不下来 他不停地和王毅说着 要怎么样去锻炼和安全之类的事情 王毅无奈地掏了掏耳朵 轻飘飘地问了一句 那我是不是接下来几天 都要找你按摩才可以啊 王毅一句话 直接噎住了于莎莎 按道理 他应该拒绝王毅 告诉王毅 自己在家 也可以自己做拉伸 当时他的内心深处 又说不出拒绝的话 他担心说出来以后 就没有办法见到王毅了 王毅见于莎莎不说话 便继续问到他看来 我是离不开你咯 于莎莎感到心脏猛然停止工作 随后又剧烈跳动着 他偷偷地打量了一下王毅 发现王毅面色平常 并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难道是我想错了 王毅他并不是那个意思 王毅站起身活动了两下身体 发现双腿确实没有 刚开始那么酸痛 你按摩的手法 真的挺不错的吗 不过今天时间有点太晚了 记住你欠我一顿饭 改天我可得要你补回来 于莎莎听到王毅要走 顿时感觉有点空落落的感觉 他急忙起身 看向王毅说道 啊 你现在要走吗 吃个饭用不了多久的 你很着急这一回的时间的吗 王毅看着于莎莎 一脸焦急的样子 微微笑了笑 我怕吃完这次饭之后 以后就没有见你的理由了 果然 他就是喜欢我 不然为什么和我说这种话 王毅不等于莎莎反应 转身便准备离开 好了 改天我有时间的联系你 于莎莎看着王毅 晃了晃手上的手机 走出了健身房 当王毅离开的那一瞬间 于莎莎感觉自己的心像 是变成了一只小鸟一样 跟着王毅一同飞走了 周启晴窝在沙发上 无聊地玩着农药 突然听到门把手的转动声 他急忙跳下沙发 蹦蹦跳跳地 朝着门口的方向跑去 王毅刚打开门进来 便看到一个身影冲了过来 一哥你去哪了 我好想你啊 周启晴直接扑在王毅的身上 双腿交叉着 盘在王毅的身上 像是一个树带熊一样 王毅的双腿 好不容易在于 沙沙的按摩下恢复了一些 突然被周启晴 这么一哥千娇百妹的女人 整个挂在身上 顿时觉得有些腿软 差点倒在地上 王毅苦笑着 把周启晴从自己的身上抱下来 伸手在周启晴的秀发上揉了揉 我看你一直没有睡醒 就先去健身房锻炼一下 王毅不经意地揉了揉腰 继续说道 好了 我身上都是汗 黏糊糊的 周启晴甜蜜地抱着王毅哥脖 不停地摇晃着 哼 我才不会嫌弃一哥呢 就要喝一个贴贴呢 好了好了 我去洗一下 你乖乖地等我 周启晴眼珠子一转 笑着在王毅的耳边揉声说道 哥哥一个人洗澡 会不会无聊呀 要不要我陪你一起 我可以帮哥哥搓澡刀 周启晴说着 做了一个双手紧握的搓澡动作 让王毅忍不住地打了个颤 王毅笑着摇了摇头 不用了 我洗澡很快的 你在这里等我就好 王毅说完便走进了浴室里面 周启晴没有想到 王毅居然拒绝了一桶洗澡的请求 顿时有点不知所以 但是想到 王毅刚刚揉腰的动作 和刚刚腿软 差点倒在地上的样子 周启晴便突然有点明白了过来 原来哥哥昨晚伤到了根本啊 看来 我得好好的给他补一补身子才行 周启晴想起 昨晚王毅的雄风 就一阵的心跳气踹的 脸上一阵阵的红韵慢慢浮现 让任何一个男人 看到了都容易把持不住 王毅打开淋浴头 简单地冲洗了一下身体 肌肉的酸疼 也在瞬间被缓解了下来 王毅在将系统的强化身体 全部吸收了之后 感觉身体中的力气更大了几分 就连身上的肌肉 也有了一些初步的轮廓 接下来只要抓紧 将张琳的好感之奖励拿到手 他就是真正意义上的 薄鸡鸡肉男了 王毅洗完澡 从浴室之中走出来 看到周启晴正坐在餐桌前 在餐桌上放满了 各种各样的食物 王毅今天睡醒 还真的一点东西都没有吃 加上又在健身房那里 进行了大量的运动 王毅揉了揉肚子 感觉还真的有点饿了 一哥你洗好澡了 周启晴看到 转头看到 王毅披着一条浴巾 正从浴室之中走了出来 一只手拿着毛巾 正在擦拭着湿漉的头发 湿润的头发贴在王毅的头上 看起来还有点奶乎乎的感觉 周启晴忍不住地下意识 咽了咽口水 昨晚怎么就没有发现 一哥的身材这么好 身上好像还有肌肉的轮廓呢 我的天 这也太完美了吧 啊 周启晴揉了揉发痛的脑门 忧愿地看着王毅 一哥你打我干什么 谁让你在这发呆来着 王毅自顾自地 拿起了餐桌上的烧烤 放进嘴里 津津有味地吃着 也不知道周启晴 是在哪里点到的烧烤 味道吃起来还不错 周启晴撅着小嘴 忧愿地看着王毅不满地说道 还不是一哥你 长得太帅了 人家一下子看得入迷了吗 周启晴眼珠子 一转神神秘秘地继续说道 怎么样一哥 这家烧烤吃起来还不错吧 吃了之后 有没有感觉 哪里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王毅一边吃着 一边点了点头 嗯 确实不错 王毅刚说 完便觉得周启晴话中有话 他朝着餐桌上仔细地看去 忍不住地嘴角直抽抽 这桌子上 哪里是什么普通的烧烤 这不全都是腰子 韭菜 生蚝一类的吗 合着这个死丫头 是觉得 我昨天晚上 没有给他一个满意的体验啊 周启晴看到王毅那一样的眼神 也没有感到一点的害怕 反而是得意地说道 怎么样 我很贴心吗 死 周启晴刚说完 脑门上便又吃了一剂爆炒板栗 周启晴不停地揉着脑门 不满地看着王毅干嘛又打我 谁让你自作聪明的 王毅吃完最后一个生蚝 拿起一旁的纸巾擦了擦嘴 死丫头 看老子今天不好好地教训你一下 啊 周启晴看到王毅朝着自己冲来 惊呼了一声后 便被王毅抗在了肩膀上 周启晴倒在王毅的肩头 不停地垂打着王毅的后背 哥哥你注意身体 太平凡的话 会伤到身体的 王毅一巴掌打在周启晴的身上 后者又是忍不住地骄哼一声 我的身体还用不着你担心 就算是让你天天求饶都不成问题 周启晴被王毅扛回卧室 粗暴地扔在了那张大床上 周启晴舒服地伸了一个懒腰 从甜美的睡梦中醒了过来 此事已经是凌晨四点半的时间 周启晴起身在熟睡的王毅脸上 偷偷地亲了一口 随后小心翼翼地看着王毅 那精美的五官 没想到这些烧烤这么的厉害 刚吃下就能有这么大的反应 周启晴想到 昨天晚上自己那哭着求饶的样子 就觉得一脸的难堪 但想到是和王毅一起 又觉得莫名的很幸福 看来为了自己以后的幸福 我得多给他吃点才好 周启晴拿起一旁的手机 上面都是自己的好闺蜜 陈嘉宜的未读信息 陈嘉宜 琴琴你去哪里了 昨晚怎么一天都没有回家 陈嘉宜 琴琴你是不是遇到危险了 你回个信 陈嘉宜 琴琴你今天还不回来吗 陈嘉宜 未接通话 陈嘉宜 未接通话 陈嘉宜 未接通话 坏了 光顾着何一哥享受二人世界 居然把小橙子给忘记了 周启晴 我手机没电了 一直没有时间看信息 周启晴 我这两天在朋友家玩 明天就回去 周启晴刚心虚地把手机放下 就感觉到了手机的震动 陈嘉宜 你这是吓死我了 我报警警察说 要等失联48个小时才行 陈嘉宜 你没事就好 那我就先睡觉了 快要困死了 周启晴 嗯 快睡吧 周启晴放心手机 心中满是愧疚 小橙子这么担心自己 这么晚了不睡觉 就为了等我的消息 而我自己 却在跟着他的男朋友 享受着快乐的二人时光 我这样做 是不是太过分了一些 周启晴看着一旁 还在熟睡的王毅 内心中越发的愧疚 他不知道 以后应该怎么去面对 自己的好姐妹才行 想什么呢 王毅的声音 将周启晴的思考打断 他扭头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没什么 就是在想一些学校的事情 王毅坐起身 将周启晴搂进怀里 轻声说道 有什么事情都有我在呢 不用想那么多糟心的事情 嗯嗯 我知道的一个 周启晴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是脸上 还是一副提不起精神的样子 王毅也不知道 他在想些什么 轻轻地吻在了周启晴的脸蛋上 想要给周启晴一些安慰 周启晴抬起头看向王毅 眼睛中微微有些泪水 不知道是觉得自己 对不起程家仪的缘故 还是被王毅 这看似根本没有的安慰所感动到 他用力地吻在了王毅的唇上 王毅先是一愣 随后便主动地占领了上风 慢慢地 王毅的火气不知不觉地 就被周启晴给招惹了上来 周启晴心中微微一惊 他清晰地感受到了 王毅身上的传来的热量 他下意识地想要推开王毅 却被王毅直接抱住了后脑勺的位置 使得周启晴没有能够后退的空间 渐渐地周启晴 也在其中慢慢地沉沦了下去 在王毅的引导下 渐渐地重复着 昨晚一遍又一遍 却丝毫不觉得乏味的事情 小橙子对不起 看来我还是没有办法离开一个 我以后一定会想办法弥补你的 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听你的 唯独我不能离开一个 糟了一个 怎么还是这么的强 这烧烤真的能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第二天 两人睡醒的时候 已经接近中午的时间 周启晴感觉自己浑身 像是要散架了一样 他不停地揉着自己的腰 王毅看着周启晴那副样子 忍不住地偷笑 小丫头看你还敢不敢笑话我 两人刚吃完午饭 周启晴便听到了敲门的声音 奇怪 怎么会有人敲门 难不成是管家 周启晴好奇地来到门口打开房门 看见居然是一个 穿着西装革履的人站在门外 你你找谁啊 西装男抬起头看了一眼周启晴 急忙又低下了头 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女人 怪不得能够住在这 价值十几万一万的总统套房里面 西装男不敢抬头看周启晴 生怕被对方误认为是在亵渎对方 毕竟能够在这种地方消费的人 那绝对不是他能够惹得起的 您好 请问您是周启晴周女士吗 找我的 怎么会有人来这里找我 周启晴虽然有一些不解 但还是回应道 我是 请问你有什么事情吗 西装男文生急忙掏出一张信封 双手递了过去 周女士您好 我是金泰集团的 这是莫经理让我送来的 金泰集团莫经理 周启晴还没有反应过来 便听到了王毅的声音传了过来 收下吧 这是那天在酒吧的那个人 给你送的赔礼 周启晴瞬间便想了起来 这是莫斯远在酒吧说的 那一百万的购物卡 周启晴原本以为只是说说而已 没想到居然是真的 这可是一百万 就这么的送给我了 接住吧 不然他得一直弯着腰 周启晴看西装男 还在一只弓身保持着弯腰的动作 急忙接过了信封 西装男长输了一口气站起身 那就不打扰两位了 王先生 周女士再见 西装男说完便急忙地转身逃离了这里 他实在是不敢在这里酒呆 他甚至都不敢大口地喘气 周启晴打开信封 看到里面是一张烫金的购物卡 虽然没有写明金额 但是卡上的一串八的卡号 还有周的字母都告诉他 这不是假的 一哥 这卡 卡是给你的你就收着 以后想要买什么东西 也方便一些 周启晴听到王毅的话 淡淡地点了点头 虽然他知道 这张卡如果不是王毅 对方不可能给他的 更不可能给一百万这么高的金额 他也想过给王毅 但却怎么也开不了口 要知道 这可是一百万的金额啊 他得工作多少年 才能赚够这一百万 在担心他的安危 他也说了 今天要回去的 王毅本来是想着 要送周启晴回去的 却被周启晴给拒绝了 王毅之后 让酒店安排了一辆车 将周启晴给送了回去 周启晴可不想让王毅发现 自己住在哪里 毕竟王毅可是送过小橙子回去的 如果被王毅发现了 自己和小橙子住在一个小区里面 还指不定会想出来一些什么呢 周启晴坐在家常版奔驰内 内心是忍不住的激动 他现在能够体验到的 这一切远超常人的待遇 都是因为王毅给他带来的 王毅虽然没有给他购买 什么名贵的奢侈品 但是手中那张烫金的购物卡 却比任何的奢侈品都要贵重 毕竟自己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还得给自己的闺蜜 介绍清楚这些东西的来历 周启晴下车后 返回了自己和小橙子的出租屋内 他刚推开房门小橙子 便跑了过来 秦晴你终于回来了 把我担心死了 周启晴虽然早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是真的见到自己这个好闺蜜的时候 内心还是有些紧张 我我没事 就是在外面玩了几天而已 周启晴也不知道 该怎么和自己的闺蜜解释 突然想到了口袋中的购物卡 小橙子 要不我们出去逛街吧 周启晴抱住小橙子 小心翼翼地说道 今天你的消费全部让我买单好不好 就当做是补偿你这几天的担心受怕 周启晴现在能做的 就是尽量地补偿着自己的好闺蜜 而女生嘛 无非就是买买买 先自己的好闺蜜哄高兴再说 至于和一哥之间的关系嘛 能瞒得住多久 就瞒多久 程嘉宜也想着 确实很久没有和周启晴一起出去逛过街了 便欣然地答应了下来 好啊 这可是你说的 等一下别怪我花钱太多 让你心疼了 放心放心 随便你 怎么花都行 王毅开着库里南悠然地闲逛了两圈 回到了公寓中 看了一眼时间还有点早 王毅在楼下买了一些吃的 进入到了张琳的家中 张琳没有在家 看时间应该是去街南南放学了 王毅将买好的熟食摆好盘 放在了餐桌上 又打开抖音学着炒了几样菜 张琳的好感值只差一点 就能得到好感值奖励了 王毅要尽快把这一点搞到手 那可是鸡肉的奖励啊 哪有一个男生 能够拒绝得了自己的身上 拥有着一副好看健康的鸡肉呢 王毅刚做好几道菜 便听到了房门打开的声音 哇 妈妈家里面好香啊 小南南高兴地嗅了嗅鼻子 大声地喊着 张琳也有些疑惑 自己出门前明明还没有做饭呢 怎么家里面会有饭菜的味道 这时 系着围裙的王毅刚好端着两盘菜 从厨房里面走了出来 王毅看到两人回来笑着说道 回来了 刚好饭做好了 快去洗洗手准备吃饭 张琳看着王毅系着围裙忙碌的样子 觉得王毅现在的样子有点滑稽 忍不住地想要笑出来 可鼻子一酸 眼泪却不争气地在眼眶里面不停地打转 张琳这么多年 一个人照顾着自己的女儿 为了能够给女儿一个健康的生活 和童年是操碎了心 更是没少经受别人的一些闲言碎语 和冷嘲热讽 这么多年过来 她都没有掉过一滴的眼泪 可是当看到王毅为自己的付出时 竟忍不住地想要哭出来 她实在是太久没有感受到温暖的感觉了 王毅急忙上前将张琳抱在怀中 小声地说道怎么还哭了 男男还在这呢 张琳急忙擦了擦眼泪 笑着说道 不哭不哭 应该高兴才对 王毅虽然也有些动容 但还是忍不住地心里面吐槽着 怎么搞的 这都没有增加好感知 两大一小作在餐桌前 欢声笑语地将王毅做好的饭菜吃完 期间张琳一直不停地夸奖着王毅 没有想到王毅的手艺会这么地好 王毅也不停地给张琳夹菜 小男男不停地围绕着两人转圈 但是无论张琳笑得多开心 张琳的好感知也没有上涨的迹象 就好像这最后一点被卡死了一样 王毅见状无奈只得作罢 张琳将王毅哄睡之后 再次地钻入了王毅的被窝 不得不说的是 这丞相之质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身为人母的张琳相汗淋漓 经过剧烈的运动之后 身后有一层淡淡的粉色 整个人显得更有韵味了一些 两个人一整晚的翻云覆雨之后 王毅明显有些疲惫 反倒是张琳一晚上没怎么睡觉 反而更加地精神异议 看来是得到了很好的滋润 小一叔说 快起床了 太阳都晒屁股了 小男男跑到王毅的床前 不停地推散着王毅 张琳从厨房出来 将头探进房间之中 脸上带着一抹笑意 轻声说道 男男乖 让你小一叔叔再睡一会 他昨天可忙活坏了 张琳说爸自己的脸 倒是不好意思地红了起来 小男男不解地弯着头 看了看自己的妈妈 又看了一眼王毅 小小的脑袋瓜子里面 不知道在想着些什么 张琳做好早餐之后 带着小男男坐在餐桌边吃饭 吃饱之后 本打算送女儿去上学 却看见王毅睡眼惺忪地 从房间里面走了出来 林姐 等一下我去送男男去幼儿园吧 张琳看着王毅那 一副还没有睡醒的样子 有些心疼 你再睡一会吧 男男我去送就可以了 王毅笑着握着张琳的手 轻声说道 林姐 我早就把男男 当做自己的女儿看待了的 你就不想让我和男男 走得近一些的吗 张琳听后 微微有些动容 她真的能把男男 当做自己的轻生女儿 一样对待的吗 她不仅能够接受我 也能接受男男的吗 王毅看到张琳的表情 仅剩的一点睡意 也全部消失不见 她顿时明白 问题出在了哪里 她真顾地照顾张琳的情绪 想着如何能让张琳高兴 从而提升好感知 却忘记了 像张琳这样的母亲 自己怎么样 反而并不是最重要的 她更在意的是自己的女儿 她将自己的女儿 看得比任何的一件东西 都要贵重 包括她自己的胆受 林姐 你如果不介意的话 让男男改口 叫我爸爸也没有关系的 我是真的喜欢男男 这个可爱的小丫头的 张琳抬起头 看向王毅双眼 王毅的眼神清澈 而又真诚 并不像是说谎 这点也确实毋庸置疑 王毅的确很喜欢 男男这个聪明懂事 又可爱的小丫头 这样的一个小女孩 能够做自己的女儿 想必每个人都很乐意才对 不不好吧 我怕男男 她一时之间不会答应的 张琳的话刚刚说出口 便见小男男 急忙从房间里面 背着小书包冲了出来 我愿意妈妈 我愿意的 小男男焦急地表示 自己很乐意叫王毅爸爸 不停地在原地蹦来蹦去的 张琳弯下腰 将小男男抱起来 笑着说道 傻男男 你知道叫爸爸意味着什么吗 小姑娘重重地点了点头 男男知道 这意味着 妈妈要和小义叔叔在一起 张琳和王毅微微有些发了 张琳则是没想到 自己的女儿懂这么多 王毅则是忘记了 这么重要的一茬 如果男男真的叫了自己爸爸 张琳让她和自己结婚怎么办 小男男见两人都不说话 便继续说道 妈妈是不喜欢小义哥哥吗 张琳见自己女儿 一副小机灵的样子 顿时笑了出来 是啊 只要两个人喜欢就好了 何必要想那么多呢 没想到 自己这么大的年纪 深情地看了一眼王毅笑眯眯地说道 当然 我当然喜欢小义叔叔 那不就可以了 小义叔叔也很喜欢妈妈呢 既然这样 小义叔叔 为什么不能做我的爸爸 张琳宠溺地揉了揉女儿的头 笑着说道 你怎么知道 小义哥哥喜欢妈妈的 哼 男男当然知道 小义叔叔天天向我问妈妈的事情 这不是喜欢 还能是什么 王毅看向小男男 一脸傲娇的样子 没想到这个小丫头 居然还给自己打了掩护 好 那以后在家里 你就叫小义爸爸 出门还是要叫叔叔的好不好 小男男疑惑地看了一眼两人 虽然有些不明白 为什么 但还是点了点头 嗯嗯 小义爸爸 你快点亲妈妈呀 王毅和张琳相识一笑 不约而同地 在地方的脸上 先后亲吻了一下 耶 我有爸爸了 我有爸爸了 张琳看着女儿高举 双手不听挥舞的样子 心里面觉得暖暖的 盯张琳好 赶值家务 恭喜宿主 获得三十万元当前倍率 六 张琳好赶值 八十四 依赖 随之提示音的响起 王毅立刻便感觉到 浑身上下阵阵的苏痒难耐 那股苏痒 像是从骨头缝里面传来的一样 似乎王毅身上的每一块肌肉 都在不停地生长 丁恭喜宿主 完成好赶值任务 获得好赶值奖励 肌肉 王毅找了一个借口 躲进了卫生间 他撩开身上的衣服 能够清晰地看到 自己身上皮肤下的血管 正在不停地蠕动 他不知道等了多久的时间 身上的肌肉 才慢慢地浮现 最终形成了一身完美的剑子肉 腹部上那黄金比例的腹肌 在灯光的照射下 还反射出一道道淡淡的光泽 就连王毅那原本有些小肥的脸蛋 此刻也更加地俊朗了起来 就像是刀客的一般 令人挪不开眼睛 王毅不停地揉搓着身上的肌肉 他能感觉到 自己身上的肌肉中 蕴藏的力量 他此刻感觉自己 有着能够一拳打死一头牛的力气 不过王毅 也不会真的傻到 去找一头牛的麻烦 来测试自己 是不是真的能打死对方 这样子显得也太低爱了一些 王毅开着库里 难将小楠楠送到了幼儿园之中 他揉了揉空荡荡的肚子 感到饿得前胸贴后背的 今天本来就没有吃早餐 加上身上突然多出来了一身的肌肉 更是消耗了他大量的体力 王毅想了想 拿起手机给于莎莎 发送了一条信息 王毅 突然觉得好饿啊 想起来 某人似乎还欠我一顿麻辣烫 也不知道说话算不算数 只是刚刚睡醒起床而已 于莎莎做的早餐 是一份很健康的简直餐 他做一个健身教练 自然对自己的身材要求很是严格 不然很容易就丢掉这份 对他来说 还算十分乐观的高薪工作 在看到王毅的信息之后 于莎莎先是一喜 但随即脸上就多出了一丝的担忧 他思来想去 犹豫不决地拿起手机 给店长发送了一条短信 于莎莎的店长 我早上起来 发现来姨妈了 今天能不能休息一天 店长很快就批准了于莎莎的假期 于莎莎高兴地差点直接蹦起来 他急忙给王毅回复道 于莎莎 可以啊 刚好我今天休息 你再拿我去找你 王毅 不用 你给我发个地址 我去接你 于莎莎将自己的住址 发送给王毅之后 将那份简直餐打包好 放进了冰箱里面 呼 看来是一天放纵日啊 穿什么衣服好呢 于莎莎站在衣柜前 将衣柜中的所有衣服 都给掏了出来 不停地拿着一件件的衣服 在自己的身上比划着 王毅倡议地 开着那辆库里男 来到了于莎莎发送给他的位置 王毅等了一会 便看到了于莎莎的身影 于莎莎身穿一件紧身的牛仔裤 搭配马丁靴 将他那双本就修长的眉腿 给衬托得更加完美 上身是一件简单的短袖 和一件黑色的皮质外套 给人一种英姿撒爽的感觉 于莎莎更是很难得 画上了一副淡状 整个人的五官更加的精美了一些 于莎莎听到喇叭声 狐疑地朝着车里看去 在看到里面坐的是王毅之后 脸上绽放开一朵 好似茉莉花般清新的笑容 于莎莎拉开门 坐进副驾驶中 不停地打量着车子 一哥你这辆车好帅啊 得需要不少的钱吧 没多少钱 朋友的车我也不太清楚 王毅耸了耸肩 他并没有说谎 这辆车本来就不是他的 是张灵的车 只不过借给他开而已 于莎莎也没有追问 反而看向王毅说道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我都好久没有吃过麻辣烫了吗 于莎莎告诉了王毅一个地址 王毅便驱车朝着锁在地而去 这个地方位于一所大学的小吃街 是于莎莎上大学时 最喜欢和室友一起来吃的一家 你平常都跑这么远来吃麻辣烫的吗 王毅无聊地随口问了一句 于莎莎嘟着一张小嘴道 怎么可能 我大学毕业之后 就很少来了 几乎一个月才来一次 平常要保持身材 根本不能吃这些的 说起平日里吃的那些草料 于莎莎就一肚子地牢骚 和王毅两人有说有笑地 谈论着健身期间 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本来半个多小时的车程 于莎莎却一点都不觉得久 反而还觉得有些太快了 他和王毅实在是聊得太头疾了 王毅每次都能够听出 他想表达的事情 从而照顾到他的情绪 提供足够的价值 这才使得他 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 于莎莎平常因为性格的原因 很少和别人分享自己的事情 可和王毅在一起的时候 却觉得自己像是 被打开了话匣子一般 两人下车后 走进一家不起眼的麻辣烫小店 莎莎来了 有好一段日子 没有看见你了 于莎莎刚走进麻辣烫店内 便被老板娘认了出来 显然于莎莎是这里的老主顾 平时没少来照顾这里的生意 老板娘看到于莎莎身旁的王毅 表情一愣 随后便满脸笑意地说道 这才半个多月不见 莎莎居然交了一个 这么帅气的男朋友啊 于莎莎听见老板娘的话 脸色一红 娘娘你说什么呢 这只是我朋友 老板娘尴尬地笑了几声 看向王毅说道 小伙子你不要见惯 我老婆子就这样话快 说错了 你别生气 王毅笑了笑没有说什么 和于莎莎找了个位置坐下 老板娘笑着看了一眼于莎莎 身为过来人的她 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于莎莎的 那点小心思 什么朋友那都是借口 成为男女朋友 那还不成一层窗户纸的事 王毅两人来到早 店内还没有客人 就连菜品也还没有准备权 两人就坐在那里闲聊了一会 菜品才陆陆续续地准备好 两人拿着各自的夹子 选取着菜品 不一会 两人的盆里面 就堆起了一个小山 这里的菜品 确实还挺划算的 荤素分开算 不像有些店里面 荤素一样的价格就算了 已经要四五十的价格 于莎莎看到自己盆里面堆起的小山 忍不住地按骂了自己几声 好久没吃了 一下子没忍住 吃这么多 一定会被王毅给笑话的吧 于莎莎趁着王毅不注意 又偷偷地将自己选好的食物 偷偷地放回去了一些 等两人结账的时候 老板娘看着于莎莎 选的那一丁点的食材 忍不住地偷笑着 死丫头还说不喜欢人家 于莎莎看着偷笑的老板娘 忍不住地剁了剁脚 这个麻辣烫吃着确实不错 麻辣鲜香的 王毅吃得满头大汗的 直呼过瘾 于莎莎有一搭没一搭地 和王毅聊着天 眼睛却一直看着王毅 不停扒拉的筷子 不停地咽口水 他原本就是一个 每天都保持着 大量运动的健身人士 饭量自然是不容小觑 只是这么一点 显然不足以填饱他的肚子 王毅不经意看着于莎莎 不停地看着自己的碗 隐隐约约也发觉了 于莎莎的不对劲 王毅偷笑了一下 没想到这个小丫头 还挺在乎自己的形象的 王毅将自己 还有着一半的麻辣烫 往前一推 用手揉了揉肚子 莎莎 我好像点多了 你要不帮我吃点吧 好啊好啊 不对不对 于莎莎急忙快速地摇头 拒绝地说道 我胃口很小的 吃不下了的 于莎莎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是眼睛的视线 却根本没有离开过 那一碗麻辣烫 啊 那怎么办 总不能浪费了吧 王毅装出一副可惜的样子 继续说道 要不然这样 你尝试着尽量去吃 能吃多少就吃多少 不然浪费了多可惜 于莎莎在王毅的 再三劝说下点了点头 他夹起一块蜡肠 放进口中 顿时辣肠的香气 夹杂着一股浓郁的酒香 充斥着他的口腔 他满足的双眼 都不自觉地眯了起来 他手中的筷子 越来越快 不停地从碗中 夹起一个又一个的丸子 爆制的牛肉丸 吸满汤汁的油条 脆爽的鞭炮笋 于莎莎吃得忍不住的 脸上的笑意 越来越浓烈 老板娘看见这一幕 脸上露出满意的一母笑 还说不是情侣 两人都吃一碗饭的食物了 于莎莎 说好了不吃的 结果你就给吃光了 于莎莎偷偷打量了一下王毅 发现王毅好像在偷笑 他忍不住的一拳 垂在王毅的胳膊上 却没控制好自己的力道 碰 发出一声不大不小的响声 却清晰地传到了所有人的耳中 于莎莎更加的羞愧了起来 王毅肩缩成了一个 鸵鸟一样的于莎莎 感觉这姑娘 还真是越看越有些可爱了起来 少侠好伸手 刚刚这一拳 莫非就是传说中的七伤拳 不吃 于莎莎忍不住地笑出了声音 转身和王毅牛打在了一起 哼 让你看看 我葵花点血手的厉害 两人不停地似笑打闹着 可随着王毅的 一记降龙十八掌地打出 两人瞬间都沉默了下来 于莎莎看着 放在自己的胸前的一只手 整张脸都红得要滴出血了一样 还还不松手 王毅本来是要松手的 但是看到于莎莎 这副娇羞的样子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不自觉地五指并龙了几下 别说果然是健身的 手感还挺好QQ弹弹的 于莎莎见王毅 居然还捏了几下 顿时惊呼着 从凳子上站了起来 怎么了莎莎 没事没事 于莎莎见老板娘 从后厨中探出头来 焦急地询问 急忙摆了摆手 表示没什么 老板娘疑惑地看了两人几眼 又返回了后厨 自己忙活了起来 我吃饱了 我们走吧 于莎莎拿起自己的包包 不敢看王毅 低着头对王毅说道 好那我们回去吧 两人坐上车都没有说话 接通电话 嗯我是王毅 现在就可以了吗 好我现在过去 于莎莎扭头偷偷 看向王毅小声说道 王王毅 你要是有事 要忙的话你就去吧 等一下找个路口 让我下车就可以了的 于莎莎怯声声的样子 让王毅不免觉得有些好笑 没什么事 你要是没事的话 和我一起去吧 我 于莎莎指了指自己 他虽然不知道 王毅要去做什么 但是下意识地 不想和王毅分开 虽然气氛有些微妙 但是以王毅的口才 应该很快就会被解开的吧 于莎莎点了点头 好啊 我今天休息一天 今天都可以陪着你的 于莎莎说完之后 觉得自己这句话有些暧昧 偷偷地看了一眼王毅 看到王毅没有什么反应之后 悄悄松了一口气 他没有听到的吗 还好还好 王毅见于莎莎答应 便一脚由门踩下 开往4S店的方向 刚刚的那通电话 正是法拉利的4S店打来的 他的那辆法拉利黑武士 已经过户到了他的名下 一切的手续 全部都准备好了 4S店来电话告知王毅 如果有时间的话 现在就可以去将车开走 王毅开着库里南一路飞驰 很快便来到了 法拉利4S店的门口 于莎莎看着法拉利的标志 不解地问道 王毅你是要买车吗 不 王毅摇了摇头 我是过来提车的 两人刚下车 便看到法拉利的经理 一脸小跑地跑了过来 在经理旁边的是爱爱和连连 他们两人此刻都不敢再有 之前的那点小九九的想法 毕竟真真就是他们 最好的反面教材 而至于王毅身边的女人换了一个 他们也根本不觉得有什么的 毕竟这种一下子出手 就是几千万的公子哥 身边又怎么可能会缺女人 就是身边一天换三个 在他们看来也再正常不过的 甚至他们都想着要加入其中 而找不到门档的王先生好 两人恭恭敬敬地给王毅打了个招呼 王毅点了点头 看着经理问道 车子在哪 直接带我过去吧 经理一点的恭维 没有半点的马虎 早就为王先生您准备好了 请这边跟我来 经理在前面带来 不停地和王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这话 王毅的脚步却突然地停了下来 经理不解地看向王毅 心中暗想难不成哪里惹到了这个大牢 却见王毅缓地转过头 看向他淡淡笑了笑说道 你们应该没有给我准备什么 替车仪式之类的吧 经理看着王毅一时之间 有些不知所措 不知道该说有还是说没有 他小心翼翼试探性地说道 没没有 王公子这么低调 我想应该不会需要这些东西的吧 王毅点了点头 那就好 这种没必要的东西就不要搞了 显得有些过于无趣 经理连忙带头哈腰 自然是自然是 这些形式主义我们一向不提倡的 经理趁着王毅不注意急忙地给一旁的艾艾 连连打了一个眼色 两人也很快就明白了经理的意思 故意走慢了几步急忙拨通了一个电话 快快把那些全部给撤掉 法拉利的4S店经理 特意带着王毅在店内转了最大的一个圈 在看到艾艾 连连给他比了一个OK的手势之后 才放下心来 王先生里面请 明大爱车就在里面了 经理推开门 王毅带着于莎莎走进去后 于莎莎的目光便瞬间 被眼前的一辆通体纯黑的跑车给吸引住 这辆车在车库停放了长达半年的时间 整个车身上的光泽藻就没有原先那么亮 经理为了能够给王毅留一个好的印象 不仅仅将车身整体给抛光打磨了一遍 使得车身更加有光泽 更是将发动机的机油给更换了一遍 毕竟长时间的停放 一定会对机油有一些影响的 光是这一套的工事费下来 就足足要花费高达数万元 王毅轻轻点了点头 他虽然不在乎这些 但是既然是法拉利4S店白送的 他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这个经理也确实很会来世 为人处事都十分的精明 王毅伸手将库里男的钥匙扔到了经理的手中 这辆车先放你们着 过两天我过来去 好嘞 王先生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好好地爱护您的爱车的 经理看清手中的钥匙 是库里男立马答应了下来 他正不断地盘算着 要怎么好好地给王毅这辆车保养和维护一下 于莎莎在一旁一直都没有说话 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这整个4S店的人都在讨好王毅 他原本认为 王毅只是比普通人稍微有点钱 可没有想到 王毅的身份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这可是法拉利的4S店啊 这里的员工见过的有钱人 可谓是数不胜数的 可即使是这样 依然对王毅言听计从的 而且眼前的这辆车光 是从造型上来看 就知道价值不菲 愣着干什么 上车吧 于莎莎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 他抬头看向王毅 发现王毅 正做出一个身世至极的动作 朝着自己伸手 于莎莎鬼使神差地 将自己的手 轻轻地放在了王毅的手上 任由王毅牵起自己的手 王毅嘴角微微仰起 牵起于莎莎的手 朝着副驾驶的方向走去 于莎莎感受着王毅那张 宽厚温热的手 脸色有些微微发红 他这还是第一次 和男生真正意义上的牵手 王毅打开副驾驶 转身温柔地看向于莎莎 做出一个寝的姿势 于莎莎当即便愣在了原地 不知道要做些什么 于莎莎正犹豫之际 却见王毅松 开了握着她的那只手 于莎莎不知为何 心中突然空荡荡的 像是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一样 可下一秒 于莎莎便惊呼出声 因为她整个人都被王毅抱了起来 这就是公主抱着她的胳膊好结实啊 于莎莎顺势依靠在王毅的胸前 可还没有能够好好地体验一下 便被王毅放在了副驾驶的座椅上 于莎莎有些失落 也同样期待下一次的到来 王毅见车门关上 转身来到了主驾驶的位置 王毅打量了一下车子中的内饰 忍不住有些唏嘘 跑车的好车很明显 动力足 造型帅 但是缺点同样也很明显 跑车为了能够将车子的性能 发挥到极致 所有的电子设备几乎都没有 只有最简单的几样 甚至连座椅也没有那辆库里南舒适 准备好了吗 要起飞了 于莎莎看向王毅嘴角 车子从4S店中开了出来 SF90黑武士爆发出巨大的嗡鸣声 缓缓地驶上了马路 在王毅的驾驶下 车子朝着一条偏远的公路行驶 十几分钟后 黑武士行驶到了一个封闭式的路段上 车子才终于发挥了他最极致的性能 强大的性能带来的推背感 使得于莎莎内心深处的那骨子狂野 也被激发了出来 于莎莎将手伸出车外 感受着这种极致的速度带来的刺激感 王毅在一旁看到这一幕 他虽然性格比较内向 但是他内心深处 也十分地向往着狂野的生活 不然他也不会选择去做健身教练这个职业的 王毅却总觉得缺少一点什么 在思考了半天之后 王毅才想到 王毅默默地播放了一首女孩 当旋律出来的那一刻 王毅直呼就是这个感觉 他也过上了那个在西湖兄弟的日子 王毅开着黑武士 不停地在路段上狂飙着 于莎莎像是不知疲倦一般的 放肆大吼着 发泄着自己的情绪 丁于莎莎好感直加五点 恭喜宿主获得三十万元 当前倍率六 累了吧 于莎莎看向王毅递过来的一瓶可乐 笑着摇了摇头 王毅却直接将可乐塞进了他的手中 我知道你要控制饮食 但是一个人不能总是抑制住自己的情绪 也要适当地去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 于莎莎双眼直直地看着王毅 眼神中有些动容 他鬼使神拆地打开了手中的可乐 此 气体随着于莎莎拉开拉环 一种沁人心脾的声音传出 咕噜 啊 于莎莎大口地灌下两口 发出一声舒服的声音 一瓶三块钱的可乐 第一口就值两块九 正是因为这种二氧化碳带来的刺激感 丰富的气泡在口中迅速炸裂开来 给人带来极大的满足感 于莎莎长时间为了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身体状态 从来不敢吃那些油腻的东西 像是可乐这种碳酸饮料 更是少之又少 而也只有王毅会告诉他 要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 他难道是真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好吃 什么东西好喝吗 他难道真的是喜欢吃那些像是在吃草一样的草料吗 不那只是他为了能够维持工作需求的工具而已 丁恭喜宿主为于莎莎消费成功 资料更新完成 异性资料 姓名 于莎莎 年龄 24岁 身高172厘米 体重 52千克 职业 健身教练 好感值 41 魅力值 94 好感值奖励 技能卡 又是一张技能卡 王毅上一张的技能卡还没有得到手 就又出现了一张 看来要想办法 先给这个技能卡拿到一张 看一下这个作用到底怎么样 怎么样 现在的心情是不是会好很多啊 王毅在于莎莎的身旁坐下 侧脸看向一旁的于莎莎 嗯 于莎莎用力地点了点头 她感觉自己 确实比以往只知道每天工作的时候 要开心很多 就连早上王毅袭击她的大灯的事情时的尴尬 都忘记得一干二净 好像只要待在王毅的身边 她就会感觉特别地放松 于莎莎扭头看向王毅 在夕阳的余晖下 王毅仰起头喝下瓶子中最后的可乐 那侯杰不断地翻动着 哐 王毅将喝剩下的伊拉罐捏扁 用力地置向远处的垃圾桶 哐喽喽喽 伊拉罐和垃圾桶发出一阵密集的撞击声后 落入垃圾桶中 yes 王毅双手高举欢呼的样子 于莎莎看着不停地傻笑着 你也来试试 我 于莎莎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轻轻地摇了摇头 这有什么的 来试试看 王毅将于莎莎拉起来 不停地催促着于莎莎 于莎莎见状 只能将可乐一口喝完 打出了一个延绵不绝的长歌 于莎莎捂住不好意思地轻笑两声之后 学着王毅的动作 将手中的伊拉罐捏扁 随后做出瞄准的动作 用力地投向远处的垃圾桶中 哐当当 哎呀 我就知道 我投不中了 于莎莎看着掉在地上的伊拉罐 脸上一阵的失落 可下一秒 她的身边便传来一阵风 王毅搜的一声跑了出去 将伊拉罐捡起 随后用力地投入垃圾桶中 看 王毅站在垃圾桶边 冲着于莎莎不停地挥手 看见了吗 你没有投中 没有关系的 还有我我会在你身边帮助你的 你只管往前走 剩下的一切都交给我就好了 咯咯咯 于莎莎看着不远处大喊着的那个 不停挥动着双手的人 隐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真是个大笨蛋 丁于莎莎好感职 加十关系宿主 获得六十万元当前倍率 六 于莎莎好感职 五十一 半夜 于莎莎躺在床上 脑海中全 是王毅在夕阳的余晖下 挥手的身影 她脸上时而焦急 又时而浮现甜美的笑容 于莎莎你得忘记 她你明天还要上班呢 于莎莎在自我催眠得过程中 准备将自己送进梦乡之中 可在第二天 还是顶着一双黑眼圈去上班 她换上了于家服之后 给自己泡了一杯咖啡 准备提提神 站在窗外 看着道路上不断行驶着的车辆 她得嘴角缓缓浮现一抹笑容 很快于莎莎便摇晃着头 将自己幻想着唤醒 于莎莎呀于莎莎 你真是着魔了你 睡觉前想她就算了 居然睡中了 还能梦见她 现在倒好 上着班还能走神 于莎莎想办法将王毅 从自己的脑海之中赶走 却突然看到楼下出现一辆车 她定眼认真地看过去 却发现什么都没有 真是的 居然还出现幻觉了 王毅怎么可能这么早开车来这里 王毅你这辆车也太帅了吧 法拉利SF90黑武士 这辆车全球也没有几个人改装的吧 白若雪坐在王毅的副驾驶上 不停地打量着这辆车 王毅昨晚上就和白若雪约好了的 今天一起去拍摄 王毅早上便来到了这里接白若雪 没想到刚好在护城三甲港绿地 博瑞酒店楼下 而于莎莎刚好就在楼上上班 王毅生怕被于莎莎给撞到 在接到白若雪的第一时间 便让白若雪赶紧上车 随后朝着远处行驶着 还好白若雪这个车迷 并没有太在意王毅的不对劲 他完全地被这辆改装过后的黑武士 给吸引到了眼球 我们要去哪里拍摄 你倒是给多位着啊 王毅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个白若雪简直就是车迷 一上车就不停地打量着车里面的配置 是一句正题都不带谈的 去家外的赛车场 今天要拍摄速度与激情 白若雪说到自己的专业 像是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一样 这辆车要好好地保养之类的话 王毅只能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着 在驶出护城20分钟后 王毅才终于看到了 白若雪说的那个赛车场 这里虽然并不是国际赛事 那种专业的跑道 但是该有的也一银俱全 像高速直道 弯道 发卡弯 S弯道等等 这里甚至还可以做一些 车辆的碰撞测试之类的 来检测汽车的安全措施 王毅将车停下之后 白若雪就迫不及待地下车 打开了黑五式的引擎盖 他双眼像是冒光一般的 不断打量着这辆车的发动机 不停地对这辆车的配置感到赞叹 王毅 你有没有考虑一下 给这辆车的地盘系统做一个升级 白若雪目光如炬地 看向王毅继续说道 你只要把这辆车交给我 不出三个月的时间 我绝对能够给你改装车 一辆惊动护城的赛车 你还会改装车 王毅没想到 这个白若雪还真是玩得也 机车 蹦急 改装车真是样样都玩得来 当然了 这个赛场的维修间 就是我和朋友一起拿下来的 专门给一些公子哥改装了 白若雪满脸的兴奋 怎么样 要不要考虑一下 让我给你的车 做一个全面的升级啊 怎么你连我的钱都要赚啊 白若雪却大大咧咧的 直接揽着王毅的肩膀 笑着说道 什么赚钱不赚钱的 我大不了不要你公式费用 你只需要把本金的配件钱 拿出来就可以 王毅正要说话 便听到一阵隐情的轰鸣声 一辆GTR停在了两人的身边 他今天怎么也在这 白若雪脸上露出一丝厌恶的表情 明显对来人有些烦恼 GTR停下之后 车上下来一个男人 于昊一脸愤怒地走到白若雪的身前 伸出手指指向王毅大声地质问道 若雪他是谁 你们为什么勾肩搭背的 于昊你凭什么这么质问我 他是谁跟你有什么关系 白若雪一把打掉于昊指向王毅的手 一双眼睛死死地瞪着于昊 于昊见白若雪生气 只好强行将自己的怒气忍下 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的笑容说道 若雪不是我在责怪你 而是这个人不清不白的 就和你在这里勾肩搭背的 我怕你被欺负 于昊你有毛病吧 你没看到 是老娘主动地抱他的肩膀了吗 大清都亡了 你怎么还留着你的辫子 白若雪没有丝毫隐忍地 将于昊给骂得狗血淋头的 于昊却连个屁也不敢放 王毅见到这一幕 也颇为觉得有趣 若雪你别生气 我这不是怕没有办法跟叔叔交代吗 我答应好了 要照顾好你的 白若雪瞪了于昊一眼 再次怒吼道 你别拿他跟我说事 我要怎么样 不用你们管 王毅走 我们去试一下赛道 白若雪招呼着一旁的王毅 朝着那辆黑武士走了过去 于昊这才看清楚 王毅开着的是一辆价值千万的黑武士 但是 等看清上面的车牌之后 脸上的笑容却愈发地浓重了起来 站住 白若雪见于昊还要继续闹事 他当即便要再次发作 若雪你先别生气 你是被他给骗了 王毅不明白于昊为什么这么说 扭头看了一眼 白若雪并没有说话 白若雪担心王毅生气 转身走向于昊 于昊你凭什么这么说 我朋友 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若雪你真的被他给骗了 这辆车根本就不是他的 他只不过是拿着这辆车出来 招摇撞片而已 不要被他的假象给骗到了呀 于昊一脸的心急 他没想到 这个男人这么的可恶 居然开着别人的车出来泡妞 而且还是泡自己看上的女人 别人的车 白若雪稍微有些走神 但很快也反应了过来 上车那辆限量版的保时捷 911王毅也说是朋友的 这辆黑武士王毅 也从头到尾没有说过是自己的 可这些和他有什么关系 两人只是一起出来 拍摄一些视频而已 可这些在于昊的眼里 却并不是这样的 这辆车的主人他可知道是谁 他的叔叔 因为一些生活作风的问题 被抓了进去 这辆车便一直在出售中 但是因为价格和改装的风格的原因 一直没有人愿意接手买下 就连自己找自己的婶子开口 想要试驾一下 这辆车都被拒绝 可王毅却轻轻松松地 将这辆车给开了出来 如果王毅说 这辆车不是他叔叔的那辆 他可是不相信的 毕竟就连车牌照 都是一模一样的 他认定了王毅 只是法拉利4S店的一名员工 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 偷偷地把这辆车子 给开出来泡妞的 于昊你有病吧 这辆车是不是他的 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们还有事情要做 请你让开 白若雪没有任何的后退 这辆车到底是谁的 他根本不在乎 可于好听白若雪这么说 便认定了 白若雪也不确定 这辆车是王毅的 所以他更加肯定了 心中的想法 他不想要和白若雪争吵 便将矛头指向了王毅 小子 将别人的车偷出来 泡妞这种事情 你也做得出来 你真是我们男人中的败类 王毅脾气再好 此时也有些忍受不了 他眼神越发的有些冷意 王毅语气平淡中 却透露着一丝的良意 哦 你凭什么说 这辆车不是我的 你又有什么证据 这辆车虽然不是在王毅的名下 可买车的钱 全部是从王毅的账户上转出的 哪怕是说到哪里 这辆车都和王毅脱不开干系 可这个于好 却说不是他的 还要和他争吵不休 王毅当即便决定给对方一个教训 哼 于好冷哼一声说道 小子 你哄骗别人还可以 但是这辆车的车主 是我叔叔这点 你想骗过我没门 王毅眼皮轻轻抬起 看向这只不断狂吠的 于好出声问道 是吗 可我怎么不知道 什么时候有你这个不孝的侄子 你 于好气不打一出来 这个王毅不怎么说话 但是每一句怎么都这么的扎心 他刚要说些什么 却偷偷留了一个心眼 他上车将黑武士的车架号查看了一遍 确定了是自己的叔叔的那样 毕竟再怎么样 车架号是做不了价的 于好牛气冲冲地说道 那你怎么证明这辆车是你的 王毅心中冷笑不止 明明是他冒出来说 这辆车不是他的 结果 现在却要王毅拿出证据来 难道不应该他先证明 自己说的话才对的吗 但王毅有心想要 给这个于好一个教训 便没有和他计较这一点 如果我能够证明 这辆车是我的呢 你怎么办 哼 于好底气十足地说道 如果这辆车真的是你的 我就给你道歉赔礼 但如果这辆车不是你的哼哼 那你就不能再纠缠若雪 还要给我磕头道歉 真幼稚 王毅没想到 这种富二代都喜欢玩这套 但是既然想要 让他付出点代价 那就好好地陪他玩玩吧 哼 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我输了要给你磕头道歉 你输了 就只是轻飘飘地说 一句对不起就可以了吗 废话 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跟我能够相提并论吗 怎么 你怕输给我 王毅轻飘飘地一句话 直接破了于好的房 哼 我怕输给你 真是搞笑兄弟你 没有搞错吧 我怎么可能会怕 你这就真的没有意思了 我为什么会害怕你 真的有点搞笑了你 如果你真的想要比 就赌一样地输了的磕头道歉 王毅淡淡的语气 却透露着不容置疑的语气 于好却认为 王毅只是在装枪做事罢了 在他看来 王毅只是想要用这种 自己无法接受的赌约 好让自己取消这个赌而已 好 就以你的输了的人磕头道歉 于好一脸自信地看向王毅 他刚要给自己的婶子打电话 但是 怕王毅耍赖 他先是拨通了一个电话 说了几句 没意会 几辆车的引擎声 便传到几人的耳朵中 很快几辆跑车 便在王毅和白若雪的面前停下 车上下来 十几个男男女女 眼光不善地看着王毅 于好 你想干什么 白若雪没想到 于好居然直接叫人过来 他急忙站在了王毅的前面 指着于好的鼻子 就想要破口大骂 若雪别紧张 我只是怕这小子等 一下输了后手划不算术 让几个兄弟过来 给我们做个见证而已 若雪姐放心 我们都是纯善人家的孩子 不会做出什么 违法乱纪的事情的 一旁的几个富二代 也不停地吆喝着 反而不停地哈哈大笑着 王毅 这件事都怪我 我就不应该带你过来着 不用和他赌的 我们走 白若雪说着 就要拉着王毅上车 但却发现 根本拉不动王毅 白若雪回头诧异地看向王毅 却见王毅对他摇了摇头 放心吧 我不会输的 白若雪一脸焦急地 看向王毅说道 你会不会输不重要了 你难道没有看出来吗 你哪怕输赢 他都不会放过你的 王毅伸手握住白若雪的手 给他一个放心的眼神 别担心 他对我没有办法的 于昊在一旁看到 王毅居然握住了白若雪的手 更加的气愤了起来 哇 小子你他妈的还比不比 难不成还要被一个女人 给护着不成 你的嘴好臭 能不能不说话 王毅皱着眉头走到前面 淡淡地看着于昊 好了 赌约继续 就让我看看 你到底能够 拿出什么证据证明 这辆车不是我的吧 好 老子今天就让你 说得心服口服 于昊转身拿出手机 拨通了自己那个沈身的电话 沈那辆黑武士 是不是还在4S店里面停着呢 我就跟你说了 这辆车你 给我开一段时间现在好了 居然被人偷出来 沈什么 车子卖出去了 于昊脸色难看的 转过身 走到车后面小声地问道 卖给什么人了 我怎么都没有 听你说起过这件事啊 好我知道了 对了沈 你帮我个忙 王毅见于昊挂断了电话 脸上有些难看 怎么样 有证据了吗 于昊见王毅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虽然有些心虚 但还是死鸭子嘴硬 急什么急 哪有那么快的 于昊心中暗暗发出 难不成今天 还真的提到了铁板不成 很快于昊赶到手机 传来一阵的震动 他拿出手机一看 顿时笑了起来 他将手机放在王毅的面前 大声说道 看到没有 这辆车不是他的 这辆车 我叔叔的确卖了出去 但是这辆车的 却依然不是你王毅的名字 于昊听到自己的婶婶说 车子卖了出来 心中咯噔了一声 但是还是留了心眼 让婶婶将买方的信息 给他查了出来 结果果然如他所愿 上面并不是王毅的名字 而是另外一个女人的名字 他将手机在所有人的面前 展示了一遍 脸上满是得意的表情 小子 这下 你心服口服了吧 还不快点给我磕头道歉 于昊一脸嘚瑟地看着王毅 还不停朝着白若雪看去 此刻 我在白若雪的眼中 一定十分的威武吧 我亲手 将这个欺骗他感情的男人 给教训了一顿 他肯定会喜欢上我的 王毅轻笑了一声 并没有搭理于昊 反而拿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电话 对着电话那头说了几句话 随后王毅便将电话挂断 但很快 一个视频电话便打了过来 王毅接通之后 直接地摆在了众人的面前 所有人都不知道 王毅这是玩的哪一出 纷纷朝着王毅的手机看去 只见手机中的一个 西装革履的男人 缓缓说道 各位好 我是法拉利4S店的经理 我可以证明 这辆车的确是王毅先生 在我店购买的 于昊冷哼了一声 不懈地说道 谁知道从哪找的一个人假装的 他虽然这么说着 但是他却认出来了 这个人就是4S店的经理 在场的这些人 都是呼称一些 有头有脸的富二代 自然大多数是和法拉利的 4S店打过照面底 可于昊就是不肯承认 可接下来4S店经理 直接拿出了店面的营业执照 摆在了镜头前 接下来王毅的消费记录 王毅和哲青店的购买记录 以及各种各样的证据 摆放在了众人的面前 使得众人不得不相信 对方所说的话 王毅将电话挂断之后 嘴角微微上扬 怎么样 我要不要再给这个 名面上的车主拨通个电话 让他再证明一下的 王毅的话中充满了底气 于昊此刻也相信了王毅的话 这辆黑武士 的确是他购买了的 而车牌号 也正是向4S店经理所说的 因为车牌号叫好 一并买下来 过呼到了新车主的名下 毕竟这种事情屡见不鲜 很多的有头有脸的人 都会将自己名下的一些财产 写到其他人的名下 但于昊却不肯承认 这些说再多又有什么用 不是在你名下 就肯定不是你的少废话 快点给我磕头道歉 于昊的声音明显没有了底气 说话也断断续续的 哼 白若雪冷笑了一声 没想到一大公子 就是这么一个说话不算话的小人啊 打赌输了就要认 这一点都做不到 就不要出来 见人好了 白若雪的话像一把炖刀子一般 一点点的隔着于昊身上的肉 他此刻直接破罐子破摔了起来 不认又怎么样 老子就是要找他麻烦 今天他必须给我磕头道歉 于昊疯魔了一般的 回头冲着其他人喊道 今天他不给我磕头道歉的话 你们就给我把他丢按下 让他跪在我的面前 一群富二代互相看了一眼 却没有一个胆点头应得 虽然这个于昊是 他们这里边最有钱的一个 但是刚刚的情况 他们也看在了眼里面的 王毅这么年轻 就能够花一千多万买下一样黑武士 还挂在别人的名下 这显然是有着了不得的背景和势力的 这种情况绝对不是他们 这群二代能够惹得起的 到时候得罪了了不得的人 惊动了自己的父辈们 那肯定是免不了一顿毒打的 愣着干什么 老子他妈的平时白和你们处了 于昊见没有人应声 大声地怒吼着 他一把抓过身边的一个人 大声地质问道 怎么你也觉得我不如他 这个人只得连忙点头 不不不我都听好哥您的 于昊挨个将一个个的富二代 给吼了一遍 一些富二代迫于于昊的压力 只得点头答应 白若雪心中对于于昊的行为 十分不齿 更加的厌恶于昊了几分 但眼下的情况明显有些不对劲 白若雪转身偷偷地拨通了一个电话 不然再这样下去 王毅肯定会吃亏的 拿上点家伙 来停车场入口这里 把人都叫上动作快点 白若雪心中焦急万分 幸好他在这里还有一个维修厂 他只能给这些人打电话过来帮忙 只是希望还能赶得上 在于昊的强迫下 大部分的富二代都点头答应了下来 还有一些并不害怕于昊的 反而在一旁准备看一出好戏 于昊剑差不多了之后 扭头铁青着一张脸 看着王毅 现在你给我磕头道歉还来得及 别逼我真的动手 王毅忍不住地叹了一口气 摇头说到这句话 也是我想对你说的 你好好考虑一下 是不是真的不准备旅行赌约 妈的 还嘴硬 于昊见状从车内拿出一根棒球棍 就朝着王毅挥去 脸上满是争鸣 碰 棒球棍砰的一声砸在地面上 于昊甚至没有看清楚 王毅的动作就被王毅躲了过去 王毅一脚踹在于昊的膝盖上 于昊腿一软便单膝 跪在了王毅的面前 草王毅 我要弄死你 于昊回头冲着其他几个人大喊道 还特么的愣着干什么 上啊 几个人 你看过我看你的 没办法 只好咬着牙 朝着王毅冲了过来 白若雪立马挡在了王毅的前面 一脚踢翻一个 王毅也没有闲着 又是一脚踢在于昊的另一个膝盖上 碰 于昊的膝盖与地面 发生巨大的撞击上 疼得于昊直到犀利气 王毅伸手按照于昊的头用力往下一按 于昊的脑袋便和地面来了几次亲密的接触 等王毅将这些做完之后 便转身帮助白若雪去了 王毅也没有想到 白若雪居然还学习过一些拳击 在这几个富二代的手中 也算是打得有来有回的 一个人面对三个人 也没有落下下风 王毅也靠着系统带来的身体强化 将一些富二代打得连连败退 其实也不是王毅和白若雪 两人有多厉害 而是这些个富二代 根本就没有认真打 他们也不是傻子 能够看得出来 这件事是于昊里亏 也只是在于昊的强迫下 才对王毅出手的 但这些也只是做做样子就行了 还真的能够出手得罪对方不成 他们虽然平日里吃喝玩乐 不务正业 但是这不代表他们是傻子 不然就王毅和白若雪两个人 这十几个人真的动起手了 他们绝对占不到便宜 十几个富二代 一直配合到一群维修工 拿着扳手和钢棍 将他们团团围住的时候 才停下手来 若雪姐 你没事吧 嗯 没事 白若雪气喘吁吁 和自己的维修工说道 还好他们来得及时 要不然 他就真的体力好尽撑不住了 其实白若雪不知道的是 哪怕他真的撑不住了 这群富二代 也会在他倒下之前 主动倒下的 王毅见场面已经稳住了之后 缓缓地走到了于昊的面前 于昊的两个膝盖 被王毅踹得生疼 根本不敢动一下 此刻还保持着跪着的姿势 两排牙不断地咬着 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怎么样 我说了开通磕头道歉的那个人 一定是你 不会是我的 于昊看着面前一脸得意的王毅 眼睛瞪得死死的 王毅 你别给我得意 我不会饶过你的 王毅笑着低下头说道 是吗 看来你刚刚磕头上瘾了呀 王毅说着 又用手按在了于昊的头上 用力地往地上一颗 王毅别 碰 一声清晰的声音传了出来 于昊的脑门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白若雪口中的声音也戛然而止 他没能第一时间阻止王毅 白若雪一脸焦急地看着王毅 王毅你这么做 于昊肯定会和你没完的 他家里一定会想办法报复你的呀 王毅无所谓地摆了白手 那就让他尽管放马过来吧 我倒要看看 他到底能拿我怎么样 白若雪见王毅一脸的无所谓 只好将王毅塞进了车子里面 和王毅驾车离开 维修宫见自己的老板离开 他们也散开 一群富二代站在原地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刚刚发生的一切 实在是有些脱离他们的掌控了 等王毅和白若雪两人开车离开后 于昊才睁开了眼睛 死死地瞪着两人离开的方向 他刚刚如果不是装晕离开 说不定王毅还会拿他怎么样呢 还特么地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把我扶起来 这是一些势力小的富二代 才赶紧上前将于昊扶起来 草青点青点不知道吗 双腿和脑门上的传来的疼痛 使得于昊直咧嘴 王毅你给我等着 王毅 这些问题大了于昊他们家 一定不会就这么咽下这口气的 白若雪虽然刚刚也有参与 但是现在想了想 后果便不免有些后怕 他担心王毅 一定会招到于昊他们家的报复 报复 他们尽管来 我还真就不相信 他们能够拿我怎么样 王毅坐在副驾驶上淡淡地说道 语其中没有一点担心的感觉 唉 白若雪间自己说什么 王毅也听不进去 他虽然不知道 王毅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底气 但是却也默默地希望 于昊能够顾着些自己的脸面 去了十几米的距离就停了下来 王毅 于昊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了 就不要继续下去了 王毅看向白若雪 一脸焦急的样子 淡淡地笑了笑 想什么呢 我可没有痛打落水斗的习惯 那你将车停在这里干什么 今天不是过来拍摄的吗 任务还没有完成 怎么能就这么走了呢 白若雪看向王毅那一脸风轻云淡的表情 有些愣住了 王毅你心真是大 都这样子还想着拍摄的呢 王毅无奈地耸了耸肩 总不能以为 一些烂人就将自己本来的事情给耽搁了吧 那岂不是太给他们脸了 扑痴 白若雪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王毅说的没有错 如果因为于昊就错过了今天的拍摄 那确实有点太看得起于昊了 他们呢 什么时候到 白若雪看了一眼时间 差不多快到了吧 约的是十分钟后集合 白若雪知道 王毅说的是林月蒙和他聘请的摄像团队 毕竟今天的拍摄可是大场面 他们两个人是觉得不可能完成的 白若雪的话刚刚说完 便看到了林月蒙他们三个人 正抱着大大小小的拍摄道具 朝着这边赶了过来 若雪姐 林月蒙看见白若雪后 便激动地蹦蹦跳跳地 不断朝着白若雪不停地挥手 随后便是一小段的助跑 猛地一下子扑进白若雪的怀中 若雪姐 你埋得好早啊 王毅看着两人的这副轻易的样子 不断地连连摇头 这两个丫头 不会是蕾丝鞭马 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就真的有点可惜了 我和王毅刚好顺路 就刚好让他过来接我了 嗯嗯 林月蒙点了点头之后 却突然一旁的一群人 若雪姐 我们感觉 他们一直在看着我们啊 白若雪朝着林月蒙的视线看了过去 发现于昊正在一脸阴沉地看着他们 白若雪心中咯噔一声 总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 但是又说不上来 哪里不对劲 没事 不用管他们 我们先商量 一下等一下拍摄什么吧 嗯嗯 林月蒙本身就是乐天派 既然白若雪说没事 那就一定没事 王先生 白小姐 两位好久不见 严昊和小白和王毅两人 打了一个招呼之后 便开始讨论起今天的拍摄内容 不过内容这种事情 只有他们两个摄像团队 和白若雪三个人在讨论 林月蒙根本不懂这些 他在一旁无聊地扣着手机 不敢大声地说话 生怕打扰到白若雪三人的讨论 这里面白若雪 更像是一个导演的身份 而林月蒙 则是一个听从导演指挥的演员而已 至于王毅 他根本懒得参与这种事情 说白了 他根本就对这种专业的事情没兴趣 在他看来 身为一个合格的领导人 不用会那些专业技术 只需要把握好大方向就可以 知人善用才是最重要的 这世界上没有一个老总 是真的能够将自己工厂里面 上上下下所有的事情 全部都能够精通的 喂 你是不是对我若雪姐 有什么非分之想啊 王毅正在闭眼休息 却听到林月蒙的声音 出现在他的头顶 王毅睁开眼 看向眼前的小土豆 嘴角微微扬起 别这么说 显得好像我只有这么一点追求似的 王毅的话一下 便激怒了林月蒙 你什么意思 难不成我家若雪姐 还配不上 你不成你听好了 你最好不要对我家若雪姐 有什么歪心思明不明白 王毅笑了笑没有说话 他懒得和林月蒙 在这种事情上争论 他也确实不只是 只有这么一丁点的追求 不过不是说 他不想要和白若雪发生点什么 王毅的意思是 他不仅仅只是想要一个 白若雪这么简单 他的目标可是星辰大海啊 林月蒙见王毅闭上眼睛 不理会自己 更是气急败坏 他死死的瞪着眼前的王毅 恨不得咬死眼前的 这个可恶至极的人 大坏蛋你 萌萌你别胡闹 白若雪注意到 他们这边发生了争吵 急忙回头制止这两人 若雪姐 是他先 林月蒙回头看向白若雪 刚要说话 声音却戛然而止 你你们找谁啊 林月蒙看向白若雪身后的两个人 有些不知所以 这两个人身穿着一身的警服 好像是警察的 林月蒙不明白 为什么突然有警察会找上他们 你好 两位警察行了一个礼后 看向几人说道 请问王毅王先生在吗 白若雪看向身后的两个警察 顿时站了起来 你们什么事情 找王毅干什么 白小姐你好 我们是来找王毅王先生的 我们接到报案 里面有一起关于王先生的蓄意伤人 王毅听见两人的声音睁开眼睛 从躺椅上缓缓站起身 看向两名警察 我就是王毅 但是你们口中说的不对 不是蓄意伤人 是我正当防卫 案件到底是什么由不得你 这件事情 是由我们警方调查后才能定的 白若雪急忙挡在了王毅的身前 与两名警察对峙着 他很清楚 这一定是于昊报的警 他没有想到于昊是这么一个小人 打不过王毅居然就报警 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 这两个警察很明显认识他 不然不会一上来 就叫他白小姐 想必应该是于昊交代的 毕竟于昊不会为难他的 还请白小姐能够理解我们 不要阻拦我们 两名警察绕过白若雪 来到王毅的面前说道 麻烦王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吧 这件事情 想要您和我们配合一下调查 王毅抬头看向两名警察 脸上一副无所谓的表情 两位既然说 我是蓄意伤人 请问有什么证据吗 两名警察相互看了一眼 却没有说话 他们确实现在还没有任何的证据 他们也不过是接到了命令 来带王毅回去的 证据 我们身上的伤就是证据 众人得目光 被于昊的声音吸引了过去 两名警察都忍不住地 抽动了几下嘴角 此时的于昊 不知道从哪里搞出来了 一辆轮椅坐在了上面 被人推着走了过来 既然是这样 那为什么只抓我 而不抓他呢 废话 你是蓄意伤人罪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是受害者 王毅双眼淡淡地看向 这名叫削着的富二代 顿时下的对方 不敢再说话 将自己的头低下 甚至不敢看向王毅的眼神 两名警察在一旁 看着不敢说话 这些人虽然只是一些富二代 但是他们的父辈 可不是一般人 他们做什么 都要考虑一下后果才行的 好我就跟着你们一起回去 于昊对着警察说完之后 又看向王毅放着狠话 王毅我今天就让你看清楚了 看看我们到底 谁能够先从里面出来 两名警察见于昊 同意跟他们一起走 当即也松了一口气 毕竟这种事情 只要他们将人给带回去 回去之后是什么情况 就和他们无关了 等等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的 警察有些不耐烦地看向王毅 这件事情 他们马上就可以交差了 这个王毅 不会还要搞出什么岔子吧 王毅指向了其他的富二代们说道 这件事情 他们也是参与者 不如一起带回去 也好方便 警方你们等下询问清楚 事情的前因后果才行 警察听完之后 脸色有些难看 他偷偷地看向 坐在轮椅上的余号 有些不知所措的 毕竟一下子得罪这么多的人 有些不太好办 但如果是于昊点头同意的 那这就和他们没有关系了 于昊暗暗点了点头 同意了王毅的话 王毅你别得意 等你进去之后 就知道 你现在有多么的可笑了 那就麻烦各位 跟我们一起走一趟吧 一群富二代剑 是于昊同意的 也没有办法 反正他们平时也没有少进去过 这对于他们来说 就像是家常便饭一样 但白若雪 却像是被他们给遗忘了一样 没有任何的一方人要去管的 等所有人被带走之后 林月蒙看向白若雪焦急地问道 若雪姐现在要怎么办才好啊 白若雪看了一眼开走的警察 双手死死地握着 就连指甲鲜肉里面了 也没有丝毫地察觉 某某你去找一下赛场 看能不能将刚刚的监控给调出来 就算不能调出来 也一定不要让人在警察到之前 将监控给销毁的 林月蒙点了点头 急忙朝着监控室跑去 他知道 现在不是和王毅闹别扭的时候 不能就这么让于昊 那个卑鄙的小人给得逞了才行 你就说帮还是不帮 王毅被带进警局之后 被带进了一间屋子之中 而于昊泽就大大方方地 坐在了屋子的外面 不断地看着王毅冷笑着 怎么样小子 我和你说了你根本都不过我的 王毅没有说话 他倒是不相信于昊这个人 还真的能够调得动警察给他办事 很快一个有些肥胖的男人 很快地跑了进来 哎呦于公子 我听到下面的人说 把你也给带进来了 我就赶紧赶了过来 这群人真的是不长眼 怎么能将你带进来呢 张大队长 这件事情 和你下面的人没有关系 是我自己要求进来的 毕竟我也是嫌疑人啊 张勇陪笑地看着于昊 这是哪里的话 于公子一看就是受害人 怎么能是嫌疑人呢 张勇说着 便将于昊给搀扶了起来 准备带着于昊走出这里 他再不把于昊给带出去 等下这些罪责 可能就要到他头上了 下面这群人 看来是真的是想要踩着他上位了 这个什么张大队长 你这样子做 是不是有些不太对啊 明明都是嫌疑人 凭什么他就可以被放走 而我 还是要被关在这里 张勇清了清嗓子 看向王毅说到谁说 我要放人的 只是于公子的伤势太严重了 我要带着于公子 去做一些检查而已 王毅如果没有看到张勇 刚刚那副谄媚的样子 现在怕不是真的会相信 眼前张勇这义正言辞的样子 王毅你别挣扎了 这一次 我要你在里面好好地反省一下 最好关一个时间半个月的 于昊说完便任由着张勇 将自己的带了出去 他可受够了这里面 实在是太无聊了 一点取乐的项目都没有 很快一系列的动作便开始展开 所有人都对着王毅的身份 召开了调查 于昊是一个房地产公司 老总的侄子 虽然这个老总 因为一些生活作风的问题 进去了 但是公司毕竟还在 那些关系也没有锻炼 而且谁也不能保证 这个老总哪一天 会不会还有出来的可能 可王毅既然敢跟于昊斗 说不定也有一些势力的可能 这些人一时之间 也不敢对王毅动手 都想要看看这个王毅 到底是什么人 万一真的是一个 不能得罪的势力 他们可要好好地衡量一下 到底是要取舍哪一边才行 他们可不想 因为这一步没有走好 就毁掉了自己的前程 王毅无聊地在屋子里面等待着 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毕竟他也确实 没有任何的背景和势力 他有的不过是 无穷无尽的钱而已 但是他也相信 这群人不能将他怎么样 因为只要他们 好好地查一下王毅 他们就会感到无比的惊恐 因为王毅有一项 是他们谁都不敢小觑的 到了那个时候 他们就只能不得不 按照公正的事情 来处理这件事情 只要能够保证公正 那王毅就不会怕于昊 毕竟这件事情 从头到尾都是于昊在挑衅 也是于昊先出手的 很快警察局的大门就被打开 张勇看着面前 穿着清一色西装的人 有些愣住了 他不明白 这些人来这里做什么 难不成是于昊与公子请来的 你好 我们是王毅王先生的律师团队 我们现在要求 见一下我们的委托人 律律师 张勇看了一眼 对方递来的名片 很快便愣住了 要回律师事务所 这是沪称最有名的 一个律师事务所 张勇看向这群律师 足足十六个人 我递个乖乖 这得多大的阵仗 才能请得起这么多的律师啊 这是要给所有的犯人犯案 还是怎么递 张勇不由的咽了口口水 他有些慌张了起来 张大队长 我们现在请求 见一下我们的委托人 领头的律师 再次的重复了一遍 张勇才反应了过来 好的好的 几位请稍等 我马上带你们过去 张勇低头 赶紧给局长发送了一条信息 才带着这十六个律师 朝着王毅的方向而去 在见到王毅所待着的屋子之后 领头的律师扭过身 看向张勇 张队长请问 案子已经确定了吗 张勇不知为何 在这群律师面前 连话都有些说不利索 他颤颤巍巍地说道 这这还并没有 既然没有为什么 就将王先生拘禁了起来 难不成这就是你们办案的方法 是是是 这是我们的失误 我马上就将他放弃出来 很快 王毅便被带出了屋子当中 请到了一间会议室当中 王毅看着面前的 这十六名的律师 也是有些不明所以 他不明白 这群律师为什么过来的 难不成是白若雪这姑娘 给自己找的关系 不过这阵仗 也太大了一些吧 十六名律师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炸了禁国神策呢 这些律师问了一些王毅公 关于事情的来龙去脉 王毅也将没有任何掩饰的 将所有的事情 全部告诉了对方 这件事情 王毅也没有隐瞒的必要 而且王毅也很清楚 自己是一定要相信 自己所请的律师的 不然很有可能 因为不信任吃亏 很快警察局局长 便赶到了警察局里面 他满脸的焦急 赵局 您怎么来了 张勇看向自己的顶头上 是慌慌张张的样子 心中有些感到不眠 我怎么来了 我再不来天都要他了 局长瞪了一眼 张勇质问道 人呐 在在里面 局长不等张勇带路 便急忙地朝着会议室而去 哎呀 王先生真是受苦了 这件事情 我们一定会查清楚 给王先生一个交代的 王毅心中冷笑不已 自己刚刚还在禁闭室里面 现在就要给自己一个交代了 看来这群人已经将自己的底细 给查了个七七八八的 要不然也不至于 来自己面前做这些表面功夫 而至于王毅为什么这么自信 王毅也很清楚 因为他们只要稍微了解一些事件 便能发现 王毅开着的那辆 价值一千多万的法拉利 这样他们就会担心 王毅是否是有着 他们所不为之的背景 担忧自己会不会得罪一些大人物 只要他们有了这些担忧 他们就会查到 这辆车子的来处 查到法拉利4S店那边 获得王毅的付款记录后 查考账目的来源 只要他们稍稍一查 就会惊奇地发现 王毅的账户来源 他们根本查不出 王毅的账户中的钱 全部是被系统处理过的 这些全部被设置了权限 而事情也正如王毅预料的一样 这名赵局长 在看到连他们警察局的系统 都没有办法查看的账户之后 瞬间愣住了 要知道 他们可是警察局 怎么可能会有 他们都没有权限的账户 难不成这真的是上面来的人 不然怎么可能会有着 这么大的名头 很快警察局的大门 再次地被推开 一位身材丰满 气质十足的美妇人面 带杀气地走了进来 一进门便大声地质问 王毅在哪 带我去见她 很快 这名女人美妇人 便同样被带到了 这间会议室当中 林姐 你怎么过来了 这名美妇人正是张灵 她原本正在和自己的姐妹们 打着麻将 却突然接到了 法拉利4S店的电话 而对方是根据一辆 停放在他们店面的库里男 找到她的联系方式的 而且是在警方的要求下找的她 张灵瞬间便慌张了起来 一辆库里男警方 她瞬间便意识到 是王毅出了事情 刚好和她一起打麻将的 一个富婆旗下 便有着一家律师事务所 更是有着整个户城 最有名的律师团队 富婆一看自己的好姐妹 对一个小男人这么着急 当即便明白了两人的关系 她为了给自己的姐妹 撑足场面 直接派出了最大的能量 让整个律师团队 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 以最快的速度 朝警察局赶去 而张灵也急忙 朝着警察局赶去 张灵心疼地看着王毅 满脸的担忧 放心灵姐 我没事的 王毅虽然没有什么事情 但是张灵却不想 就这么地善罢甘休 张灵扭头看向 赵局大声地质问道 赵局长 请问这些我弟弟 到底犯了什么事情 又什么时候能放我走吗 局长为难地 看了一眼张灵 别人不认识他可认识 张灵是护城中 想当当的人物 当年和自己的丈夫 在护城白手起家 两人十几岁 就从摆地摊开始 硬是在两年的时间内 就将那条小吃街 给做到了护城的明星小吃街 小吃街中 有一半的摊贩 都是他们带出来的 随后两人毅然决然地 放弃自己的优势 将自己的眼光 盯上了当时所有人 都不看好的电商行业 两人依靠自己的影响力 联合了一批小摊贩 进军电商行业 只用了半年的时间 被赚得盆满钵满 两人随后 又盯上了物流快递行业 又开启了几间工厂 将自己的一些源头工厂 给解决 进行自产自销 两人创办的鼎盛集团 在当时如日中天 没有任何人 能够指示他们的光芒 但是 不幸的是在事业最顶峰的时候 他的丈夫不幸去世 可这一切 依旧没有击倒这个女人 他一个人硬生生地 撑起了当时的鼎盛集团 他不顾所有人的劝阻 将手中所有的献钱 全部买下了门面 写字楼等等 更是让集团增加了宠物 有机农业 教育培训等等 多方面的业务 这些不仅仅使得鼎盛集团 更是成为不可一世的巨头 但可惜的是 在这之后 张灵便退出了商业 专心地抚养自己的女儿 而他手中数不清的门面 和写字楼 光是每年的租金 就足够令一些中型企业 望尘莫及 当时他的退出 可是令很多大佬感到惋惜的 而这样的一个风云人物 此时却站在自己的面前 向自己发问 张局长一时之间 像是看到了当年那个 在商业大海中 将一切竞争对手杀的 片甲不留的女强人 张局长尴尬地笑了笑 随后将事情 抛给了自己的手下张勇 张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到现在 还不能还王先生一个清白呢 好家伙合着 不是你让我先将人给关起来的 现在就直接是还人家的清白了 牢骚归牢骚 这些话 张勇可是万万不敢说出口的 毕竟这些人 没有一个是他能够惹得起的 局长请放心 我已经安排人去赛车场 取回当时的录像了 相信很快就能够 还王先生一个清白 录像 张灵哼了一声继续问道 这个赛车场到底是有多远 我弟弟已经在这里 被你们关了七个小时的时间了 一个录像还没有拿到 张灵的质问 令张勇冷汗直流 他急忙解释道 赛车场的录像 有些年久是休 正在想办法获取录像 我想应该很快就能拿回来了 哼 最好是你说的这样 要不然 张灵的后半句没有说出口 但是赵局长和张勇都明白 张灵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现在只求那个录像中 真的是王毅是占领的 这样 他们也算是真的是 还王毅个清白 判定王毅为正当防卫 但如果是王毅故意的 蓄意伤人他们 要怎么办才好 难不成真的为王毅 做一些手脚不成 赵局长心中苦笑不已 为了一个随时 都有可能倒台的势力 得罪了一个庞然大物 对了 张灵冷眼看向两人 问道既然你们说是打架斗殴 为什么只有我弟弟一个人 关着这里另一个人呢 赵局心中咯噔一声 暗道不好 但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回头大声质问张勇 张队长 那名嫌犯呢 他人在哪里 卧槽 这么快就是嫌犯了 局局长 于公子 于昊他伤势 有点重送往医院治疗了 什么伤这么急着治疗 我看不如把他带回来 我弟弟是怎么被对待的 就怎么对待他 如果因为 没有及时治疗成了瘫痪我 出钱给他办丧事 好家伙 张队长你还愣着做什么 还不快去看一看 于昊他怎么样了 没什么大碍 就赶紧带他回来协助调查 是是是 张勇连忙出去 准备将于昊给找回来 这个局长实在是个老狐狸 还什么协助调查 看来这个于昊是很难善了 张勇拨打于昊的电话 打了好几遍都打不通 只能带上几名警察 找寻于昊的下落 最终在一家酒吧的包厢之中 找到了于昊 他正跟着几名富二代 在里面循环作乐 于昊一开始 还以为张勇是过来找他要好处的 在扔出十万块钱后 发觉张勇的脸始终铁青着 他隐隐地觉得 事情有些不对劲 给自己的老子拨通了一个电话 可当自己的老子接通电话之后 语气却十分的冰冷 自己一定会没事的 毕竟自己可是家中的独子 自己的老子 怎么可能会放任不管 等于昊被带回警察局时 看到会议室中 坐着的一众律师 不断地哈哈大笑了起来 王爷啊王爷 你始终斗不过我的 于昊指着一旁的律师团队 对王爷说道 看到没有 这些全是我老子 给我找的律师 你拿什么跟我斗 是吗 那你怎么又回来了 王爷强忍着笑意 想要好好地看看 于昊还能有什么好折腾的 为什么又回来 当然是要亲眼看一下 你等下卑微地 祈求我原谅的样子 只有那样 我才会更加的满足 于昊闭上眼 一脸享受的样子 他的脑海中 似乎已经浮现了 王爷哭着求他放过他的场面 这是张勇来到赵局的面前 小声地说到 局长录像已经带回来了 嗯 赵局小声地点了点头后 对着张灵说道 张总 我还有点事情 需要处理一下 还请您稍等一下 张灵也没有办法阻止 一个局长的行事 他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局长立马出去 准备查看一下录像 他需要先看看里面的内容 如果里面的内容 真的对王爷不利的话 他还要好好地斟酌一番 你也是我老子派来的吧 你是他新找的小秘 于昊看向张灵 忍不住地上下打量着 妈的 果然我爸爸的快乐 是我无法想象的 居然能够找到 这样一个美艳的叔父 等一下 这个录像我必须和你们一起看 林月蒙看着赵局长 接过录像 急忙上前 他根据白若雪的安排 前去监控室查看监控 奈何没有这个权限 监控必须要在警方的 陪同之下才能查看 林月蒙便只好一直待在监控室里面 防止有人销毁 甚至是修改监控 在等了半天的时间之后 终于等到了警察过来调取监控 于是 他便也跟着一同来到了这里 现在眼看有人要将监控 带离他的视线 他当然不能允许 这位是 赵局 这个是王毅王先生的朋友 赵局长听到了张勇的介绍 点了点头 朝着林月蒙说道 小姑娘我明白你的担忧 但是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公平公正地处理这件事情 不会让王先生 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的 赵局长说完便带着录像离开 林月蒙想要上前阻拦也没有办法 但是 听刚刚那个什么局长的话 好像王毅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样子 他担忧地给白若雪拨打了几个电话 却都显示战线无法拨通 林月蒙一屁股坐在长椅上 郁闷地拖着腮帮子 该死的王毅 都怪你 很快 赵局长便满脸笑容地走了出来 林月蒙见状急忙上前准备询问一下情况 但对方并没有理会他 转而走进了会议室之中 林月蒙急忙跑到会议室的门口 朝里面看去 我低个乖乖 这里面怎么这么多人 这个于昊也太狠了吧 林月蒙和白若雪 没有少被于昊给骚扰过 也知道这个于昊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此时看到这个场景 自然而然地 就将这些律师全部都认为是于昊找来的 而有这个想法的也不止他一个人 于昊也认为 这支律师团队 是他老子找来给他辩护的 没想到他老子这次这么的给力 居然直接派出这么大的一个阵仗 这以后他拿出去装逼 那得有多少的姑娘主动倒贴 压于昊见赵局长 笑呵呵地走进会议室当中 当即便知道这把吻了 赵局长 是该放我走了吧 于昊一脸得意地看向一旁的王毅 却不料看到赵局长 就这么水灵灵地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根本就没有鸟的他意思 于昊不可置信地 看着赵局长走向王毅的方向 王先生真是受委屈了 事情已经查清楚了 的确是这个人先向王先生您动手的 而王先生也的确是正当防卫 你疯了吧 什么正当防卫 老子被打成这个样子 你跟我说是正当防卫 于昊像发疯了一样的大声骂着 赵局长听后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他毕竟也是一个警察局的局长 就是他老子来了也得客客气气的 这个矛头小子居然敢这么和他说话 哼 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你不清楚 明明就是你蓄意伤人 王先生才不得已做出防卫这些 你不要说你忘得干干净净的 说我蓄意伤人你有证据吗 证据 不等赵局长说完 张勇便将录像当着众人的面波放了起来 视频中清清楚楚的将于昊的行径 给展示的清清楚楚的 也是他先从车里拿出的棒球棍 朝着王毅挥打 于昊看到录像之后哑口无言 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反驳 这一点也令赵局长暗暗松了一口气 还好是于昊先动的手 要不然这件事情还真的不好办 难不成就真的要因为忌惮王毅 而做出一些手脚不成 现在的局面是最好的 毕竟确实是于昊有错在先 既没有得罪王毅和张灵 而于家也挑不出任何的毛病 毕竟是你们不占理 他们也只是依法办事的 于昊突然像是想起来了什么 急忙抬起头朝着现场的16名律师看去 你们他妈的还等什么 赶紧给我辩护啊 我老子花那么多钱 请你们干什么吃的 一群废物 于昊像是抓住了最后的救命稻草一样 疯狂地进行文化输出 等他骂过瘾之后 一名律师才缓缓站了出来看向于昊 抱歉于先生 我们和您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委托事项 神什么没有委托 你们不是我老子 请来给我辩护的 当然不是了于先生 而恰恰相反的是 我们是受到了王先生的委托 前来为他辩护的 律师的话一出 于昊的脸色都变了 他预料到 自己好像是得罪了一个不得了的人物 而自己这一次 好像无法翻身了 律师定了定之后 继续说道 我们将依法对于昊余先生 您进行起诉 您蓄意伤人 组织多人围殴 辱骂他人等等多项条例 不久之后 相信您就会收到法院的传票 还望于先生能够准时到达法院 于昊无力地瘫倒在椅子上 下巴垂到胸口 双眼无神地看着地板 他不明白 到底是哪一步出现了问题 自己怎么就要被起诉了 之前明明每一次 都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的 对了 你你是我老子的人吧 你想办法救救我 我不能坐牢的 于昊将最后的希望 放在了张琳的身上 他知道 这个女人 不会平白无故地出现在这里 他一定能够救自己 一定能的 张琳冷哼了一声 像是在看垃圾一样的 看向于昊 你对我弟弟出手 还想要让我救你 你觉得可能吗 你你弟弟 于昊终于明白了 这里的所有人都是王毅的人 他根本没有任何的后援 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他 最起码现在没有 赵局长 现在我可以带我弟弟走了吗 当然当然 不过在走之前 还需要王先生配合一下 我们做完底录才可以 赵局长笑呵呵地说道 张琳将目光看向王毅 王毅点了点头 乖乖这个王毅 到底是什么人 居然是能够请出 这么庞大的一支律师团队 而且就连警察局长 都对他客客气气的 林月蒙在门外 将会议室里面发生的事情 看得一清二楚 他甚至以为 自己是在看一部电视剧一样 这种剧情 居然会发生在他的身边 萌萌 王毅他怎么样了 录像有拿到吗 白若雪慌慌张张地 走进警察局之中 刚好看到林月蒙 正在鬼鬼祟祟的 趴门缝边看着些什么 若雪姐 录像他们局长拿走了 林月蒙看到白若雪 急忙跑过去 想要和白若雪 分享刚刚的事情 这个不可一世的余号 终于受到惩罚了 什么 你怎么能让其他人 拿走录像呢 如果他们对录像 做了手脚怎么办 你 白若雪没有想到 事情居然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对着林月蒙 就是一顿责怪 林月蒙嘟着一张嘴 脸上都是埋怨 好吗 有了情夫就不要我了 还没有在一起 就这么为人家着想 一点都不听 我把话说完 林月蒙抬起头 看向白若雪身后的老者 小声问道 白爷爷 你也来了 老者点了点头 哈哈 若雪也不知道是为谁着急的 非要带着我一起过来 也不知道是看上了 谁家的小伙子 能够让他急成这个样子 爷爷 白若雪怨气十足地 看向自己的爷爷 他正要说些什么 却见会议室的大门打开 走出了一群的人 哈哈 王先生真是英雄出少年 想必用不了多久的时间 我就能看到 王先生以恒心之势 炫目夺彩的 赵剧长真是抬举了 我也只不过是一个晚辈而已 白若雪和林月蒙 看向会议室的方向 只见王毅和一个美艳的妇人 从会议室中走了出来 而在他们的身后 还跟着十几名身穿西装的人 这这是什么情况 这么多人都是过来干什么的 林月蒙看向白若雪 有些发呆的表情 心中忍不住得意 呵呵 让你刚刚吵我 想要知道为什么 哼我就不告诉你 急死你 白老您怎么过来了 赵剧长看见老者 急忙上前主动打招呼 态度十分地放低 哈哈 我家丫头有些心急 你身后的这位年轻人 非要把我这一把老骨头 给拉过来 了解一下情况 老者笑呵呵地说着 语气十分地平常 但这一切 听在赵剧长的耳朵里 却是十分地震撼 这可是当初 护城的一把手的秘书 虽然现在退休了 但是他的关系王 现在可都是护城中 大大小小的各种人物 而这样的一位人物 居然也因为王毅 而亲自来到了警察局 这个王毅 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白老您放心 这件事情 已经查清楚了的王先生 是被陷害的 这不正要送王先生回去的吗 老者笑了笑 是误会就好 是误会就好啊 赵剧长暗自捏了一把汗 还好这件事情处理得及时 要不然真的就不知道 要发展成什么样子了 若雪 月蒙 抱歉让你们一起 跟着担心了 王毅看向两人微微笑了笑 他知道 两女今天也没啥 为她的事情奔波 哼 还算你有良心 林月蒙哼哼了两声之后 将头扭向了一旁 没什么 本来今天的这件事情 就因我而起 既然你没有什么事情 那就再好不过了 白若雪同样没想到 王毅居然有这么大的能力 能够在于昊的手下 脱身的情况下 还能让局长亲自送出来 不过 想想王毅开着的那些豪车 就不难猜出来 王毅的身份不简单 很快一群人便 浩浩荡荡荡地散了开来 各自回家 王毅的那辆黑武士 也被张灵让人 开回了公寓的楼下 张灵以前一直认为 王毅只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人 他也暗自找人 调查过王毅的身份 的确也再普通不过了 可现在王毅居然 有一辆价值 一千多万的法拉利 而且自己居然 丝毫没有察觉 而在自己动用资源 准备将王毅捞出来之前 对方就已经有些惧怕王毅 这说明 王毅的身份并不简单 可到底是什么 却又没有任何人 能够知道的 张灵也没有选择过问 毕竟王毅如果想要告诉他 就会直接说的 就像王毅同样 没有询问张灵 为什么能够动用 这么大的律师团队 能够让警察局局长 看见他的第一眼 就心生俱矣 两个人都心照不虚地 没有询问 他们并不在乎对方的这些 只要能够在一起 这样子就足够了 王毅走进张灵的 那间套房之中 左右看了他问道 喃喃呢 他去哪里了 张灵笑了笑静止 走进了厨房里面 完全没有了 刚刚在警察局中 那一副女强人的气质 好像一瞬间 便从一个战场中的女战士 摇身一变 变成了只知柴米油盐的 美妇人一般 张灵的声音 从厨房中传出 那那我让去老师家住了 我怕他担心你 王毅点了点头 这种事情 确实不能让一个小孩子看到 王毅转身 走入了厨房之中 双手从身后 环抱住张灵的腰 将下巴自然地 靠在张灵的肩膀上 这么说 晚上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了 张灵娇羞地笑了笑 就知道想那种坏事情 张灵感受着 王毅游荡着的手 忍不住地咬住了下唇 张灵一脸娇羞地说道 等我做好饭 吃了饭之后 想怎么样都行 王毅嘴角微微上扬 满脸的坏笑 我的饭不就是你吗 啊 张灵突然被王毅 整个人抱起来 朝着卧室之中走去 就在两人翻云覆雨之际 护城中的伤海之中 却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 张灵虽然没有说什么 但是他绝对不允许 有人对王毅动手 他必然要给整个瑜伽 造成不可预料的下场 不然以后 岂不是哪个阿猫阿狗 都敢对王毅出手 一夜之间 瑜伽公司的股价 大幅度下跌 市值一夜之间 蒸发了数亿 这对于一个中小型的企业 简直就是致命的打击 瑜伽的老总本身 就因为一些原因 还在里面没有出来 更是无法在第一时间 进行有效的措施 于是一家公司 在一夜之间重创不起 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 第二天得知这件事情的人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所有人都在疯狂地 去寻找原因 想要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他们查来查去 也只查到了一个名字 王毅 杨雨昕这么久没见你 你在做什么呀 王毅起床后 想要下楼吃点东西 却恰好在电梯之中 碰见了杨雨昕 这一个星期 王毅都没有见到过杨雨昕 这个姑娘 也不知道在做些什么 杨雨昕抬起头看向王毅 眼神中满是疲惫的神情 一哥这要巧 杨雨昕见到王毅 先是有些激动 但很快 眼神又暗淡了下来 低着头 不知道在想着些什么 王毅见状之间 上前将杨雨昕的头 给抬了起来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要把头给抬起来 你就一辈子都想 这么低着头做人吗 听着王毅的话 杨雨昕下意识地 将头抬起 就连背 也挺直了许多 你这些人到底在做什么 我怎么感觉你这么累呢 杨雨昕勉强笑了笑 没什么的一哥 可能是这几天没有休息好 电梯门打开之后 杨雨昕走出了电梯 王毅见状 也直接跟着走了出来 他看向杨雨昕认真地说道 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就连我也要瞒着吗 我 杨雨昕纠结了一会说道 我妈妈去世了 这几天正在想办法 将欠药的医药费补上 将我妈妈的尸体给带出来 王毅表情一致 他之前也听杨雨昕说起过 他有一个重病的妈妈 一直在住院 没想到居然去世了 哪家医院 带我过去 一哥 我不用你的钱的 我自己可以想办法的 可王毅却没有听杨雨昕继续说下去 直接拉着杨雨昕的手 便朝着外面走去 杨雨昕被王毅塞进了车中 王毅看着杨雨昕问道 哪家医院 杨雨昕见王毅表情严肃 他只好告诉了王毅医院的地址 王毅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启动黑武士 朝着医院的方向赶去 杨雨昕一路上都没有说话 王毅也感觉气氛有些沉重 并没有说些什么 杨雨昕点了点头继续说道 不火花的话 很难带着他回老家 这里的目的太贵了 我要带他回家安葬 那就先去火花吧 王毅没有任何的废话 他直接带着杨雨昕 去办理所有的手续的同时 也联系了病医馆 当手续办理完成的时候 病医馆的车也刚好来到医院 在接下来的半天的时间 王毅陪同杨雨昕 在病医馆办理了丧葬服务 最终杨雨昕捧着装油骨灰的骨灰 和走了出来 上车吧 我们回去 王毅叹了一口气说道 快点上车 你要是不上车的话 我就在这一直不走了 杨雨昕看向王毅呆呆地点了点头 随后坐上了副驾驶 跟着王毅回去 下午五点钟的时间 王毅给杨雨昕买好了回老家的高铁 又偷偷给他塞了一万块钱 送他坐上了车 在送走杨雨昕之后 王毅便开着车奔向了机场 今天是周五 王毅上周和苏小 邮有好了的 今天过来护城找他 飞机也差不多要降落了 王毅准备接机 苏小悠看着窗外的风景 心中有些忐忑 他还不知道王毅长什么样子呢 万一和自己的想象中的不一样 怎么办 万一长得很丑怎么办 万一对自己动手动脚的怎么办 嗯 如果我看到他的第一眼不满意的话 我把腿就跑 大不了以后不吃主播这碗饭了 反正他给的那些打赏 已经够多的了 可可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 苏小悠在飞机上不断地担忧 又不断地自我安慰 可刚将自己的担忧按下去 又冒出来另外的一个 就像是地洞里的老鼠一样 永远也打不完 飞机缓缓地降落 苏小悠犹豫了一会下了飞机 给王毅发送了一条信息 苏小悠 哥哥我下飞机了 你到机场吗 王毅 嗯 我刚到机场 我在信号信号接机口等你 苏小悠长吸了一口气 朝着王毅所说的接机口而去 苏小悠 哥哥你在哪啊 我没有看见你 王毅 是吗 可我看见你了 王毅在苏小悠出来的第一时间 就看到了对方 和自己想象中的一样 现实中的苏小悠也很可爱 脸上还有着一点点的婴儿肥 不过小丫头的补给站 可是十分的壮观 就是走两步的动作 也十分的Q弹 苏小悠 你在哪啊 我怎么看不见你哥哥 你穿的什么衣服啊 王毅 等着我现在过去 苏小悠 啊 你你告诉我 你穿什么衣服就好了 我过去找你吧 苏小悠有些慌张了起来 他原本打算看王毅一眼 如果王毅真的令他无法接受的话 他就准备扭头就跑的 可现在王毅过来主动地找他 万一自己被王毅给拉住 自己跑不掉了怎么办 自己到时候难不成要呼救 让机场的保安保护自己吗 这样子会不会不太好啊 毕竟这种事情 他本身就有些理亏 早知道就不提出 要来找他完了 苏小悠正十分懊恼的时候 突然看到 远处有个人在不断地朝着他摆手 这个人只有一米六左右的身高 四肢虽然纤细 但却有着一个大大的啤酒度 脸上长满了挫疮不说 就连头发都有些秃顶 看向他的时候 一直呵呵地笑着 那满口的大黄牙光是距离这么远 苏小悠都能感觉到一股子难闻的气味 我的妈呀 苏小悠二话不说扭头就跑 他根本不敢想象 和这样的一个男人在一起生活两天 那得是什么地狱一般的折磨 他没有任何的犹豫 拉着行李箱就往前跑 身上的两个雷坠 弹跳出惊人的画面 该死早知道 就做个手术给割掉了 一甩一甩的好疼啊 啊 放开我 快点放开我呀 苏小悠像是小鸡崽子一样 被拎了起来 他双腿不停地扑腾着 想要挣脱 你跑什么 我还能吃了你不成 王毅看着随着苏小悠的动作 不停地蹦蹦跳跳的两只脱兔 忍不住地咽了咽口水 嗯 这个人的声音还挺好听的 可声音好听又能怎么样 我总不能一直闭着眼睛吧 你放开我 我求求你饶过我吧 大不了 我把全部的钱都还给你 呜呜 我不要玩了 王毅也没有想到 这个苏小悠居然就这么水灵灵地哭了起来 自己明明什么也没有做 这搞得好像是自己胁迫对方做什么了一样 王毅看了看四周 不少的人被苏小悠的动静给吸引了过来 正用着审视的目光看着王毅 别哭了 等下把保安给招过来了 啊 王毅不说还好 一说苏小悠哭的声音更大了起来 该死你再哭 再哭我就袭击你的大灯了呀 嗯 苏小悠立马停止了哭声 但是还是不敢睁开眼睛看王毅 这个人好凶啊 实际还要在这么多人的地方 摸人家的那里 真是太可恶了 把眼睛睁开 你刚刚跑什么 跑不是你说的来见我的吗 这么快就后悔了 王毅气愤地瞪着眼前的苏小悠 不明白这小妮子在搞什么 苏小悠小心翼翼地睁开了一只眼睛 她十分担心 这个丑陋的男人会吓到自己 咦 好帅啊 丁苏小悠好感值加三 恭喜宿主 获得十八万元当前倍率 六 苏小悠好感值 五十一 相信 苏小悠两只眼睛睁得又大又圆 不停地打量着王毅 你你是一个 废话 不是我是谁 王毅美好气地瞪了一眼苏小悠 被这个丫头给搞得有些后怕 还好没有保安注意到她们 要不然自己就真的说不清了 自己像是在骗小女孩 吃自己棒棒糖的坏叔叔一样 苏小悠看向眼前这个183身高 五官明朗的男人脸上 忍不住的饭出花痴一般的笑容 没事没事 我刚刚急着上厕所 所以有些着急 王毅狐疑地看了苏小悠一眼 真的 没有骗我 嗯嗯 苏小悠的脑袋瓜子 像是小鸡啄米一样 飞快地点着 我怎么会骗哥哥呢 我最喜欢哥哥你了的 王毅看着苏小悠 抱着自己胳膊 抬头看向自己不停撒娇的样子 眼睛立马都冒出了 小猩猩一样的不停发着光 王毅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 希望你说的是真的吧 哥哥 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啊 是要直接去酒店吗 我们快走吧 苏小悠焦急地催促着王毅 心中更是高兴地 快要飞起来了 王毅没想到 这个小丫头 居然这么地主动 也太心急了一样 要不是看她的摔跤次数是零 王毅都有些怀疑 这个信息是不是错的 嗯 走吧 既然对方这么地主动 王毅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苏小悠一只手抱着王毅的手 一只手拉着行李箱 跟着王毅朝着机场外面走去 忍不住地都快要蹦起来了 哇 哥哥你的车好帅啊 这车一定很贵吧 苏小悠看着眼前的法拉利黑武士 双眼更是不停地冒光 心中对于王毅的好感度 更加地高了一些 丁苏小悠好感值加三 恭喜宿主获得18万元当前倍率 六 苏小悠好感值 五十四 相信 还好也不算很贵 王毅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带着苏小悠上了车 开着车朝着酒店的方向去 像苏小悠这些的女人 对于王毅来说最好 不需要付出太多的感情 只要让她知道 能够在自己这里得到什么就好了 就像看到自己长相的时候 增加三点的好感值 看到自己的车子时候 又增加三点好感值 都不用自己去做些什么 就有反现的钱到账 而且还能最快地获得 对方身上的好感值奖励 很快车子便行驶到了博瑞酒店 王毅带着苏小悠下车后 便朝着酒店中走去 而王毅也算是这里的老顾客了 这里的服务人员 也知道王毅的习惯 不想要被太多人给打扰 所以 除了最基本的打招呼和问好之后 没有任何多余的服务 王毅上前台拿到房卡之后 便带着苏小悠走进了电梯之中 王毅两人刚刚进入电梯 于莎莎便出现在了大厅之中 她下意识地 冲着电梯的方向看了过去 好像看到了一个比较熟悉的身影 于莎莎你在搞什么 这样子都能想到王毅的吗 你该不会是真的喜欢上她了吧 于莎莎用力地晃了晃脑袋 想要把王毅的身影 从脑海之中赶走 她这几天拼命地锻炼 就是不想让自己走神 结果 现在居然还能时不时地想起王毅的身影 看来还是要再加强锻炼才行 于莎莎用力地点了点头 朝着健身房走去 准备开启自己的地狱训练 哇 这间房间也太豪华了吧 我从来没有住过总统套房 居然比我想象中的 还要更加的豪华啊 嗯 很好 王毅点了点头 这个苏小悠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增加了三次的好感知 想必很快就能达到八十点的好感知 自己也能得到她的好感知奖励 那可是刀枪不入的肾脏啊 既然能够被系统评为刀枪不入的肾脏 那一定不会有假 到时候的自己岂不是直接无敌 哥哥能够遇到你真好 苏小悠一双大眼看向王毅 双手将王毅的胳膊抱在怀抱里面 王毅感受到了一片的柔软 还真是舒服啊 苏小悠自然也能感觉到胸前的异样 她脸微微有些泛红 但却还是没有放开王毅的双手 反而有些享受这种感觉 其实 有钱人泡妞的开销要比穷人低得多得多 他们只需要将钱展现在那些女人的面前 那些女人自然就会倒贴上来 就像西湖那边有个朋友所说的 钱是给女人看的 不是给女人花的 此刻的苏小悠就是这个样子 只是看到了王毅的车子和开好的房间 便迫不及待地想要将自己的一切给奉献出来 她像是一只树袋熊一样的挂在王毅的身上 主动地献上自己的热吻 双手死死地勾着王毅的脖子 却因为身高的原因 只能将双腿盘在王毅的腰上 一哥我还是第一次 两人双唇分离 一丝晶莹剔透的丝线在两人之间拉长 随后锻炼 苏小悠也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突然这么地大胆起来 她朝着王毅表达自己的心意 也不是她真的害怕等一下发生的事情 而是要让王毅知道她的珍贵之处 可能是希望能够卖一个好的价格 但是也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的 毕竟苏小悠能够主动提出空降的话 那自然是已经做好了一些准备的 王毅看着身旁熟睡中的苏小悠 眉头之上还有一点紧皱 想必还是有一些疼痛的 苏小悠虽然个子相对来说低了一些 但是一对兔子可真是令人感慨 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这么大的 难不成这兔子从小就吃得这么好 王毅起身简单地冲洗了一下 便换上了一身的健身服 鱼沙沙啃着手中的玉米 无精打采地坐上电梯来到健身房里 他昨晚一直都没有睡好 不管白天练得有多累 晚上回到家躺在床上 脑子里还是会出现王毅的身影 在那条道路上 王毅的身影在余晖的照耀下 显得格外的光彩夺目 他忍不住地进行了自我开导 开导结束之后又叹着气 将床单给换洗掉 导致今天根本提不起精神 才刚跑了半个小时的步就没有了精神 手中的哑铃是越来越重 都快要举不起来了 咦 于莎莎感觉自己被一道影子给遮住 他缓缓地抬起头瞬间愣住了 该死怎么还出现幻觉了 幻觉 什么幻觉 王毅不知道于莎莎这个小丫头 在嘀咕着什么 疑惑地问了一句 啊 于莎莎间叫了一声 手中的哑铃顿时掉落在地上差一点 就砸中自己的脚 可这些于莎莎没有一点的在意 他手脚并用的不知道在忙或者什么 果然人在紧张的时候就会显得很忙 王毅你怎么来了 于莎莎拿起地上的哑铃 假装在忙着训练的样子 当然是来训练的 难不成我来这健身房是为了上厕所的 哦 原来只是来健身啊 于莎莎有些失落地低下了头 没有再说话 对啊 上次不是说了吗 我离不开你的 这次是特意来找你给我训练的 啊 特特意找我的吗 于莎莎脸色突然一红 被王毅这种有些土的情话 给惊扰到了那一寸芳心 不然呢 难不成你还以为 我在外面有其他的教练了不成 王毅蹲下身子 将于莎莎手中的哑铃拿下 看着他微微笑着 于莎莎只是看了王毅一眼 就急忙地低下头 他生怕看王毅的时间长了 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我们去训练吧 你今天想要练什么 练什么 不是你说了算的吗 你可是我的私人教练啊 这些难道不应该是你给我计划好的吗 于教练 你这可有些不称职了呀 王毅有些哭笑不得地说道 这个丫头也不知道怎么了 今天总觉得于莎莎 哪里有些不对劲的感觉 于莎莎被王毅这么一说 顿时有些急了起来 谁谁说的 那天你还没有训练 就累成那个样子了 我都不知道你体能的极限 我怎么给你定制健身计划 王毅耸了耸肩 好吧 我的错 那请问于教练 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呢 于莎莎眼珠子低溜溜地转了两圈 突然眼睛一亮 于莎莎上下打量了一遍王毅才说道 要不这样 我检查一下你的身体状况这样 我也好给你定制计划 王毅点了点头 但是他看于莎莎的脸 越来越红了起来 这丫头脸红得泡泡茶壶啊 可接下来于莎莎的一句话 脱什么 脱衣服 在这 你叫什么叫 一个大男人脱个衣服怎么了 不脱下衣服我怎么知道 你是否做什么训练 于莎莎有些心虚地吼了回去 王毅无奈地撇了撇嘴 看了一眼四周正在训练的其他人 算了 反正人也不算多 脱就脱吧 王毅看了一眼心虚的于莎莎 缓缓地脱下了自己的上衣 随着王毅将上衣掀起 王毅腹部上那线条明显的腹肌 便出现在了于莎莎的眼前 于莎莎忍不住的两只眼都看呆了 不停地咽口水 乖乖这身材比例也太好了吧 不对啊 明明他上次还累得脱离了的 为什么才几天过去 就有这么好的肌肉了 难不成他上次是骗我的 其实他的身材一直都这么好 难道说 他上一次都是装出来的 不会健身这一切 只是为了接触 我好和我增加感情不成 难道他喜欢我 对他一定喜欢我 不能这些没道理的 这样就解释得通了 他肯定是哪一次健身遇到了我 但是不好意思主动打招呼 所以才装出一副 不会健身的样子来接近我 于莎莎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浓厚 看向王毅的眼神 也越发地绽放光芒 但这种眼神很快就变成了疑惑 不解 惊讶 困惑 恐慌 不不是别脱了 你别脱裤子啊 于莎莎看着王毅 双手提着解开的腰带 一副正要脱下裤子的样子 急忙阻止 我只是让你脱个上衣 谁让你脱裤子了呀 虽然我确实有点好奇 你腿上健瘦的肌肉 但是私下再看不好吗 这里还有好多人呢 王毅你干什么呢 裤子就不用脱掉了呀 王毅抬起头看向于莎莎 又看了看一旁 有些正在对着 他们两人窃窃私语的人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王毅将腰带束好 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抱歉抱歉 平常习惯了 于莎莎 嗨 王毅清了清嗓子说道 那现在呢 还要做什么 于莎莎朝着王毅那一身的肌肉看过去 做出一副清高的样子 我好得好好看看 谁知道你这是不是吃出来的肌肉 于莎莎说着 就慢慢地朝着王毅走了过去 手伸向王毅的腹肌 准备好好的试试看手感 王毅也大方地抬起手 他这一身肌肉都是系统赋予的 如果系统给的 都是一身死肌肉的话 王毅真的是无话可说了 于莎莎抹上王毅的腹肌的那一刻 顿时强烈的羞耻感涌上了他的心头 但是却不想松手 是怎么回事 于莎莎甚至还用手指头 在王毅的身上捏了捏 不会吧 这一身肌肉这么结实 没有常年累月的锻炼 肯定是不可能有的 王毅现在的身材 就属于是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的状态 虽然不像那些经常在健身房锻炼的人那样的 一身肌肉的肌肉块 但是他的肌肉强度 却不是一般人能够比拟的 毕竟这可是系统的造物 自然是将顶尖地给予到王毅的身上的 为你摸够了没有 王毅看 像于莎莎脸上露出一副白痴一般的笑容 像是一个痴女一样 他感觉有点渗得慌 可于莎莎像是没有听到一样 还是在王毅的身上不停地摸来摸去的 根本就没有要停手的意思 爱摸是吧 既然你这样 也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王毅拉着于莎莎的手猛地将其揽进自己的怀里 上下起手地在于莎莎高挑的身体上大做文章 于莎莎被王毅的突然袭击 吓了一大跳 双手死死地抵在王毅的胸口 想要将王毅给推开 可他的力气 怎么可能大得过王毅 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也没有能够将王毅推动 而王毅的动作却越发地大胆了起来 这可把于莎莎给骚得满脸通红 生怕一旁的其他人注意到他们这边发生的状况 王毅 你快点松开我 于莎莎不停地催促着王毅松开他 可是却没有一丁点的要松开的迹象 于莎莎傲恶地抬头朝着王毅看去 却只见一张脸朝着自己飞快地逼近 瞬间便将他的小嘴给稳住 两唇死死地抵在一起 于莎莎想要挣脱王毅的吻 却发现王毅的手抵在自己的后脑处 使得自己无法脱身 啊 王毅猛地将于莎莎分开 可疼痛没有丝毫地减弱 王毅就像是被一只螃蟹 给夹住了嘴唇一样不敢动 不然这只螃蟹只会越发地用力 好了好了 我放开你看点松口啊 于莎莎没有松口的意思 还是死死地咬着王毅 喂 你也不想被所有人都看见的吧 王毅的话一出 于莎莎顿时慌张地松开了王毅 瞪着一双眼睛死死地看着王毅 两只眼睛像是要冒出火来一样 你干嘛干嘛对我那样 什么那样这样的 王毅没好气地捂着嘴看着于莎莎 要不是你一直摸我的身子 我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吗 明明就是你先的 结果你还倒打一耙 于莎莎瞬间哑口无言 好像确实是自己一直在摸他来着 可可他也不能这样摸回来啊 居然还摸他 那里这里还有这么多人呢 而且那还是人家的初吻呢 他怎么敢的呀 对了他这么喜欢我 所以看到我才会把持不住的吧 唉这件事还是怪我 要不是我这么的迷人 他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好吧 我原谅你了 我们走吧 什么鬼什么就原谅我了 王毅笑着摇摇头 跟着一蹦一跳的于莎莎 朝着器材走去 诺 先试试看卧推吧 你平时卧推能达到多少 王毅看了一样器材 摇了摇头 不知道 我之前没测量过 切 还装你没测量过 那一身的肌肉是怎么来的 难不成是睡觉一醒过来就有了的 男人啊 你是谎言的化身 于莎莎看王毅还不老实 当即就想要给王毅一个教训 好那你先试试看70千克的 一个优秀的健身人士的卧推成绩 在自身体重的50%到70%左右 而王毅的体重目测 最多也就在80公斤左右 而于莎莎一上来 就让王毅卧推70公斤 就是想要看看王毅的笑话 王毅躺下去 双手抓住杠铃 稍微试了是手感 怎么样 要是举不起来就直说 虽然这70公斤 只是成年男人正常的水平 但是你平常没有锻炼过 举不起也正 啊 于莎莎一脸不可置信地 看着眼前的王毅 双眼瞪得快要掉在了地上一样 只见王毅轻轻松松地 就将杠铃给举了起来 脸上也是一副十分轻松的样子 王毅尝试着举了几次后 放在了架子上 一脸平常地看向于莎莎 确实有点轻了一些 要不然给加重一下吧 于莎莎收回一脸震惊的表情 倾咳了两声 嗨嗨 70公斤只是勉强及格而已 你等着我再给你加20公斤呢 于莎莎不由分说的 就给王毅加上20公斤的配重 这一下子足足的90公斤 远远地超过了王毅自身的体重 他就不相信 王毅还能装出那风轻云淡的表情 强装镇定是吧 我倒要看看 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好了 只要你能举起90公斤 那我就算你 于莎莎的话还没有说完 便看见王毅已经将杠铃给举了起来 卧槽 这这怎么可能 于莎莎只见王毅躺在那里 手中的杠铃高高举起 脸上也只是稍微有些吃力的表情而已 居然能够举起超过自身体重的重量 于莎莎在王毅放下杠铃之后 还上去检查了一下 但杠铃并没有任何的问题 难不成王毅的体重 其实要高于90公斤 只是王毅的身材太好 所以他看走眼的原因 对 一定是这样子的 要不然 这解释不通的 于莎莎将这一切都归于其他的原因 从来没有想过是王毅真的能够举起 或许他也是 真的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王毅打破了于莎莎的各种认知 无论是持久力 王毅用毛巾将身上那些细微的汗水擦拭掉 问向一旁的于莎莎 当当然能做出来 不过要等过几天的时间我才能给你 乖乖 你这种怪物 哪还需要我来训练啊算了 过几天随便给他制定一个计划好了 反正他这么厉害 肯定要有着自己的一套训练计划的 他现在无非就是想要追求我 所以装出的一副小白的样子而已 呵呵 你的演技实在是太拙劣了 嗯 那就麻烦于教练您了 为了表示感谢 中午我请你吃饭怎么样 果然开始主动约我了 哼 就给你一个追求我的机会吧 好啊 那半小时后 我在健身房门口等你 先去换一下衣服吧 于莎莎说完不等王毅回话 便转身朝着林玉士走去打算冲个凉 马尾便在脑袋后面一甩一甩的 显得十分的清纯可爱 于莎莎脸上带着掩藏不住的笑意 简单地冲了一个枣后 换上了自己的衣服 等出来时 王毅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还挺绅士 知道不能让女孩子等 于莎莎上前和王毅说道 走吧 我们去吃什么 王毅听见于莎莎的声音 转身看向于莎莎 轻轻笑了一下 抱歉莎莎 我等下有点事情 不能陪你吃饭了 我已经和酒店的餐厅交代好了 你等下去吃饭 记在我的房间上 我就先走了 王毅说 完便直接转身地离开 没有再回头看于莎莎一眼 于莎莎愣愣地站在原地 看着王毅离开的背影 不知道在想着些什么 他不明白 为什么半个小时前还是好好的 现在王毅就突然放了他的鸽子 他想到王毅刚刚那冷淡的语气 就觉得心里面 像是卡了一块小石子一样 令他喘不上来气 王毅坐上电梯之后 朝着自己的房间的方向走去 他刚刚在于莎莎提出 要去换衣服 让自己在健身房门口等他的时候 王毅便发觉有些不对劲了 这个于莎莎 似乎把他当成一个追求者了 居然已经开始下意识地 对他进行一些使唤的行为 这一点是王毅无法接受的 倒不是王毅不可以做这些事情 但是 如果对方是站在一种命令 或者是觉得王毅做这些 都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之后 那王毅是万万不允许发生的 所以王毅很直接地 就切断了两人之间的关系 至于之后还能不能有交集 那就完全要看于莎莎 自己能不能够醒悟过来了 如果不能 那王毅也不介意和于莎莎彻底地断开 毕竟他现在可不会因为 少一个女人而困扰 接下来就交给时间和金钱的诱惑 正如之前所说的 只要你足够的有钱 一些人主动的倒贴 都会给自己找好所有的借口 他们会自己开导自己 自己说服自己 王毅进入房间之后 苏小悠刚好洗完澡 从浴室之中走了出来 苏小悠看见王毅回来 蹦蹦跳跳地朝着王毅扑去 完全没有出为女人的痛楚感 看来 这就是女人之间的差距 就好像有些女人 每次来世的时候 都疼得死去活来的 可有些女人 却根本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哥哥你去哪里了呀 我睡醒没有看到 你可吓坏了呢 苏小悠一脸笑意盈盈的样子 看着王毅 看样子 昨晚是真的有了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王毅笑着 将把苏小悠抱着的手 从她的怀里面抽出来 挥了挥手上的袋子 刚刚去健身房锻炼了 要不然怎么能喂饱你这个馋鬼呢 很明明是你使唤 现在说的 好像是人家主动的似的 苏小悠听到王毅的话 虽然有些脸红 但是还是回击了回去 王毅也没有和苏小悠 在这上面纠缠着 将袋子放在桌上后说道 先去把衣服给换了 等一下吃完饭 我带你去商场转一下 真的 谢谢老公 老公天下第一好 苏小悠跑上来在王毅的脸上 用力地吻了一下 然后便快速地跑回了房间 更换衣服 王毅趁时间让管家 准备了一些饭菜送了上来 等苏小悠换好衣服的时候 刚好可以吃饭 吃完饭 王毅便带着一脸心肺的苏小悠下楼 朝着停车场走去 两人开车来到一达广场这边 两人下车之后 便直冲着奢侈品店内而去 王毅也不是什么小气的人 苏小悠能够主动地空降 为的是什么 再一点的好感度 他就可以获得七万元 而这七万元充值到金卡中 那可是七个亿呀 什么东西买不下来 苏小悠见王毅直接带着他 冲向香奈的专卖店 心中就是一阵的秃突 原来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的吗 逛街骑手就是香奈啊 苏小悠正激动的时候 却发现王毅站定在原地不动了 苏小悠不解地朝着王毅看去 只见王毅的脸上全是不耐烦的表情 他顺着王毅的视线看过去 只见两个穿着大胆 身材火辣的女人 正站在前面说说笑笑的 一哥正是认识这两个女人 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难不成这是一哥的女朋友 乖乖不会吧 我才刚和一哥在一起 就被他的女朋友给碰见了 这也太倒霉了一点吧 我不会被原配当场撕逼 小三暴是街头吧 苏小悠下意识得有点心虚 他自己也明白 王毅绝对不可能是没有女朋友的 这么优秀的男人没有女朋友 那岂不是说明 这些女人都是眼瞎了不成 王毅 没想到这妖巧能够在这碰到你 其中一个女人明显也看到了王毅 笑着主动上 钱和王毅打着招呼 苏小悠此刻真的就想要找一个地 缝给钻进去 心中默念 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可王毅却一把把她拉了过来 并主动揽上了苏小悠的腰 苏小悠一愣 不解地看了看两人 怎么回事 难道不是王毅的女朋友 是吗 能在这看见你我真的很到胃口 王毅淡淡地说完遍 想要拉着苏小悠离开 他看见这个女人就感到厌烦 光是想想要呼吸同一块空间的空气 就感到恶心 这么着急走干嘛 我们怎么说 之前也交往了八九年的时间呢 真的是一丁点的感情都没有了吗 之前交往了七八年 苏小悠顿时松了一口气 还好是前女友 如果是现任的话 那她真的是要尴尬死在这 这个女人正是谭淑月 她也没想到能够在这里碰到王毅 上一次和王毅在酒吧时 她被莫思远给打了一巴掌 一直记恨到现在 但她却不敢对莫思远有什么怨气 只能将这一切 全部都怪在王毅的头上 在她看来 王毅无非就是 傍上了张灵那个富婆而已 就这样 就敢这么的小看她谭淑月 她一定不会让王毅的日子 过得舒坦下去的 她必须要把这个仇给抱回来 她看到王毅的第一眼 就是想着 要怎么给王毅找点不痛快 哼 这应该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污点了 我真的对你这个女人感到厌烦 甚至是恶心 您 谭淑月被王毅给说得哑口无言 她都没有发现 王毅什么时候 居然变得这么尖酸刻薄了 这还是那个半个多月前 对自己言听计从的王毅吗 不过就是 给她戴了几顶绿帽子而已 居然这么记仇 亏得她还想着 再和王毅续上前缘 再赴顶峰呢 谭淑月眼珠子滴溜溜一转 看到王毅身边的苏小悠的时候 眼睛突然一亮 哼哼 王毅你既然都这么说了 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谭淑月看向苏小悠慢慢说道 这位小妹妹是谁啊 怎么之前没见过 好像和你上一次 带的女人不一样了 王毅你这是又换了一个女朋友 还是说增加了一个啊 谭淑月的想法很简单 既然你王毅无情 也就不要怪我不义 你敢背着你的那个富婆 在外面找其他的女人 那我就把你这一切都给揭穿 到时候没有了那个富婆的庇佑 我看你王毅还能得瑟到什么时候 我看你等一下 怎么和你身边的这个女人交代 王毅看了一眼 谭淑月懒得说话 她认为这女人一定是脑子有病 谭淑月见王毅不说话 转而就对着苏小悠继续说道 小妹妹 你可不要被这个男人给骗了 她在外面有很多的女人的 到时候你怕不是要人踩两空啊 苏小悠看着谭淑月眨巴了眨巴眼睛 所以呢 你想要说什么 谭淑月顿时被噎得哑口无言 她看向苏小悠表面单纯的样子 顿时认为这事被王毅骗得太深了 要不然怎么可能会者都没有一丁点的反应 傻妹妹 她喜欢的只是你的身子而已 她在外面有那么多的女人 又怎么可能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你的身上呢 听姐姐这个过来人的话 趁现在赶紧离开她吧 苏小悠看向谭淑月 瞪着一双大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 不要 试什么 谭淑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个王毅到底给这个女人吃了什么药 居然魔争到了这种地步 同样是出来做老女的 凭什么 你可以这么的意志坚定啊 我说我不要离开一个 我不介意一个有其他的女人 只要一个的心中有我的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苏小悠说完还看向王毅甜甜地笑着 完全不在意谭淑月那张已经气到扭曲的脸 开什么玩笑 她下定了决心空降到王毅这里 自然是早就做好了一切的打算的 刚刚她自己也下意识地将谭淑月当成了王毅的现任女友 下意识地想要逃避 她早就明白了 王毅这样的人是不可能缺少女朋友的 她也是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无非是王毅带来的 令无数人都为之向往的生活 而且再加上王毅的颜值 怎么可能会有人能够拒绝这样的男人 在苏小悠看来 不是她执迷不悟 而是谭淑月根本没有意识到 王毅的诱惑力到底有多大 如果自己这时有一点要退缩的样子 肯定会给王毅带来不好的印象 此刻正是她要给王毅表态度的时候 她可不能错过了 疯了 你真是疯了 谭淑月用力地抓了抓自己的头发 随后突然想到了什么 她看向苏小悠的眼神中 炙热而又疯狂 你还不知道的吧 她根本没有钱的 她只不过是一个被富婆包养的男人而已 她用的都是另外一个女人的钱 你被她给骗了 你被骗了你知道吗 苏小悠微微一愣 她下意识地想要看向王毅 询问王毅是不是真的 但是她还是强行地忍住了这个想法 她义正言辞地说道 你错了 一个人的气质不可能会有假的 在我看来你才是真的可怜 一直活在自己幻想的世界里 你还有事情吗 没有的话 请让开 我要和我男朋友继续逛街了 苏小悠一把推开已经愣着的谭淑月 牵着王毅的手朝着前面继续走去 她当当差一点就动摇了想法 想要怀疑王毅 但很快她就把这个想法给抛弃掉了 因为王毅如果真的是被包养的人 怎么可能一夜之间 就能够在直播间打赏几百万的金额 又怎么可能开着上千万的豪车 居住着数十万一晚的总套套房 到底是怎么样的富婆 能够有这么大的手笔 就算真的是 有一个这么大方的富婆 用这么大的手笔去包养王毅 那这又和她有什么关系 她又不是和那个富婆在一起谈恋爱 王毅给的真金白银 是落在她的手上的 她的好处又没有任何的影响 只要自己的目标足够的坚定 那就没有人可以动摇她的想法 谭淑月看着离开的王毅和苏小悠的背影 她的道心感到有些崩塌 现在的小妹妹出来都这么恨的吗 这样都不能改变她的想法 其实只要是换个脑子聪明一点的女人 都知道刚刚最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怎么可能会有人当场就做出答案 肯定是表面上不动声色表达 对王毅的态度 但私底下慢慢地查清楚事情的真相 这样子才会将利益最大化 这也正是谭淑月这个没脑子的女人 永远也学不会的一点 谭淑月身旁的女人 上前拉了拉她的胳膊 月月 那个男人是你前男友啊 长得好帅 能不能把她联系方式给我 我感觉有场恋爱 想要和她谈一下 女人看向王毅那结实有力的双腿 忍不住的心神荡漾 这样的大炮底座 不知道该有多大的威力啊 滚 谭淑月愤怒地大吼着 她此刻是听不得关于王毅的一点好话 且 谁他妈的愿意和你在一起似的 女人摆了谭淑月一眼 扭着屁股便丢下谭淑月自己走了 婊子臭婊子 一群臭婊子 谭淑月拿出手机 在上面不停地翻找着 终于她找到了一个被诸为寂寞房东的联系人 谭淑月直接拨通了张灵的电话 张灵 你给我打电话干嘛 谭淑月 怎么 你翘走我的墙角 害怕我找上门啊 张灵 你要是继续胡说八道 我就挂了 张灵语气平静 还时不时地传来麻将的碰撞声 显然根本就没有将谭淑月给当做一回事 谭淑月 这什么急啊 你猜猜看 我碰到谁了 是你养的那个小白脸 她好像正在和其他的女人逛街呢 谭淑月 怎么样 是不是很生气 想要抓奸吗 我可以给你提供地址哦 电话那头的张灵沉默了好一会 才慢慢说道 张灵 给我你的地址 在那里等我 嘟嘟嘟 谭淑月听着电话 那头传来的挂断声 嘴角不停地上扬 她看向王毅两人走的方向脸上 满是奸诈的笑容 王毅这次 我看你怎么办 我要你身败名裂 王毅此时刚好带着苏小 又从香那儿的专卖店里面走出来 两人的手上 没有任何的袋子 因为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王毅全部让店里 帮忙送到了他们居住的酒店内 丁苏小悠好感值加5 恭喜宿主 获得35万元当前倍率 7 苏小悠好感值 62 经过王毅昨晚的一夜操劳 苏小悠的好感值 已经上涨到了57点 此刻更是来到了62点 距离得到黄金肾 也只剩下18点的好感值 两人出门后 对面便是爱马仕的专卖店 王毅直接拉着苏小悠 朝着爱马仕的专卖店走去 哥哥 不用再买了吧 刚刚已经买了很多的东西了 苏小悠虽然很享受 王毅给他这种花钱的速度 但是也有点太快了一些 他还要适时地懂事一下 免得太过分了 显得自己很贪财 王毅笑了笑说道 可不只是为了给你买东西 我刚好要去办点事情呢 办点事情 苏小悠不明白 王毅去爱马仕的专卖店 能做什么事情 但是还是乖乖地 跟在了王毅的身后 王毅走进爱马仕的专卖店 很快便被这里的店员给认了出来 纷纷地主动和王毅打着招呼 王先生真是好久不见了 这次想要买 带你什么 这里的动静 很快惊动了之前的那位导购 他快速地来到王毅的身边 询问着王毅的需求 这位可是他的财神爷啊 他可不能怠慢了王毅 毕竟他能够做到现在店长的职位 还要多亏王毅的几次消费 才能让他在一周的时间内 完成一年的业绩 成为整个公司内的风云人物 这次选拔店长 让原本并不是特别有优势的他 破格成为了这家店的店长 王毅淡淡地笑了一下后 才继续说道 店长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 上一次您到酒店 给我测量的时候 不是约定好了的吗 等我有时间了 要来您这里定制几件衣服的 王先生真是太会说笑了 您才是我的贵人啊 店长笑了笑继续说道 只是我没有想到 只是这么一点小事 请王先生您还记着 真是让我感到太意外了 约定好了的事情 我怎么能不做到 王毅指了指一旁的苏小悠说道 还麻烦您为我女朋友 挑选几件适合她的衣服 免得测量的适合她 还得一直在这里等着 店长朝着苏小悠的方向看向 表情先是一致 随后一惊 愣的是 王毅居然又换了一个女人 不过 这对于王毅 这种有钱人来说 怕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只不过诧异的是 王毅到底上 拿找的这么多的 高颜值的小姑娘 居然个个都这么的漂亮 令她感到惊讶的 则是苏小悠的胸围 实在是令人看上一眼 就挪不开眼睛 这种尺寸的衣服 怕不是还真的不太好找 店长笑了笑 将叫来了一名导购 您等下为这位女士 挑选一些合身的衣服 不用担心价格和数量 只要是女士喜欢的 全部都直接包起来 好的店长 导购听完之后 急忙带着苏小悠 朝着一旁的展柜走去 这种好事落到她的头上 如果她还不知道怎么做 就真的是傻子了 什么合身的衣服 那包包 化妆品 护肤品 手表 鞋子这么多的款式 哪一件不能给她来几款 这业绩 那不得轻轻松松的就完成了呀 王先生 请这边跟我来吧 店长笑着 将王毅带到了 店后面的一间屋子里面 王先生稍等一下 我马上让人过来 为您测量 王毅看向店长 微微有些疑惑 你不会测量的吗 店长眼嘴偷偷笑了笑 上次在酒店 我是看王先生太迷人了 所以找了一个借口 想要接近一下王先生 但是这种测量的精细活 还是专业的师傅比较好 这样不会有偏差 哦 王毅一把将店长 给揽进怀里面 一脸坏笑的看着对方 那这一次 你就不想要亲自测量一下吗 看一下跟上一次 有没有什么变化 店长哪里遇到过这种情况 脸刷的 一笑就红了起来 他双手放在王毅的胸口处 双眼迷离地看向王毅 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自然是我的荣幸 店长双腿忍不住地夹住 两只手从王毅的胸前 一直绕到王毅的身后 并且在不断地往下移动着 他双眼微微眯起 目光中尽是数不尽的风情万种 一张樱桃小嘴微微张开 满是泥南不清的轻横声 店长正在忍受不住的时候 突然被开门声惊醒 他急忙逃离王毅的怀抱 和王毅分开距离 他低着头 不敢看向王毅和来人的方向 脸红得像是要滴出血一样 他不明白 为什么王毅只是 稍稍地撩拨了一下自己 自己就动情到了这种程度 这是我们这里最好的师傅约翰 我就不打扰王先生您了 店长说完便急忙地退了出去 他是真的一点都不敢 在这里待下去了 王先生您好 我是您本次的设计师 很高兴能够为您服务 王毅看像逃跑一样离开的店长 笑着摇了摇头 他将双手打开 站定在约翰的身前 好让约翰测量清楚一些 毕竟这种定制的服装 如果有一点测量的有偏差的话 都会影响这件衣服的上身效果的 张灵 你左边的那辆灰色G18 谭书月将手机放进口袋里面 笑着朝着那辆G18走去 王爷啊王爷 我可是给了你机会的这一次 就让你好好地看看 得罪我的下场 谭书月走上前敲响了车窗 林姐 这么久不见你就不打算见我一面了吗 碰 下一秒车门突然打开 车上下来两个体型壮朔的男人 上前将谭书月的嘴捂上 谭书月没想到 车上的居然是两个彪肥体壮的大汉 他想要大声地呼救 却根本发不出一丁点的声音 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灵这个婊子到底要干什么 他想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我该不是要死了吧 谭书月被扔进车里面 双手被死死地绑住 嘴也被交代给缠住 开车 大汉说了一句 车子便朝着 朝着一达广场的停车场而去 谭书月在车上惊恐地 不敢发出一丁点的动静 生怕将这两个大汉 给惹生气了之后 对自己做出什么事情来 如果只是那种事情倒还好 三个人一起 他也不是不能接受 主要就是怕结束之后 他们提上裤子不认人 还要杀自己灭口啊 车子在一阵七拐八拐之后 只是行驶了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便停了下来 一名大汉上前将谭书月嘴上的胶带 给撕了下来 谭书月急忙求饶着 司机和两个大汉 没有一个人说一个字的 谭书月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听见一阵高跟鞋敲击地板的声音 缓缓响起 谭书月顿时闭上了嘴巴不再说话 他听着那脚步声越来越近 每走一步 都像是敲击在他的心脏上一样 令他紧张不已 哗 车门被瞬间打开 谭书月小心翼翼地朝着门外看去 站在车外的 是一个身穿普通衣服的漂亮女人 而这个女人正是张玲 她穿着十分的普通 根本没有人能够将她 与叱咤伤海多年的女强人联系在一起 就好像只是一个在家里 等待着丈夫回来的妻子 耐心教导女儿的妈妈一样 灵灵姐 你这是要做什么 我们不是说好了 带你去揭穿王毅的吗 她在拿着你的钱 去泡别的女儿 谭书月浑身止不住地颤抖着 她不敢想象 平日里那么好接触的房东太太 此刻居然是这副模样 张玲上下打量了一下谭书月 坐进车子里将车门关上 谁告诉你 她花的是我的钱的 张玲的一句话 直接问梦了谭书月 不是花你张玲的钱 她王毅的钱是哪来的 明明王毅是 在和张玲接触上了之后 才开始开豪车 穿名牌的 可现在你居然和我说这一切 和你没关系 这谁能相信 难不成王毅的钱 都是大风刮来的不成 张玲只是看了谭书月一眼 便明白了谭书月的心中 在想着些什么 她开口继续说道 我知道 如果我跟你说 我没有给过王毅 一分钱你很难相信 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一开始我也觉得 王毅只是一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人 但是自从前几天后 我便发现 她根本不像你我想象的那样 她身后的力量 就令我也查不出来 谭书月根本不相信 张玲所说的一切 她跟王毅在一起八年的时间 王毅的老家在哪里 她都知道的一清二楚的 但是现在居然告诉她 王毅是一个隐藏的大佬 那自己这些年 和王毅挤在一个小破出租屋里 那都是为什么 张玲看谭书月还是不相信 便继续说道 我知道这些你很难接受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 有些人的力量 远远不是你我能够理解的 我今天这么做 只是不想让王毅知道 你跟我之间见过 记住 如果你还想好好地过日子 就不要再去打王毅的主意 我这时再就你明白吧 张玲说完便直接下了车 朝着自己的那辆法拉利 911走了过去 等张玲走后五分钟的时间 两个大汉将谭书月 给放开扔下车后 便驾车离开 只留下谭书月一个人站在原地 呆呆地看着地板 这这怎么可能 王毅他怎么可能是有钱人 他这些年 明明只是一个普通人的 他明明每天都在做着各种的兼职 累死累活 也养活不起我的 他怎么可以在抛下我之后 就摇身一变 成为了一个我高不可攀的人物的 王先生 你的这个身材比例 实在是太完美了 我做服装这么多年 一来不知道测量过多少个人的尺寸 可只有您的 才是真的是教科书般的比例 约翰一边测量着王毅的尺寸 一边忍不住的嘖嘖称奇 他之前遇到的很多的明星 甚至是专业的模特 都比不上王毅的身材比例 约翰的这副样子 让王毅忍不住的 都怀疑他是不是个同志 还好很快 约翰就将尺寸给测量好了 王先生 这边是服装的一些款式 需要您选择一下 王毅接过平板 在上面不停地浏览着 王毅不太喜欢穿着过于正式的西装 但是也总得有几套才行 万一将来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场合 需要参加的话 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 也不像话 王毅挑选了两套比较不错的西装 又挑选了一些比较舒适的衣服 总之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 等王毅选好款式出来时 苏小悠早就在导购的帮助下 将所有想买的打包好了 一哥 我穿这身好看吗 苏小悠看到王毅出来 便站在王毅的身边 转了两圈 好让王毅看清他身上的服装 苏小悠的下半身是一件鱼尾裙 将他细腻的小腿给裸露在外 整个人都有一种典雅的感觉 但上身是一件开山的针织外套 里面是一件小背心 将一对傲人的大灯 给展现得一览无遗 旁人光是看上两人 就挪不开眼睛 王毅俯下身悄悄说道 不错 看起来更大了一些 一哥你真话 苏小悠扭捏着娇称了王毅一句 随后又小声地说道 晚上好好的 让你试一试手感 苏小悠说 完便直接将王毅的胳膊抱在怀中 随着他的一举一动 王毅都能感觉到 胳膊像是在一朵云层中一样 王先生测量好了吗 店长从一旁走了出来 在王毅两人身上看了一眼后 继续说道 定制的衣服比较麻烦 而且王先生 您要的比较多 全部做好 也得一个月的时间 不过 王先生不要着急 从下周开始 每做好一件衣服 我都会第一时间 将其送到您北府上的 嗯 王毅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他注意到 店长居然换了一条裤子 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王毅结完账之后 还是老样子 让他们送到了酒店里面 一哥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呀 苏小悠抱着王毅的胳膊 看向王毅娇羞的问道 他的言外之意很清楚 想要和王毅做点什么 事前准备 苏小悠不明白王毅的意思 只好跟在王毅的身后 朝着巴黎世家的专卖店走去 接下来 王毅在苏小悠瞠目接舌的目光中 一口气买了几十条的 带字母的巴黎世家丝袜 随后又在华伦天奴 买了几双的高跟鞋 至于丝袜这种东西 对于王毅来说 只是消耗品 穿着再好看 也没有撕起来的时候 带来的快感 更加的让人神清气爽 苏小悠看着王毅买下的那些东西 心中忍不住的 都开始期待 今天晚上要发生的事情了 光是想一想那刺激的精彩画面 他就有些忍不住的腿软 天老爷 我不会死在酒店的床上吧 王毅 本来还想卖一下秦琴的衣之类的 毕竟像苏小悠的这个身材 穿上一些兔女郎 内膜之类的装扮 肯定能够为他增加不少的攻击力 但是一打这种地方 还真没有买的 算了 反正回去酒店的时候 点外卖是一样的 某些软件上 还是有不少售卖的款式的 王毅正打算带着苏小悠离开 无意间瞥见了苏小悠手上 带着的一条爱马仕的女士手表 苏小悠也注意到了王毅的眼神 他举起手 在王毅的眼前晃了晃 好看吧 这是导购姐姐给我选的 说是非常适合我的气质 王毅点了点头 的确很好看 跟我来 王毅拉着苏小悠 朝着一家表店走去 他现在跑车也买了 衣服也正在制作了 就差一块好点的手表了 毕竟俗话说得好 穷玩车 富玩表 这句话在王毅看来一点也没错 毕竟一块好的手表 那可是和一辆跑车的价格 差不了多少的 甚至很多都还要比跑车的价格更高一些 王毅站在外面 看着百达斐力和理查德两家店 有些犹豫 他对于手表的了解并不多 顶多只是知道这些牌子的名字而已 而至于到底他们下面的哪一个款式更好 他就完全不了解 到底选哪一家的好呢 王毅想了一会 顿时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自己明明已经是拥有系统的人了 居然还是用着这种穷人的思维方式 为什么自己一定要在其中做出一个选择呢 成年人的世界 那就是我全都要 王毅率先走进了理查德米尔的店铺当中 一名女导购立马便上前主动打招呼 王先生您好 十分高兴能够为您服务 王毅微微有些诧异 你认识我 女导购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王先生真是说笑了 自从您前几次到一达商场消费以后 这个商场中的各个奢侈品店铺中的导购 就没有不知道您的 这些导购之中 虽然有时存在竞争关系 但是他们却又相互团结 每当遇到一些比较有钱有势 出手大方的有钱人 他们便会主动地在群内分享这人的信息 这也方便他们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对方 能够在第一时间猜到对方的预估价位 和对方的喜好 而这个月中最出名 也是他们之间谈论最多的便是王毅 实在是王毅的每次消费都过于豪横了 每次出手都是最低几十万的金额 有时甚至还能破个百万的价格 而这样的一个精彩主 光是买一些衣服包包就能出手这么大方 那购买他们这种奢侈品中的奢侈品 手表 那又该是多大的一笔消费 女导购光是想一想 就觉得钱包正在不停地鼓起 上一个被王毅给照顾到的爱马仕女导购 可是已经坐上店长的职位了 那下一个会不会就是她呢 这样刚好 我也不用麻烦了 你就帮我推荐几款吧 好的 王先生请这边来 女导购带着王毅朝着一旁的展柜过去 很快便将三块万表摆放在王毅的面前 王先生这里 是我们理查德米勒 比较有代表性的三款万表 女导购只向第一款继续介绍到 这款是RM5602蓝宝石机械手表 是采用单块蓝宝石材质打造 无论是从外表还是工艺上 都完美地展现出了 顶级制表工匠的精湛技艺 具备独特的透明设计 女导购将三款手表 全部为王毅介绍了一遍 三款的价格都差不太多 RM5602蓝宝石机械手表 是300万人民币左右 RM69全透视视视陀飞轮手表 样式都是重规重矩的样子 便没有给王毅 带来一种十分惊艳的感觉 女导购见王毅有些犹豫 心中有些激动 她可是知道王毅的能力的 这定然是看不上这三款手表 女导购露出真诚的笑容 上前和王毅继续说道 王先生若是不喜欢这三款的话 不妨看一下这款 女导购将一块平板递给王毅 王毅接过之后 瞬间便被屏幕中的万表给吸引到 平板上一样有着三款万表 分别是RM5302 RM3802 RM5601 而吸引到王毅的 则是那款水晶万表5601 女导购只是一眼 便看出了王毅的心中所属 急忙主动为王毅介绍道 王先生真有眼光 这一款是完美品牌中 全球仅仅只有五支的限量款 具备着驼飞轮和计时功能 王毅将平板放回女导购手里 轻声问道这款是没有货吗 为什么只有图片 王先生你也知道 这款手表是全球限量五支的 更是被各大收藏人士所收藏的 而这支也是我们公司偶然间收到的一块 正在为他寻找新的买主 这块正在我们华夏的总部存放着 王先生如果喜欢的话 我可以马上联系一下总部那边 只要没有其他的买主 那这款万表就是王先生您的 王一听后抬起毛子看向女导购 那就麻烦您帮我询问一下 如果可以 我现在就可以付款 好的王先生 您稍等 女导购话音落地 便急忙朝着身后的办公室走去 她脸上全部都是激动的神情 这块手表可是高达两千多万的价格 这一笔的提成对于她来说可是天文数字 很快女导购便急忙快步地走了回来 王先生恭喜您 这块万表目前还没有其他的买主 您现在只要签订一些手续后付完款 这款手表将在三天后送到您的府上 王一没有犹豫 直接拿出了金卡递了过去 女导购急忙接住到吧台进行付款 王一之前在酒吧的时候就测试过 只要金卡中的钱 是用来提升女生好感值的都可以使用 所以 现在的这笔消费 自然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毕竟没有哪个女生 不喜欢一个多金的男人的 很快女导购便将金卡还给了王一 王一接下来留下了自己的地址之后 便带着苏小悠朝着另外的一家百搭斐力而去 苏小悠看着王一刷卡的样子 真的是觉得帅呆了 随随便便买一块手表 就是两千多万的价格 这还能是普通的神豪吗 刚刚那个死女人居然还说 一哥是被包养的 谁家被包养的男人 能够买得起两千多万的万表的 这个女人一定是想将我赶走 好让我给她腾出来位置 她自己好把占一哥全部的爱 哼哼 我可没有那么傻 苏小悠一时间将王一的胳膊抱得更紧了一些 脸上的笑容就没有停止过 一直不断地带着若有若无的笑容 很快王一便在百搭斐力的店铺中 再次地购买了一块万表 不过选择了一块现货的手表 百搭斐力超级复杂功能实际系列 5271P001价格是原 王一直接戴在了手腕上 便搂着苏小悠朝着楼上的餐厅而去 两个人逛了一天的街 也有些感到肚子饿了 王一没有注意到的是 在他们两人从百搭斐力店铺走出来之后 一张恶毒的脸出现在他们的身后 正死死地盯着他们 王一原来你一直都在欺骗我 凭什么我陪你度过了最艰难的八年 而得到好处的却是其他的女人 如果你一开始就告诉我你这么有钱 那我又怎么可能会离开你 这一切都应该是我一个人的 谭书岳的脸扭曲而阴毒 他双眼死死地瞪着苏小悠 不知道在低语这些什么 王一两人简单地在楼上的餐厅吃了一些东西 便返回了酒店之中 王一并不太喜欢什么西餐和日料之类的 他还是更喜欢炒菜或者火锅一类的 他认为这种的更加的有滋味一些 不像其他的味道过于的单一 两人打开房间门之后 大包小包的衣服包包之类的 已经全部都堆放在了客厅里面 苏小悠看着这么多的东西 一时之间有些苦闷 怎么了 难不成这些东西你不喜欢 王一看向苏小悠撅着的嘴问道 才不是 老公你送的 我当然喜欢了 只是我明天就得回去了 这么多的东西 我要怎么带回去才好啊 苏小悠看向这些大包小包的 就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 总不能全部留在这里吧 那这样 岂不是要便宜 一个的其他女人 他苏小悠才不愿意 做出这样子的事情呢 这有什么难得 王一一把抱起苏小悠 让他坐在的腿上 看向这张苦恼的小脸 笑着说道 等明天 我让管家全部给你打包好 发到你在江城的地址上不就行了 对啊 苏小悠的脸上 突然转忧为喜 他抱着王一的脸 就是狠狠地亲上了一口 还得是老公您 真是太聪明了 这让我怎么奖励 你才好吗 王一双手攀上苏小悠的身体 苏小悠冷不丁地打了个冷战 王一一脸坏笑地看着苏小悠 冲着一旁地上大包小包的衣服说道 这还不简单 这里这么多的衣服 不如就来个时装修好了 苏小悠听见王一的想法 不停地咯咯咯直笑着 老公可真是的 这么多的衣服换一遍 不得累死人家 累等下有你累的 王一贴近苏小悠的耳边 轻声说道 记得将给你买的华伦天奴 和巴黎世家全部穿上 苏小悠站起身 看向王一的双眼 逐渐开始变得迷离 拉丝 他悠悠地看了王一眼 转身拿起其中的一套衣服 朝着卧室中走去 那老公等着 我很快就回来 等苏小悠走进卧室之后 王一拿出手机 下单了几套比较耐丝的睡衣 并且每一件都能够十分 突出苏小悠的优势 王一伸了一个懒腰 从床上坐起来 就连他也没想到 苏小悠作为一个新手 仅仅是第二天 就能恢复得这么好 昨晚的战斗力 更加的不遑多让 可能也是即将要离开的原因 想要给王一一个深刻的印象 整个人像 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一般的 缠在王一的身上 王一看了一眼 还在熟睡的苏小悠 脸上全不满足的笑容 似乎在睡梦中 正在梦见一些十分有趣的事情 王一起身看了一眼满地的狼藉 苦笑着摇了摇头 王一按下一旁的服务铃 很快便传来了房门铃声 王一打开房门 管家此时已经站在了门外 王先生早上好 请问有什么能够帮到您的 王一指了指卧室说道 等一下安排人 将里面的衣服 全部拿去清洗一下 如果有破损的 就直接扔掉就好了 我会给你一个地址 让全部打包后给发过去 好的 王先生我马上为你安排 管家正要离开 王一便再次轻声说道 让他们动作轻点 别吵醒他 好的王先生 请您放心 管家攻身行礼之后 便快速地离开 为王一安排去了 王一转身便进入了浴室之中 好好地清洗了一下身体 苏小悠这个女孩 看起来有些柔弱弱弱的 但是在晚上 还真的是放得开 王一看着身上一刀刀的抓痕 对苏小悠的观感有些转变 很快两名保洁 便走进了房间之中 小心翼翼地 将卧室和客厅地面上的衣服 全部收拾了起来 两名保洁 也是一脸的震惊 这满地的衣服 居然全部都是名牌 更要命的是 这些衣服中 有一半都被撕得不能看了 不过这些 也不是他们应该担忧的 将一切全部收拾好了之后 便急忙地退了出去 他们都很清楚 能够住在这种房间的人 绝对不简单 王一洗完澡之后 刚走到客厅 便看到手机响了起来 王一一看 是一个陌生来电 王一接通了之后 对面一直没有声音 也没有人说话 王一正要挂断 却突然听到 对面传来了一声低沉的声音 是我 声音中有些破碎的沙哑感 但王一还是听出了 对方的声音 嗯 你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嗯 给我个地址 我等下去接你 嘟嘟嘟 电话被挂断之后 王一将手机放下 让管家又准备了一些早餐之后 苏小悠才悠悠地从睡梦中醒来 他看到餐桌上的王一之后 正准备跑过来 却突然感到身体一阵的疼痛 疼得他眉头紧皱 王一上前将他抱到餐桌上 笑着问道 怎么现在知道疼了 昨晚不是很疯狂的吗 哼 苏小悠傲地抬起头哼哼了两声 谁让老公你这么的厉害呢 好像都肿了呢 苏小悠担忧地撇了撇嘴 我本来还想着 等下再和老公重问一下呢 看来只能等下次来找老公玩了 苏小悠在外人的面前十分地羞涩 但是在王一的面前 却不知道为什么说话十分地大胆 仿佛就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样 很快管家便带着人将准备好的早餐 摆放在了两人的面前 早餐还是十分地丰富的 更像是广城那边的早茶一般 每一样的份量都很小 但是种类颇多 两人舒舒服服地吃完了一顿早餐 王一便让苏小悠去舒西打扮了一番 等两人出门时 已经是早上十点钟 坐上黑武士的副驾驶 苏小悠看向王一问道 老公我们要去哪里啊 王一嘴角微微上扬 去接个人 简单地吃个饭之后 下午送你去机场 嗯嗯 苏小悠很是懂事地抱起王一的胳膊 将王一的手放在了自己的腿上 可能是马上要离开了 十分珍惜和王一在一起的每一分一秒 嘻嘻 老公快点开车吧 苏小悠笑嘻嘻地说着 王一开车 先是回到了公寓的停车场上 换上了库里男 苏小悠看着头顶的星空顶 感到十分的好奇 但是她同样也没有想到 王一居然住在这么一个公寓上 和王一的身份好像有些不相符 但苏小悠很快就想通了 说不定是王一其中的一个女人 住在这里 毕竟像王一这样的男人 有多个女朋友很正常 为了不让几个女人之间互相起矛盾 所以就安排在了不停的住所 想要陪哪个女人了的时候 再去翻对方的牌子就可以了 苏小悠想了想 自己离得那么远 想要让王一宠幸一次 想必非常的困难吧 毕竟自己还得排队才行呢 想到这里 苏小悠便拿着王一的手 在自己的大腿上 更加的大胆地起来 她想要让王一对自己的印象 再深刻一些 这样说不定也能增加一些 自己在王一心目中的地位 王一看着苏小悠在一旁的举动 并没有阻止 毕竟这是对方对自己依赖的象征 这么懂事主动的女孩子 王一又怎么能让对方伤心呢 王一直接驾驶着 库里男猛的一达方向 朝着另外的地方而去 王一驾驶着车子 行驶到了郊外的一个公园里面 找到了一处人烟稀少的地方 一脸坏笑地看着苏小悠 老公我迈这里干什么啊 苏小悠眼神有些不自然地问向王一 王一看着苏小悠笑了笑说道 乖 自己去后座等我 我要让你为刚刚的举动 付出一些代价 呸 苏小悠看着一旁的王一娇称道 老公你好坏啊 居然对人家做出这样的事情 苏小悠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是身体还是很诚实地 将王一的手继续放在他的双腿上 脸上也是按捺不住的笑容 看起来对刚才的事情十分的满意 既然一哥能够在开车的途中 突然对自己做出这样的事情 那就说明自己的对他来说 还是十分有诱惑力的 不然也不可能发生刚刚的事情 苏小悠脸红地看向王一 揉了揉有些发散的咬机 很快王一便将车子停了下来 看了一眼手机上收到的地址 对了一下对面宾馆的名字 没有错就是这里了 一哥我们要来接谁啊 接司机 司机 苏小悠有些不解 到底谁是司机啊 什么司机还需要王一开车过来接他 不过苏小悠虽然有些疑虑 但是却并没有说出口 他认为王一这样做一定有他的理由 两人下车之后 王一拨通了一个电话 但对方并没有接通 反而是在电话响了三声之后 很快就被对方给挂断了 王一苦笑着摇了摇头 看向街道上来来回回的路人 一时之间不知道到底是是哪个 突然王一赶到身后传来一阵风 王一侧身一躲 便将一只手落在了他刚刚的位置上 像是没有想到王一居然能够躲过 张三 王一看向男人轻声问道 嗯 是我 男人正是王一和哲青念在白云关门口 遇到的哪个流浪汉 但是此时的张三 满脸的胡须早就消失不见 脸上的五官也不再那么的脏的看不清楚 此刻的张三更像是一个武打演员一般 一双眼睛十分的锐利 让人不敢指示对方 会开车吧 张三接过王一扔来的钥匙点了点头 好 那就开车吧 王一三人坐上了车 王一和苏小悠坐在后座 而张三在前面开着车 苏小悠一路上紧张地抱着王一的胳膊 警惕地看着前面的张三 老公 这个是谁啊 看起来好凶的样子 王一被苏小悠这么疑问 也有些不知道怎么回答 王一总不能说 这是自己在外面捡到的吧 王一拍了拍苏小悠的手背 示意他放松一些 很快车子便再次地开到了公寓楼下 王一下了车之后 带着苏小悠坐上了黑武士的车上 王一开着黑武士在前面 而张三则开着库里男跟随在黑武士之后 王一看着倒车镜中的库里男 心中有些感慨 这个张三还真的是有点本事 跟在他车后面不注意 还真的发现不了他的车 明明两车之间的距离很远 但张三却从来没有跟丢过 甚至王一不去刻意地寻找 还真的发现不了对方 很快王一便带着苏小悠来到了一家火锅店中 王一带着苏小悠开了一个包间 而张三则在包间外面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虽然没有刻意地去盯着包间看 但是只要稍微注意一下 便会发现张三的屁股始终只坐在沙发的一半 左手边也一直放着两只筷子 左手在桌子上有节奏的敲动着 仿佛下一秒钟发生什么意外 他便会突然爆起 手边的筷子便会成为锋利无边的利器 被他投掷而去刺破对方的咽喉 王一坐在包间之中 很快便点好了菜品 没多时服务员便将所有的菜品上计 在王一的吩咐下 没有任何人会进来打扰到他们 老公 我下午就要回去了 你会不会想人家 苏小悠在王一一旁紧紧地抱着王一不肯撒手 她是真的很喜欢和王一在一起 因为王一总是能够给她一些新奇的体验 这些都在不断地冲击着她的感官 令她感到十分的刺激 当然会想你啊 你如果什么时候想过来了 随时都可以过来 真的 那你不会觉得我烦的吗 王一看着苏小悠一脸期待的样子 笑着说道 当然 我怎么会烦你 说不定哪天我有时间了 还会去江城找你玩呢 耶 太好了 等老公你过来江城的时候 我带老公好好地在江城转转 苏小悠十分地激动 不停地为王一帅 煮着菜家到王一的碗中 她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万一王一去了江城之后 有在那边定居下来的想法呢 那她岂不是就可以独占王一了 两人在包间之中 将这一餐舒舒服服地吃完 王一看了一眼 时间差不多该去机场了 王一出去结完账之后 便带着苏小悠开车 朝着机场的方向而去 王一从后视镜看到 张三驾驶着那辆库里男 始终不远不近地掉在他的车后 苏小悠坐在副驾驶上 一脸的不舍 但这些却由不得她 她毕竟还要回去上学呢 总不能因为 自己连大学也不上了吧 那样岂不是会更快地 失去王一的宠爱 说不定王一喜欢的 就是她现在的 这个大学生的身份呢 之前在网上有看到过 一些有钱人 就是会有一些特殊的癖好 苏小悠可不想 因为这种事情去冒险 结果影响是大 很快 苏小悠便被王一送到了检票口 而张三则就混在人群当中 任谁也想不到 她和王一之间的联系 这一点 王一还是十分的满意的 能够在保护她的同时 还能够不打扰她的生活 不然每个女人 都看到她的身后 跟着一个彪形大汉 那还不吓死人家 这妥妥地影响 王一泡妞的进度的呀 老公那我走了 你要记得想我 苏小悠扑在王一的怀里 依依不舍地主动线吻 这一幕可现 目死了一旁的群众 令堂的 这么可爱的女孩子 怎么就喜欢她了呀 大庭广众之下接吻 是真的不顾我们 这些单身汉的死活了是吧 得了吧 人家两个人 狼才女貌的你们算什么呀 两人旁若无人的相拥后 苏小悠不舍地分开 老公那我走了 嗯 王一轻轻地点了点头 看着苏小悠 一步三回头地走了进去 等看不到苏小悠的身影之后 王一才转身离开 作戏要做全套的 不然苏小悠一回头 没看见王一 肯定又该多想 唉 真的啊 王一朝着机场外的停车场走去 但很快 王一的目光 便被一道靓丽的风景给吸引住 0 异性资料 姓名 灵星 年龄 25岁 魅力值 96 摔跤次数 0 王一听到系统的信息 两眼一直 这是目前遇到的魅力值最高的一个 而且很难得的 还是0的次数 王一脑海中不断地想着 要怎么和对方认识一下 灵星是航空公司的一名空姐 此刻他刚飞完一趟航班 身体正处于处于十分疲惫的状态 但为了保持好航空公司的形象 他此时还需要让自己的状态 看起来与平常无异 他拉着一个小号的行李箱 走出了机场 来到路边正准备打车 回去酒店好好地休息一下 小心 灵星听到一声大喊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还不等他回头查看 他便突然被人抱到了怀里 啊 灵星吓得大声尖叫了起来 他一把将男人给推开 你想干什么 我报 灵星话还没有说完 下半句话 就突然硬生生地憋了回去 灵星看着眼前英俊帅气的王一 一时之间有些忘记了 自己要说些什么 连刚刚到了嘴边责怪的话 也收了回去 抱歉小姐 刚刚实在是紧急情况 不是有意吓到您的 王一指了指灵星刚刚站着的位置 此刻那里的地上 正有着一根半米多长的树枝 灵星这才明白 刚刚是投地的树枝掉落 王一是为了他不被砸到 才突然将它抱住的 没事 按道理我 还应该谢谢你才对的 灵星的话刚说完 却突然发现 王一的手腕上 戴着的那块手表 身为经济舱的空姐 他见识过太多的有钱人了 而王一手上的这一块手表 他一眼就能认出来 真是价值两三百万的百达斐力 灵星忍不住的嘴角有些上扬 没想到只是一次巧合 自己就能碰到这么一个高富帅 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呢 灵星努力地 将自己最漂亮的一面 展现给王一 脸上保持着近乎于完美的笑容 叫我王一就可以了 你刚刚没有受伤吧 王一看向灵星 关心地问道 没有没有 如果不是王先生 您的话很有可能就要受伤了的 灵星又重新打量了一遍王一 发现王一不仅人长得帅有钱之外 还彬彬有礼的 像是一个绅士一样 这简直就是完美的梦中伴侣啊 可惜 我这次刚刚飞完航班 实在是有些太累了 要不然一定请王先生吃个饭 表达一下对王先生刚刚的救命之恩 灵星很快地就表达了自己的意思 他紧张地等待着王一的回答 想要知道 王一是否同样对他也有着兴趣 既然已经这么累了 那还是尽快休息的比较好 王一的话 让灵星有些失望 这个男人 怎么这么的不解风情 我说累了是个借口看不出来吗 女孩子矜持一下 都不行那么非要让我把话挑明了是吧 吃饭的事情 改天依旧有时间的 不知道小姐您住在哪里 如果顺路的话 不妨搭一下我的顺风车怎么样 王一接下来的话 让灵星眼前一亮 但他还是装作思索的样子 想了一会才说到 那就麻烦王先生了 等我今天休息好了 明天一定请王先生吃饭答谢 两人相视一笑 王一顺手接过了灵星手中的行 李香朝着停车长走去 卧槽 这样就可以泡到妞啊 一旁目睹了一切的男人 看着被王一带走的灵星 满脸的不可思议 他刚刚看得很清楚 那个树枝 就是王一放在灵星的头上丢下去的 在松手的一瞬间 突然将灵星给抱在了自己的怀里面 结果就这样一来二去地勾搭上了草 如果他行 我凭什么不行 他学着王一的样子 等着另外一位空姐从机场走了出来 拿起王一刚刚使用过的树枝 放在了空姐的头上 一松手后 急忙将空姐抱进怀里面 男人看着怀抱中 娇艳玉地的空姐柔声说道 抱歉小姐 没想到让你受惊了 啪 空姐一巴掌护在了男人的脸上 怒声赤道 老娘也让你受受惊 也不看看自己长得什么样子 还学人家出来英雄救美 空姐说 玩头也没有回地 拉着自己的行李箱 朝着远处走去 甚至还觉得有些晦气 男人学王一英雄救美 什么细节都注意到了 就是没有注意到 王一的帅气 和那价值两百多万的万表 草坪什么我英雄救美 就只能受惊 别人英雄救美 他并不能认出来 这是哪一款 但是他光从外观就能看得出来 这辆车的价格 一定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算是吧 王一为灵星打开副驾驶 做出一个请的动作 灵星笑着坐了上去 王一说 这辆车算是他的 那想必应该是家里面的吧 毕竟这些富二代 都是靠着家里面出来玩的 灵星很自然地 就将王一规划到了富二代的行列 毕竟像王一这么小的年纪 怎么可能会拥有着这么大的资金 去购买名车名表的 一定是靠着家里才能做到的 王一向灵星问出了他居住的酒店 便驾驶着黑武士 朝着酒店的方向而去 车上两人互换了联系方式 约定着明天要去哪里吃饭 一路上 两人不停地说说笑笑的 就像是多年没见的老朋友一样 很快车子 便停在了四季酒店的门口 王一下车后 去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 身穿一身空姐制服的灵星 弯腰从车上下来 王一略微有些失望 这制服实在是太严实了一些 从灵口出什么也看不见 连一丁点的缝隙都没有 谢谢你还专门送我回来 明天我请客 一定要放开了吃 千万不要跟我客气才是 如果灵小姐你不在的话 我的胃口一定会很好的 灵星微微一愣 不明白王一的意思 王一笑了笑继续说道 都说袖色可餐 那想想像灵小姐 这样的容貌来算的话 我应该一口都吃不下去 就已经饱了 哥哥喽 灵星被王一的话给夺得嘎嘎直乐 灵星无嘴轻笑道 王先生可真是会哄女孩子开心呢 我真是越来越期待 和王先生明天的约会了呢 灵星此刻已经换了一个说法 将明天的答谢饭 变成了一次约会 再悄悄地和王一表达着自己的情愫 王一从酒店离开之后 正准备朝着公寓赶去 很久没有见到张灵和小楠楠了 一时之间还有点想念他们 特别是熟父张灵 给王一的感觉更加的深刻 果然曹卫风骨不可抹灭啊 滴滴 王一拿起手机一看 是一条短信 是一个没有备注的陌生号码 一哥 对不起这辈子 没有办法报答你了 王一急忙将车停在路边 看着手中的这一条短信 这是谁发的短信 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一条短信 王一将电话拨打了过去 很快电话便被接通 但电话那头 却没有传来任何的声音 没有一个人说话 喂 你是谁 王一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很快对面便出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你在干什么 你的小贱人居然还敢打电话 求求我打死你 紧接着 电话那头就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声音 还不断地夹杂着闷响 很快电话便被挂断了 王一无论拨打过去多少次 都没有人接听 王一简单地思索了一下 很快就明白了 这个短信是谁打过来的 是杨雨昕 只有杨雨昕才是使用的老年机 没有微信 选择用短信的方式来联系她 也只有那个丫头 是在挨打的时候 选择一声不吭的硬声声承受着 可可杨雨昕 不是带着他妈妈的骨灰回老家了吗 怎么突然变成了这样 王一肚子里面冒出来了一堆的问题 他想要帮助一下杨雨昕 王一很快拨通了张灵的电话 要求他查一下电话的位置 紧接着又给跟在他车后面的张三拨打过去 告知张三可能要赶一趟长途 让他做好准备 在等待张灵回话的时间 王一下车去附近的商场里面 买了一些路上可能要用到的东西 方便面 面包 饮料 手电筒等等各种可能会遇到的东西 索性又去银行 换了十万的现金带在身上 已被不时之需 王一又在车上等待了十几分钟之后 张灵的电话终于打了过来 张灵 小易 电话的地址已经找出来了 就在沪城附近的一个山村里面 王一 嗯 谢谢灵姐 张灵 小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没有灵姐能够帮助你的 王一 灵姐我也还不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如果有你能够帮到我一定和你说 张灵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 我现在把地址发送给你 王一将电话挂的没多久 便收到了张灵发送来的位置 王一查看了一下地图 开车需要三个小时才能到 王一做好打算 便启动车子朝着目的地出发 王一刚走没有多久 后面的张三便也很快跟了上去 王一上了高速之后 车速便直接飙到了最高 他实在是不想再多等一会的 他担心就耽误这么一会的时间 杨雨昕就会发生危险 索性张三的驾驶水平厉害 要不然还真不一定能够跟得上 进过改装的宝石截黑武士 夜晚 黑武士在高速上像是一个鬼魅的幽灵一般 穿梭在各个车辆中 原本要三个小时的路程 王一只用了两个小时多点便到点了目的地 但到了之后 王一也傻眼了 这根本不是张林所说的那样 杨雨昕所在的小山村还在大山的半山腰上 这里只是山底下的一个小镇而已 王一看着前面坑坑洼洼的路 他的车是肯定过不去的 底盘太低 如果遇到了泥地陷进去 就很能再出来 王一将车直接停放在了路边 等到张三赶到之后 将所有的东西放上了库里南上 两人开着库里南朝着里面继续前进着 在镇子里面看看 能不能先找一个宾馆住下 我们需要先养好精神 现在已经是凌晨一点多钟的时间了 再敢也于事无补 如果两人以现在的状态进去找人 实在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 张三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在小镇中找了好一会 才找到一个宾馆 两人开了两间房间之后 右下楼简单地吃了一些东西 决定明天天一亮 就上山去找杨雨昕的下落 王一感觉这一切有些蹊跷 杨雨昕就算是送自己的母亲回家之后 不再回护城 那她的学习怎么办 难道连大学也不上了吗 而且又为什么要发送那样的一条短信 从他身来看 十有八九就是后者 而杨雨昕又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才能让他变成这个样子 王一脑海中全部都是问题 一个又一个的冒出来 这还是他获得系统之后 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让他很不爽 王一讨厌这种失控的感觉 第二天早上五点多的时间 天刚蒙蒙亮 王一便和张三两人 开着车朝着张林所说的那个小山村去 车子行驶到了山脚处便发现 前边根本就没有路 只有一条只能勉强两人并行通过的土路 王一两人只好选择再次的放弃交通工具 改用徒步上山 昨天晚上 王一在宾馆询问了一下那里的老板娘 打听到这个小山村 就建在半山腰的地方 这里的人几乎很少下山 只有每年出去打工的男人之外 只有一些女人和老优在山上 因为路不好走的原因 他们一个月才下来 才买一次物资 甚至为了减少下山的次数 他们开始减少自己的使用 除了地里面上生长的东西以外 其他的东西能不用就不用 呼 王一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他的身体经过系统的强化 已经十分的强悍 但是爬这座上 依旧是有些力不从心的感觉 主要是这条路实在是太难走了 一路上到处是水坑 泥坑 平路上还铺满了各种的石头 一个不小心就可能脚滑掉下山去 王一看了一眼一旁的张三 发现张三居然脸不红气不喘的 像是一个没事人一样 你到底是怎么训练的 居然一点汗都没有出 王一忍不住地朝着一旁的张三 开口询问 张三没有回头 反而依旧朝着前面走着 你只是锻炼的少了 这种路走多了之后 也没什么的 王一见张三并没有想和自己说话的意思 也就没有自找没趣 他一步一步地朝着山上走着 就这八百米高的山 他硬生生地爬了四个小时的时间 等两人上山之后 远远地就看见了一个 有五六十家组成的小山村 此刻的村子里 有一处地方正在冒着浓密的烟 那是着火了吗 王一指着那处烟问道 白色的烟是在做饭 做饭 王一虽然疑惑张三知道这么多的东西 但是令他更加疑惑的地方却是时间 现在才早上九点的时间 怎么会有人在做饭 山村一般都是早上六七点就吃早饭 最晚也不过八点的时间 可现在九点的时间就有人在生活做饭 早饭太晚 午饭又太早 张三像是知道了王一在想什么 开口说到应该是村子里在办什么事情 不然不会有这么浓烈的烟 张三的话让王一突然明白了过来 是丧事 只有在办丧事的时候才会提前准备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会有这么浓烈的烟 因为要准备的食材太多 不然也说不通 为什么只有一个地方在做饭的原因 如果真的是在做饭 那应该村子各处都生起烟雾才对 办丧事 没错就是那里 王一急忙带着张三朝着冒烟的地方赶去 这个白事应该就是为杨雨昕的妈妈举办的 冒烟的地方就是杨雨昕在的地方 王一两人刚跑进村子里面 便发现周围的人全部都在看着他们两个人 成良的大娘 宅菜的妇人 打闹的儿童 全部都在有意无意地看着他们 王一谨慎地看了看四周的人 慢慢地走向正在打闹的三个小孩 王一从背包中掏出来了一把糖 将手伸向了三个小孩 小朋友 能告诉我 你们为什么都在盯着我们看吗 三个小孩上前将糖全部抢走 然后朝着远处一哄而散地跑远了 王一尴尬地把手缩了回来 看了看其他的人对张三说道 走吧 我们先去看一下这个葬礼 嗯 两人保持着三米的距离朝着胡同中走了进去 王一刚走到拐角处 便见眼前闪过一道黑影 王一下意识地朝着黑影打出一拳 却突然看向这道黑影居然是刚刚其中的一个小孩 王一急忙收拳 却赶到背后被人拽了一下 等王一反应过来 将他的背包给抢走 三个小孩一得手便像兔子一样地朝着两边飞快地跑走 王一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了一跳 他没想到居然被三个小孩给暗算到了 王一越发觉得这个村子里面有古怪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奇奇怪怪的 王一没有多想 只想着尽快找到杨雨昕 然后带着他出去 王一朝着张三使了一个眼神之后 两人便继续一前一后地朝着前面走着 走着走着 王一突然停了下来 张三的表情也是有些不太对劲 你听到了吗 嗯 张三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先前我以为是杨雨昕妈妈的葬礼 所以才朝着这里过来 但是这个唢呐声明明是喜曲 这是在办喜事 先过去吧 那里人多 说不定能够问出来点什么 嗯 王一点了点头 便和张三一起朝着前面继续走去 等两人看到一个贴满了喜字的房子之后 两人才停了下来 这个房子全部是用石头堆砌而成的 但和周围的那些破破烂烂的房子相比起来 已经是非常的豪华了 此刻房子门口占满了形形色色的人 正在激动地讨论着什么 可等两人靠近了之后 这些人又全部朝着他们看了过来 没有一个人继续说着刚才的话题 场面看起来十分的诡异 王一笑着和每个人都点了点头 冲着一张桌子走去 王一从小也是在农村生活长大的 对于这些事情也有一些了解 在这张桌子上坐着的便是主部 都村子里有些声望的长辈 王一站在对方身前 规规矩矩地鞠了一躬 爷爷你好 我是来这里找一个朋友的 能不能和你问一下 他住在哪里啊 老者看向王一没有说话 足足看了两三分钟后 才对着其他人摆了摆手 这些人这才收回自己的视线 继续着刚刚的话题 仿佛老者瞬间打开了 这些人身上的机关一般 说吧 你们找谁 老者的声音 像是一张漏风的窗户指一样的沙哑 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爷爷 我找一下杨雨昕 不知道他住在哪啊 王一的话音一落 刚刚的那些人 又猛地朝着王一看了过来 不同的是 这一次他们的眼神中 增添了几分的愤怒 也有一些人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老者手中握着的毛笔也微微一致 但很快便恢复如初 你找的这个人我不认识 我们村子里面也没有这个人 你赶紧走吧 不认识 可是 王一正要继续问下去 却被一旁的张三拉了一下 王一看向张三 却见张三对着他摇了摇头 王一下意识地看向其他人 发现这些人正在慢慢地 朝着他们靠近着 王一心中咯噔一声 急忙和张三快速地离开了这里 杨雨昕一定就在这里 不然他们刚刚的反应 不会这么大的那个老头 为什么要骗我们 他们到底在隐藏着什么 小声点 别让别人听到了 张三拉着王一远离着这里 却突然看到 之前的一个小孩 正站在胡同拐角处的地方 正弯着头看着他们 王一不耐烦地 朝着小孩摆了摆手 没有了 吃的都被你们抢走了 王一说完 小孩却并没有离开 你们认识我姐 王一猛地一下子便精神了起来 急忙跑向小孩问道 你姐 你姐是杨雨昕 对 不过她之前的名字叫杨昭帝 这个名字是她出去上学后 自己改的 那你姐呢 你姐去哪了 王一焦急地询问着 没想到找了半天 没有找到的下落 居然在这个小孩这里 找到了线索 我姐她在里面啊 小孩指了指在做 由石头堆砌而成的石头房 继续说道 我姐是新娘子 明天结婚 结婚 王一不可思议地问道 怎么就结婚了 你妈妈不是刚刚去世吗 葬礼办了吗 就已经结婚了 我妈 小孩咧嘴一笑说道 我姐把我妈烧了 村长说 我姐这是不孝 就把坛子在后山找了的地方扔了 小孩的话 让王一背脊一凉 这里的人没有火化的概念 但这什么不孝 应该也只是一个借口 不然也不会将骨灰 随便找个地方给扔掉 这两者太矛盾了 那你姐就这样突然结婚了 你一定也不担心的吗 担心 为什么要担心 我巴不得他多结婚几次 这样 我就可以天天吃好吃到肉 小孩忍不住地舔了舔嘴角 继续说道 不过最多也能吃三四次 村长说 结婚次数太多 就要被活埋的 真是太废物了 我要是能够多几个姐姐就好了 小孩说完拍了拍身上的灰土 离开了 王一震惊地愣在原地 这个小孩的思维 已经完全地扭曲了 这个村子也是一个 十分落后的村庄 居然还有着活埋 这些的旧传统存在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王一犹豫了一会说道 既然是结婚 那我们就好好地吃血 王一带着张三 重新地返回了刚刚那间食屋 他们两人带来的食物 也全部被那三个小孩抢走了 这个村庄也明显是 不可能有饭馆 这种地方的存在 所以想要填饱肚子的话 就只能在这里吃了 王一走上前 拿出了五百块钱 放在桌子上 爷爷 我们想沾沾喜气 如果可以的话 晚上能不能给我们 找一间房子住下 老者看了王一眼 将五百块钱收下 在本子上记录了下来 既然是客 那就里面请吧 晚上会有人 给你们安排房间的 王一朝着四周看了看 便朝着食物的院子走去 等王一走后 四周的人 看向王一的眼神之中 越发的诡异 老者也默默地 将刚刚记录下的 王一名字 用毛笔在上面 画了一个X号 则 王一看着桌子上 摆放着的菜 有些嘴角抽抽 合着这十几个菜 只有两个肉菜啊 而且近二十个人 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肉菜上来的第一时间 瞬间就被清空 就连早上的那三个小孩 也全部在每个桌子上 来来回回地抢肉吃 这场面 好像第三次世界大战了一样 乖乖 这也太残暴了吧 王一扒拉了几口米饭 就有些吃不下去的 放下了碗筷 倒是一旁的张三 在慢吞吞地吃着 细嚼慢咽的样子 不像是一个标形大汉 应该做出的事情 多少吃一些 晚上很有可能 会发生什么事情 张三看向了桌子上的其他人 这些人 哪怕是还在用筷子 朝碗里面不停地扒拉 也不忘记用一双双眼睛 看着他们两个人 王一下意识地鸣嘴 还是选择又吃了一些 这些人确实不太对劲 如果晚上真的发生什么 他还得有体力才行 不然跑都没有力气跑 这方面 还是张三比较有经验一些 王一强忍着 又让自己多吃了一些 不知名的野菜和米饭 到了晚上 两人便在一间房间中休息着 这间房子倒是还算宽敞 他们两个人也不算拥挤 这波地方信号 也太差了一些 把抖音也刷不了 王一看了一眼 身边熟睡的张三 撇了撇嘴 也不知道他在这种地方 到底是怎么睡得着的 不过这也说明 王一没有选错人 最起码张三是真的有本事的 王一有些无聊 起身走出房间 外面的人 还有几个人正在忙活着什么 王一一出来 他们便朝着王一的方向 看了过来 山里的夜晚非常冷 王一只套了一件外套 王一尴尬地笑了笑 便走出了院子 他想要下去找一下那个小孩 看看能不能问到杨雨昕在哪 王一按照自己记忆中的路 朝着村口的位置走去 可夜晚的村子里面 实在是太黑了 再加上这里面的房子建造 都是在山上 根本都是哪里有平地 就在哪里建筑的 这也就导致了 路全部都是弯弯扭扭的 王一一时间就迷了路 根本找不到原本的方向 应该怎么走了 更要命的是 再加上对方手里有家伙 趁自己不被下手的话 就很难说了 王一现在都有点后悔 系统没有给自己一套格斗术什么的 不然还用怕这么几个人吗 王一快步地朝着前面跑 可不跑还好 这一跑后面顿时传来了脚步声 果然有人在跟踪我 王一心中一惊朝着 一个胡同钻了进去 吵死胡同 真他娘的点呗 王一听着身后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一双眼睛慢慢眯起 一个人脚步很轻 应该体型比较瘦弱 王一站在墙角后 找了一个木棍躲着 搭搭 脚步声越来越近 王一手中的棍子也越窝越紧 就是现在 人影出现的第一时间 王一手中的棍子用力地挥下 一哥是我 黑影看着越来越近的棍子 急忙开口说道 杨雨昕 王一没想到 居然是杨雨昕跟在了自己的身后 是我 我听我妹妹说有人在找我 我就知道 是一哥你来了 妹妹 王一没想到 那个小孩居然是个女孩 她还一直以为是个男孩 只不过是因为身上的泥土太多 再加上长时间没有洗澡的原因 根本看不出来性别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村子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们去我家再说 杨雨昕说 完便拉着王一朝着身后走去 但刚扭头便瞬间愣在了原地 王一顺着杨雨昕的视线看去 隐隐约约看到了五个身影 正站在那里 直直地看着他们 这这件事情和他没有关系的 你们放他走吧 我不会跑的 我求求你们了 你们放他走吧 五个身影并没有说话 缓缓地朝着王一两人走来 五人走近后 王一看清楚对方的样貌 正是之前在食物时 碰到了其中五个人 五个人此时手中 正拿着各种农具双眼 死死地盯着杨雨昕身后的王一看着 朝地啊 犯错就要受到惩罚 你只要说 你们之间没有关系 我就放你走 为首的一个人 开口冲着杨雨昕继续说道 这件事情 我们不会告诉你傅家的 你把他交出来 杨雨昕听爸拼命摇头 不你们不能带走他 他和这件事情 没有一点关系的 唉 那人叹了一口气 便见五人一同朝着他们 继续逼近着 王一将杨雨昕拉回自己的身后 看着不断逼近的五人 思索着应对的方法 好在村子里面的年轻人 大多数都出去打工 这五人都是一些 五十岁左右的男人 王一握紧手中的木棍 便朝着五人迎了上去 短时间刚一接触 王一便发现了不妙 这五个人像 是没少做过这种事情一样 王一一冲过来 他们就立马分散 王一朝一人打过去 另外四人就在他身后打门棍 一时之间 几人僵持不下 显然是想要在这里耗死王一 王一按心惊 这些人实在是 越来越诡异了起来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的熟练 就像是提前演练过很多次一样 难不成我不是第一个 想要从他们这样救人出去的人吗 他们到底用这种办法 处理过了多少来找人的事情 王一一个分神 五人抓住时机 便一起挥动手中的锄头 朝着王一头顶砸下 王一手中木棍太短 根本就无法对几人造成有效防御 只能立马贴身上前 将最近的两个人缠住 希望自己能扛得住 另外三个人手中的锄头 这样自己还有一线生机 王一贴近两人之后 猛地快速在两人腹部上 各挥出一拳 两人顿时像是一只虾一样 拱起了身子 王一不敢有丝毫地耽搁 快速地继续往前跑 他已经能够感觉得到 自己身后的三阵风阵 朝着自己的后脑勺麾下 不行躲不过去了 王一正准备硬扛下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身后没有了动静 扑通 王一听到摔落的声音 扭头朝着身后看去 呼 王一顿时松了一口气 张三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到了他们的身后 出手将三个人 全部给打晕了过去 另外两人见状 就想要大喊起来 张三立马冲上去 将两个人同样打晕了过去 王一暗自心惊 自己还是大意了一些 如果真的被这两个人叫喊出来 他们两个人 有再大的本事 也不可能在整个村子下跑出去 王一见张三 也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法子 只是轻轻地 在对方身上一砸 对方就晕了过去 先把他们绑起来 堵上嘴藏起来吧 别让别人找到他们 嗯 张三点了点头 便将他们的鞋带和袜子 解了下来 用来绑住他们的手脚 和堵住嘴 王一在杨雨昕的带领下 朝着其他地方赶去 小声点 被别人发现就糟糕了 杨雨昕的声音很小 如果不是两个人 身子离得很近 王一根本就听不清楚 杨雨昕悄悄地进去屋子 连灯都没有敢打开 好似别人如果看到 他屋子中有亮光 就会被检查一样 我家一定不安全了 一哥 你先在这里躲一会 王一看着警惕的杨雨昕 连忙问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打算 将你妈妈送回来安葬的 你们怎么突然就要结婚了 杨雨昕靠在墙上 一束月光透过窗户照 在她的脸上 王一这才发现 她的脸上全部都是淤青 王一心中一记 说话的声音 顿时柔和了下来 雨昕 你能不能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也好想办法帮助你好不好 杨雨昕抬头看了一眼王一 叹了一口气候才说道 我从小就在这个村子里面长大 因为是个女孩 就一直被嫌弃 给我取名叫昭蒂 但是生出来的 还是妹妹她们认为 我是个不吉利的人 就把我赶下山 去让我自生自灭 王一听后点了点头 并没有说话 王一知道 确实在一些落后的地方 还有着这种 什么不吉利的人 分明就是不想养了 想要省点粮食 在之前的年代 为什么家家户户都那么穷 却还是每家都有很多的孩子 因为他们只顾着自己的享乐 全然不顾及孩子的死活 孩子能生下来之后 如果生病 大概率是不会医治了的 任由孩子自生自灭 杨雨昕继续说道 我下山之后 为了能吃饱饭 就一直在小镇上的一家饭馆门口 捡垃圾吃 那个老板看我可怜 就让我去他店里面打工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 原来靠自己的能力 也能赚钱吃饭 我在那家店才知道 原来还可以上学 来改变自己的出路 那个老板见我可怜 就给我衣服穿 给我食物吃 还让我跟他女儿一起上学 我凭借着自己的能力 终于考上了大学 但那也是我 呃梦的开始 他们不知道怎么找上我 和我说 我爸死了 我妈生了重病家里面的妹妹和妈妈 她的妹妹 早就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妹妹了 那个妹妹消失不见了 这个是一个新妹妹 还好我当时存的还有些钱 我拼命地说服 我那个12年没有见过的妈妈 她才同意被我带下去治病 但是医院的开销太大了 我根本承受不起妈妈去世之后 我想要带她回来好好的安葬 当时我认为 我认为 我终于可以获得新生了 我先去了老板那里 想要找她 但他们全家好像搬走了 我回到了村子里 想要悄悄地安葬了 妈妈就赶紧回护城 但还是被他们发现了 感到了麻木 还是已经慢慢地 接受了这些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 他们说 要给我妈办一场浩大的葬礼 这样才能让我妈走得安心 但却是要把我嫁给别人 只有这样才能有钱办葬礼 我不同意想要反抗 但还是一次次地被抓了回来 我说我可以赚钱 慢慢地还他们 可他们说我下山了之后 就不会再回来了 他们饿了我三天三夜 让我没有力气逃跑 把我卖出去之后 才开始慢慢地丢东西吃 慢慢地我开始接受了这一切 我的命运 只能是这样子了吧 听完杨雨昕的话 王毅惊讶地说不出来任何的话 他无法想象 杨雨昕是经受了怎么样的事情 他才能这么平静地 把这一切给说出来 王毅原本认为 自己小时候的日子 过得就已经很苦了 但是没想到和杨雨昕相比 自己的日子却要幸福很多 王毅紧紧地握住杨雨昕的手 想要给她一些安慰 雨昕你放心 我们现在就马上出去 带你下山 哼 杨雨昕惨笑了一声 摇了摇头 没用了一个 当你们说出来我的名字的时候 他们就盯上你了 现在下山的路上 他们一定有人 在守着我们出不去的 王毅哑口无言 上山的那条小路 他是知道的 只要自己被发现 无论如何 他都会被追上 他们的速度 是比不过那些人的 对了 我有钱 我还有前明天 不管他们出多少钱我 将你妈妈的安葬费 全部给他们不就行了 这样 他们就没有理由 将你留下来了 杨雨昕看向王毅 正要说些什么 却突然看到 有个人隐正在靠近 是我 张三的身影 慢慢地走了进来 出现在两人的面前 怎么样了 那五个人处理好了吗 嗯 张三点了点头后 说到处理他们的时候 发现了三个尸体 两大一宿 张三的话 让王毅心中一惊 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急忙朝着杨雨昕看去 但等看到杨雨昕 平静的表情后 又将自己的话 给憋了回去 你身上的钱还在吗 给我 张三在身上摸索了几下 将身上的六万块钱 全部给了王毅 王毅又在自己的身上 摸出来了五万 还好没有把钱装包里面 不然肯定就让那几个 小孩给抢走了 太好了 钱还在明天 我们就去把钱给他们 第二天一早 王毅被一阵嘈杂的 喊叫声给吵醒 王毅睁开眼睛 急忙看向四周 杨雨昕和张三早 就已经醒了过来 都在警惕地看向外面 快快点找 他们逃不出去的 村子的出口 早就全部都围了起来 他们一定还在村子里面 村子中的人像 是很担心 他们会逃出去 拼命地寻找着他们的下落 王毅也不明白 为什么这些人 会这么地担心 这不就是逃走一个女孩吗 难不成他们担心的是 那个新郎家里面报复他们 可只是一户人家 小山村里面的 再有钱又能做得出来什么 走吧 我们继续躲下去 也不是办法 他们迟早能找到 我们的我们出去 把钱给他们 让他们把我们放下山 张三看着王毅犹豫了一会 又点了点头 只能赌一下了 不然我们就是 也会饿死在这里 三人站起身走了出去 很快便被村子里面的人发现 在这他们在这里 快点过来 两个外乡人都在这里 那个妮子也在 很快 一群人就将王毅他们给围了起来 王毅看着他们手里面的家伙 就是暗暗有些心惊 王毅急忙大声喊道 我们有钱 我们带着钱来的 只要你们放我们走 这些钱都是你们的 王毅将五万块钱拿了出来 在众人的面前挥了挥 这群人眼中的眼神 果然变得不一样了 他们看着 王毅手中的钱 眼神越发的贪婪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上前 也没有一个人说话 过了一会 人群中一阵骚乱 人群顿时分开一条路 之前那个老者走了出来 老者抬头看了一眼王毅 发出那令人听到后 浑身不舒服的声音 说到一个人两万 他五万 王毅看向杨雨昕 可能是杨雨昕 还要给安葬费的原因 所以要的比较多吧 好 没有问题我给你二十万 剩下的九万 你找人陪我们下山取钱 王毅将身上的钱 全部拿了出来 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王毅担心这些人收了钱 还是不放他们走 所以干脆一股脑的 把钱全部都拿了出来 还保证会多给他们九万 但是要下山后才能给他们 这样王毅他们逃走的几率 就会大大的增加 老者低头思索了一会 才再次说道 没有问题 你先把你手里面的钱拿过来 王毅看向老者伸出的手 慢慢地朝着老者靠近 老者身边的两个人 很快就把钱接了过去 王毅刚回头准备离开 便从杨雨昕的眼中 看到了一丝惊恐 砰 下一秒 王毅感到一阵的头晕 眼前的场景 也在不断地变化着 他好像看到张三在拼命 和那些人打斗 他好像看到了村民脸上的笑容 他听到了杨雨昕 那撕心裂肺的哭声 他看到老者 缓缓地朝着杨雨昕走了过去 他听到老者缓缓地说道 很好 你居然还能找到猪仔 砰 王毅的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再也没有了一点的感知 他感觉自己 像是掉进了大海里面 被卷入了漩涡之中 他被漩涡拼命地吸进去 他拼命地挣脱了漩涡 却又发现被海草缠着了脚腕 他咬破了海草 努力向上游去 却发现有人正掐着自己的脖子 将自己按进海水中 王毅猛然惊醒 他睁开眼看向四周的方向 他不知道何时 被带进了一间屋子里面 身边的张三同样也被绑住 张三正平静地坐在地上 看着惊醒的王毅 你没事吧 王毅刚说出口 就觉得自己这话很白痴 只要是长了眼睛的 都能从张三脸上的伤看得出来 他们为什么收了钱 还不打算放我们走 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王毅向张三 发出自己的疑问 可张三也只是摇了摇头 王毅正要继续说这些什么 却突然听到了 外面有人在说话 这两头猪仔可真有钱 是我们遇到最有钱的猪仔了吧 是啊 居然随身带着十几万 他还真是厉害 是不是快拜堂了 进去看看他们醒了 没有村长说 要他们一起参加婚礼 这样路上走得也不会太难过 走 进去看看 很快 两人便走了进来 将王毅两人 从地上拽起来 朝着外面走去 原来如此 王毅瞬间明白了 为什么自己给钱之后 他们还是不愿意放他们走 因为他们在王毅之前 还害死过很多的人 他们将他们身上的钱 全部给抢走并杀死 所以王毅他们万万不能下山 因为王毅他们一旦下山了 他们就会面临着 要被警察缠上的情况 这在张三发现的那三具尸体上 就可以很完美的解释 这三具尸体 应该就是杨雨昕所说的 他打工的饭店里 老板的一家三口 他们应该是 上山想要带杨雨昕回去 却被村民害死在了山上后 抢走了所有的钱 这点也能从那五个村民身上的配合 看得出来 他们对于这一套流程十分的熟练 两人被从屋子中带了出来 院子中的人 正在抢夺着饭桌上的饭菜 他们被带到了一间屋子里 屋子中坐满了人 一败天地 王毅两人看向屋子中间 杨雨昕正在和一个男的拜堂成亲 杨雨昕的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 而那个男人满脸的肥肉 一双小眼睛在一张大脸上 就像是一张大饼上 只有两颗细小的芝麻一样 但是男人的一双眼睛却十分的有神 正在滴溜溜地乱转着 看起来就是十分的精明 擅长算计 二败高堂 杨雨昕和男人被转了过来 朝着这边行礼 杨雨昕却突然看到了被绑着的王毅 脸上的表情突然呆滞了起来 两行轻泪顺着 他那精致的脸庞慢慢地滑落 流到了嘴角处 杨雨昕笑了 他咧开嘴角露出一个惨淡的笑容 笑容很苦 像是即将凋谢的鲜花 男人一双细长的眼睛 在杨雨昕和王毅的身上看了看 突然笑了一下 用他的血 给我的婚礼带个好彩头吧 男人的话音过来 一个人别拿着一把大刀 朝着王毅走了过来 不要不要 杨雨昕惊恐地大喊着 你们答应过我的 你们答应过 只要我按照你们说的做你们 就不会伤害他们的 可所有人都没有理会杨雨昕 那把刀高高地举起 猛地落下 王毅下意识地闭上了双眼 等待着自己的死亡 却忽然感到 一阵风从自己身边吹过 紧接着就是一群人的惊呼声 寂静死一般的寂静 王毅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张三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挣脱了绳子 在刀灰下的那一刻 张三将刀抵在新郎的脖子上 冷声说道 让他们放我们走 新郎也只是苦笑了两声 你们走不了的 王毅疑惑地朝着新郎的脸上看去 他的脸上有些无奈 看上去不像是在说谎 王毅又朝着其他的村民看去 这些人正在不断地朝着他们靠近着 似乎这个新郎的死活 对于他们来说根本不重要 没用的 他们不会放你们离开的 杨雨昕无力地倒在地上 看向王毅说道 你们出去 一定会把这里的事情说出去 他们是不允许这种事发生的 相反你们杀了这个人 他的财产就会被这些人瓜分 这正是他们希望的事情 杨雨昕的话 让王毅和张三都感到心惊不已 这群人到底是多么的疯狂 才能做得出来这种事情 他们都没有了一点的人心了吗 不如放开我怎么样 我最起码能保证 你们活下来 只要你们放开我 我不会死你们也不会死 只不过 你们不能下山 就一直留在我身边就行 新郎眼珠子滴溜溜地转着 不停地蛊惑着王毅两人 他明白 这群村民都希望他死后 瓜分他的财产 所以不会救他 没有直接杀死他 只不过是因为 不能破坏村子里面的规矩而已 他现在只希望 能够跟王毅两人达成合作 这样才能全部活下来 张三手中的刀在空中转了一圈 新郎突然惨叫了一声 一只耳朵突然掉在了地上 新郎疼得直喊 却不敢动一下 村民见到地上的耳朵后 脸上的笑意更加的浓烈了一些 他们都在等着王毅两人 将新郎给杀死 这样他们才可以名正言顺地分道财产 王毅和张三对视了一眼 明白杨雨昕和新郎说的都是真的 这群人是真的不顾他的死活 甚至还期待着他们快点动手 嗨 一阵轻壳声响起 人群瞬间再次地分开 老者再次地走到了人前 老者抬起搭拉着的眼皮 看向地上耳朵 把耳朵捡起来 一旁的一个人飞快地 上前捡起地上的耳朵后 回到了老者的身边 老者看向王毅两人继续说到十分钟 他没被放开的话 就上吧 老者说 完便直接地转身离开了 新郎在从老者出现的那一刻开始 你们都听到了 再这样下去 我们都会死的 你们放开 我保证不让他们杀死你怎么样 王毅比不自觉地咽了下口水 这群人的风批 简直超越了他的想象 这群人都像是风味一样 好像没有什么事情 能够让他们改到顾虑一般 能逃得出去吗 王毅靠近张三小声地问道 能 王毅大喜 没想到张三到现在 还有能够逃出去这里的方法 这还真的是捡到宝贝了呀 什么办法 需要我做什么 王毅激动地问向张三 他实在是受不了这个鬼地方了 你什么也不用做 最好不要求救 这样等下我逃走的时候 不会有负担 张三说话时 语气冰冷 像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 卧槽合着你 这是县级队友啊 王毅眼看张三已经靠不住了 只能把希望放在了新郎官的身上 喂 你真的能够把我们活下来 我凭什么相信你 新郎见王毅有松口的迹象 脸上流露出一丝激动 我们村子里面你也发现了 像我这样的青年 中年男人 很少他们长大之后 全部选择离开了这里去外面生活 只留下 他们这些老弱病残 我是这里不可多得可以传宗接代的 他们是不会轻易让我死的 而且 只要你们答应留下来 在这个村子里面 生活这里的女人 女孩任你们挑选的 你想要几个老婆都可以的 新郎越说越是激动 她像是一个站在高台上 演讲的资本家一般 不停地为王毅两人洗脑 听起来好像是挺不错的 怎么样放开我 我现在拥有的 你们也可以拥有的 王毅看着新郎越发激动的表情 笑着看向他 你的说法挺让我心动的 但是我不稀罕 开什么玩笑 这不就是个生育机器吗 把老子当成种马了不成 而且我在外面一样 拥有着三妻四妾的日子 过得比你这个小山村 要舒坦得多好吗 普通 王毅一脚踹在新郎的腿窝上 将男人踹翻在地 不怕死得尽管上来 老子今天能多带走一个是一个 王毅颇具匪气的瞪眼 看向这些村民 他知道凭借他们两个人 很难冲得出去 更何况还要想办法 带着杨雨昕这么一个女孩 这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王毅现在 只能希望等下多带走几个 回得够本 一群村民并没有动静 而是看着墙上的钟表 等待着时间的流逝 王毅紧张地咽了下口水 将脚边的一根木棍 捡起握在手中 妈的 这群人真是有病 两分钟 一分半钟 对不起一哥 是我害了你 杨雨昕站起身看向王毅 双眼中满是泪花 他的表情还是一如既往的呆板 没有变化 但神情中却透露着无尽的悲伤 就让我先去路上 给你照亮路吧 杨雨昕说完 便猛地撞向一旁的木柱上 砰 杨雨昕的身体 缓缓地滑落倒在地上 血液在地上不断地蔓延开来 血腥的味道 充斥着王毅的鼻腔 王毅的心脏 像是被人猛地抓住了一般 疼得撕心裂肺的 他没想到 杨雨昕居然这么决绝 村民们还是无动于衷 他们好似 见惯了这种场面 30秒钟 村民眼中的灼剑 透露出想凶狠 10秒钟 他们握紧了手中的锄头 菜刀 镰刀 只等时间流逝到最后一秒 321 随着计时结束 村民们嗡的一声 便冲了上来 妈的 拼了 王毅举起手中的木棍 就要冲上去 砰 砰 密集的枪声从外面响起 所有人的动作都一致 王毅和他们一样 看向院子外面 不明白 这里为什么会出现枪声 王毅朝着张三头 去不解的眼神 可看到对方 同样摇了摇头 在张三的身旁 躺着三个已经倒下的村民 身边留着大量的鲜红 动作这么快 王毅现在才知道 张三刚刚说 自己能够逃出去 真的不像是在吹牛皮 他好像真的可以 王毅没想到 张三出手这么迅速 他的身体被系统强化过 自认为身体素质 要比大多数的人都要好 可没想到 在张三这里 还是不够看的 但王毅也没有心情想这么多 他更加好奇 外面到底是谁在开枪 大大大 一阵密集的脚步声响起 大量的人冲进了院子中 他们清一色的 穿着黑色的西装 带着墨镜 像是好莱坞大片中的 黑帮一样的 惹人注目 他们冲进院子中 将手中的枪 全部对准了屋子中 将王毅围起来的村民 紧接着 便是一个黑衣人 将之前的那名老者 给压了进来 用枪抵在他的脑门上 你们是谁 到底为什么冲进我们村子里面 老者的叫喊声 传到每个人的耳中 他们都想要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看来有救了 你也不用有逃跑后的负担了 王毅和张三对视着笑了一下 随后将目光看向院子中 他大概已经知道了 是谁来救的他 王毅看了一眼 倒在血泊中的杨宇星眼中 闪过一丝的狠辣 小姨小姨你没事吧 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 王毅心中一喜 果然是她来了 也只有她 才能有这么大的排场了 林姐 我在这我没事 王毅高兴地冲着外面大喊着 很快便看见张灵焦急的身影 张灵朝着王毅跑过来 想要查看王毅的情况 却直接被村民给拦了下来 砰 一旁的黑西装 二话不说 直接开枪击中了 最前面两个村民的腿 两人惨叫一声 倒在地上不敢再说话 剩下的村民 依旧没有要让开的意思 张灵一双魅眼 死死地瞪着身后的老者 一张精致的脸庞上 露出了凶狠的表情 我给你三秒钟的时间 要么放人 要么用你们全村人的命来赔罪 随着张灵的话音落地 老者身后的黑西装 打开了枪上的保险 手枪激活的声音 让老者的脸上露出一丝的惊慌 但很快 他便再次地恢复了 那副好似世外高人 将生死看淡的模样 你就算真的杀死我们 刘云村也绝对不会妥协 王毅冷笑一声 看来这个老头 也知道害怕的 刘云村 原来这里叫刘云村 碰 碰 没有一句的废话 黑西装直接扣动两次扳机 一枪打在老者的膝盖上 一枪打中一名村民的胸口 后者直接倒在了地上 再也没有了任何的动静 人群中开始出现了骚乱 这还是王毅第一次看到这些村民 脸上露出害怕的表情 帅哥 等一下能不能也把我救出去啊 我也是被骗进来的 我是被强迫留下 来当他们村子里面人的呀 新郎向王毅小声地求救着 他担心王毅会不同意 又再次地说道 只要你救了我 我就告诉你 真相怎么样 你救救我救救我 新郎的声音越来越小 一名村民在刚刚突然抱起 用菜刀割破了他的喉咙 真相真相是 新郎的手无力地举起 可举到一半 便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 再也没有了一点的气息 王毅警惕地看向那个村民 对方也只是瞪着王毅 没有再有其他的动作 听清楚了 最后三秒钟再不放人 全部人赔罪 张灵怒吓一声 一股不容置疑的语气 开始着倒数 三 碰 二 碰 张灵没数一个数 黑西装便开枪打死一个人 枪声院子中响起 击打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震撼着所有人的灵魂 哎 张灵叹了一口气 真是古板 一 放人快点放人 只要我们还在 村子就还在 刘德青山在 不怕梅柴山这句话 他们可能没有听过 但是他们却一定明白这个道理 随着老者大喊地呼喊着 村民们互相间对视了一眼 很快让开了一条路 小一你没事吧 张灵快速地冲了进去 查看着王毅有没有受伤 我没事灵姐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们快走吧 王毅指向一旁 倒在血泊中的杨雨昕 急忙说道 他需要医治 张灵朝着身后看了一眼 立马一名黑西装跑进来 将地上的杨雨昕抱了起来 王毅几人也没有犹豫 急忙地快速朝着山下面赶去 他是根本不想在这里再待下去了 很快一名医生赶了过来 看了一眼杨雨昕的伤势 他伤得不重 只要止住血 很快好好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王毅点了点头 那就麻烦你 给他包扎一下吧 医生点了点头 急忙给杨雨昕包扎着伤口 包扎好之后 几人也没有任何的停留 朝着山下赶去 赶到山下时 天色已经有些黑了 张三开着库里难 而王毅则坐上了张灵的房车 王毅在房车中 好好地洗了一个澡 他这几天 甚至连个干净的水都没有看到 身上黏乎乎的 像是在身上涂满了 蜗牛的分泌液一样 王毅用毛巾擦拭着湿发 看向一旁的张灵 轻声问道 灵姐是谁告诉你 我有危险的 王毅可不相信张灵 只是因为王毅消失了几天 就直接找了过来 还带着十几名 带着鹤枪实弹的大汗 王毅之前 又不是没有过连续多天 没有回家的情况出现过 张灵担忧地看了王毅也说道 你还化呢 差点吓死我 那天我接到你的电话 知道 你要来这个地方之后 我想着你就是来找小姑娘玩的结果 第二天 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中的那头说是 你有生命危险 让我快点来救你 我给你打电话 电话关机我就知道 事情可能真的不简单 就急忙地找到了 他们赶快找你了 一路上 我看到你的保时捷和库里南 停在山下 我就知道 肯定是出事了 一点都没有休息的 朝山上赶 我脚都肿了 张灵此刻完全没有了 刚刚在山上沙发果断的样子 更像是一个 在丈夫面前抱怨的小媳妇一样 王毅一脸心疼地 将张灵的脚 放在自己的腿上 伸出双手 帮张灵按摩着 还是灵姐关心我 要不是灵姐 我这次就真的生死难料了 呸呸呸 说什么呢 你这个祸害 肯定会偿命的 两人眼神对视 越发地动情 王毅握着张灵小脚的手 也越来越往上 张灵的嘴上 发出难难不清的低语 双眼迷离 牙齿轻咬下唇 将下巴扬起 很快两人便纠缠在了一起 张灵挂在王毅的身上 两人深情对视着 张灵按下遥控键 很快房车内一个床 便出现在了二人的面前 王毅将张灵抱起扔在床上 两人的笑声 在整个房车之中传荡着 两个小时后 王毅缓缓地坐起身子 透过房车内的小窗 看向外面不断倒退着的风景 这次的事情十分地诡异 到处透露着不对劲的地方 为什么这些村民 无论如何 都不肯将他们放下山 那两大一小的尸体 到底是不是那个饭馆中 一家三口的尸体 王毅晕倒前听到的老者 对杨宇星说 很好你居然 还能找到猪仔 这个猪仔指的是王毅妖 那么这个猪仔又带着着什么 在王毅之前 还有着哪些猪仔 那个新郎口中 说的真相是什么 为什么他们宁可杀死新郎 也不肯让他将话说出来 张灵接到的电话 又是谁打的 这一切的一切 都指向了一个人 一个在这场事件中 最大的受害者 但同时却又是 不相信巧合 他也不愿意 再去怀疑下去 他想要再给对方一个机会 王毅已经将事情的 大概给猜了出来 但是他却不愿意 接受自己脑海中的想法 这一切实在是太黑暗了 阴谋论 看来有必要建立 属于自己的势力了 从上次的赛车场事件 加上这次的 刘云村事件的发生 让王毅明白了过来 人如果有了钱 就一定要有事 不然有再多的钱 也守不住 他要将自己的名声 给打出去 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他王毅的名字 要让那些人 听到他的名字 就不敢再对他 有任何的想法 不敢有任何的阴谋 回到护城之后 王毅让张灵在公寓之中 给张三找了一间 空着的公寓住下 杨雨昕住进了医院 正在调理着身体 还在养伤 王毅在张灵家里 舒舒服服地住伤了几天 好好地享受了一下 饭来张口 一来伸手的日子 王毅实在是觉得闷了些 有些待不下去了之后 才从张灵家离开 他想要去医院看一下 还在养伤的杨雨昕 王毅拿着一捧花 走在医院的长廊上 推开了杨雨昕的房间门 休息得怎么样了 伤口还疼吗 杨雨昕见识王毅 苦闷着的脸突然笑了起来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看我了吗 王毅的表情一致 随后笑着说道 怎么会 我只是这两天 有点事情处理一些而已 一哥 我 好了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 我可不想听你口中的 对不起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嗯 杨雨昕开心地点了点头 两只眼睛笑成了好看的月牙 这花是送给我的吗 我还是第一次收到花泥 杨雨昕看着王毅手中 捧着的一大捧玫瑰花 眼睛中都冒出了小星星 不是 啊 杨雨昕的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 低下头 双手不停地扣着 不是送给你的 还能是送给谁的呢 也只有你这么漂亮的女孩 才能配得上这么漂亮的花了 王毅嘴甜地说着 令女孩开心的话 果然杨雨昕再次地破涕微笑 开心地将花接过来 放在鼻子边嗅了嗅 好香啊 这是什么啊 给你买了一部手机 你总不能一直用着那个老年机吧 学着去尝试着 现在年轻人的东西 好好地享受着 现代社会带给你的变化 王毅拉过来一个椅子 在床边坐下 杨雨昕开心地将包装拆开 里面是最新款的小米手机 王毅在一旁耐心地教着杨雨昕 如何更换手机卡 如何去注册手机账号 王毅将微信 QQ 抖音等等 现在所有中流行的软件 一个个地教着杨雨昕如何地使用 杨雨昕脸上始终带着笑容 认真地学习着 王毅教给她的东西 杨雨昕学得很快 王毅教过的东西 一学就会 而王毅还没有教到的东西 她也马上自己 就能想到应该如何使用 很快 王毅的杨雨昕 便学会了所有基本的智能手机操作 学得真快啊 等你病好了 我带你好好出去玩几天好不好 就当做是庆祝你出院 王毅看向杨雨昕笑着说道 自从从流云村出来之后 杨雨昕整个人好像都开朗了很多 她身体中的某个开关 好像一下子被打开了一样 将自己最完美的一面展现给了王毅 真的 太好了 我听说护城有好多好玩的地方 我一直都想要去玩呢 当然了 这点事情我还能骗你不成 耶 谢谢一个 杨雨昕激动地一把抱住王毅 不停地大笑着 王毅一下子愣住 双手不自然地高举在半空中 却始终没有落下 整个房间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两人都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 王毅才伸手将杨雨昕推开笑着说道 时间不早了 你好好地休息一下 等过两天我再来看你 嗯 杨雨昕轻轻地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等王毅走出病房之后 她才缓缓地抬起头 她走到镜子前 将自己眉头上笨重的七流海掀开 露出一对乌黑的眼眸 双眼忧怨且充满力气 为什么她不愿意抱我 她是不是知道了 她在生我的气对不对 王毅站在医院大门外 朝着病房方向看了一眼 随后扭头坐上黑五室启动车辆 该死怎么把这回事给忘记了 王毅拿出手机 看到自己前几天的未接电话和短信 这都是前几天在机场搭讪的 那个美女空姐发来的信息 本来答应了对方第二天一起吃饭的 结果自己跑去了刘云村 手机没电后 自然接不到对方的电话和信息 回来护城之后 又把这件事情给忘记得干干净净的 直到现在才想起来 还有这回事 王毅拨通电话之后 对方显示关机 可能正在飞航班 没有办法接听电话 王毅无所事事 只好去健身房 准备锻炼一下身体 王毅来到健身房之后 直接询问在前台的位置 办理了拳击教程 他上次在刘云村吃了不少的亏 张三居然还说出 没有他在就能自己逃出去的话 这给王毅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这怎么能行 不就是打架吗 老子学不就行了 很快王毅就遇到了自己的拳击教练 王毅为了能够学到真的东西 这次没有再找一个美女教练 而是找了一个男教练 打算学点真东西 拳击教练一上来 就教了一些王毅基础的拳击知识 王毅由于已经有了 教好的耐力和体能 所以这些都不用再练 现在只需要学习 基本的拳击动作就可以 教练给王毅找了一个位置 交给了王毅站姿 握拳 直拳等个动作之后 就让王毅不停地挥拳 这些东西 王毅也都明白 没有什么是一夜之间就能够练会的 如果想要学好拳击 就要不停地 刻苦地不断训练 就像是那些武侠小说中的大侠一样 每天挥剑 披剑一千次 砍剑一千次 刺剑一千次 每天周而复始地去感受 才能练成绝世武功 王毅别的不敢说 毅力这方面是实打实的 他不停地挥出一拳又一拳 每挥出一拳后 都去想 刚刚这一拳哪里没有做好 在下一次挥拳时 将这些问题进行调整 就在王毅望我的挥拳时 一个忧怨的眼神 躲在一边看向王毅 于莎莎在王毅进来健身房的第一时间 就注意到了王毅 王毅好像只要出现 他就能立刻感应地到一半 果然 他还是喜欢我的他 来找我了 于莎莎急忙假装自己在健身 但眼神却不停地 看向王毅的方向 时间一点点地流逝着 可王毅没有过来的迹象 直到王毅跟着另外一名教练走了 他才明白 自己对于王毅来说 好像不是那么重要 好像离不开对方的那个人 一直都是他自己 于莎莎最初便对王毅 有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好感 每天见不到王毅 便开始心慌 忍不住地想念王毅 时不时地还总会感到 自己出现了幻觉 总觉得王毅就在自己的身边 可他慢慢地发现 王毅好像总是在 若有若无地接近着他 他发觉 王毅可能对自己有好感想 要追求自己 于是 他那奇怪的心思 活络了起来 他将自己的地位 摆得越发往上 他觉得 王毅约自己出来等一会 出去吃饭付款 逛街给自己买点小礼物 这都是他应该做的 不然 他拿什么追自己 可他不明白的是 这些王毅都可以做 但他不能心安理得地认为 王毅应该这么做 认为 这一切本应如此 所有当王毅意识 到于莎莎的思想 开始转变的时候 王毅便没有任何犹豫地放弃了他 王毅并不想让别的女人 把自己当做一个 追求他们的可怜小丑 只有哄得他们开心的时候 才会适当地安抚一下 可当王毅 与于莎莎保持距离之后 于莎莎才终于反应了过来 原来一直以来 都是他于莎莎离不开王毅 他才发觉 自己之前的那些想法 有多么的可笑 王毅 这些天 你怎么都没有联系我啊 上次 我们不是 还约好了吃饭的吗 于莎莎走到王毅的身边 鼓起了好大的勇气 才开口问道 王毅回头 打量了于莎莎一眼 继续不断地挥着拳 这些天有事情要处理 没太多的时间 那 那你学拳 怎么不找我呀 我也会拳击的 于莎莎急忙想和王毅拉近关系 不停地向王毅展示自己的优势 王毅冷笑了一声 不太好吧 我怕你没时间 到时候我还得等着 王毅的话 像是一根刺一样 扎进于莎莎的心头 眼泪在她的眼眶中不停地打转 她想要扭头离开 但是又怕会永远地 就这么错过了王毅 以后再也没有和好的可能 怎 怎么会呢 你只要找我 我一直有时间的 王毅没有理会于莎莎 依旧不停地挥拳 于莎莎见王毅不和她说话 紧咬着嘴唇说道 王毅晚上来我家吃饭好不好 让你尝尝看我的手艺 于莎莎说完 担心王毅会拒绝她 于是急忙补充道 就这么说定了 我现在就请家买菜 我晚上等你 于莎莎说 玩遍头也不回地逃走 她找到店长请了下午的假 回到家中 将家里上上下下的 全部给仔细地打扫了一遍 又去菜市场 买了一大堆的食材 回到家中后 将屋子中的鲜花 给换成新的 将香叶滴入加湿器中 很快一股茉莎花的清新味道 便飘散在空气当中 于莎莎拱了拱小巧的鼻子 嗅着空气中的味道 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现在 她才开始处理食材 将所有的菜品准备完毕之后 走入了浴室之中 她将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都清洗得干干净净的 用身体乳将身体擦得光滑透亮 又画上了一个精致的妆容 她来到衣柜前 挑选着等下 要件王毅的衣服 她拿起一件 平时穿着的干练衣服 看了一遍之后 皱着眉头 将衣服又放回了衣柜之中 她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在衣柜中翻找着 果然 这件衣服还在 这是一件白色的蓬蓬裙 这还是 她刚上大学的时候买的 买了之后 又不好意思穿着贱人 便一直没有再穿过 还好 她经常健身 身材不仅没有肥胖 反而还更加的匀称了一些 她拿着衣服 在身上比划了一下 开心地笑着 王毅等下看到了 一定很喜欢 于莎莎这才满意地 来到厨房 将准备好的食材 开始做最后的加工 她做每一道菜 都非常地仔细 生怕出现一丁点的失误 每一道菜做好后 就漱口品尝一遍 稍微有些不满意 便直接倒掉 重新制作 下午六点前 她做好了八菜一汤 她将菜品摆放在餐桌上 换上那件白色的蓬蓬裙 满心欢喜地坐在桌子前 等待着自己的一中人 她在三个小时前 就将家中的地址 发给了王毅 王毅一直没有回复信息 可她相信 王毅一定会来的 因为她记忆中的王毅 从来没有让她失望过 她印象中的王毅 是一个体贴 绅士 温暖 总是能够照顾到她情绪的人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王毅还是没有过来 也没有任何的消息 她不停地将手机拿起 看到没有信息后 又放心 不停地一遍遍重复着 下午7点35 于莎莎望向墙上的钟表 两行青泪从她的眼角 缓缓滑落 她真的不会来了 她是真的生气了 于莎莎无声地抽泣着 泪水顺着精致的五官 滴落在手上 叮咚 门铃响起的一瞬间 于莎莎快速起身 冲向门口 一哥你来了 于莎莎激动的表情 转瞬即逝 替代的是一种 难以言喻的绝望 小姐 这是你订的蛋糕 麻烦签收一下 外卖小哥 看着满脸泪水的于莎莎 小心翼翼地说道 嗯 外卖小哥在看到于莎莎 接过蛋糕后 飞似地跑到电梯口 他生怕被别人看到 让人怀疑 是自己 把这么一个 娇艳欲滴的大美人 给弄哭的 好像自己 把对方给怎么滴了一样 于莎莎站在门口 看着手中的蛋糕 眼泪成串串的滴落 这是他精心挑选的蛋糕 蛋糕上是两个小人 一个男孩正在拥吻女孩 我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于莎莎蹲在地上 双手环抱膝盖 放声大哭 他明明已经将自己 能够想到的补救办法 都想到了 可 可为什么王爷 还是不肯原谅他 于莎莎的哭声 响彻在整个楼道当中 回音不断地激荡着 眼泪将白色的蓬蓬裙 打湿了一大片 可他却丝毫 没有要停止的意思 于莎莎哭到哽咽 他伸手接住地来的纸巾 将自己脸上的泪水擦干 忽然 他将纸巾放到眼前 看了一眼 哭声停了下来 慢慢地抬起头 紧接着于莎莎的哭声 更大了起来 他站起身 将眼前的男人紧紧地抱住 身体随着哭泣不停地抽动着 他流出的泪水 将男人的衬衫 给打湿了一大片 我 我以为你再也不想见到我了 于莎莎紧紧紧地抱着王爷 说什么也不松开 这一次他要牢牢抓住 再也不能让王爷逃走 王爷苦笑着摇了摇头 你就打算 这么一直在门口抱着我 不打算让我进去 于莎莎急忙将王爷松开 脸上哭的妆都有些花了 不是不是 一哥你快点进来吧 于莎莎让开身子 让王爷进房间里面 王爷将一束花 放在桌子上说道 想着这是第一次来你家 不知道买些什么 就到花店挑选了一束花 所以耽搁了一些时间 你一定等急了吧 没有没有 于莎莎急忙摇了摇小脑袋挂 一哥你能来我就很开心了 不敢有其他的想法 于莎莎此时 像是一个乖顺的小猫一样 对王爷言听计从 他急忙来到王爷身边 拉着王爷在餐桌前坐下 一哥你尝尝看我的菜 合不合你的胃口 王爷看着于莎莎期待的眼神 拿起筷子 加起一筷子口水机 放进口中不停地咀嚼着 嗯 王爷连连点头 又加起一筷子 水煮鱼同样赞不绝口 于莎莎看王爷吃得这么开心 脸上终于露出来了笑容 一哥你多吃点 我也不知道 你爱吃什么就多做了一些 于莎莎在一旁 不停地给王爷加菜 看王爷吃得差不多了 便找了个借口去卧室补妆 刚刚哭得太厉害 脸上的妆花得 像是一个小花猫一样 于莎莎急忙将脸上的妆全部卸掉 重新化好一个精致的妆容 他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蓬蓬裙 才再次地打开房门走到客厅 一哥 我们要不要喝点 于莎莎拿着一瓶红酒 一脸娇羞地看着王爷 王爷这才发现 于莎莎今天晚上是精心打扮了的 完全和在健身房时 那个干练的私人教练不一样 此刻的于莎莎 于莎莎更像是一个期待爱情的小女生 于莎莎身穿一件露背 白色蓬蓬裙 她的头发自然地盘起 像是一个高贵的公主 修长的脖梗 令她看起来更加地高傲 而在身后大胆的露背 则是给她增添了一丝狂野的气息 于莎莎看到王爷眼中惊艳的眼神 心中暗暗窃喜 一哥 要不要少喝两杯 于莎莎的声音将王爷从震惊之中拉回 他看向眼前的于莎莎说道 好 那就少喝一点 于莎莎拿出两个酒杯 倒入两杯红酒 一哥 我敬你 于莎莎轻轻倾斜酒杯 两杯香蕉 发出玉耳的碰撞声 两人几杯下肚 于莎莎渐渐地感到有些头晕 她站起身 直接坐在了王爷的腿上 伸出修长的食指 挑起王爷的下巴 一哥你知不知道 我为这次约会有多努力 我都这么暗示你了 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 于莎莎逐渐开始大胆起来 她好像完全忘记了 自己刚刚蹲在门口 双手环抱膝盖疼哭的样子 是不是非要我脱光了 站在你面前 你才明白 我到底有多喜欢你啊 嗯 是不是 于莎莎说着 直接将王爷的手 放在了自己的胸口 又拉着王爷另外一只手环 抱住自己的腰肢 她自己则低下头 用力地吻在了王爷的嘴唇上 于莎莎的吻技 显得十分的笨拙 甚至好几次都磕到了王爷的牙齿 但慢慢地在王爷的带领下 慢慢地掌握了这种技巧 她吻得越发动情 越发不可收拾 于莎莎的眼神逐渐清晰 她感到湿润的触感后 猛地睁大了眼睛 我的天哪 我刚刚做了什么 这一切都是在做梦吧 可是一哥的手明明就还在动啊 他还在不停地揉捏着呢 而且 这湿润的触感 也太真实了一些吧 于莎莎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喝酒之后 居然是这么一个表现 我是不是应该推开他 可是 可是一哥的稳机好棒啊 我好舍不得分开怎么办 我现在应该是清醒过来 还是装醉酒啊 于莎莎一时之间 无法接受眼前发生的事情 她只能继续装醉 她不知道 如果被王毅发现 自己已经清醒了之后 要怎么面对王毅 万一没有了这么甜蜜的 清醒了怎么办 两酒 两人不舍地分开 王毅一双桃花眼 深情地望着于莎莎的精致的脸庞 你是自己的进去 还是我帮你进去 不是不是 进哪去啊 于莎莎心思快速旋转着 这么快就要去卧室了吗 于莎莎倒不是不想 和王毅发生些什么 主要她 确实是第一次 有些没有做好准备 于莎莎将食只放在嘴边 做了一个近身的动作 我还买了一个蛋糕 我们先吃蛋糕 于莎莎装作一副晕乎乎的样子 从王毅的腿上站起 跌跌撞撞地将蛋糕拿过来后打开 于莎莎正准备坐在椅子上 但思虑了一会 还是一咬牙 重新坐回了王毅的腿上 我只是觉得椅子太凉了 对 就是这样 于莎莎看着蛋糕上 两个正在亲吻的小人 就一阵的脸红 刚刚她和王毅的动作 可比这上面的疯狂多了 于莎莎摇晃着脑袋 将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赶走 她窃下一块蛋糕之后 用勺子挖下一小块 放在王毅的嘴边 看着王毅张开嘴 将蛋糕吃下后 嘴边残留的蛋糕字 她正准备用手为王毅擦掉 可突然 一个大胆的想法 出现在了她的脑海当中 她缓缓地将脸靠近王毅 越靠越近 直至完全吻在王毅的嘴唇上 随即于莎莎的脑海中 再次浮现了一个 更加大胆的想法 她手中端着的蛋糕 一个不小心从手中掉落 正好落在两人中间 大量的蛋糕 将两人的胸口处 全部沾上奶油 于莎莎看向王毅的胸口 忍不住地舔了舔嘴巴 啊 于莎莎一声叫呼 她把王毅横抱在怀中 王毅低头 看向于莎莎精致的五官 露出一副坏笑 把蛋糕拿上 王毅的声音不容置疑 于莎莎只好腾出一只手 将餐桌上剩下的蛋糕 全部拿起 王毅抱着于莎莎 朝着她的卧室走去 这可是 你惹出来的火 当然需要你来浇灭 于莎莎经过一晚上的蜕变 此刻更像是一个小媳妇一样 她和王毅 昨晚解锁了蛋糕的多种事法 她越发喜欢上 这种和王毅待在一起的感觉 于莎莎一大早强 忍着身体的不适 下床打扫着两人昨天的战场 地上满是蛋糕的碎屑 就连床单上也是 她甚至就连洗澡的时候 也能在自己的胸口和大腿 尚闻到奶油的味道 甜甜的 就像是她现在的心情一样 于莎莎将屋子收拾干净之后 又做了一些早餐 拿到卧室中 一个 一个 于莎莎将王毅叫醒 甜甜地说道 起床吃早餐了 大坏蛋 于莎莎满脸飞红 像是一朵刚刚盛开的鲜花一般 王毅坏笑着 一般将于莎莎揽进怀里 用被子将两人盖住 我的早餐是你吗 王毅不怀好意地 打量着于莎莎的表情 不等于莎莎回答 他刚经历第一次 现在继续的话会肿掉的 于莎莎看着王毅信心的样子 笑着将一旁的早餐拿过来 喂着王毅 乖哥 等我养好身体之后 你想要怎么样都可以的 于莎莎说着 自己率先脸红了起来 他感觉自己 好像一晚上 像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之前这些话 他都是羞于开口的 可现在全张嘴就来 王毅搂住于莎莎的腰肢 坏笑着说道 可是是一大早的 被你弄得这么亢奋 你说我怎么惩罚你才好 于莎莎脸色一变 眼神从王毅的身体慢慢滑落 直至看到小夫下鞭才 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 还 还有些蛋糕 不如再来一次吧 王毅坏笑着 一把抱起于莎莎 这可是你说的 两人再次地相拥在一起 于莎莎好不容易打扫好的地面 再一次满是狼藉 这个蛋糕 更像是两人之间的润滑剂 调和着两人之间的感情 两人忙活完之后 于莎莎白了王毅一眼后 重新刷了一遍牙后 便出门上班去了 他虽然昨晚刚刚变成一个真正的女人 但是他长时间锻炼身体 这种情况对于他来说 很快便能恢复回来 虽然他也很想要 和王毅多培养一下感情 但是自己总不能直接放弃 自己来之不易的工作 王毅简单地补了一个觉 睡醒之后 已经是下午两点的时间 看了一眼满地的狼藉 他也有些看不下去 动手给打扫了一下 滴滴滴 王毅拿起手机一看 居然是空姐灵星发来的信息 灵星 哟 这不是放我鸽子的王大公子吗 怎么还能想得起来 我这么一个小女子呀 灵星一开口 就是怨气极重的语气 他那天退掉了 和姐妹的逛街邀约 同事之间的聚会 提前打电话 约定了一家高级餐厅的观景位置 甚至精心打扮后 带上了日抛的美童 可居然被王毅给爽约了 他还是第一次 被一个男人给放鸽子的 他长这么大以来 依靠着这张脸蛋 和完美的身材 以及特殊的职业 身边的追求者数不胜数 可是灵星硬是没有那么轻松的 把自己给交出去 他一直在等着 那个属于他的白马王子出现 直至他遇到了王毅那天 他坚信 王毅很有可能就是那个白马王子 可是就这么被放鸽子了 他昨天晚上飞完航班 下了飞机之后 看到王毅的信息 原本是不打算理会王毅的 但是想了想 万一真的就是自己的白马王子呢 自己总不能因为一时赌气 就这么错过了吧 于是第二天的灵星 好好的到了一下时差之后 回复了王毅的消息 王毅苦笑着摇了摇头 这个丫头的怨气也太重了一些 不过不管怎么说 确实是王毅的错 人家有点怨气也是很正常的 给我个赔罪的机会 晚上空中餐厅 我订好了位置 还希望美女能够给我这么一个机会 灵星 让本小姐好好想一想 等想好了 再给你答复吧 王毅苦笑着将手机放下 没办法 谁让没有提前告诉人家 自己去不成了的呢 王毅看着地面上 依旧保留着奶油的地板 和床上到处是奶油的污渍 叹了一口气 自己果然不是打扫卫生的命 王毅在网上找了一个保洁公司 让人上门将于沙沙的房间 从里到外好好地打扫了一遍 不过这个丫头的房间还挺干净 几乎不用这么打扫 保洁也只是将地面的奶油处理了一下 将床和沙发上的能拆下来的 全部拆下来清洗了一遍 等保洁做完 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的时间 滴滴滴 王毅拿起手机 嘴角轻轻上扬 灵星 好吧 本小姐今天只有你一个臭男人约 就给你一个赔礼道歉的机会吧 王毅 谢小姐高抬贵手 我这就去接小姐 灵星看着手机中王毅的信息 笑得花枝乱颤 这个王毅说话真有意思 灵星看了看镜子中 自己因为熬夜 有些发黄的脸蛋 忍不住地嘟着一张小嘴 得好好打扮一下 等下没死他 灵星拿起自己的各种化妆品 画起精致的妆容 一旁的小姐们 看着灵星的动作 忍不住调侃着 呦 我们家灵大美女今天又有人约了 不会今天还是被人再给放鸽子了吧 女孩说完 其他的女孩也跟着一起笑着 灵星被自己的小姐妹嘲笑得有些恼怒 哼哼两声说道 少在这嘲笑我 老娘这次可是掉到真正的白马王子了 你们就等着羡慕吧 灵星一边说着 一边不停地化妆 其他女孩听到了 更是哈哈大笑起来 什么白马王子 还不是放了你的鸽子 该不会是太丑了 拿不出手 不敢出来见我们几个姐妹吧 呸呸呸 瞎说什么 她长得可帅了 几个女孩看着灵星 一脸骄傲的样子 眼珠子滴溜溜地转着 那这样 晚上让我们一起见一面好不好 我们也好看看 这个白马王子到底长什么样子 灵星动作一将 这个事情 她确实没有办法答应 毕竟这种事情 还是要经过王毅的同意才好 自己替她做决定 有些越界了 灵星尴尬地玩起耳边的发丝 笑了笑没有说话 在一旁身为灵星好姐妹的秦淼 立马看出来了灵星的不对劲 急忙站起来说道 哎呀 人家灵星和男朋友约会 我们就不要去凑热闹了 咱等着哪天喝喜酒不就好了吗 快散了散了 秦淼将众人轰散之后 走到灵星的身边笑着说道 难道你最近开窍 你一直不找男朋友 我还以为你对我有什么想法呢 去你的 灵星笑骂了 秦淼几句后说道 之前的那些追我的男人 我只是看不上而已 谁会喜欢你这么的小兄弟啊 灵星用眼神在秦淼的身上扫射了两眼 眼神中的话语不言而喻 好啊 你还敢笑话我 两姐妹顿时扭打在一起 房间中顿时无限春光炸射 等房间收拾完之后 王毅洗了个早便出门 开着自己的黑五室 朝着四季酒店而去 上一次他送灵星回酒店的时候 就知道了灵星住的地方 这个四季酒店 是航空公司为空姐和空少门 准备的休息的地方 大多数的空姐们 如果落地在护城 都是会选择居住在这里 王毅将车停好之后 看了一眼灵星发来的房间号 便奔着楼上而去 王毅刚走出电梯 便发现有些不太对劲 这个楼道里面站满了女人 而且 每个女人的身材和颜值 都在85分以上 王毅一时间都怀疑 自己是不是走进了盘丝洞 笑着摇了摇头 继续朝着灵星的房间而去 这些女妖精们 在看到王毅走进灵星房间的时候 顿时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八卦 哇 这就是灵星找的男朋友吗 这也太帅了吧 他好像一个电影明星啊 不会是哪个刚出道的男团成员吧 你们刚刚注意到 他手上戴着的手表了吗 好像是百搭斐力 天呐 这种有钱多金的帅气公子哥 到底是谁在谈啊 就不能多我一个吗 女人天生就是八卦的忠实爱好者 当他们发现 一个八卦的时候 第一件事便是告知自己身边的人 一时间一个个的航空 相亲相爱一家群中 便开始了对王毅的谈论 这些女人 有的在自己的关系 交好的几个小姐妹群中散步 有的在十几人的女生群中讨论 更有甚者 直接在空姐空少群中讨论 但这些群全部有一个相同之处 那就是没有灵星本人 瞬间整个航空公司 都知道灵星谈恋爱了 而且恋爱对象 还是一个帅气多精的公子哥 一些女生 更是为自己打抱不平 他们也想要这种优质男 但更怨恨的 则是那些追求了 灵星多年的空少们 毕竟 他们可都被灵星的暂时 还不想谈恋爱的借口给打发过 原本都得不到 那还没有什么 但是一旦有一个人 得到了 他们都没有办法得到的女人 那他们的胜负欲 可就起来了 一时间群中多人高价 购买王毅的个人资料和照片 很快便有一张 王毅走进酒店的照片 流入市场 虽然照片比较模糊 但是还是能够看得出来 王毅的颜值 绝对是拔尖的存在 群中的空姐们 更是激动不已 这完全就是 他们心目中的 最完美老公长相啊 空少们一看自己 在颜值这方面略逊一筹 顿时开始比有钱 但很快便有人扒出来 王毅手腕上的手表 是价值200多万的百达斐力 身上穿的是 爱马仕的高端定制 开的车 还是价值1000多万的 保时捷黑武士 一时间群中的所有人 都不敢相信 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这么完美的男人 这群空少开始想办法 去拔王毅的个人信息 他们就不相信 王毅能够这么的完美 就没有一丁点的破绽 空少的这种行为 却很是让空姐们不止 这些男人 就是单独的自尊心作祟 不肯承认别人的优秀而已 但很快 王毅的个人信息 真的被人给拔了出来 不是他们的本事有多大 而且王毅的信息 真的很好去查 简直就没有任何的掩饰 而查出来的结果 也是令人大跌眼镜 居然是普通道 甚至有些不能再普通的身份 这群空少顿时开始 对于王毅的名车名表产生怀疑 他们有理由怀疑表 是假的 车是租的 有人去查看了王毅的车牌号 在官网上查询了一下 还真的是一个女人的名字 这些一切的怀疑瞬间合理 王毅就是一个假装高富帅 骗走了众多空少星目 中白马王子的混蛋 他们要想办法 拆穿这个混蛋的伪装 不能够让自己的公主受到伤害 更加重要的是 万一灵星对自己的 拆穿王毅的伪装 充满感激的话 那自己岂不是很容易 就抱得美人归咯 这些的一切 王毅和灵星都不从得知 两人哪能够想到 王毅仅仅只是一个出场 他们这些人 就直接扔出来手中的王炸 咚咚咚 请进 王毅推开门 走进房间之中 房间是标准的双人床 显然灵星还有另外一个室友 不过现在很有眼力近的 给两人制造了二人世界 王毅看着端坐在椅子上的灵星 这个女人 好像永远都是这么的端庄 好像这是她的职业病一样 希望我没有让你久等 不然我一定会感到 非常的抱歉 王毅轻轻一笑 用玩笑的口吻说道 哼 我还以为 某人这次会再次的放我鸽子呢 灵星显然对于前几天的事情 还耿耿于怀 但也只是开玩笑的而已 并没有真的生气 不然也就不会答应 王毅今天的约会了 当然不会 能够爽约你 这么一位美丽的女人 就已经是我这辈子 最值得炫耀的事情了 令你伤心的事情 我怎么忍心做出第二次呢 扑呲 王毅的这些恭维 让灵星很是受用 他也明白 王毅很有可能是 真的有什么事情耽搁了 他这样为难王毅 也只是想要看一看 王毅的态度而已 毕竟总不能放了他鸽子之后 还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吧 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就算真的在一起了 以后想必也一定不会珍惜他的 哼哼 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 我就原谅你吧 灵星强行板着一张脸 看着王毅继续说道 不过不能再有下次 知道我们航班挤出来一点时间 有多么不容易吗 一定不会有下次 以后只要是和你约好的时间 绝对不会有更改 灵星看着王毅 一脸认真的表情 脸顿时有些红润 灵星小声嘀咕道 呸 真不要脸 谁要和你有下次 灵星的话 让王毅也很是满意 毕竟灵星没有抓住这么一个点不放 一直找王毅的不痛快 而是在看到自己给的台阶之后 很快便顺着下坡 而且也没有说他 为了王毅推掉了多少男人的约会 以此来抬高自己的位置 单从这几点来说 灵星的表现就非常值得王毅给他加分 没有一个男人 不喜欢一个懂事体贴不作妖的女人的 好了 我收拾好了我们出门吧 灵星站起身微笑着说道 灵星今天没有穿制服 只是穿了一件再普通不过的长裙 但是却凭借着他的长相和气质 硬生生地拔高了这条裙子的视觉价格 灵星的身高本来就有一米七左右 穿上了小高跟的他就更高了一些 刚好到王毅博颈处 两人站在一起也很是般配 公主请 王毅做出一个绅士的动作 主动为灵星打开了房门 灵星高高兴兴地走出房间门后 等待着王毅出来 随后和王毅并肩朝着电梯口走去 两人刚出来一些手机镜头 便悄悄地对准了两人 疯狂地按下拍摄 灵星也没有想到 走廊上居然会聚了这么多的人 有假装打电话的 晾衣服的 坐操的 假装忙人的那个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一些 你身上还穿着空姐的制服的压 灵星悄悄地看了王毅一眼 还好王毅没有对这些人奇怪的行为 有反感的意思 走进电梯后 灵星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终于是摆脱他们了 他甚至有种 自己是当红爱豆的感觉 这些平日里的同事 都是一些潜伏在他身边的狗仔 电梯门打开的那一瞬间 灵星突然感觉到 天都要塌了 因为在一楼的人更多 大部分全部都是航空的空手 在这里等待着 要看一眼自己的竞争对手的 王毅一出电梯 还以为有大型旅游团的人 来办理入住了 整个大厅中 乌泱泱的都是人 而且他总感觉 这些人都在盯着他看 他不自觉地 对这些人有了一丝的防备 经过上次刘云村的事情之后 王毅的防备心 就已经很重了 王毅看着一个男人 朝着两人走过来 双眼顿时紧紧眯起 王毅向前走出一步 将灵星护在身后 警惕地看着男人 男人站定后 看着王毅突然大喊道 为什么我到底哪里不如他了呀 嗯 王毅被男人的操作 顿时给整猛了 原来这是灵星的追求者之一啊 毕竟这说明自己的眼光好 灵星对于王毅的举动也很开心 居然在这个时候 第一件事情是想着保护他 灵星叹了一口气 从王毅的身后走了出来 看着男人冷着脸说道 江涛你想干吗 我们现在要出去吃饭 请你让开 星星你不是和我说你 没有恋爱的想法的吗 那他是谁 江涛指着王毅 大声地质问着灵星 大厅中包括酒店 工作人员在内的所有人 都死死地盯着三个人看着 其他的空少 见有愣头亲上去当炮灰 他们也乐得其所 如果这个江涛 真的能赶走王毅 那就最好 如果赶不走 他们也没有差别 反正江涛这种详志的行为 一定会惹得灵星反感的 无论结果怎么样 他们都会少一个竞争对手 酒店的前台倒是有些吃惊 他们在酒店工作 各种的奇葩事 真的见不太多了 但是这么大的场面 他们还真的没有遇到过 他是谁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们之间又有关系吗 你是我什么人 来干涉我的事情 灵星站出来 直接回怼的江涛 说不出来话 他确实和灵星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他是在骗你的 他身上的表都是假的 那辆车是他租来骗你的呀 江涛不停地 将自己的从别人口中知道的事情 一口气全部说了出来 他甚至都没有想过 这些是真的还是假的 灵星越听脸上的表情越是厌烦 这个江涛原本就十分地让人反感 没想到还这么的没有脑子 灵星指着江涛怒斥道 是真的假的 和你有什么关系 选择什么样的人做我的朋友 是我的事情 难不成我要选择 你这个动不动就破防的小肚鸡肠吗 灵星直接上去 那挽着王毅的胳膊说道 我不管你们心里面 到底怎么讨论我的 无论是拜金 眼下 球容都好 但我灵星相信我自己的眼光 我做出怎么样的选择 都和你们没有任何的关系 灵星这些话 看似是在和江涛说的 但是却是和大厅中的所有人说的 灵星说完便 挽着王毅的胳膊 朝着酒店外面走去 你就真的这么喜欢钱吗 哪怕他是假的 也抱着那么一丁点的幻想吗 江涛被灵星一顿劈头盖脸的怒怼 他的自尊心 一瞬间达到了顶点 他此刻就只有一个想法 他要找回自己的面子和自尊心 哪怕是将引起灵星更多的反感 因为他们这种凤凰男 最在乎的 就是他们那所谓的可怜的自尊心 灵星一脸厌烦地 扭头看向江涛 发出一声吃笑 对 我就是喜欢有钱人 那又怎么样 难不成我要喜欢你这种 没钱 长相普通 又没有素质的人吗 你说我拜金 喜欢钱 那请问你 又何尝不是只是喜欢我的长相呢 这两者之间 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你不就是想着那点事吗 你能保证你就是发自内心的 喜欢我没有我就甘愿 去死的那种天荒地老的爱情吗 如果不是 你又凭什么过来指责我 你有什么资格 指责我凭借你那可怜又一碎的自尊心 还是因为你脸皮足够厚 灵星的一番话 将江涛对得哑口无言 江涛一直以为 灵星只是一个文文弱弱的女孩 所有才敢对灵星 发起猛烈的追求的 可没有想到 灵星居然也有这么刚强的一面 江涛一时之间 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只能不停的 你你你我我我 像那结巴一样的 在原地哆嗦着 灵星懒得再和江涛继续纠缠下去 直接回身 挽着王毅的胳膊 走出了酒店 这一幕将大厅之中的 其他男人也是说得羞愧的低下了头 因为灵星说的一点也没有错 这些男人去追求灵星 不也正是因为灵星那张漂亮的脸蛋吗 既然他们能够要求 女人长得漂亮 温婉之心 那女人为什么不能要求他们 帅气多精呢 灵星又不是同时 和几个男人一起不清不楚的 人家正常的交往处朋友 他们有什么可说的 既然你做不到 人家要求的帅气多精 那人家去找一个 符合自己的要求的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最起码 灵星有着王毅 同样需要的长相和身材 而他们呢 除了自命不凡以外 什么都没有 所有的男人都看着大厅中央 还在发愣的江涛 摇头笑着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面 灵星坐在副驾驶脸上 满是愧疚 不好意思王毅 没想到给你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 王毅笑着摇了摇头说道 麻烦吗 我并不这么觉得 相反我见到了你更加迷人的一面 你刚刚做的事情 说的话 我都非常的欣赏 王毅的话 令灵星心中一暖 他作为一个空姐 身边的同事 全部都是漂亮美丽的 而在这些空姐当中 不乏有大量的被包养案例 他们出卖自己的身体 去换自己想要的 久而久之的这些空姐才发现 那些男人 不过也只是和他们玩玩而已 等他们年老色衰之后 这些男人就会将他们直接踢掉 毕竟年轻的女人永远都有 他们之间本来就是一场利益的交易 又怎么能够让对方忠心 这时的他们 却只能去找老实人 将自己嫁出去 因为没有一个富家子弟 愿意娶一个 被别人包养过的女人的 所以灵星很清楚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他将始终没有 将自己给轻易地交出去 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厨子之身 他要找一个甘心 娶他的男人出现 可随着他年龄 慢慢地越来越大 他发现这样的男人 根本不存在 反而是身边的小姐妹 都在笑话他 二十多岁了 居然还没有交往过男朋友 真的是 可惜了这张脸蛋 他慢慢地发现 原来这样专一 且有钱的男人 这么的难得 而且这种富家公子的未来 一定是迎娶一个 和他有着同样家世 但却不那么喜欢的富家女 这好像是 所有富家子弟的最终结局 所以他放低了自己的要求 他不要求对方 一定会取下自己 只要对方能够给他 提供他想要的一切就可以 他愿意只当作 对方的一只金丝雀 换句话说就是 用他最宝贵的第一次 换取一个更高的价格 这个价格 即使让他失去了对象之后 还是能够拥有着 较为稳定的高端精致的生活 而这个人选 就是他身边的王毅 长相帅气 多精 风趣 体贴的同时 还能够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 这对于他来说 已经是非常完美的选择对象了 到了 王毅下车后 主动地来到富驾驶 打开车门后 伸出手轻声说道 请这个世界 正在等待着今天的女主角 闪亮登场呢 王毅的风趣 令林星十分受用 他将手轻轻地 放到王毅的手上 任由王毅牵着自己的手 朝着这家建立于 护城最高位置的云中餐厅走去 欢迎回家 电梯刚刚打开 两排身着旗袍的美女 便在电梯口迎接着林星 当林星走出电梯的那一刻 瞬间所有的灯光全部打开 整个餐厅之中 没有一个客人 好像今天的云中餐厅 只是为了接待他们两个人而存在的 林女士里面请 一位服务员 小步走到两人的面前 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 王毅轻笑一声点了点头 林星这才迈着步伐 走进了云中餐厅 餐厅中有着驻场乐队 有着巨大的海洋投影 在他们座位边上 只需要轻轻一侧头 便能将整个护城的夜景 尽收眼底 好美啊 林星趴在窗边 看着外面的风景 忍不住地赞叹 她作为一个 在护城工作了多年的空姐 还从来没有好好地 欣赏过护城的夜景 哪怕是在飞机上 也从来没有时间 将头看向窗外的时间 灯火交映 美不胜收 林小姐 请问可以为您上餐了吗 一旁的服务员轻声问道 这才把林星的注意力 重新带回了餐厅之中 林星看了一眼王毅 服务员再次地轻声说道 林小姐 今天的云中餐厅 王先生已经为您包下了的 今天我们这里的服务对象 只有一个 那就是您 服务员的话 让林星感到震撼 她听说过 这家云中餐厅 仅仅只是 一次的课单价 也在数千元 可王毅居然能够包下 这样规格的一家餐厅 这得使用怎样的一笔财力 才可以做到 嗯 上餐吧 林星努力不让自己 表现得太过于震惊 脸上始终保留着 自己的职业性微笑 等服务员走后 林星才看向王毅轻声问道 干嘛花这么多的钱 只是简单吃个饭就好 王毅笑着 将果汁倒进林星面前的杯子 说道 我说好了 要给你道歉赔礼的 既然答应了 那就一定要做到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就多做了一些准备 王毅说完招了招手 一个服务员 便推着一辆推车走了过来 在推车上是一束玫瑰花 由999只玫瑰 组成的一束花 这些鲜花 全是当天刚空运到护城的 上面还晶莹剔透的 有着些许的水珠 女生总是说 男人送花过于的俗气 但是真的当这么一束 巨大的鲜花 摆放在女生面前的时候 却又没有任何一个女孩 能够抵抗得住这种冲击 不是你的花过于俗气 而是你没有超过 女孩心目中的预期 只要你打破了这么一个预期 哪怕最俗气的你 用最俗气的现金 砸在最讨厌俗气的她身上时 她也会感动得一塌糊涂 灵芯这一顿晚餐 吃得非常的满足 不仅仅只是对于这里的食物 更是精神上的满足 王毅不仅仅包下了这家餐厅 更是邀请到了一支当红的乐队 为他们演唱 丁灵芯加30点好感值 恭喜宿主 获得240万元当前倍率 8 灵芯好感值 52点 果然没有女人 能够拒绝得了浪漫 仅仅只是刚刚开始 就直接增加了30点的好感值 这也是王毅看到 增加好感值最多的一次了 谢谢你王毅 这次的用餐我真的很开心 灵芯坐在一旁的位置上 看着王毅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只要能够让你开心就行 王毅举起杯子 和灵芯碰了一下 将里面的果汁喝下 因为还要开车的原因 两人并没有喝酒 王毅也不屑于使用酒精 来促使自己拿下灵芯 那只是下策而已 现在的她 只需要坐在那里勾勾手指 就会有无数的女人 趋之若鹜地上 赶着爬上她的床 滴滴滴 灵芯的手机 从一开始就在不停地响着 灵芯拿起来看了几眼 便将其放下 王毅见灵芯脸上 有些不自在 便主动地问道 是有其他的事情要处理吗 如果是的话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改天再约 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灵芯笑着 将耳边的秀发挽起 思索了一会 还是说道 是航空的同事 他们想要认识一下你我 他会打扰到你 便拒绝了 灵芯从出门开始 手机就一直在 不停地收到短信轰炸 实在是她今天 在酒店大厅的发言 实在是太炸了 给他们这些小姐妹们 好好地出了一口气 他们航班的空少们 个个都是眼高于顶的 不停向他们示好的同时 还在看不起他们 所以双方 也只是保持着 友好的同事关系而已 当然也不乏有些人 把对方当成长期饭票的 他们实在是忍不住地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男人 能够让这么多年 都不开花的航班 第一话开窍了的 于是 他们便开始轮番地 给灵芯发信息 就是想要看看 这个男人 到底哪里吸引到了灵芯 没关系 如果他们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见一面的 王毅嘴角含笑淡淡地说道 真的吗 我怕他们太吵 你会有些接受不了 灵芯没想到 王毅会同意下来 一时之间有些局促 当然 能够认识这么多的帅哥美女 我自然不会拒绝 嗯 那我和他们说一下 灵芯很快便转身出去 给自己的那些姐妹发送信息 而王毅则在手机上 寻找着一家有趣的 并且能够同时 供他们多人娱乐的地方 王毅想来想去 也没有想到一个好地方 不过 王毅今天怎么有时间 给我打电话的 这么多天不见 也不知道来照顾一下 姐姐的业绩呢 叶飞还是一如既往的上来 就诱惑着王毅消费 怪不得能够在酒吧里面 这么多年还风生水起的 这不是一有困难 就想到飞姐你了 那么要是别人 我还真的不放心 能够帮我办好这件事 你可少在我脸上贴金 先和姐姐说说看 是什么事情 能帮你办到的 我一定照办 那可就太谢谢飞姐了 是这个样子的 我这里 有一些姐姐妹妹的 我们想要一块 找个地方玩一下 但是我不知道 去哪玩比较好 这不就想到姐姐你了吗 玩这一块的事情 还是你比较专业一些 行呀王少 居然能够聚集这么多的美女 莫不是想要酒吃肉铃呢 叶飞在那边 咯咯咯直乐着 还有什么地方 是比我这酒吧 更好玩的地方 你就把他们都带过来 我给你好好的安排 保证你们玩得 开开心心的好不好 叶飞一听王毅 要组织这么多美女的聚会 当即眼睛都直了 他可是知道 王毅找女人的水准的 竟然能够被王毅说是美女 那自然颜值就不可能低 这么多的美女 一起来他的酒吧里面 那不就是活招牌吗 只要自己稍稍宣传一下 那些男人还不得疯了一样 给他送钱 还是不了吧 酒吧里面太吵了 我想要找一个 适合我们自己人玩的地方 非解你放心 只要你帮我这个忙 好处少不了你的 是吗 那我就先谢谢王少了 嗯 这样的话也不是没有去处 王少你稍等一下 我马上给你回复 好我等着你的消息 王毅挂断了电话 过了一会 灵星也走了过来 王毅嘴角含笑地问道怎么样 他们要来玩吗 灵星浅浅笑着说道 当然 他们一听说 是要和你见面 一个个兴奋的不行 都在谈论着上哪玩好呢 滴滴滴 王毅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消息 抬起头看向灵星说道 去哪玩的事情 就不用你们麻烦了 这个我来安排 你让他们准备好了以后 直接去这个地方就行 滴滴滴 灵星低头一看 是王毅发送给他的一个地址 他抬头疑惑地看向王毅问道 这是什么地方 王毅嘴角微微上扬 笑着说道 嗯 暂时保密 你只要让他们准备好了之后 到这里就可以记得 让他们穿上好看的衣服才是 灵星微微皱眉 可爱地问道 怎么 是我不好看吗 居然还想着看其他的女人 灵星的这句话 便在下意识地询问王毅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毕竟他们也才是第二次见面 但是他还不明白 王毅对他的想法 或者说是他想要更快地 加速他们的进度 王毅站起身 坐在灵星的身边 将他的手握住 用那双看狗 都神情地桃花眼说道 他们怎么能够和你相比 我只是希望 能够在你的同事和朋友的面前 可以留下一个好的印象而已 王毅的话 让灵星微微有些心动 两人坐在一张沙发上 身体紧紧地靠在一起 短时间内 灵星都感到有一些恍惚 他好像真的有些心动的感觉 该死这个男人 也太有魅力了一些吧 灵星定了定神 提醒自己不要过早地沦陷 毕竟还没有和王毅商讨好价格呢 最好是这样 灵星娇羞地说了一句之后 便急忙地低头 假装恢复朋友们的信息 但不断打错自己的手指 却怎么也掩盖不住 他内心的慌张 王毅舒服地揽着了灵星的腰肢 靠在沙发上闭眼休息 当灵星的腰被王毅抱住的那一刻 他身体突然僵硬了一下 他虽然早就做好了准备 但是灵星毕竟还是一个新手 就连恋爱也没有谈过 此时和王毅这么近距离地接触 他的一颗小心脏 也在不停地乱跳着 稳住稳住 你一定要稳住灵星 灵星强装镇定地 向王毅靠近了一下 以此来表示自己的态度 但与此同时 他也并没有做出什么 太过于亲密的动作 毕竟还是要端着一些的 他给自己的那些姐妹 发完信息之后 那些女人一听 王毅要带他们出去玩 一时之间 所有的人都在翻箱倒柜地 找着最漂亮的衣服 画着自己最满意的妆容 足足两个多小时之后 灵星才轻轻地推了 推身边紧闭双眼的王毅 王毅 他们已经出发了 嗯 王毅点了点头 睁开眼睛后 便站起身 朝着灵星伸出了手 灵星犹豫了一会 将自己的手 放在了王毅的手上 任由王毅牵着自己 两人驾驶着黑武士 朝着目的地出发 灵星看着周围 越来越昏暗的灯光 有些不明白 这是要去哪 好像马上就要 驶出护城了 但灵星也没有去询问王毅 他担心会惹得王毅不高兴 在一个多小时之后 灵星才终于重新看到了灯光的 王毅找了一个地方 将车子停下来 两人下车之后 灵星发现 这里居然是一栋别墅 灵星正准备询问王毅 为什么来这里的时候 一辆辆的奔驰车正 朝着他们不断地行驶而来 足足七辆奔驰车 停在了灵星的面前 车上他的小姐妹们 一个个地从车上下来 不断地朝灵星打着招呼 灵星你男朋友想得真周到 居然还给我们安排好了车接我们 是啊 灵星你上哪找到的这么好的男朋友 也不知道能不能给我们 也分享一下经验 要什么经验呀 这不就是有一个吗 我们和灵星这么好的关系 一定不介意的 一群女人叽叽喳喳地不停地说着 他们像是有着说不完的话题一样 永远地保持着精神 灵星看着王毅苦笑着摇了摇头 你别介意 他们就是爱开玩笑 哟 这还没有嫁出去 就开始说我们都坏话了 这要是嫁出去了 可还得了啊 就是 灵星你可真是太过分了 有这么好的男朋友 也不提前带出来 让姐妹们看看 王毅见一群人说个没完 灵星明显有点招架不住了的感觉 便站出来说道 外面风有些大 我们进去 里面再说吧 星星你看 你还没有你男朋友关心我们呢 就是 姐妹们别理他 我们快点进去吧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 朝着别墅里面走去 刚进去 一群人便被惊讶的 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间别墅足足的三层 一楼是一个巨大的娱乐场所 台球 桌上足球 各种各样的桌游 应有尽有 更令众人惊讶的是 在别墅中央的一个像香槟塔 一名甜点师正在不停地制作 各种精美的甜点 摆放在一旁 供他们任意挑选 如果不喜欢吃甜点的话 可以自主点餐 有数名各种菜系的厨师候着 只要是你想吃的 就没有他们做不出来的 这这是一个排队现场 我的天呀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 这么大规模的派对 这些甜点 居然还都是黑天鹅 拉杜利 COVA 黄天元的 这时 一些刚刚上楼上 查看的女生也匆匆跑了下来 惊呼道 姐妹们 楼上还有专门的电影院 足疗室 王毅仅仅只是在这么短的时间 就可以准备这么多的东西 其实这也多亏了叶飞的资源 他向王毅推荐了这个别墅之后 又给王毅推送了一个 专业的派对布置公司 他们可以为你提供 各种专业的服务 只要你钱足够 就可以在他们这里 享受到各种各样的服务 王毅只是和他们说了一个 没有上限 他们便将短时间内 能够提供的最好的 全部给到了王毅 如果时间再充裕一些 甚至能够超出这些人的想象 姐妹们 让我们共拧一杯 来感谢一下今晚派对的主人 一个身穿金色礼服的女人 率先提议 并且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他们共同地拿起香槟塔上的香槟 在欢声笑语中 共同碰杯 Cheers 一群人共同举起手中的香槟 一饮而尽 在一阵大笑中 他们开启了自己的狂欢 王毅看着这么多的女人 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王毅看向一旁的服务员 小声地交代了几句 很快服务员便去为王毅安排了下去 这些女人一个个的不停地上来 和王毅两人碰杯 他们都想要结识一下王毅这种男人 虽然这已经是自己好姐妹的男人了 但是谁能保证 他们能够一直在一起的呢 而且 就算是他们一直在一起了 那王毅这么优秀的男人身边 怎么可能没有几个优秀的朋友 到时候给自己一撮合 那他们岂不是也可以享受 这种奢靡的生活了 二十多个女人 叽叽喳喳在一起 玩着各种的游戏 但却全部都围在王毅两人的身边玩 即使是一局狼人杀 加上王毅一共十二个人玩 剩下的十几个人 就负责在一旁鼓掌和做气氛组 王毅看了看他们 确实好像都有些放不开的样子 很快 别墅的外面再次地开进来了一辆辆的奔驰车 车上走下来一个又一个的人 这些人进入别墅之后 现场的所有女人都开始愣住了 他们没想到 王毅这种事情都给他们安排到了 轻一色的一百八十以上 身高的男直视 个个都有着一双惊人的大长腿 和超高的颜值 王毅笑着站起来说道各位 每人挑选一个不能有剩下的 当然如果你们觉得一个不够的话和我说 我保证全部满足 这些空姐顿时看向彼此 都从对方的眼神中 看出来了渴望的眼神 这种体贴还会照顾人的小弟弟 他们怎么能够抵抗得住这种疑惑的呢 刚开始 他们还不好意思挑选 但是总是有大胆主动的女人存在 当他们看到一个个自己看上的小弟弟 被别的姐妹挑走的时候 顿时别不甘落后的上前带走 他们心中喜欢的 很快一人一个黑直视 便坐在他们的身边 为他们提供着贴心的服务 聊天 摇头子 唱歌 台球等等各种游戏 总之就没有一个 还是刚刚那种围绕在王毅身边 鸽鱼奉承的 王毅看着现场的一切 这才更像是一个派对的现场 刚当的场景 就好像这里的一切 都是为了让王毅开心的一样 这可就有些违背 王毅聚其他们 参加这次派对的初心了 派对们自然是要每个人 都开开心心的才对 反正王毅也对他们之中的女人有好感 只要灵心还在她的身边就好了 这些人玩到开心之处 甚至还当场地跳起来了舞蹈 王毅还是第一次现实中看抖音 这还有种将抖音给搬进家里的感觉 不得不说的是 这些空姐的身材确实顶 一个比一个的好 不过 他们也都有分寸 知道这只是在享乐 和男职士们也只是玩玩游戏而已 并没有想着一个太过分的事情 当然 也有玩得开的人类 总是参差不齐的 只要是两厢情愿的 王毅也管不着人家 灵心全场始终挽着王毅的胳膊 笑着看着场上的姐妹们打闹着 他也很开心 毕竟他们的这一切 怎么说也是有她的功劳在的 如果不是灵心和王毅的关系 他们怕不是很难有这种体验 所以 这也使得灵心觉得面子上有光 出去吹吹风 嗯 灵心轻轻点了点头 跟着王毅走上了二楼 在二楼的阳台上 两人坐在泳池边上喝着酒 这里的夜景又十分的迷人 灵心一时间 都有些不想离开这样的生活了 但他知道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身边的这个男人 如果不是王毅他这辈子 也很难有这种体验 王毅一把拉住灵心 将他抱在怀里面 灵心就这么直挺挺地坐在王毅的腿上 整个人有些拘束 怎么了 怎么感觉 你有些不开心 王毅看着怀里的灵心轻声问道 是这些你不满意吗 不不是的 这些我都很喜欢 我也知道 你做这些肯定是为了我的 灵心的声音越来越小 到后面甚至都有些听不清楚的程度 灵心想了一会 突然鼓起来 勇气说道 我知道 你不会娶我的对不对 王毅一愣 不明白灵心为什么突然会问这种话 王毅一时之间也没有回答 毕竟确实是这样的 他这么多的女人 如果全部都要自己娶她的话 王毅根本做不到 王毅的沉默 让灵心明白 自己的猜想是对的 灵心停顿了一会 继续说道 我知道像你这样的富家公子 一定会被家里面要求 娶一个同样绅士的富家千金的 我是不可能被你的家族给接受的 但是我不要求你娶我 我只希望 你能够不要在以后丢下我 我只是想要和你 一起过一个稳妥的生活 王毅觉得有些好笑 这个妮子 到底是怎么挠不出来这些的 但王毅也没有去说什么 毕竟现在的事态发展 还是朝着好的地方去的 王毅我之前没有交过男朋友的 我还很干净 我也答应和你在一起 但是我想要有一些保障 不知道可不可以 灵心有些紧张的一点点地试探着王毅 他担心王毅听到以后会拒绝自己 我担心我老了之后 你会嫌弃我 所以我想 你以包养我的方式 和我在一起 每个月丢50万 如果可以的话 还需要一个差不多的房子和车子 足够我生活的 我知道这些要求很过分 但是我保证我以后 只有你一个男人 哪怕你到时候不要我的话 我也不会有任何的纠缠的 我可以不去工作 只安心地待在家里等着你的 王毅笑着 捏了捏灵心的鼻子 拿出手机说道 银行卡号给我 啊 灵心有些惊讶 王毅 你再好好地想一下 我不希望太勉强你的 银行卡号给我 王毅的声音 虽然还是一样的温和 但是却透露着一种 不容置疑的感觉 灵心将自己的卡号发给王毅 仅仅只是两分钟的时间 他就收到了一笔600万的转账 王毅这 好了 现在听我说 王毅打断了灵心笑着说道 我一个月给你100万的零花钱 但不是包养你 可以继续做你 想要做的任何事情 包括你现在的工作 我不希望你和我在一起之后 就变得失去了自由 你应该有着自己的生活 这一切都应当是由你自己选择的 当然你也可以随时选择离开我 我不仅不会阻拦 还会给你一大笔钱 让你用作生活 我说这些 你能够明白了吗 灵心双眼琴满了泪水 一脸可怜巴巴地看着王毅 好似下一秒 就会哇的一声哭出来一样 我明白你是傻子 灵心说完 还真的就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没一会就满脸都是泪水的哇哇大哭着 你是个傻子吗王毅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 你难道就不担心 我拿着你的钱跑的吗 灵心没有想到 即使这样离谱的要求 王毅也会答应他 他明白 自己其实并不值得这么多钱的 但是少了他却又甘心就这样 将自己交出去 但王毅却依旧坚定不移地选择了他 并且还直接转账给他 灵心用力地深情一吻 重重吻在王毅的嘴唇上 他拼命地将自己和王毅越贴越近 他似乎是想要将自己整个人 揉进王毅的身体中一般 双手用力地勾住王毅的脖子 呼吸越发的混乱 他像是一时间忘记了 要怎么呼吸一般地 在王毅的耳边大口喘气 王毅 要了我吧 灵心双眼迷离地看着王毅 他明白 自己以后都不可能遇到 比王毅对自己好的男人了 王毅站起身将他抱在怀 灵心就像是一个树带熊一样的 挂在王毅的身上 双手勾着王毅的脖子 将头埋进他的胸里 不敢看着王毅的眼睛 在别墅的三楼就有着很多的房间 所以王毅直接带着他上了 朝着三楼走去 随着两人相拥着起身 一群躲在屋子里面的人 急忙躲进了饮院房中 等两人上了三楼之后 一群人才浩浩荡荡地 从饮院房中出来 跟着两个人上去了三楼 让开点 给我腾个位置 我听不到里面的声音 挤什么挤 一话 我给你们转播 二十多个人 就堵在一个房间门前 大气都不敢喘 生怕自己听不清楚里面的声音 他们恨不得 自己能够拥有透视眼 将房间中的春色 给尽收眼底 他们说什么了 快点说给我们听听 该死 早知道提前在里面放个录像机了 这样 我们就能去影院房中 直接看现场直播了 别急别急 让我好好听听 王 王毅 压到我头发了 不要 一个女孩在那不断地 给这群人转播着 房间中发出的声音 那股浪静 真的好像是在亲身经历一般 这群人都怀疑她的身体 是不是真的有感觉 卧槽 你叫的老娘都老感觉了 你搞得是不是真的呀 操 你说的那不是废话吗 这隔音这么好 我上哪能听到 那你刚刚浪叫个什么劲 我这不是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 给你们配音的吗 要不然咱趴在这干嘛 过干瘾啊 别说话 好像有咯吱咯吱的声音 白痴 你是没有经历过吗 那是床在受力 床为什么会受力啊 不是吧 小杰你是不是在对我们装唇 还是说你真的还是第一次啊 一群人在门口不断地开着黄段子 将一些还没有经人 是刚刚来工作的小姑娘 给说得面红耳赤的 但越是脸红 越是听得津津有味 最后这群人干脆开始开了一场 就独里面的动静 什么时候能够消失的 十分钟 半小时 一小时 各种选项不停地吓住 谁选的十分钟啊 王一长得那么帅 怎么可能就十分钟就结束的 就是 这么帅的人 我光是想想都受不了了 要是真的玩起来 肯定很过瘾 呸 骚蹄子你们懂什么 我看王一的身材很好啊 应该经常锻炼的吧 锻炼 请问 哪个锻炼能练到他的肌肉的 怕不是只有这种方式了 可这种锻炼方式 越练越退步的 不会吧 花姐 你这么说的 我感觉我以后的幸福 可能有些不太幸福了 这个是哪个梦女下的两个小时 你们是想让我家猩猩死在里面吗 你们知道 两个小时 对于一个新手来说 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你会眼红 会忍不住的 想要检测王一的真假 呸 静静你个小浪蹄子 我看 是你想扑上去吧 这群女人就这么的在门口 一直听着里面的动静 刚开始十分钟 这些人还是面带微笑 半小时以后 就已经开始满脸潮红 等到足足一个小时过去之后 里面的动静不仅没有停下 反而越来越大起来 他们实在都能感觉到 灵星再也忍受不住的 发出嘹亮的歌声了 等到两个小时之后 这群人都能从对方的眼睛中 看到惊恐 期待 羡慕等等多种的不同情绪 我的老天爷 这星星明天还能走路吗 我们还是做好 给她请兵家的准备吧 我看 我们是要 失去一个好姐妹了 哎呀 烦死了 你们谁带的 有备用的小妹妹 我得换一下 有的话我自己早就换了 谁还能给你留着呀 姐妹们我听不下去了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们去做足浴吧 在二楼有足浴房 我看那些足浴师傅们 都等好久了 好主意 我要好好地按摩放松一下 一群人又浩浩荡荡地下楼 一窝蜂地冲进了足浴房间里面 但他们口中那些黄色擦边的话 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令谁听到了 都感觉到炸裂的存在 一群女人第二天 才悠悠地醒了过来 他们昨天一天 实在是聊得太开心了一些 以至于他们都忘记了 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 他们看了一眼 时间已经是早上九点钟的时间了 姐妹们 你们说 那小两口现在在干嘛 会不会发起二次进攻呢 几个人对视了一眼 突然全部怀笑了起来 顿时全部蹦下床 朝着两人的房间摸索了过去 但是听了半天 也没有听到 里面有半点的动静 不是吧 两个人难道还没有睡醒 很有可能 毕竟我要是灵星 我也舍不得从美梦中醒过来的 你们在干嘛 我们在听你和灵星做什么呢 嗯 几个人瞬间反应了过来 急忙站起来 看着身后的王毅 此刻的王毅 身穿着一身的紧身运动服 刚刚健身完洗完澡的他 头发微微湿润 紧身的运动服 将他的身上线条 给衬托得完美至极 一群女人的脑海中 顿时同时想起了一个声音 我的天哪 这样的男人也太完美了 所有女人的眼中 都闪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小星星 谁能拒绝一个这样有钱帅气 出手大方 还酷爱健身的男人呢 很快 他们之中有人率先反应了过来 看着王毅笑着说道 王总 我们就是看看 你们起床了没有 想着给你们做点吃的呢 一群女人尴尬的笑了笑 对对对 我们就是想要做点什么 王毅笑了笑说道 不用这么麻烦 早餐我已经让他们再准备了 哦对了 我还让人送了衣服过来 等下你们吃完饭简单的洗漱后 他们应该就能到了 你们随意挑选 不用跟我客气的 真的 谢谢王总 这群女人确实是没有想到 王毅能够这么的贴心 简直就是将所有的事情 都事无巨细的给他们安排好了 遇到这样的男人 就给了吧 不用这么客气的 你们都是星星的朋友 就是我的朋友的以后 也不用叫王总 如果可以的话 叫一哥就可以了 嗯嗯 谢谢一哥 一群女人甜甜的叫着 内心开心极了 好了 你们快去吃饭吧 王毅说 晚便直接推开了 房间门走了进去 王毅刚一进门 灵星就从床上爬过来 紧紧地抱着王毅的腰 不停地在王毅的身上 蹭来蹭去的 用力地嗅着王毅身上的味道 这种感觉 让他感觉非常的甜蜜 王毅笑着揉了 柔灵星的头发 灵星像是一只小猫咪一样 主动地在王毅的手上蹭了蹭 不再睡会了吗 嗯 我想你 想得睡不着 刚不如恋爱的情侣就是这样 总觉得一眼看不见对方 就会时时刻刻地想着对方 恨不得马上就能够看得到对方 王毅将灵星抱到了床上 笑着说到身体还没有恢复 就不要乱动 等一下我让人送上来一下早餐 你就好好地休息一下 嗯 灵星乖巧地点了点头 两人在房间中又腻歪了好一会 此时楼下的众人刚刚洗完澡 从淋浴间出来 这栋的别墅设计得很奇怪 淋浴间就是能够做到 几十个人同时洗澡 甚至就连房间的床 都是能够容纳四五个人 同时躺下睡觉 都是没有问题的 最关键的是在这栋别墅中 你能够看到的安全出口 就会有商品 这些可能就是专门 为一些爱玩点多人游戏 又怕自己老婆茶房的人准备的吧 一群空姐刚洗完澡 披着浴巾出来 就看到了大厅之中 摆放了十几个衣架 而在衣架上 是各式各样的衣服和包包鞋子 这些还全部都是大牌子 爱马仕 香奈 迪奥 圣罗兰 各种各样的大牌子都有 而且 这些衣服和品牌 还在不断地增加 不停地 有各个奢侈品的工作人员 正在不断地将准备好的衣服 挂在衣架上 我的天 我这是来到天堂了吗 谁敢相信 我在这别墅里面 这确定不是一家奢侈品的商场吗 这 这些衣服 真的可以让我们任意挑选吗 我做梦买菜 都不敢做这样的梦 呀 死女人 你掐我大灯杆吗 希希 我好告诉你 这不是梦啊 你这么怕我掐杆吗 难不成还能有婴儿哺乳液啊 去你的 你才生过孩子呢 一群女人 只是稍微矜持了一小会的时间 便再也忍受不住的上前 将自己的喜欢的衣服 全部挑选了一遍 这些衣服 大多只是带了三套左右 不过这些空姐们的身材都比较好 都是只需要准备S码 几个别的款式 准备个M码就可以 有些比较新款 和比较潮流的款式 哪怕他们带了五件 也还是有很多的其他人想要 王毅也全部都提前的交代好了 他们只需要 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就可以了 等待这些贵姐回到店内之后 便会第一时间 找人将衣服 送到他们的指定地点 王毅的贴心 再一次地惊讶了这些女人 光是这一次的奢侈品消费 这些女人猜测 所需要花费的金额 就不低于千万 他们突然觉得 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就是加入了这个航空公司 认识了林心这个女人 这还真的成了一人得到 鸡犬升天 等这群女人挑选完衣服之后 又积极喳喳地说了好久 又饱饱地吃了一顿早餐 王毅和林心 这才一起下楼 等两人刚一出现 这群人便瞬间地安静了下来 看着两人不敢说话 王毅看着这些人笑了笑 干嘛都这么严肃 好像我欺负你们一样 没 怎么会呢 一哥对姐妹们这么好 我们感激还来不及呢 是啊 我都从来不敢 买这么贵的衣服呢 是啊 我们那点工资 我平常都不敢 往这种店多看一眼的 林心笑着和王毅 对视了一眼说道 大家要是真的觉得 工资低的话 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 王毅在楼上的时候 已经和林心 将自己的想法说过了 王毅想要开一家 MCN传媒公司 而这家公司 现在最缺的 便是一些博主 王毅让林心问一下 这些姐妹们中 有没有关于现状的 如果有可以尝试着 加入他们 做一个博主来赚钱 而至于这些人的流量 和其他的摄影师 文案这些 则全部由王毅来提供 只要他们选择了王毅 剩下的一切 交给王毅便可以了 而这也只是王毅 想要迈出去的第一步 他必须要将自己的名号 给打出去 让一些人听到自己的名号 便不再敢有 任何的其他想法 接下来的时间 林心将薪资待遇的事情 和这些人讲了一遍 瞬间便将这些女人 给震惊住了 最离谱的是 王毅不会和他们 签长期的合同 只签一年的 一年之后 有任何的其他的想法 都可以随时的退出 要知道 这在其他的MCN机构里面 你想要退出 没有高昂的违约金 是绝对不可能的 而且那些MCN机构 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们不会去管你的任何运营 你的所有的文案要自己写 摄影师 你要自己去求着人家拍摄 最后赚的钱 还要大部分全部给公司 而在王毅这里 这些全部由王毅提供的同时 还对他们的薪资 有很大的保障 只会比他们现在的多 而不会少 接下来的时间 王毅并没有参与 王毅将这家别墅 租下来了三天的时间 任由他们在这里玩就可以了 王毅只需要零星到时候 给他一个名单就可以 至于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加入 王毅其实有一个 大概的心理预期 毕竟自己的 虽然已经做得很大方 让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实力 但是这个年代 没有那么多容易 轻信别人的人了 他们肯定会深思熟虑一番的 而现在王毅要做的是 如何先将自己的名声 给打出去 这样才能够招到更多的人 而这办法 王毅也早就有了想法 王毅下午 约了白若雪和林月蒙 上一次的视频 因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并没有成功地拍摄 所以 王毅约了他们下午重新拍摄 场地还是之前的哪个赛车场 等王毅到达的时候 白若雪和林月蒙已经到了 王毅 好久不见 白若雪也没有了之前 那股大大咧咧的样子 就连一直在王毅身边叫嚣的林月蒙 也一时间有些未手未脚的感觉 他们上次在公安局 见到王毅的能力之后 便被深深地震撼到了 他们不明白 为什么都是差不多的年纪 王毅却可以做到这个样子 不是吧 你们两个今天像是转性了一样 不论怎么样 我们也都还是朋友的吧 王毅简单地和两个女孩 插科打混了一番 很快便将气氛给划开 三个人有说有笑的 毕竟白若雪和林月蒙 两人也不是什么性格沉稳的人 他们也不想和王毅之间的关系 太尴尬了 他们刚开始也是一时之间 不知道如何和王毅接触下去而已 在看到王毅这么随性之后 也是很快地彻底打开了自己 三人聊了一会的时间 梦浩带着小白两个人 也陆续地赶了过来 几人将今天所要拍摄的视频 给讨论完之后 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拍摄 而预计这条视频 最后能够剪出来的内容 也只有半分钟左右的时间 以此也能看得出来 白若雪对于视频的要求 到底有多高 最后梦浩两个人 将视频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处理后 经过白若雪的同意 便带回去进行最后的精细处理 两位美女不知道 今晚能不能赏个脸 让我有机会 能够与你们一起共进晚餐呢 王毅脸上保持着微笑 像是一个绅士一样的 邀请着白若雪和林月蒙 王毅的这副样子 也冲淡了一些两女的疲惫 哼 本姑娘今天心情好 就给你这个机会吧 林月蒙说完 蹦蹦跳跳地 带着白若雪 朝着自己的机车过去 萌萌 你今天自己骑车好不好 林月蒙不可置信地看着白若雪 若雪姐 你什么意思 你要跟着这个大坏蛋 坐一辆车啊 萌萌 我实在是太喜欢这辆黑武士了 刚好今天王毅有时间 我怎么能不好好地尝试一下呢 白若雪本身就是一个车迷 要不是家里馆的延丸 不起这么贵的车的话 也不会去混击车圈了 若雪姐你变了 你不爱我了 林月蒙没想到 白若雪这么快地就叛变了 狠狠地瞪了王毅一眼之后 气鼓鼓地朝着自己的小幼兽走去 大坏蛋 胆动我的若雪姐你试试 林月蒙一路上骑着自己的小幼兽 跟在黑武士后面 一开始还能勉强地跟上 随着后面白若雪越来越疯狂之后 林月蒙彻底地看不见了黑武士的后尾灯 等林月蒙到达火锅店的时候 王毅和白若雪 已经将菜点好等了他半天的时间了 林月蒙气鼓鼓地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 用两只愤怒的眼神死死地盯着王毅 白若雪看着林月蒙这副娇蒙的样子 笑了笑 王毅 你有什么事情现在就可以说了 和我们不用做这么多的铺垫的 王毅微微有些诧异 你怎么知道我有事情要和你说 是我们 我们两个 林月蒙见王毅将自己排除了出去 一脸气愤地在一旁补充了上去 白若雪用湿巾将手擦拭干净后说道 你可不像是会单独找我们吃饭聊天的人 而且今天居然主动地约我们出来拍摄视频 肯定是有事情和我们说的 聪明 王毅见白若雪这么的直接也就不想 再打那些弯弯绕绕的 若雪你有没有想过开一个MCN公司 MCN公司 白若雪微微有些诧异 要说没有这个想法是假的 但是她的粉丝量也才几十万 而且根本没有那么多的资金给她用 她家里民是有点能力 但她爷爷是从政的 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的钱供她挥霍的 没错 我最近想要开一个MCN公司 如果你有同样想法的话 我想聘用你 白若雪思索了一会摇了摇头 我还是不太想签约公司 我一个人自由习惯了 不 你误会 我的意思了 白若雪抬起头看向王毅 王毅便继续说道 我不是想要签你做博主 而是想让你成为我公司的总运营 我 没错 你的视频我看过每一条 都是你精心策划和设计的 你在这方面绝对有着非常高的天赋 这一块交给你来做 是我最优的入选 王毅像是一个画师一般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 将自己的计划 全部和白若雪讲了一遍 虽然听起来有些话大饼 但是王毅有着比任何人 都厉害的一个优势 那就是他的现金流 夸张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地步 只要你的现金流足够的厉害 这世界上99%的问题 都会迎刃而解 就拿视频投流这件事情来说 所有的博主也好 MCN机构也好 他们都要考虑一个问题 那就是 这次的投流 投多少才能让自己的收益 是成正比的 如何投流 才能让自己有流量的同时 又不会白白地花掉这个钱 换句话就是说 如何能够将100块钱 当成1000块钱花 而王毅就不要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他可以直接将投流给拉满 他不需要考虑 这个投流是否有效 反正我不在乎这个钱 别人将100块钱 白成1000块钱花 而他从一开始 就是一块钱 当成一万花的 说不心动是假的 白若雪是一个 有着自己想法的人 奈何因为家庭的原因 没有办法去实现 而现在的王毅 给了他一个 可以直接发展的平台 他也很想要试一下 自己的能够做到哪一步 也想要向自己的家庭展示一下 自己不是别人口中的 那个大小姐 白若雪看了一眼 身旁的林月蒙 叹了一口气后 看向王毅说道 嗯 我可能需要考虑一下 王毅淡淡笑道 当然可以 三天的时间够嘛 白若雪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好 那我等着你们两个的好消息 我 林月蒙指了指自己问道 我也可以加入的吗 当然 你的能力 大家也都是能够看在眼里的 王毅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是其实是想要用 留下林月蒙的方式 来让白若雪 向他这边的天平 更加倾斜一些 王毅走后 林月蒙看着一旁 还在纠结的白若雪 轻声说道 若雪姐 你不是一直希望 能够做出一些事情 给家里人看看的 我为什么还会这么的纠结 白若雪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可能是我 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我怕我做不好 到时候 反而会给王毅 带来很多的麻烦 白若雪的想法 其实很简单 如果这些钱 是他自己的出资建立的公司 那么就算是全部赔进去 他也一点不会觉得心疼 反而是从中吸取教训 在下一次的时候 进行改正 可这是王毅的钱 如果他将钱赔的 什么都没有了 那他真的是没脸 出来见见人了的 可是 他自己偏偏又 拿不出来这个钱 若雪姐 你要相信 你自己的能力的 我相信王毅那个大坏蛋 也一定是看中了你的能力 所以才会选择你的不是吗 白若雪听到林月蒙的安慰 还是点了点头 道理每个人都明白 但是却依旧没有人 能够选好答案 因为往往他们的这些选择 和自己身边的多种事情 紧紧相连 王毅驱车回到了公寓之中 刚回到家 就看到张灵刚 好出门扔垃圾 小叶 你回来了 张灵依偎在门上 笑意盈盈地看着王毅 就像是一个 在等待自己的丈夫 回家的小妻子一样 王毅上前 将张灵揽在怀里面 怎么还没有睡觉 南南说 好几天没有看见你了 有些想你 我刚刚才把他哄睡着 张灵找了一个 舒服一点的姿势 在王毅的胸口 蹭了蹭他很喜欢 依偎在王毅怀里的感觉 王毅将怀抱 里面的张灵抱得更紧了一些 这几天有些事情要处理 没能一直陪着你们 等我全部忙完了 好好地找几天 带你们出去玩 张灵从自己的怀里 松开对世上他那双胡媚眼 坐坐 坐一次能够吗 王毅看着张灵 刷得一下红起来的脸 顿时更加的心动了起来 张灵无论是经过了 和王毅多少次的相伴 也依旧还是这么容易脸红 这一点让王毅 看着胃口大开 不等张灵回答 王毅便直接将张灵抱起来 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 张灵惊呼一声 便随时躺在了王毅的怀里 任由着王毅 带着自己走进房间里面 他这个年纪 正是如狼似乎的时候 张灵虽然年龄已经三十多岁 但是他的身材和脸蛋上 却没有因为年龄的原因 有任何的变化 就好像岁月的痕迹 从来不曾在他的脸上出现过一般 可越是这样 他的情欲越发地高涨 平日里用那些小玩具 玩到手算得不行了 也没有感觉到有多么的止渴 但是王毅不同 王毅像是一个火火山一样 总是保持着精力充沛 终是能够在他需要的时候满足他 他就像是一个干枯了多年的泉眼 只有在遇到王毅的时候 才彻底焕发生机 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清凉解渴的泉水 两人经过了一个美好又疯狂的夜晚 等王毅睁开眼的时候 已经是早上九点了 张灵推开房间门 看到已经睡醒的王毅 十分幸福地笑了笑 你怎么这么快就睡醒了 不再休息一会了吗 张灵这些年早就习惯了早起 他刚刚将女儿送到了幼儿园之中 便来到了王毅的房间 原本他想要再次偷偷地钻进王毅的被窝 好好地抱着王毅休息一会的 但是没有想到 王毅这么快就睡醒了 哥哥哥 张灵被王毅哄得直笑着 这么说你睡不着 还全怪我得不睡了 那当然 你还我美梦来 王毅说着便对张灵上下起手着 张灵得喘息声渐渐地越来越加重 王毅不要早饭已经做好了 先吃点东西好不好 王毅翻身将张灵压下 在张灵的红唇上 用力亲吻了一下后说道 可以不过 你才是我更想要吃的早餐 张灵在王毅的攻击下 慢慢地放弃了抵抗 他彻底被王毅给攻陷了 过了好久的时间 张灵才如释重负地常常 呼出一大口气 他居然发现 自己已经开始有些承受不住王毅了 不都说他这个年纪 正是贪吃的年纪的吗 为什么反而他还有种被撑着了的感觉 张灵看向身旁的王毅担忧地说道 小叶 以后还是不要这么勤得好 不然会对身体不好的 张灵一方面十分地渴望和王毅的相容 但一方面又十分地担忧 毕竟王毅的年纪现在还小 根本看不出来什么 但是过几年 难保身体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那到时候 自己这座泉眼岂不是又要干枯了 王毅用手将张灵眉头上 一缕被汗水打湿的秀发 缓缓挽起 放心吧 我的身体不会出现问题的 这些事情你不用担心 开玩笑 王毅的身体经过了系统的多次强化 早就不能用普通人的标准来形容 而且苏小悠那小妮子的黄金肾 也马上就到手了 到时候可就有得张灵的苦头吃得 哼 张灵冷哼了一声说道 那你到时候身体出现了问题 可不要怪我说 是因为我才操劳过度的 怎么 这是对我的实力产生了怀疑 王毅怀笑着将准备向张灵动手 让张灵好好地看清楚自己的实力 这一下下的张灵连连求饶 小一不要小一 我还没有休息好呢 好老公 求求你放过我吧 我再也不乱说了 张灵的求饶让王毅的色心更长 但是却还是放开了张灵 张灵看样子的确是很难有多余的力气 拿出来了 他整个人就像是一摊烂泥一样的躺在床上 连动几下的力气都很难有 张灵见王毅放弃之后 才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但很快便再次地被一种莫名的空虚感给 慢慢地占领 他似乎突然觉得有些失落 有些后悔 刚刚为什么要阻止王毅继续下去 但这些他却又不会说出来 只是努力地将王毅越抱越紧 恨不得将自己整个人都揉进王毅的身体里面 灵姐 嗯 我在呢 王毅看向张灵问道 我想要开一家MCN公司 你觉得怎么样 张灵思索了一会 才慢慢地说道 MCN吗 现在这个行业确实很有势头和风向红利 但是这一层目前也已经有了很多的有实力的MCN公司 想要这个时候进军可能有些困难 张灵虽然很久没有在生意场上工作过了 但是却习惯性的原因 在这方面的一些东西 他还是有关注的 MCN公司的市场需求还在不断地增长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 一些消费者对于优质的内容需求都在日益增加 无论是短视频 图文 直播等形式的内容都拥有着大量的受众 一些品牌方面也更加地重视 通过内容营销来推广产品和服务 这也给了很多的MCN公司广阔的空间 而还有现在的人工智能 大数据 云计算技术支持 全球化的推展 拓展海外市场的同时 引进国外的优质内容等等 但同样的MCN目前要面对的问题也相当地多 张灵将自己认为的一些MCN优点 简单地和王毅说了一遍之后 便开始着重说起这其中的危险 现在的MCN机构分为很多的种类 其中以美食 旅游 科普 美妆等等 而大多数的公司选择将其中的几个点 全部开始多元化地发展 但这样的原因是 他们没有办法去对旗下的博主 进行一个统一的培养和扶持 所以 他们只能让博主自己 将各种的赛道全部尝试一遍 直到尝试到了适合他们 能够让他们爆火的赛道 但这种的劣势也很大 前期的博主很难有较高的收益 因为他们并不能给公司带来收入 这样就面临着 博主会坚持不下去退出的选择 而这个时候 MCN公司为了能够留下对方 或者说是保留廉价劳动力 更加的合适 MCN公司会在前期让他们签下合同 而合同最少也是三年 岂不你 如果想要在这段时间退出 那么你就要赔付一大笔的违约金 而其实这种还不是最糟糕的 最起码 这种还在给你找适合你的赛道 而有一些 就是签了合同之后 完全的不再管你 让你自生自灭 他们赚的 就是你的违约金 也只有一些大的MCN公司 能够做到统一的赛道 比如大家都知道的风群 无忧等等 还有很多就不说了 我怕显得我很像是在水文子 王毅听完了 张灵将其中的优劣事说完 也是点了点头 他自己也知道 这其中的水有多深 就好比最近晚上出现的一些大事件 吞金兽 蟹卡 白天抓螃蟹 红薯粉 没有红薯成分等等一系列的事情 正是因为博主的参差不齐所导致的 因为这其中要搞定的东西 和注意的事项实在是太多了 灵姐你放心 这下 我早就做好了打算的 我能够提出开MCN公司 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一部分底气所在的 张灵点了点头 他也能够明白王毅的想法 而王毅的能力他也是有目共睹的 哪怕在不计 还有他在呢 他完全可以在王毅的身后 给王毅出谋划策 嗯 你既然已经做好了打算 那就放开了去干 有什么我能够帮到你的 你尽管和灵姐说 王毅黑黑笑了两声说道灵姐 我还真的有点小事 可能需要你帮帮忙 张灵笑了笑说道 有什么你就说吧 跟我还这么客气 也没有什么大事 你也知道 我在护城这边并没有认识的人 所以我想着 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个有能力的人 最好是在财务 和对于护城这边的资源和人脉很强的 张灵点了点头 他明白王毅要做什么 毕竟开公司 一定要有场地 员工 装修 宣传 客户等等一系列的事情 而拥有一个较强的人脉 一定是最重要的 因为他能够为你摆平这一切 张灵思索了一会说道 还真的就有这么一个人 等完一会 我联系一下他 我带你去找他 张灵虽然不在商海多年 但是护城中 还是有着他的很多故事存在的 一些人 还是要给他一些面子的 毕竟张灵当年带出来的那些人 现在可都是护城了一些 有头有脸的人物 嗯 那就谢谢灵姐 臭小子 和灵姐还这么的客气 只要你开开心心的 我什么不依着你啊 王毅嘴角微微的上扬着 真的什么都依着我的吗 当然了 我这还能骗你不成 张灵刚说完 突然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他惊慌地看着王毅 只见王毅真的朝着他扑了过来 一脸欢笑地说道 既然你说什么都依着我 那我们就把刚刚的事情 给续上好了 休息了这么久 你的体力应该也恢复得差不多了的吧 张灵没想到 王毅到现在 还有着这么高涨的情绪 你不要命了 还要来 跟你哪有够的 死在你身上 我也心甘情愿 王先生您好 我是工商营商护城分行的负责人 韩卓妍 张灵和王毅两个人 好好地休息了一天之后 第二天 张灵便带着王毅 来见茶楼见了一个人 而这个人 正是王毅面前 穿着小西装的韩卓妍 韩卓妍看着有35岁左右的年纪 留着一头干练的短发 正在不停地打量着王毅 王毅轻轻握着女人的手 微笑着说道 您好 韩行长能够认识您 真的很高兴 张灵在一旁看着两人 轻轻笑了笑说道 你们就不用这么客气了 快点坐下吧 张灵指着韩卓妍说道 小一 你就跟我一起叫韩姐就可以了的 韩姐之前是专门负责 我的资金业务的 虽然我后来退了下来 但是韩姐的能力 也是一直很专业的 不然也不会做到 现在的护城负责人 韩卓妍笑着摇了摇头 那还不是多亏了张灵你 没有你当初那么信任我 我也不可能有信心 做得到现在的地步 两人互相客套了一番之后 张灵才开始 进入主题主动地说到韩姐 我在电话里面 也和你说过了 小一他想要开一个MCN公司 但是有很多的方面 他还是很单薄的 所有需要一个得力的帮手 但是我又退出了很久的时间了 所以 我第一时间便想到了你 不知道 韩卓妍看着王毅打量了一番说道 王先生能够有您的支持 想必未来的路 一定可以走得很长的 现在年轻人的思路 我也很能跟得上的 韩卓妍话还没有说完 便看出张灵有些着急 他笑着说道 你别着急 我没有说这件事情 就完全地不帮 韩卓妍说着 冲着一碰招了招手 一位同样身穿着 职业小西装的女人走了进来 丁检测到异性信息 异性资料 姓名 叶新竹 年龄 24岁 魅力值 95 摔跤人数 零 王毅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这个女人一副的干练 看起来就是一副女强人的打扮 叶新竹走到三人身边 露出一副职业性的笑容 和三人轻轻点了点头 韩卓妍指着叶新竹说道 这个是我的侄女 同时也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徒弟 她的能力 两位也可以完全地放心 我看 如果可以的话 不如这个事情 就交给她来做怎么样 张灵微微侧目 看向一旁的王毅 王毅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张灵明白王毅的意思之后 便看向韩卓妍继续说道 韩姐把这么宝贝的 一个徒弟交出来 真的不会心疼的吗 张灵 你真是会拿我开玩笑 你轻易开口找 我办的事情 我当然知道 这其中的厉害之处 新竹她也刚好 差一个好的机会 来表现自己 这次也算是给她杜杜金 留下一个好的履历才是 邪新竹也很是时宜地 拿起一旁的茶壶 给张灵和王毅续上茶水 并柔声细语地说道 新竹提前谢过两位的栽培 王毅按吃惊 这个女人果然聪明 他们明明还没有答应下来 但是这个邪新竹 张灵看着叶新竹 满意地点了点头 她将面前的茶水 拿起轻轻地抿了一口后 再次放下 没有再说话 而韩卓妍和叶新竹 也明白了张灵的意思 对方既然喝下了她敬的茶 那就是答应了下来 那既然这样 我也就不用多说到了 接下来的事情 你们自己谈就可以了 韩卓妍起身 正准备离开的同时 对王毅说道王先生放心 新竹同意下来的同时 虽然会辞去银行的工作 但是以新竹对于 工商银行的了解 这方面的问题 你也完全不用担心 韩卓妍的意思 很明显就在告诉王毅 叶新竹有着 关于工商银行的这层关系 并且在里面有着 属于自己的人脉 但是同时也是在警告王毅 不要对邪新竹有什么想法 她可是邪新竹的姑姑 不管什么时候 叶新竹都有着她作为后台 王毅心中微微有些发苦 但还是站起身说道 多谢韩行长这次的帮助 以后有什么我能够帮忙的 您尽管吩咐 韩卓妍满意地点了点头 便准备离开 张灵吉忙站起身 去送韩卓妍 并且给了王毅和叶新竹 两人单独相处的时间 两人离开之后 王毅才有时间 认真地打量邪新竹的颜值 一张极为好看的鹅蛋脸 精致的五官 上化着淡淡的妆容 整个人搭配上身上的小西装 看起来极其的淡脸 王毅清了清嗓子之后说道 叶小姐不知道 对于工资待遇这一块 有什么要求呢 邪新竹没有说话 而是摆出一副下位者的态度 为王毅再次地蓄上茶水 王先生不必在意韩行长的话 我能够为王先生 您做的事情有很多 而至于薪资的问题 那就要看王先生觉得 我值多少了 邪新竹称呼韩卓妍行长 便是向王毅表达 这是工作完全不用在意 刚刚韩卓妍的警告 工作上他出现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及时地提出 但同时也在试探着王毅 他想要看看 王毅能够出多少钱 如果王毅等下给的薪资待遇 远远低于他的期待薪资的话 王毅丝毫不会怀疑 叶新竹会扭头就走 真是一个强力和果断的女人 不过也正是这样的女人 王毅用起来才放心 最起码能够证明 叶新竹是真的有真本事 在身上的 王毅威威敏了一口茶水说道 现在的公司还完全地建立 不如等我们将前妻工作做完之后 再考虑这个问题怎么样 到时叶小姐也可以看一下 我们公司的规模 是否符合叶小姐您的想法 叶新竹微微手中 拿着茶壶的手 微微停顿了一下 随后继续为王毅蓄上茶水 王先生说的有道理 那我们就先将前妻的工作做完整 这些事情目前来看 确实是不太重要 叶新竹刚刚只是稍稍思虑了一下 便明白了王毅的意思 王毅是想要在建立公司的这一段时间 好好地看一看叶新竹的真正能力 面试本来就是一个相互选择的事情 只有他拿出真的本领 王毅才好出嫁 不然仅仅只是见上一面 王毅就给出一个 符合他心目中的薪资待遇 那才有鬼 到时候谁知道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现在两个人之间的办法 才是最合适的 也可以办这个办法 叫做事工实习期考察期等等都可以 那不知道叶小姐觉得 我们目前应该要做的事情 都有哪些呢 叶新竹心中一宁 来了 王毅率先开始考验他了 不过这个问题对于叶新竹来说 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根本没有任何的难度 不知道王先生 对于我们公司将来的公司定位 有没有一个明确的业务范围 目标客户群体和发展方向吗 叶新竹很快就将问题抛给了王毅 王毅见这样试探下去 也不是办法 唱歌等等这些方面的账户 而至于客户群体则比较清晰了 广告商 商演 慢展等等 这些其实也不需要王毅去讲 因为只要是MCN的这些 其实都大差不差 叶新竹也很快的 就也说出了以后的一些流程 那目前需要做的就是 租办公厂地的同时 注册公司并确定公司类型 以及税务登记 银行开户和一些其他的后期工作 招聘员工 完善各个部门 办理相关许可证等等 王毅点了点头 明白了叶新竹说要表达的意思 能动用一下您的资源 我想要买下一栋写字楼 买下一栋写字楼 叶新竹微微有些皱眉 公司还没有开始盈利 王毅居然就想着 要购买一栋写字楼办公用 也不知道 王毅到底是真的傻 还是真的凶有成竹 有什么不对的吗 没有 只是现在护城的地段价格 您也是知道的 想要购买一个好的地段的园区 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些人仅仅只是靠这个园区收租 每年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这些人一般是不会出手的 王毅也明白 叶新竹的话很有道理 但是他还是觉得 用自己的更加安心一些 没有关系 你尽量去找 能够找到是最好的 如果不行 再说租的事情 叶新竹轻轻点了点头 王毅继续说到人员的问题 先不着急 先把场地选好之后注册公司 到时候才更好招牌 王毅看着叶新竹 将这些记下来之后 便点头继续说道 目前就只有这些 其他的一步一步的来 不用太着急 这样会遗漏很多东西的 那既然王先生 没有需要交代的话 那我现在就马上 去寻找合适的场地 嗯 两人起身握手后 叶新竹便转身离开了茶楼 等叶新竹离开 张灵才从一旁 笑眯眯地走了出来 来到王毅的身边 韩卓妍也真是的 居然找了 这样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过来做你的助手 王毅一把将张灵 给搂住在他的耳边 轻声说道 怎么 你吃错了 张灵娇称地推开了王毅说道 可不是吗 毕竟年轻漂亮的女人 哪有男人不喜欢呢 张灵也只不过是 但是他并没有去说什么 他的想法很简单 只要王毅能够 陪在他的身边就可以了 其实你想要让我 没有办法去关爱其他的女人 也很简单的 张灵看着王毅 一脸坏笑的样子 狐疑地问道 什么办法 那就是提前扎干我这样 我不就没有精力 去找其他的女人了吗 张灵扑斥一声地笑了出来 随后担忧地看了看四周 发现没有其他人之后 才小声地说道 等回去让你吃不了 兜着走哼 也不知道是谁吃 王毅和张灵 又经历了疯狂的一晚 张灵嘴上说得挺厉害 但是却并没有什么用 最后还是他连连求饶 让王毅放过自己的 王毅睡醒之后 简单地洗漱了一下 便下楼开着黑武士 朝着之前的那家火锅店出发 很快 王毅走进火锅店之后 白若雪和林月蒙 已经在这里等他很久了 王毅坐下之后 白若雪将上次拍摄好的视频 拿给王毅看了一遍 王毅不由地暗暗点头 经过精修过的视频 的确很不错 而且 这里面的大多数镜头设计和对话 都是白若雪设计的 保证了能够在最短的时间 用最精炼的话 表达出最丰富的想法 这方面 王毅对白若雪 还是非常有自信的 怎么样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就发不出去咯 王毅并没有直接回答白若雪 而是问了一个其他的问题 上次我和你说的事情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白若雪听到这个问题 微微有些走神 但很快变点了点头 我可以尝试一下 但是要提前说好 如果哪里做的不好了 你可要提前给我指出来才是 王毅笑了笑说道 那是当然的 到时候 你不要怪我太严厉就行 王毅随后继续说道 那你这条视频可以发了 但是要选择是和我共同创作的 啊 共同创作的 白若雪有些惊讶 但很快白若雪就反应了过来 王毅你决定露脸了 我那些粉丝 可都在等着你出现的呢 王毅笑了笑说道 没错 这个就当做是我们公司宣传的第一步了 白若雪微微有些愣神 一时间没有能够明白王毅的意思 王毅看着有些不明白的白若雪解释道 既然他们这么想要看我 那我就大大方方的给他们看好了 刚好可以宣传我们的公司建立 好好地蹭一下你这个大网红的热度 你就嘲讽我吧 我一个几十万粉丝的 哪里算是什么大网红 白若雪随后继续说道 不过 你这一波操作 肯定能够将那些女粉丝给迷死的 白若雪上次和王毅的那条视频溢出来 迅速让他涨粉了三十多万 即使是到了现在 还是有不少的女粉丝在问王毅 什么时候肯说出自己的账号 王毅什么时候 能够再次出一条视频 光是前几天 他在粉丝群说 视频已经拍好了 正在剪辑 就已经让这群女粉给激动得不行了 白若雪将视频设置好后 询问了一下王毅的抖音号 听到王毅的名字后 一时间有些觉得耳熟 在选择共创人员之后 白若雪看着上面的那个头像 一下子愣住了 没想到之前在他的直播间 刷了一连串嘉年华的 就是王毅 那个叫做一神的神豪 真的就是他 王毅笑了笑没有说话 等白若雪将视频给发布出去之后 才刚刚等了三分钟的时间 那些等了好几天的女粉丝 便不停地点赞和评论 三分钟就已经上千的点赞 和四百多的评论 白若雪看着这条视频的数据 连连摇头 自己这么苦心地去设计视频 和拍摄视频 结果还没有王毅露脸来的效果好 不过这也不能忽略王毅的颜值 和王毅的那辆黑武士 只要是稍微查一下 就能知道这辆车的价格 再搭配上王毅 和昨晚上在我被窝里面一样的帅 不仅仅人长得这么帅 还这么有钱 上帝到底关了 我家哥哥哪扇门啊 等等这个账号是我老公的吗 里面怎么没有我老公的照片啊 这让我晚上用什么自我开导啊 我老公这是要 准备报出自己的信息了吗 我是不是很快就可以经常看到他的视频了 一天三条视频不过分吧 姐妹们关注走起来 让老公看看我们的态度 一时间王毅的后台提醒不断的 仅仅只是十分钟就涨粉了两万 而且还不断地有女孩给他发私信 问他睡不睡粉的 如果睡他可以 现在就把自己打包送上门 王毅苦笑着没有去理会 关闭了手机 看着对面的白若雪 还正在不断地回复着评论区的一些问题 但是也都是一些模模糊糊的回答 并没有明确 这个就是王毅账号的同时 也没有说王毅后期会不会更新视频 反正就是一切都不明确 全凭他们自己去猜想 这样子才能够让谈论的声音更大 才能有更大的流量 接下来的两天的时间 王毅的这个账号 已经有了20万的粉丝量 而且王毅预估着 最少有80%都是女粉丝 毕竟不会有男的关注一个 什么都没有了账号的 而白若雪那边的视频热度 也在居高不下着 短时间白若雪连评论都回复不过来 王毅则直接让白若雪 重新发布了一条视频 视频的内容则是在三天后 会开一场直播 到时候会有神秘嘉宾 一起出镜直播 回答大家的问题 一时间这条视频 再次引起了一波热浪 所有人都在谈论 这个神秘嘉宾 会不会就是王毅 然而不论他们怎么问 白若雪也都不再回答 只是告诉他们 等到了直播 他们就全部都知道了 这种答案就在嘴边 但是又搞不清楚 到底是不是真的答案的感觉 一时间就像是有一只小猫 正在用爪子不停地 挠着他们的心一样 令他们不停地 想着这件事情 同时也在期待着直播的到来 王毅的操作 让白若雪暗暗吃惊 他没有想到 王毅只是两条视频 就能够让这群女粉丝 彻底地疯狂起来 甚至他的账号 也直接进入了百万粉丝的道路 并且还在不断地上涨着 任何一个赚钱的方法 只要能够营造热度 那就不可能赚不到钱 而王毅正是营造热度的高手 等白若雪那边的事情处理完 林星也刚好飞完一次航班 刚好到了护城 王毅开着车 来到机场门口等待着林星 刚看到王毅林星 就迫不及待地 扑到了王毅的怀抱里面 原本他想着 自己找到一个有钱人 将自己包养之后 他就会像是笼子中的金丝雀一样 会失去自由 对方一定会限制住他的一切 让他只能够待在房子里面 等待着他的主人回来 宠幸于他 而王毅却偏偏没有这么去做 相反的是 王毅给了他足够的自由 可以让他去做任何自己的想做 爱做的事情 这样的一个慷慨大方的男人 林星又怎么会不喜爱的呢 林星完全没有顾及 自己身上还穿着空姐制服 便在机场门口 和王毅万物的相拥着热吻 丝毫没有去在乎 旁边其他人的眼神 两久 林星才不舍地从王毅的怀里面出来 一脸潮红地看着王毅的眼睛 老公 我好想你啊 林星自从上一次和王毅分开之后 无时无刻地不再想着王毅 那种美好的冲突感 是他这辈子所没有经历过的 王毅将林星抱在怀里 不停地蹂躏着 那今晚 你可要好好地表现一下才是 林星瞬间脸色通红了起来 一脸娇羞地看着王毅 那那你先送我去四季酒店吧 我换一套衣服 再给你去酒店 王毅一脸坏笑地 打量了一下林星 不我要的就是空姐 林星听到王毅的话 再次脸红了起来 他显然明白了王毅的意思 那那你清点 抱歉抱歉 今天发布都晚了 主要这两天收秋实在是太累了 我一整个腰酸背痛手无力 我在电脑前根本做不住 硬生生用手机码出来的 林星也不记得一共去了多少次 他只记得前前后后 一共是七个小时的时间 他此刻贪软无力地躺在床上 嘴里不断地发出喃喃的低音声 他真的是累得 连动一下手指头的力量都没有了一点 他决定下一次无论如何 都不能再穿这套空姐制服来见王毅了 实在是这套制服不仅仅加工素 还提高了暴击伤害 他实在是忍受不住这种伤害了 王毅见林星实在是太累了 才决定放过了他 休息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林星才好不容易有了一点力气 但是他害怕王毅 还要再次地提出要求 硬是吓得不敢动一下 王毅像是看穿了他的伪装 伸手将他抱了起来 王毅不要了吧 林星惊恐地看着王毅 脸上那弱小可怜的表情 突然间让王毅更加的勇猛了一些 王毅伸手掐了掐林星的脸蛋 笑着说道 想什么呢 我就是想抱起你 和你说说话而已 林星听后才崇重地松了一口气 他实在是有点承受不住 这种欲仙欲死的感觉了 王毅见林星的脸上潮红 还一直没有吞下 就将他揽在了怀中 林星虽然嘴上说着不要 但是这种感觉就像是游影一样 让他忍不住地扭动的双腿 王毅看出了林星的想法 但是还是没有点破 上次和你说的那件事情怎么样了 林星听到王毅的话 这才从那一种奇妙的羞耻感中反应了过来 啊 很快 林星便意识到了 王毅问的是 上一次在别墅里面 让自己那些同事加入到他的 MCN公司的事情 林星点了点头说道 嗯 他们回去也都有认真的考虑的 大部分的人的都是愿意加入的 但是想要离职 而且是这么多的人同时离职 一定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王毅也明白 航空公司的 虽然给的薪资待遇 已经算得上是很好的了 但是同样的他们的要求 也是非常高的 而且 这些人还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一段培训 才能够拥有很好的个人能力 经济舱的空姐 要求就这么的严格了 更不用说一些商务舱的空姐 这对于航空公司来说 都是一笔不小的前期培训支出 所有这些人想要离职 一定是需要很多的时间的 最起码不可能这么多人同时间离职 王毅点了点头后说道 没有关系的 我的公司建立 也还需要一些时间 你在他们之中 先挑选一些比较不错的四五个人出来 先做出一些成绩 这样其他的人看到了 自然而然也就会加入进来了 王毅其实明白 这些都是那些女人的顾虑 他们更加害怕的是 离职之后来到王毅的公司 而王毅并不能给他们足够的发展 和超越自己的期望的薪资 所以这些人大部分 都是处于观望的状态 只要王毅的公司盈利 或者当初那些加入他公司的姐妹 有从中而获利的话 他们肯定会有自己的离职方式 而这些也都全部在王毅的预料之中 毕竟他的公司前妻 也不可能一下就能将他们所有人都给照顾到 他之前也只不过是想 要在这些空姐之中进行挑选而已 王毅继续说道 这些人之中 不一定要求他们要有多么的出色 在出色的前提下 一定是足够的聪明 和听话你好好的 在他们之间打听一下 他们之中一定有愿意的 嗯嗯 灵星点了点头 明白了王毅的意思 这些人之中 也早就有了人选 毕竟他长期的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 他们的人品 品质 能力 他是再清楚不过了的 王毅两人继续谈论了一会 王毅听到灵星的肚子 不经意地叫了一声 灵星吐了吐舌头 不好意思地说道 刚刚体力消耗得太大了 王毅呼叫了服务铃声 让管家给准备了一些吃的 王毅则抱着灵星 却好好地清醒了一下身上的汗水 粘在身上 实在是太难受了一下 当然 这之中少不了 王毅的一下动手动脚的调戏环节 灵星整个人被调教得满脸通红 但王毅又不给他解决 灵星只能强行地忍受着这一些 当彻底忍不住 准备翻身上马的时候 王毅偏偏又什么也不做了 灵星一脸憋屈地看着王毅 跟着他走出了淋浴间 简单地吃了一些东西 吃完东西恢复了一些体力的灵星 显然忘记了自己刚刚狼狈的模样 只记得在灵狱间中自己的那些欲望 来到卧室之后 一句话不说的就扑上了王毅的身上 准备将王毅给彻底地掏空 可很显然 结局依旧是以灵星的丢盔蟹甲为结局 灵星的求饶声 不断地响彻在整个套房之中 是那种认谁听了之后 都忍不住 还能再大战五百回合的声音 实在是太过于销魂尸骨了一些 可怜的是 灵星显然没有意识到 他的这些求饶声 只能给王毅增加怒气值 使得他更加地陷入疯狂之中 第二天等灵星起床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下午两点多钟的时间 他感觉自己的下半身 好像是没有感觉了一样 他强撑着下了床来到客厅中 王毅此时已经在餐桌上吃着午餐了 灵星看着餐桌前的王毅 穿着一身健身服 显然刚从健身房回来 灵星也不知道 为什么同样都是经历了一晚上的疯狂 而王毅出的力气更多 可王毅居然还能早起去健身的 他真的都感觉不到一丁点的累的吗 灵星顿时被自己昨天晚上 还想着要将王毅掏空的想法感到可怜 只因为他实在是太自不量力了 王毅看到灵星走了出来 站起身将灵星给抱到了餐桌前吃饭 灵星看着桌子前的山珍海味 没有一丁点的胃口 他实在是太虚弱了一下 王毅将一块切好了的牛排 给递到灵星的嘴边 灵星无力地摇了摇头 王毅笑着说道 真的不吃 不吃的话 等一下怎么有力气去看房啊 看房 对啊 之前不是答应你了吗 要给你买套房子的 灵星一听王毅的话 顿时有了使不完的力气 他主动地拿着王毅手中的刀叉 吃着面前的食物 还时不时地喂给王毅一些 他现在觉得 昨天晚上的辛苦完全不算什么 甚至再来几次又能如何呢 天府湾位于沪城中心地段 是沪城这几年刚开发的一个楼盘 以一山傍水而闻名 小区中有着一个占地近五十亩的人工河 而在河中还种植着各种的水生植物 和一些动物 在河中央还停放着一艘两层的小型游艇 听说每天晚上会有小区的住户在上面游玩 这个小区之中的绿化也是十分的不错 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公园 能够给人带来不错的好心情 王先生 您来了 王毅刚刚来到售楼处门口 叶星竹便上前主动和王毅打着招呼 这里的房源是王毅让叶星竹挑选的 毕竟在这上面 叶星竹更加知道哪里的房子更好 叶星竹和灵星对视了一眼 都在惊讶对方的颜值的同时 也都在想着对方的身份 叶星竹明显反应得更加的快一些 立马就明白了 这个是王毅的女朋友 于是叶星竹半自我介绍半解释的说道您好 我叫叶星竹是王先生最新招聘的助理 负责给王先生处理一些各种各样 他不方便出面的琐事的 想必您就是王先生的女朋友 王先生可真的是有眼光 连女朋友都这么的漂亮 天底下没有女人不喜欢别人夸奖自己漂亮的 但眼下除外 因为在自己的男朋友的身边 出现了另外一个漂亮的女人 但是 灵星也明白自己的身份 虽然自己名义上是王毅的女朋友 但是她自己清楚 自己只是被包养的那一个而已 但这才是令灵星最不明白的地方 既然自己已经想明白和看开了这一切 但是看到王毅身边的其他女人的时候 为什么心里面还是会有些不舒服的呢 你好叶小姐 我是灵星叶小姐 叶同样很漂亮 怪不得会被我家王毅选择做助理 灵星虽然有些吃醋 但是也明白她没有资格 只是酸酸地说了一句 走吧 我们进去吧 好的 两位里面请 叶星竹微微笑着 让开了一个身位 让两人走进了大厅之中 很快几名身穿职业装的寿楼部人员 便来到了王毅几人的面前 一位有点小肚子的男人 一看就是这几人中的领导 身后还跟着几个穿着职业裙的女寿楼人员 王毅突然想要看看 这几个女寿楼人员的摔跤人数 看看这些还有些姿色的女人 是不是真的像网上说的那样 可以复出一起 不过王毅觉得 这实在是有些太乐趣味了 而且这件事情和自己又没有关系 淡淡地笑了笑 便没有再去想这件事情 便明白了这位是个大客户 毕竟能够通过银行 找到自己的肯定不会是一般人 对于他们售楼的来说 这些银行的人 才是真的能够闻到心味的猫 谁有钱谁没有钱 他们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所以能够让银行都这样重视的人 自然也不会是个小人物 王先生您好 我是天府湾的负责人刘涛 您有什么需求 尽管和我提笔便是了 王毅看了灵星一眼 本来想要问一下灵星的要求 但是灵星悄悄地摇了摇头 灵星哪里见过这种场合 甚至都有些不敢说话 所以只能让王毅帮自己 不然自己要求低了 自己会觉得可惜这次机会 而挑选的价格太高 他担心王毅会觉得自己过于的贪心 所以不管怎么样 这种事情 只能是由王毅来挑选 最为的合适 王毅看向刘涛笑了笑说道 那就麻烦刘总带着我们 先去看一下大平层吧 好的王先生 咱们这边请 王毅几人在刘涛的带领下 坐上了观光车 在行驶了十分钟之后 才来到一个楼下 几人下车之后 便直接进入了房间之中 这个大平层 足足有着270平方的空间 整个房间 无论是从采光 视野 通风等任何一个方面来讲 都是绝对的一流 毕竟这是邪心竹精心挑选的户城中 正在售卖的最顶端的住宅 王毅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带着灵星在房间中的每个角落 都转了转 灵星看着这个处于户城最中心的房子 已经在脑海中不断地策划着 等自己的能够住进来之后 要怎么好好地装修一下的了 卧室 书房 厨房 客厅的装修方案 在灵星的脑海中不断地闪过 嘴上一直含着淡淡的笑容 两位对这套房子 可否还满意啊 刘涛为王毅两人介绍完毕之后 笑着看着两人期待地问道 王毅点点点头笑着说道 嗯 是挺好的 不知道我们这里的别墅怎么样呢 刘涛微微一愣 心中在琢磨着 王毅为什么突然这么地问 难不成是没有看中这套大平层 不可能啊 刘涛做这一行十几年的时间了 这套房子 刘涛虽然心里面还在不断地翻着嘀咕 但是却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急忙带着王一几人前往别墅区的位置 这个天府湾最大的卖点 便是这里的别墅区 因为这里的别墅区 而是在一个人工的小岛上 在天府湾的人工河中央 是一个由十几栋别墅建成的别墅区 能够通往这个小岛的 只有一条两车道的路 还有一个办法便是坐船过去 俗话说得好 水能俱在 而这些有钱人 特别是做生意的人 更是相信风水之说 所以这些小岛上的别墅区 更是这些人争抢着想要购买的位置 但也因为价格太高 而且还没有正式开售的原因 迟迟没有人能够拿下 但其实真正的原因是 这些别墅区中的别墅只有十六栋 而其中的八栋则都是不向外售卖的 这些别墅早就已经有了名字 是被开发商当作礼物 送给了一些大人物 还有四栋则是早早的 就给别人订好了名额的 也就只有剩下的这四栋 才是真正能够出售的别墅 但刘涛建王毅的形势 似乎对于天府湾的大平层 有些看不上眼 所有想要带着王毅来 这里看看他们的真正实力 不然岂不是让王毅给小看了 而至于王毅是否有能力 拿下这些的别墅 那就要看王毅自己的了 三层小别墅 带着一个下沉花园 这里面有着游泳池 四个独立的停车位 外加一个小型的喷泉 这个别墅足足有着 三亩地的占地面积 建筑风格为法式风格 原石里面庄严厚重 具有着欧洲宫殿式建筑的 非凡气质 整体设计方正雅致 呈现着一种历久民心的韵味 正层大门是苍城一品 同款的装甲大钢门 进入别墅大厅 有着两个餐厅位 一张圆桌 可食人同时用餐 还有一张西餐桌 摆放着花束和酒杯 配有茶桌 二层则是卧室区域 有主人屋和婴儿屋超大的洗澡间 和衣帽间等等 三楼则是娱乐区域 高尔夫模拟盘 放映厅 棋牌室 健身房等等 地下一层 则是夏城花园和堂义 可以欣赏一下美景 灵星从坐船进来的时候 便一直震惊不已 他没有想到 有钱人的生活 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奢靡 这种建立一条人工河 将一座人工小岛 给围起来的想法 他只能在电影上 才能看得到 而来到这栋别墅面前 他才是真正的感觉到 刚刚的一切都是小儿科 之前他去王毅开的 那个派对中的别墅时 就被深深地震撼到了 那时候 如果真的是有钱人的别墅 怎么可能拿出来 出租给人办派对呢 刘涛见两人看完房子 脸上十分自豪地 看向王毅问道 不知道王先生 对于我们的这栋别墅 感觉如何呀 刘涛能够感受得到 灵星的情绪变化 虽然这栋别墅不是他的 但是他却有着 狐家虎卫的感觉 王毅点了点头说道 还不错 这栋别墅多少钱 刘涛看着王毅平淡的表情 心中暗自有点想笑 还不错 其实早就被震惊地 说不出话了吧 但是刘涛吐槽归吐槽 他可根本不敢给王毅脸色看 刘涛一脸恭敬地说道 王先生真有眼光 这栋别墅的售价 在一亿两千的价格 虽然价格确实有些偏高 但是想必王先生 也能看得出来 这栋房子的优异之处的 一亿一亿两千万 灵星在一旁 不自觉地张大的嘴巴 他原本想着 这栋别墅 最少也需要大几千万的价格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 居然能够过亿 果然贫穷 还是限制住了他的想象 灵星的表情 全部被刘涛看在眼里 他的内心不断地大笑着 震惊吧 惊讶吧 嘿嘿 这种莫名的满足感 让刘涛觉得 自己的脸上也有些光 他看了一眼一旁的王毅 只见王毅表情平常 并没有任何的表情变化 刘涛心中暗道不好 难不成是自己的这点小想法 被他给发现了 刘涛一时间 为自己的得意忘形 有些后悔 如果真的因为这样 而失去这一单 他的损失也不小 哪怕只是刚刚的那个大平层 刚刚的那个大平层的那个的价格 要相对来说 划算很多的 灵星也小心地看向王毅 他也察觉到了王毅的犹豫 虽然他也很喜欢这个大别墅 但是因此 而让王毅难堪他 也得不偿失 他轻轻地扯了扯王毅的衣服 小声地说道 王毅就要 刚刚那个大平层就可以了 这么大的一个别墅 我一个人住着也不习惯的 王毅看向灵星笑了笑说道 好 那就听你的吧 王毅又转身看向刘涛说道 那就麻烦将刚刚的那个大平层的合同 刘涛转身对一旁的助理说道 还不快点联系那边 让他们打印了之后送过来 好的刘总 我马上联系 女孩正准备转身打电话 却被王毅拦了下来 等一下 刘涛微微有些紧张 他生怕王毅连这一单都不愿意了 王先生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您尽管提要求就是了 王毅笑了笑说道 吩咐道没有 只是先不用着急打印刚刚的那个合同 完了完了 这笔提成也没有了 但是刘涛的脸上还是一副笑脸 没关系的王先生 等您什么时候考虑好了再下单也可以的 您误会了 王毅笑了笑看着刘涛说道 是这个样子的 我刚刚想了想 我想要将这个岛上剩下的四个别墅 也一块下单了的 神什么 刘涛和一群女销售都不可思议地看着王毅 就连灵星和叶新竹也没有想到 王毅会来这么一个操作 王毅本来刚刚就是一直在犹豫 要不要将这些别墅全部拿下来 虽然他有着这些资金 但是这样的话 房产证上必然写的都是灵星的名字 倒不是王毅不想要写他的名字 王毅并不在意这些 王毅只是担心 一下子给灵星的太多 反而适得其反 但是考虑了一下之后 王毅还是决定要买下来 毕竟自己那么多的女人 总不能每次都要去酒店为爱鼓掌吧 所以 王毅决定都买下来 方便安置自己的那些个女人 王先生 您刚刚说 要将那个大平层和四栋别墅全部买下来 刘涛再次地向王毅询问道 王毅点了点头 嗯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没有 当然没有 随后 刘涛又一脸难看地说道 王先生抱歉 这四栋帕不是不能全部给您 其中有两栋已经被人定下了的 刘涛小心翼翼地看着王毅 担心这个男人会把这两单也退回 他甚至觉得 王毅就是提前知道了 其他两栋别墅订出去的消息 才提出来要全部买下 这样 他就可以装出一副很可惜的样子 将所有的订单推掉 这样不仅留住了脸面 还骗到了一些无知的女人 好吧 那就麻烦刘总您 将剩下的两栋别墅的合同 和那个大平层的合同打印下来吧 我愉快付款和签单 刘涛心中顿时为自己刚刚的小人想法所不耻 这种人物又怎么会跟他玩这种把戏 不敢刘涛也不敢高兴得太早 毕竟单子还没有签下 王毅也还没有付款 在这一切完成之前 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变故 叶新竹站在一旁上下打量着王毅 他现在怀疑自己之前的选择是不是错误了 这个王毅并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厉害 他只是一个有钱但却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富二代了 叶新竹上次在茶楼和王毅约谈时 觉得王毅的思路和想法明明都是顶级的 但是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 一样只是一个用父母的钱 出来挥霍的富二代罢了 不然怎么可能会在公司 还没有开始盈利之前 便想着去花大价钱购买一个园区 又怎么会在创业前去 花费几个亿买两个别墅 只为哄一个女人的开心 这在叶新竹的眼里看来 都是愚蠢至极的行为 但叶新竹却也不好说什么 毕竟自己什么身份也没有 而且王毅的身边还站着零星 自己现在说 这些话更像是在剥夺别人的利益 叶新竹现在更加庆幸的是 还好还没有和王毅谈好价钱 还没有签约合同 自己能够想要什么时候离开 都可以直接离开 很快 一名女销售人员便将合同带了过来 刘涛看到顿时松了一口气 刘涛接过合同递给了王毅 王先生您看一下合同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在上面签字就可以了的 王毅将合同又递给了叶新竹 这种事情他并不在行 反而是给叶新竹更加放心一些 叶新竹在看过一遍合同 确定没有问题后点了点头 嗯 我这里没有问题了 刘总麻烦刷卡吧 刘涛激动地接过王毅手中的金卡 在POS机上快速地操作了一遍之后 在确定付款成功的那一刻 他才是真的将心中的那块大石头放下 三亿两千六百五十万 刘涛没有想到 这一笔成交得这么的爽快 刘涛却看到了 令自己更为震惊的一幕 只见王毅将合同给到了身后的零星 并对着刘涛说道 这三个房子全部写他的名字 刘涛麻木地点了点头 他实在是没有想到 这三个多亿居然是给这个女人花的 这个女人到底是给王毅下了什么药 能够把王毅给迷成这个样子 同时 刘涛也再一次地被王毅的财力所折服 没有足够的资产 肯定是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的 零星签字的时候 手都在忍不住地不停抖动着 签出来的字扭扭曲曲的 像是几条正在蠕动的蚯蚓一样 零星在和王毅在一起的那天晚上 想着王毅只要给他买一个小户型的房子 在护城这个地价 能够花费个三四百万的就可以 可来到这个小区的时候 零星就被彻底的震惊到了 他明白没有个几千万很难下来 可来到别墅的时候 听到那个一亿两千万的价格 他就已经感觉像是在做梦了 可更加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王毅会将这三个房子 全部写成他的名字 他感觉此时像是在做梦一样 都是如此的不真实 好的 王先生请放心 接下来房子装修等一切的问题 全部由我来亲自监督完成 我保证您的施工团队 不敢玩任何的手脚和猫腻 保证让您满意 在这个装修处处踩雷的时代 能够有一个专业的人 来监督王毅也放心一些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 王毅让叶星竹 又找了家不错的设计公司设计图纸 图纸经过邪星竹的首次审核 和修改之后 才来到了王毅的手上 而王毅只是看了一眼 便直接同意了装修方案 他还是十分相信邪星竹的眼光和审美的 很快装修的事情 王毅也不由得给了于莎莎更多的奖励 这一天是杨雨昕出院的日子 王毅特意抽出时间来到了医院 准备接杨雨昕出院 杨雨昕在看到王毅的那一刻 脸上像是绽开了一朵盛放的玫瑰一般 令人感到惊艳 杨雨昕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感觉自己都要无聊死了 虽然王毅松了他一部手机 但是上面的那些个游戏 他也并没有什么玩的兴趣 他也尝试着给王毅发送消息 可王毅总是回得很慢 而且很简短 但这依旧是他每天最期待的一件事情 一哥你来接我了 杨雨昕看到王毅后 便急忙上前将王毅的手挽着 开心地看着王毅 杨雨昕听到之后不停地蹦跶着 身体在王毅的身上来回地蹭着他 却感觉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脸上依旧是之前那副十分激动和开心的表情 当然是真的了 快点收拾一下 我们出发吧 嗯嗯 杨雨昕早就把自己的东西给收拾好了 他并没有太多的东西在这里 只是一些简单的洗漱用品和几件换洗的衣服 可他的东西中却多了一件东西 是一个被裱起来的干花 这个是王毅上次来医院的时候送过他的 是他收到的第一束花 而且是王毅送的 杨雨昕为了能够将这一束花永远地保留在自己的身边 他将这一束花质做成了一束干花 并买了一副相框给裱起来 看起来他十分得喜欢并且珍惜这一束花 王毅看在眼里并没有说些什么 他伸手接过杨雨昕手中的行李 和他一同下楼坐上车后开向了一大商场 一路上杨雨昕都在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他十分享受这种和王毅待在一起的二人时光 一哥 我穿这件好看吗 正坐在沙发上低头看手机的王毅听到杨雨昕的声音 选择了一件一次尖的黑色短裙 他那平滑的肩膀像是一只蚂蚁落在上面都会打花 露出两个好看的锁骨极为吸人眼球 在带着杨雨昕来挑选衣服之前 王毅便先带着杨雨昕去更换了一个发型 王毅让发型师看情况给杨雨昕设计一款适合的发型 而王毅的要求也只有一个 那就是将他眉头上那该死的笨重七流海给剪掉 当发型修剪完毕 杨雨昕带着一头都微卷的头发出现在王毅的面前的时候 王毅就被小小的惊讶到了一下 王毅之前也只是通过系统知道了杨雨昕是一个漂亮的大美女 但是王毅并没有看出来 因为杨雨昕平时的衣着将她的身材给挡得严严实实的 脸上笨重的七流海和大矿眼镜更是让她看起来再普通也不过了 但是现在换了一个发型和衣服的杨雨昕 简直就像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样 王毅看着她脸上已经是那副大矿眼镜 觉得十分的违和 王毅仔细地上下打量着杨雨昕的身材和五官以及脸型突然想到了什么 王毅跑到柜台的地方挑选了一副眼镜给杨雨昕戴上 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杨雨昕的气质整个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的脸型实在是太适合这种无矿眼睛了 再加上杨雨昕平时比较沉闷的性格 只要稍微的变化一些就会像是一个不爱搭理人的高冷欲解 但越是这样的女人越是能够将一些男人给骗得不要不要的 实在是这种女人那一副带着一点点蔑视的表情 能够激起男人无限的征服欲望 杨雨昕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她伸出手缓缓地揉了一下自己的脸 原来一个喜欢我这个样子的吗 杨雨昕也没有想到原来自己只要稍微打扮一下 就能够变得这么的漂亮 这种感觉使得她的内心中突然拥有了一点的自信心 这样才对吗 女孩子就要漂漂亮亮的 王毅看向一旁的女道导购说道 按照她现在这种风格的衣服再来搭配实套的 好的 王先生马上为你安排 女导购说 玩便高高兴兴地去为王毅两人挑选的衣服 王毅的名声在他们店内早就是人尽皆知的存在 当他接待到王毅的时候 便知道自己这个月的业绩稳了的 王毅看了一下杨雨昕 便又带着她朝着一旁的几家美妆店走去 王毅将杨雨昕按在了化妆镜前 对着一旁的化妆师说道 麻烦给她来一套适合她的妆容 化妆的时候慢一些尽量教会她 化妆师点点头表示明白 化妆师在这个行业做了这么多年的时间 自然也是能够第一时间抓住杨雨昕的特点 并在第一时间就为杨雨昕 规划好一套适合她的妆容 开始手把手的教学局 杨雨昕也全程都在认真地学习着 他能够看得出来 这个是王毅很喜欢的一套 王毅刚在沙发上坐下 便收到了一条消息 王毅看着手机微微皱眉 他站起身对着杨雨昕说道 我出去一趟 你在这里等着我回来 嗯 一个你放心去吧 王毅转身出去之后 很快便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在冲着自己挥手 王毅笑着朝着对方走去 你什么时候看见我的 莫婉轻脸上露出一副耐人寻味的笑容 看着王毅说道 我什么时候看见的 你在走进商场大门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了 王毅微微有些不解地 看向莫婉轻 不明白对方的意思 莫婉轻解释着说道 你现在可是这个商场中有名的香波波 只要你出现 就会有人将信息放送到群里面 还搭配了一张你 带着不同女人的照片 莫婉轻一脸似笑非笑的样子 看着王毅继续说道 怎么 这么久不来找我 都是在陪着别的女人吗 莫婉轻这段时间 可没有少看到王毅的信息 每次王毅都带着不同的女孩 来逛街 给买了各种大包小包的东西 最可气的是 她还只能在那干看着 没有办法上前 这个死王毅 有一个月没有找过她了 难道自己不主动找她 她就真的陷入别的温柔相中 想不起来自己了吗 莫婉轻想了想 自己上一次和王毅见面 还是自己一次性发了大量的 自己穿着性感内衣的照片 她才过来找自己的 从那之后 她整个人就像是人间争发了一样 没有了一点的音讯 莫婉轻的腰篮起 用力地抱进自己的怀里 莫婉轻被王毅的这么一闹 顿时休地急忙朝着四周看去 生怕被自己的那些小姐妹给看到 倒不是不想 被别人知道她和王毅的关系 而是她在这么多人的情况下 做这么亲密的事情 有些不好意思 王毅可没有管这么多 一脸坏笑着说道 我最近不是有点忙吗 有时间的话我怎么会不想你呢 哼 莫婉轻冷哼一声 将头歪向一旁 撅着一张小嘴不满地说道 什么没有时间 我看是有了其他的小浪蹄子 他们虽然是大学同学 但是第一次有了现在的关系时 他们见面的时候 王毅正式带着程家仪 在他的店内购物 再加上莫婉轻已经看到了 王毅带着这么多的女人进入商场 很快就明白了过来 自己是遇上了情场上的高手 他之所以之前没有跳出来找王毅 便是想要强迫自己的忘记王毅 不让自己再和王毅有其他的瓜葛 但是没有想到 王毅像是疯了一样 不停地带着不同的女孩子过来 就像是丝毫没有在乎他的感受一样 这反而激起了莫婉轻的不满 再加上王毅长期地在他的面前晃悠着 使得他更加地忘记不了王毅 再看着导购群里面的那些个姐妹 分享的王毅消费记录 顿时震惊地说不出来话 好像失去这么大的一个高富帅 更像是他的损失才对的吧 将一切全部想通了的莫婉轻 顿时就不乐意了起来 凭什么其他的女人 能够分享王毅的感情和王毅的消费 而她莫婉轻不行 难道她莫婉轻就差到哪里了吗 这时一股女人特有的争强好 盛心思冒了出来 莫婉轻决定要好好的 和王毅加深一下感情 王毅也能感受得到 莫婉轻并不是真的生气 真不过是在使一些小女人的性子而已 如果莫婉轻是真的生气了 就不会约王毅在这个时候出来 而且在王毅将她抱住的那一刻 她会直接地将王毅给推开 扭头就走 甚至有可能的话 会直接甩给王毅一个大嘴巴子 知道了莫婉轻想法的王毅 更加地有恃无恐了起来 这种情况下 只要稍微地哄骗一下对方就可以了 无非是说些好听的话而已 什么糟糠 你可是我王毅的女人 我看谁敢这么说 莫婉轻见王毅还侧承认 自己是她的女人 心中也不免有些得意了起来 是啊 一个在守着火寡的女人 莫婉轻此刻的怨气极重 王毅根本不知道 她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是怎么过来的 她无论如何地开导自己 都没有办法将自己内心的那种需求 赶给填满 再大的玩具 也没有办法充斥满她的内心 什么守火寡 说什么呢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我不行了呢 莫婉轻不满地将头扭过来 看着王毅的眼睛 谁让你站着毛坑不拉屎的 这和守火寡有什么区别啊 王毅眼珠子滴溜溜的一转 便拉着莫婉轻朝着一旁走去 莫婉轻急忙惊呼道 王毅你要干嘛 我还在上班呢 而回应莫婉轻的 只有王毅简洁有力的一个字 干 不是我是这个意思吗 王毅想着 莫婉轻既然说自己的 站着毛坑不拉屎 那自己就拉一会给他看看 王毅拉着莫婉轻冲进了女厕所 将所有门给关上之后 坏笑着看着对方 莫婉轻也隐隐约约知道了 等下要发生的事情 不自觉地咽了一下口水 王毅 我还在上班呢 那有什么关系 你只要说一句话以后 就可以不用上班 我给你开一家店 你自己做老板娘怎么样 王毅的话 瞬间便抓住了莫婉轻的需求 哪有人想要天天上班 给别人打工的 能够有一家自己的店铺 做着自己的小生意 这才是最好的打算 哪怕以后 自己真的不得已离开了王毅 自己还能够有足够的生活保障 真的吗 莫婉轻看着王毅问道 他真的王毅不会说话 但是他还是想要确定一下 因为这种事情 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太大了一些 更像是一场梦 当然 小狗才骗你 呸 莫婉轻瞪了王毅一眼 你是小狗 那我成什么了 成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现在火气很大 王毅伸出手摸了摸莫婉轻 那一头乌黑亮丽柔发 而莫婉轻在王毅的指引下 缓缓地蹲下了身子 大姐这厕所的门 是不是坏了呀 两个青春靓丽的美女 在女厕所门口不断地敲着门 可怎么都打不开 只能向一旁的宝洁求助着 宝洁大姐上前使劲地推了两下 发现确实打不开 只能看着两个美女说道 不好意思美女 厕所门可能坏了 我马上找人来修 麻烦你们先去楼下的卫生间吧 两个美女见宝洁大姐这么说 也只能朝着电梯走去 等宝洁再次尝试了两次 发现厕所门确实打不开之后 她才转身去叫维修工过来修门 在宝洁大姐走了的时候 厕所门才缓缓地打开 慕洁的脑袋从厕所中探出头 看了一圈 在发现没有人了之后 才急忙拉着王毅从里面走了出来 两人出来之后 慕洁才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都怪你 这么久不出来 要是早一点 我们也就不会被堵在里面了 王毅将一脸忧愿的慕洁懒 在怀里坏笑着说道 我要是早点出来 你还能吃得饱吗 慕洁娇羞地在王毅的胸口捶了两下 主动地献上了自己的热吻 可慕洁却被王毅伸出一根手指 给推了回去 慕洁睁开眼 不满地看着王毅 怎么 连自己也嫌弃啊 嘿嘿 改天有时间再请你吃嘴子 王毅用力在慕洁的身上 打了一下说道 快回去吧 不然那些人找不到你该着急了 嗯 那你记得要找我 便又是一下消失一个月的时间 慕洁卿在得到王毅的答复之后 一步三回头地 朝着香奈的专卖店走去 身上那件白色的衬衣上面 全部都是褶皱 只要是明眼人一看 就能够猜到发生了什么 一哥 一个声音在王毅的身后响起 王毅诧异地回过头 看向杨雨昕 雨昕 我不是让你在那里等我的吗 我想要上厕所 刚好在这里碰到你 王毅点了点头 又再次地问到你来多久了 杨雨昕看着王毅笑着说道 我刚到 嗯 那我们回去吧 好 王毅上前带着杨雨昕回去 而杨雨昕不知为何地 突然上前挽住了王毅的手 这一点让王毅有点没有想到 但是王毅也不好说些什么 只能带着杨雨昕 去刚刚的店铺内 将所有的衣服全部的付款 让人送回公寓 随后又带着杨雨昕 找到了那个化妆师 将刚刚他给杨雨昕 使用过的化妆品问了一下 随后按照单子 给杨雨昕全部买了一套 这样也更加的方便他化妆 同样的产品 他能够上手的更加快一点 老刘你快点 还有人等着上厕所呢 宝洁不停地催促着眼前的男人 男人一脸不耐烦地说道 知道了知道了 厕所门好好的 怎么会坏了呢 男人走到厕所门前 看着大开的厕所门 看向身后的宝洁说道 这门哪里坏了 男人说完 便拎着自己的工具箱回去 继续睡大觉了 只有宝洁看着那个厕所 门不停地反问道 怎么就突然好了呢 一哥一起吃个饭吧 杨雨昕站在出租屋中 看着正准备离开的王毅 突然说道 好好啊 王毅没想到 杨雨昕会突然留下自己吃饭 但他还是同意了下来 杨雨昕听到王毅同意 急忙上前将王毅拉回了房间中 一哥你坐一会 我出去买点菜 马上就回来 杨雨昕蹦蹦跳跳地 急忙下楼去买菜 生怕王毅会跑掉一样 王毅无聊地 在杨雨昕的房间中转悠着 杨雨昕住的这间房子 是之前他和谭书岳 一同住过三年的房子 没想到这妖巧合的他 刚刚搬出去之后 杨雨昕就住了进来 虽然当时王毅将大多数东西 都卖给了收费品的 但是一些自己购买的大件 还是留了下来 像微波炉 冰箱等等之类的 王毅简单地看了看 房间里面关于杨雨昕的东西 并不多 这个女孩 像是永远都是光秃秃的一个人一样 很快 杨雨昕便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来了 一哥 你先坐着我马上就都能坐好 杨雨昕冲着王毅笑了笑 脸上的笑容十分地开心 我给你打个下手吧 我应该还能帮上点什么忙 王毅笑着上前将菜接过 虽然王毅做饭的手艺并不是太好 但是做几道菜 还是没有问题的 洗菜什么的也可以帮帮忙 杨雨昕帮王毅挽起袖子 指着菜说道 那一个你就帮我将菜择了吧 今天就让你好好看看我的手艺 杨雨昕一脸骄傲地 拿起两颗洗干净的土豆 快速地削皮之后 便拿起菜刀 飞快地切成丝 王毅听着菜刀 切在菜板上的声音 微微有些惊讶 他忍不住地将目光 看向杨雨昕手中的土豆 此刻已经在杨雨昕高超的刀工下 变成了一根跟粗细相同的土豆丝 没想到啊 雨昕你这刀工堪称顶级大厨了 杨雨昕得意地挥动了一下手中的菜刀 哼 我之前有在饭店的后厨兼职过 当时那里的大姐教我的 别看我没吃过什么好东西 但是会做的菜还是不少的 在杨雨昕一阵的忙活下 很快便做好了四菜一趟 杨雨昕夹起一筷子的酸辣土豆丝 放进王毅的碗中 笑着说道 快尝尝看怎么样 王毅点了点头 伴随着一筷子的米饭 送进了口中 顿时忍不住地连连点头 王毅夸上一句顶得上别人百句千句 杨雨昕自从从山村里面出来之后 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 光是他今天一天的笑容 比王毅之前见他笑的次数加起来的还要多 哦 对了 杨雨昕急急忙忙地拿来了两个杯子 和一瓶白酒 在手中挥了挥说道 一哥 我还买了点酒一起喝一点吧 王毅看向杨雨昕手中的红心二锅头 顿时有点犯难 倒不是说嫌弃这个酒什么的 而是王毅的酒量本身就不是特别的好 平时喝点红酒洋酒 比较利口一点的还好 但是这种二锅头 她是真的有点犯处 但是想到 如果拒绝了杨雨昕 可能会让对方有点尴尬 便也只好答应了下来 这个姑娘应该身上是没有多少钱了的 要不然也不会选择这种的酒 王毅想着要想点办法 给这个姑娘塞点钱 但同时又要做的 自然一点不能让她感到难堪 好啊 不过我酒量可不是特别好 等一下你不担心我耍酒疯就行 杨雨昕表情突然一僵 什么也没说的 低头倒上了两杯的二锅头 杨雨昕举起酒杯 与王毅轻轻一碰 随后小声地说道 谢谢你一个 王毅没有说什么 只是笑了笑 杨雨昕举起酒杯快速地喝了下去 但也只是刚过两秒的时间 便哇的一声吐了出来 随后便是不停地咳嗽了起来 王毅看杨雨昕的那个架势 还以为这个是个喝酒的高手 结果原来是出生牛 独不怕虎啊 杨雨昕还真的就是第一次喝酒 她想着和王毅好好地大醉一场 结果没想到 闹出来这么大的一个笑话 她红着脸看向王毅 不好意思地说道 太辣了 这副娇羞的样子 让王毅忍不住地哈哈大笑了起来 她没想到 杨雨昕也有这么可爱的时候 杨雨昕在王毅的怠动下 很快也跟着大笑了起来 她的双眼直直地看着王毅眼睛中 都是王毅的身影 好像只要和王毅在一起 总是这么地开心 在王毅的教导下 杨雨昕慢慢地尝试着 小口小口地喝酒 但还是被那股直冲天灵盖的辛辣 给辣到五官扭曲 同样的 王毅也没有好到哪去 她也是接受不了这种酒的力道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杨雨昕被王毅这么疑问 也突然愣住了 是啊 她接下来要做什么打算才好呢 我准备好好的把剩下的大学给上完 等毕业之后 找一份喜欢的工作 那你的学费呢 杨雨昕摇了摇头 但很快眼神中又再次地充满了坚毅 没关系的 我可以一边兼职 一边学习的之前 也是这样过来的 杨雨昕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好像这些对于她来说 根本不算是什么一样 王毅摇了摇头说道 我知道这样你可以坚持下来 但是长期的兼职 一定会让你缩减一部分的学习时间 这样肯定对你的学习会有影响的 杨雨昕像是知道了 王毅要说什么一样 开口打断王毅说道 一个我不要你的钱 我知道你想要资助我上大学 但是我欠你的已经太多了 我不能再要你的钱了 杨雨昕低下头不敢看着王毅 她这是第一次拒绝王毅 她担心会让王毅生气 但是她无论如何 也不会接受王毅的钱 王毅微微一愣 随后笑着起身 上前将杨雨昕低下来的头 给抬了起来 王毅看向杨雨昕疑惑的眼神 笑着说道 谁说我要给你钱了 你也太小看 你自己了吧 杨雨昕被王毅的话 说得有些不明所以 但同时也被两人亲密的动作 给羞红了脸蛋 还好喝了一些酒 并看不出来什么 我想错了吗 王毅看着一脸疑惑的杨雨昕 笑着说道 当然 我可没有说 要白白地送钱给你 王毅松开挑着杨雨昕下巴的手指 坐回了自己的位子上 杨雨昕一时间 有点患得患失的感觉 呆呆地坐在了椅子上 王毅看着对面的杨雨昕 继续说道 你有没有考虑过 休学一年的时间 出来先工作 赚取学费 休学 对 王毅继续说道 我最近要开一家公司 刚好缺少一个法人 如果你不怕被我骗的话 那就过来我这里上班怎么样 法人 杨雨昕虽然不太明白法人的意思 但是对于王毅的话 他是无条件相信的 杨雨昕很快点了点头 但又一脸担忧地说道 可是 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啊 没关系 你并不需要会什么 我会让你从最基本的做起 至于到底 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那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我绝对不会在这一年的时间中 给你任何的帮助的 杨雨昕看着王毅 一脸认真的样子 用力地点了点头 他虽然不知道 自己能够帮助王毅什么 但是他也明白 兽人以鱼不如兽人以鱼的道理 他明白 这是王毅在让他自己学习起来 只有自己有了真正的本事 才能不再被人欺负 开始期间 工资一个月两万元 有什么问题吗 杨雨昕惊慌地连忙摆手道 太多了一个 我一个小员工 用不了这么多钱吧 等你知道法人代表了什么之后 就不会觉得 多了这些多出来的钱 就当作是你承担风险的费用 等你后面升值了工资 再慢慢地给你调整 王毅也知道 一下子给杨雨昕太多的钱 他一定不会要的 只能用这种方式 一点点地提高他的收入 等到后期的时候 他能够真正地独立起来之后 也就用不上了 杨雨昕乖乖地点了点头 并没有说什么 而是在想找一个时间 去找老师谈一下修学的事情 谢谢一个没想到 还要这么地麻烦你 杨雨昕举起酒杯 看着王毅说道 我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我敬你一杯吧 少喝一点吧 王毅举起杯 和杨雨昕轻轻地碰了一下之后 提醒了一下杨雨昕 杨雨昕第一次喝酒 已经喝了不少了 就连王毅都感觉 有点晕乎乎的感觉 杨雨昕却没有听王毅的 而是将酒杯中的酒 一饮而尽 不停地笑着 看着眼前的王毅 王毅看着杨雨昕 美好气地说道 傻笑什么 嗯 杨雨昕快速地摇了 摇头只向王毅说道 因为我看到了三个你 对这丫头 真的是喝醉了 王毅站起身 上前将杨雨昕搀扶了起来 准备让杨雨昕去休息一下 可刚将杨雨昕扶起来 杨雨昕便挖的一声吐了起来 大量的污渍 见涉到了王毅的身上 王毅强忍着不停地 拍打着杨雨昕的后背 试图让她好受一些 不会喝酒就不要喝 非要逞强 杨雨昕吐出来之后 胃里面感觉好多了 头脑也一瞬间清醒了不少 她看着王毅身上 被自己吐的污渍 顿时惊慌了起来 对对不起一个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杨雨昕慌乱地想要 伸手将王毅身身上的污渍 给清理掉 王毅急忙躲了过去 没事的 我等下清洗一下就行了 杨雨昕推丧着 将王毅给推到浴室之中 将自己的一件睡裙 给扔了进去 一哥 你把衣服换下来吧 等一下 我给你洗一下 杨雨昕懊恼地 抓着自己的头发 她没想到 事情居然被自己 搞成了这个样子 明明一切都好好的 这些全部都砸了 好 王毅接过杨雨昕 递进来的睡裙 看着上面 樱桃小丸子的图案 笑着摇了摇头 她将身上的脏衣服 给脱下来 扔到了一旁 简单的用水 冲洗掉了上面的污渍 她闻了纹身上 发觉有股奇怪的味道 便决定好好地洗一下 还好这里的一切王毅 还是比较熟悉的 王毅打开了淋浴头 不停地冲洗着身上的污渍 疙瘩 一道轻微的激括声响起 浴室的门被缓缓地打开 王毅差一缸准备转身 便突然被人从后面抱住 对方玲珑的身躯 紧紧地贴在了王毅的身后 王毅甚至能够清晰地感知到 那副身躯的凹凸有致 杨雨昕刚刚一直在浴室外面 不停地纠结着 她听着浴室中传来的水声闹 海中全部 都是今天在商场中的画面 她其实早就发现了 王毅带着沐婉 轻钻进了女厕所 并被门给反锁住了 她那时就明白了 里面发生了什么 她想象中王毅和沐婉清 在女厕中会发生的画面 就一阵地脸红 感到身体一阵地酥痒 原来一个喜欢这样的吗 杨雨昕缓缓地站起身 走到了镜子前 看着自己的身上的那件 漂亮的黑色短裙短裙下 那双笔直的长腿 她缓缓地吞下了短裙 再次地看向了自己的 那刚做的发型和妆容 她渐渐地吃了 鬼使神差的杨雨昕 慢慢地走到了浴室门口 伸手打开了浴室门 王毅背对着她的身体 让她一时间有些慌乱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可这时她看到王毅要转身 情急之下 杨雨昕急忙上前 将王毅紧紧地抱住 她感到自己的身体 像是有一团 正在不断燃烧着的火焰 不停地灼烧着 雨昕怎么了吗 王毅的声音 慢慢地营绕在她的耳边 杨雨昕却更加用力地抱住了王毅 一个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我也知道 你有其他的女人 但是你放心 我是一个很传统的女孩 我可以做小 杨雨昕不停地 将自己想要说的话 说给王毅听 她像是 找到了一个宣泄口一样 不停地宣泄着 淋浴头的水流 不断地建设在两人的身上 将两人的身体打湿 但两个人却没有一个 有下一步的动作 有的只是一个少女 正在不断地表达着自己的心意 和自己的决心 一个 杨雨昕缓缓地 将王毅的身体给转过来 两人面对面立着 杨雨昕娇羞地低下了头 但是却更加的脸红了起来 她只能急忙抬起头 看向王毅的双眼 眼神之中充满了爱意 一个我我什么都可以 为你做的 净死一般的净 杨雨昕感觉 此刻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 甚至就连淋浴头部 不断喷出的水声 她都听不到 她只能听到 一颗炙热而急速的心脏 正在不断地有力地跳动着 杨雨昕甚至没能够 房门被王毅重重地关上 一瞬间所有的声音 再次地全部回来 哗啦啦的水声 充斥着杨雨昕的耳朵 她无力地瘫倒在了地上 双手暴溪蜷缩缩在了墙角 任由水滴喷散在她的身上 果然她果然 还是发现了那件事情 她在因为我骗了她而生气 杨雨昕的脸上满是水珠 一时间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水滴 王毅穿着小了好几号的睡裙 便便扭扭地朝着楼上跑去 还好现在已经晚上十点多钟了 楼道里面没有什么人 要不然 王毅就真的是丢脸丢大了药 王毅看着没有人 急忙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换上了自己的睡衣 呼 王毅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经过刚刚的事情 王毅的酒早就醒得七七八八的了 王毅没想到 一向内向的杨雨昕 居然能够做得出来这种事情 王毅感受着 自己依旧还在血气方刚的部位 就是一阵的气血翻涌 自己这生起来的火 该怎么办才好 王毅拿起来手机 快速地翻动了两下 在看到慕婉清的聊天见面的时候 突然笑了起来 刚好好久没有照顾照顾这个妮子了 今天在商场碍于场地的原因 并没有让慕婉清得到 今天就好好地重新一下她好了 王毅快速地给慕婉清发送一条信息 慕婉清几乎是秒回的王毅 慕婉清 呦 陪着其他女人的时间还能给我发信息 我们家一个对我磕 可真爱呢 王毅对于慕婉清的阴阳怪气 此刻并没有多少的时间和她闲聊 王毅 位置 王毅 半个小时之后 我等你 慕婉清看着手机上王毅发送来的酒店的地址 催了一口 臭男人 把我当成什么了 你说 让我去我就去啊 慕婉清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是身体却不自觉地扭动了起来 她想到 今天在女厕所发生的一切 就感到脸上有些发烫 这个臭男人还真是大胆 都不怕被别人发现了吗 想到自己回去店里面 被一众的小姐妹询问 身上衬衣的褶皱 是怎么回事 就感到难堪 今天可好让她解释了一通功夫 虽然他们还是不相信 同样用着古怪的眼神 看着自己的 但慕婉清也是真的不知道 该要怎么做才好了 难不成承认 自己去做嘴宝健操了 慕婉清 由于本来就长时间没有被滋润 再加上白天又被这么一条痘 内心深处的那种欲望 更加地强烈了起来 慕婉清怯生生地打开房间门 看了一眼客厅 她爸妈此刻 还在客厅中看着电视 看着还没有睡着的老两口 慕婉清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现在出去 一定会被自己的爸妈 给质问出去干什么的 难不成告诉他们 自己去给他们找金龟絮去啊 自己的腿 一定会被打断的吧 慕婉清在房间中转悠了几圈 套上了一件宽大的外套 拿着包包 便印着头皮往外面走 青青你这么晚出去干什么呀 果然慕婉清刚走到门口 便被自己的妈妈 用着狐一的眼神盯着看 慕婉清装出一副 恼怒的样子说道 今天本来店里面要聚餐的 我拒绝了没有去 可他们现在说是一个上面的领导 过来要说一下升职的事情 我这不赶紧过去混一个脸熟吗 哦 慕婉清妈妈 看着慕婉清身上包的 严严实实的衣服 没有怀疑什么 那你路上慢点 要不要让你爸爸开车送你 不用了不用了 离得很近的 你们早点休息吧 慕婉清急忙换上一双鞋子 便冲出了房间 生怕被留下 这丫头 出去找男朋友 就说找男朋友 还跟我撒谎 慕婉扭头看向对方说道 你怎么知道 他是去找男朋友 哼 慕婉清妈妈 傲娇的冷哼了一声 他都卸了妆了 大晚上见领导 还特意地化上了全装 能是见领导吗 更何况他穿的那双鞋 和他的大衣 根本就不配套 我女儿这么时尚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会穿着 一件灰色的大衣搭配 那么闪的一双高跟鞋 慕婉不可思议地 看着自己老婆 那你还放他出去 就不怕他被对方 给欺负了 怕什么 我闺女那么聪明 还能被别人给骗了 不成再说都这么大了 早就该找一个男朋友了 慕婉清妈妈说完 踢了踢慕婉婉 去 我才能看不出 自己闺女的那点小心思 我就不是他妈妈了 慕婉黑黑笑了两声 自己的闺女和老婆 都这么聪明 他也跟着自豪 嗯不对 我明明和我老婆 是相亲认识的呀 根本没有晚上约会过 那他是 慕婉清下车后 看着自己面前 那个金碧辉煌的酒店 忍不住地扎舌 臭男人还算有点良心 居然找了这么豪华的一家酒店 慕婉清站在酒店门口 将自己身上的大衣脱掉 放进了随身带着的包包里面 顿时露出了里面的那一身 低胸的小吊带和超短裙 以及黑色的丝袜 他可是做足了准备来找的王毅 就是想要等一下 给王毅留下一个难忘的夜晚 既然王毅有着这么多的女人 那他就要 做这些女人当中 最能令王毅难以忘记的那个 让王毅每次和一些新手双排的时候 能够想到自己的高超游戏技术 只有我才能Carry全场 砰砰砰 王毅听到敲门声 起身打开房间门 外缸打开 一个身影便直接扑进了王毅的怀里面 王毅看着怀中的慕婉青 感到有些意外 怎么感觉这个丫头 比自己还猴急的感觉 慕婉青可 没有给王毅犹豫的时间 直接动手去脱着王毅的衣服 搞快点 我只有四个小时的时间 啊 王毅刚要说些什么 嘴就被慕婉青给用力地稳住 王毅见状也不再询问 直接抱起慕婉青 让其双腿盘在自己的腰间 王毅则直接将慕婉青给 扔在了沙发上 等等一下 慕婉青突然有点慌张了起来 不进去的吗 在客厅是不是不太好 你不是很着急吗 更何况 你不觉得这样更加刺激一些吗 王毅说着 便将慕婉青给抱到了餐桌上 时间再急去卧室的时间 还是有的吧 慕婉青渐渐地也感觉到了 一种莫名的刺激感 油然而生 他不禁紧紧咬着自己的下唇 双眼开始渐渐地迷离起来 慕婉青无力地 和王毅摊倒在沙发上 这种刺激的感觉 使得他们两人 都很快地达到了顶点 慕婉青勉强地撑起上半身 在王毅的嘴唇上 轻轻地吻了一下 都怪你 这个餐桌的边缘 磕躲小腹痛死了 看着慕婉青那一对忧怨的眼神 王毅将手伸向慕婉青的小腹位置 一脸坏笑地说道 好啊 我给你好好的揉揉 慕婉青只感觉一瞬间 被一种酥酥麻麻的感觉 灌满全身 该死大不了 被骂一顿好了 慕婉青说着 再次地扑向了王毅 用力地将自己身体 给揉进王毅的身体中 越是这样 他身体当中 那种来自于灵魂深处的空虚感 才能有一点点的好转 慕婉青双腿发软地走下了电梯 他拿出镜子 仔细地看了一下脸上的妆和头发 还好 没有很乱的感觉 慕婉青又穿上包包里面的 那件灰色的大衣在身上 这才拿出钥匙 捅入钥匙孔中 嗯 慕婉青疑惑地 又多次地尝试了几次 发现还是打不开房门 他只好拿出手机 给自己的爸妈打电话 可没有一个人接的 他又敲了十分钟的门 也一直没有人开 慕婉青这时 才终于反应过来了什么 在门口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你们倒是给我发的信息告诉我啊 这样 我不就不用这么赶时间了吗 慕婉青之后 再次地回去了酒店 王毅打开房间门 看着门口的慕婉青 有些疑惑 明明这么着急的一个人 现在居然这么快地又返回来了 两人又再次地返回了房间 进行了深刻且长久的友好交流 第二天一大早的时间 慕婉青起床时 王毅早就消失不见了 床头上有着王毅留下的字条 让他自己有事 直接找管家就可以 慕婉青找了个借口 请了一天假 他这几天 还有着其他的事情要做 王毅昨天晚上特意交代了他 让他自己想一下 要开一家什么样子的店铺 种类 品牌 规模等等这一切 他都要自己去考虑 慕婉青也没有想到 这件只是随口一提的事情 王毅就已经记下来了 而且看样子 只要自己将这一切做完 王毅就会立马将这一家店给他开起来 他站在杨雨昕的房门前有些犹豫 自己昨天晚上刚刚溜走 现在就过来了 也不知道杨雨昕是怎么想的 光是想想等下的场景 王毅就觉得有些尴尬 一哥 你站在这干嘛 王毅听见声音转身朝着身后看去 只见杨雨昕此刻正满头大汗的看着自己的 看样子应该是刚刚去晨练结束 哦 我找你有点事情 嗯 进来吧 杨雨昕的表现像是昨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除了他那还有些红肿的眼眶以外 杨雨昕打开房间门给王毅倒了一杯水之后 便拿着换洗衣服走进了卫生间 一哥你先坐一会 我冲一下澡 嗯好 王毅看着杨雨昕满头大汗的样子 也只能同意 没多久 浴室之中便传来水流的声音 这种水声像是每一滴都打在了王毅的心扉上一样 他的想法一瞬间就回到了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这间房间中 那个狭小的卫生间中 那道凹凸有致的身影之上 王毅用力晃了晃脑袋 让自己保持着清醒 他拿起面前的水杯 将其中的水衣引而进 努力的不让自己去想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过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杨雨昕才悠悠地从卫生间中走了出来 但这一刻 王毅感到气血不断地翻涌着 杨雨昕这个小妮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 买了这么一件性感的睡衣 通体黑色的材质以外 除了那三点的遮挡以外 全部都是由透明的薄纱组成的 王毅急忙低下头 假装很忙的样子 不敢多看一眼 杨雨昕看到王毅的反应 嘴角微微一扬 果然我对你 还是有着诱惑力的 杨雨昕缓缓地走上前 弯下身子 将王毅面前的水杯 再次倒满水 随着杨雨昕的弯腰 那睡衣领口中 大片的白皙 暴露在了王毅的眼前 王毅强忍着 不让自己的眼睛 朝着那边看过去 这小妮子 到底是吃错什么药了 你就拿这个考验干部 而杨雨昕 却像是故意的一样 倒水的速度十分地缓慢 不急不躁地慢慢倒着 随后杨雨昕拿起水杯 缓缓地放到了王毅的嘴边 一格河水 杨雨昕一双极为好看的毛子 不停地呼闪着 眼神中的迷离感 像是被勾欠了一般的浓厚 杨雨昕的脸蛋微微发红 像是一颗刚刚成熟的红苹果一般 让人忍不住 想要上前尝上一口 咕噜 王毅清晰地听到了 自己咽口水的声音 很明显 他对面的杨雨昕也听到了 杨雨昕微微一笑 一只手慢慢地攀上 王毅的脖梗 将王毅搂着 一只手将手中的水 慢慢地喂给了王毅 杨雨昕看着王毅嘴角边的水渍 伸出一根手指缓缓擦掉 随后当着王毅的面 将食指放进了口中 王毅感觉脑子一下子 像是要炸开了一样 脑海中全是一些 不能播放的马赛克 杨雨昕将王毅的表情变化 全部尽收眼底 他嘴角微微扬起 缓缓地朝着王毅的嘴唇上吻去 叮铃铃 王毅猛地反应了过来 一把将杨雨昕推开 王毅歉意地看了杨雨昕一眼 拿起一旁的手机接通 嗯好的 马上就到 王毅挂断之后 轻壳了几声后 才对着杨雨昕说到换一下衣服 我们现在出去吧 杨雨昕没有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他虽然不知道 王毅要带自己去了 但还是转身走进卧室中 换了一套衣服 杨雨昕的房间中 早就堆放了各种各样的衣服 和名牌包包 鞋子 化妆品等等 这些都是早上各个店铺 给送过来的 杨雨昕很快换好了衣服 简单地化了一个 装跟着王毅下楼 王毅开着车 一路来到了一个写字楼前 杨雨昕刚下车 便见一个身材火辣的女人 走了过来 邪心竹也同样 打量了一下杨雨昕 他没想到 王毅身边的女人 居然这么的多 每天都不带重样的 而且每一个的颜值 都不在他之下 叶心竹和杨雨昕点了点头 算是打了个招呼 随后邪心竹 才看向一旁的王毅 王先生 这就是我 和你在电话里面 说的那栋写字楼了 叶心竹将护城 所有的中心地段的写字楼 全部都给找了一遍 无论对方是否有出售的想法 叶心竹都询问一遍 可叶心竹不经意间发现 护城中大部分的写字楼 虽然都是不同的人所拥有着 但是这些人大部分 都和一个人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张灵 这些人好像都是 和这个房东太太有着什么 这种事情 叶心竹自然也明白 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张灵 放在明面上的人 而这些办公楼的实际拥有人 则是张灵 叶心竹将这件事情 告诉王毅之后 王毅当即便将这些办公楼 全部排除在外 因为 他并不想要在这上面 去麻烦张灵 可这就苦了叶心竹了 本来能够出售的办公楼 就不夺王毅这一下 将范围给缩减得更小了一些 而且还是要在繁华地带的写字楼 这种情况 简直就不可能发生 但皇天不负有心人 叶心竹突然想到了 在护城有一处写字楼 可能会出售 乐视 乐视在前几年的时间里 一直不停地 想要拓展自己的盈利方向 乐视网 乐视手机 乐视视频 乐视汽车 乐视生态等等 但却依旧因为财务危机的爆发 17年的时候 公司负债就达到了200多亿元 其中的100多亿元 都是由创始人贾辉个人承担 连带担保责任 17年一年 更是将前七年的盈利全部赔空 开始不断地走起了下坡路 19年了 是亏损11,279亿元 20年5月 乐视网正式退市 乐视网的创始人 更是前去其他国家 寻找自己的其他出路 当被人问起的时候 永远都是下周就回国 从此 他的名字贾辉 被网友戏称为贾辉 但更加离谱的是 自从乐视宣布破产之后 所有的老总纷纷逃离 但剩余的员工 居然硬生生地实现了盈利 这群员工上班不用准点 没有领导监督 自己赚钱了 还不用给领导分钱 算是各个大厂中最舒服的员工 但这其实是因为 他们将办公楼中的房子 转租出去实现了盈利 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业态 将亏损变成了盈利 而银行因为一些原因 也没有办法将这些钱全部挪走 只能将其中一部分用来发工资 只能将其中剩下的一小部分 用来还款 但接盘的一群高管 依旧很是苦恼 他们更像是被绑定在了 市值上无法脱身 他们没有办法达到 更好的一些成就 于是叶新竹便找上了对方 并讲明了自己的来意 约定了今天 前来谈定办公楼的收购事项 没有一个是在努力赶进度的 他们是真的做到了佛系上班 王毅笑着摇了摇头 走进了办公室之中 此时了事的高管们 早就在办公室等待着王毅几人了 王毅刚进来为首的一个 有点胖胖的男人 便主动上前打招呼 王先生您好 我是了世网的部门经理张力 我们非常欢迎您的到来啊 张经理您好 想必我在电话中 已经表明了我们的来意 不知道几位是怎样的想法呢 叶新竹率先直接朝着张力说道 没有一丁点拐弯抹角的意思 张力微微有些汗手 他回头看了一眼 坐在其他位置上的高管 有些犹豫 随后说道 三位先坐下来再说吧 这些事情咱们可以慢慢谈的 叶新竹看到王毅点了点头 三人便在他们的安排下坐了下来 王毅在这十几个的高管脸上 扫视了一圈 这些人的表情 全部都是十分的懒散 没有一点欢迎他们的意思 这也不奇怪 毕竟他们这些人 这些年也习惯了这种 没有领导束缚自己的感觉 而且上班这么轻松 就可以拿到自己的工资 当然不想将办公楼给售卖出去 不然到时候 他们上哪里去找这么舒服的工作 王先生不知道 想要购买我们的办公楼做什么呢 王毅看向张力缓缓地说道 做什么暂时还不能和张经理透露 我想这点也没有和你说的必要吧 张力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没想到王毅会这么地呛人 张力虽然没有说什么 但是其他的人 明显不能忍受王毅的这种态度 你神气什么 这栋楼卖不卖给你 还是两说 不就是问一下吗 有什么不能说的 王毅嘴角微微勾起 他就是在等着这其中 忍不住冒头的人 只要把这些人给搞定 那收购的事情 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王毅朝着男人淡淡地说道 我想 我能不能买下来这栋办公楼 也不是你们能够说了算的吧 王毅的话一出 男人也有些手足无措 他们现在虽然是这栋楼中 话语权最重的人 但也确实无法决定这栋楼的归处 毕竟他们归根结底 只是一群等级高一些的员工罢了 王毅见男人不再说话 便朝着一旁的邪心竹 使了个眼神 邪心竹马上心领神会的 接过话继续说道 想必各位都很清楚 你们脚底下的这栋楼 是有着归属人的 而且从其他方面来说 这栋楼是你们公司 抵押给银行的财产 银行之所以没有收走 便是因为你们还在盈利 还能一点点的将钱给补上一些 但你们真的就觉得 这就是银行不收走的真正原因了吗 叶心竹的话 像是一把沉重的大锤 用力地敲击在他们的心脏上 他们都很清楚 他们还得那一点点钱 连利息都不够 而银行之所以 一直没有收走办公楼 便是因为他们一顿收走 就连这么一点点的钱都收不到 而且这笔欠款 在银行那里就成为了烂涨 他们行长 也要面临着被霸制的风险 如果只是一些 私人别墅等等的地产银行 说不定就真的收走了 毕竟低价拍卖出去就是了 但是这可是护城中心地段的 一整栋写字楼 造价就在数百亿的价格 谁会有这么大的手笔 将这么一整栋的写字楼 给买下来 能够买下来的人 都是一方大鳄 他们又怎么可能 会买这么一栋破产过的写字楼 这对于他们来说 那就是不吉利的象征 越是他们这种生意人 越是忌讳这种东西 所以银行就一直没有 收回写字楼的打算 只能一直不断地拖着 每一个行长都在不断地恳求 这下一任的行长 来接手这个烫手山芋 所以将这件事情 是推了又推 这群人心中的想法 被邪新竹给点破 叶新竹继续说到 可现在不一样了 王先生有意要买下 这栋写字楼 你们说 如果王先生告诉银行这个事情 这栋写字楼 他们会不会立马收走 低价出售给我们呢 叶新竹的话 让众人一瞬间慌了神 张力尴尬地笑了笑说道 王先生 叶经理不要生气 我们也只是 想要给自己找一个退路而已 没有任何的其他意思 其他人见状 也急忙复合张力的说法 不停地陪笑着 王一见众人 已经摆清了自己的位置 便开口说道 等成交完成之后 你们可以来我的公司应聘 只要你们足够的优秀 我一样会给你们想要的薪资待遇 你们的员工也是一样的 王一看了一眼 众人的表情变化之后 又接着说道 另外 我也没有说 要让你们公司解散 我只是想要这栋楼的归属权而已 到时候 你们依旧可以留在这栋楼办公 领取着那些工资 我会给你们留下位置的 当然 你们要按市场价交租 王一这种打一棒子 给一个填草的做法 也让众人放心了下来 这栋楼究竟是属于谁的 他们才不在乎 他们只在乎 自己能不能从中获利 本来还想着 这次王一收购他们 想要趁机要挟着王一 给他们一些补偿 但是没想到 王一的手段这么的硬 只好放弃了这种想法 此刻王一又给他们留好了退路 让他们有了台阶下 至于那些房租 对于他们现在所需要的 办公面积来说 并没有多少 他们的盈利完全可以达到的同时 还能有一部分的剩余 毕竟光是那些影视版权 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就光是真还传 这一部剧 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一切全部谈妥之后 王一三日踩下楼 王一给张三打了一个电话 很快一辆库里男 便停到了几人的面前 王一将黑武士的车钥匙 扔给了张三 自己则带着邪心竹和杨雨昕 坐上了库里男 毕竟黑武士是个跑车 坐不下他们三个人 这一幕也让邪心竹 微微有些汗手 他这么多天 居然都没有发现 王一安排的有人 一直在暗中保护着他 三人上车之后 王一朝着银行的方向开去 他们现在还要去银行 谈一下这栋办公楼的价格 毕竟这栋楼 现在的真正拥有者 可是银行 就算是他们真的 能够联系上了市的创始人 并将钱给对方 以对方现在的情况来看 也不一定会真的还钱 但时候反而会说不清楚 这栋办公楼的归属权 只会更加的麻烦 所以还是找银行 更加的稳妥一点的同时 也能顺便将价格给压下来 叶心竹坐在车上 不断地观察着后面的车辆 他看了十几分钟 硬是没有找到 那辆由张三看着的黑武士 银行竹微微有些心惊 这个人的隐秘能力 居然这么强 那么明显的一辆车 再加上自己的刻意寻找 居然还是找不到对方的踪迹 这时 一直没有说话的杨雨昕 则开口问到一哥 既然我们无论如何 都要和银行去确定 最后的价格 和在银行这里购买 为什么还要先来这里 找他们商量呢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杨雨昕 他不明白 王毅为什么非要多走这一步 给自己增加这些麻烦 王毅笑了笑 让你新竹姐姐 给你讲讲吧 邪新竹见王毅提到自己 也索性放弃了 寻找那辆黑武士的想法 他扭头看向杨雨昕笑着说道 王先生这是在给那些了事的员工 一条出路 出路 杨雨昕没能明白叶新竹的意思 歪头看着对方 叶新竹点了点头 继续说道王先生 当然可以直接地将这栋楼给买下 但是到时候 那些了事的员工就会没有去处 他们会面临失业的问题 试想一下 市场上突然冒出 大量的无业人员找工作 那些大厂能够吸收多少人 他们会在这些人中 经过怎样复杂的筛选 最后又要多少人 能够找到满意的工作 杨雨昕点点头 他明白了叶新竹的意思 那些大厂一定会在这些人中 不断地筛选 只为能够找出他们之中 最优秀的人 毕竟这么多的无业人员找工作 他们完全不用担心 没有人用 而且说不定还会趁机会压低工资 而被淘汰的那些人 要么只能去一家工资低的公司 要么就只能一直游荡下去 这样子的话 又该有多少的家庭 面临财务危机的情况 家庭矛盾一定会大大增加 到时候肯定又是一大堆的离婚案件 王毅开着车笑了笑 我没有那么想的那么伟大 我只是怕这群人 到时候妻离子散了 会到写字楼里面 捣乱我可不想和这些人纠缠 邪新竹没有说话 他看向王毅侧脸陷入了沉思 他明白王毅只是不想承认而已 毕竟那些人再怎么样 又能对他造成多大的影响 叶新竹觉得自己越来越看不透王毅了 明明很多时候就是一个顽固子弟 但却在这之中 又透露着很多常人不能察觉的细节 林行长您好 这就是我跟您提过的王先生 王毅和杨宇新 在邪新竹的带路下 直接来到了银行的行长办公室之中 林峰看到几人走来 急忙起身主动打起招呼 王先生真是一表人才 年少有为啊 林峰哈哈大笑着和王毅握手之后 看向叶新竹说道 怪不得 我想要让你来 我们银行工作你不愿意 原来是有了王先生这样的名主啊 邪新竹笑笑后答道 都是林行长抬爱了 我只是明白 以我的努力 还不足以胜人贵心的工作罢了 几人寒暄完之后 林峰给王毅几人七好茶放在面前 听说王先生想要购买了是的那栋写字楼 王毅淡淡笑道 没错 这次来找林行长 正是希望在林行长这里得到一个价格 林峰见王毅单刀直入 没有一丁点的拐弯抹脚 他拿起面前的茶杯 微微抿了一下 才再次说道 想必王先生也知道 我们为什么一直没有将那栋楼低价出售 这件事我着实有些为难 王毅和邪新竹点了点头 他们也明白林峰在为难什么 他现在什么都不做 就把那栋写字楼一直留在那里 反而不会对自己有任何的影响 只要乖乖地等着下一任的银行行长来接任就行了 可若是一旦将写字楼售出 那这笔账便成为了烂账 他势必要处理接下来的一些麻烦事情 接下来的欠款则全部变成了他一个人的麻烦事 还要接受总部的调查 他走到今天的这一步也十分不易 有多少的人都在盯着他这个位置 想要把他给拉下来 等的就是他的失误 叶新竹从一旁拿出一个文件放在了林峰的面前 王先生知道林行长的难处 也知道这件事情林行长不方便出面 所以安排我将一切全部都做好了的 林峰微微有些诧异 他打开了面前的文件带看了一遍 脸上的震惊之色越发地浓重了起来 王先生真是厉害 居然连总部都能为您开录 这份文件没有其他的 则是向林峰表达了 可以将这栋写字楼出售的通知 其实这点也很简单 林峰其实他自己也可以做到 让总部出示通知 因为这件事情对于林峰来说是一件坏事 但是总部却不这么想 总部更在乎的是 这笔钱能不能收到 能收到多少 而现在既然能够收到一笔钱 那么又为什么要把钱给退走呢 至于剩下的钱 再慢慢地想办法就是了 卖掉写字楼总部还能填补一些亏损 可如果不卖掉 那他们就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 林峰不去做这件事情 则是怕以后这件事出现什么问题 有人会以此为把柄 对他发出难题 而现在则是总部直接出示的通知 那到时候 就算是真的出现了问题 也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 王毅笑了笑说道 那现在不知道 林行长是否可以为我们办理了呢 当然当然 只要有了这份文件 一切都好说了 林峰站起身 对着王毅几人说道 麻烦几位在这里稍等一下 我去去就回 林峰拿着文件 转身就离开了 他率先向总部询问了 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在确定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之后 才通知下面的人 开始着手办理这些手续 半个小时之后 一塌塌的文件 送到了王毅的面前 叶新竹在王毅的示意下 将所有的文件给过了一遍 在确认没有问题之后 才再次地将文件 放在了王毅的面前 王先生将这些文件 全部签署了之后 等待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这栋写字楼就是您的了 林峰笑呵呵地看着王毅 这个写字楼能出售 他也并不是没有一丁点的好处 最起码 他不用担心这个账 在自己的认知的期间内爆发 给自己产生麻烦了 更重要的是 这一次能够认识了王毅 这件事情充分地暴露了 王毅的能力到底有多大 这样一个有本事 有能力的年轻人 谁又能保证他以后的成就 有多大那一个星期 王毅没想到 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林峰笑着说道 王先生你也知道的 这栋楼总归来说有些特殊 所以手续上有些麻烦 还要和法院那边沟通的 王毅点了点头 没有再说话 反而是将这些文件 全部推到了杨雨昕的面前 接下来的事情 全部由他来和你们对见 还希望林航长有什么事情 都要多多照顾一些才是 林峰诧异地看了一眼 一旁这个有些拒谨的小女孩 他原本以为 这只是王毅身边的一个小女友 但是没有想到 王毅会将这栋数百亿的写字楼 全部交给这个女孩 这个女孩 到底又是什么样子的来历 一旁的邪新竹 也有些微微汗手 王毅上次花费数一元 将两栋别墅 划到别的女人的名下 他还以为王毅是泡妞泡魔阵 但现在看来明显不是 哪有人会为了泡妞 将数百亿的不动产 填写上别人的名字 叶新竹想起张林的树洞写字楼 和门面房 也全部是在不同的人的名下之后 瞬间便明白了过来 只是他不明白 王毅到底是用什么方法 来保证这些人 乖乖听他的话的 杨雨昕微微一震 但想到王毅之前和他说的话 便用力地点了点头 他俯下身子 将一踏踏的文件 全部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随后王毅又看向一旁的邪新竹说道 接下来的时间 他就交给你带了 在一年的时间内 我要看到他成长为一个 能够顶起一片天的人 王毅虽然嘴上说着 不会给杨雨昕走任何的捷径 但是还是为他 找到了一个最好的老师 叶新竹和杨雨昕对视了一眼 点了点头 好的王先生 我一定会耐心地 将自己所会的东西 全部交给他的 不 王毅认真地看向 两人一字一句地说道 不是耐心 而是严厉 邪新竹停顿了一下之后 用力地点了点头 他明白王毅的意思 是让自己不用在乎杨雨昕的身份 一定要足够的严厉 要让杨雨昕在最短的时间内 彻底地成长起来 三人从银行出来之后 王毅开车将邪新竹送了回去 临走之前 杨雨昕和邪新竹添加了一些联系方式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内 邪新竹无论做什么事情 则都带上了杨雨昕 不停地为他讲解着各种的事项 和一些需要注意的内容 杨雨昕面对着侃侃而谈的叶新竹 也很是佩服 他看到王毅身边的每一个女人 都这么的厉害 心中的那份想法 也更加的坚定了起来 他将叶新竹说的每一句 都记录了下来 不停地吸收着邪新竹教 给他的每一个知识点 有不明白的地方 则第一时间就去询问邪新竹 王毅也难得的清闲了几天 总算不用面对 和杨雨昕单独相处的尴尬场景了 王毅又给杨雨昕报了一个驾校 让他在空闲的时间 将驾照也给考出来 总之就是不给杨雨昕 一丁点休息的时间 只有这样的高强度的工作强度 才能使得杨雨昕进步更加的快速 王毅也早早就给杨雨昕 买好了一辆车 等着他考完驾照之后 就可以直接使用 王毅带着杨雨昕 去法拉利给杨雨昕买车的时候 突然想到了哲青念 算了算日子 哲青念的那辆车 也应该到手了 确实很久 没有见到这个姑娘了 也应该带着她 好好地重温一下才是 毕竟哲青念 也算是她拥有系统之后 遇到的第一个零摔跤人数的女孩 王毅 王毅刚 刚走进之前的公司大门 就被之前的同事给认了出来 老张 好久不见啊 王毅 也确实没想到 也过来就能遇到 之前自己的好搭档吴拳 两个人当时都是 小组内的拼命三郎 只要是赚钱的工作 就没有他们不做的 为了一点 奖金是不停地加班加点 老张你最近咋样啊 我感觉 你咋比之前瘦了呀 王毅一拳锤在吴拳的肩膀上 笑着说道 嗨 别说了 张全叹了一口气说道 之前你离职的时候 将张磊那个狗东西 和女人打架的视频 发到群里面 第二天 他就直接被辞退了 这不是好事吗 怎么你还对他有感情了呀 去你呀的 吴拳笑骂了一声后说道 谁会对那个狗逼有感情 吴拳叹了一口气后 对着王毅原本的公卫上 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年轻人 指了指说道 还记得他吗 王毅看了一眼 那个戴着眼镜 穿着白衬衫 正在公卫上 不停地指指点点的年轻人 点了点头 小绫啊 之前不是咱俩带着他的腰 还算是我们半个徒弟呢 对 林耀张磊被辞退之后 最后可能坐上那个位置的 就是你跟我两个人 但是你辞职了 便就是我了 王毅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吴拳这话说的一点也不假 他和吴拳算得上 是这个公司的老人了 工作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 吴拳继续说道 结果这个小崽子 不知道从哪里 冒出来了一个行长的叔叔 给林总拨下来了一笔贷款 他自然而然就坐上了那个位置 慢慢的 这小子就暴露了本性 王毅没想到自己离开之后 居然还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还刚好被回来找折青念的 自己给碰到了 唉 别说这些了 你今天干嘛过来了 不是想着回来上班吧 王毅从自己背后 拿出了一束花笑秘密的说道 嘿嘿 你说呢 行啊 你臭小子 把公司的那个美女给勾搭走了 没想到你不在公司了 还想着祸害我们这里的美女啊 吴拳搂着王毅的脖子 说说笑笑的朝着里面走着 想要看看 王毅到底勾搭上了哪个妹子 念念 别人送了我两张音乐会的门票 我想着你喜欢 晚上 就允许你陪着我 一起去看怎么样 林耀将一张音乐会的门票 拍在了折青念的桌子上 一脸自豪地说道 我就给你这一次机会哦 能不能抓住 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折青念忍不住地撇了撇嘴 这个林耀不会觉得 自己这样子很帅气 很神气吧 林耀自从成为了组长之后 便觉得 这家公司的每个女人 都在有意地靠近着她 但在林耀的眼中 这些女人都配不上她 毕竟她可年纪轻轻地 就坐上了组长的位置 那些部门经理又如何 比自己大上了三四岁呢 就算比自己职位高 可他们有自己年轻吗 林耀越发地膨胀了起来 觉得这家公司里面的 所有女人都配不上她 前几天 她不小心掉落了一支笔 被折青念捡起来 放在了桌子上 林耀嘴角轻微上扬 冷哼了一声 女人 这么刻意地接近 我喜欢我就直接说 干嘛 还这么扭扭捏捏的 林耀不停地打量着 折青念的长相 林耀便买了两张音乐会的门票 想要给折青念一个 得到自己的机会 林耀将门票 拍在折青念桌子上的时候 恨不得用鼻子看人 女人你要懂得感激我 给你这次机会 折青念看着这个凤凰男 忍不住地暗骂了一声 随后又露出一副职业性的微笑 抱歉林组长 我今天晚上没有时间 我可能没有办法和你一起去了 林耀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他铁青着脸 看着折青念恶狠狠地说到折青念 我可就给你这一次机会 我组长而已 真的拿自己当霸总吗 折青念抬起头不耐烦地 看着林耀说道 我晚上要回去睡觉 和你约会什么的 只会恶心的 我睡不好的 因为我怕做噩梦 折青念的话期的林耀五官 都变得扭曲了起来 他没想到 这个女人居然敢对自己这么说话 他难得就不知道 这家公司到现在还没有破产 都是因为自己叔叔 给他们贷款下来的吗 这个女人 怎么就一点都不懂得感恩呢 给脸不要脸的贱人 我一定要辞退你 林耀忍不住地大声咆哮了起来 他怎么能够容许 别人这样地对他说话 周围的一群人 顿时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想要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看到是林耀之后 也都忍不住地冷笑了起来 他们对于林耀的容忍度 也已经提升到了 一个不可控制的地步 谁知道这个贱货 下一步能够做出什么事情出来 他们此时只想看看 林耀的笑话而已 折青念忍不住地 直接将手中的音乐会门票 撕碎扔在了林耀的脸上 林耀你别太过分 你就算辞退 我又能怎么样 你真的以为我 稀罕在你这里上班吗 林耀被折青念的举动 给惊得愣在了原地 他没想到 折青念居然敢这样对自己 他看着周围那些人偷笑的表情 心中的怒火越来越大 他下一秒举起手 就朝着折青念的脸 猛然抽去 啪 折青念下意识地缩起了脖子 可却始终没有等待林耀的下一步动作 折青念小心翼翼地抬起头 看向对方 脸上的惊慌 瞬间被惊喜冲散 王爷 你怎么来了 没想到 这个王爷泡到的女孩 居然是折青念 这个折青念 可是公司里面最难把到的第二朵花 之前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折青念有男朋友的事情 林耀看着折青念 居然扑进了别的男人的怀抱 他突然感觉 像是被感情给欺骗了一样 在他的想法中 这个折青念 和给自己戴了绿帽子 有什么区别 林耀用力地抽动着王爷死死掐住的手 却发现根本动不了 王爷的力气出奇的大 他感觉就像是 被一把巨大的钳子 给死死地夹住了一样 松开给我松开 林耀用力抽动着手臂 却不料 王爷突然松手 林耀一屁股直接摔倒在了地上 现场突然爆发了一场巨然的哗笑声 声音大到像是一把 把锋利的刀子 不停地划在林耀那颗幼小 却可怜的自尊心上 王爷你你怎么敢 对我做出这种事情 我现在可是组长 不是你的那个小徒弟了 林耀挣扎着站起身 不停地扶着脸上 那不断掉落的眼泪 你是组长关我屁事 老子又不是你公司的员工 林耀看着王爷那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再次怒吼道 对对了 你不是我们公司的人 不能进来 我们公司快把他丢哄出去 林耀朝着周围的人大叫着 让他们将王爷赶出去 但这些人立马坐在工位上 假装工作 丝毫没有一点要动弹的意思 你们都不想干了吗 林耀用手指着这些人 大声地喊道 我叔叔现在就在林总的办公室 谈下一笔贷款的事情 信不信我一句话 就能够让你们全部丢掉工作 可无论林耀怎么咆哮 却依旧没有人动弹一下的 没有一个人搭理他 王爷我们走 不用管他 哲青念实在是不想给王爷 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 晚着王爷便想要离开 但林耀却觉得 不能就这样让王爷离开 不然自己的面子 就这样都给丢光了 不行你不能走你 给我站住 林耀指着吴全大声地喊道 你也不想让他失去工作的吧 吴全微微一愣 他确实不能失去工作 他家的人还全部指望着 他吃饭呢 但吴全又不想让王爷难堪 一时之间夹在中间 不知道说些什么 林耀见状不停地笑着 果然只要他稍稍地 动用一下自己的力量 这些人都得害怕 王爷他 可是你在这里最好的朋友了 你也不想 他因为你丢掉工作的吧 王爷淡淡说道 你算是什么 就凭你一个小组的组长 也能说辞退一个人就辞退的 我是谁 我叔叔可是银行的行长 林峰林峰知道吗 他就在里面和姓林的那个女人 谈贷款的事情 信不信只要我一句话 他就会取消贷款 让这家公司都完蛋 王爷看着林耀 那一副病态的疯狂 只觉得好笑 林峰是吗 我还真的就认识 只不过他就不了你 啪 王爷一巴掌抽在了林耀的脸上 强劲的力量 直接将林耀给抽翻在地 这一幕将众人全部吓了一跳 他们没想到 王爷居然直接就动手了 这些人大多都是认识王爷的 毕竟之前一起共事了那么长的时间 他们没想到 只是和王爷两个多月没见而已 王爷居然就这么的干脆了 林耀也不可置信地 摸了摸自己的左脸 强烈的痛感告诉他 这一切都是真的 啊 王爷 我要你死啊 哒哒哒 高跟鞋敲击地板的声音响起 所有人都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 你们都不用工作的吗 全部围在这里做什么 一道好听的声音响起 一群人顿时急忙回到了 自己的工位开始工作 王爷听到这个声音 便知道是谁 他们公司的老总林亚威 异性资料 姓名 林亚威 年龄 27岁 魅力值 94点 摔跤人数 零 王爷 你告诉我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林亚威看到王爷的时候 也是一愣 随即脸上再次变得冷冰冰的 看着周围的一切 而不等王爷说话 林耀便直接地站了起来 林总 我要求 你现在把这个无关人员赶出去 不是报警将他抓起来 林亚威微微皱眉 这个林耀说话的语气 让他十分地反感 好像他更像是这家公司的老总一样 但林亚威却又不能发作 毕竟上次林行长来公司的时候 这个林耀主动上前打招呼 还叫对方叔叔 有这层关系在 林亚威确实要好好 仔细地处理这件事情 林总 你也不想 我叔叔拒绝 这次公司的贷款申请吧 林亚威突然瞪大了双眼 他看向林耀 缓缓地将双眼眯起 声音不大不小 但在场的所有人 却又能听得清清楚楚 你这是在威胁我 林亚威的发问 让林耀突然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 但他还是强硬着脖子说道 林总 难道我说错了吗 现在公司的处境 想必你比我更加清楚 你有多么需要这笔贷款 就不用我说了吧 林亚威没想到 这个林耀敢当众顶撞自己 这个人在他的眼中 已经是无论如何 都不能再留的了 只不过眼下 还需要保持着和气 等到贷款拿下来之后 再想办法 把他给踢出去 王毅在一旁不断冷笑着 这笔贷款能不能拿下来 难道你能做主吗 废话 那可是我叔叔 我做不了主 难不成你可以啊 林耀见林亚威都已经低头了 他变得更加的嚣张了起来 林亚威都不敢拿我怎么样 你王毅又能耐我何 是吗 不如你把林峰叫来问问 看看他能不能做主 王毅的话 令现场的人有些意外 这个王毅他们并不是不认识 相反在一起工作了这么多年 他们十分地了解王毅的情况 为人情和爱帮助一些新来的同事 但是他的家境 好像一直都不是特别好 但是 从王毅刚刚的语气当中 不难能够听得出来 这个王毅好像认识这个叫做林峰的行长 并且好像关系很好的样子 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一个普普通通了好几年的同事 怎么可能摇身一变 成为能够认识行长这一类的人物 老王 不要抢出头啊 无权在一旁轻轻拉了一下王毅的衣服 他认为 王毅此刻是想要在哲青念的面前 保持着自己的面子 所以才这样做 要是说 这里面谁最了解王毅 肯定是非他莫属了的 王毅下班偷偷兼职的事情 他可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 这样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突然就翻身了呢 林耀冷哼了一声 林总你要什么时候 才能把这个已经离职的人赶出去 就凭他也想见林叔叔 林耀直高气扬地 冲着林雅威 用着一种命令般的语气说话 而林耀威听完之后 却根本没有动弹 因为这里的人 除了王毅身旁的哲青念以外 恐怕就林耀威对王毅的话 最深信不疑的了 哲青念则是亲眼见过王毅的能力 而林耀威则是能够看得出来 王毅说这句话时候的气势 这种自信 绝对不是能够装出来的 最主要的是 王毅身上的穿着 这一身定制的衣服 别人不认识 他可认识得清清楚楚的 最耀眼的 则是王毅手腕上的那一块百搭斐力 虽然他不知道到底是哪一款 但是这个牌子就没有便宜的 从手表上的光泽和质感 来看觉得不是假货 因为像百搭斐力这种牌子的名表 放在这种内行人的眼里 一眼就能看出真假 而能够带得起这种表的王毅 怎么可能是一个普通人 虽然林耀威不知道 王毅的身上发生了什么 能够让他有这么大的变化 但是林耀威却知道 想要将自己的面子找回来的同时 还能拿下这笔贷款 那就全部都要压在王毅的身上了 而根据林耀威多年 在商场上混迹的经验来看 王毅的赢面更大一些 啪 林耀威想罢 直接抬手 就是一巴掌护在了林耀的脸上 林耀威双眼微微眯起 看着林耀 林耀你怕不是忘记谁 才是这个公司的老总了吧 我劝你摆证自己的身份 要不然 你就趁早给我滚蛋 林耀威突如其来的一巴掌 直接将在场的所有人都惊住了 没有人会想到 会发生这么戏剧化的场景 林耀捂住自己的脸 用手指着林耀威不停地发抖 好好你以为这么一个贱人敢和我作对 啪 折青念死死地盯着林耀说道 你再骂王毅一个试试看 折青念像是一个护独子的母豹一样 死死地盯着林耀 吓得林耀不敢说话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平时和和气气的折青念居然还有这一面 一些人已经悄悄地打开手机的录像模式 打算记录下这戏剧性的一面 林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的事还没有谈完呢 林峰此时从办公室之中走了出来 看着林耀威询问道 他下午还有一个会议要开 挤出来了一点时间 来这里和林耀威谈贷款的事情 可刚谈不久 外面就吵吵闹闹的 林耀威出去解决 也迟迟没有回来 林峰甚至是等不及了 才出来看看 下午的会议 马上就要开始了的 林耀威见识林峰出来 急忙上前面 带歉意地说道 对不起林航长 实在是让你看笑话了 我马上就处理好 嗯 那你快点 林峰不满地点了点头 正准备回去办公室 却发觉自己的腿被人抓住了 他惊吓之余 慌乱地踢了一脚 顿时响起一声惨叫 林峰冷静下来一看 居然是踢到了一个人 林峰急忙蹲下身子 对不起小伙子 你在地上躺着淡麻 一旁的林耀威 暗暗有些感到不妙 这个林耀 肯定会趁机告状的 果然下一秒 林耀一直手无脸 连忙摆了白手 不要紧 不要紧的林叔叔 那就好 要不我找人带你去医院看看吧 一旁的林耀威急忙说道 对 那个吴全还不快点带着他 去医院看一下 好的林总 我马上带他去 吴全一下便明白了林耀威的意思 急忙上前准备将林耀给搀扶起来 不不用 林叔叔是我林耀 林耀 林峰满脸疑惑 这个名字是有点熟悉 但是却想不起来是谁了 林耀自己显然也看出来了 林峰有些迷茫 将捂着脸的手 放下露出印着斜斜印的脸 笑着补充道 是我我爸林刚 和你是小学同学的 林峰看着林耀这副模样 强忍着笑意想了一会 才想起来 自己确实有个小学同学叫林刚的 前两年的同学聚会 好像还见过一面 是是小林啊 你这是怎么了 干嘛躺在地上啊 林峰不问还好 一问林耀就难受得差点哭出来 他一脸委屈地 指着王毅和林雅威说道 林叔叔都是他们在欺负我 刚刚他们在这里 说你的坏话我反驳了两句 他们就打我 林耀像是一个受委屈的小媳妇一样 添油加醋地 将刚刚的事情给讲述了一遍 王毅则一直站在一旁 双手抱胸眼含笑意地 看着林耀在这里表演 林行长 刚刚就是一些误会 我们没有欺负林耀的 林雅威怕林峰听信林耀的话 急忙地解释着 可林耀却像是 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 大哭大闹了起来 林峰也是一脸的无奈 他只好牺牲安慰道 小药你放心 如果你真的受委屈了 林叔叔会给你做主的 林耀听完林峰的说 才止住了哭声 看着林峰说道 那就谢谢林叔叔了 不过林叔叔 你这笔贷款 可一定不能答应他们 绝对不能给他们 林峰突然脸色一变 这个贷款的事情 自然是要经过银行的审核 才能做决定 这个林耀居然一开口 就要让自己拒绝 别说是小学同学的儿子 就是他亲侄子 他也要好好地考虑一下 刚刚答应给他出气 也只不过 是嫌他哭得太烦人了而已 林峰当即松开了林耀的手 缓缓地站起身说道 小药啊 这件事情不是我能做主的 那么糟糕才对 林耀也感受到了 林峰的情绪变化 他又只向王毅说道 既然这样 那林叔叔就帮我赶走这个废物 就是他指使这些人打我的 哦 林峰不解地顺着 林耀手指的方向看去 顿时眼睛猛地睁大了起来 林耀你不要瞎说 怎么可能会有人 在这么多人面前打人呢 真的林叔叔 你看看 我脸上的这伤 都是他们打的 林耀显然没有看出 林峰的难堪之处 还是不停地说着 说到了激动的地方 直接站起身 抓着林峰的手 不停地比划着 林峰越听越是脸黑 这个傻逼到底 有完没完了 这个人也是你能够惹得起的 我都还想着 以后能不能靠他帮忙呢 林峰一把甩开林耀 大声呵斥道 林耀你别胡说 王先生怎么可能 做出来这种事情 林叔叔 王毅他真的 王先生 林耀这才像是意识到了 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刚刚林峰叫王毅王先生 林峰这才一脸 陪笑地上前和王毅握手 真是没有想到 居然能够在这里 遇到王先生 王先生放心 我是绝对不相信 王先生能够 做得出来这种事情的 在场的人惊讶不已 没想到 居然还有这么一个反转 这个林行长 好像很怕王毅的样子 林雅威也暗暗松了一口气 看来 自己这次没有赌错 林耀两只眼睛 死死地瞪着王毅 眼珠子都快要 从眼眶之中蹦出来了 王毅看着林耀笑了 笑扭头对林峰说道 林行长误会了 刚刚确实是我动手打的人 林峰满脸黑线 这算什么 我给你澄清 你自己给自己抹黑是吧 那也一定是 林耀他自己就由自取 惹得众目 王先生这才出手 小小地教训了他一下下的 林峰的话令 在场的众人 再次的大跌眼镜 好家伙硬解释 洗白是吧 那林行长觉得 这件事情 应该要怎么解决才好呢 林峰听罢 松开了王毅的手 看着林雅威说道 林总 我想这样的一个害群之马 就没有待在贵公司的必要了吧 林雅威立马接话说道 那是当然 我正要将他开除 并且将他的所作所为 都全部填写上去 周围的人倒吸一口凉气 这种被辞退的人 而且还有着黑历史的人 其他公司的人 大概率都不会再使用 只要其他公司 稍微做一些被调 便会发现 他的这一段工作经历 这也说明 林耀的前程 算是彻底完蛋了 林耀没想到 事情变化得这么快 他不解地看向林峰 林叔说 这是为什么 他只是一个外人啊 你为什么要帮他说话 林耀显然还没有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不停地向林峰求救着 林雅威看向吴全 说到吴全你还愣着干什么 想让他在这 打扰其他员工的工作吗 好的林总 吴全和另外两个男同事 急忙上前将林耀给拖了出去 至于后面的辞退等等的 全部都会交给人士来完成 林耀的这一辈子 大概率是完了 但这些并不会让这些人 觉得林耀可灵 只会让人们觉得 这是他自己就由自取 毕竟他的所作所为 在场的人又不是瞎子 都有着自己的判断标准 而这些人 确实对于王毅的身份 更加地好奇了一些 王先生不知道 为什么会来这家公司呢 王毅不动声色地 拉起哲青念的手说道 我来接我女朋友下班 我之前也在这家公司 工作过几年的时间的 哦 林峰转头看向林雅薇笑着说道 真是没想到 林总的公司 居然是这样的藏龙卧虎啊 林雅薇尴尬地笑了笑 他之前也确实没有发现 王毅能够有这么大的能力啊 本来还想着 等下约王先生一起吃个饭的 但既然王先生有家人相伴了 那我也就不打扰两位了 嗯 那你们好好地聊贷款的事情 我们就先走了 王毅说 爸便拉着哲青念 转身走向了大门 在路过吴泉的时候 对着一脸震惊的吴泉说道 老吴你要好好干 不能一直在这个位置待着吧 王毅说 完便带着哲青念离开了这里 只留下一群 被惊讶地说不出来话的人 林航长 那我们继续谈一下刚刚的事情 林雅薇小心地向林峰试探着 林峰薇微笑了笑说道 就不用谈了的吧 林总公司的情况 我已经了解了的 至于贷款的事情 我回去之后 会派人来和你相谈的 真的 那就太谢谢林航长了 林雅薇的脸上露出一副 发自内心的笑容 他明白林峰派人下来和他谈 那这件事情 十有八九就是成功了的 明明林峰刚刚在办公室里面的时候 还一直不松口 极力地压着贷款的金额 可现在居然就同意了下来 这其中的原因 林雅薇也自然是明白的 那既然事情已经办妥了 我就不停留了 我等一下还有个会议要看 好的好的 有时间一定和林航长 好好坐下来聊一聊 林雅薇在将林峰送到电梯口的时候 林峰又小声地和林雅薇说道 林总有句话 我想还是要和你讲明白的 您现在公司所要做的事情 哪怕是拿到这笔贷款 成功率也依旧很低 只不过是能够拖延一下时间而已 林雅薇点了点头 林峰说的这些 他又何尝不知道 但是这个公司 已经投入了他这么多年的心血 哪怕只有1%的成功率 他也想要试一试 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的 林雅薇眼前一亮 看向林峰问道 还请林行长多多指教 如果林行长能够救活我的公司 我一定中险 林峰笑了笑说道 我哪能够有这么大的本事 能够帮助你的另有其人啊 林峰说完 电梯刚好到 林峰便走进了电梯之中 按下了按键 电梯门关上了好一会 林雅薇还站在电梯口 一动不动的 另有其人 林雅薇知道 林峰指的是王毅 但是王毅又凭什么会帮助他的呢 他们之间的关系 并没有那么要好 他们之间 也只不过是互相知道 彼此存在的关系而已 林雅薇缓缓地走回了公司 原本吵闹的公司 在林雅薇走进的那一瞬间 立马安静了下来 刚刚的讨论声也戛然而止 所有人都装出一副 十分忙碌的样子 突然林雅薇看到了吴全 便急忙明白了 啪啪啪 林雅薇用力地拍了拍手 将所有人的目光 全部给吸引了过来 众人抬起头看向林雅薇 想要知道 这个美艳的老总 想要说些什么 在所有人都看向他之后 林雅薇开口说道 吴全你过来 吴全虽然不明白 林雅薇要做些什么 但还是小跑着 来到了林雅薇的面前 林雅薇笑着 看着吴全说道 基于你们小组 现在组长一直的空缺 现在任命 你为小组组长 这个月的薪资待遇 全部按照组长的来分发 不过 这也是暂时的 都以后有更好的职位 我想比你很快就能够胜任的 林雅薇说完 也不管吴全有没有反应过来 便直接扭头 看向众人说道 好了 大家继续工作吧 林雅薇说 完便转身 回去了自己的办公室 只留下一脸猛逼的吴全 在林雅薇走后 一群人不停地给吴全贺喜 在林雅薇看到吴全的那一刻 林雅薇便明白 王毅走之前 为什么突然说 那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了 老吴你要好好干 不能一直待在这个位置上吧 王毅当时是这么说的吧 林雅薇当时还不明白 王毅干嘛突然说这样一句话 可现在才明白了过来 王毅这是在替吴全打抱不平 或者说 王毅就是在让林雅薇给吴全升职 林雅薇当即便明白了过来 想要和王毅打好关系的话 那这个吴全 便是他要迈出的第一步 王毅 你怎么想起来 今天来找我了呀 哲青念坐在副驾驶上 抱着王毅的手 双眼亮晶晶地 看着王毅的侧脸 他已经好久没有见到王毅了 心中对于王毅的想念 也是越发的深 毕竟这可是自己的第一个男朋友 陷入爱情的人 总是有些傻的 哲青念也是如此 哪怕他再清楚 自己当初接近王毅的时候 是为了对方的钱 但即便是这样 女人也想要爱情的滋养 特别是经历过的人 会更加地爱上那种感觉 我这几天刚好有时间 想起来好久没有见你了 便想着给你一个惊喜 王毅的画像是蜂蜜一样的 填在了哲青念的心口 哪怕是最简单的一句话 他也甘之如頤 嗯嗯 老公真好 哲青念一脸甜蜜地 靠在王毅的身上 脸上全部是甜甜的笑容 这几天你请几天假吧 我带着你好好的去玩一段时间 嗯 哲青念点了点头 拿出手机正准备请假 却发现自己说到了林雅薇的信息 哲青念好奇地点开一看 顿时高兴地手舞足蹈的 耶 太好了王毅 林总给我放了三天假说 是这段时间太累了 让我好好地休息一下 哲青念没想到 林总会突然主动地给自己放假 高兴得不得了 他当刚还在苦恼 用什么理由请假好呢 王毅淡淡地笑笑笑 并没有说话 看来这个林雅薇 还挺善解人意的 这么快就给自己想好了 王毅直接驾驶着车子 带着哲青念来到了酒店当中 他们已经是熟门熟路的男女关系了 自然不需要前面的那些铺垫 什么逛街看电影买衣服什么的 都只不过是铺垫而已 而他们现在便可以直接地进入主题 哲青念虽然明白这些 但是一时之间耶还有些放不开 毕竟这也才是第二次和王毅亲热 就像是你们刚刚结交的女朋友一样 前妻做什么都是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 别说在大街上接吻不好意思 就是你们在房间中亲热得饿时候 他们也会要求关灯 可是久而久之地 慢慢地接触得久了 你会发现 你们之间的动作会越来越大胆一些 女朋友的羞涩也会减少 直接将搓澡金扔你脸上 王像是给哲青念点了一大桌的食物 开了一瓶红酒之后 慢慢地进入了调情阶段 尝试着让哲青念慢慢地打开自己 渐渐地进入节奏当中 等到哲青念在这浪漫的环境中 渐渐地沉迷下来的时候 王毅便像是一头恶狼一样地扑上去 将这只小白兔给吃得干干净净的 哲青念咬牙强忍着来自王毅的爱 越发地沉沦着 长时间处于饥渴状态的哲青念 在一波波的攻势之下 也慢慢地放开了自己 后共面的大败结束 哲青念翻了翻身 小声地哼记了两声 感受着游走在自己身体上的一双大手 长时间的空虚 让他昨天晚上完全地放开了自己 与王毅大战了好几个回合 可一大早的王毅 却依旧精神奕奕的状态 哲青念无奈地将身体瘫 开在床上摆成了一个大字 眼神忧怨地看着王毅 老公我实在是没有力气了 你自己动吧 王毅苦笑了一声 在哲青念的身上狠狠地捏了两下 惹得哲青念不停地哼记着 发出一阵尸骨销魂的声音 谁要把你怎么样了 我要起床吃点东西去 啊 哲青念有些失望得 看着王毅穿上衣服走出了卧室 他满脸的嘲红 这才慢慢地退落下去 哲青念勉强撑起身子 穿好衣服来到客厅中 从背后将王毅紧紧地抱住 哲青念像是一只粘人的小猫一样 在王毅的身上蹭了蹭 感觉十分地舒服 王毅转身将哲青念抱在怀里面 使劲地揉搓着 令哲青念好不容易下去的想法 又攀升了起来 讨厌就会调戏人家 哲青念将王毅的手 从自己的身体中掏出 拿起桌上的纸巾 细心地给他擦干 王毅看着哲青念 问道既然你在公司上班不舒心 你就没有想过要离开那里吗 哲青念被王毅这么一问 反而有些恍惚 哲青念叹口气说道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不在这里工作以后 能做些什么 王毅将哲青念用力地报警说道 不上班也可以啊 反正有我养着你 难不成我还喂不保你这个小蝉猫 哲青念忧愿地朝着 王毅下面看了一眼 哼唧唧地说道 你那么多的女人 你能喂得过来啊 两人都知道 对方说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喂饱 对视了一眼笑了起来 哲青念也知道 哪怕自己不上班 凭借着王毅的能力 养活自己完全不成问题 哪怕就是再多几个王毅 也没有问题 而刚刚哲青念 故意提起说王毅 有很多个女人的事情 这也是在侧方面的尝试 王毅是不是真的只有他一个女人 王毅将他得到手之后 半个多月的时间没有找他 而且凭借着王毅的财力 想必身边的女人 会像是密封一样的多 要让哲青念相信 王毅救他一个女人 根本不可能 所以哲青念变策方面地 询问了一下王毅 果然王毅并没有解释 哲青念心中稍稍有些不满 但随即也很快就释怀了 毕竟自己的当初 也是看上了王毅的钱 才主动地接触了王毅 两人最初 也就是一场简单的交易而已 既然这样 那他也就没有什么好责怪王毅的 但是要让哲青念不上班 他还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难不成居家做一个贤妻良母 可问题是王毅会娶他吗 他总不是向王毅逼婚吧 只要是个有脑子的女人 都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王毅怎么可能会答应呢 但要让哲青念不上班 就整天地闲着 他也是做不到的 不仅如此 想必他这样做 也一定会被王毅其他的女人给比下去 毕竟你不进步 其他的女人可不会停下 只要男人有钱 身边永远有着漂亮青春的18岁女孩子 我也不知道要做些什么 哲青念思索了一会 也没有想出来的所以然 他确实不想闲下来 但是现在的公司 也的确不再适合他工作了 毕竟他和王毅的这层关系一出来 别人和他的相处方式 一定会变得很是奇怪的 有没有想过自己生意之类的呢 哲青念摇了摇头 他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王毅见哲青念没有打算 只能作罢 只能承诺让哲青念好好地想想 以后他只要有要求自己再满足就是了 毕竟都是自己的女人 能够给一个更好的陆王毅 都会尽量去满足 两人简单地吃了一些饭 王毅的电话便响了起来 王毅看着这个陌生的来电 犹豫了一下 还是选择了接通 王毅挂断电话之后 看向哲青念的眼神 有些兴奋之色 一哥 谁的电话你这么高兴啊 王毅在哲青念的脸上 用力地亲了一口 一个老朋友 你也认识 我也认识 哲青念有些疑惑 他和王毅共同认识的人并不多 而且能够让王毅这么高兴的 更是想不起来一个 接着哲青念便被王毅 拉起一起下楼 一起去见这个人 王毅开着车 很快来到了一个咖啡店 在店员的带领下 王毅两人来到了一个台位前 王先生 哲小姐 好久不见 坐在位置上的女人 摘下眼镜 站起身 向王毅两人伸出手 轻声打着招呼 是你 哲青念轻呼出了声音 眼前的这个女人 他还真的认识 顾小婷 那个法拉利的金牌销售员 哲青念上次和王毅 去法拉利的4S店的时候 两辆车子 正是顾小婷售卖给他们的 当时王毅就想要将顾小婷 给拉拢走 可惜当时的顾小婷 有了其他的想法 并没有答应 而只是和王毅说 如果他改变了主意 一定会联系王毅 没想到这才一个多月的时间 顾小婷就再次的出现了 王毅听到顾小婷主动的 要和自己见面 也很是激动 毕竟这就说明顾小婷 有了想要加入她的想法 顾小姐几天不见 光彩越发夺目了 王毅和顾小婷握手后 如果不是王毅买下那两辆车 让她拿到了高额的提成 她现在的生活 不可能过得这么的清闲 以顾小姐的能力 想必不是我的出现 也会有张艺 灵异的出现 甚至我觉得顾小姐 哪怕是自己出来单干 想必用不了多久 也一定是一个大人物的 王毅的话 让顾小婷很是受用 毕竟她对于自己的能力 也是很自信的 她要强的性格 让她在哪里 都想要争第一 虽然这样会让她受到一些排挤 但是那些货色的看法 她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而也只有王毅 像是一个伯乐一般的 看出了她的不平凡 也是第一个 向她抛出来橄榄枝的人 顾小婷原本想着 自己做出点什么动静的 结果却发现 单凭自己 真的很难有所作为 所以她找上了王毅 希望能够借助王毅的势力 助自己再上一层 顾小婷苦笑了两声说道 王先生可真是太久了 如果真的能够 像王先生所说的那样 就太好了 王毅从顾小婷的笑声中 听出一丝的无奈 便开口问道 怎么有什么事情难道你了 顾小婷便将自己 这个月的事情 和王毅讲了一遍 王毅也才明白 原来顾小婷一直不光 是在法拉利的4S店做销售 还在抖音上 是一个旅游博主 她会在自己休假的期间 去到处旅游 推动一些旅游业的发展 以此来赚取一些外快 从法拉利4S店离职之后 便开始全职做旅游博主 原本顾小婷还想着 凭借着自己的能力 很快就会成为一名 十分出名的旅游博主 毕竟她的文案和镜头 都是自己精心打磨过的 非常能够引起一些人的共鸣 和对于这个景区的向往 仅仅只是半个月的时间 顾小婷凭借着自己强力的文案 在这一分钟小有名头 可随后顾小婷便发现了 不对劲的地方 因为顾小婷在接下来的 一个星期中 居然一个景区的邀请都没有接到 她哪怕自发地想要 去一个景区拍摄 并且给他们宣传 也受到了当地景区的禁止 和视频举报 顾小婷多方面的调查之后 才发觉是一个大公司在针对她 而这个大公司在前段时间 刚刚向她提出 要和她签合同的想法 被她给拒绝 这个公司便直接和其他的景区联系 让所有的景区 将顾小婷的合约全部中断了 哪怕是顾小婷自发地宣传 可是长期拿不到赞助的她 又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顾小婷也尝试过 要和这个公司商谈 可对方态度十分的强硬 要么你退出这一行 要么就成为他们旗下的博主 这种事情 以顾小婷的脾气 自然是不可能答应的 顾小婷思前想后 终于想到了王毅 想要看看 王毅是否能够为她 找到其他的出路 王毅听后眼前一亮 没想到自己的MCN公司 还没有完全的建成 就有一员大将送上门来 这个事情没有问题 我会全力帮助你的 但 王毅与气顿了顿后 笑着继续说道 但你有没有想过 要加入我的公司呢 顾小婷表情一致看向王毅 王先生也有MCN公司 现在还没有 不管我的场地已经买下来了 公司也正在注册 想必很快 你就可以见到他了 顾小婷微微一愣 没想到自己拒绝了 另外一家公司的邀请 又收到了王毅的邀请 王毅看出了顾小婷的顾虑 继续说道 当然你可以拒绝加入我的公司 你这件事情 我依旧可以帮你解决 但我要和你说的是 我能够给你的待遇 顾小婷没有说话 而是平静地看着王毅 等待着王毅接下来的话 你加入我的公司之后 旅游的这个板块 我将会全权交由你来负责 下面的博主 当然也是 由你来培养的 这里的利润 给你两成之外 再加两百万的年薪 顾小婷听到后陷入了沉思 他原本是想要自己 先成为一个大的博主 再用自己的账号 去附化一些其他的账号 在自己建立一家公司的 但是他没想到 会遇到这么多的阻碍 他现在被所有的旅游业 给断掉了资金 他这件事根本不可能完成 虽然王毅说了 就算他不答应 也会帮助他解决当下的麻烦 可是如果第二家公司找上来呢 第三家的王毅 能够一直帮他吗 顾小婷现在才明白 自己之前的想法 有多么的开心 如果不依附一个大的势力 自己根本不可能成为 一棵参天大树 而也只有王毅 这样有足够底气的人 才能够在这各大 网红公司的排挤之下 杀出一条血路 再则王毅给出的待遇 确实十分的诱人 先不说两成的分成单单 只是那两百万的底薪 便是他现在一年的收入了 顾小婷点了点头 好 我答应加入 王毅见顾小婷同意加入 心中也越发的有点了一些 王毅举起面前的咖啡 笑着说道 那就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顾小婷轻笑了一声 也举起了一旁的咖啡 和王毅轻轻地碰了碰 两人正准备喝下 却被一旁的舌青念给打断 哎一哥 你们带我一个 舌青念同样举起咖啡 和两人碰了一下说道 一哥 你不是问我想要做些什么吗 我也是一个资深的旅游爱好者 刚刚听了小婷姐的话 就想着能不能跟着小婷姐 一起学习一下 哲青念一直的梦想 都是世界旅游 只不过上了班之后 这个梦想便慢慢地成为了 全国旅游这名景点旅游 全省旅游周边游商场游 最后甚至连这个想法都没有了 也是 刚刚她才突然地想起了自己的梦想 随即便想着加入王毅两人 顾小婷见王毅点了点头 便笑着说道 那就欢迎你的加入了 哲青念脸上突然笑了起来 是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笑容 她觉得 这是她二十多年以来 第一次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从小婷父母的话好好学习 长大了要努力工作好好上班 可这些都不是她真正想要做的 而现在她才感觉到 这才是真正的自己 接下来的时间 王毅便和两人商定了一下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哲青念在接下来的时间 会跟着顾小婷 学习拍摄和文案的写作方法 并尝试着去周围的一些旅游景点尝试 而这些资金也全部由王毅全权提供 在这段时间中 顾小婷则要用着自己的账号为 哲青念引流 虽然没有收入 但是却依旧可以增加粉丝量 这些旅游景点虽然不给广告费用 但是王毅却是可以把这一部分补给顾小婷 接下来的三天中 哲青念向公司提出了离职的想法 很快便办理好了离职手续 哲青念一一不舍地和王毅在一起 度过了两天半天三到四时间之后 便和顾小婷一起出发 去周边的一些旅游景点学习 滴滴滴 王毅从床上起身 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机看了一眼 发现居然是程嘉宜发来的信息 这个姑娘好像也确实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 王毅伸了一个懒腰之后 打开手机 程嘉宜哥哥最近在做什么呀 我都好久没有见过你了 程嘉宜哥哥我好想你啊 程嘉宜可爱小猫 王毅看着程嘉宜发来的可爱表情包笑了笑 这个小橙子还真是挺可爱的 别墅那边的装修 灵星请了假一直在忙活着 注册公司和场地那边的装修 则有叶新竹和杨雨新在负责 哲青念泽去旅游拍摄了 慕婉青还在找自己的门面房和要做的生意 王毅确实一时间挺闲的 刚好也很久没有见这个可爱的小丫头了 王毅 程嘉宜在床上一下子蹦跌了起来 将一旁的周启青吓了一大跳 小橙子你干嘛 吓我一跳 程嘉宜完全没有在意自己好闺蜜的忧怨的眼神 急忙的翻箱倒柜的找着衣服 想着等一下和王毅出门穿哪件衣服好 你这是要出门 周启青心里面歌登了一下 这个小橙子自从和王毅在一起之后 完全就像是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 平常只要不是他求着他陪自己出门逛街 小橙子根本不带出门的 就算陪着自己出去也根本不会舒服打扮 完全就是一个宅女的样子 今天这么的激动 周启青不用想就知道 是要去见那个大坏蛋了 小橙子 你这不会是要见你的哥哥吧 周启青有些心虚 毕竟自己和王毅在一起的事情 小橙子还不知道 他都不知道要怎么解释 自己和王毅发生的事情 更关键的是 这件事情王毅也不知道 嗯嗯 程嘉宜没有回头 继续不停地挑着衣服 哥哥今天回护城了 要带我出去玩呢 程嘉宜说完 突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看着周启青说道 秦秦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啊 周启青愣了一下 他也确实很久没有见王毅 有些想念和王毅在一起的夜晚了 但是 自己要以什么身份去啊 小橙子的闺蜜 王毅的情人 还是他们之间的小三 这完全就是一整个死亡现场啊 程嘉宜见自己的好闺蜜有些犹豫 便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看着对方说道 秦秦你这些天都一直在家陪着我 肯定也很无聊的吧 就一起去呗 就当做是为了我好不好 程嘉宜不说还好 一说周启青更加的心虚了起来 他这是不想出去玩吗 那是因为 他也约不上王毅的时间啊 总不能自己背着王毅出去玩吧 那成什么样子了 好不好吗 小橙子拉着周启青的衣袖 不停地摇晃着 两只大眼睛 不停地闪着期待的亮光 周启青无奈地点了点头 小橙子顿时激动地大叫了起来 好业 请请你快点看看 自己要穿什么衣服 周启青看着自己的好闺蜜 在衣柜中 不停给自己挑选衣服的样子 只感觉有点好笑 他想了想 自己这样子一直瞒下去 也不是办法 总归是要被两个人知道的 既然会被两个人发现 不如自己主动交代 要不然 自己总不能一直见不到王毅吧 这么久的时间了 他也确实很想念王毅 大不了自己以后 给小橙子当牛做马就是了 想通了之后 周启青和小橙子 不停地挑选着衣服 周启青为了弥补自己过错 自发地要求给小橙子化妆 并将自己的化妆品 全部拿给小橙子用 小橙子看着脸上精致的妆容 满意极了 周启青的化妆手法 是出了名的好 之前还专门去KTV 给一些陪酒的女郎 当过化妆师 一个人50块钱 以此填补过自己的生活费 他的化妆技术 是经过一众的认可的 两女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等待着王毅的到来 两女下楼之后 小橙子是满脸的期待 而周启青则是满脸的心虚 他不断地想着 等下要怎么和王毅交代清楚 当王毅看见自己的时候 会是怎么样一副精彩的表情 很快一辆黑色的库里男 便出现在了两女的视线当中 王毅特意在出门前 就和张三换了一辆车 因为小橙子说了 要带上他的一个好闺蜜 王毅听到有其他美女的加入 也并没有觉得 会打扰他们的二人事件 反正王毅并不嫌弃自己的女人多 也不会觉得 当着别人的面亲热会尴尬 王毅看到两人的身影之后 脸上表情慢慢地消失 反而是有着一种疑惑的感觉 因为在小橙子身边的 那个女人的身影 看起来有点眼熟 虽然对方遮着脸 但是王毅还是从身材上 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熟悉感 毕竟周启勤的那一双女团腿 可是很惹眼的 王毅将车停下之后 下车不断地朝着两人走来 当看清程嘉宜身边的周启勤的时候 王毅嘴角上扬了起来 好吗 原来是你这个小丫头 王毅当初见到周启勤的时候 还在好奇 为什么这个丫头 会自己上来和自己打招呼 而且明明自己什么都没有做 她的好感知就在不断地上升着 就好像是知道自己的身份一样 原来这个丫头真的认识自己 而且早就知道了 自己是程嘉宜的男朋友 特意上来接触自己的 周启勤站在程嘉宜的身后 尴尬地冲着王毅笑了笑 一时之间不知道要怎么办 哥哥好想你啊 程嘉宜朝着王毅快速地跑去 一下便扑进了王毅的怀里 王毅低下头在程嘉宜的小嘴上 用力地吻了上去 小橙子愣了一下 也很快地迎合着王毅 程嘉宜被吻的身子越来越软 几乎要融化在了王毅的怀里面 而王毅则眼角含笑地 看着程嘉宜身后心虚的周启勤 周启勤看着看人的激吻 有些心痒痒 但更多的是手足无措 妈蛋等下这里 不会要上眼燃东吧 两久 程嘉宜才不舍地和王毅分开 他双眼眯眼地看了王毅好一会 才想到自己的好闺蜜 还在自己的身后看着两人 程嘉宜一张小脸瞬间红了起来 他不好意思地转过身看着 周启勤对着王毅说到 哥哥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好闺蜜周启勤 周启勤见状急忙上前 想要将这一切讲清楚 却见王毅向他伸出手笑着说道 你好 我叫王毅是小橙子的男朋友 周启勤抬起头看着王毅脸上 那如暖羊一般的笑容 一时间觉得有些恍惚 他迷迷糊糊地伸手与王毅握手 声音如同细纹般轻盈 你你好 程嘉宜上前挽着周启勤的手 看向王毅 哥哥你还不松开 不能看我闺蜜好看 就一直握着吧 王毅看着像是护食一般的程嘉宜 笑了笑松开了周启勤的手 上车吧 我们现在出发 好夜 出去玩咯 程嘉宜没心没肺地大叫着 拉着还愣在原地的周启勤 打开了库里南的后排座椅 坐了上去 周启勤坐在车上 听着程嘉宜叽叽喳喳地不停地说着 他却根本一个字都没有听清楚 只是偶尔当程嘉宜和他说话时 他傻笑着点了点头 他从车内镜中 看着专心开车的王毅一时之间有些迷茫 可能对于王毅来讲 他并不希望两人的关系 暴露在程嘉宜的面前吧 要不然 为什么会装出一副 不认识自己的样子呢 周启勤一时间有些伤心 虽然是自己插手了两人的感情 他也确实是冲着王毅的前去的 但这并不代表 他就不想要分上一些王毅的感情 他毕竟也才只是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而已 小橙子 咱们去哪娃啊 周启勤看向一旁的程嘉宜小声问道 他现在完全没有想要出去玩的心思 反而有点想要回去休息 程嘉宜像是感到了好闺蜜的心情有些低落 他小声问道 怎么了秦秦 你身体哪里不舒服吗 周启勤轻轻点点头 嗯 我感到有些头晕 想要回去休息一下 周启勤下一刻 就想要让王毅停车 自己打车回去 啊 可是等一下 我们要去迪士尼乐园爱 秦勤你不是很早就想去了的吗 刚刚哥哥提起说 要去迪士尼的时候 我还认为你会很高兴的呢 周启勤一时之间有些愣住了 他刚刚在走神 完全没有注意到 王毅提出要去迪尼斯乐园的话 他记得自己上一次和王毅在一起的时候 偶尔提出了一嘴说 想要去迪尼斯乐园玩 没想到王毅一直记得 一时之间 周启勤有些感动 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抉择 一起去玩吗 这么久没有一起出来玩过了 刚好可以好好放松一下 对啊 秦秦你就陪我好好地玩一天好不好 周启勤听着王毅和程嘉宜的话 秦秦点了点头 周启勤下意识地认为 说的不是他和程嘉宜之间 好久没有出来了 而是在指 王毅和他之间好久没见了 看来一个他 也很想我能够陪在他的身边的 周启勤渐渐地也恢复了一些活力 不停地和程嘉宜有说有笑地聊着天 车子在一片的欢声笑语之下 慢慢地驶向了迪尼斯乐园 远远的梁女便看到了巨大的摩天轮 再加上他们到的时间 刚好是下午五点左右的时间 天色已经微微有些暗淡 天空上的云朵像 是被披上了一层粉红色的伪装 将整个摩天轮 都蒙上了一层童话的色彩 哇 好美啊 梁女趴在窗边 看着这一幕美景 忍不住地发出一声声的赞叹 王毅将车找好位置停下之后 便带着两女朝着检票口走去 程嘉宜很自然地 上前挽着王毅的胳膊 表现得很是亲密 周启勤则是跟在了两人的身后 一时之间觉得有些尴尬了起来 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才能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地自然一些 原本他认为 只要自己能够得到王毅的钱 就算是一直上不了台面 也没有关系 可现在他却后悔了 他也想能够光明正大的 在人群中和王毅保持着亲密的动作 人性便是如此的贪婪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便想要更多的 周启勤低下头 看着看不见脚尖的地面 一声不发 完全不像是他的性格 哎呦 周启勤一不小心撞到了王毅的身上 他抬起头发 现王毅和程嘉宜都正在扭头看着他 周启勤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他只顾着低头走路 两人什么时候停下来了 他完全都没有发现 程嘉宜笑着什么也没有说 上前直接将周启勤的双手拿起来 在周启勤一脸震惊之下 将他的双手挽在了王毅的胳膊上 随后周启勤看着程嘉宜 蹦蹦跳跳地跑到王毅的另一边 抱着王毅的另外一只手 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变化 全程都是开心地笑着 周启勤抬起头 偷偷打量了一下王毅 见王毅也没有什么反应 便用力地抱紧了王毅的胳膊 他虽然不知道程嘉宜为什么这么做 但是他心中也在偷偷地高兴着 这样算不算 也是光明正大的和王毅在一起了呢 王毅感受着两只胳膊处传来的柔软 一言不发 既然程嘉宜这么的懂事 他也没有拒绝的道理才是 一路上的行人 不断地朝着王毅他们三人看过来 男的个个都是咬牙切齿的 干凭什么这家伙可以左拥右抱的 而且两个女孩还都是这么的极品 周启勤和程嘉宜完全就是两种风格 程嘉宜更像是一个小巧可爱的邻家女孩 而周启勤则像是一个学校里面的大姐头 这两种强烈的反差 不断地吸引着其他人的目光 同时也有着对王毅的仇恨 王毅却乐在其中 毕竟这种能够带着多女一起出来 玩的日子可不多 这还是头一次呢 没想到这种感觉这么的爽 看来以后要多创建一些这样的机会才行啊 王先生您好 我是迪尼斯乐园的负责人乔东 很高兴能够见到您 三人刚刚来到乐园的门口 一个身穿西装的男人便主动地上前和王毅 做起了自我介绍 王毅在来的路上本来是想要让邪新竹联系一下 迪尼斯乐园看看能不能将乐园给包下来的 但是王毅联系的时间确实是太晚了 此刻的乐园中早就已经有着许多的游客 王毅便退而求其次 让乐园停止继续接待 而乐园中剩余的游客则可以继续地游玩 迪尼斯毕竟作为一个知名的游乐场 每天的游客数量十分地庞大 每一个过来游玩的游客 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这里有多好玩 印象最深刻的 反而是这里的人是真的多 每个游玩的项目光是派对 就要上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时间有些太晚了 但现在乐园停止了继续接待游客 反而让王毅他们减少了排队时间的同时 也保留了迪尼斯的人气 不然偌大的一个游乐场之中 只有他们几个人倒也是显得十分的诡异 王毅看向乔东点了点头 都准备好了的吗 请王先生放心 已经全部准备好了 王毅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两女不明白王毅他们在说些什么 但是听两人的谈话 王毅好像让这个人准备了一些什么 他们也没有问 跟着王毅在乔东的带领下一起走了进去 刚进去两女便发觉 这个迪尼斯乐园并没有网上说的人几人的现象 但是和他们老家的那种游乐场的平时状态差不多 两女不停地打量着游乐场中的一切 却突然发现乔东停了下来 两位女士好 王先生给两位精心准备了公主专享服务 还请两位跟我这边请 程嘉宜和周启晴看向乔东身后的服装店 在看到王毅点头之后 便跟着乔东一同走了进去 两女刚刚进店便被店铺内的辐射 震惊地说不出来话 在他们的面前是一排排精美的公主群 看着这些全部挂在零食衣架上的公主群 他们便明白 这些全部都是特意刚刚从各个地方给掉来的 不然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出现这么多漂亮的公主群 在看到两女脸上惊讶的表情时 乔东的脸上也跟着德意了起来 一个能够包下整个迪尼斯乐园的人 这样的人能够有多大的实力 乔东虽然不知道 但是他知道 这种人一定是他惹不起的 虽然王毅并没有能够成功地将迪尼斯乐园给包下来 但是却已经花费了三百万的金额 而现在德专属公主服务 则是王毅提出来的另外一个要求 便是让他们能够给周启勤和程家仪 留下来一个难忘的游玩体验 而至于金额则是更加的没有上限 无论是多少钱都没有问题 乔东看向两女缓缓说道 两位可以随意挑选一套 等下要使用的裙子 等下还有专业的化妆师团队来给两位做装造 至于其他的裙子如果有喜欢的 两位也可以告知我 我会将其打包好送到指定的地址 两女听罢都是震惊不已 她们本身就喜欢洛丽塔之类的裙子 这些裙子的价格 她们看一眼便知道价格不菲 这些大多更是一些高定 平常想买都很难买得到 没想到 现在却就摆放在了自己的面前 供自己任意挑选 两女对视了一眼 没有任何的犹豫 立马便开心地在这里挑选了起来 她们在选定好今天要穿的公主裙之后 几名专业的装造师 便上前为她们精心打扮着 足足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两女才从中走了出来 虽然时间用了很久 但是效果却格外的明显 两女身上的公主裙 将两人的身段 很好地完美展现了出来 而且这些裙子 还经过了装造师的精心调整 并不像其他的公主裙那样 看起来十分的臃肿 这样子等下 无论是玩什么设施 都不会造成影响 这也是很多女孩子 穿着洛丽塔 来迪尼斯勒园玩的时候 留下来的遗憾 她们的蓬蓬裙 很多的游玩设施 都不能玩耍 因为很容易卷去气血当中 所以最后只是拍了一大堆的照片 便离开了这里 而两女则完全就没有 这样的后顾之忧 哥哥 我们好看吗 程嘉宜笑着拉起周启晴 在王毅的面前 笑着转了两个圈 脸上都是发自内心的笑容 谁能不喜欢一个 这么专心对自己好的男人呢 最主要的是 他将自己的所有的需求 都考虑在内 给自己了一个十分完美的体验 程嘉宜笑着上前 扑进了王毅的怀抱里面 主动地献上了自己的热吻 程嘉宜双眼紧紧闭上 仔细地感受着王毅的温度 周启晴看见这一幕 尴尬地正准备转身离开 却被王毅猛地拉住了手 周启晴疑惑地看向 正在和程嘉宜热吻的王毅脸上 突然露出一副坏笑 下一秒 王毅与程嘉宜双唇分离 王毅将程嘉宜用力地抱进了怀里面 而王毅的头则从程嘉宜的肩膀上探出来 用力地吻在了周启晴的小嘴上 周启晴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给震惊到了 他瞪大了双眼 看着近在咫尺的王毅 满脸的不可思议 他挣扎着想要逃离 生怕等一下 被自己身前的程嘉宜给发现他们的行为 但他的脑袋却被王毅死死地按着 再加上他不敢用力 加大幅度担心惊到程嘉宜 只好就这样 再和王毅的胸前 隔着程嘉宜热吻在了一起 慢慢 原本还一脸震惊的周启晴 在王毅高超的吻记之下 慢慢地沉沦了下来 他由震惊转变为平静 再由平静转变为享受 直至后面越发地配合了起来 他不停地吞咽着 不停地嗅着王毅身上的味道 他此刻心中担心 程嘉宜看到的想法 被远远地抛在了脑后 他只希望这样的场景 能够一直地坚持下去 他再也不用和王毅 担惊受怕的 小心翼翼地背着程嘉宜 哇 这个过山车好刺激 我还想再玩一次 程嘉宜指着过山车满脸的兴奋 一脸一游未尽的样子 王毅脸上摇了摇头说道 你们去玩吧 我在下面等着你们 嗯嗯 程嘉宜拉起了周启勤的手 转身朝着过山车跑去 两人继续排队等待着 本来乔东说 他们可以不用排队 直接可以上前玩的 但是却被程嘉宜拒绝了 说什么排队也是游玩的一种 这样才算是完美的体验 乔东虽然不了解 但表示尊重 这可能就是有钱人的玩法吧 就像是刚刚三人相拥在一起的画面 简直亮下了乔东的眼睛 他活这么大了 还没有见过这么壮观的场面 啊 王毅站在过山车下面 听着两女不断地尖叫着笑了笑 程嘉宜虽然表面上 看起来非常的凌家女的形象 但是却是他们三个人之中 玩得最放地开的一个 光是这个过山车 这就已经是他玩的第六遍了 但他还是滋滋不倦地 一遍又一遍地排队上去 王毅都被转得头晕了 他却还像是个没事人一样 王毅买了一杯热奶茶 找了一个地方坐下 虽然现在刚刚入秋 但是晚上的夜风吹在身上 也还是有着阵阵的凉意 王毅将一旁的奶茶拿起 正准备喝一口暖暖身子 却突然看到一个黑影凑了上来 俯下身子就咬在了吸管上 用力地喝了一大口 王毅笑了笑 你要是想喝 这杯都给你 王毅话音刚落 对方便直接吻了上来 用力地吻在了王毅的唇上 王毅看向对方那 忽赏忽赏的大眼睛中 带着一丝调皮的笑意 王毅便直接反压了上去 化被动为主动 过了很久 两人才不舍地分开 周启勤看着王毅嘴 便留下的一道奶茶笑了笑 再次附身将奶茶吞入口中 周启勤一脸挑衅地看着王毅 我怕奶茶太凉了 所以给你问一问 当成嘉仪不在周启勤的身边后 周启勤才差点地放开了自己 恢复了那个大胆的周启勤 他刚刚大胆地看着王毅 发挥着自己的茶意 哥哥干嘛这样看着人家 是怕姐姐发现吗 哥哥放心 姐姐正在过山车上呢 不会发现我们的 哥哥要是真的怕 姐姐伤心 那我走就是了 周启勤说完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便坐视要走 王毅一把将拉到怀里 看向他们的时候 才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他双手勾住王毅的脖子 满眼迷离地看着王毅 哥哥这么久都没有找人家 原来都是在陪其他的姐姐 周启勤的茶意技术 虽然不是特别的高明 但是却有着一种 别样的可爱感在里面 王毅苦笑着将周启勤 整个人翻过身 放在自己的腿上 一巴掌拍在了周启勤的翘臀上 啊 周启勤一声惊呼 将周围的人目光全部吸引了过来 王毅却没有停手的意思 再次高高地举起了 巴掌护在了周启勤的翘臀上 嗯 哥哥别打了 人家好痛 哥哥不要不要停 王毅手中的动作缓了一下 脸上也有些愣住 合着这小妮子 还真的有些受虐的倾向啊 周启勤缓缓地将头 转过来看着王毅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眼含泪水地看着王毅 那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像是在问王毅 干嘛停了下来了 王毅将周启勤给抱起来 让他在自己的腿上做做好 周启勤扭动了几下身体 身上像是有种别样的素养感 让他有些坐不住 再这样学历茶说话 我给你打肿 哦 周启勤小心翼翼地 不敢看向王毅的眼睛 委屈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吭 王毅好笑地说道 放心吧 这件事情 我会想办法和他说的 周启勤眼睛一亮 看向王毅满脸的激动 真的吗哥哥 你不怕他会生气的吗 这对于周启勤 简直是再高兴不过的事情了 只要程嘉宜接受了 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 那他就可以再也没有负担了 嗯 老就应该告诉我 要不然我会这么地被动啊 嗯嗯 我都听哥哥的以后 我什么事情都告诉哥哥 周启勤高兴地搂着王毅不停地撒娇 脸上全是开心的笑容 只要王毅答应了这件事情 那其他的什么他全部都不在意的 周启勤看着桌上剩下的半杯奶茶 看着王毅不自觉地咽了下口水 哥哥你还可不可 王毅愣了一下 随即便立马明白了周启勤的用意 没有他又不是不能 王毅的话还没有说完 便用力地吻上了周启勤的嘴唇 两只手的程序立马被激活 左上右下地放在了周启勤的身上 周启勤不停地扭动着身体 想要将身体中那种酥酥麻麻的感觉 给完全地释放出来 王毅虽然正在和周启勤拥吻在一起 但眼睛却在偷偷地看向一旁 在一个王毅的后面 正看出来一个小小的脑袋瓜子 看着两人 双手死死地扒住王毅的衣服 不敢松手 程佳怡缩回小脑袋瓜子 用手背小心地将脸上的泪水擦干 朝着一旁的过山车慢慢过去 他其实早就有了一些察觉 周启勤上次去酒吧玩 整晚上都没有回来 回来之后 还不断地向自己 询问着王毅的爱好之类的 可这些程佳怡又知道吗知道 什么星座 生日这些 他们统统都不太清楚 周启勤对于王毅的上心 让程佳怡慢慢地有些怀疑了起来 虽然这很离谱 但是排除了所有的正确答案之后 剩下的答案再离谱 也只能是真的 于是程佳怡便在小心地 观察着两人的一举一动 现在他果然找到了 原来自自己的好闺蜜 和王毅真的早就认识并在一起了 小橙子 周启勤朝着程佳怡 用力地挥动着双手 面带笑容地朝着他跑来 小橙子你怎么在这 我刚刚找了你好久呢 周启勤将一杯奶茶 放在小橙子手中 程佳怡感受着手中传来的温度 突然笑了起来 我刚刚去厕所了 亲亲你 还有什么想要玩的吗 周启勤摇了摇头 没有 我想要玩的项目 大部分都结束了 我们回去吧 嗯 程佳怡轻轻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两位看这里 程佳怡和周启勤 朝着声音的方向看了过来 一位摄影师快速地按下快门 将两人的身影留在了相机之中 这是乔东给他们安排的摄像师 没有一个女孩 在成为公主的时候 不想要留下这一刻的美好的 照片中的周启勤笑叶如花 程佳怡脸上的笑容 却透露着一丝的勉强 怎么样 今天玩得开心吗 王毅从车内镜中 看向坐在后排座椅上的两女 笑着问道 嗯嗯 今天是我玩得最开心的一天了 程佳怡看着和出来时 完全是两种状态的周启勤也轻微地点了点头 王毅将这一切全部都看在眼里 并没有说话 周启勤也瞬间反应了过来 自己有些过于激动了 周启勤小心翼翼地说道 小程子等一下我在路边下车就可以了 我自己打车回去就行 等一下就不打扰 你们两个人相聚了 程佳怡没有说话 将头扭向窗外发呆 不知道在想着些什么 周启勤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喘 生怕惊扰到了程佳怡 一哥在前面的路口停一下吧 不了 周启勤一愣 缓缓地看向自己的好闺蜜 程佳怡扭过头 看向周启勤嘴角缓缓扯出一个笑容 这么晚了 轻轻一个人回去也不安全 不如就和我们一起去酒店吧 反正房间多的事也没有关系的 周启勤有些愣住 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好 那就跟我们一起去吧 王毅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 将程佳怡的话给印了下来 程佳怡继续将自己的目光看向窗外 不再说话 周启勤在一旁也不好打扰 也不敢去和王毅说话 只能在一旁信信地待着 仔细地观察着程佳怡脸上的表情变化 时不时地说两句话逗逗他 程佳怡则全程是倾笑着应对 很少主动说话 周启勤感觉有种如坐针毡的感觉 只求着能够快点赶到酒店 在周启勤度日如年的时光中 半个小时后 周启勤终于看到了酒店的招牌 周启勤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王毅将车停下的一瞬间 他好像他突然从车窗的倒影上 看到程佳怡好像在偷笑 周启勤再次看过去的时候 却发现程佳怡还是依旧保持着面 无表情的状态 周启勤晃了晃脑袋 应该是看错了 王毅带着两女很快就来到了房间之中 林管家看到王毅带着两个女孩的状态 也没有敢过多地打扰 在做好一些基础的服务之后 快速地退出了房间 他想要第一时间给王毅三人腾出空间 这种时候 自己当然不能打扰到客户才是 毕哥 秦秦 我先去洗澡了 小橙子 我们一起洗澡吧 周启勤看着程佳怡 回头看向她的眼睛解释着说道 我们好久没有机会一起洗澡了 刚好趁着这个机会重问一下 程佳怡笑了笑 明天吧 我今天没有完的心思 明天一定陪你 程佳怡说完也不等周启勤回话 便扭头直接朝着浴室中走去 周启勤看着程佳怡的背影 心情有些落寞 他和程佳怡两人的情绪完全发生了转变 明明出门的时候 自己才是伤心的那一个 现在怎么就变成程佳怡了呢 周启勤转身看向王毅小声的问道 一个小橙子他不会是 发现什么了吧 王毅笑了笑 直接将周启勤给搂在了怀里面 周启勤急忙将王毅给推开 不不要 小橙子等一下会看到的 周启勤警惕地朝着浴室看了一眼 在发现程佳怡没有看到之后 才松了一口气 王毅怂怂间 转身走到酒柜前 拿出两个杯子 倒上了两杯酒 将其中一杯递给了周启勤 他应该只是累了而已 所以才情绪有些低落你放心好了 虽然听到王毅这么说 但是周启勤还是有些担心 他虽然不想要离开王毅 但是因为这种原因 而就失去了自己最好的闺蜜周启勤 也是做不到的 可现在的情况 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程佳怡一定是感觉到了什么 要不然不会是这个反应的 他和程佳怡在一起了这么多年的时间 他对于自己这个闺蜜的性格 十分的熟悉 程佳怡本身就是一个乐天派 所以情绪不会这么轻易低落的 而且只要有不开心的事情 他都会第一时间告诉自己 而现在没有告诉自己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不开心的因素是自己 想到这里 周启勤越发地心惊起来 他看着手中酒杯中 那金黄色的液体 一头将其一口全部喝下 他将酒杯重重地放在了桌子上 在王毅的目光中转身 走进了浴室之中 周启勤打算将这一切 全部和程佳怡讲清楚 争取取得程佳怡的原谅 如果程佳怡真的还在生自己的气的话 那自己就大不了离开王毅好了 虽然他很是舍不得 但是他更加地不希望看到 自己的好闺蜜成为这个样子 周启勤刚走进浴室之中 便远远地看到 一个窈窕的身影背对着自己 程佳怡缓缓回头看到 是周启勤突然奄然一笑 是秦秦啊 你来的 刚好帮我擦一下后面吧 周启勤定了定神 慢慢地朝着程佳怡走去 他拿起一旁的毛巾 轻轻地放在了程佳怡 那洁白如玉的背上 在接触到程佳怡肌肤的时候 他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程佳怡的身体 微微颤抖了一下 但很快 程佳怡便像是一个没事人一样 继续将水捧在自己的身上 怎么了 秦秦 我身上很脏吗 周启勤微微一愣 很快大刻的泪珠 便啪哒啪哒地滴在程佳怡的背上 不是我脏 感受着背部上泪珠冰凉的触感 程佳怡缓地转身 伸出纤细的手指 将周启勤脸上的泪水 轻轻地擦拭干净 怎么了秦勤 干嘛突然哭了 听到程佳怡的安慰 周启勤哭得更加厉害了起来 他上前用力地 将程佳怡抱在自己的怀里 放声大哭着 对不起 我对不起你小橙子 程佳怡没有说话 任由周启勤哭着 他伸出手不停地 拍打在周启勤的背上 等到周启勤的哭声小了一些后 才说到没关系的 无论什么事情 我都可以原谅你的 我们是最好的姐妹 不是吗 不不一样的 我这次真的知道错了的 周启勤放开程佳怡 看向对方的眼睛 小橙子你听我说 我和一个他 嘘 程佳怡伸出一根手指 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 他看着周启勤疑惑的眼神 笑着说道 这些经过我不想知道 我知道发生了什么的 果然小橙子 他果然早就知道了的 周启勤的脑海中 闪过了无数的警报 他现在十分的后怕 他应该早点就告诉程佳怡的 不应该一直拖到现在的 或许或许自己当时 就不应该去搭讪王爷 这样这样 他们之间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周启勤的眼角 再次地滚下大壳的泪珠 他此刻都不知道 应该说些什么 只是不停地 他向程佳怡说着 对不起对不起 程佳怡却只是笑笑 没关系的琴琴 我不怪你 周启勤愣愣地 看向程佳怡 小心翼翼地问道 真真的吗 小橙子你放心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来打扰 你们了的 我可以退出的 只要你不要不理我 我什么都答应你的 程佳怡摇摇头说道 不不用的 你可以继续待在一个的身边 周启勤神情一变 正要说些什么 却再次地被程佳怡打断 放心 我也不会离开一个的 程佳怡看着周启勤的眼神 笑着说道 想必你也能够放心 一哥他可不止我们两个女人 我既然能够允许 一哥能有其他的女人 又怎么不能允许这个女人 是我最好的闺蜜呢 周启勤一时之间愣住了 他没想到 平时什么都不在乎的程佳怡 居然早就知道了 王毅有很多女人的事情 他还以为这个小橙子 一直被闷在鼓里面呢 其实 这也不是程佳怡有多么的聪明 主要是王毅根本就没有想着去隐瞒 王毅向来不会去隐瞒 和其他女人之间的关系 他想得很清楚 如果你们谁介意的话 可以马上离开 王毅根本不会阻拦他们的 相反可能还会给他们一大笔的钱 留作他们的生活 就当做是他们之间的分手费好了 好了 别哭了 程佳怡亲身安慰到 你不是想要一起洗澡的吗 我帮你搓背吧 程佳怡伸出手 将周启勤身上 那早就被打湿了的衣服 缓缓地吞下 拿起一旁的毛巾 仔细地擦拭着周启勤的身体 王毅在客厅之中 不停地摇晃着手中的酒杯 金黄色的液体 在酒杯之中不停地摇晃着 王毅嘴角微微地上扬着 他其实早就偷偷地用手机发信息 告诉了程佳怡他和周启勤之间发生的事情 刚开始程佳怡十分的震惊 但是看到了周启勤在他的身后 那副小心翼翼的样子 他慢慢地就开始释怀了 他悄悄地放下了手机 继续假装着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就是想要看看 自己的这个好闺蜜 什么时候能够告诉自己 是不是真的能够一直憋在心里面 很快 梁女便穿着宽松的浴袍 从浴室之中走了出来 梁女牵着手站在了王毅的身后 湿漉漉的头发 加上梁女有些微妙的表情 显得更加地想让人细细地品尝一遍 嗯 全部都讲通了 王毅看着梁女笑着问道 周启勤一愣 还在想 王毅是怎么知道的 便听到身旁的程佳怡说道 嗯嗯 放心吧 他心情已经好多了 周启勤这才反应了过来 原来是这两个人一起在骗自己 好呀 一哥你居然和小橙子一起骗我 看着周启勤后知后觉的样子 程佳怡和王毅狡黠地笑了起来 只有周启勤在一旁恼怒地看着两人 好了 别生气了 不如我们好好的庆祝一下今天的和解 庆祝怎么庆祝啊 王毅没有说话 反而越过两女打开了房间门 瞬间一大堆的人便涌入了房间之中 他们手上都拿着各种各样的鲜花 其中有着不少的玩偶 不断地为两女表演着节目 新带路 达菲 林娜伴 阿尔米拉等等各种玩偶不断地出现 不停地逗笑着两女 此刻她们就像是真正的迪斯尼公主 这个酒店的总统套房之中 王毅好像将整个迪斯尼乐园都搬进了这间房间之中 只为了能够让两女有一个更好的心情 只是为了搏她们一笑 碰 碰碰碰 在巨大的落地窗外 一朵朵的烟花站开来 顿时吸引了程佳怡和周启勤的注意力 两女高兴地跑到了窗前 看着窗外为她们盛放的鲜花 一朵又一朵的烟花照耀在两女的笑脸上 这一刻真正地展现了人笔花娇 她们脸上的笑脸则比窗外的烟花更加地娇艳 而这两朵花则只有王毅一人能够看得到 这是她的私人藏品 在一声声的欢呼声中 玩偶缓缓地让开一条通道 在人群之中 一只米老鼠推着一个三层高的蛋糕 缓缓地出现在了两女的面前 一只米奇将火柴递过来 用着动漫声音说道请两位公主点亮蜡烛 许下心愿吧 程佳怡和周启晴相视一笑 结果火柴共同点亮了蛋糕上的蜡烛 蜡烛温暖的光映射在两女的脸上 她们开心地闭上双眼 共同地许下了一个相同的愿望 愿此时此刻 身旁两人无时无刻 永远相伴身边 等全部的王毅走后 又是一顿的大餐挨个地放在了餐桌前 三人有说有笑地进行了愉快的一顿晚餐 周启晴一时开心 喝得稍微有些多 此刻正晕乎乎地倒在王毅的怀里 就连一向不怎么喝酒的程佳怡 也小脸通红地看着王毅 王毅看着这颗熟透了的苹果 俯下身子用力地吻了上去 程佳怡原本还有些半眯着的眼睛 瞬间睁大了起来 随后两只眼睛便眯成了好看的月牙 她伸出双手搂住王毅的脖子 忘情地与王毅拥吻在一起 她满脸的笑容 发自内心的笑容 她好久没有这么地开心过了 王毅今天的所有安排都深深地打动了她 无微不至的细节 更是令她感到惊喜不断 程佳怡缓缓地站起身 踮起脚尖向王毅不断地靠近 想要让两人的吻更加加深一些 程佳怡慢慢地感到 有两只手游走在了她的身上 慢慢地呼吸 开始变得越发地沉重了起来 她大口地喘着气 却依旧不想和王毅分开 直到身体的空虚被站满后 才猛地反应了过来 一把将王毅推开 程佳怡满脸嘲红地看着王毅 低下头小声说道 秦秦还在这里呢 你你今天好好地陪一下秦秦吧 原本还在装醉偷看好戏的周启 秦猛地站起身 我我有些困了 先去睡觉了 周启秦说 晚便朝着一旁的刺卧快速跑去 用力地将房门给关上 碰 巨大的关门声响起 程佳怡这才反应过来 急忙地朝着另外的房间跑去 可王毅怎么会能够 这么轻易地放她离开 王毅只是两步 便追上了想要逃跑的程佳怡 一把将其拎起夹在腰间 小丫头你还想陪哪去 今天晚上你还得陪大爷呢 程佳怡被王毅一只手横抱在腰间 无论怎么反抗都挣脱不了王毅 只好作罢任由王毅 将自己带进了房间里面 他恶狠狠地看着 隔壁房间门缝中露出的一双眼睛 死丫头 关键时刻临阵脱逃 真是可恶啊 哼 周启秦听到关门声 才将脑袋从门缝之中收了回来 他将房门关上靠在上面 慢慢地朝着地面滑落了下去 小丛子先认识的一个 那这次让给他也是应该的 周启秦虽然已经得到了程佳怡的原谅 但是从内心深处 他还是觉得很是愧疚 他对于程佳怡始终有着一种愧疚感 想着什么都想要先让开对方 包括王毅的爱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向程佳怡分享 大不了大不了以后都让给他 反正我们的旌期时间不一样 在那几天的时间中 我再找一个就是了 咯吱咯吱 周启秦刚刚将这些想通 便听到了隔壁房间传来的摇晃声音 周启秦微微有些心惊 这可是互称最豪华酒店的总统套房啊 这种房间的隔音效果 自然不用多说了吧 而且这里的床 怎么可能发出这种动静的 周启秦之前和王毅在一起的时候 还没有发现过会发出这么大的声音 可这次作为了旁观者的他 刹那间便被吸引了过去 没多久 程佳怡的惨叫声便传到了周启秦的耳朵当中 周启秦忍不住地咽了咽口水 乖乖 这是不得闹出来人命啊 周启秦虽然嘴上这么说着 但是心里面却还是有些渴望 他慢慢地感到身体越来越热了起来 他慢慢地站起身将身上的衣服 慢慢地脱下来 站到镜子前 看着镜子中傲人的身体 脸上的表情越发地迷离了起来 他伸出双手在身体上慢慢地游走着 忍不住地轻轻咬住了自己嘴唇 随着时间地慢慢推移 周启秦无力地瘫倒在了地上 只有隔壁传来的声音 还在不断地刺激着他的大脑和他的肾上腺素 他自己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的时间 他慢慢地在这种欲仙欲死的感觉中 慢慢地睡了过去 程佳怡同样无力地瘫倒在了床上 他头发凌乱地趴着 完全无法动弹 多个小时的苦战 使得他已经完全地没有了任何的力气 不不行了 我实在没有力气了 我们休息一会好不好 程佳怡举起一旁白色的小妹妹 当成白旗不断地摇晃着 面对着程佳怡的投降 王毅也没有强迫程佳怡继续下去 他将程佳怡抱在怀里 一脸的坏笑 刚刚不是还要说好好地惩罚我的吗 怎么这么快就投降了 程佳怡白了王毅一眼 谁知道你这么难搞 我可真的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程佳怡犹豫了一下 转身将抱着王毅的腰 好哥哥 你可别忘了 你不止有我一个好妹妹呢 程佳怡的意思很明显 我这里已经招架不住你了 可隔壁还有一个等着你的宠幸呢 既然你还没有彻底的消火 不如去找另一个好妹妹 王毅笑着伸出手 将程佳怡凌乱的头发整理了一下 不了吧 我们也好久没有见面了 今天我就好好地陪陪你 程佳怡推散着王毅 哎呀 不用管我的你 快去找青青 不然等下他会伤心的 王毅在半推半就之下 被程佳怡给推下了床 他看着程佳怡坏笑着说 那我可真去了呀 呸 我看你早就想去了吧 程佳怡看着王毅推开房门出去 脸上的笑容越发地灿烂了起来 他拉起一旁的被子盖在身上 用力地嗅了嗅 被子上残留了王毅的味道 心满意足地闭上了双眼 王毅来到周启晴的门前 正准备敲门 可发现房间门居然是打开的 并没有关闭 王毅伸手将门推开 发现周启晴并没有任何的反应 他小心翼翼地探进脑袋 朝着里面看去 发现周启晴躺在地上一丝不挂 嘴角还流着一些细微的口水 王毅心中暗暗一惊 乖乖这丫头 居然没事在这里开导自己 周启晴迷迷糊糊地 不知道什么时候 躺在地上睡着了 他在梦里梦见了王毅 在梦里 他和王毅一同在大草原上奔跑 相拥相爱 就在两人正要进行下一步的时候 周启晴伸手抓了一下脸 他感到脸上毛茸茸的 有些痒痒的感觉 突然周启晴从美梦中醒来 他看到自己的脸上 有一张脸正在对着他 不停地笑着 一哥我还没有睡醒吗 周启晴缓缓地将手 放在了王毅的脸上 轻柔地抚摸着 能一直不醒过来也挺好的 至少梦里面有一个你在 周启晴甜甜地笑了起来 他眼中的王毅也跟着笑着 下一秒 周启晴便看到眼前的王毅 俯下身在他的小嘴上 巴搭轻了一下 周启晴一时间愣住在地上 他呆呆地看着眼前 还在不断地笑着的王毅 有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紧接着 王毅再次俯下身子吻了上来 不同的是 这一次的吻格外的深格外的用力 周启晴的眼睛越瞪越大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王毅 一哥 我没有在做梦 不然呢 看着眼前坏笑的王毅 周启晴突然大叫了起来 他急忙地蹦上床 用被子将自己的赤裸的身子遮住 一脸惊吓地看着王毅 一哥 你不去陪着小橙子 来我这里做什么呀 王毅上前轻轻扯开周启晴的被子 躺了进去 还能干吗 当然是陪你了 周启晴很快便在王毅的公事下 被慢慢地压倒在床上 这一晚是他度过的最美妙的一晚 第二天 两个女孩都是在下午才侃侃地睡醒 从房间中走了出来 他们昨晚都睡得太晚了 根本起不来 也只有王毅这个变态 才能够这么精神奕奕地 一大早地就离开了 两女看着只剩下 他们两个人的总统别墅相识一笑 他们都明白 可能在接下来的半个多月的时间 可能都不会再见到王毅 这种事情 他们早就已经习惯了 他们也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王毅驱车来到了市的写字楼下停好车 坐着电梯来到了市之前的公司门口 此时原本的乐市的总公司中正 有着十几名的装修工人正在忙活着 王毅刚刚过来 就看到了站在这群人中最显眼的邪心竹 叶心竹还是穿着一件修身的女士西装 她好像永远都是这样的一副打扮 虽然很有女强人的味道 但是却无法将她的身材 给完美地展现出来 王先生你来了 邪心竹也很快地就看到了王毅的身影 主动上前和王毅打着招呼 叶心竹指着这些装修工人 说到这个地方原本就是了市公司的总部 所以并不用怎么过于装修 只需要更换一些老化的部件后 再增加一些我们的风格和企业文化之类的 就可以了 王毅点了点头 他虽然不缺这点装修的钱用 但是这样的装修方法 确实是最快的 也能够更快地开始盈利 而且这也是展现了邪心竹能力的时刻 将一些不必要的开销减去 这才是一个合格的行事方法 一个企业赚钱与否 永远都是四个字 降本增效 不会降低成本 只会一味地将所有的东西 都使用最好的这种公司 很难实现盈利 一哥你来了 王毅转身一看 杨雨昕正拿着一些饮料 站在两人的身后 此刻的杨雨昕 也是同样地身穿着一件修身的小西装 看样子 是真的将邪心竹从里到外的都学了一遍 杨雨昕虽然外貌上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王毅从他脸上的表情能够看得出来 他最近这段时间应该过得还是很开心的 事实上也确实如王毅所想的一样 这段时间 杨雨昕不断地跟着夜心竹学习 更是主动地报了很多的培训课 将自己的一些技能技巧 不断地进行着提升 他原本的自卑和不自信 也已经少了七七八八的 更多的则是自信和拼尽权力的尽头 杨雨昕冲着王毅不断地笑着 将手中的饮料分给每一个装修的工人 并且和每一个工人 询问着装修的进程和一些事项 这些工人看到这么一个漂亮的小姑娘 还给他们送饮料喝 也毫不吝啬地将一些装修的问题告诉他 杨雨昕则偷偷地全部给记录了下来 王毅看着此刻的杨雨昕 不断地点头看来他真的是在你这里 学习到了不少的东西 王先生夸奖了 也是雨昕他自己肯吃苦 要不然我教再多他也不可能进步得这么快的 王毅明白夜心竹说的都是真的 杨雨昕这种从大山里面走出来的孩子 更加地知道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他们只要有学习的机会 便会牢牢地抓住 等杨雨昕将所有的饮料分发完毕之后 夜心竹也和工头将所有的装修事项给谈完 三人下楼找了一家咖啡厅坐下 王毅看着对面坐着的邪心竹和杨雨昕笑着问道 说吧 今天找我来干吗 可别说只是让我看看你们的装修进度的 这种装修的事情 王毅从来不顾问的 从接手开始 王毅就当成了一个甩手掌柜 将一切的事情都扔给了邪心竹去负责 毕竟能够被一个银行的区域负责人给推荐的人 如果这点事情都办不好 那王毅就真的要考虑是不是要换一个人了 至于杨雨昕的学习进度 王毅则就更加地不担心了 邪心竹笑了笑用有些埋怨的语气说道 王先生还真的是忍心把这些全部丢给我们啊 真的就觉得一切我们两个都可以摆平的吗 杨雨昕在一旁附和地点着头 就是就是 王毅苦笑不已 合着这两个人今天是来讨伐自己的他们两个 倒是成为一伙的了 王毅举起手做出一个投降的动作 好吧 我承认这件事我确实很不地道 为了能够犒劳两位的辛苦等下 请两位吃一顿大餐怎么样 叶心竹美好气地看了一眼王毅 谁要你请客吃饭了 嗯 杨雨昕瞪大了眼睛看着邪心竹 心竹姐其实我 邪心竹像是没有听到杨雨昕的话一般继续说道 今天找你来是想要问你 公司的名字你想好了 没有总不能装修下来 用的还设施的公司名字吧 杨雨昕又看向王毅说道 一哥其实我挺想吃 抱歉抱歉 我把这个事给忘记了多 这都能忘记 没有公司 你我怎么去注册公司 邪心竹越说脸色越是难看 他原本还以为王毅只是没有想好 所以一直在等着王毅给他回信 结果现在都装修了一半了 他还没有能够去注册公司 现在把王毅叫出来一问好吗 你忘记取名字了 这里到底还是不是这个公司的老板了 这都能够忘记的 杨雨昕看着叶心竹一脸无奈的表情 王毅一脸的心虚 他只能叹了一口气后闭上了嘴 看来今天和一个一起吃饭的计划泡汤了 不过还好 最起码现在一个还在自己的面前 王毅思索了一会 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要取个什么名字 想了一会才到 就叫星耀吧 如同闪耀的星星成为耀眼的星星 叶心竹没想到 王毅还真的就是现想了一个 正要吐槽两句 但是一琢磨这个名字 好像确实还可以 但他却并没有因此就给王毅笑脸 哼 倒还算是个好名字 那我们就去注册公司了 叶心竹说着就站起身朝着外面走去 杨雨昕看着离开的邪心竹一脸的无奈 合着刚和一个见面就要分开了呀 一哥那下次再见 我就先走了 杨雨昕和王毅说了两句话 便急忙地朝着邪心竹追了上去 注册公司这种事情 他还需要好好地学习一下 毕竟这其中要牵扯到的方面还是很多的 王毅看着离开的两人笑着摇了摇头 看来发生了变化的 不仅仅是杨雨昕这一个人 就连叶心竹也在自己这个甩手掌柜的折磨下 有些忍受不住了呀 长期的高强度工作 已经让他有些保持不住自己的平稳了 王毅慢慢地将桌面上的咖啡喝完 看了一下时间也确实差不多了 没多久 两辆车子便在咖啡店的门口停下 车子上面下来的几个人朝着王毅走来 呼 还是你会享受我们忙死忙活的结果 你还在这里悠闲地喝着咖啡 林月蒙一脸不愤地坐在王毅的对面 白若雪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王毅 不好意思王毅 蒙蒙他就是这个性格 王毅笑了笑并没有说话 他也不是第一天认识林月蒙他 还是很喜欢这个小姑娘的 最起码很真挚 从来不装着 在白若雪的身后 则是那两位摄影师 孟浩和小白 两人和王毅点了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了 王毅招呼着四人坐下笑着说道 今天晚上的直播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我们的传媒公司的第一次亮相 就要看今天的直播是否足够的震撼了 白若雪听到王毅的话 微微有些激动 他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这些天 他不断地应付着自己的粉丝 他们都在不断地询问着 王毅到底什么时候能够露脸直播 白若雪只能统一回答 敬请期待 可时间久了 他也是十分的心虚 不能一直用这句话 去搪塞着对方的呀 他这几天的粉丝群 渐渐地都平淡了下来 问这件事情的人 也都减少了不少 大量的人都开始准备取关他了 还好昨天晚上 王毅突然通知他 第二天便可以开始直播 接到消息的白若雪 急忙地发布了一条最新的视频 预告着直播的时间 并且第一时间 在自己的各个粉丝群中 奔走相告着 一时间这个事情的热度 再次被翻到了顶点 直播预告的事情 更是让白若雪上了抖音的热搜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地点 在哪里比较好 白若雪看着王毅问道 他想着 如果能够在公司的办公地点的话 会更好一些 这样子还能无意间 露出公司的名字 也算是一波暗广了 王毅摇摇头说道 公司还正在装修 还是无法进行直播的 白若雪四人微微有些遗憾 虽然他们有着自己的直播地点 但是那些地方有些过于的简陋 根本没有办法进行 这么高热度的直播 而且直播的条件不好的话 会影响到他们以后的热度的 王毅笑了笑说道 这个没有关系 我已经想好了直播场地了 等一下就需要两位 提前布置一下灯光之类的 孟昊点点头 王先生放心 这些事情交给我们来办 王毅看向两人继续说道 想必两位也从若雪那里知道了 我想要做些什么 而两位的专业能力 我只能也是有目共睹的 不知道两位有没有想要 加入的想法呢 孟昊被王毅这么一问 也有些愣住 他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他从这些天和王毅的接触下来 也发现了 王毅的能力确实很大 但是他长期的 自己的单打独斗 已经习惯了的 突然一下子 让他加入其他的公司 他担心自己一时间无法接受 王毅看着有些犹豫的梦号 笑了笑说道 没有关系的 你可以慢慢地想一下 要不要加入 另外 我想请你问一下 你身边的一些同行 有没有摄影和文案比较好的 我接下来可能要招牌大量的博主 他们需要一些叫好的团队才行 王先生放心 这个事情交给我来办 嗯 这件事情也不让你白帮忙 只要你介绍一个优秀的摄影师 或者文案给我们公司 我可以给你这个说 孟号看着王毅举起的一根手指 微微有些吃惊 一个人就是这个价格 以他的人脉来说 岂不是光是这个资源 就能让他获得一大笔的外快 孟号突然一下子觉得 好像自己加入王毅的公司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毕竟这么一个大方的老板 也得不是一件坏事 从咖啡店出来之后 王毅便给了孟号两人一个地址 让两人先去布置一下场地 将灯光和适合直播的场地 给选择好 白若雪则跟着王毅他们 率先去写字楼上 他们准备拍摄一下办公室的规模 想要到时候在直播的时候 如果有需要 可以先将这些给直播间的观众看一下 等白若雪和林月盟 来到写字楼的时候 看着大楼上的那一个亮眼的了 是标志有些愣住了 王毅你们怎么在了市的写字楼 租了一间公司啊 白若雪和林月盟都有些不明白 王毅这么有钱的一个人 干嘛偏偏选择这么一个地方 做生意不会很忌讳 这种不吉利的地方的吗 怎么会有人选择 在一个破产了的地方 建立自己的公司的 王毅怂怂间说道 不 我没有在这里坐 白若雪看向王毅疑惑地问道 那你坐下哪里了 王毅指着三人 眼前的写字楼说道 这栋楼我刚刚买了下来 白若雪和林月盟 一脸震惊地看着王毅 他们都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们知道王毅有钱 但是没有想到 王毅这么的有钱 他们甚至怀疑 王毅是在和他们开玩笑 但是看着王毅一脸认真的表情 他们却又不得不相信 这是真的 在一脸的不可思议之下 他们跟着王毅走进了写字楼中 刚进来就发现 写字楼当中 确实有着几名装修工人 正在拆除着了事的招牌 在他们走进装修现场的时候 才真的相信了 王毅并没有说谎 如果这栋写字楼 不是王毅买下来的话 他又是怎么能够让了 是从自己的公司中搬出去 把这个地方让给王毅的 白若雪看着了 是那间小小的新的办公场地 就有些发愣 他根本不明白 王毅是怎么做到的 虽然这种破产了的 公司的写字楼价格比较便宜 但是这种写字楼想要购买 却是最为麻烦 因为他牵扯到的利益方 实在是太多了 这些王毅不可能不明白的 但是即便是如此 王毅还是依旧 将这栋写字楼给买了下来 这就证明 王毅并不担心那些事情 这栋楼现在的 哪怕王毅的公司真的不盈利 想必光是租金 每年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毕竟这栋写字楼 在王毅买下来之前 就已经有了很多的租户 王毅自然也不可能 将他们给赶走 这些租户每年的租金 就是以异为单位的 白若雪想了想 这可能也是王毅 执意要买下这栋写字楼的原因 毕竟这样子的话 王毅的传媒公司 只要不是投资的太大 就不可能赔本 毕竟还有着这么多的租金 给屏障的白若雪 偷偷地看了一眼王毅 担心王毅后期 会不会公司的投入 并不会太高 这样的话 他能施展的手脚 也会大大的受限 不过白若雪也清楚 这些并不是他能够问的 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白若雪和林月蒙 拿着摄像机进去 将施工现场 给简单地拍摄了一下 随后便跟着王毅下了楼 朝着他所说的直播场地而去 一路上白若雪和林月蒙 都在猜测着 王毅所说的直播场地 会是在哪里 他们问了王毅 王毅也没有告诉他们 一副神神秘秘的样子 两人开着王毅 跟着王毅的黑武士 一路朝着前面走着 在开车半个小时之后 他们终于看到了 一个小区的大门 天府城 林月蒙嘀咕了一句后 看向正在开车的白若雪问道 若雪姐这个天府城 是什么小区啊 这个高档的一个小区 我之前不应该没听说过的 白若雪脸上微微有些不对劲 他也是听自己的爷爷 和别人说话的时候 听到过这个消息 这个小区的售价 他可是清楚的 能够在这里买一套房子的人 自然是非富即贵 价格可以算的 上市户城的超一流的水准 白若雪跟着王毅的车 进去小区之中 在看到那条巨大的人工湖 以及人工湖中央的游艇的时候 也忍不住的张大了嘴巴 随后更是开车驶向了人工湖当中 在人工湖的中央 还有一个人工小岛 岛上有着一个别墅群 两女哪里见过这种场景 这简直比一些电影里面的 还要夸张一些 这种的造价有多大 他们根本无法想象 两女下车之后 看着王毅惊叹地问道王毅 你别告诉我 等一下我们就在这里面直播 王毅点了点头道 对啊 我在这里简单地买了两套别墅 这里的风景不错 刚好用来直播 白若雪和林月蒙对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神当中 看出了震惊之色 两栋别墅乖乖着的多少钱啊 两女跟着王毅 朝着别墅的方向走去 看着别墅的装修 更是惊讶地说不出来话 光是那个下沉的花园 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生活啊 夜晚和三两个朋友 在这种地方吃个小烧烤 喝点红酒 那该是怎样的一种享受 王先生您来了 三人刚到 孟昊两人便出来迎接了起来 孟昊两人 也实在是被这个别墅给震惊到了 里面的装修 更加的豪华的没有人性 王毅还让他们两个进来 提前布置场地 天老爷的他们 哪里有资格在这种地方布置 这个别墅中 无论是哪个地方直播 都能够掀起一大波的热度 他们也只是 准备了一些可移动的补光灯 也好在几人直播的时候 全程地跟着几人 将场景灯光效果 给达到最好的程度 嗯 王毅点了点头说道 那我们进去吧 几人跟着王毅走进别墅 更加的震惊了起来 这里光是一个厨房 就是有着近五十平方的面积 更不用说 这里的装修 全部都是物业的人 给王毅精心挑选的 在王毅的没有上线的装修要求下 林兴更是不客气的 所有的都按照最好的来装修 什么豪华便选用什么 施工团队在装修这种别墅时 更是不敢动任何的小心思 完全不敢耍猫腻 鬼知道这样做的后果 问着对方 等看到王毅点头之后 白若雪先锡的手指 在屏幕上点下开始直播 321 随着提示的倒计时结束 直播也正式地开启了 直播间因为早就已经做好了预热 所以在直播开始前 就已经有一部分的观众 在手机前等待着直播的开始 当直播开启的一瞬间 便涌入了500个人 进入观看直播 但白若雪知道 这还比并不是直播观看人数的极限 大家好 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 观看今天的直播 想必大家都已经进入直播间的宝宝们 已经知道了 今天的直播邀请了一个重磅的嘉宾 王毅也正在准备中 大家可以先点击一下 小心心耐心等待一下 随着白若雪的开场 直播间的人数还在不断地上涨 想要直播间的热度能够提升 吸引到更多的网民进入观看 则有着几点要素 弹幕量 礼物榜 点赞量 观众留存率等等 所以白若雪从一开始 就在制造着期待感 并没有第一时间就让王毅出境 而是要等到一定的点赞量之后才可以 这样才能将利益最大化 观众人数在五分钟后 已经上涨到了两万的人数 并且还在不断地上涨 点赞数也早就突破了一百万 若雪 我老公还要等多久才能出现 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对啊 你可是说好了 我老公今天会出境 我们才来看直播的 你可别让我们失望才行啊 弹幕不断地飘过 虽然弹幕很多一眼就飘了过去 大多数都看不清 但是这些人里面 步伐也有着一些高等级的网友 他们发送的弹幕 则有着更加明显的弹幕显示 白若雪正要说话 却见直播间中 突然出现了一个礼物的特效 随后便是不断的礼物特效 在直播间中不断地飘过 一神送出嘉年华X9 一神送出嘉年华X39 一神送出嘉年华X99 嘉年华的礼物特效 还在不断地上升着 越来越多的特效 出现在了白若雪的直播间当中 白若雪小心翼翼地 朝着王毅看了一眼 发现王毅正在不停地 点着手机的屏幕 白若雪暗暗有些心惊 王毅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就送出来了三百多个的嘉年华了 这可是近百万的价格啊 白若雪定了定神 脸上的惊讶 很快便消失不见 百姓的钱三七分 豪生的钱如数奉还这个道理 他还是明白的 这些钱他也不敢想是 全部落到了自己的口袋 等直播结束之后 再还给王毅就是了 王毅刷礼物的行径 不仅仅增加了直播间的热度 引得大量的网友不断涌入的同时 一些眼尖的人也认出来了 这个就是王毅的账号 毕竟之前白若雪 发布的一条合拍的视频时 上面有王毅的账号名 而且有不少的人 已经关注了王毅的账号的 啊 是我老公啊 没想到我老公这么有钱的 一出手就是百万的礼物打赏 没想到我老公这么帅 还这么的有钱 真的是完美了 之前我和他在一起 每次都是嗓子喊哑了 根本没办法问他这些的 而直播间当中 也不仅仅是有着白若雪的这些粉丝 认出来了王毅 还有一些曾经进入过 苏小优直播间的网友 也认出来了王毅 卧槽 这个不是一什么 啥子 一神等一下要露脸直播 这我们兄弟几个 必须要蓬蓬长长 随着这些人的涌入 王毅的事迹 也被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挖掘了出来 对于王毅的行径 更是觉得毫无人性 大量的女网友 都是认为自己的老公再有钱 也不能这样的挥霍 毕竟他们以后 还要一同抚养几十个的孩子呢 大家放心 王毅今天肯定会出现在镜头前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就在王毅的家里面直播呢 白若雪的话一说出来 这些观众才相信了 王毅真的会出现 毕竟没有人 会用近百万的直播礼物 来给营造一个骗局的 这样对他能够有什么好处 更多的黑粉吗 若雪你怎么先进我家里了呀 你快拿着手机 在房间里面转一圈 让我先看看 我未来的家长什么样子 对呀对呀 让我看看 我老公给设计的装修怎么样 我等一下 要是哪点不满意的话 今天晚上 我卖点力气 多服侍一下我老公 让他再重新装修一下 白若雪看完弹幕后 看了王毅一眼 在看到王毅点头之后 先从我直播的这里 开始观看吧 白若雪说 完便冲着孟浩等人 使了一个眼神 孟浩和小白当 即拿起两个小型的补光灯 跟着白若雪后面 白若雪一边走着 一边介绍道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 可能也不是太熟悉 等一下有什么出错的地方 大家也谅解一下 嗯 我现在在的地方是一个书房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这个书房当中的环境 随着白若雪的镜头 不断地旋转 一个足足有着近六十平方的书房 呈现在了所有人的眼睛当中 整个书房空间宽敞 挑高的天花板 搭配着巨大的水晶吊灯 水晶吊灯正散发着 柔和璀璨的光芒 地面铺设着手工编织的高级地毯 光是看一眼就知道 光脚踩上去的脚感 一定特别的舒适 四周的墙壁 则全部是由石木打造而成的 嵌入室的书架 更是从地面直达天花板 摆满了各种精装的书籍 而在白若雪的身边 则是一个巨大的石木书桌 纹理细腻 做工考究 卧槽你告诉我 这个是书房 这看着比我家还要大上一圈呢 怎么感觉 我的天这个房间 看得我尸体有去不舒服了 一神怎么能这么会享受 若雪快快带着我出去看看 我要看看 能够拥有这么大的一个书房的别墅 到底能够有多大 白若雪笑了笑说的好的 那就带着大家到外面去看一下吧 白若雪拿着手机 走到书房外面看了一圈 嗯 这是别墅的一楼 好像是餐厅 厨房等等的这些 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吧 要不带着大家上二楼看一下吧 白若雪正准备带着手机上去二楼 却突然看到了一条弹幕 一名叫着额娘的观众 发送了一条弹幕说道 等一下 若雪你往前走一下 我看看那个红酒柜 白若雪虽然有些不解 但还是听从了观众的要求 拿着手机朝着红酒柜走了过去 在酒柜这里 一共有着三个区域 白酒 红酒 洋酒 在白酒柜上 自然就是摆满了一排排的茅台 直播间的人看到之后 都忍不住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的天啊 光是这些茅台 就要有数十万的价格了吧 这是额娘再次说到 不仅仅是这一强的茅台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比起这一柜子的茅台 更有价值的是这些储存酒的柜子 这个酒柜我没有看错的话 应该是卡萨蒂的一款 拥有着极强的恒温功能 而且 还有这智能物联的功能这么大的一个柜子 应该还是定制出来的价格保守 估计也在三十万以上 白若雪不仅有些吃惊 她看着眼前的酒柜 只觉得和普通的酒柜 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没有想到 能够高达三十多万元的价格 额娘 若雪你能不能把红酒柜当中 第三个格子中间的那瓶 拿出来 让我仔细地看一下 白若雪还正在犹豫 一旁的林月蒙 便已经上前打开了酒柜 将那瓶红酒拿出来 放在了手机的屏幕前 是这瓶吗 白若雪还没有来得及阻止 林月蒙就已经拿了出来 只能瞪了林月蒙一眼 林月蒙看到吐了吐舌头 有些不好意思 嗯嗯 麻烦你将红酒的封口给我看一下 白若雪剑已经这样了 也没有办法阻止下去 只好叹了一口气 让林月蒙继续将红酒的封口 展示在了镜头前 怎么样 这瓶红酒有什么讲究吗 林月蒙拿着的手都有些酸了 有些不耐烦地催促着 林月蒙刚说完之后 便看到直播重担出来了一个连麦申请 正是那个叫做额娘的观众 白若雪犹豫了一下 还是选择了接听 在刚点击同意之后 手机中便传来了额娘那激动的声音 我的天啊 这居然真的是罗曼尼康帝 罗曼尼康帝特级红葡萄酒 额娘激动的声音 传到了每一个观众的耳朵当中 但这些人对于这些并没有什么了解 不明白这个女人到底在激动什么 额娘缓缓地说道 大家应该不明白 这个红酒的价值 这么和大家说吧 康帝酒庄是全球公认的酒王 而这瓶酒则是这个酒庄当中 最为顶级的那一款 WS国际税前的价格是原的价格 额娘的话一说出来 顿时震惊了整个直播间 一瓶酒的价格就是近20万的价格 那这整个酒柜当中的价格 又应该价值多少钱啊 林月蒙拿着红酒的手 也一下就稳住了 他紧紧地握住 急忙地放进了酒柜当中 这么贵的一瓶红酒 他要是等下不小心 给打破了它可赔不起 总不能把自己赔给王一把 林月蒙想着想着 脸居然还有些微微发红了起来 好像他刚刚偷偷地 喝了一口手中的红酒一样 这些人对于这个额娘说的话 当即便有了怀疑 他们觉得 这个人可能也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怎么可能会有人在自己的房间当中 存这么多价值数十万的红酒呢 可当所有人都点进额娘的主页之后 又不得不相信对方所说的话 因为这个额娘 居然是一个三百多万粉丝的博主 她是一个专业的红酒博主 她的视频当中 更是有着大量的红酒专业的知识 这时这些人便不得不相信 这个事情的真实性了 他们不得不接受 真的会有人在自己的房间 中用一个价值数十万的酒柜中 存放着数百万的红酒 光是这一墙的酒 便是几栋房子的价格 额娘这里面的红酒 不会都是价格十八万一瓶的红酒吧 对啊 里面应该也就只有 这一瓶红酒的价格这么高 其他的应该也只有 几千几百的价格吧 一些网友想着 要给自己找一些安慰 开始发弹幕询问了起来 不 额娘的声音 慢慢地传了出来说道 这里面的红酒 应该没有低于万元的 额娘的话一出来 直播间的弹幕瞬间减少了不少 但很快 弹幕又疯狂地滚动了起来 直播间的人数 更是突破到了十万家的数量 最贵的应该是上面的那一支 林月蒙在额娘的指示下 走到另一边的养酒酒柜前 找到了那瓶养酒 只不过林月蒙 由于害怕自己打碎的原因 并没有拿出来 我没有看错的话 这瓶养酒 应该是轩尼石百年喜利甘义他的价格 额娘的话音稍微停顿了一下 将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这一瓶酒具体的价格 我并不太清楚 我只知道 曾经有一件的价格 在天猫上拍卖到了一百五十万元 一百五十万 这个数字再次的震惊到了 这十万家的观众 他们对于王毅的毫无人性 更加的咬牙切齿 自己的失败并不可怕 别人的成功 才让自己面目争鸣 不过我对于养酒的了解并不多 有没有看错 或者这瓶 是不是真的我也看不出来 虽然额娘这么说 但是这些人心中 却早就有了答案 能够集齐这么一千面的高端酒的人 怎么可能会收藏一瓶假酒 好的 感谢额娘的科普 那我就带着大家 继续朝着下面的房间看一下 白若雪断开了连麦之后 带着林月蒙和梦浩小白 继续朝着其他的房间 一个个地走去 接下来的画面 更加的震惊这些人的认知 他们能理解 房子太大装一个电梯 但是 你装一个滑梯 是不是就有点过分了 从三楼 直接就是一个超大的旋转滑梯下来了 真就是房子 大不在乎占地面积了是不是 还有谁家好人 在三楼的阳台 上见一个那么大的游泳池的 那么多的房间 你住得过来吗 六个车位 你能停满吗 最让这些人接受不了的是 这间别墅当中的保姆间 都像是一个套房一样 不仅有着自己超大的房间 还有着一个独立的卫生间在里面 一些网友当即询问 还招不招保姆 不行的话 保安也不是不可以 最后来到了副一楼 这里有着完善的健身器材 从副一楼走到外面 便是一个超大的下沉花园 在花园里的绿植 郁郁葱葱 在夜光和一些根光的照耀下 瞬间就能够让人拥有好心情 一些眼尖的网友 瞬间便看到了 在别墅外面的河 白若雪为了能够让这些人看到清楚 再次地来到了顶层外面 将镜头对向了人工湖的方向 众人这才发现 这栋别墅 居然是在一条人工建造的 湖水当中的人工岛上面 这才是最令他们无法理解的存在 他们无法相信 怎么会有人建造出来这种别墅去 我的天啊 这种房子到底都是谁在住啊 我老公什么时候接我进去住啊 已经开始想象 我在里面有多开心了 这种房子 你就算一个月不让我出门 我都原因 等一下我才发现 这栋房子 是我前段时间装修的 当时我就在想 这是谁的房子 所有的装修都用的最好的 原来是我一神的啊 这就不奇怪了 这个人的弹幕一出来 瞬间一群人艾特这个人 想要询问出这个别墅的位置 这些女粉丝都想着 能够见到王毅 开启他们美丽的邂逅 白若雪瞬间就有些担心了起来 生怕这样会给王毅带来一些麻烦 要是王毅以后一出门 就遇到一群人的围堵 肯定也会很不高兴的吧 告诉你们 也没有用的 这里的保安全部都是用的退役军人 你不是业主的情况下 不在业主的允许下 想要进去 根本不可能的 这一句话 再次打破了这些人的梦想 原来那些只会栏外卖的保安 只存在他们的小区当中 没事小哥 你尽管说是哪个小区 我就算赌不到我老公 到时候勾搭上一个 他们这里的保安 也是好的啊 我都不敢想 这里的保安得有多帅 多有安全感 呗 胆小鬼 我就敢想 这群网友的弹幕 让白若雪哭笑不得 这都是什么事啊 居然连保安都不打算放过了是吧 若雪 我家老公准备好了吗 可以出镜了吧 对啊 房子我们也参观完了 什么时候带我们见我老公啊 白若雪愣了一下 很快就收到了微信的提醒 白若雪定了定神说道 王毅已经准备好了的 我现在就下去回到书房里面 耶 终于可以看到我老公了 我光是想想 就激动的不行了 切 老娘早就已经 你才只是激动而已 白若雪回到书房之后 将手机架设好 对着镜头挥了挥手 好了 接下来就有请我们 今天的重磅嘉宾王毅 白若雪做了一个 拉拉队手花的动作 下一秒 王毅便出现在了镜头中 王毅看着屏幕 露出一个标准性的笑容 大家好 我是王毅很高兴 今天能够跟大家 在若雪的直播间中见面 哇 我老公好帅比视频中 看着还要更帅 老公的侧脸好绝啊 我今天晚上做梦的素材有了 弹幕不停地滚刷着 王毅就坐在镜头前 并没有说话 安静地看着这些弹幕 白若雪很快便出来 想问问一下王毅 不知道王先生 能不能为我们解答一下呢 王毅看着白若雪 伸过来的手型话筒 轻轻笑了笑后 将脸凑了上去 放在了白若雪的手上 白若雪一瞬间 感觉伸向王毅的手 有点痒痒的感觉 明明自己的并没有碰到王毅 可就是感觉 像是有一只小手 正在自己的手上 不停地挠着一样的 令他想要将手收回来 白若雪强忍着这种感觉 将眼睛看向屏幕 不敢和王毅对视着 当然啊 老公我们要互相了解才可以啊 这样你才可以知我 我也好治你长处 白若雪假装地念着弹幕 实在问着一些 早就准备好了的问题 问向王毅 大家都想要知道 王总明能够走到今天这么努力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是不是真的是大家所想的那样 依靠自己家里面的帮助 才能够走到今天的呢 白若雪的问题 确实是一些网友 想要问出的问题 毕竟没有人 会不对这种成功的案例感兴趣的 他们更希望 能够在这其中寻找到一些八卦 毕竟这样的事情 才是他们最最关注的 家里面的帮助肯定是有的 不过我原生家庭 也只是一个偏远农村当中的家庭而已 我家里面对我帮助 更多的是一些知识和肯定 我的成功肯定是离不开我爷爷 从小对我的教育的 这么说 王总从来没有受到过 家庭中的经济资助了 白若雪的问题一问出来 弹幕中的人也不停地怀疑着 他们根本不相信 王毅如果真的是一个普通人 凭什么能够做到现在这样的成功 可以这么说吧 王毅在镜头前耸耸肩 除了最初第一年上大学的学费以外 我后面的时候 几乎都是在兼职打工学费 和生活费用都是自己赚的 白若雪微微有些吃惊 就连他也没有想到 王毅的大学时光居然是这个样子的 他上一次在警察局的时候 看到那一群的律师和那个美妇人 还以为王毅会是哪一家的贵族子弟 出来自己发展事业了 虽然王毅的话仍然有造假的嫌疑 但是白若雪却觉得 以王毅的性格 不像是会在这种地方说谎的人 白若雪定了定神之后 继续问道 那不知道王总 您到底是如何做到现在的成就的呢 或者说是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可以给到电视机前的各位网友的呢 王毅听到白若雪的问题之后 稍稍犹豫了一下说道 嗯建议的话还是劝大家 如果有能力的话 一定要先选择提升自身 无高峰避制 花香碟子来 至于我的过去的话 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无非就是一些吃苦之类的鸡汤 实在是没有什么要说的必要 但是我最近确实有新的项目正在实行 王总给到的建议也非常的好 只有自身强大之后 才能够有更好的选择 虽然我已经知道了 王总口中所说的新项目哈 但是不知道这个新的项目 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当然可以 王毅点了点头说道 我现在正准备建立一个新的MCN机构 现在公司也正在注册当中 办公室也正在装修 像若雪就是我签下的第一个博主 大家如果有好的想法 也可以随时的提一下 如果有想要来我们公司应聘的 也随时欢迎大家 我老公要开MCN公司了 要怎么应聘 我想去我老公公司上班这样 我就可以天天的看到我的老公了 我也想要去这里上班 我自费上班都是可以的 若雪看到弹幕之后 及时的说道 大家不必这么踊跃哈 可以好好地考虑一下的 等一下我会专门的发布一条 公司招聘的岗位信息 大家如果觉得有适合的岗位的话 可以私信我 到时候会有专门的人员 与你们沟通的 若雪刚说完 便看到了一条在不断滚刷的弹幕 这个弹幕也是同一个 ID不停地发送的 我真当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 搞了半天 还是一个开传媒公司的 我看用不了多久 就会开始卖货了吧 大家忘记了木书粉的粉条了吗 这个人不停地刷这条弹幕 白若雪下意识地 就要将这个人拉黑 却被王毅里阻止了下来 白若雪看向王毅 王毅却淡淡地笑着 王毅看向镜头慢慢地说道 我也明白大家的一些疑问 都说网络的镜头就是卖货 我也不敢在这里和大家保证 我就一定能够做到绝不卖货 毕竟我也要养货我的整个公司 但是我可以和大家保证的是 在公司彻底地稳定下来之前 绝对不会卖货 并且后期卖货的时间 我一定会认真地挑选产品 保证给大家最优的产品 王毅的话一出来 那个人还是不停地质问着 你说保证就保证啊 我凭什么相信你 难道就凭你一张嘴我就要相信你的吗 这个人的话一出来 直播间的人也开始跟风起来 这个人说的没错啊 我们怎么相信 到时候他真的卖了假货 我们又能怎么办 前有小雨后有三阳 不是大家不支持你 实在是我们怕了呀 大家可以尽管放心 到时候 若是真的会有假的产品销售出来 我虽然不能假一赔万 但是假一赔使我 还是可以做到的 大家可以将这些全部录品保存下来 到时候可以以此为证 所有人没想到 王毅居然会做得这么绝对 能够当作做出这样子保证 现在你说的好听 到时候你的钱全部赚够了 谁知道你会不会跑路 到时候我们上哪去找你要赔偿 前几天的假一赔万 我们还没有拿到呢 对啊 你这种说大话的功夫 谁不会啊 你得拿出来一些实际的东西才可以啊 这个时候的弹幕 已经完全没有了那种 吹捧王毅的弹幕 更多的则是质问的声音 网友永远是这样 娱乐的时候 他们永远是迷失在其中的小路 但是风向不对的时候 他们全是能够瞬间变成吃人的恶狼 哪怕只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他们都恨不得上去将你的骨肉 一点一点的啃食殆尽 白若雪担忧地看向王毅的方向 他没想到 事情居然会闹成现在的这个局面 他很担忧 不知道王毅将会怎么收场 如果这个结果处理不好的话 可能公司还没有开起来 坏名声就已经打出去了 这样子 对于公司接下来的各项发展 都是不利的 甚至是一些头部的博主 听到他们公司的名声 便不会选择和他们合作 更不要说去签下其他的博主了 但白若雪却看到王毅的脸上 永远是挂着一副淡淡的笑容 好像现在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 全部都在他的预料范围之中一样 他不明白王毅的底气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 能够让王毅如此的有恃无恐 王毅拿起一旁的水杯 缓缓地喝下 才慢慢地说道 大家的担忧我都明白的 也知道大家为什么会这么地担心 毕竟这个行业 以前有了太多的反变例子的出现不过 王毅刻意地将话停顿了下来 白若雪和林月蒙紧张地看着王毅 不知道王毅到底要说些什么 这个又怎么可能会做到 能够让王毅将这个局面 彻底地扭转过去的 不过大家放心 我这次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东西的 王毅说 玩遍看向白若雪道 若雪 麻烦你谈一下一号链接 一号链接 白若雪有些不明白 王毅什么时候给他上了一个小黄车 但王毅现在这种做法 他根本看不明白 这个时候就开始带货了 那不成就想要用一个真货 来保证自己以后所有售卖的 全部都是真货了不成 白若雪有些不能理解 但是等他看到那个一号链接的时候 整个人都愣住了 白若雪看了一眼王毅之后 将链接给弹了出来 随后一个商品的链接 便出现在了所有人的屏幕当中 所有人看到的时候都是一愣 这个是保险紧接着每个人的手机当中 传出了王毅的声音 那道声音不慌不忙的 让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的 我知道 无论我说什么 大家都不可能相信我的话 我只有用行动证明我的诚意 这个保险正是我和保险公司谈下来的 只要你用一分钱就可以买下来 这个保险的保质期限是十年 在十年内购买我公司旗下的 任何一个博主链接当中的产品 如果发现质量问题 那么你可以获得最少1000元的赔偿 最高可以获得货物10倍的价格赔偿 王毅的话一出来 直播间的所有人都沸腾了起来 这种事情他们简直就没有听说过 直接就售卖保险来保证自己的货物质量 这样子无论如何 他们就都可以得到赔偿 毕竟这个保险公司可不会跑路 王毅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自然是对于自己要售卖的产品 有了足够的信心的 大家可以发现的下单 这个保险永远不会下架 任何人都可以买 没有限制的 听到王毅的话 所有的人这才反应了过来 纷纷地点开链接不停地下单 白若雪看着后台的成交量 眼睛都看傻了 只用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就售卖出去了20多万份 这个成交量更是让白若雪的直播间 直接成为了带货榜第一 居然能够买到一个老总 被自己的承诺 试问整个网络上 有谁能够做到这种程度的 也就王毅独一份的了 这个保险 也是王毅安排的叶新竹 找到的保险公司去谈下的 本来保险公司是说什么 都不答应的 毕竟这种事情 他们也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的 可能都不能用风险这种词来描述 按照现在的网络带货 环境来看 包赔的 可保险公司听到王毅 可以在他们这里 提前存放20亿 用来作为赔偿金的时候 保险公司便瞬间答应了下来 20亿啊 能够赔偿200万人了 本来他们还以为 这个赔偿钱 是要他们保险公司出的呢 谁能想到 是王毅自己出的呀 而且 这20个一不说别的 就是预估王毅的公司 两年内能够爆雷倒闭 他们将这20亿 全部赔偿出去 可这20亿 在两年的时间中光 是存银行的利息 就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数字 更不用说 他们拿着这笔钱 去操作一下了 他们最少能够 获得一个点的利润 这种稳赚不赔的生意 他们没有拒绝的道理 保险公司当场答应先来 并且很快就给王毅 搞定了链接的问题 那种速度 生怕王毅会反悔一样 等到王毅将钱 打给他们的时候 他们恨不得 八台大叫地送王毅出去 他们才不在乎 王毅到底为什么敢这样做的 反正和他们没有关系 王毅的这一操作 很快地在全网快速地蔓延着 直播间中 不停地在涌入大量的观众 直播间的人数 隐隐约约 有着要突破五十万的趋势 白若雪惊慌地看了一眼王毅 他没想到 王毅在造势的这一方面 能够这么地厉害 仅仅只是一场直播 就彻底地将自己的名气 给打了出去 更是一瞬间 成为全网关注的男人 这时候 怕不是正有着数不清的人 正在调查着王毅的信息 他们都想要知道 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而王毅的这个操作 也是跟一个人学的 王多瑜 在一档电影当中 一个主人公 为了赔光手中的十亿 而出售的一份保险 直防险 王毅这一出 更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不同的是 王毅可不是为了赔钱 他是为了赚钱 这个时代永远是流量为王 只要你拥有了流量 只需要考虑 如何将流量给变现就可以了 在王毅看来 用二十亿换取全网的流量 这简直是再赚不过的事情了 毕竟这对于他来说 也只不过是二十万块钱而已 几点好感不罢了 只要他想 马上就能马上赚回来 看着直播间当中 还在不断滚动的弹幕 白若雪暗暗咽了咽口水 他继续用坐手当中话筒说道 那我们的直播也即将结束了 在直播的最后 王总不知道 还有没有什么 要和当下的网友说的吗 王毅沉默了一下 才缓慢地说道 想必大家现在 对于我的信任更高了一些 但是只有这一份的大理 好像显得有些单薄了一些 白若雪看向王毅的眼神 都有些变了 合着你这还叫单薄 谁能够做到你这种程度 不过白若雪 还是对于王毅 就给大家发几个福袋吧 白若雪听到之后 略微有些失望 原来只是福袋而已 这些事情 很多的主播都会做的 为的也只是留住 直播间的人气而已 不是吧 王总你就只是 发几个福袋而已 这也点太小气了一些吧 就是 这些烂损的东西 其他的直播间又不是没有 哼哼 不许你们这么说我老公 我老公再俗套我也爱 哦 是吗 王毅的嘴角微微地上扬着 看向弹幕的眼睛 微微一眯说道 看来这五千万的福袋 你们并不是太想要啊 白若雪的眼睛瞬间瞪大了起来 五千万玩得这么大的吗 卧槽 我刚刚是不是听错了 他刚刚说的 是不是五千或者是五万 五 老公你说五千块 五万块 哪怕是五十万我都会相信 可是这五千万 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 我的天老爷 我单方面宣布 王总将 是我在这个互联网上的唯一真神 我可没有骗你们 接下来的五千万 我将全部让弱雪给你们发出来 王毅随后看向白若雪说道 这五千万分成五百份 每份十万元分成五次发出 随后 王毅将手机扔给了白若雪 并将自己的支付密码 告诉了白若雪 王毅自己则是转身离开了书房 朝着卧室的方向走了过去 白若雪颤颤巍巍地接过手机 没想到王毅就这么简单地 把这一切全部都扔给了自己 他看着手机 忐忑不安地坐在了手机镜头前 一时之间居然不知道要做些什么 等了好一会 他才看到手机上的弹幕 若雪你愣着干什么 快点发付带啊 若雪我们都等着急了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发出来啊 若雪自己都傻了 摊上这样的老公 真是不让人省心 哈哈哈哈 这样的老板 到底在哪里找的呀 给我来一打 白若雪这才慢慢地反应了过来 他看着镜头 尴尬地笑了笑 抱歉让大家久等了 我这就开始给大家发放付带 大家不要着急啊 白若雪拿着王毅的手机 颤颤巍巍地打开了抖音 进入他自己的直播间当中 他看着王毅抖音后台上 存有的抖币 都有些不淡定了 谁家好人给抖音里面 放这么多的钱啊 白若雪慢慢地设置好了 伏带的金额 前前后后地 数了无数变伏带的金额 选项上的零到底 有多少个 他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 多按了一个零 到时候 他就真的得和王毅千 卖生气了 在确定好了金额之后 白若雪才终于 将伏带给发了出去 伏带设置在了五分钟之后开启 而参加抢伏带 也没有别的要求 没有让加粉丝团 甚至没有要求关注账号 只要求发送一条弹幕 新药传媒牛批 哈哈 这个宣传简单 直接我喜欢 家人们 我现在就要 给若雪私信了 争取能够让王毅做我的老板 慢慢地再发展成老公 大哥你个男的呀 切 真落后这年头 你怎么就知道 王总不喜欢我这款的吗 这条炸裂至极的弹幕 瞬间引起了一群 男男女女的想法 不停地 给白若雪发送着私信 白若雪看着后台 不断蹦出来的 那一条条的私信信息 简直感觉到 炸裂到了极点 谁家好人 天天要带新上班的呀 就算招聘名额不多 可也没有这么卷的吧 白若雪头疼地 将剩下的福袋 全部小心翼翼地发送完毕 在所有福袋被抢完之后 白若雪甚至不要 这高到爆炸的流量 直接选择了关闭直播 他真的是头大的不行 王毅做甩手掌柜 就这么干脆的吗 就真的不怕自己 把他手机给拿走是吧 白若雪看向一旁的 林月蒙和梦号 小白 四人对视了一眼 都是苦笑着摇摇头 这短短的两个小时的直播 他们简直头都要炸开了 一件事情比一件事情炸脸 他们甚至感觉 王毅就像是一个爆发户一样 根本不在乎这些钱 就是开心就是玩 收工吧 大家回去好好地休息一下 今天晚上也都辛苦了 嗯嗯 梦号点了点头 开始收拾起来 那些直播的设备 白若雪则是看着后台 还在不断蹦出来的那些私信 对林月蒙说道 萌萌你明天联系一下 你的那些学妹 看看有没有想要兼职的 越多越好 好的若雪姐 林月蒙点了点头 便开始转身 拿着手机开始练习了起来 白若雪则显示 简单地拍摄了一个视频 发布了出去 大概的就是答谢网友的喜爱 其次便是对于这些 想要应聘的网友 告知他们 这几天会立马回复 他们的私信 开启线上面试的环节 最终选定的人 将会参加线下面试 和敲定合同 以及薪资待遇 白若雪准备将林月蒙的一些同学 给快速地培训一下 毕竟林月蒙就是人力资源专业的 这些简单的线上面试 对于那些大学生 应该不是问题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尽快地招聘员工 不然每多一天 他们现在的热度 就会减少一点 越是拖下去 对于他们的优势 越是不利 一定要把握好 现在的流量才行 白若雪看向一旁的林月蒙说道 蒙蒙 我们上去和王毅打个招呼 就先回去吧 时间不早了 明天一定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呢 林月蒙眼珠子一转 从椅子上跳下来说道 好呀 我们上楼找他吧 白若雪拿起一旁王毅的手机 便和林月蒙来到了三楼的位置 敲了敲房间门之后 王毅的声音 很快便从里面传了出来 静 白若雪推开门 发现王毅正坐在沙发上休息着 他将手机递给王毅说道 王毅 你今天的那个保险 会不会太冒险了一些 白若雪虽然明白王毅的这种做法 但是他不明白 王毅到底哪里来的底气 网络上没有人可以保证 自己做出来的东西 就一定没有问题的 毕竟这些全部都是别人供出的货物 王毅睁开眼睛 看向白若雪 指了指一旁的椅子 坐吧 白若雪看了一眼林月蒙 两个人坐在了王毅的对面 看着王毅 王毅则从一旁的饮料柜中 取出三瓶气泡水 打开了一瓶喝下一口 才慢慢地说道 若雪你应该明白 我这样做 是为了能够最快地 将新药的名气给打出去 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选择加入我们 也会有更多的网友来买我们的单 白若雪点了点头 这些他都明白 但是这样做的风险 实在是太大了一些 没有人可以做到 完全没有问题的 王毅向是看穿了白若雪此时的想法 他看向白若雪问道 若雪我问你 难道所有的货物有不合格的风险 我们就不去做这些保证了吗 王毅的话 瞬间让白若雪愣住了 他明白了王毅的话 不能因为这个网络上的货物 都是不合格的 而去随波逐流 正是要打消这种风气 他们才更应该站出来 将这样的事情 给彻底地扼杀掉 王毅居然是想要整顿网络上的假货风向 可这样做会不会太冒险了一些 这样子做 可是要动很多人的蛋糕的 星耀到时候 一定会成为各大资本的第一敌对对象的 王毅他对抗的了吗 白若雪和林月蒙两人开车 朝着回去的路上赶着 两人坐在车上都没有说话 彼此之间无言 白若雪一直在想着王毅所说的那些话 陷入了沉思之中 若雪姐 你前面停下车吧 啊 怎么了 白若雪看向一旁的林月蒙 有些不解的问道 没事 我就是有点闹肚子 我到前面上的厕所 哦好 白若雪将车停下 林月蒙下了车后说道 若雪姐 你先回去吧 我等下自己打车走 林月蒙说完 也不等白若雪回应 便急忙地转身离开 白若雪叹了一口气 便只好开车 朝着自己家中赶去 十几分钟后 他将车停在小区停车位上 却并没有下车 他总觉得 王毅这么做 还是太过于冒险了一些 犹豫再三 白若雪启动车辆 再次朝着天府城而去 将车辆停下之后 白若雪正准备下车 却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白若雪急忙将车子熄灭 大灯全部关闭 只见一个娇小的身影站 在王毅的别墅前 犹豫了一会 便走进了别墅当中 萌萌 他这么晚了 来找王毅干嘛 白若雪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会 等了半个小时后 看到天空中划过的一道道闪电 预感到马上就要下雨 想到了什么的他 开车再次返回了家中 林月蒙想到 这段时间和王毅在一起的时刻 王毅的每一举一动 都深深地牵动着他 王毅的能力和厨师方式 好像都和别人的有所不同 而且王毅以后就是自己的老板了 自己关心 一下老板没有什么的吧 林月蒙捏手捏脚地走向王毅的卧室 突然听到卧室里面有人在说话 林月蒙还以为撞破了什么 听了一会才发现 是孟昊和小白两个人在里面 林月蒙顿时松了一口气 要是遇到了其他女人在里面 他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这次林月蒙也是做了很久的心理准备 才想明白了的 要是错过这次机会 他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再次的有这个胆子了 好的王先生 那就说定了 我们一定会努力将星耀的拍摄工作做好的 孟昊两人经过今天晚上的直播也明白了 王毅这个人确实和其他人不一样 最起码十分的大方 在林月蒙和白若雪离开之后 他们当即便讨论了一下 最后决定加入王毅的星耀传媒 成为王毅的第一支拍摄团队 而当两人招上王毅的时候 没想到王毅很快便答应了下来 而且给出的薪资更是让两人大吃一惊 光是底星就已经是他们的基本收入了 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奖项 他们几乎可以拿到现在两倍的收入 林月蒙听到两人要出来 急忙找了一个地方藏了起来 在看到两人离开之后 林月蒙便又开始纠结了起来 他本就是一时激动地找了上来 可没想到居然被孟昊和小白铁耽搁了 现在冷静下来 他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他悄悄地看了一眼卧室中的王毅 只感觉心脏都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 要不还是算了吧 要是被拒绝了得丢死人了 林月蒙到头了去突然反悔了 他小心翼翼地朝着楼梯口一点点地挪动着 生怕王毅听到动静 既然都来了 还准备藏到什么时候 王毅的声音突然从房间里面传了出来 吓了林月蒙一跳 他他怎么知道我藏在这里的 林月蒙见被发现 索性破罐子破摔 他嘟着小嘴走进王毅的卧室当中 看着王毅问道 你怎么知道我藏在这里的 王毅看着林月蒙笑了笑 本来不知道的 不过现在知道了 你炸我 林月蒙没想到 王毅只是随口一句话 就把他给炸了出来 害得他丢人 其实王毅也不是平白无故的 突然说这么一句话的 只是在林月蒙走进天府城小区的那一刻 门口的保安就已经告诉了王毅 不然林月蒙也不会这么轻松地就进来 不过好像还少一个人 滴滴 王毅拿起手机一看 才知道白若雪已经出去了 什么原因 王毅想想也大概明白了过来 王毅看向林月蒙明知故问道 你怎么又回来了 若雪呢 林月蒙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 一屁股坐在了床上 我家里面要是丢了 没地方去了 你这里房间这么多让我住院怎么了 王毅嘴角微微上扬着 眉毛一条 住当然可以 不过现在只有这一个房间有被子 其他的房间都还没有配齐 你要是住的话 就得和我睡在同一个屋子了 林月蒙脸色瞬间红润了起来 小声嘟闹着真小气 这么有钱就买一条被子 你说什么 林月蒙猛地扭过脸 看向王毅大声吼道 我说住 一间房 就住 一间房 我 还 能 怕 你 不 成 林月蒙的声音震得王毅都有点耳鸣了起来 他无奈地掏了掏耳朵笑着说道 那刚好 我要睡觉了 林月蒙看着站起身就要上床的王毅 急忙地将被子眷起来 他惊慌地看着王毅 你你要干嘛 要啊 嗨嗨 王毅清了清嗓子说道 我能干吗 这屋子就一张床 一张被子我 当然上床盖被子睡觉啊 林月蒙骚红着一张脸 不知道说些什么 他将被子横着盖在身上 指着床中间说道 我警告你不准过这条线 要不然 林月蒙举起粉嫩的小拳头 在面前挥动了两下 装出一副凶狠的样子 哼哼 别怪我等下打你个鼻青脸肿的 王毅看着林月蒙这副可爱的神情 只是笑着怂怂间 王毅直接躺在床上 拉过一半的被子 闭上了眼睛 林月蒙见王毅真的像是在睡觉的样子 他小心翼翼地将被子盖在身上 躺在王毅的另一边 可闭上眼睛了半个小时 也始终睡不着 天空越发的阴沉 月光被大片的乌云遮挡 整个夜晚变得漆黑一片 轰隆 一声惊雷响起 将整个天空都给照亮 啊 林月蒙大喊一声 猛地从床上蹦起来 他惊慌地用被子 蒙在自己的头上 紧紧地捂住耳朵 喂 这可是 你自己凑上来的呀 王毅看着整个 挂在他身上的林月蒙 苦笑了两声 伸出手戳了戳他 啊 林月蒙下了一大跳 抱着王毅的双手 更加地用力了起来 林月蒙过了好久 才反应了过来 他一脸委屈地看着王毅 人人家怕打雷的吗 你一个大男人 让我抱一下怎么了 又不会少你一块肉的 我是不会少一块肉 但是我担心时间长了 你身上会掉一块肉啊 王毅苦笑着 让你抱没问题 但是我总不能这么吃亏吧 大大不了我 让你抱回来 就是了 这可是你说的 林月蒙还要说些什么 但王毅并没有等他拒绝 便直接环抱住了他的小妖 强烈的苏玛感觉 涌上林月蒙的全身 他顿时感觉浑身上下 好像都没有力量了一样 瘫倒在了王毅的身上 他想要伸手 将王毅的手给拿开 但是他此刻 整个小脑袋瓜子 都紧紧地贴在了王毅的胸前 他的鼻腔中 钻入王毅身上 那股强烈的荷尔蒙气息 这股味道 让他愈发的意乱情迷了起来 他贪婪地嗅着王毅身上的味道 忍不住地用笑脸 在王毅的胸前蹭了蹭 啊啊好羞耻啊 但是怎么感觉意外的好舒服啊 林月蒙感到 他的脑子中 好像有两个小人正在打架 一个拉着他 让他远离王毅 保持自己的形象 一个在不断地怂恿着 怕什么 这不正是 你想要的吗林月蒙 你要抓住这次机会 不能轻易地松开 林月蒙虽然意识上 想要推开王毅 但身体却很诚实地 不断地贴紧王毅 两人的身体越发地靠近着 林月蒙甚至幻想着他 变成一滩水 彻底地融入王毅的身体当中 林月蒙舒适地换了一个姿势 也是一个血气方当的小伙子 有点反应很正常的吧 林月蒙的手 越发地滚烫了起来 这股强烈的温度 居然直接上 长到了他的脸上 让他整张小脸 都变得通红了起来 他紧闭上双眼 缓缓地握紧了双手 王毅舒服地仰起下巴 靠在床上闭上眼睛 林月蒙慢慢地 双手越发地大胆了起来 而王毅也不再客气地 攀上了他的大灯 林月蒙紧紧地 咬着自己的下唇 眼神越发地迷离了起来 他嘴中不断地发出 一声声的 呢喃不清的声音 像是在 哼唱着什么小曲 这首小曲让人听起来 心神忍不住地荡漾起来 像是来到了一种仙境一般 王毅见状况 已经差不多了 直接翻身 将林月蒙压住 林月蒙双眼迷离地 看着自己头地的王毅妾 声声地说道 王毅 能不能把灯关上 林月蒙说完 便一脸娇羞地闭上双眼 不敢再看王毅 王毅没想到 这个林月蒙居然这么地害羞 伸手将灯关掉之后 再次地袭击林月蒙 第二天一早 刚刚下过雨的空气中 弥漫着一股泥土的清香 阳光从巨大的落地窗外照射进来 林月蒙在这暖阳的照射下 舒适地翻了一个 身将王毅用力地抱紧在怀里面 感受到怀中的秦哥哥 在他的眉头上亲吻了一下之后 他脸上绽放开幸福的笑容 林月蒙睁开眼看着 正在冲着他笑的王毅 仰起脖子 便朝着王毅用力地吻去 两人唇齿相交 越发地投入了起来 两人的情欲再次地被调动了起来 就当王毅准备再次提到上马的时候 林月蒙急忙地推开了王毅 林月蒙看着有些不悦的王毅 扑斥一声笑了起来 就知道想着坏事 林月蒙在王毅的脸上 巴结清了一口笑着说道 我还疼着呢 等我身体好了 再好好地陪你好不好 看着林月蒙娇羞可爱的样子 王毅用力地捏了捏林月蒙的鼻子 这次就先放过你 下次有你好受的 嗯嗯 我老公最好了 林月蒙经过一晚上的蜕变 整个人都放开了许多 身上更是有了一种 之前从没有过的感觉 像是一晚上成熟了起来 林月蒙拿起一旁的手机看了一眼 顿时大叫了起来 哎呀 糟了糟了 都怪你 害得我气得这么晚 林月蒙一脸不悦地看着王毅 王毅瘫手道 昨晚上可是你主动的 而且也不知道 是谁一直叫着继续的 林月蒙被王毅点破 脸上再次地懊恼了起来 他扑到王毅的身上 张口用力咬在王毅的肩膀上 还说还说 我让你还说 王毅疼得倒抽一口凉气 乖乖 你要是这么喜欢咬 我可以换个地方给你咬的 林月蒙听到王毅的乌言慧语松开他 之后瞪了王毅一眼 转身继续拿着手机 继续回复着信息 都怪你 我都忘记了 今天还要和若雪姐去培训了 若雪姐给我打了电话 我都没有接住 她肯定该乱想了 什么培训 还得劳你亲自去啊 今天好好休息 我陪着你怎么样 林月蒙将王毅抱着自己的双手打开 转身看着他说道 你还好意思说 那么多的工作 让给我们自己当甩手掌柜 这些工作不做能行吗 把衣服递给我 王毅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 他也不想当甩手掌柜的 当他坚信一个原则 那就是专业的事情 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王毅伸手将林月蒙的内衣递给他 林月蒙接过 看着柔成一团的内衣 再次瞪了王毅一眼 林月蒙简单地洗漱了一下 便穿上衣服 急急忙忙地跑了出去 他担心白若雪 要是真的着急找不到他 会跑来王毅这找他 到时候被撞见 林月蒙真的不知道 要怎么才能解释得清楚了 不好意思 若雪姐 我睡过头了 嗯嗯 好的我马上就到 林月蒙挂断电话 匆匆忙忙地打了一辆车 便朝着他和白若雪的工作室 赶过去 之前他也不是 没有睡过头的时候 但是每一次白若雪 都会对他进行狂轰滥炸的电话和消息 有时候 甚至会直接到他家里 把他给好起来 可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白若雪居然只是打了一个电话 自己没有接之后 就没有下文了 甚至这个电话 都是白若雪打了之后 响了三声 看到林月蒙没有接通 他就自己挂断了 这个情况 让林月蒙有点摸不着头脑 不过自己没有被骂 这让他的心情 一瞬间好了许多 坐在出租车上的林月蒙 想着昨晚发生的事情 脸上忍不住地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接下来的几天 事情一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经过王毅昨晚的直播之后 网上现在到处都是王毅 和星耀传媒进行宣传 甚至都用不上他们 光是砸晚上直播间的那些观众 便自发地宣传了起来 王毅和星耀传媒的名声 一时之间风光无亮 在这样的催动之下 仅仅只是两天的时间 白若雪和林月蒙 便临时地组建出来了 一个临时的人事部门 这些大多都是林月蒙的同学和学妹 他们在这两天 经过了白若雪两人的培训 将回复的话术和应答技巧 背下来之后 便开启了线上面试的环节 将大量想要应聘的网友 进行挨个的筛选 仅仅只是第一天下来 就差点把他们给累死 如果只是单单的人数多 也就算了 主要是这里面的奇葩也多啊 这都是什么面试 上来就问王毅会不会睡粉的 王总有没有潜规则的爱好 或者案例 你要不要看看你在说什么呀 这是你能直接问的吗 还有什么要交多少钱 才能来星耀上班的 你真的就付费上班是吧 不过还好这个人数足够的庞大 十里淘金 总归还是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在其中的 在白若雪的安排下 将那些拥有过类似工作经验的 全部保留了下来 进行下一场的面试 这些大多都是之前的一些 其他博主的跟拍或者剪辑 还有一些文案 甚至还有一些担任过一些 百万博主的职务的 统统被安排了线下面试的环节 如果有其他城市的 则报销来回的路费 如果能够通过面试 更是保证可以每月补助 3000元的住房津贴 这样的条件 直接打动了大多数人 纷纷答应 一定会过来参加线下的面试 而在这之后 还有一些博主联系白若雪 他们大多数都是一些 马上合约到期的 想要找一个新的公司 谈一下新的签约 还有一些是和原公司闹矛盾 或者是一些 想要找公司的草根博主 白若雪反正是来者不拒 统统地全部约了 他们线下的面试 而这些人的履历 确实都很不错 再加上 已经是经过一次筛选了的 大部分的条件都可以接受 在王毅的授意下 这些人则全部通过了面试 这些人能够凑齐 大概50位博主的私人团队 而且都是独立的 更不用说 一个团队负责多个博主的账号了 算下来 就算是150人的博主 他们也能够同时运行下去 但王毅却并没有让白若雪这么做 只是将其中最优质的一些博主 给留了下来 白若雪虽然不明白王毅的做法 但还是照做 毕竟王毅到现在 还没有错过一次 没多久 王毅便将一大批的美女 带到了白若雪的面前 足足十二位 各个身材优越长相更是没得说 这些美女 正是王毅让灵星找到的十二个空姐 原本王毅只是想要在其中 挑选出来七个就可以了的 但是这些空姐 也在网络上看到了 王毅的那次直播的片段 瞬间一个个都争先恐后地想要加入 灵星都被搞得头大了起来 但是 在王毅的控制下 还是只留下了其中的十二个人 这也是灵星精挑细选出来的十二人 王毅交给了白若雪 让白若雪安排人 去培训他们一些直播的基础 更是在探索 这十二个空姐 到底适合做什么类型的博主 其实无论做什么 只要方法 用对了白若雪都能够保证 这十二个空姐的账号 能够瞬间起飞 主要是他们太过于吸睛了一些 找好视频的方向 直接放心大胆地拍摄就可以了 不理想 大不了换的类型再次起号就是了 叶星竹那边也已经将公司注册完毕 现在只要等着公司装修好就可以了 我的王总 这几天 你真是不知道 我和萌萌都累成什么样了啊 就是就是 王毅你都不说来帮帮我们 王毅听着电话 那头白若雪和林月蒙的抱怨 无奈地耸了耸肩 没办法 能力越大责任 越大我这样的弱者 只配度假休息 王毅舒服地伸了个懒腰 抬起双脚刃游记师 将脚上的水擦干 切 少给我们戴高帽 白若雪没好气地说了一声之后 再次地调转了话题 说到明天有个车展 邀请我和月蒙过去 但是我们实在忙不过来 你看你要是有机会你去 白若雪试探性地问道 他和林月蒙本身就是机车博主 这种车展也会邀请他们参加 但是 他们实在被工作缠身没有时间 但是这个热度 他们也不能不蹭 于是只好找上了王毅 看看王毅有没有时间 或者说 看看王毅有没有兴趣去 毕竟王毅这个混蛋过得 可是悠闲得很啊 车展 王毅点了点头 没问题 这次就让我给你们打个工 这次的车展就由我去吧 呵呵 那可真是辛苦王总你了 白若雪没好气地 讥讽了王毅两句 便直接地挂断了电话 王毅将手机扔在一旁 将头枕在小姐姐的光滑的大腿上 任由对方给自己裁耳 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皮尤 想必大家都已经有了解到 在沪城的会展中心 将会举办一个长达三天的车展 而在我的身后 便是今天的展台现场 屏幕当中 一个身材火辣 长相亲美的女孩子 正在不断地介绍着 皮尤 一个抖音上粉丝量 高达2700多万的说车博主 车展举办方 为了能够将车展的热度抬高 更是邀请了他 来到现场进行直播 皮尤大致地介绍了一下 今天的车展流程之后 便来到了会展的门口 好的 接下来让我看一下 今天都会遇到哪些老朋友 更有哪些博主会 来参加今天的车展的 大家想要 看我跟拍哪一位博主的 都可以发送弹幕 我都会上前和对方打招呼 皮尤话音刚落 原本就热闹非凡的直播间弹幕 更加的疯狂滚动了起来 猴哥今天会来吗 他现实到底有多重啊 小雨呢 告诉他别探访了 老老实说车吧 我想知道君今天会不会出现 能不能让我看看 君我看到小米 有展台位的今天 弹幕不停地滚动着 皮尤根本看不过来 他站在会展中心的门口 在门口处铺着一条红毯 用来迎接一些比较贵重的人物 而在红毯的两边 则是大量地扛着长枪短炮的媒体 等着拍摄今天的重磅新闻 来人了 来人了 皮尤急忙和一旁的摄影师 打了个眼色 将镜头对准了红毯的方向 随后 一名身穿白色西装的男人 缓缓地走了出来 他伸手不停地和两边的镜头 挥手打着招呼 赠亮的头皮 在闪光灯的照耀下 闪闪发光 闪的人都有些睁不开眼睛 是虎哥 没想到连虎哥都来参加 这次的车展了 看来今天的这次车展 主办方很有实力啊 对啊 虎哥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 在这种大场面上了 没想到这次他也回来 皮尤看到虎哥的到来 立马带着摄像师迎接了上去 虎哥你好 和直播间的观众打个招呼吧 虎哥见识皮尤 他们也早就是老朋友了 自然很是熟络 直播间的各位观众好 很高兴能够再参加 今天的车展和各位相见 虎哥还是像之前一样的 很是风趣 不知道虎哥今天 对于哪辆车比较感兴趣 不知道能不能给我们剧透一下呢 皮尤按照流程惯例询问着对方 也在想办法创造的话题 嗯 最近的各大车企的一些新车 都挺不错的 像是比亚迪的第二代送 ProMai 海诗 海报都很不错 还有特斯拉的2023款的 Model 3 Model Y这几款车型 都是很不错的 虎哥缓缓地说出了一些 比较平价的汽车品牌款式 这些都是车企给安排好了的 他们大多数 也都是提前接到了车企的邀请 来给他们的新款车型 做一些宣传 而且大多数都是一些 比较平价的车型 因为在直播间 会到处问主播 哪款车比较好的 也只能买得起这些的 那些能够购买高端车型的 大部分都已经在这个车展里面的了 就算有没有到的 也不会听他们的介绍 非常感谢虎哥 为我们做出的分享 不过想必 虎哥对于即将上市的小米苏七 应该也有所耳闻 不知道虎哥对于这款车 有什么看法呢 嗯 虎哥思索了一会 缓缓地说道 小米造车本来也是跨行 他们在造车这方面的优势 我也并不是很清楚 但是按照小米 一直以来在各个行业 做出的成绩 以及他们的对行业 做出的改变 我想这一次 也一定能够给 我们带来很大的惊喜 虎哥虽然没有接到小米的邀请 但是密不透风 正是他们作为博主的基本要素 毕竟这些说不定哪一天 这些品牌方 就会成为他们新的金主 这时候得罪对方 显然是不明智的选择 而且很有可能 给自己招黑的 好的 那感谢虎哥 给我们做出的分享等一下 要是有机会 我一定再向虎哥请教 两人相识一笑之后 虎哥便迈步 走进了会展中心 而皮优则还在会展外 对每一个到来的博主 进行采访 小米 猴哥 巴剑 阿飞 米多等等 多名优秀的说车博主 都被皮优再采访了一遍 今天到来的优秀的说车博主 真的是很多呢 不知道各位 想要跟随皮优跟拍哪位博主的 都可以在弹幕中告诉皮优 皮优可爱的语气令 直播间的粉丝都受用不已 直播间的人数 也一直在两万家左右浮动着 皮优见大多数的知名博主 都来得差不多了 正当他要迈步进入走进会展时 却突然看到 弹幕不停地滚动了起来 所有人都在不停地刷着屏 后面那个人是谁 长得好帅啊 我看看 好像是王毅 王毅 不会吧 这次的车展 他也跟着来了 皮优作为一个媒体人 自然也是十分地关注 网络上的新鲜事 更何况这段时间 王毅的风头正盛 大量的热度 更是将王毅推上了风头浪尖 皮优扭头看向红毯上 只见一个身材高挑的男人 正缓缓地朝他走来 男人身上穿着一身休闲装 却给人一种十分舒服的感觉 皮优看见对方两眼不停地发光 这可是流量中心的人物 皮优当即便决定 要跟拍王毅 好好地把握好这次的流量 让自己更上一层楼 皮优主动地朝着王毅迎了上去 后面的摄影师也急忙跟上 将镜头对准了王毅 王先生您好 我是皮优 皮优走到王毅的面前伸出双手 大方自然地做着自我介绍 没想到 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和您见面 真的是十分高兴 王毅一愣 但看清来人之后 脸上露出笑容和皮优握手道 若雪正在忙其他的事情 所以这次我是代替他来的 没想到 王总居然还要替员工来参加车展 王总也算是独一份的存在了 听着皮优的调侃 王毅嘴角微微地上扬 是啊 本来我也很不乐意的 但现在我突然觉得 能够来参加这次的车展 冥冥之中一定有这些安排在的 皮优听到王毅的话心中一紧 他没想到 自己的被王毅反过来调戏了一把 他脸上笑着继续说到 王总真是会开玩笑 不知道能不能够问王总几个问题 也算是解答一下直播间 一些粉丝的疑问 王毅鸣嘴轻轻点了点头 皮优见王毅同意当即便问道 王总既然能够替若雪 来参加这样的车展 想必两位的关系一定很好 网上也有传言说 两位是情侣关系 不知道这件事情是真是假呢 皮优满脸笑意地看着王毅 想要看看王毅要怎么回答 王毅怂怂肩道 我们工作上只是老板和员工 私底下也只是朋友关系 至于替他参加车展这件事 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的 毕竟他正在帮我赚钱呢 王毅的话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他们两人现在确实只是朋友 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关系 但是以后的事情嘛 那就不好说了 既然这样 那就说明像我这样单身的女孩子 还有追求王毅的机会了 王毅看像皮优轻声笑了笑 当然 我愿意给每一个像您这样美丽的女孩子 一个家的 两人的过招处之极分 两人都明白对方心中的想法 但是却也都没有说开 但是直播间的众人却是炸了锅 一部分是对于两人之间 爆发出来的浓烈的八卦信息 一方面则是一些女同志听到之后 突然觉得自己也有做王毅女朋友的机会 纷纷激动不已 他们不停地滚动着弹幕 可王毅和皮优两人却并没有看得打算 两人眼神奇妙地对视了好一会 皮优才率先开口说道 那不知道 王总这次来到车展现场 是否有心仪的车型了呢 等下是否会下单直接购买呢 抱歉 我来之前并没有对这些车型有了解 不过等下看到的车型 如果喜欢的话会直接下单的 皮优心中微微笑了笑 在他看来 王毅也应该是强装阵定 担心自己说的车型价格太低 会影响到他的身份和流量 毕竟一个神豪之说 出了一些平价的车型 有些降低身份 而如果说出的车型价格过高 又担心等下看到车型之后 无法买下来而丢人 这种情况 算是他们圈子之中很常见的一种 他也算是见怪不怪的了 既然这样 不知道我是否有幸 可以和王总一起逛下车展呢 我也想更加了解一下王总您呢 皮优要眼波流转 颇有深意地看了一眼王毅 王毅像是没看到一样 只是很平常地点了点头 既然皮优小姐愿意给我做办 那我自然也没拒拒绝的道理 王毅说 爸便迈步朝着车展中走去 皮优看到王毅的反应 气愤地跺了跺脚 随后带着摄影师一起跟了上去 皮优快速地跟上了王毅 只见王毅刚进入车展之后 便在第一个展台下停留了下来 皮优也有些奇怪王毅的做法 走上前问到王先生怎么停下了 王毅撇了撇嘴说道 听说一些有钱人有极油的爱好 不知道皮优小姐 也是听到过这种说法的 极油的大多数都是一些超跑 这种事情要看个人的爱好和能力 如果是真的对车油很高的爱好的同时 拥有着足够的资金 倒是值得做的一件事情 皮优这句话倒没有说错 只要你有钱想要做什么都可以 反正只要你开心就行 而皮优自己本身也有这种爱好 他自己的车库当中 就有着很多的少见的车型 更是还有着一些老爷车 停放在他的车库当中 甚至买来都没有开过一次 那就麻烦皮优小姐帮忙带个路 帮我将所有的车型款式极油一下 没有 我暂时只有一辆保时捷的黑武士 还有一辆朋友给我的库里男 皮优顿时愣在了原地 他实在是没想到 王毅一辆车都还没急到 就想要在这里给全部的集齐 这可是好几个亿的金额 这个人不是疯掉了吧 但既然王毅已经这么说了 皮优自然也不会拒绝 毕竟自己直播间当中 还有好几万的粉丝在看着呢 他也想看一下 这个王毅到底能够装到什么时候 好啊 那我就带着王先生 去各个品牌的展厅看一下吧 皮优说 晚便走在前面带路 在这里 他还是比较熟悉的 每个品牌的展位在哪里 他都一清二楚的 而且他也知道 值得集齐的车型有哪些 有他在 王毅也少了很多的麻烦 王毅答应白若雪 参加这次的车展 也正是为了能够将自己的热度 再次的翻上去 毕竟一个做传媒的没有热度 那就和倒闭了 没有任何的区别 而至于购买车子的费用 他全部挂在公司的名下就可以了 反正公司是杨雨昕的名字 这样子就全部算作是给杨雨昕消费的 自然可以用金卡当中的钱 卧槽不是吧 王毅要集邮 有没有懂得 哥们给介绍一下 这个集邮是什么意思的 直播间 一些不明白的网友 开始发问了起来 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 汽车圈子 还有这个词汇的 当即也有人 给对方解释了起来 所谓汽车圈的集邮 便是及其各大品牌 最顶级的几款车型 统统开进自己的车库当中 被大家所熟知的车型 有法拉利250GTO 法拉利F40 不停地说出一个又一个的车型 卧槽光是一个法拉利 就这么多车型 那这集起得多少钱啊 吹牛逼的吧 谁能花这么多钱 只为集邮啊 一群网友 一瞬间被这种集邮的方式 给惊讶到 既然一时间 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这种说法 更是没有人相信 王毅能够做到 但是经过一些人的提醒之后 他们才想起了 前段时间 王毅在直播间发 5000万福带的事情 他们这才反应了过来 这好像的确是 王毅能够做出来的事情 毕竟当时500个人 在抖音上 发布自己中了福带的视频炫耀的 当时他们可是好一阵的炎红呢 显然没有看弹幕的皮佑 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带着王毅 一路来到了法拉利的展台前 王总这里 就是法拉利的展台了 您可以集邮的车辆 在这里一共有着四款 不知道您今天打算 够买哪一款的呢 皮佑一脸幸灾乐祸地看着王毅 想要知道 王毅到底要打肿脸 冲胖子到什么时候 他本来对于王毅的好感度 还是挺高的 但是没想到 王毅居然这么的能装 当即便对王毅的好感散得干干净净 他能够现在 还留在王毅的身边 带着他挤油 一方面是 想要看王毅的笑话 还有一方面 则是因为王毅的流量的原因 他直播间的观众 在王毅加入之后 可是凭空多出来了两万多的观众 弹幕也比平常多了很多 王毅正准备开口 便看到了一个人影 快速地跑了过来 王先生 真没想到 能够在这遇见 明明也是来参加这次的车展的吗 王毅看着眼前的人有些眼熟 但是一时之间 有点想不起来对方是谁 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皮佑也一脸狐疑地看着王毅和这人 对方见王毅没有认出来 自己也不觉得尴尬 反而开口替王毅说道 王先生真是贵人多忘事 您不记得我这个小人物 也是应该的 不知道王先生 还记不记得您 在我的店铺中 卖过两辆车来着 王毅这才想起来 这人是那个法拉利4S店的店长 没想到这次的车展 法拉利居然派出了他这个店长过来 对对对 王先生还记得我就好不知道 王先生这次想要看哪款车的 我可以为王先生好好地介绍一下 皮佑在一旁撇了撇嘴 一脸都满不在乎 一个4S店的店长而已 谁还不认识几个 皮佑作为说车博主 自然是没少和这些人打交道 所以在他看来 这并没有什么意义 如果王毅只有这点本事的话 那就根本不值一提 王毅笑了笑看着皮佑道 我也不知道居然是哪几款车型 让这位美女和你细说一下吧 店长这才看到了一旁的皮佑 急忙打招呼道 原来是皮佑 没想到两位居然一起光临了 皮佑也是向征信地 和对方客套了两句 便开口说道 这次我们想要看的车型 是法拉利250 GTO S40 Enzo LaFerrari 四款车型 皮佑的话一说出来 店长的脸上 显得有些尴尬了起来 怎么了 不能看 皮佑不明白地 看着对方轻声问道 店长尴尬地笑了笑 两位来我当然是想尽一切办法 都会满足两位的 只是只是 王毅见对方支支吾吾的 便直接说道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有话直说 哈哈 店长尴尬地笑了两声之后才说道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只是两位所说的这些车型 我这里暂时只有两款 皮佑这才反映了过来 这里是车展 每个品牌自然是将最新款的车型 和一些售卖的叫火的车型带来 不然要是所有品牌 都将所有的款式带过来 这个车展肯定不够用的 店长急忙说道 不过两位不用担心 我这里的平板上有资料的两位 可以先看看其他的两款 另外两款 我让店面马上开过来 两位可以任意试驾的 怎么样 店长满脸期待地 看着王毅和皮佑 他可不想就这样放过这两个人 能够卖出一辆是一辆的提成 皮佑没有说话 反而是看着王毅 他现在才明白 王毅早就想到了这个情况 所以才敢说要集邮的 但对方说 没有全部的车型之后 他就可以以此为理由来拒绝购买 自没想到这个男人这么的有手段 皮佑看向王毅的眼神 越发的古怪了起来 不用麻烦了 车子就不用开过来了 店长听到王毅的话 心中一沉 一旁的皮佑却是冷笑连连 果然 他就要说出 自己不要了什么天才 白手起家成为神侯 不过是 他在网络上 给自己做出来的人设把了 皮佑看向王毅 一副 我早就看透了一切的眼神 他甚至已经想好了 明天的热门头条 神秘王毅做客皮佑直播间 结果确实如此模样 哈哈 这个头条 一定能够让我再次爆火一下的 王先生那剩下的车型 进来看一下 店长看向王毅 做着最后的挣扎 想方设法地留下王毅 让他下单 皮佑看着王毅心中 不停地默念着 说出来快点说出来 快说 你全部不要了 这样我就能揭穿你的秘密了 王毅双唇微起 缓缓说道 不用看了 没有这个必要 皮佑脸上突然大笑了起来 对 就是这样 你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我相信皮佑的推荐 嗯 嗯 店长和皮佑一起猛在了原地 不是车都不看 就直接下单了 皮佑也没想到 王毅连车都没有见到 就直接下单 哪有这种 买法我上菜市场买颗白菜 也得挑挑拣拣 选择一个最好看的吧 店长正激动地准备 去办理合同 却被王毅再次地叫住 他扭头看向王毅 小声地询问着 生怕王毅突然告诉 他他不要了 皮佑也在一旁看着王毅 等着他的下一句话 还有另外两辆也一起下单 等一下我给你一个地址 准备好了 全部一起送过去 王毅的话 再次地震惊了两人 店长急忙应了一声之后 朝着后面 跑去给王毅办理合同 这可是一笔大单子 绝对不能让跑了 很快 合同便全部都准备好了 其实店长 没有告诉王毅的事 这些车子 不仅仅是他这里的展台没有 就连他的店铺里面 都是没有的 这四款车辆 大多都是一些老款式 当时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他甚至要从总部才能调货 当他小心翼翼地 告诉王毅的时候 谁知道王毅并不在乎 反而是很顺利地 签单子付款 一亿三千多万 就这么轻轻松松地 全部付了 这再一次地刷新了 店长和皮佑 对于有钱人的认知 皮佑自己的家庭条件 原本就是很不错的 做博主之后 更是花钱大手大脚的 在买车这一方面 也从来是没有心疼过钱 可这一次 他是真真正正地感受到了 自己和真正有钱人的区别 到底在哪里了 他甚至都心疼 这种花钱的速度 哪怕这并不是他的钱 直播间的众人也沸腾了起来 一亿三千万 这才只是法拉利一个品牌而已 要是把剩下的所有全部买齐 这得多少钱才能够 一时间直播间中热度大涨 皮佑看着观众数量 直线飙升到了五万家 却已经没有要停下的趋势 皮佑心中一喜 看来跟在王毅的身后 果然没错 自己的热度越来越高了 做博主 这还是一个十分考究技术的工作 不仅仅要求你 能够拍摄出来高质量的视频 有时候能够蹭上足够的热度 也是十分的重要的 这都是讲究方法的 像前段时间的花龙自律 潘红讯狗 这都是很好的一些热度 只要能够跟着这些大流量的ID 一起拍摄一条视频 便能吸粉无数 皮佑看向王毅开心地说道 那王总 我们继续 王毅点点头 嗯走吧 皮佑也没有客气 带着王毅 直接朝着兰博基尼的展台走去 兰博基尼 Mira Contact Aventador三款车型 王毅也是没有任何废话的 直接全部拿下 接着便是麦凯伦的F1 P1 布加迪 保时捷 帕加尼等等各个品牌的超跑 全部都被王毅给下了单 有些的展台明确地告诉王毅 某个车型现在很难找的到货 即便是总部也很少有 但王毅依旧选择了先付款 让他们慢慢地找 如果真的找不到之后 再将钱全部退还给他就可以了 这些销售员什么时候见过这种买主 只能苦笑着答应了下来 毕竟这钱不赚白不赚 皮佑一直跟着王毅 就是想要知道王毅的上限到底在哪里 可是一圈下来 王毅甚至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 还有什么车辆没有购买的吗 皮佑苦笑着摇了摇头 没有了我的王总 能够让你买的车子 全部都买下来了 王毅这一趟下来 花费了得有近十亿的金额 皮佑简直不敢相信 王毅的现金 刘居然这么的夸张 不是都说 这些老总都对自己的现金很谨慎的吗 怎么在这个人的身上 就完全地看不到啊 王毅无奈地耸了耸肩 他还以为这些机油到底有多难的呢 结果也不过如此的样子 那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小自易点的车型 是你比较推荐的呢 皮佑眼珠子一转 顿时想到了 王总要是感兴趣的话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小米苏七怎么样听说那个车子很不错的样子 我一直想要看看 王毅点点头答应下来 他也是米家的忠实粉丝 还是小米第一个手机的拥护者 当时军给他返还1999的时候 他真的是感动坏了 这才是真正的老总的气度 皮佑见王毅答应 脸上更加的喜出望外 他上前直接挽着王毅的手 便朝着小米的展台而去 完全不在乎直播间观众 看到他和王毅之间的亲密举动 反而是能够看得出来 他的脸上是真的很开心 有这样的美女相伴着 王毅也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 任由王毅挽着他的手走着 两人一路上说说笑笑的 对着一旁的一些车型 没头没脑地讨论着 皮佑看到一些熟人 甚至还会主动地和对方打招呼 像是怕别人看不到 他和王毅现在的亲密举动一样 这倒是把王毅搞得 有些感到不自在了起来 他还没有见过这么一点人 诺 前面的就是小米的展台了 皮佑指着前面的展台 看向王毅笑着说道 王毅顺着皮佑指着的方向看去 只见在展台那里围满了人 水泄不通的 看来这个苏气的热度很高啊 居然有这么多的人过来看 皮佑一脸得意地 给王毅解释道那是当然了 小米不仅仅拥有着 一拼年性极高的粉丝群体 而且这次的展台雷总 可是亲自到了现场 给大家展示的 哦 王毅有些诧异 没想到居然是雷总自己本人 在里面介绍小米苏七这种情况 王毅还真的是没有想到的 两人靠近展台附近 看了看人群量 他们真的是挤不进去 两人之后找了一个合适的角度 将摄像机高高地举起 将里面的画面 传播到自己的手机上来查看 王毅看向皮佑手中的手机 里面正是皮佑的直播间画面 在画面当中 是雷总正在耐心地 给每一位的米粉 介绍着汽车的性能 以及一些设计的初衷 雷总整个人也显得十分的和蔼 米粉问出的问题 全部都耐心地回答着 即便是一些粉丝开出的玩笑 也只是笑笑 随后依旧会给大家一个答复 王毅看着忍不住的点头 一个老总能够做到这个样子 真的是活该他成功啊 王总这怎么办 要不我让人打个招呼 看看能不能进去 王毅摇了摇头 不用了 改天有时间再过来看吧 王毅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下午四五点的时间了 皮佑见王毅看手表 急忙说道 那王总要是不想逛下去了 我请王总吃个饭呗 皮佑也很是聪明 见王毅有些没有继续赚下去的想法 便急忙地提出吃饭的请求 第一避免了王毅直接回去 第二避免了王毅不好意思 主动开口约他的情况 而且他主动地约王毅 王毅大概率也并不会拒绝的 好啊 那就让你破费了 不过你现在方便出去吗 皮佑见王毅答应 脸上一喜 方便方便 我本来就是收邀在这里面 将各个品牌给介绍一遍就可以的 刚刚跟你转了一圈 也完成得差不多了的 皮佑急忙地对着镜头说道 好了大家 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了拜拜 皮佑说 完便急忙地关闭了直播 完全不管 现在八万家的直播间观众 观众也猛啊 真的是说关直播就关直播呀 他们还想着 等一下能不能看王毅和皮佑吃饭的现场呢 说不定还能刻一下他们这一对 结果没想到 这两个人居然把自己当成外人了 这种画面都不给播的吗 皮佑和摄像师们交代了几句 便将他们打发走了 皮佑看着王毅一脸的兴奋 走吧 我们去吃饭 皮佑说着 再次地挽上了王毅的手 双手不停地摇晃着王毅的胳膊 像是一个正在青春期热恋的小姑娘样 两人旁若无人地朝着外面走去 完全不在乎 一路上的人怎么看待他们 一些看着他们两人粉丝 见到皮佑正要上前打招呼 突然看到皮佑居然挽着一个男人 脸上一激动 再一看 这个男人居然也很眼熟 居然是这段时间闹得沸沸腾腾腾的王毅一群人 急忙地掏出手机 将这一刻给拍摄下来 发布到了网上 结果很快就收到了一大堆的评论 我就说 这两个人不简单 皮佑果然要出手了 什么皮佑出手 要我看 就是王毅他伪装成了猎物 故意引得皮佑上钩的 兄弟们别说了 人家都得吃了 我们还在苦哈哈地打罗斯呢 令这些人不解的是 网友好像比他们更加地知道 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消息 居然比他这个现场怪知道的还要早 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群人都是刚刚从直播间出来的 还有一些人正在抓紧时间 剪辑着手中的直播录屏 正准备制作成切片 发布到网上吃一波流量的呢 两人走到外面 一群早就收到了消息的记者 还没有离开 都准备好了长枪短炮的 等在会展中心的门口 等着记录下这精彩的一刻 当王毅和皮佑 挽着从里面走出来的时候 闪光灯一阵地闪烁 皮佑更是不慌不忙地 挥手对着各个镜头打着招呼 完全没有一丁点要避嫌的意思 笑一笑 不然上镜不好看的 皮佑微笑着转身 为王毅整理着身上的一衣服 在外人看来 这就是一副标准的贤妻良母的形象 王毅一把抓住皮佑的手 靠在对方的耳边轻声说道 你就不怕传出去一些什么的吗 像你这样的公众人物 不是应该很在意这些的吗 皮佑依旧是一副笑脸的样子 甚至还更加地靠近了王毅一些 王毅甚至都能够清晰地闻到 来自皮佑身上的那种淡淡的香水味道 我当然很在乎这些 但是能够和王总 您这样的人物传出去 一些什么我倒是觉得很荣幸 两人相视一笑 没有在说话 反而是看向镜头 不停地打着招呼 携手共同走出了会展中心 一同坐上了王毅的黑武士 王毅不在乎皮佑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刚好可以借助这个机会 再次地创造更大的流量起来 这样会更加地 令自己的心要传媒 走得更宽一些 只要他这个老板的名声打了出去 手下面的那些个博主 还不是更加地简单轻松 我们去哪 王毅启动车辆 看向一旁的皮佑问道 皮佑犹豫了一下问道 不知道王总 您爱吃些什么呢 我也好找一些 比较适合您口味的饭店 我都可以 无所谓的 王毅一脸无所谓的表情 他也的确没有说假话 他确实没有什么爱吃的东西 几乎也可以说是不挑食 像火锅 烧口 炒菜这些都可以 哪怕是一些西餐 他也不是不能接受 皮佑从副驾驶上 侧身看向王毅 打趣着说道 没看出来王毅这么的直男呢 也会说随意 都可以这种话的梦 我还以为像王总 这样有魅力的男人 都很会红女孩子 开心的呢 王毅嘴角一挑 微微笑着说道 我只是不喜欢 说假话而已 如果我有想吃的 自然就告诉你了 我只是不想用话糖色你 更不想 说假话骗你而已 皮佑两只眼睛 微微眯起 果然我没有说谎你 真的很会红女孩子开心 皮佑转回身说道 既然这样的话 去你家吧 王毅微微一惊 诧异地看了皮佑一眼 哼 皮佑注意到了王毅的眼神 笑着说道 王总可不要多想 只是王总您自己说的随便 我就想着 亲自给王总做几道 拿手菜尝尝而已 王毅苦笑着摇了摇头 倒是我思想龌龊了一些 那好吧 王毅也没有犹豫 直接开着车 朝着天府城而去 也没有买菜的必要 在王毅别墅的厨房当中 早就备好了大量的菜品 王毅有时候 也懒得出去外面的饭店吃饭 所以在别墅早早的 就让人准备好了 每天会有专门的阿姨 上门给王毅制作好当餐的饭菜 这样也省下了王毅出门 自己找吃的 王毅的驾驶水平很好 即使是保持着高速的行驶 皮佑也依旧没有感到 有任何的不适 皮佑看向王毅的眼神 更加的深邃了一些 没想到王毅的车技 居然这么的好 也不知道另外的一种车技怎么样 皮佑想着 脸上露出耐人寻味的笑容出来 很快车子便行驶到了 天府城的门口 皮佑的眼前一亮 光是天府城这个气派的大门 就足够令他惊讶的 等走到里面 看着那个巨大的人工湖 和别具一格的人工岛上的 别墅群的时候 皮佑更是睁大了眼睛 从王毅到这里以来 好像每一个看到这个设计的人 都会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这种大胆的设计 确实很是吸人目光 王毅开着车直通小岛 在一栋别墅前停下 皮佑看着眼前的别墅 当真是喜欢得不得了 他自己也在全国各个城市当中 都有着一些别墅 当时能够和王毅这个相提并论的 还真的是没有 这栋别墅是你的 皮佑这句话问出之后 自己都觉得有些傻 自己怎么会问出这种问题 别墅不是王毅的 还能是谁的 不 皮佑见王毅摇了摇头 有些诧异 他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个回答 却见王毅突然指着旁边的一栋别墅 说到那栋也是我的 皮佑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 还真是一种别有味道的炫富方法 走吧 我们进去吧 嗯嗯 眼见四下无人 皮佑的行为更加的大胆了 一下他直接牵着王毅的手刃 由王毅和自己食指紧扣地朝着里面走去 他仿佛已经打定了 要吃下王毅的想法 走进别墅中之后 皮佑也并没有太过于惊讶 毕竟他也是见过很多大场面的人 这种装修对于一些其他人来说 可能遥不可及 但是他还是有一定的承受能力的 诺 厨房在那边 王毅伸手指着一旁的厨房说道 皮佑脸上微微有些不好意思 有点拘谨地说道 那你在客厅等我 我坐好了再叫你 王毅轻轻地点了点头 他没想到皮佑居然真的会做饭 这和自己在抖音上了解到的皮佑 还真的有点不太一样的感觉 看来平时在网络上的皮佑 也不过是他的人设而已 实际上还是很有意思的 王毅摇了摇头没有多想 扑到沙发上 舒服地躺在上面等待着皮佑做好饭 皮佑见王毅离开 暗暗松了一口气 他来到厨房里面打开冰柜 里面果然各种各样的菜品都十分的齐全 他嘴角偷偷笑了笑 便在里面精心地挑选了起来 王毅坐在沙发上 差不多只有半个多小时的功夫 便见皮佑一脸神秘地 将一个菜品端出来 放在了餐桌上 王毅从沙发上站起来 来到餐桌旁正要打开面前的菜 却被皮佑给拦了下来 啊 先不要打开 等我把所有的菜都端出来 在一起打开 王毅看着皮佑一脸娇羞可爱的样子 也很是受用 好就听你的需要 我帮你把菜全部端出来吗 不用不用 皮佑急忙摆手拒绝道 不用麻烦你 我自己来就可以了的 说完便一路小跑地跑回了厨房 没一会 便又端着一个被盖住的盘子出来 来来回回跑了几趟 才终于全部地端了出来 没有了 王毅狐疑地看着皮佑 嗯嗯 可以打开了 皮佑可爱地点点头 一脸期待地看着王毅 王毅见皮佑这么肯定 便将其中一个盖子给打开 里面赫然是一道煎牛排 只不过黑曲曲的 有点不太好认识 王毅小心地看了皮佑一眼 见他一脸的求夸奖的样子 王毅也不好打破他的自信心 便朝着下一道菜看去 王毅伸手再次地打开 嗯 这应该是番茄意大利面 只不过 怎么好像是自己厨房里面的半成品 好吧 也算是一道菜了 王毅继续将剩下的全部打开 蒸馅黄包 烤肠 自热火锅 最夸张的 还有一大碗的煮方便面 王毅冷了一会 才反应了过来 好好像还挺好吃的样子 味道一定会很不错的 真的吗 那你快点尝尝看 皮佑将一副刀叉递给王毅 一脸的激动 他还是第一次做这些东西 没想到王毅这么的喜欢 王毅尴尬地笑了笑 拿着刀叉 将面前的牛排 用力地窃下一小块 这娇香肆意的牛排 虽然看起来黑曲曲的 但是放进嘴里面的味道 可嗨嗨 根本没有熟 王毅急忙吐了出来 但当看到皮佑一脸 失落的表情之后 又开口地安慰道 不错不错 能够做到外焦里嫩 也是一种本事 下一道一定很好吃 这个番茄意面 看起来就很不错的样子吗 王毅再次地用叉子 卷起一大口的意大利面 放进了口中 大口地咀嚼着 给皮佑营造出来 一种很好吃的错觉 好好家伙 面还是硬的 皮佑也像是 看穿了王毅的勉强 捧着一张纸巾 放到王毅的嘴 便让王毅吐到了他的手里 皮佑一脸失落地 低头看着地板 一言不发 别灰心 最起码这个烤肠的卖相就很好啊 王毅拿起一旁的烤肠放进嘴里 大口了咬了起来 你竟然不会做饭 干嘛还要说来 我家做饭给我露两手啊 皮佑撅着一张小嘴 可怜地说道 我这不就是想要和你单独相处一下吗 想着来你家 还能拉近一下我们之间的距离 其实其实我就只会这个煮泡面的 皮佑看着面前一口没动的泡面 一脸的失望 王毅用筷子 夹起一筷子的泡面 放进嘴里大口的吐露着 发出一阵的赞叹声 嗯 你真的没有 说错你煮的这个泡面 真的好好吃啊 皮佑顿时转忧为喜 一脸激动地看着王毅 真的吗 我就说嘛 我煮的泡面天下第一的 皮佑看着王毅大口 吃着泡面的样子 别提有多开心了 他还从来没有被人夸奖过 做饭好吃呢 看到王毅吃得这么香 他也很是开心 当然了 你尝尝看 王毅夹起一筷子的泡面 放到了皮佑的嘴边说道 皮佑看着嘴边的泡面 小心翼翼地张开了一点嘴巴 将王毅递过来的泡面吃下去 泡面爽滑的口感 令他皱起的眉头也舒展了起来 嗯 水蜜桃味的 王毅一脸疑惑地看着皮佑问道 怎么会是水蜜桃味的 泡面哪有这种味道 皮佑开心地笑着 恨不告诉你 皮佑像是一个小女孩一样 调皮地扭过头 突然皮佑又满脸的委屈 可怜巴巴地看着王毅 怎么了 王毅有些不解地看着皮佑 明明刚刚还笑着呢 怎么突然又变成这个样子了 皮佑指着桌子上的食物说道 我说好了 要给你做菜的 结果却一个菜都没有 能够让你吃到 王毅表情一僵 但突然又坏笑着 贴在皮佑的耳边 小声地说道 谁说的 你自己不就是给我准备好的一道菜吗 王毅的画人 皮佑心中一惊 不经意地抬头看了王毅一眼 随后又急忙地低下头 假装没有听到王毅的话 要要么 我们点一些吃的吧 皮佑看着桌子上的一堆食物 好像确实没有什么能够吃的 王毅却直接地端起泡面 大口地吐露着 不用 这不就挺好的吗 皮佑看着王毅的样子 嘴角轻笑了一下 听说王先生您的公司 还正在签约一些博主 不知道进行得怎么样了呢 王毅没有想到 皮佑忽然会问这个问题 放下手中的碗筷 随意地说道 对 确实还正在大量的招聘 不过居然怎么样了 我也不是很清楚 若雪正在做这件事情 王毅不知道的 是在他的大力 推动自己的名声的情况下 现在想要加入 他的传媒公司的博主 每天数不胜数 但是 因为在王毅的要求下 白若雪也便没有过于急着 将所有的人都中招进来 王毅认为 现在市场上的博主 全部都是参差不齐的 大多数的博主并不知道 他们真正的人格怎么样 如果只是一昧的扩张 并没有去考虑 这些人的人品的话 到时候一定会给自己 招来大量的麻烦 所以王毅直接就将这个因素 给扼杀在了摇篮里面 就像前面两年风投 正盛的三阳开泰一样 公司刚刚创建 就大规模的吸纳大量的博主 虽然看起来很是风光 但是却并没有良好的选品团队 和一些较好的培训 虽然倒台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高层的原因 可谁又能知道 他的下面到底有多乱的呢 上梁不正下梁歪 这句话觉得不是凭空出现的 王总还真的是活得潇洒 把所有的事情 都丢给自己的员工 去做自己 则活得这么快活 想必做王总您的员工 一定会很辛苦的吧 王毅眼神微微一亮 他要是再听不懂皮优的意思 就是真的傻子了 王毅用纸巾将嘴角擦拭干净之后 端坐在沙发上 看着皮优眯着双眼 辛苦和收获是成正比的 这种话我 想必你自然也是懂得的吧 皮优见王毅明显得进入了状态 也懒得再和王毅打哈 这么说 我要是加入新药传媒的话 也能够有很大的收获了 王毅轻轻摇了摇头 这我可没有说 每个人能够有什么样子的收获 那是要看他能够付出多少的 皮优站起身 坐到了王毅的身边 一双清秀的眼睛 直直地盯着王毅的双眼 用挑拨的语气说道 那要是他愿意付出他的全部呢 皮优说吧 便将双手搭在了王毅的肩膀之上 两人四目相对 仅仅只有一掌的距离 王毅看着皮优那张娇艳欲滴的小嘴 左手一揽便将皮优给揽进了怀里 用力地朝着皮优的小嘴吻了上去 天雷勾动地火 双方顿时一发不可收拾地纠缠在了一起 皮优的眼妆十分地有特点 有点欲的同时 再加上皮优的这张清秀的脸 更是给人一种极致的反常感 皮优被王毅抱起 放在双腿之上 像是一只娇小的兔子一般 涌入王毅的怀抱当中 两久 两人才不舍地分离 双人视线交缠 情义绵绵像是有着数不尽的风流一般 付出全部也要快 这个全部到底有多大的能耐 王毅说吧便抱起皮优 惹得皮优一声惊呼 皮优羞愧地垂了王毅胸口一圈 任由王毅抱着自己上了三楼 喷随着房间门重重地关上 两人的嬉闹声也越来越大 夜半三更 月光从落地窗外 洒进地板之上 娇小的皮优 憨憨憨地 踏在王毅的胸膛之上 身体随着喘息剧烈地起伏着 王毅将皮优用力地抱紧 两人相视无言 只有眼中透露着彼此的暧昧 皮优撅起小嘴 不满地揉了揉自己 那并不存在的小肚子 向王毅抱怨道 都怪你 像头牛一样 我都饿了 皮优这一天并没有吃上什么东西 给王毅辛辛苦苦 做了一大堆的食物 还被王毅一个人给吃了个精光 再经过这场 拿几个小时的折腾 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王毅抓住皮优的小手 在上面亲吻了一下 走 带着你出去吃些东西 皮优眼中一亮 坐起身上笑道 真的 那我要吃烧烤 初秋时节 坐在马路街头上 吹着晚风 吃着滋滋冒油的烧烤 最是舒坦的时候 王毅刚好也很久 没有吃过烧烤了 点了点头 同意了皮优的提议 王毅在皮优的帮助下 将身体给清理干净 两人唤醒了一下 便下楼开车 朝着附近的烧烤摊而去 两人不知道的是 就在两人向对方 展露自己情谊的时候 两人的信息 在网络上不停地暴走着 全网的人都在讨论着 两人到底去了哪里 又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事情 到底是技术高超的皮优 拿下夺精的王毅 还是王毅施展自己的才艺 令女神喜笑颜开 大量的视频和两人的照片 在网络上不进而走 这件事令两人的热度 再次地上升了一个度 以至于王毅的车子 刚一出现在街道上 便被人注意到 等两人下车之后 更是被一些路人看到 在看到皮优亲密地 挽着王毅的手臂的时候 这群人吃瓜的心理 攀升到了顶峰的地步 一些人已经悄悄地拿出手机 将两个人的背影给拍下来 发布到了抖音上 新药传媒老总王毅和皮优 最新消息 两人惊现烧烤摊 一次两人高调宣布恋情 公然夜晚出门 皮优从车上下来的那一刻 就注意到了有些人正在拍摄 其实他也是故意和王毅说 想要吃烧烤的 因为这种地方的人最多最杂 能够保证 有人最快地将两人给认识出来 这样子 不仅能够有大量的热度 更能够将自己和王毅的事情给坐实 不然谁知道 王毅那一天 会不会替裤子不认人的呢 这种事情 这个圈子里面 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情了 麻烦拿一下菜单 王毅两人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王毅朝着一旁的服务小妹招招手 对方很快便拿着菜单走了过来 王毅将菜单给皮优递了过去 让对方点菜 皮优笑眯眯地看了王毅一眼 便直接地说道 来十个烤生蚝 两份烤韭菜 妖子先来个八串 王毅嘴角微微地抽了一下 看了皮优一眼发现 对方也正在一脸笑意地看着自己的 王毅笑着摇了摇头 并没有说什么 反而是一旁的女服务员 有些诧异地看了两人一眼 这种点大补的食物的 每天这里都会出现很多桌 但是像这种指点这些的 还真是不多见 女服务员也只是好奇地 抬头打量了一下两个人 顿时惊讶了起来 男生长得帅气俊朗 女生同样的身材苗条 长相动人 怪不得能够点这么多的补品 何这是真的肆意过低啊 不过人家这种相貌的 好像也的确是会隐大一些 毕竟长相在这摆着呢 可看着看着 女服务员觉得两人有些眼熟 仔细地朝着女生看过去 越看越是熟悉 好像是哪个明星 等她再次地 看向王毅的时候 顿时反应了过来 女服务员用手捂着小嘴惊讶地说道 你你们两个是王毅和皮游 王毅微微有些诧异 看了女服务员一眼 我现在名气已经这么大了吗 出门吃个饭也能被认出来 不是不是 你还不知道吧 你们两个的绯闻 现在在网上到处都是 王毅微微有些汗言 什么叫绯闻 女服务员也是立马就明白 自己说错话了 急忙找补到 不对不对 是网络上正在不断地造谣你们 可女服务员说完之后 又想起了皮游刚刚点的那些东西 好像不是造谣的吧 这两个人 好像真的发生过了什么 王毅看了一眼 一旁不停地捂着嘴头笑的皮游 瞪了他一眼责怪地问道 还有其他的吗 没有的话就先这些吧 有当然有了 皮游也毫不客气地瞪回了王毅 看向女服务员说道 再给他家两瓶敬酒 王毅顿时一阵无语 这丫头还越来越起劲了是吧 好的 马上准备好 女服务员说 玩急忙地逃走 一张笑脸通红杖 平常也不是没有遇上像 他们这样的客户 可今天不知道为啥 就是觉得骚得很 女服务员打开手机 刚好刷到刚刚有人发布的 撞到皮游和王毅两人 深夜出现在烧烤摊的视频 当即便评论了起来 我在现场 我肯定两人已经发生了关系 貌似王毅好像不太信 女服务员还配图一张 将两人点的东西给发送了上去 随即这条评论便被顶到了视频的最上方 所有人都不停地在下面跟帖 我作证 我也在现场 我是那个菜单 我作证 串确实是他们点的 我是那只笔 我作证 他们确实有一腿 我是那个安全措施 大批的现场怪出现 仅仅是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视频就有了十几万的评论 甚至有些人看到了帖子 当即便驱车朝着这个烧烤摊赶来 想要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 可惜的是 等他们赶过来的时候 王毅两人也早就已经离开了这里 皮游开着王毅的黑武士 在着王毅不停地在夜晚狂奔着 她本身就是一个热爱汽车的女孩 对于这种跑车 自然也是爱不释手 她开着车 在护城的街道上快速地行驶着 晚风从窗外吹到她的脸上 令她的每一个毛孔 都呼吸到了自由的味道 王毅也难得这么亲近 他将手放在皮游的鲜鲜细腿上 感受着她那光滑细腻的肌肤 此刻也不知道 是吃下的东西发挥了作用 还是身边的美女过于地动人 王毅的手法越发地大胆了起来 开着车的皮游 娇撑着瞪了王毅一眼 皮游见自己的威慑 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只好一路上降车开到了海边 海边的夜晚更加地凉爽一些 甚至让皮游下意识地 紧紧地环抱住了自己的胳膊 皮游看向一旁的王毅 脸上还残留着 刚刚王毅带给他一丝潮红 皮游紧紧地闭上双眼 越发地靠近王毅 当两人双唇紧紧紧贴合 在一起的时候 双方内心当中的欲望 再次地爆发了出来 两人紧紧地相拥在一起 互相撕扯着对方身上的衣服 皮游慌忙地 伸手摸向车窗的暗箭 将窗户缓缓地升起 摇晃震动 黑武士的减震作用 在此刻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可能是超跑车中的空间 过于的狭小 两人鬼鬼祟祟地 从车中出现 跳进了海中 凌晨三点多钟 两人才由上岸边 躲进车子里面 王毅犹豫喝了酒 还是皮游开着车 朝着天府城中而去 让皮游唯一庆幸的事情 就是王毅的别墅停车位 直接可以到别墅的地下一层 不然他现在的衣服 完全没有办法 将他的身体给遮挡延时的 两人进入别墅之后 才像是更加的 彻底地解放了天性 从地下一层开始 便激烈地拥吻着 走到一层的时候 皮游身上 甚至已经完全没有了 能够遮挡的衣物 到达二楼的时候 皮游的笑声 便已经在整个别墅之中 到处地飘荡着 到了三楼 两人更是直接朝着卧室奔去 皮游没有想到 王毅的战斗力如此的强悍 今晚更是令他经历了 很多有趣好玩的事情 这让他感到相当的刺激 两人不知道 到底一直持续了多长的时间 皮游只知道 他彻底地没有了感觉昏睡了过去 等他醒来的时候 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躺在了地上 他浑浑沉沉地从地上爬起来 躺在王毅的身边 用力地抱住对方 再次地熟睡过去 他实在是太累了 他感觉他从来没有这么投掷过体力 他躺在王毅的身边 感到无比的安心 皮游一直睡到了第三天的早上 在王毅的别墅中 匆匆地吃完了早餐后 跟着王毅到了星药传媒公司 将合同给签订下来 从此以后 皮游便是星药传媒旗下的一名博主了 邪星竹一脸诧异地看着王毅和皮游 他没有想到 王毅只是去参加了一个车展 也能闹出这么大的新闻 甚至还直接把皮游 给拐进了他们的公司里面 皮游也同样没有想到的 是在王毅的公司里面 居然有着这么多的美女 他原本想着 就是一个白若雪 和一个看起来单纯可爱的林月蒙 可没有想到 还有一个邪星竹 以及一个从他一进来 便一直盯着他不放的杨雨昕 皮游在离开的时候 那一双下意识握紧了的拳头 眉头紧紧地皱在了一起 他想要说些什么 但是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只能低下头 继续忙活着自己手里面的工作 只有邪星竹 像是没事人一样的 没有任何的变化 相反的是他对于王毅的能力 更加地认可了一些 这么一个能够给自己 不断增加热度的老板 显然对于一个传媒公司来说是好事 毕竟这样也不会让他们失去流量 邪星竹暗暗地 对于王毅更加地欣赏了一些 毕竟能够吸引到这么多美女的喜爱 也是说明了她的能力的 就不说这段时间 一直跟着他身边的杨雨昕 就那个林月蒙的反应 就很是不对劲 虽然看起来最正常的白若雪 也有些不太对劲 邪星竹看向白若雪手中 正在翻看着的文件 显然比皮游和王毅来之前 要慢上了几秒钟的翻动间隔 显然他的心已经乱了 王毅对于吉女的反应 反而是没有任何的察觉 也有可能是他并不觉得 有什么所需要担心的 他在给吉女加油打气了之后 便转身下楼去奶茶店 给公司的员工 全部点了一杯奶茶 让人送上去之后 自己就开车回到了天府城里面 王毅刚回到天府城休息了一会 便收到了微信的提示 王毅拿起手机一看 居然是苏小悠给发来的短信 苏小悠 呵呵 哥哥这几天过得这么开心 是不是早就把人家给忘记了 王毅笑了笑 想必这个丫头 是看到了自己在网上 和皮游的那些事情 来兴师问罪了 王毅笑呵呵的 快速按下键盘回复道 王毅 您是 啊呀 苏小悠看着手机当中 王毅发的信息 气得脸都红了 她自从护城回来之后 便一直想着王毅 时不时地还给王毅发着短信 一直分享着自己的日常 可没有想到 自己了解到王毅的事情 则全部是在网络上 开直播创立公司 买保险产品发付贷 参加车展 这些事情 她居然全部都是从网上才能看得到 可这些就算了 她没有能够有任何的参与 也没有关系 可是 当她看到王毅和皮游的事情之后 就再也坐不住了 自己本身就没有在王毅的身边 很吃亏了 现在王毅身边一个个的女人 还在不断地增加着 更可恶的是 自己发信息给她 她还装出来一副 不认识自己的样子 苏小悠 哥哥真是太可恶了 看来是有了新欢 就把人家给彻底地忘记了 苏小悠 生气猫咪 王毅隔着屏幕 都能想象得到 苏小悠在对面的那个可爱的样子 王毅 好了 不逗你了 你的合同我已经要准备好了 什么时候来护城了的话 直接就可以来公司签合同 王毅仅仅只是 一句话就让苏小悠转优为喜 她激动得差一点就蹦起来 她就知道 自己的哥哥果然没有忘记自己 苏小悠 哼哼 我可没有说 要加入你的公司里面 王毅 哦 那要是这样 我就不强迫你了 苏小悠顿时恼羞成怒地 快速地扣动着键盘 苏小悠 啊 坏哥哥 你就不能多坚持一下吗 万一你再多坚持一下 我就同意了呢 王毅 爱一个人就应该给他自由 我怎么会忍心强迫你呢 苏小悠中就是意识到了 自己拿王毅完全的没有办法 她彻底地放弃了 苏小悠 哼响得美 你别想甩开我 这辈子我缠定你了 我后天的飞机到护城 把合同给我准备好了 王毅笑着将手机给放进口袋里面 苏小悠的加入是迟早的 毕竟苏小悠从意义上来说 是她捧起来的第一个博主 苏小悠经过王毅 在她的直播间多次大额的打赏之下 直播间的热度久居不下 再加上苏小悠自己本身唱歌 就很十分的好听 只不过是因为新人主播热度 并不高的原因 所以不火而已 而王毅却恰恰是 能够带给她流量的那个人 王毅将苏小悠 彻底地暴露在了 众多的网友的关注下 网友本来还是冲着热度进去的 但是哪怕一万人当中 只有五百人 喜欢上了苏小悠的歌声 在接连多天的 十万家的直播间的热度下 这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量 再加上后面的精心维护 苏小悠的粉丝量 也有不少的传媒公司 找上了苏小悠 想要将她给签下 但是却全部都被她拒绝了 因为她明白 只要她和王毅深深地绑定 就不会缺少这些 而也就是在此时 抖音上再次地爆发了 一个惊天的消息 皮尤在回到家的第一时间 便让自己的工作室 发布了最新的一条视频 宣布自己从今天开始 加入到星耀传媒 这个信息立刻引起了 所有人的注意 这是第一个 加入星耀传媒的千万级博主 一些传媒公司 顿时也活跃了起来 之前他们也只是处于观望状态 认为只是一个 新兴起来的传媒公司罢了 闹不起来什么风浪 可是随着王毅热度的日益攀升 他们终于开始有点坐不住了 纷纷开始调查起 王毅背后的身份 可是结果却和他们所想的 大不相同 他们认为能够行事如此高调 并且能够有这么大的实力的人 背后一定有着什么医障 可是查来查去 却怎么也查不出来的所以然 王毅的身份 简单到稍稍动用点力量 就能够调查得一清二楚的 而且身份普通道甚至有些低廉 可就是这么一个人 硬生生的让他们有了一些的危机感 这些传媒公司的老总 一时间有些迷茫了 难不成这个人 只是被推到明面上的白手套 而在这个人的背后 还有着更大的势力 以及一位不方便出面的大人物 他们一时之间不敢随意出手 一个个的准备静观其变 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如果王毅真的向他们 调查出来的这么简单 到时候再动手搞垮 他也不是不行 毕竟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这种事情对于他们来说 也不过是稍微多费心思而已 之前这种事情 他们又不是没有做过 反观王毅这几天的时间 确实越发地轻松得意起来 每天都过得潇洒得很 老公 灵星双手环抱住王毅的腰 慵懒地靠在王毅的臂弯之中 灵星的脸上挂着甜甜的笑容 一脸幸福地看着王毅 灵星昨天晚上下了飞机之后 便马不停蹄地跑到了天府城来找王毅 身上的空姐制服都没有来得及换掉 老公我觉得我好吃亏啊 王毅看向灵星不知道 他为什么突然说这么一句话 灵星坐起身 看向王毅继续说道 我的那些个姐妹们 每天都可以陪在你的身边 享受着你的爱意 可我每天还要去飞航班 一两个星期的时间 才能够陪在你身边两天 要是那一天再碰上立假 我岂不是就白休息了 灵星像是个小冤妇一样 不停地和王毅叔说着 这也是他的担忧 自从和王毅在一起之后 他恨不得天天能够跟王毅黏在一起 出肠经过的他 无时无刻不再想念那种感觉 实在是令他流连忘返 结果上一次休假的时候 兴致勃勃地来找王毅 结果当天居然发现自己来立假了 这自己总不能让王毅闯红灯吧 一脸失望的灵星 只能依靠在王毅的怀里面 强忍着自己的欲望 度过了两天的时间 王毅伸手将灵星给揽到怀里面 用力地掐了一下他的脸蛋 疼得灵星娇撑了两句 王毅笑着说道 既然不想去上班 那就辞职之后留下来 想要去哪里玩都可以 也不用这么辛苦了 灵星摇了摇头 他虽然也很想一直陪在王毅的身边 但是他明白自己不能这么做 没有一个男人 会喜欢一个黏人的女人的 最起码他不会一直喜欢 更不要说是 王毅这种身边鲜花不断的男人 如果灵星一直陪在王毅的身边 一定会或大或小的 给王毅有种束缚的感觉 使得他无法玩的尽兴 如果这种情况一旦发生 那么自己在王毅心目中的地位 便会遗落千丈 到时候将会更加地得不偿失 所以这也是灵星 为什么一直坚持要继续工作的原因 只有这样 王毅才会对于他永远的保持新鲜感 更何况 王毅喜欢的不就是 他身上的这套衣服的吗 如果没有了这身衣服 他才是真的失去了自己的优势 假空姐和真空姐说 到底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灵星笑嘻嘻 将双手攀上王毅的脖梗 不如这样我这两天 就把你给差点的榨干这样 也就没有多余的时间 能够去照顾其他的姐妹了 灵星说 玩便翻身上马 准备让王毅丢亏甲 前期的灵星 有多么的嚣张 后期就会有多么的卑微 一路高歌猛进的他 却被王毅突然啥的溃不成军 灵星顿时准备放球 可无论如何苦苦的哀求王毅 都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居然是准备将他的部队全部途径 老老公我求求你了 真的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再这样下去 我的腰都要断了的 灵星双眼迷离 口中呢喃不清地求饶着 有时候他自己都语无伦次的 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只是一味地求饶着 完全没有了最初那副 想要将王毅彻底榨干的 豪言壮志的气势 王毅淡淡地笑道 怎么了 不是说要将我扎干 要让我丢盔卸甲的吗 怎么这么快就求饶了 我还没有正式地开始呢 灵星哪里能够想到 王毅能这么地坚强 不都是说 只有累死的牛 没有根坏的甜的吗 这话谁说的你 给我站出来 你让上百头牛 同时耕种一个给我看看 灵星原本以为 自己只要努力一点 就能够让王毅老老实实地交底 可没想到 自己之前见到的 完全不是王毅的全部实力 这一下子 他哪里还敢有之前的 那骨子嚣张的气焰 除了连连求饶之外 他完全不知道 还能做什么 可惜的是 王毅却根本没有 要放过他的意思 继续心情地播种着 可怜的灵星 因为自己一时的大意 完全地丧失了 接下来两天的行动力 这两天的时间里 他估计连走路都是问题 甚至可能还得让人将饭菜 给他端到床头才可以了 天哪 早知道多叫上几个姐妹 一起来了这样 我也能够有更大的获胜几率 我就不相信 这样还能拿不下王毅 灵星此时的脑海中 已经在不断地规划着 要怎么去联合之前的姐妹 准备在自己 下一次休假的时候 给王毅来一个致命一击了 他此刻已经不是 单纯地想要争抢王毅的疼爱 而是完全地起来了胜负心 势必要把今天 在王毅这里受到的耻辱 全部给彤彤地讨回来 灵星在天府城的这两天 好好地休息了一下身体 仅仅只是 一个晚上的时间 就将他接下来的两天的体力 给全部地透支了 以至于接下来的两天时间 他几乎完全就是躺在床上 什么都做不了 也算是过上了饭来张口 一来伸手的日子了 等他完全地养好了身体 他的假期也即将结束了 老公你等着 下一次 我一定会狠狠地将这次的耻辱 全部讨回来的 灵星现在是完全地好了伤忘了疼 一脸恶狠狠地看着眼前的王毅说道 王毅笑着摇了摇头 只要你下次别投降的那么快就行了 灵星顿时想到了 那天晚上自己的狼狈模样 一脸羞愧地看了一眼四周 那副娇羞的模样 像是生怕被别人给发现了似的 好了 飞机马上就要到了 抓紧时间准备被击吧 嗯嗯 灵星点了点头不舍地 最后拥抱了一下王毅 在王毅的唇上 轻轻吻了一下 便转身扭头朝着员工通道走了过去 王毅冲着灵星挥了挥手 看到灵星彻底消失在自己的视线当中之后 才转身离开 来到了接机口的位置 这一幕可当真是把一些路过的男人 给看得羡慕不已 凭什么他只能在机场看两眼 这小子就能动手了呢 不对 这是动嘴了呀 还是人家空姐主动的 这种级别的美女 就算是在空姐当中也是十分的少见 可自己遇到的时候 却发现这个美女 在主动地给另外一个男人献吻 这种打击不可谓不大 一群男人只能是恶狠狠地瞪着王毅 眼神当中的羡慕和气氛不言而喻 王毅看了一眼时间 差不多是苏小悠飞机降落的时间 果然没多久 王毅便收到了苏小悠的消息 我到了的哥哥 你在哪里啊 王毅正准备回复他 却刚好看到一个娇小的身影 正拖着一个行李箱 焦急地四处张望着 王毅用力地挥动着手臂 王毅原本就十分可观地身高 再加上他身上独特的气质 所以很快便被苏小悠给发现 苏小悠激动地快速朝着王毅奔跑过来 用力地扑进了王毅的怀抱之中 哥哥 小悠好想你啊 苏小悠像是一个树袋熊一样的 挂在了王毅的身上 就是不愿意下来 双手勾住王毅的脖子 用力地向上爬着 再看到王毅脸上的笑容的那一刻 脸上也露出了激动的笑容 摸啊 苏小悠用力地吻在了王毅的嘴唇之上 那巨大的大灯 就死死地贴在了王毅的胸膛之上 从一侧看上去 都被挤压得有些变形 这个场面 让这群男人再次疯了 凭什么 凭什么这个小子 能够这么快地 就和另外一个美女勾搭在一起 而且 还是一个完全不属于那个空姐的 另外一种风格的美女 这个世界的层次 真的就这么地不同吗 看着还正在热情地拥吻的两人 一个男人再也忍受不住了 怎么可以有人 欺骗这些纯情小姑娘的感情呢 而且还是无缝衔接的那种 要知道 刚刚的那个身材火辣的美女 才刚刚离开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啊 您好 苏小悠正在和王毅热吻着 却突然有人拍了拍她肩肩膀 苏小悠一脸厌烦地 扭头看向身后之人 不耐烦地说道 干嘛 男人被苏小悠的语气 一时间有些整愣了 没想到这么快 就被对方给嫌弃了 但男子很快便将心情 给调整了过来 心想 只要他揭穿了王毅 这个渣男的真面目 这个美女就会对他另眼相看 感激涕零 说不定一激动 还会以身相许 和自己共赴乌山 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呢 男子想到这里 脸上不由地 再次地绽放出来了激动的表情 他一脸言辞地看向王毅 用最正直的语气说道 这个男人 他脚踏两只船 苏小悠一脸疑惑地 看了一眼王毅 并没有说什么 而王毅由于苏小悠 还挂在他的身上 他双手腾不出来 只能撇了撇嘴 男子见有戏 便继续地说道 就在五分钟之前 在这个地方 他刚刚和另外的一个美女 亲吻过这么快的时间 他就又和你抱在了一起 他就是一个渣男美女 你可千万不能相信 他的鬼话被他给骗了 男子越说越是激动 仿佛下一秒 就会收到来自苏小悠的感激 苏小悠会一脸崇拜地 拉着他的手 放到自己壮苦的胸膛之前 感激涕零地说道 谢谢你帅哥 多谢你让我看清 这个男人虚假的表面 我愿意为你付出一切 就当男子处于 自己的幻想之时 苏小悠小声地 看向王毅说道 你就只是脚踏两只船 王毅再次撇了撇嘴道 很显然并不可能是的 说着 两人便没有理会这个男子 转身就要离开 可男子看到王毅和苏小悠要走 急忙地再次上前 将两人给拦了下来 男子认真的 看着苏小悠说道 美女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一定要相信我 这里的所有人 刚刚都看到了的 男子说完 便指了指一旁都在围观的男人 这群男人也同仇敌开地点了点头 他们都眼红王毅 呸 是看不惯王毅的这种行为 要不是他们身边还有女伴在 他们一定会在这个男子之前冲上去 为苏小悠打抱不平的 哦 苏小悠只是淡淡地嗡了一声 便没有再理会这些人 他从王毅的身上下来 一只手拉着行李箱 一只手拉着王毅 哥哥 我们走吧 男子没想到 急急便是这个样子了 苏小悠也不肯相信自己 他一脸惊讶地问道 为什么为什么你 就是不肯相信我的话 这个男人 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 能够让你这么地相信他 男子简直不敢相信 居然有一个男人 能够做到这种地步 他现在甚至都想要拜王毅为师 向他好好地学习一下这种方法 也好 让自己在以后的日子里面 可以像他一样这么地潇洒 苏小悠一脸不耐烦地看向男子 神色之中满是厌烦的表情 你说的这些 我都已经知道了 还有事情吗 没有的话 请不要打扰我 和我男朋友的约会了 谢谢 男人没想到 即使是这个样子 苏小悠还是选择相信了王毅 他看着苏小悠和王毅离去的背影 大声地喊道 难道你就不怕他 真的是个渣男吗 你就不肯相信我说的一句话的吗 男子吼完之后 看见苏小悠果然停了下来 他的脸上 顿时流露出来一丝的笑容 果然只要自己坚持不懈 就一定能够 将这个处于水火之中的女孩子 给救出来的 可当苏小悠转过身之后 男子的脸上 出现了一丝的惊慌 因为苏小悠此刻的表情 十分的生气 他不明白 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苏小悠 会用这么愤怒的眼神 看着自己 难道自己说的不对吗 难道王毅他 不是一个渣男的吗 苏小悠看向男子 一步一步地朝着他走了过来 苏小悠开口说道 你以为你说的这些事情 我不知道的是吗 我告诉你 我还真的就知道了 他有很多的女人 不只是你见到的那个空姐 像这样漂亮的女人 还有很多很多 可我依旧想要和他在一起 你有意见吗 苏小悠的话 将男子给彻底地震慑住了 他完全没有想到 事情居然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用手不停地指着苏小悠 不停地拧拧 但却就是说 不出来一句完整的话 苏小悠也懒得和他纠缠 扭头揽上王毅的胳膊 正准备离开 却听见身后一声的大吼 你这样无非就是 看上了他的钱 你这样子 就以为这样能够幸福了吗 苏小悠深吸一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他转过身 看向男子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不知道 我这样算不算得上是幸福 但是一定比你这种看不得人 合过得比你好的男人 要幸福得多 而且我就是喜欢钱又怎么样 男子此刻完全觉得 苏小悠和王毅两个人 害得他丢了脸面 所以他想要将王毅和苏小悠之间的事情 完全地暴露在所有人的面前 可他却从来没有想过 他现在的这个样子 完全是自己咎由自取的 如果不是他主动地招惹 一而再再而三地逼迫苏小悠 苏小悠 又怎么可能会现在说话这么地不客气 他现在完全就是为了 自己那个可悲的自尊心而强撑着 抱着一个我过得不好 谁也别想过得好的念头 男子大声地咆哮着 他想要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 然后一起谴责着王毅和苏小悠 你你爱上他的钱 就是拜金像你这种拜金女 没有好下场的 你终究会老去 到那个时候 他就会彻底地将你给抛弃掉 苏小悠吃笑了一声 缓缓地走上前和男人对视着 这么说 我不爱钱应该爱什么爱上 你这种穷酸道女朋友都找不到 却还在为这点可怜的自尊 而强撑着的废物吗 不等男子说话 苏小悠便接着说道 而且 你凭什么有资格说我拜金 难道你刚刚上来和我说话 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看 吐我这张脸和那点肉的吗 你说我人老猪黄的时候 会被他抛弃 可他的钱 却可以让我延迟衰老 可你呢 你能做什么 你能保证 你会在我变老变丑的时候 不抛弃我吗 哦也有这种可能 毕竟你根本找不到 另外一个愿意跟你的女人 就连我现在 愿意跟你在一起 也不过是你脑子中 那点可怜的幻想而已 苏小悠的话 彻底地摧毁了男子的心理防线 苏小悠说的确实没有错 她根本就没有资格去说 苏小悠拜金 因为她自己也根本不敢说 自己是真的爱对方 因为她甚至连苏小悠叫什么都不知道 像这样的一个人 又凭什么指点别人的生活 又凭什么就说 王毅和苏小悠之间没有爱情的 苏小悠说完之后 回到了王毅的身边 挽着王毅的胳膊 挽然一笑 像是一个从战场上 刚刚是杀回来的女战士一般 对不起哥哥让你久等了 我们走吧 王毅也没有说话 像男子这样的漂亮小丑 他现在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面过 如果随便一个路人 都能够让他特别照顾一下的话 他估计要累死在这种小事身上 男子看着王毅和苏小悠离开的背影 贪软地倒在地上 浑身上下全部都是冷汗 路过的人纷纷讨论着 这里发生了什么 再了解到 这个男人居然是自己贴上去宠骂 而且还根本都不认识对方的时候 纷纷地都无嘴头笑着 他们没有见过 这么见的男人 男子听着四周的嘲笑声 脸上越发地觉得没有面子 一声大吼之后 爹爹撞撞地逃了出去 王毅带着苏小悠坐上车子之后 朝着最近的火锅店去 苏小悠虽然看着个头小好欺负 但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穿妹子 脾气上来的时候 可根本不是一般人能够扛得住的 苏小悠上大学之后 也很少吃到正宗的火锅了 王毅这次还特意地 找到了一家老师傅开的火锅店 这种事情两个人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而且说这种事情 只会败坏掉他们的好心情的 苏小悠一路上都黏糊在王毅的身上 完全地不想离开王毅半步 甚至到了火锅店 王毅想要上个厕所 他都要跟着王毅一起去 婉然就是一副 正在处于热恋当中的小情侣一般 火锅店的火锅也非常的正宗 苏小悠吃的双眼 都笑成一个月牙的形状了 两人舒舒服服地吃完了这顿火锅之后 又一起去海边散步 在将肚子里面的食物 全部消耗空了之后 两人这才知道可以进入燃制阶段了 毕竟吃太饱了之后 做剧烈的运动会差弃的 王毅两人开着车子 朝着天府城的别墅而去 一路上苏小悠的脸上 永远都带着开心的笑容 苏小悠好感值达到80 恭喜宿主获得奖励 恭喜宿主获得金刚不坏大妖子 请尽情使用 经过一晚上的操劳 王毅也终于将苏小悠的好感值 给达成了80点的好感值 获得了每个男人都梦寐以求的奖励 不知道被灵星给知道以后 还敢不敢再产生 找一群姐妹将王毅给榨单的想法了 第二天一大早的时间 王毅便带着苏小悠去了公司签合同 苏小悠全程保持着和王毅轻易的举动 这一场面再次地震惊了白若雪 林月蒙 杨雨昕 叶新竹四人 几人没想到的是 王毅居然一直在带着漂亮的女人回来签合同 最初的那12个空姐就不说了 毕竟他们目前看起来 和王毅还并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现在的皮幽和眼前的这个苏小悠 可不一样啊 这两个每一个来的时候 都是抱着来宣示主权的态度过来的 全程和王毅保持着亲密的举动 根本不把其他的几个女人当成一回事 林月蒙则是忌惮着白若雪在一旁 根本不敢和王毅有太多过分的举动 原本自己还觉得没有什么 但是当看到王毅和苏小悠亲密的举动之后 林月蒙是真的吃醋了 她也想要和苏小悠一样的 可以光明正大的站在王毅的身边 哪怕她的身边很拥挤 但她依旧不怕 可殊不知 杨雨昕更加的羡慕苏小悠 她倒是想着 哪怕和王毅成为地下情人 一直不公布都没有关系 可是每一次王毅都在不知不觉当中 疏远她 拒绝她 这使得杨雨昕更加的难受 毕竟不管怎么样 林月蒙已经和王毅是板上钉钉了的 而杨雨昕现在连自己 到底算是什么都还没有搞清楚 叶新竹将几个女人的心思 全部的看在眼里 却并没有点破 依旧自顾自地做着自己的工作 叶新竹作为一个专业人员 对于网络上最近兴起的一些博主 也都有所了解 像这个苏小悠她 也就早就知道了 一个多月前 突然火爆起来的一个女网红 当邪新竹去调查她的事情的时候 慢慢地了解到了她的全过程 是因为受到了一个叫做 ID一神的神豪 给硬生生地推上来的 当时邪新竹就在怀疑 这个神豪是不是就是王毅 而现在 她也确定一点就是她没错了 令叶新竹心惊地辨识 王毅在一个多月前 就已经开始布局了 暗自地培养着一些自己的网红 虽然这样捧出来的网红的成本很高 但是却十分地有效 邪新竹对于王毅的看法 又更加地深刻了一些 心中对于她的分数也更高了起来 王毅带着苏小悠走后 整个办公室当中 也彻底地安静了下来 几个女人都暗自地叹了一口气 随即继续低头忙碌着 自己的事情不再说话 王毅则带着苏小悠直奔商场而来 两个人随意地吃吃饭聊聊天 看看电影 日子过得十分的滋润 在走到爱马仕的专卖店的时候 王毅突然想起来了 慕晚清好久都没有消息了 王毅便拿出手机 给慕晚清拨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刚打过去 电话便很开地被接通 哟 这不是王总吗 怎么还有时间能够想起来 我这么一个小女子啊 王毅苦笑了一声 这个慕晚清的怨气 还真的是重不过看她接电话的速度 想必也不过是在嘴硬罢了 看来慕小姐并不希望我打电话 那我还是挂断好了 你敢 慕晚清在电话那头怒斥了一声 你敢挂电话就小心 下次我咬掉你那点肉 慕晚清这段时间 按照王毅的交代 不断地在找自己的门头 和一些准备代理的品牌 可是没有想到 在这个期间 却是看到了不少 关于王毅的传言和绯闻 慕晚清没有想到 自己在这里累死累活的 结果王毅却过得这么的滋润 这他哪里能够忍受的了 所以忍不住地讥讽了王毅两句 可没有想到 这个小没有良心的 居然上来就要挂断自己的电话 这怎何不让慕晚清生气 王毅当然没有挂断电话 他也只不过是在动慕晚清而已 好了 开店的事情想得怎么样了 有看好的吗 唉 慕晚清叹了一口气说道 还没有呢 我这些天找来找去的 也没有找到什么合适的 这些品牌的质量都不太好啊 慕晚清想着 要开一家女装的店铺 毕竟这个是他的老本行 他坐着也比较上手 这样也能够更快地实现盈利 但是 他在香袋做的时间太长了 对于外面 这些品牌的衣服质量 根本看不上 但是那些大牌子的衣服 又不可能做加盟给自己 这一下就让慕晚清 有些为难了起来 所以一直也没有 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品牌 因为这样缘故 就连门面他都没有办法去找 王毅听完了慕晚清的话 也点了点头 现在的一些服装的利润 根本不清晰 市场也十分地混乱 确实不太好做 你现在有时间吗 我们见一面吧 啊 现在吗 慕晚清没想到 王毅会主动地约他 急忙站到镜子前面 认真地打量着自己 急忙地整理着 自己的头发和衣服 嗯嗯 我有时间的 你给我发个位置 我马上过去 慕晚清挂断电话之后 以最快的速度 冲了一个枣 换上了一身新衣服 补补装之后 急忙地朝着王毅 发给他的地点赶了过去 慕晚清庆幸自己是 刚洗的头发 并不需要太长时间的打理 要不然 就得错过这一次的相会了 慕晚清以最快的速度 赶到了王毅所说的咖啡厅 当看到王毅的时候 急忙地挥动着双手 闭上了双眼 慕晚清太过于激动 以至于完全没有注意到 王毅的身边 还有着另外的一个女人 咖啡店的所有人 都在震惊地看着这一男两女 都在震惊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两个大美女 全部对着一个男人头怀送抱 他们都在等着吃瓜 想要看看 等下这两个女人反应过来之后 这个男人会有什么下场 慕晚清趴在王毅的怀里 感到四周安静地可怕 他终于意识到了 有些不对劲的地方 抬起头来看到的 却是一脸笑意的王毅 虽然王毅每天都是一副 带着淡淡笑容的样子 但是今天的王毅 好像有哪些地方不太对劲 姐姐好 一个女人的声音 突然吓了慕晚清一跳 他惊吓般地朝着一旁看去 这才发现 王毅的身边 还有着一个女孩 正挽着王毅的胳膊 在一旁笑意盈盈地看着自己 慕晚清急忙地放开了王毅 一脸羞愧地看着两人 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一旁等着看好戏的人 也越发地期待起来 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了 这事 还是苏小悠反应的最快 他松开王毅的手 反而上前 挽着慕晚清的手 轻易地说道 姐姐不用放不开的 我们一起先坐下来吧 这一幕 顿时震惊了在座的所有人 他们没有想到 居然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两个女人什么情况 就这样的相安无事了 他们期待的 两女大打出手的场面 没有出现 甚至连痛骂渣男的情况也没有 当即便觉得相当的无趣了起来 纷纷回过身 继续喝着自己的咖啡 慕晚清也很快地反应了过来 他刚刚还以为 遇到了王毅的正牌女友 把他给吓了一跳 现在看样子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想法好像也同样不抵触他的样子 慕晚清当即便安心了下来 责怪地看了王毅一眼 居然没有提前告诉他 还有其他的女人在 害得自己丢脸 慕晚清和苏小游香是一笑 便急忙调整着自己的状态 他也不想在王毅的其他女人面前 丢了自己的面子 你叫我来 不会就是带着我 认识我的姐妹的吧 王毅听着慕晚清 美好气的语气 笑着说道 这算是一方面的吧 不过更多的是要和你谈一下 你开店的事情 慕晚清听到王毅说起这个话题 也认真了起来 毕竟这是关乎自己的大事 王毅缓缓地说道 既然你找不到合适的品牌 为什么不想着自己做一个牌子呢 自己做一个牌子 慕晚清苦笑了一声摇了摇头 他不是没有这个想法 而是不敢有这个想法 创建一个牌子的难度 比开店的难度 虽然并没有多大 但那也只是一个开头 你想要做好 却是难上加难啊 毕竟 想要做好一个品牌 能够让更多的人 认可这个品牌 并会帮助自己销售 这其中要做的 推销的宣传的成本 实在是太大了一些 没有几千万的宣传费用 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放心吧 这些的事情 不需要你来考虑 这些我都已经想好 要怎么去做了的 慕晚清差异地抬头 看了一眼王毅 没想到 自己只是刚刚地 提出了一点苗头 而王毅就能够 在这么快的时间内 想到对应的方法 看到慕晚清 一脸胸有成竹的表情 慕晚清也放心了起来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去做 做什么才好 王毅喝了一口咖啡 缓缓地说道 你现在尽管去找一个厂家 让他们设计一些衣服的款式 并且用最快的速度 用最好的料子感知 出来一批的同时 再去找注册一个商标 和品牌名称 等下启动的费用 我会转给你的 后面的宣传 就由我来做就可以了 听到王毅的话 慕晚清缓缓地点了点头 表示明白了王毅的话 注册一个商标 和感知出来一些衣服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 至于衣服的质量之类的 也很简单 只要你有足够的钱 舍得用料子就可以 当然这其中也不能少了 设计师对于衣服的审美 和衣服穿在身上的舒适度的问题 但这些问题 用钱都可以解决 只要有钱 这些都不是问题 慕晚清不舍地看了王毅一眼 原本想着 今天还能够和王毅 好好地待在一起呢 结果 现在又要去忙着其他的事情 他不舍地看向王毅说道 那我先去忙了 等衣服做好了之后 我再联系你 慕晚清说 晚便要起身离开 却被一旁的苏小悠给拉住了 姐姐这么着急走干嘛 既然来了 就陪妹妹好好地玩一天嘛 说着 苏小悠便撅起嘴 看向王毅道 你也真是的 什么工作这么着急 让姐姐多陪我一会怎么了 王毅被说得哑口无言 自己明明什么都没有说好吧 不过王毅也并没有说什么 毕竟苏小悠在这个方面 处理得也很好 主动地和慕晚清打好了关系 我可没有说 让她现在就去做 是她自己误会的 听见王毅的话 慕晚清才坐了下来 随即她看向苏小悠微微一笑 表示了感谢 苏小悠虽然嘴上说着 是让她留下来陪她玩 但是实际上 却是给了自己一个台接下来 这样自己也有了借口 能够留在王毅的身边 慕晚清从刚刚的谈话中也得知了 苏小悠是请假特意来的护城 可没有想到 依旧能够将自己有限的时间 分出来一些给到自己 好让自己和王毅多待一会 这也让慕晚清 对于苏小悠的好感度更高了一些 两人在接下来的时间中 完全地无视了王毅 两个人像是多年未见得 闺蜜一般亲密的无话不说 而王毅就像是他们的随身保镖一样 跟在他们的身后给他们付款 逛街 吃小吃 是衣服买化妆品 王毅甚至像一个拎包的小弟 不过还好王毅不用拎包 他全部让店铺给送到了酒店里面 等完了一整天之后 三人到了晚上 才意识到了要回去的时间 慕晚清回身看向王毅说道 一哥你带着小悠回酒店吧 我爸妈还等着我回家呢 慕晚清知道自己 能够占用苏小悠这么一点时间 就已经很难得了 他根本不敢奢望 能够再继续待下去 特别是在看到自己和苏小悠 这么投缘之后 他更加的不好意思了起来 于是 他决定给苏小悠和王毅两人 制造一些单独相处的时间 可慕晚清说完之后 苏小悠再次的上前 挽住了慕晚清的胳膊 就和阿姨说 你今天晚上陪玩睡觉 阿姨不同意我和她说 苏小悠不等慕晚清反驳 便直接带着她坐上了出租车 朝着天府城而去 王毅也只好开着车 跟在出租车后面 谁让他的跑车 坐不下三个人呢 美女 后面那个富家公子 是不是在追求你们啊 出租车司机注意到 从两个美女上车之后 他的车后面 就一直有一辆跑车 在跟着自己 司机师傅在结合 两个美女的样貌 脑海当中 当即便浮现了一个富家公子 爱上落魄公主的戏码 此刻正在疯狂地追求对方 祈求对方的原谅 美女不要担心 别看他开的跑车 我一样能够甩开他的 要不要我甩掉他们呀 司机师傅一脸得意地说着 没想到这种 只有在电视剧中看到的场景 居然会发生在自己的身边 不不用了 他是我们的朋友 只是那辆车子坐不下了 我们才打车的 苏小悠的话 顿时让司机师傅觉得尴尬无比 对于自己刚刚脑部的剧情 感到射死 就说嘛 这种拒绝高富帅不对 这种拒绝富家公子的 戏码只会出现在电视剧中才对 现实当中 怎么可能会有人能够拒绝一个 会单手开法拉利的男人呢 没多久 车子便在天府城的门口停下 等王毅停下车之后 两女才从车子上停了下来 保安见王毅带人回来 当即便安排的观光旅游车 带着两女朝着别墅区而去 穆婉青对于眼前的一切 也是惊诧不已 她这还是第一次来到王毅住的地方的 苏小悠像是怕穆婉青会多想 主动开口道 这里是一哥刚刚买的别墅 我也是第一次来一哥住的地方呢 穆婉青哪里能够不知道苏小悠的意思 她感激地看了苏小悠一眼 没想到这个苏小悠居然这么的欣喜 会照顾别人的感受 穆婉青当即便明白了 自己和苏小悠的差距在了哪里 不过她也绝对不可能做得到 像苏小悠这样的 能够考虑到身边所有人的情绪 她现在能够做的就是 尽量更快地将王毅交给自己的事情 去做好 让王毅看到自己的价值 这才是她更应该去努力的方向 如果自己只是一味地看到了苏小悠的优点 就去盲目地学习对方 只会东施孝平 让自己失去自己本身的优势 哪怕自己学得再像 也不过是第二个苏小悠罢了 自己要做出自己的优势 这才能够让王毅对自己的印象更加地深刻 打定了主意之后 穆婉青的目标更加地明确了起来 停车 穆婉青突然对方正在开车的物业说道 麻烦停一下车 我要回去 苏小悠不明所以地看着穆婉青 不知道穆婉青这是怎么了 姐姐 就在这里注意晚上再走吧 穆婉青笑着看向苏小悠说道 放心 我只是突然想到了一些 我不得不尽快去做的事情 小悠你这两天 好好让王毅带着你出去玩 别让其他女人钻了空子 苏小悠见穆婉青的态度这么的坚决 也不好再说些什么 她拿出手机拨通了王毅的电话 喂 姐姐现在想要回家 你快点过来送姐姐回去 王毅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穆婉青居然突然要求要回去 王毅将车停在观光车旁 问向两女到底是怎么回事 哪有那么多的问题 你们上车自己说就行了 苏小悠说完便 让物业开着观光车 带着自己继续朝别墅的方向开去 留下王毅和穆婉青在原地站着 上车吧 穆婉青笑着打开车门 坐在了副驾驶上面 王毅也只好跟着上车 掉头朝着穆婉青的家中赶去 路上王毅向穆婉青询问发生了什么 穆婉青也没有隐瞒 将自己的所想全部都告诉了王毅 他自己本身就已经是在占用苏小悠的时间了 不能再继续这样子下去了 如果他真的能够将王毅所交代的事情做好 自然会引起王毅的注意 到时候 王毅自然能够腾出来更多的时间陪着他 王毅没想到穆婉青会这么想 一时之间也有些觉得对不起穆婉青 婉青 你要是不想要这么累的话 也没有关系的这些不起做也是可以的 穆婉青却摇了摇头 不我很高兴能够为你做点什么的这样 我反而觉得更加的充实一些 王毅见穆婉青态度坚定 也不会再说下去 将车停下之后 穆婉青用力地抱紧了王毅 久久不愿意分开 好了 你快点回去陪小悠吧 他还在等着你呢 穆婉青说 晚便转身离开 在转身的一叉那一滴泪水 从他的眼角缓缓地滑落 但穆婉青的脸上却满是笑容 他不后悔自己的决定 他认为自己多年以后 一定会对于自己的决定而感到庆幸 王毅站在楼下思虑了很久 脚下的烟头也堆积了一堆 他很久没有抽烟了 也很久没有这么地动心过 这一刻 他可能真的对穆婉青 有了一种不掺杂杂志的感情 但王毅却不可能成为那种单纯的人 他踩灭烟头 启动车子 朝着天府城而去 穆婉青看着楼下的王毅离开 擦掉自己脸上的泪水 转身回到了家里面 他要尽快地休息好 让明天的自己 能够有足够的精神 去将后续的工作做好 他要先找到一个设计师 为他设计几款衣服的平面图 然后再到靠谱的厂家制作的同时 再去注册一个商品 想到这里 穆婉青的心中 也突然迸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 推动着自己 在接下来几天的时间里面 王毅带着苏小悠 在护城好好地玩了几天的时间 在第三天的时间 苏小悠因为要上课的原因 被王毅送到了机场之中 当苏小悠登机的那一刻 王毅拨通了穆婉青的电话 等了好久的时间 电话才被接通 喂 王毅怎么了 穆婉青的声音 听起来有些疲惫的感觉 也没有像之前一样 接到王毅的电话 就很是激动 像是在短短几天的时间 就像是彻底变成了 另外的一个人一样 我刚刚将小悠给送上飞机 就想看看你准备的准备样了 有没有什么困难 王毅将穆婉青的变化 全部地接受在了自己的脑海之中 穆婉青笑了笑说道 还好 前段时间联系上了一个知名的设计师 订的几天交草稿呢 刚好 我这几天没有什么事情 我陪着你去看一下设计稿吧 电话那头的穆婉青沉默了一会 他没有想到 王毅会主动招上自己 并主动地提出 要和自己在一块几天的事情 穆婉青嘴角微微上扬 轻笑了一下 好呀 那你来家里接我 我等你 说完 穆婉青便挂断了电话 坐在桌子前 等待着王毅的到来 他此刻突然感觉 这几天的辛苦 都是值得的 最起码 自己真的吸引到 那个男人的注意了 王毅驱车 来到了穆婉青的楼下 令王毅感到意外的是 今天的穆婉青 并没有像往常一样 早早地等在楼下 这一点 王毅也十分地高兴 看起来穆婉青 真的和从前不一样了 这种事情 本来就应该如此 他不需要这些女人 为自己做一些 没有必要的付出 有在楼底下 等待自己的那半个小时的时间 还不如好好地休息一下 王毅拨通穆婉青的电话 响了三声之后 电话被挂断 没一会 穆婉青的身影 便出现在了楼道之中 王毅看向穆婉青 温柔地笑了笑 伸开了双手 等待着穆婉青 穆婉青也缓缓地 走到了王毅的面前 抱紧了王毅 天有些冷了 记得多加一些衣服 现在已经是十月底的时间 入秋之后的天气 越发地冷了起来 嗯嗯 王毅轻轻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拉起穆婉青的手 便转身坐进了车子里面 穆婉青今天的打扮 和以往有所不同 他并没有在见王毅之前 精心打扮一番 而是用自己最平常的一面 来面见王毅 这样的感觉 反而让两人都感觉很是舒服 两个人像是消除掉了 最后的一层薄膜 再也没有了之前的 那些别别扭扭的东西 王毅看了一眼 穆婉青的发送过来的地址 朝着那名设计师的工作室而去 一路上王毅的手 都在握着穆婉青的手 两人像是在一起生活了 很多年的老夫妻一样舒服 车速也十分地缓慢 并没有之前的那种急躁的感觉 王毅感觉 跟现在的穆婉青在一起的时候 能够让他感觉到十分舒心 到地方之后 王毅抬起头 看向穆婉青所说的工作室 这个工作室 位于一个老城区的街道 而穆婉青所说的工作室 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咖啡厅 穆婉青像是看出来了王毅的疑问 主动地开口说到这是他的爱好 他也是一个资深的咖啡爱好者 讲起一阵好听的风铃声 两位想要喝点什么 一位女服务员 看向王毅和穆婉青轻声问道 穆婉青微微一笑 我和安小姐约好了的 看一下设计稿 女服务低头看了一眼 把台上的名单 好的两位 这边请 王毅两人跟着服务员 穿过咖啡厅的大堂 走入了一扇小门 这里面像是和外面的世界 完全地隔离开了一样 这里的大量的草稿纸 到处地乱扔着 在这个屋子的中间 有一个女人 正趴在桌子前 用笔在草稿纸上画着什么 安姐 您约的客人到了 女人没有说话 服务员看向王毅和穆婉青 说道安小姐正在创作 麻烦两位先在这边 耐心等待一下 女人说完便指了一下 一旁堆放着一堆 草稿纸的椅子 笑着说道 辛苦一下两位了 没关系 我们等一会就是了 穆婉青轻轻一笑 上前将椅子上的草稿纸给挪开 她自己坐上去之后 拍了拍另外一个椅子 示意王毅坐上去 王毅也没有说什么 便安心地坐在上面 和穆婉青一起等待着 期间女服务员 又给两人端上来了两杯咖啡 王毅看向穆婉青问道 我们要在这里等多久啊 穆婉青轻笑着摇了摇头说道 我也不知道 安小姐经常这个样子 一进入工作状态之后 什么人都无法打扰到她 也没有人能够知道 她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忙完 王毅无奈地怂怂间 之后继续等着了 两人也不知道等了多久 喝了多少杯的咖啡 一直等到天色 都有些暗淡了下来 才听到那个女人 伸懒腰的声音 穆婉青急忙走上前 安小姐你好 还记得我吗 女人抬起头 看了一眼穆婉青 和王毅摇了摇头 有点没有印象了 穆婉青也没有生气 反而是继续说道 我是前两天和你联系过的 今天来娶一个女装草岛的 穆婉青说 王毅过去一个牌子 在牌子上有一个号码 女人看了一眼才想起来 穆婉青是哪个设计图 趁着这个机会 王毅也看清了女人的长相 很清秀的一张瓜子脸 但是却戴着一个笨重的眼镜 而且王毅很少把 不修蝙蝠这个词 用在一个女人的身上 这个安小姐 可以说的上市第一个了 安小姐在一旁的废纸上 扒拉了好一会 才找到一张草稿纸 递给了穆婉青 王毅朝着穆婉青的手上看去 只见在草稿纸上赫然写着 9月15日 王毅没有想到 穆婉青等了两天的草稿纸 结果等到的 居然是这个安小姐 在之前就创作好的 王毅刚想发作 却被穆婉青给拦了下来 穆婉青用眼神 示意王毅朝着草稿纸上看去 王毅这才压下脾气看了上去 这一看不要紧 这个设计的图纸 虽然只是一个最原版的草稿 但是设计却依旧是十分的惊艳 更难得的是 从这个设计的衣服上来看 这件衣服不会太挑女人的身材 只要不是太过于肥胖 或者是过于的瘦 穿上去的效果都不会太差劲 王毅这才对于这个安小姐 有了一丝的震惊 没想到 只是随手的一张草稿纸 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这个图纸 是我上个月画出来的 你要求的那个 我没有时间给你画 就用这个凑合一下吧 穆婉青文言也没有生气 连忙说着没有问题 那安小姐不知道 这个设计的费用是 女人头也没有抬一下 不用啊 既然是一张废弃的草稿 还要什么设计费 女人满不在乎的说道 穆婉青正想要再说些什么 可女人却直接说道 好了 你们离开吧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见女人下了逐客令 王毅两人也不好久留 只能转身离开 两人从咖啡店出来之后 坐在车上 王毅问道 这个安小姐 虽然确实很有设计的天赋 但是她的性格怎么这么奇怪 而且设计好的 居然不要搞废 王毅还是第一次 见到这么奇怪的女人 不免地对她产生了一些兴趣 穆婉青笑地说道 哼哼 这个可是我托了很多人 才找到的一个厉害的设计师 听说她可以在这个屋子里面 一直工作17个小时不动弹的 而且 她的不喜欢被别人打扰 前段时间 听说她正在画一个十分前卫的设计图 根本不接单子了 我还是找到一个她的大学同学 给我求情 她才同意的 可是没有想到 居然女生一个废弃的草稿 不过这个草稿的设计 已经很亮眼了 穆婉青看着手中的草稿纸 虽然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设计 但是这种东西 只要再随便找一个人 都可以继续地画下去 这么一来 他们品牌的第一个产品 就又要少上一大笔的设计费用了 两人开着车一路上行驶 赶到七点之前 来到了一个工厂的大门前 这个也是穆婉青之前 找到的厂家 谈好了这几天 要赶制一批衣服出来 两人直接地来到了 厂长的办公室里面 将手中的草稿纸递给了对方 怎么样厂长 能够画出下面的欠缺的图吗 厂长摘下眼睛 这么好的设计 还真的是不常见 这个图纸 我们可以继续画出来不过 厂长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 不过原本说好的 两天的制作时间 要改成七天 穆婉青微微有些皱眉问道 之前不是说好的两天吗 怎么突然变卦了呢 厂长笑着说道 我也没有想到 你居然会拿出 这样的一个草稿给我啊 我要是早就知道了 我就给你报两个星期了 就这一个星期 我还得给你赶呢 厂长看着穆婉青和王毅 一脸疑惑的表情 笑着给两人解释道 像你拿来的这张设计图 有很多的地方 是需要人工制作的 不然反而会适得其反 穿着身上的舒适度 会大打折扣的 王毅两人这才明白了厂长的意思 穆婉不好意思地笑道 那真的是错过厂长你了 那就麻烦你接下来的时间 多多地花费一些时间 帮忙抓紧赶出来了 放心吧 这样的衣服我 肯定会用心的 也很久没有见到 有人这样用心地 去做一个品牌了 见所有的事情 已经敲定了下来 王毅两人也没有再停留 开着车朝着市市中心而去 怎么样 事情都安排得 差不多了 今天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了吧 穆婉青娇称地看了王毅一眼 让你好好地休息一下 你怎么可以这么地误会我 穆婉青不满地 白了王毅一眼说道 是吗 那你今天晚上可别碰我 那可由不得你 王毅从穆婉青的话中也听出来 今天他愿意去天府城住上一天了 也没有询问 便直接地将车 朝着天府城的方向而去 两人进入天府城的时候 却意外地发现在人工湖上的那个游艇 居然亮了起来 好像是已经可以营业了 王毅回到别墅之中 给物业拨通了电话询问了一下 果然今天游艇第一天的试营业 小区中现有的业主几乎都会前去 本来物业今天来通知王毅了 结果王毅并没有在家 要不咱们今天去游艇上玩玩 穆婉青看着王毅那副样子 好笑地说道 都依着你 说好了 今天都听你的 穆婉青婉然一笑 让王毅突然起了色心 王毅一把将穆婉青给抱住 朝着卧室的方向走去 游艇十点才开始 现在我们先开始玩一下 我们两个人的游戏吧 穆婉青不停地打骂着王毅 不停地咯咯咯直笑着 两个人进入房间之中 王毅用脚用力地关上房门 两人的声音此起彼伏地 从房间中传了出来 一阵高昂的歌声 从穆婉青的嗓子之中迸发出来 两人大战了一场之后 又休息了一会 看到时间已经差不多到了之后 才穿上了衣服 朝着人工湖而去 等来到人工湖之后 王毅远远地便看到 游艇之上的灯光 在夜晚的衬托下 显得更加地明亮了起来 此时的游艇前 也正有几个人 朝着游艇上走着 王毅两人在表明 自己的身份之后 也走了上去 从服务员的口中得知 这个游艇 今天只对入住了的业主招待 等过段时间 才会让外面的一些人员进入 不过这些人 肯定也是非复即贵的存在 王毅拉着穆婉青的手 走上游艇之上 进去没有多久 人已经全部的到齐 游艇便缓缓地启动开 在人工湖上缓慢地前进着 王先生 两位这边请 王毅和穆婉青 刚刚登上游艇 便被一个服务员 引领到了大厅之中 王毅本以为只是一个人工湖 游艇里面的设施 也并不会有什么 可等王毅进来之后 却发现这里的空间很大 足足有着三层 一楼有着一个 可以容纳上百人的舞厅 以及足够这些人 同时进餐的自住餐厅 而在二楼 则是娱乐项目更多一些 健身房 游戏厅 台球室等等 你能想到的地方 这里都有着 甚至还有一些小型的堵桌 只不过规模并不大 而在三楼 则是一些休息用的房间 以及一些KTV的包间设施 在甲板上 还有着数十个钓鱼位 可以提供一些喜爱人士 在这里钓鱼 在人工湖里面 有着很多喂养的淡水鱼 供这些人娱乐 钓出来的鱼页 可以直接拿到餐厅中 让帮忙加工 王毅和穆婉青 两人闲着也没有事情可做 便在自住餐厅的位置逛着 拿着一些看起来 不错的点心品尝着 王公子 不知道有没有兴趣 一起喝一杯啊 王毅侧头看去 见是一个微胖的男人 正在笑眯眯地看着自己 王毅有些诧异地问道 你认识我 胖子点头 当然 现在有谁能够不认识王先生您呢 您在网络上的事迹 可是传得很大 我就住在您的五号别墅后面 咱们两个还是邻居呢 前几次见到您 不方便和你打招呼 没想到能够在这里碰到您 王毅自然知道 胖子说的是什么事情 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看胖子没有什么恶意 王毅便带着穆婉青 一同和胖子 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听说王总最近 投资了一家传媒公司 不知道是有什么发财的门道 能不能让小弟 跟着一起沾沾光啊 王毅并没有搭话 而是问道 还不知道您怎么称呼 胖子尴尬地笑了笑 真是抱歉 我只顾着说 这些事情啊 还没有来得及 向你做一个自我介绍 胖子掏出来一张名片 递给王毅说道 不知道王先生还记不记得 前段时间不长眼 招惹了您的那个墨思远 王毅看着名片上的 金泰集团总经理的字样 点了点头 这个墨思远 便是谭书岳找到的 那个小白脸 上次在酒吧 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之后 还送给了周启晴 一张购物卡 沈亮 王毅看着这个名字 若有所思着 金泰集团的老总也姓沈 听说他和他的前妻 有着一儿一女 难不成眼前的这个 就是金泰集团的公子 能够住在天府城 对自己和墨思远的那点事情 都清清楚楚的 应该不会错了 很多人可能 对于金泰集团这个并不熟悉 但是如果提起江城首富 应该没有人不知道的 这可是能够在马爸爸的手里面 赚走两百亿元 还依旧能够 跟对方称兄道弟的存在 王毅虽然不知道 沈亮招上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想必 对方也不会是因为墨思远 而来为难他的 毕竟墨思远对于沈亮来说 只是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人物 就算真的是王毅 也完全没在怕的 像是猜到了 王毅心中在想着些什么 沈亮主动地开口说道 王先生放心 我没有任何的恶意的 我只是想要 和王先生交个朋友而已 像墨思远那种 或是我根本看不上的 这哪有什么看得上看不上的 主要就是看你在网上的行为 比较对脾气而已 想着你以后 有什么赚钱的路子叫上我就可以了 沈亮像是完全地装不下去 这种拐弯抹角的样子 突然收起来刚刚的伪装 变得第二郎当了起来 他翘起二郎腿说道 想必咱俩一样 都是一些顽固子弟罢了 所以就想着 要和你交个朋友 王毅苦笑了一下 没想到这个沈亮 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厉害 不知道老王你对车 表古董自画什么的敢 不感兴趣啊 王毅十分地能够确定 要是沐婉青不在他的身边 沈亮绝对还要问一下 王毅对女人敢不感兴趣 不过这种话 想必也不用问了的吧 毕竟王毅的这种事情 早就已经在网上传开了的 车我倒是都差不多了 表和古董的话我并不懂 但是也挺感兴趣的怎么 你要好的去处 王毅看向沈亮问道 他在护城并没有这种圈子的人脉 所以也一直找不到奇门道 沈亮脸上一喜 那就太好了 这个游艇没有什么好玩的 等过两天的时间 我带着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帮你满一刀 王毅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 他现在的热度 虽然还处于巅峰的状态 但是谁也保不齐过几天 会不会降下来 能够找机会 找提高一下自己的热度 也是好事 而且王毅现在的人脉并不是很广 他也正希望 借助着沈亮的关系 结识更多的人 俗话说得好 多条朋友多条路 这句话总归是没有错的 那两位就在这里好好地玩 我上去赌两把 就上三楼了 等我后天给你消息 沈亮起身和王毅 加上了一个联系方式 便兴致冲冲地 朝着二楼冲了上去 至于沈亮口中说到的三楼 不用想都知道 他说的是什么地方 穆婉青自然也没有多问 就一直在耐心地等待着两人 王毅四处看了看 这里也确实没有什么好玩的 毕竟这里总归来说 还是在小区里面 这个游艇 也只是给一些个的住户 提供方便 一个方便娱乐的地方 但是太过于刺激惊险的东西 他们还是不敢乱搞的 王毅和穆婉青吃了一下东西后 在甲板上吹了一回风 听着钓鱼老吹吹牛 等游艇在岸边停下来之后 王毅便带着穆婉青 离开了这里 朝着别墅而去 而沈亮则是根本没有离开的打算 想必他现在已经最倒在了温柔箱里面 而王毅接下来 也要去面对自己的温柔箱了 接来下的几天时间内 穆婉青一直留在了王毅的别墅里面 王毅也好好地带着 这个自己拥有系统之后 得到的第一个女人 好好地玩了两天 每天都陪在他的身边 第四天时 穆婉青收到了厂长的信息 要去厂家看一下衣服的样品 而王毅这时也收到了沈亮的信息 邀请他第二天下午 一起去参加一场拍卖会 穆婉青也清楚 王毅是想要补偿他 所以这些天才一直待在他的身边陪着他的 没关系的 你尽管去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这些事情我自己能够处理好的 面对穆婉青的体贴 王毅也很是满意地笑了一下 第二天之后 两人便分开 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 穆婉青临走之前 让他自己去车库里面 挑选了一辆车子开走 留着他以后的使用 穆婉青也没有和王毅客气 开走了一辆兰博基尼的跑车 虽然穆婉青很不喜欢这种跑车的内饰 因为太过于硬了一些 但可惜的是他根本没得选 因为王毅的车库里面 全部是清一色的跑车 王毅好好地休息了一天的时间 下午再听到别墅外面 响起汽车的喇叭声音 王毅打开窗户 朝着楼下看去 果然是沈亮这个家伙 等着 我马上下去 王毅穿好衣服下楼 他也懒得开车 直接坐在了沈亮的副驾驶上面 老王 你真把我当成你的司机了呀 沈亮打去着王毅 是不是因为这两天身体太操劳了 腰有点受不了了呀 去你的 一点小场面还不足以让我累着 则则老王你 还是悠着点吧 你身边那几位 可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啊 小心把你的那些油水 全部给掏空了 沈亮是见到过穆婉青的 再加上王毅在网上 十分亲密的那几位 没有一个不是长相 身材样样都是顶级的存在 沈亮就不相信 王毅能够在这么多漂亮的美女下 还能够坐柳下灰的 要是别人恨不得天天不下床 也得和这几个女人温存在一起 王毅叹了一口气没有说话 他再怎么说沈亮 也不会明白 现在拥有了金刚不坏之身的 他到底是多强的一个存在 总不能来一场男人之间的战斗 好让他亲自体验一下吧 王毅撇了撇嘴 没有理会沈亮 闭上眼睛靠在座椅上休息着 过了一会 王毅感受到车子缓缓地停下来 王毅睁开眼睛发现 居然来到了海边 下车吧 王毅没有多问 跟着沈亮一起下了车 摆到海滩上的一个饮品店 老王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老李和老赵 王毅看向面前站着的两个 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人 笑着点了点头 两个人从身上的穿着打扮 和对沈亮的态度来看 应该都是哪家的富家子弟 不过看样子 两家的实力要低于沈亮一些 你好 我叫赵千 这个叫李游 其中一个戴着眼睛的男人 主动做起了自我介绍 并且将身边的人 也一同介绍了一下 你好 我是王毅 嗨 叫我老赵就行 两人也显然都是知道 王毅在网上的那些事情的 也显得很是随意 并没有说些什么 李游主动上前 搂住王毅的肩膀说道 老王 听说你上次在车展 将跑车给击齐了呀 啥时候有机会借给我开开啊 李游是一个车迷 特别是跑车这方面的 尤其热爱 可惜的是他家里民馆的泰妍 他根本没有那么多的钱 能够买那么多的跑车 听到这一次 沈亮将王毅给约了出来 主动地想要认识一下王毅 不为别的 就是图能试试那些车的手感 老王 别他和一般见识 这小子就是一个车迷 王毅倒是无所谓的耸耸奸 当然可以 你有时间直接去天府城开就是了 王毅对这些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 那么多的车子 停在车库里面 他一个人又开不过来 而且他买车 也只不过是想要提升一下自己的热度而已 根本谈不上喜欢 真的 李游激动差点跳起来 他没想到 王毅这么轻松地就答应了下来 那可说好了 等这次结束后 去了 我可就去你家把车开走了 老李 瞧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去你的 你懂个屁 这不一样的车子 就像是不一样的美女 而我就喜欢这种跑车性自恋 叫起来带感 李游一脸享受的样子 像是正在抱着一个大美女一样 双眼闭着感受着 这副模样 让几人都有点受不了 他气得推了理由一把 没好气得说道 行了 游艇到了 我们抓紧时间上去吧 王毅果然没有猜错 这次来的 还是一个游艇上面 面前的这个游艇 虽然同样是三层 但是绝对不是天府城人攻户之中 那个能够相提并论的 这个足足有天府城当中的 那艘游艇的数十倍之大 像是一整个在海上行走小型城市一般 王毅之前还不理解 为什么电视剧里面那些人 举办一些什么活动 总是喜欢到游艇上举办 而现在他才明白了过来 因为在游艇上面 总是能够更加的方便一些 比如一些排查之类的 像是一些地下赌场 地下的拍卖会等等这些东西 总归是不能见光的 而在海上航行的时候 可以避免很多不得已的麻烦 一些大人物 这才敢放心地上船参加活动 甚至是消费 毕竟这些人的事情 哪怕是传出来 任何一件不起眼的事情 都有可能会让他们身败名裂的 沈亮带着三人 证明了自己的身份之后 才成功地上了船上 王毅进入之后 才看到 在里面已经有很多人正在里面了 沈亮解释道 这些人都是在其他的海口上来的 这艘船会经过很多个城市的港口 让各个城市当中的人上来之后 才算是正式出发 而沪城便是最后一站 他们也是这艘船上最后的一波客人 老王平时有什么爱玩的吗 沈亮看向一旁的王毅笑着问道 却只见王毅摇了摇头 沈亮一脸的诧异 像他们这样的富家公子哥 几乎就没有人不可能不带一丁点的嗜好的 像王毅这样的 也算是一个奇葩了 那我们先去玩 光是大大小小的赌博器具 就有着数十种 最为欢迎的还是百家乐和德州扑克 这两种玩法的人最多 也最是热闹一些 王毅之前也并没有接触过这些 一时之间也有些好奇 好啊 那就看看吧 见王毅答应 四人便朝着德州扑克的位置过去 四人一人兑换了二十万的筹码 在赌桌前暂时观望着 老王 这里面你放心赌局 是绝对不会出现问题的关键 是要小心一些赌客 他们有可能会动些手脚 沈亮又指着一些穿着西装的人 给王毅介绍到这些人 便是这个赌场里面的灯 他们就是负责 将那些出老千的人给揪出来的 所以能够在这种地方出千的人 一定都是高手来着的哦 哦 王毅微微有些诧异地问道 这里面也会有人出老千 王毅还以为 这些地方都是非富极贵的人 并不可能会因为这点钱 就冒着风险去出老千的 沈亮黑黑笑着说道 老王你不知道啊 越是这种地方 越是有可能出现老千的哦 你要想一下 这里面可都是非富极贵的人 他们最不缺的就是钱 而越是这种人聚集的地方 老千越是会想办法溜进来 这里可是他们赚钱的好地方 王毅点点头 他明白了沈亮的话 那些老千就是冲着这些有钱人来的 而这些人 为了能够隐藏自己的身份 肯定也是装出一副有钱人的姿态 这样才能更好地融入对方 不被发现的同时 让别人降低警惕 所以 在这里要做的第一点 就是不要漏腹 一旦被人盯上这群人 就会给你下套 到时候你一上头 哪怕你手里只有三万的筹码你 也会再次地换上十万 一百万继续和他们赌 这群人最擅长的 便是调动你们的情绪 以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好啊 那就随便玩玩好了 反正又不图赢钱 王毅四人分开行动 王毅和沈亮坐在了德州扑克的面前 而理由和赵千 则去了其他地方 正如沈亮所说的一样 这里的赌具 都是从赌城那边运来的 就连赌客 都是专业培养出来的 王毅甚至都怀疑 这船机是赌城那边的人派出来的 就是为了能够将内地的一些钱给吸走 德州扑克的玩法也很简单 赌桌上面现在有五个人 每个人依次发牌 每发牌一次 便由当前牌面最大的人说话 每人共发牌五次 每次都可以加住 牌面则依次由皇家铜花顺 铜花顺 四条 葫芦 铜花 顺子 三条 两对 一对 高牌为顺序 王毅和沈亮两个人 也只是抱着玩玩看的想法 坐在了赌桌前面 只是随意地玩着 前几把一直有输有赢的 王毅也只是输了三四万块钱 而沈亮还赢了十几万 倒是也算得上是不错的运气 但接下来的画面 就渐渐地有些不对劲了起来 王毅和沈亮开始一直输 刚开始 王毅还以为是运气的原因 可慢慢地 整个桌面上的人都开始输钱 只有一个穿着风衣的胖子 一直在赢钱 桌面上其他四家的筹码 几乎都要被太荧光了 几人也慢慢地 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沈亮冷哼了一声说到兄弟 差不多得了 非要让点破才行吗 胖子只是愣了一下 随后却依旧不以为然 其他两人见状也没有继续留下来 而是转身去了其他得赌桌上 抓贼抓赃这句话 在赌桌上面最是明显 你如果不抓住对方得出签手法 那么你就算是知道 对方是在出签你 也没有办法 因为你没有证据 而胖子显然也就是料定 没有人能够看穿 便没有理会沈亮那吃人的眼睛 依旧自顾自得坐在赌桌前面 一些围观的赌客也发现了 这个男人有些不对劲 也没有一个赶上桌的 王毅见状 笑了笑说道 看来只有我们三个人了 要不然我们三个玩好了 沈亮看了王毅一眼 像是明白了王毅的想法 于是也想要看看 王毅到底要做些什么 倒是胖子有些不情愿了起来 你们两个都没有筹码了 谁要和你们玩 胖子的不屑瞬间被点爆了沈亮的脾气 沈亮看向何官大声说道 给我拿一百万的筹码 沈亮作为江城守富翁的儿子 这一百万自然是不看在眼里面的 等何官将一百万放在沈亮的面前之后 又将自己的家产全部便卖掉 可依旧输了的金光 天天被高利贷和银行催着还款 但他不知道 在哪里跟别人偷学了几招的赌数 碰巧又听说了这艘船上有赌厅 便想着要搏一搏 赚个几十万就收手的 本来他已经赢得差不多了得 可当看见沈亮面前的那一百万之后 眼睛瞬间就亮了起来 两条腿都卖不开了 死死地盯着沈亮手中的一百万 再加上刚刚得几句下来 他也能够看得出来 这两个人根本就不会什么赌数 甚至可以说就是赌场上的小白 胖子顿时就起了心思 准备将沈亮手中的一百万给赢过来 胖子重新在赌桌前做好 笑着说道和你们赌没有问题 但输赢天定等下 你们输了钱可不要不认账才行 废话真多 到底赌不赌 沈亮怒斥了一声 将手中的五十万筹码 放到了王毅的面前 胖子冷哼一声 赌就赌 等下不要哭鼻子就行 沈亮虽然不知道 王毅能不能赢得过这个胖子 但是他认为 王毅既然敢赌 就一定有自己的底气在的 这点钱对于他们两个人 虽然不算是什么 甚至微不足道 但是像他们这样的人 没有把握的事情 是不会做的 没有人会去做一件 明知道会输的事情 他们这些人最在乎的就是脸面 发牌吧 王毅伸了个懒腰之后 一脸满不在乎的 坐在赌桌前 何冠点头示意之后 开始给三人发牌 这边的动静 很快地吸引到了很多人 一群人都围观在赌桌前面 想要看看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哈哈哈哈 老子又赢了 胖子猛地将底牌晾开 赫然是一副童话顺 胖子一脸得意地 将面前的筹码 统统地抱到自己的面前 嘚瑟地看着沈亮 沈亮哪里受过这种屈辱 要不是还有这么多人 在这里 他真的就直接动手了 老王 你到底有没有把握呀 沈亮一脸不愤地 看向旁边的王毅 却见王毅一 就是一副不在乎的表情 仿佛完全没有受到胖子的影响一样 沈亮当即冷静了下来 王毅的这种 沈亮之后 也没有继续地去大吵大闹 反而看向河关 发牌吧 河关再次地一次将两张牌 发到三人的面前 王毅的名牌是一张红星A 而沈亮的则是一张梅花A 胖子的则是黑头A 这种冤家牌一出现 顿时围观的人也激动了起来 他们都期待地看着 这一局到底会发生什么 看来我的名面最大 胖子也不看底牌 直接将十万的筹码扔到桌上 你们要是害怕的话 可以不跟得堵桌上面 没有人会看不起你们的 胖子虽然话上面 是在劝说着王毅和沈亮 但是却就是在用激将法 让他们吓住 毕竟只有王毅和沈亮吓住 他们才能够赢得更多一些 沈亮正要发作 却听王毅说道 我跟再打你十万的 沈亮看着王毅 扔出来的二十万筹码 当即笑了起来 他认定了 王毅一定拿了一副大牌 要不然出手不会这么的大 沈亮看了一眼自己的底牌 一张梅花A 沈亮也没有犹豫 当即也扔出去了 二十万的筹码跟就跟 真的当小爷会怕你不成啊 胖子眼睛一亮 强忍着嘴角的笑意 好 那就继续发牌吧 随着三张牌继续发出来 几个人牌面也更加的清晰了起来 王毅的名牌则是 红桃A K Q J 赫然是一副同花顺的牌面 胖子的牌也同样是黑桃的 A Q J 十 同样也是有同花顺的牌面 而沈亮的则也是一张A 三张二 加上他的暗牌一张 A便是葫芦的牌型 沈亮也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因为目前的牌面 他是最大的三张二 怎么都已经是坐实了的 胖子的暗牌 只要不是黑桃K 便是必输的局面 而且 胖子和王毅两个人 到现在根本就没有看底牌 所以 沈亮赢得几率非常的大 五十万 沈亮直接将面前得五十万 全部推了出去 挑衅地看着胖子 我不信 你底牌是黑桃K 这次老子赢定了 胖子没有说话 而是看着王毅 将底牌给拿起看了一眼 随后同样地将面前的五十万 全部推了出来 我跟 王毅淡淡地说道 用着一副细血的眼神 看着坐在对面的胖子 你不会不敢了吧 胖子不由地咽了口口水 他和王毅两人打了十局 赢了十局 现在居然被这两个手下 败将给嘲讽了 他怎么能够忍得下这口气 他必须要把这两个人 台面上的钱 全部给赢回来 只要赢了这一把他 就可以还清债务 以后好好地生活了 胖子缓缓地拿起自己的底牌 看了一眼 红桃石 这也就是说 王毅的牌面 绝对不是铜花顺 但他自己的牌 也绝对赢不了 他眼神一眯 笑着说道 好啊 那就让你们输的 心服口服好了 胖子将自己的筹码 全部地推上去 我跟 王毅嘴角微微一笑 缓缓地将自己手中的底牌 亮出来 黑桃K 王毅的牌面是一对K 沈亮看到王毅的牌 那一瞬间 便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怎么样老小子 这次你输了吧 沈亮说着 一把将自己的底牌 也给翻出来 三张二一对A 葫芦 对不起了老王 这把牌我赢了 胖子冷汗直冒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王毅的底牌 居然是黑桃K 他原本是想着 将自己的底牌 给偷偷换成黑桃K 赢下这一把的 但一副牌 怎么可能会出现 两张黑桃K的 他输了 王毅看着胖子脸上 绝望的表情 嘴角不断地上扬着 他其实早就知道了 自己的底牌是黑桃K 所以才一直在 引导着胖子上当 让他觉得 只有自己能够成功换牌 就能赢下这场赌牌 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王毅居然在他之前 将黑桃A亮了出来 这次他是根本 没有赢的可能了 他他出老千 是他出老千 胖子心急如焚 急忙将自己手中 得底牌亮开 周围的人都震惊不已 没想到这个胖子的底牌 居然也是黑桃K 胖子指着王毅大声喊道 他当当出老千 黑桃K一直在我的手里面 妈得 到底是谁出千 你自己清楚 沈亮上前将胖子 给拎起来怒吼着 可胖子就是不肯承认 只要我们有争议 我也不说 是他出千了这把不算 我们拿走各自的筹码好了 妈得 你小子想得美 沈亮没想到 这个胖子居然这么的卑鄙 这种办法 都能够被他想出来 美女合观轻声说道 不好意思先生 是这位先生先亮牌的 所以这局是您输了 怎么样啊 死胖子 这次我看你 还有什么可说的 沈亮一脸嚣张地 看着胖子挑衅着 随后又看向王毅说道 喂 老王就这么放过他 会不会有点太便宜他的呀 王毅嘴角微微上扬 从椅子上站起身 来看向胖子的身后说道 当然不会就这么便宜他了 想必几位 已经找出他出千的方法了吧 沈亮微微有些诧异地 看向胖子的身后 只见一个毫不起眼的人 缓缓地站了出来 胖子见到来人慌张了 就想要逃跑 却被早就围上来的 几位身穿西服的人 给按了下来 干什么为什么抓我 我没有出老千 胖子不停地大喊大叫着 但是却根本没有一点 能够反抗的余地 毕竟只要是稍微有点常识 刚刚一直在观看赌局的 就能够发现 这个胖子绝对出千了 那人朝着王毅微 微点了点头 便转身离开 并没有久留 沈亮看到这里 也彻底地明白了 王毅为什么从一开始 就有恃无恐的 王毅是故意想要 将动静给闹大一些 吸引过来那些赌场里面的明灯 也就是发现老千的专业人士 但那些明灯 也只是一些明面上的 还有一些暗地里 装成赌客混入其中的 这些人被称之为暗灯 故意闹大了动静 将这些人给吸引过来 同时也不断地引诱着胖子 让他不断地出千 这样必然会留下破绽 被这些人给发现 王毅的想法也很是简单 既然自己看不穿 对方的出千方式 那就解释 借用别的力量 捅破这个老千 行啊老王 这招是不是叫驱虎吞狼啊 沈亮将桌子上筹码拿起来 和王毅两人 朝着赵千和李游的方向过去 怎么样你们两个 赢了还是输了呀 赵千晦气地撇了撇嘴 妈的输了二十万 不是吧 这二十万对你老赵来说 能算什么呀 李游在一旁接话道 他那里是生气输钱了呀 他是气别人赢钱了 李游一脸戏弄地看着赵千 更气得赵千直直地瞪着他 赵千也不知道咋回事 自己压什么什么 就书搞得这个堵桌上的人 都明白了 他今天运气不好 所有的人都和他反着来 他压大对方就压小 他压小对方就压大 搞得整个堵桌上的人 全部都赢钱就他输钱 这他怎么可能会不生气的呢 行了老赵 赵千没想到沈亮居然赢了钱 但是听到今天对方请客 脸上也有了点笑脸 老子今天要点两个 行两个就两个 只要你身体还行 我给你点十个都没有问题的 沈亮冲着王毅使了个眼色 四人便朝着三楼的方向而去 听着沈亮和赵千他们之间的谈话 在想着要上去的三楼 就是个傻子也能够明白 这个三楼是个什么地方 他们来这里是做什么的 王毅伸手拉着沈亮问道 不是说有拍卖会的吗 现在怎么要上去了 沈亮见状黑黑笑道 拍卖会还早着呢 明天才会开始 今天先带着你们 好好地放松放松 沈亮说完 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又贴在王毅的耳边 小声地问道 老王你不会是 有什么情节 怕这里的女孩不干净吗 王毅只是笑了笑 虽然没有说 但是沈亮也能够看得出来 放心吧 这里的货色可不比外面 这里有专门的一批 没有开包的保证 让你满意的 沈亮说 完便拉着王毅 继续朝着三楼走去 他可不相信 王毅是一个不敬女色的男人 王毅在网络上的那些事情 又不可能是空穴来风 他沈亮就不相信 真的会有柳下慧 只要两个娇滴滴的 半遮半眼地 躺在你的怀里面 再坚定的柳下慧 也会变成柳下慧 沈亮熟门熟路地 找了一个包厢进去 自己转身 就去外面的服务台安排去了 没一会的时间 沈亮便返回了包厢里面 跟在他身后的是 各种各样的酒水 不是姑娘们吗 老赵你急个屁的呀 还不得让姑娘们打扮一下 沈亮一屁股坐在王毅的身边 几人打开酒水 颓杯换尘地喝了起来 没一会的时间 便传来到了敲门的声音 进来 紧接着包厢的门便被打开 一大群阴阴阴阴的女人 便走了进来 王毅眯起眼睛 看向这二三十个女人 满意地点了点头 确实像沈亮说的一样 这些女人都能够算上的是极品了 而且也的的确确的 都是零摔跤次数 这一点是骗不过拥有系统的王毅的 老王 今天你是客人 你先挑吧 沈亮说完 赵千和理由也没有意见 王毅也没有和他们客气的意思 在几个女人之中看了看之后 伸出一根手指转了个圈 这些女孩当即也明白了王毅的意思 四五个围一组的上前转了一圈 便退下换下一组上前 在全部人都回到原位之后 王毅指着其中的一个女孩说道 你 被指导的女孩 顿时嬉笑眼看地来到王毅的身边 端起一旁的酒杯 放到王毅的嘴边 王毅乐呵呵地 将酒杯中的酒抿了一口 这个女孩是一个俄国的女孩 身材十分地高条火辣 特别是那精致立体的五官 更是给王毅一种别样的感觉出来 让王毅没有想到的是 这里的女孩还真的是很全面 有着很多个国家的女孩 更是让人眼花缭乱 主人你好 我安娜很高兴 安娜用一口流利的华夏话 向着王毅做起了自我介绍 这点让王毅微微有些诧异 看来这群女孩 全部都是经历过专门的培训的 不然也不会这么的全面 更能够有着如此流利的华夏话 这点也让王毅很满意 他虽然上学的时候 英语也挺不错的 但是毕竟大学毕业之后 用到的机会就很少了 要是让他用英语和这种人交流 一定会很别角 老王 没想到你好这口啊 爱骑养马 沈亮和赵千里游三人 在一旁看着王毅 黑黑直笑着 老王你要是早说 我让老沈给你准备一匹黑马 不行了 更加的烈一些 用完了 还能给你摘一摘棉花呢 去你的 管好你们自己的得了 王毅美好气地瞪了他们一眼 一旁的安娜 也捂着嘴偷笑着 安娜自然是十分的激动和开心 他们能够登上这一艘船 做这个工作 自然就是早就做好了准备的 他们不求能够 遇到一个真心对他们的 只求能够遇上一个 长得不要过于丑陋的 毕竟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 每个人对于自己的第一次 都是会有一些情节在里面的 安娜之前在这里的一些姐妹 没有几个能够有像她这样好运气的 遇到了王毅这样一个 长相帅气的男人 更多的都是一些大富翔翔 长相丑陋的男人 他就是喜欢听你求饶的嚎叫声 只是为了这么一点虚荣的满足感 安娜很庆幸自己遇到的是王毅 可以让自己有一个难忘的第一次 毕竟他们完成了这一单的任务 就会下传这里的日子和生活 也将彻底地和他们说再见 所以安娜表现得很是贴心 不停地在一旁服务着王毅 争取能够让王毅最大程度的满意 王毅将安娜喂的一颗葡萄吃下 便再次地指向女孩之中 你过来 沈亮冲着王毅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顿时眼前一亮 行啊 你老王 没想到你还有爱国情怀呢 沈亮看着眼前穿着和服的女孩 忍不住地调侃着王毅 这个穿着和服的女孩 确实很漂亮 身材娇小 给人一种忍不住想要怜惜的感觉 让人生出一种想要保护她的欲望 沈亮都不敢想 这样的一个女孩 在你的怀中眼中勤满泪水 梨花带雨地喊着 哑麻爹该 能够给人提供多大的暴击几率 老王 你这身体能够受得了吗 要不这个就让我带牢吧 沈亮一脸奸笑地看着王毅 脸上满是调侃王毅的神色 去你的 想要自己挑去老子的能力 这种事情用不着你 沈亮灰溜溜地摸了摸鼻子 看着那个和服少女 缓缓地走到王毅的面前 少女站在王毅的面前 就那么柔柔弱弱地跪了下去 这一场面 将沈亮三人给看得激动了起来 他们之前怎么就没有发现 岛国的女孩 还有着这种的服务啊 我叫奈奈子 十九岁 奈奈子同样是一口流利的滑下雨 向王毅介绍着自己 王毅伸出手 将奈奈子的下巴给抬起来 那张带着淡淡妆容的脸蛋 更是让人看得心疼 少 奈奈子表情一愣 缓缓地将手伸向了王毅 王毅握着奈奈子的手 用力一拉 便将奈奈子从地上拉起来 王毅只感觉到一阵香气扑鼻 奈奈子整个人 都扑倒在了王毅的怀抱里面 整个人像是一滩水一样的柔弱 这一幕看得隔壁的三个人 更是牙痒痒的很 沈亮正准备将这些女孩给打发走 却听王毅让在等下 沈亮不可思议地看着王毅问道 不是吧 老王你还要挑啊 能够忙得过来吗 王毅笑了笑没有说话 他确实能够忙得过来 不过这一次不是给自己挑的 王毅拿出手机发送了一条短信 没有疑惠 房间门便再次地打开 王毅看向张三道 这里面你随意挑几个 自己找房间就行 张三点了点头 也没有跟王毅客气 直接便搂着两个女孩 离开了包厢之中 这一幕再次地震惊了沈亮三个人 他们都是和王毅一起上船的 整整一天的时间中 都没有发现他们的身后 居然还跟着另外的一个人 而且看样子 还是王毅的一个私人保镖 保镖这种东西 他们自然也可以拥有 但是像张三这种的 能够隐蔽到这种程度的 的确是不多见的了 几人也只是微微有些诧异 但是并没有过度地询问 毕竟这种事情他们都清楚 问得太多反而有些越界了 等剩下的所有的女孩离开之后 四个人在房间里面不停地喝着酒 另外的八个女孩 便在一旁一直陪笑着 时不时地还会主动到前面 给他们表演一下节目 跳个舞 唱个歌什么的 等到几人都喝得差不多了 沈亮他们三个人 便开始挑逗起来了 旁边的两个女孩 一个个左拥右抱的 双手不老实地 在两个女孩的身上 不停地探索着 终于赵千忍不住地站了起来 曹老子是要回房间里面了 你们继续喝着吧 说完他身边的两个女孩 便站了起来 扶着赵千离开了包厢里面 嘿嘿 两位哥哥 我也就先回去了 等赵千走后 一旁的理由 也忍不住地起身 和王毅两人打了个招呼 离开了包厢 哈哈 这两个小子真没有出现 这么快就把持不住了 沈亮举起酒杯 看向王毅说道 来 老王咱们俩接着喝 不用管他们 王毅笑着同样举起酒杯 和沈亮碰了一下 将酒杯中的酒 给一饮而尽 沈亮将酒喝完之后 正准备再次的倒酒 却被王毅给拦了下来 老王 你这是什么意思 王毅笑着说道 擦 沈亮抱了一句粗口 走走走 赶紧走老子 我自己喝 王毅看着沈亮不停地摆手 也没有和他客气 直接搂着身边的两个女孩 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 沈亮看着离开的王毅 独自将面前的酒一饮而尽 美好气地 又给自己倒满了酒 旁边的两个女孩 便主动地举起了酒杯 亮哥别喝闷酒啊 我们两个陪你喝 对啊亮哥 还有我们呢 沈亮直接将无视了两个女孩 自己将酒给喝完之后 板着脸说道 你们先去房间里面等我 我等下回去 两个女孩见沈亮有些不对劲 也不敢酒流遍 起身朝着沈亮早就准备好的房间去 等女孩走来之后 沈亮嘴里骂骂咧咧地 又喝了一大杯酒 草一个个都这么猛 迟早死在女人的肚皮上 沈亮叹了一口气之后 默默地从口袋里面 掏出来了两粒药丸 他拿起一旁的酒杯 将其中的一粒药丸给服下之后 犹豫了一脸 沈亮思索了一会之后 再次地把另外的一粒药丸 也给吃了下去 吃完之后 他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 等待着时间的流逝 让子弹飞一会 王毅推开房间门 奈奈子的身体 像是没有骨头一样的 跪倒在了地上 他跪在地上俯下身子 将王毅的鞋子给脱下 并为王毅穿上了拖鞋 随后才站起身 被王毅用力地抱在怀里面 两个女人坐到床上 没有一丁点的反抗 只不过脸上的红韵 表示出了两个女人心中的 那一点点的羞愧 不过还是安娜比较热情一些 这就像是他们基因里面 所包含着的血统一样 他主动地上前 将王毅的衣服扣子解开 动作十分地迅速 像是十分地急不可耐一样 王毅心想 这要是让一旁的奈奈子来的话 他一定会十分地轻柔 这种的才 更像是一种别样的魅惑感 而安娜则是充满了 俄国女孩特有的野性感觉 第二天一大早的时间 王毅便和沈亮在甲板上钓鱼 早上的威风十分地舒适 让人感到 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沈亮看向王毅身旁的两个女人 一个热情似火 如胶似漆地黏着王毅 不停地照顾着王毅 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 而另外的奈奈子同样脸 还笑意地看着王毅 显然是对于昨天晚上十分地满意 原本他们就是扶贫一般的女人 他们的生活和选择 本来就不是自己能够做主的 能够遇到王毅这样的男人 已经很是难得 再加上王毅如此的强壮 他们更是欣喜不已 他们现在只希望 能够在离开王毅之前 再给王毅留下足够好的印象 这样他们也算是知足了 奈奈子一脸崇拜地看着王毅 他们倒国的女孩 是出了名的牧强 更何况是王毅这样一个 能够带给自己极致体验的强者呢 王毅看向一旁的沈亮问道 他们两个呢 怎么没有过来 嗨嗨 他们两个昨天晚上 被我给折磨得有点惨 走路不方便你懂的 王毅看向沈亮满脸营笑的样子 无奈地撇了撇嘴 我是问赵千和李游他们两个人 你在说什么 沈亮脸上的表情顿时尴尬住 他打了几个哈哈 试图打消自己的尴尬 他他们两个 肯定是没有我这么强的战斗力了 现在估计累的趴在床上下不来了 沈亮见话题成功地被转移开 顿时松了一口气 生怕被王毅发现了什么 呵 老王别的 我不敢说 钓鱼这方面 我可是一把好手 卧槽 不等沈亮将话说完 便看到一旁的王毅开始收干了 一条足足半米长的金枪鱼 被王毅给收了上来 沈亮嘴里面剩下的话 也没有再说出来 妈的老王不是说他第一次钓鱼的吗 怎么这小子 就连运气都这么的好啊 我太难了 沈亮这时真的是欲哭无泪 他甚至开始十分地想念起来 赵千和李游两个人了 毕竟 只要这两个人在这里 就不会显得 他像是一个废物一样 这就是有人能够衬托的好处啊 王毅两人在甲板上 钓了三个小时的鱼 赵千和李游才 打着哈欠地走了过来 不是吧 温柔香 你们都不多待一会的吗 钓鱼这种事情 什么时候不能做呀 赵千实在是不懂这种钓鱼的乐趣 在他看来 这简直是太无聊了 往那一坐 就等着于上钩 他可是没有那个耐心在里面 你你懂什么 吴北当自强 怎么能天天地沉醉在女人的怀里面呢 我们要奋发图强 不能让人只觉得 我们是顽固子弟 不学无数的好不好 沈亮的话 让王毅微 微侧目看向对方 他没有想到 这个沈亮看起来有些不着调 但是还能说出来这样的话 但是有点小看他了 沈亮见王毅朝着自己看过来 顿时有些心虚的了起来 老王你用这样的眼神看我干嘛 我又不是妹子 则啊 还是个死丸酷 王毅收回刚刚对沈亮的看法 继续专心钓鱼 沈亮见王毅没有再看自己 这才松了一口气 难不成老王这个家伙 发现了什么不成 沈亮心中有点犯嘀咕 慢慢的心情越来越烦躁了起来 沈亮将一旁的钓鱼竿一扔 不耐烦地说道 不钓了不钓了 走吃饭去 王毅见状也只好将鱼竿给收好 带着安娜和奈奈子两个人 朝着食堂的方向而去 赵千和李游 对于沈亮的这种脾气 也早就是习惯了 并没有说什么 反正他们也不喜欢钓鱼 也刚好觉得有些饿了 便跟着几人一同去食堂 吃什么 沈亮问向王毅 一旁的赵千却突然地蹦了出来 生蚝腰片烤腰子烤韭菜 沈亮的脸色越发地阴沉了下来 妈的 这群狗东西 是不是看出来了点什么呀 你们故意这么点猜的吧 是不是没完没了了 几人在食堂吃完饭 王毅几人也不知道为什么 沈亮总是一副闷闷不乐的表情 好像他们几个人 把他给怎么样了一样 等到吃完饭 几个人又回到了房间休息了一会 期间沈亮想要拉着他们出去 再玩两把 可是都被这些人给拒绝了 理由也是很简单 他们要投入温暖的怀抱里面 沈亮没有办法 只能助他们加进人王吧 等到晚上八点 钟沈亮准时地 按个敲响了他们的房间门 将这些众色亲友的家伙 全部给薅了起来 怎么了 老沈找我们干嘛呀 赵千一脸不情愿地 看着面前的沈亮 他刚刚操劳了一下午的时候 刚刚才睡着 就被沈亮给叫起来了 他甚至都有些起床气了 干嘛干嘛 你忘记 我们来船上是为了什么了 沈亮美好气地瞪了赵千一眼 看了一旁神采艺的王毅 那么王毅为什么 还能够有这么好的精神镜头 赵千撇了撇嘴 看了一眼万表 卧槽 快八点了 拍卖会要开始了 你看娘的还知道 我们是来参加拍卖会的呀 赶紧的吧 四人一行 急忙朝着拍卖会的大厅赶了过去 推门而入 现场当中 光线十分的灰暗 想必是有些人不方便露面 担心被认出来 所以主办方特已将光线调暗 这样的话 也不会出现太多的问题 毕竟这是一个地下的拍卖会 对于一些保密工作 还是要做到位的 王毅四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坐下等待着拍卖会的开始 老王等下你有看上的拍卖品 就尽管的下单就好了 完全不需要 因为我们想要 就故意的让给我们的 毕竟拍卖会就是要价高者的咯 王毅听到沈亮的话点了点头 他原本还想着 是不要夺人所爱的好 但是既然沈亮这么说了 那他也就没有和他们客气的必要 不知道老王你都喜欢些什么 我今天可是冲着那辆跑车来的 赵千一脸激动的说着 他早就知道 今天的拍卖会会 有一辆限量的跑车进行拍卖 所以 他从很早便开始在攒钱 就是为了这次的拍卖会 为了能够将这辆车给拍下 他可是连续两个多月的时间 都没有去把妹 要不然这次的沈亮请客 他也不会这么的激动点了两个妹子 甚至都不想要从床上下来 跑车吗 如果这辆车我有的话 就一定不跟你抢了 王毅淡淡地说道 可在赵千耳朵里面听来 就是王毅会出价 不过赵千也没有在意 毕竟这辆车的价格 可真的不是一笔小数目 哪怕是王毅这样的人 如果不是提前做准备的话 估计也是很难能够将其拿下的 要不然 他也不用提前戒色两个多月的时间了 好了老赵 拍卖会的规矩价高者得了 沈亮美好气地提醒的赵千 生怕他坏了规矩 知道了 我又不是不明白道理的人 几人又闲聊了几句 很快拍卖会正中央的追光打下 照在一个身材曼妙的女人身上 女人的身材极为性感 脸上还带着一个黄金的半脸面具 但是仅仅只是 露出的那精致的下额线 便能够感觉得到 这一定是一个顶尖的美女 女人在台上微微鞠躬 声音清晰地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当中 各位好 我是今天的拍卖师蒂娜 接下来的所有藏品 将由我来为大家介绍 蒂娜站在台上 将本次的拍卖会规则 给大家讲完之后 便开始了拍卖 前面的两个拍卖品 都是一些小玩意 无非就是一些古董花瓶之类的 像沈亮 赵千 李游他们对这些东西 根本不感兴趣 王毅也是在一旁懒得出价 不过在场的一些上了年纪的 却尤其的爱好这些东西 所有每件拍卖品 最后的拍卖价都是很高的 最起码王毅觉得 那些东西 还是值得那个价格的 好了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块万表 蒂娜充满诱惑力的声音 传到每个人的耳朵当中 李游听到之后 不由得地坐直了身子 直直地看着厂中央的蒂娜 李游就是一个万表的爱好者 家里面甚至专门地腾出来了一个房间 用来收藏这些万表 像是一些古董表 他更是喜爱的不行 只要听到相关的产品在售卖 李游都会出手将其买下 这也是最让赵谦羡慕的一点 这个李游家里面 不仅没有反对李游去收藏这些 反而相反的是 十分地支持他做这些事情 说是什么男孩子 就应该有一些爱好 而且收藏万表 也算不上什么不良嗜好 总比当一个败家子要好得多 这一点可真的是气死赵谦了 人比人怎么就能差别这么大的呢 这块万表 是百达斐力的 Ref3449月相表 随着蒂娜的声音出来 所有人的视线都朝着他的方向看去 一个李游小姐 拖着一块被红布盖住的托盘走了上来 将其放在了蒂娜面前的桌子上 随着蒂娜将红布揭开 一块精美的手表 便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这块万表 是百达斐力1961年制作而成 手动上弦万年利月相表 全球仅仅只有三块 李游听到蒂娜的介绍 不由地将身子都坐直了起来 她目光炯炯地看向 那只万表眼神之中 充满了热爱的神情 这种限量款的名头 是任何一个收藏家都忍受不了的词汇 更何况是这种全世界 仅仅只有三块的万表 这种对于李游的吸引力 简直就可以说得上是 BUFF叠满了 这块万表的起拍价是1500万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万 蒂娜的声音刚刚落下 一旁的李游 便立刻地举起了手中的号码牌 好的 这位先生出价1600万 厂商自然不仅仅只有李游 一个人看上了这块万表 想要的人 还是不计其数地 举起手中的号码牌 仅仅是短短的三分钟的时间内 这个万表的价格 便已经被抬到了5200万的价格 拍卖会当中 自然是存在着拍卖会的自己人 他们的存在 就是将一些拍卖品的价格 给抬高一些 以此来卖出更好的价格 如果有些人实在是出价太低 甚至是没有人叫价 他们宁可 将这个拍卖品拍到自己的手中 等待下一次的拍卖会 再次地出手 在他们的眼中 没有不值钱的拍卖品 只是他还没有遇到 懂他的买家而已 7000万 理由再次地叫价 将在场的所有人都给镇住 短时间之内 其他的买家 居然没有一个继续跟的 这个价格 已经远远地超出了这块万表 在这群人心中的价值了 好的 7000万一次 还有想要更高价格的吗 这可是全球限量三块的万表 真的是非常有收藏意义的一块万表 蒂娜还在不断地介绍着这块万表 想要看看 有没有更高的出价者 7000万第二次 7000万第三 8000万 华 所有人都震惊地看向 这个出价者 在他们的心中 这个人一定是疯子 这块万表的价格 最多也就是6200万的样子 居然有人出8000万买下来 这个家伙是不是真的不懂货啊 李游尴尬地笑了 笑看着身旁的王毅 老王 你这个价格买下来 可是要吃亏的 王毅也只是笑了笑 我不知道每一个东西的价格 到底是多少 但是我只懂得 如果有人想要 那它的价值 就觉得不止这么一点 更何况是老李你的眼光 我可是很相信的 李游眼神一亮 没想到最懂自己的 居然是王毅这么的一个门外汉 一个根本不懂得万表的人 李游叹了一口气 再次地举起手中的号码牌 8100万这位先生 出价8100万 还有要加的吗 9000万 华 几乎是蒂娜声音刚刚地落下 王毅的声音 便再次地传来出来 直接加价到了9000万 李游苦笑着摇了摇头 并没有说话 这位先生真的是好眼光 不知道还有没有要继续加价的 蒂娜等了一会 也没有见有人继续地加价 便继续地说道 9000万第一次 9000万第二次 老李你不加价了 赵谦看着李游轻声地问道 李游摇了摇头 不了 这已经远远地 超出了这块表 在我心目中的价值了 而且 我可没有这么多的资金 李游没有开玩笑 哪怕他有钱 也不会再继续地加价 他虽然是一个万表的收藏家 但他更是一个生意人 没有一个生意人 会购买一个远远超出价值的商品的 9000万第三次恭喜这位先生 成功拍下我们的这块 百搭菲力的万表 紧接着 下一个拍卖品轮番上阵 王毅看到一些喜欢的 也都出手将其买下 一对珍珠耳环 还有一些珠宝项链之类的王毅 都统统地买了下来 家里面的那些姑娘们 是应该好好地犒劳一下了 不能只让马跑不给马草啊 赵谦在一旁看着王毅 像是在赶大吉一样的 不停地出手 将各个拍卖品买下 心中越发地高兴起来 在他看来 王毅这样的一个花钱方法 恐怕很快就会花完他的流动资金 这样的话 等下的那辆限量跑车 王毅就绝对地抢不过他的了 毕竟他这次 可是做足了十足的把握的 老李啊老李 要怪就怪你的万表 出来的太早了吧 赵谦心中偷乐着 没想到 仅仅是理由的一块万表 就让王毅少了九千万的资金 再加上刚刚王毅买的一些 七七八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已经花费了有两亿多的资金 真就搞不明白 王毅买这么多的东西 是为了什么 还都是一些女人的玩意 赵谦无语地撇了撇嘴 他实在搞不懂王毅这个人 很快 他的眼睛再次一亮 看向了台上 只因为此时的台上 缓缓地驾驶上了一辆跑车 这辆跑车通体由玫瑰金 加青铜色搭配而成 在光线的照射下 还能变换成不同的颜色 赵谦这个爱车人士 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辆车是劳斯莱斯福尹 在2022年埃斯特庄园优雅竞赛上 展示的新配色方案 看上去就给人一种 优雅和豪华的龟七感觉 这辆车 想必大家也都有了解 劳斯莱斯福尹 全球限量四辆 搭载着675升 双涡轮增压V12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563马力 最大扭矩850牛米 配备了8速自动变速器 及四轮驱动 蒂娜在台上如鼠家珍一般地 将这辆车的各个性能和特点 统统地说了出来 赵谦在台下听着是越来越激动 仿佛蒂娜每一句的介绍 都让她心动不已 这辆车的官方售价是2800万美金 折合人民币是1亿9880万元 我们本次的起拍价为2亿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万元 蒂娜的话说完 整个现场鸦雀无声 一时间竟然没有一个 想着要出价的 只因为这个价格 实在是超出了他们的接受范围 再加上这里的年老者居多 大多数的人 还是更加地喜欢古董花瓶 万表这一类的 像是跑车这些的 早已不是他们能够接受的 蒂娜没想到 现场的反应居然会这么地差劲 她继续开口说到2亿的价格 确实有一些偏高 但是大家也想必 都有过一个远航的梦想 如果有一个能够 为你实现梦想的工具 那想必就一定是 这块劳斯莱斯福影 它不仅仅只是一辆车 更像是你的朋友一样 蒂娜不停地蛊惑着 这些人出价 可说了半天 始终没有人出价 蒂娜暗暗有些着急 便偷偷地打了一个手势 拍卖会藏在会场当中的 拖利马便站了出来 2亿1000万 这个价格一出来 蒂娜的脸色 也稍微缓和了一下 但是却还是没有能够静下心 因为如果还是 没有人出价的话 这两劳斯莱斯福影 便只能回到拍卖会 自己的手里面 等着下一次的拍卖 这种留拍的事情 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更何况是一个价格 高达2亿的拍品 但是蒂娜却不允许 这样的事情 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她可是这里 最有名的拍卖师 每一次的留拍 都会让她感到 自己能力的不足 更会被一些同行所笑话的 蒂娜正准备在说些什么 催动一下这些人 让其加价 却突发看到 有人举起了手中的号码牌 2亿1000万 一群人纷纷回头 看向叫价的人 想要看看 到底是谁出的价格 居然连拍卖会 这样的一点小把戏 就给骗到了的 出价的人自然是赵谦 这个起拍价 她也是早就有了预测的 毕竟她就是冲着 这辆劳斯莱斯福影来的 早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她进入拍卖会之后 便没有敢拍卖 任何的一个拍品 就是为了能够 在最后的关头 将这辆劳斯莱斯福影 给拿下的 这位先生真的是很懂 这辆车绝对能够 值得您的喜爱的 好的 还有要出价的吗 这可是 两亿五千万 蒂娜的话还没有说完 便看到之前的那个人 居然再次的 举起了手中的号码牌 这个人蒂娜有影响 从一开始 就在不断的出价 更是将这场拍卖会的 三分之一的拍卖品 都拍了下来 蒂娜心中一喜 同时有两个要出价的人 那就证明 这辆劳斯莱斯福影的价值 远远不止于此了 赵谦看向一旁的王毅 没想到王毅 能够再拍下 那么多的东西之后 还能有这么多的钱 这个王毅 简直就像是 根本不心疼这些钱一样 根本就没有要收手的意思 两亿六千万 两亿九千万 几乎是在赵谦叫价的 同一时刻 王毅再次的举起了 手中的号码 排叫出了自己的价格 这一情况 将在场的所有人 都给震住了 三个亿的拍品 这在整个世界 都是很少见到的场景 没想到 居然在这里 让他们给碰到了 这些人也喜滋滋地 看着他们 准备看一场好戏 赵谦顿时愣住了 他没想到 自己做了这么久的准备 却还是比不过王毅 三亿两千五百万 赵谦再次的出价 这也是他最后的一次出价 因为这是他目前 能够拿出来的所有钱了 如果王毅再次的叫价 他根本没有办法 再次的加价了 王毅笑了笑 看了一眼 赵谦再次的举起了 手中的号码牌 三亿三千万 王毅这一次 并没有加价太多 因为他已经看得出来 赵谦不可能再加价了 这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因为如果这些不是的话 他不可能还有个五百万的零头 所以王毅便只加价了五百万 这样也不会花费太多的钱 毕竟能省下一点是一点 就算他的钱是大风刮来的他 也不是一个大冤种 三亿三千万第一次 三亿三千万第二次 三亿三千万第三次 成交 随着蒂娜手中的锤子 重重地落下 王毅也成为了最后的一位买主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王毅成为了这场拍卖会中 最为聚焦的人物 行了老赵 我们和老王这种土大款 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这种人简直就是怪物的咯 沈亮在一旁 安慰着有些难过的赵谦 话里面的意思 好像他们三个 就不是的土大款一样 赵谦一脸的失望 没想到自己准备了这么久 却还是没有能够拍下 王毅从座位上站起来 低头看向赵谦说道 行了老赵 之前不是说 可以让你去我车库 任意挑选一辆车的吗 赵谦不明所以的 抬头看向王毅 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说这些 却见王毅继续说道 这次就让你 开着这辆劳斯莱斯福音怎么样 这辆车就让你开一个月先玩玩了 卧槽 当这么一副 赵谦一脸激动地看着王毅 脸上满是激动的表情 他没有能够想到 王毅居然直接把这辆车 给他先开一个月的时间 这简直比他直接买下来还要赚 毕竟这种车子 必然是不可能天天开着上路的 因为这种车子只是收藏品 你要是天天开 那真的后期的保养价格 更是一笔不小的价格 简直就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得住的 而王毅直接就答应给他开一个月 这就说明 他是白捡了一张月费体验卷了 当然是真的 我骗你干嘛 等我们下船了你 直接开走就行了 王毅笑着说道 这些他并不在意 他总不能看着 接下来在船上的这几天 老赵都是一脸不愤的表情吧 再说了 新车的第一个月都是磨合器 这个时间段的发动机 开着是最难受的一个阶段 刚好可以让赵谦给自己磨合磨合发动机 行了老赵 这下开心了吧 沈亮上前揽着赵谦的脖子 既然这么的高兴 今天晚上就有你安排了 当然 今天的所有一切 我来买单 赵谦高兴的说着 一脸的兴奋 很快便有一些的工作人员 上前和王毅进行交接 在下船之前 这些拍卖品 还是由他们来保管 以防出现意外 这种事情 王毅也当然没有意见 毕竟在这艘船上 什么人都有 保不齐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而拍卖会 既然能够赶在这个地方开拍卖会 那就一定有着全面的安保和保护办法 交给他们来保管 是再合适不过的事情了 接下来 王毅便将所有的钱给父亲之后 又给了他们一个地址 让他们靠岸之后 将所有的东西 送到天府城之中 王毅可不想 到时候大包小包的 提着一大堆的东西下船 对他来说 实在是太麻烦了一些了 紧接着 王毅四人便走出了拍卖大厅之中 朝着三楼的方向而去 经过长达四个小时的拍卖 他们早就饿得不行了 都已经凌晨十二点的时间 几人让服务员给安排了一些食物 送到了包厢之中 四人在船上潇洒快活地 玩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船才终于返航回到护城 王毅几人下车之后 他的那些拍卖品 也全部由工作人员 给安排送到家里面 老王 那我可就真的不和你客气了 赵千看着眼前的劳斯莱斯福 连视线都磨不开 紧紧地盯着 客气什么 想要开就直接开走 你要是在这么婆婆妈妈的 那我可就要反悔了 别别别 谁反悔谁是孙子 赵千说完不敢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地上车将车开走 尾灯的劳斯莱斯福尹说道 行了 老你坐我的车我送你回去 嗯 王毅点了点头 坐上了沈亮的车 在和理由打了声招呼之后 便朝着天府城的方向出发着 王毅本身就没有开车 来的时候就坐着沈亮的车子 刚好两个人住在一起 也顺路方便一些 老王你家里面 到底是做什么的呀 居然这么的有钱 你小子花这么多钱 眼睛都不带眨的呀 沈亮确实很好奇 王毅到底是从哪里出来的 护城什么时候 出现了这么一号的人物 他居然一点也不知道 按照沈亮的猜测 王毅应该是其他省份 哪个家族的公子哥 要不然 不可能他就一丁点的消息 都找不到 王毅撇了撇嘴 打了的哈哈说道 我家里面就是个重地的 能有什么背景 穷小子一个罢了 去你的吧 你要还是一个穷小子 我们几个就是抽药饭的了 沈亮见到王毅不想说 也就没有继续问下去 但是想要让沈亮相信 王毅家里面真的是重地的 他就是一个穷小子 就真的是打死沈亮 沈亮也不肯相信他的说法 哪有谁家重地的 能够有这种花钱的方法的 家里面难不成能种出来金子 可王毅也实在是没有办法 和沈亮说这些 难不成告诉他自己 有一个系统 钱只会越花越多 能够永远拥有花不完的钱吗 这种话说出去 只怕沈亮会更加的不相信 还觉得自己顺便找一个理由 糊弄他的 甚至都有可能把王毅 当成精神病 有什么异想天开的病 给自己关进精神病院里面 唉 我也想要真诚的 但是现实他不允许啊 沈亮见王毅不说话 还以为王毅是在为那两个女孩 觉得有些不舍 行了老王 你要是真的守不得那女孩 我找人帮你打听打听不就行了 王毅顿时便有了精神起来 王毅坐起身子 看向开车的沈亮说道 真的 你有办法找到他 沈亮没想到 只是两个女孩而已 王毅居然能够这么的激动 虽然有些难办 但是这种事情 对于沈亮来说 还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 不就是两个陪酒的吗 在船上他们接过课之后 便会离开 那因为他们对于这个搜船 已经没有任何的价值了 沈亮健壮也有些奇怪 咋了 你不相信 我能够找到他们两个呀 不是 王毅一脸懒得搭理沈亮的样子 让沈亮突然像是想到了一些什么 他惊讶地看向王毅问道 老王你别告诉我 你想找到的女孩子 不是这么两个人啊 嗯 确实不是他们两个 安娜和奈奈子 虽然是挺不错 也十分的听话 但是对于王毅来说 也只不过是 临时欢欢胃口之类的而已 并不是 能够让他想要办法去寻找的女孩 毕竟 他身边的任何一个女孩 王毅无所谓地看着沈亮 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的震惊 王毅从一开始 看到那个女拍卖师的时候 就有一种悸动的感觉 虽然对方戴着面具 但是系统打出来的分数告诉他 这个蒂娜绝对是一个数一数二的大美女 而且再加上对方这种戴着面具的感觉 更加地给了王毅一种想要探知的欲望 原本在船上的这几天 王毅就想要找个机会 认识一下这个蒂娜 可惜的是 自从拍卖会结束之后 这个蒂娜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无论如何 也根本的找不到对方的身影在那里 问了一下拍卖会的举办方 会对方在拍卖会结束的第一时间 就坐着快艇离开了 而且无论王毅用什么办法 对方就是不肯透露出来 一丁点蒂娜的信息 王毅对于这个女人住哪里 去了哪里 做什么的 统统都不知道 更加也不知道 到底要上哪里去找到对方 老王 不是我不肯帮你这个忙 而是这个蒂娜 我还真的就没办法帮你找到她 王毅没有想到 沈亮居然说自己找不到对方 要知道 这个沈亮可是金泰集团的公子哥 虽然他们的大本营不在护城 但是在护城的人脉 也自然是不容小觑的 可居然找一个拍卖师都找不到 这种话 还是从沈亮自己的嘴里面说出来的 看来这个女孩的身份 还真的是不太一般的 沈亮叹了一口气 继续地说道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 对这个蒂娜感兴趣的呀 每一个上了船的男人 在见到她的时候 都想过要找到对方的信息 哪怕只是吃一顿饭都可以的 但是 你猜猜看怎么着 愣是没有一个人 能够约到这个蒂娜的老王 你可要知道 在这个船上的人 都是一些个公子哥 可这群人愣是 没有对方的一丁点的信息 你说就这样的一个女人 能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的吗 王毅点了点头 看来每次的拍卖会 这个蒂娜都会出现在这个船上 而对方之所以会这么早的 就直接离开 肯定也是之前有一些的公子哥 对他造成了一些的困扰 所以对方才会没有任何停留的 在拍卖会结束的时候 就乘坐快艇离开这里 沈亮开车带着王毅 一路回到了天府城之中 等到的时候 也已经是晚上十一点钟的时间 沈亮原本还想带着王毅 去附近的酒吧坐一下 但是看王毅的样子 显然是没有这个心情 估计还是在想着 那个叫做蒂娜的拍卖师女孩 王毅从车上下来之后 便静止地回到了自己的家里面 在别墅的大厅之中 早就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包裹 想必就是拍卖会的人给送过来的 王毅懒得理会 任由这些东西堆放在了大厅之中 王毅只觉得有些太累了 想要好好地休息一下 这些天在船上面 虽然没有吐出来 但是多多少少 还是会有一些头晕恶心的感觉在的 王毅回到卧室 甚至连灯都没有打开 直接脱掉鞋子 便直接地躺到床上准备睡觉 迷迷糊糊的王毅 便直接地躺在了床上 直接就闭上眼睛准备睡觉 啊 一声尖叫声从一旁响起 吓了王毅一跳 王毅顿时从床上蹦了起来 伸手将房间灯给打开 王毅只见一个浑身不着片履的女人 躺在自己的床上 由于刚刚的惊吓 已经劈头散发的 看不清是谁 你是谁 在我家做什么 王毅可真的是被这一声尖叫声给吓了一跳 震得整个耳朵都有些感到生疼 对方听到王毅的声音 有些愣住了身 在看清是王毅之后 突然好像有些激动的感觉 对方也不管身上有没有穿衣服 直接就下了床朝着王毅跑了过来 对方双手紧紧地抱住王毅 用力地嗅着王毅身上的味道 王毅这时才从对方的身材上 辨别出来这个女还是谁 萌萌 你怎么在这里啊 王毅不说还好 一说萌萌 就显得有些不开心的感觉 哼哼 林月蒙冷哼了一声说道 你还好意思说 得到了人家 是不是就不想负起责任了呀 啊 我没有啊 干嘛突然这么说 林月蒙松开玩意 独自地坐在了床上 一脸忧怨地看着王毅 你还说呢 自从上一次 我从你家离开之后 你就再也没有找过 而且还天天地 带着各种各样的女人去公司转悠 我看你就是成心的 王毅见林月蒙越说越是激动 尴尬地笑了笑说道 这不都是为了工作的吗 而且 他们都是咱们公司要签下的一人 不去公司 签合同 哪去哪里啊 哼 工作这么说 咱们两个之间 也是为了工作了 你和我在一起 也只不过是想要找一个廉价的劳动力 好让你自己舒舒服服地 当一个甩手掌柜是不是 王毅没有想到 这个林月蒙巴巴的这么快 好像突然 从那个害羞羞涩的小姑娘 又变回了第一次见面时候的 那个嘟嘟逼人的小女孩了 怎么会 我们之间的感情 你还不清楚吗 他们又怎么能够和你比的呢 王毅知道林月蒙 也只不过是太久 没有见到 自己有了一些怨气而已 女孩们生气了之后 耐心地哄一哄就行了 难不成 还真的能分手不成啊 切 嘴上说得好听 本来你带着这些女人去公司 也没有什么的 好歹我还能见上你一面 可你倒好 最后也直接不去公司了 直接完失踪 一连十几天没有消息 林月蒙也只是太想念王毅了 但是又摸不开面子 直接说 只能用这种抱怨的方式 来告诉王毅 自己也想要多得到一些对方的爱 谁知道林月蒙说完之后 王毅不但没有悔意 反而还在那里黑黑地笑着 你笑什么笑 留下我一个人 你很开心是不是 王毅没有说话 找了一件睡衣 披在林月蒙的身上 便带着林月蒙朝着楼下走去 林月蒙顿时就有些慌张了起来 王毅这是要做什么 他还要赶我走吗 我刚刚说话 好像确实有些过分了 我现在道歉还来得及吗 林月蒙的脑海中 闪现过去了无数种的可能 无数种的猜想 越想越是可怕 越想越是心惊了起来 他刚刚只是徒一时的嘴快 但却没有想到变成这个样子 他现在后悔极了 林月蒙刚想要开口道歉 却见王毅直接地 做出了一个噤声的动作 林月蒙一时之间 有些搞不清楚 王毅到底想要做什么 只能跟着王毅下了楼 来到了一楼大厅的位置 他看着眼前大大小小 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箱子 有些好奇 不知道里面是一些什么 王毅在这一堆的箱子里面 挑选出来了一个 递到了林月蒙的手中 打开看看 林月蒙愣了一下 但还是听从王毅的话 找到一个刀子 将包裹的风箱给打开 等完全打开之后 发现里面居然是一个紫色的手镯 即便是在晚上的情况下 依旧能够看得出来 这个紫色的手镯 重水有多好 林月蒙脸上一洗 随后便开始不断地抽叶了起来 没有一会 便看到痘大的眼泪 从眼角上滴落下来 林月蒙挖的一声 便哭了出来 上前用力地将王毅给抱住 鼻涕眼泪的 全部都擦在了王毅的衣服上面 王毅哭笑不得地 将林月蒙的头给抬了起来 傻丫头 你哭什么哭啊 林月蒙鼻子一抽一抽地说道 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呢 王毅再次地将林月蒙 给抱紧轻轻地说道 我怎么会不要你了 只要你想要 在我的身边 无论多久都可以 我这次出去 就是想要去给你们买些礼物 好好地犒劳一下 你们这段时间的辛苦的 王毅指着地上 大大小小的包裹 说到这些东西里面 你随便挑就是了 剩下的再给他们 王毅的话 让林月蒙破体微笑 双手不停地 锤打在了王毅的胸口 可恶可恶你就会欺负我 王毅一把抓住林月蒙的手腕 我这也算是欺负你啊 在王毅的一通甜言蜜语之下 林月蒙很快就开心了起来 缠着王毅说什么 都不愿意离开 王毅一把将林月蒙给抱起来 在对方羞涩的表情之下 重新地再次地回到了卧室里面 林月蒙自从王毅离开的第三天开始 便开始不断地思念着王毅 每天见不到王毅的他 便觉得心里面空落落的 就连白天的工作 都没有一丁点的精神在里面 有一天晚上 他怎么也睡不着 便决定下楼溜溜弯 鬼使神差地 就走到了天府城的门口 还好这里的保安认识他 直接地就放他进来了 不知道怎么的 林月蒙躺在王毅的床上的时候 居然睡得格外的香甜 从那之后 林月蒙从公司回来 便直接地来到了天府城 躺在王毅的床上睡觉 直到等到了王毅这次回来 虽然闹出来了一丁点的乌龙 但是这些 对于王毅的回来来说 根本就不算得上什么 林月蒙依偎在王毅的怀里面 安静地睡着觉 他能够看得出来 王毅这一次的确非常的疲惫 不然也不会一回来 就直接地睡觉 虽然他也很想要做点什么 并且在王毅不在的这几天 他也没有少躺在王毅的床上 闻着王毅的味道 自我开导 但是此刻 他却完全地没有了那种想法 他只想让王毅安安稳稳地 睡一个好觉 林月蒙看着熟睡的王毅 脸上满是幸福的表情 一大早上 王毅便感到身体有些不对劲 惊醒地他睁开眼睛 看着被子里面 不断上下起伏着的地方 一把将身上的被子掀开 等被子打开的一瞬间 王毅便看到林月蒙 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便低下头继续 你你这是干什么 林月蒙停下动作 看着王毅一脸可爱地说道 老公不喜欢我这样叫你起床吗 王毅突然直觉感到大脑充血 甚至有些地方 充血更加地严重了起来 叫我起床 我还是更加地喜欢你叫床 不过还没有等王毅说出口 林月蒙便感到了王毅身体的变化 他娇称地瞪了王毅一眼 便继续地忙活了起来 王毅也并没有打扰对方 仰起头享受着林月蒙带给他的服务 不知道过了多久 王毅也感到有一种浑身轻松的感觉 林月蒙舔了舔嘴角 将被子重新地给王毅盖好 老公好好地继续睡觉吧 我要去上班了呢 林月蒙说着便想要转身离开 却被王毅一板地抓住 怎么 勾起来 我的火就想要这么轻易地离开 林月蒙的眼角闪过一丝的脚霞 但又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说道 可可我还要去公司呢 若雪姐他们还在等着我呢 王毅却丝毫不管不顾地 直接将林月蒙给抱上床 上下起手着 什么工作这么重要 你现在最要紧的工作 就是好好地陪陪我公司那边 和若雪说一下 就说你身体不舒服 不就好了 林月蒙眨眨巴着眼睛看着王毅 老板公然让员工矿工 这样子真的好的吗 公司是我的 我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王毅说着 便再也压不住身体当中的火焰 直接地将林月蒙身上 好不容易穿上的内衣 给撕扯了下来 林月蒙也在王毅的催动之下 越发地动情了起来 他下意识地抬起头 想要亲吻王毅 却扑了一个空 他张开眼睛看了一眼 王毅娇称道 怎么 自己还嫌弃自己啊 不过林月蒙也并没有什么 不满意的地方 便很主动地配合起来了王毅 白若雪看着手机 上林月蒙发来的新消息 林月蒙 若雪姐 我今天有点事情 想要休息一天抱歉 今天就要辛苦你了 踢下花线帖 白若雪犹豫了一会 在输入栏里面输入 是王毅回来了吗 但很快 白若雪便将这条信息给删除掉 重新地编辑了一条信息 白若雪 嗯嗯 好好地休息一下 这些天也辛苦了 白若雪发完这条信息 像是用尽了全身上下所有的力气一样 他将手机扔在办公桌上愣神 叶星竹从她的身后走过来 看到白若雪的状态 上前问道 蒙蒙呢 今天不来了吗 啊 对 邪星竹从白若雪的状态之中 便看出来 对方有些不太方便再次地说道 有些对方是要自己争取的 如果不去主动他 就永远到不了你的手里面 啊 你在说什么 邪星竹看着一脸茫然的白若雪 坍坍手说道 没什么 你就当作我是在自言自语吧 叶星竹说 完便转身地离开了这里 留下白若雪一个人 在原地继续地发呆 看出脑袋看了一眼白若雪 随后也信心地将头缩了回去 杨与星嘀嘀咕咕地说着 谁说主动就可以了的 我主动过了 也没有成功啊 凭什么别人主动一次就可以成功 那我算什么 三个女人各怀鬼胎 但还是尽力地 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从自己的脑子之中赶了出去 他们还要把接下来的工作 给全部地做完 只剩下了最后的一点 就可以彻底地结束 装修也进入了最后的尾声 差不多再有两三天的样子 就可以完工 再挑选一个合适的吉利日子 便可以正式开工了 白若雪忙活了一天之后 工作也做得差不多了 她简单地收拾完自己的东西 便下楼开着车朝着 家里面赶了回去 可走到半路上 白若雪突然掉头 来到了林月蒙的家里面 她在门口敲了半天的门里面 却始终都没有回应 白若雪掏出手机 想要给林月蒙打个电话过去 但刚刚掏出来 便有些犹豫地放回了包包里面 她转身下楼 开车开往了天府城的房间 来到王毅的别墅底下 看着楼上那一盏亮着的灯 她的心中越发地迷茫了起来 一时之间 她直接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是在犹豫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林月蒙在王毅这里 整整地待了一天之后 第二天虽然还是不想离开 但是她实在也不好意思 继续地留着白若雪一个人 在公司里面继续地工作 第二天一大早的时候 她便从王毅的别墅之中 离开了这里 林月蒙刚离开王毅 便接到了慕婉青的电话 喂 怎么了 婉青 慕婉青听出来 王毅是刚刚睡醒 便阴阳怪气地说道 哟 王公子讲话方便吗 王毅苦笑了两声 睡意也消散了不少 是衣服的成品出来了是吗 哼哼 衣服都做好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了 早几天联系也联系不上你 你到底在忙着些什么呀 和朋友去参加了一个拍卖会 顺便给你带了一些礼物 你在家里面吗 我现在过去找你 不用了 我正在去工厂那边 你直接过来就好了 王毅挂断了电话之后 简单地洗漱了一下 便朝着制衣工厂的方向去 王毅走进工厂之中 找到了厂长的办公室 此时的慕婉青 已经在办公室里面 打量着面前的衣服了 王毅一进来 慕婉青便朝着王毅的方向 看了过来 王毅你来看一下 这些衣服还满不满意 王毅走到了桌子前 打量了一下慕婉青手中的衣服 衣服的设计出自安小姐之手 虽然只是一个草稿的设计图 但是这个安小姐的审美和设计 也是不容小觑的 这件衣服 不仅从外观上面来看 十分的新颖 而且还不挑身材 再加上王毅他们使用的 都是最优质的布料制作的 整件衣服也显得 更加的贵起了起来 看上去就十分的有质感 这些东西我又不懂 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只要你觉得没有问题 就没有问题了 歉 慕婉青埋了王毅一眼 撇了撇嘴说道 你不懂过来干嘛 一点的贡献都提供不了 王毅被慕婉青这么说 也没有生气 反而是看向了厂长 将一份单子递给了对方 麻烦厂长按照这上面的尺寸 对这些衣服稍微修改一下 让这些衣服 看起来更加的贴身一些 厂长接过了单子 看了一眼便点头说道 没有问题 这几件的衣服 很快就能够改好的 厂长说完便扭头去车间里面 找人对衣服 进行一些简单的修改 慕婉青不明白 王毅是要做什么 好奇地看向王毅问道 你改衣服做什么 送哪些女人的 慕婉青说的 还真的没有错 王毅还真的 就是要把这几件的衣服送出去 那么几个空姐 慕婉青冷哼一声 继续地说道 哎哟 几天不见什么时候 还勾搭上人家空姐了呀 什么叫我勾搭 我这可是招人 特意要来的这些空姐 以后可就是我们的活招牌了 慕婉青听到王毅的话 便大致地明白了 王毅想要做什么 他也没有继续地问下去 等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衣服便已经全部地修改好了 王毅带着慕婉青走出工厂 王毅将车子上面 早就给慕婉青 准备好的礼物拿了出来 是一件珍珠项链 慕婉青看到之后欣喜若狂 他明白 能够让王毅拿得出手的礼物 肯定不会便宜了的 王毅的花钱速度 他也是有目共睹的 而且慕婉青现在对于礼物的贵贱 早就没有那么地看重 他更高兴的是 王毅出现的时候 还能够想着他 给他带了礼物 这才是他最开心的地方 哼 还算你有良心 慕婉青将项链递给王毅 轻声地说道就带上 王毅笑了笑 等慕婉青转过身的时候 帮他将项链给戴上 怎么样 好看吗 慕婉青转过身 一脸期待地看着王毅 王毅撇了撇嘴 有点失落地说道 有点不太大 啊 是不是我 今天的衣服有点不合适 我换一套一字间的裙子 会不会更好一些 慕婉青从随身带着的包包里面 拿出一面镜子 紧张地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 脑海里面不停地构思着 要穿一条什么样子的衣服 来搭配这条项链 会更好一些 王毅伸出双手 放在慕婉青的肩膀之上 让他看着自己的眼睛 王毅看向慕婉青认真地说道 是这条项链太普通了 根本配不上你 我好像买错了 王毅的话 一瞬间将慕婉青给逗得 像是一个小姑娘一样 羞涩起来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 看向王毅问道 真的吗 当然 慕婉青和王毅四目相对 很快便稳了上去 等待两个人腻歪了一会之后 王毅便开车 带着慕婉青朝着公司的方向赶去 到了办公楼下面 王毅将车停好之后 两人便走进了公司里面 一哥你来了 杨雨昕有几乎半个月的时间 没有见到王毅了 在看到王毅的时候 忍不住地惊呼出来了声音 但在看到王毅身边的慕婉青之后 便瞬间地闭上了嘴 不再说话 王毅也没有说什么 看向叶新竹说道 新竹这些衣服是刚做好的 按照我说的去安排 就可以了 等差不多之后 就可以开业了的 嗯嗯 邪新竹接过这些衣服之后 便继续地忙着自己的事情 其他的几个女人 看向邪新竹 他们对于王毅 接下来要做什么 会做什么 完全都不知情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个平时里面 名不见经传的邪新竹 居然能够清楚 几个女人都莫名地觉得 自己又增加了一个 强大的竞争对手 不过 这些她们也并不是很担心 因为她们都知道 王毅的容纳性 到底有多好 毕竟她的身边 已经有了很多的美女了 这些还是她们知道的 不知道的女人 鬼知道到底有多少 所以多一个邪新竹 或者是少一个 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 王先生 不知道我们的开业 到时候需要做什么吗 邪新竹看向王毅问了之后 所有的女人 都统一地看向王毅 她们也很想知道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 王毅看向夜新竹 平稳地说道 不开业的时候 什么也不用做 就按照正常的流程 让签约好的博主 她们发布一些视频说一下 然后可以的话 晚上开启一下直播 增加一下热度就可以了 几个女人有些诧异 她们完全都没有想到 就是这么的简单 原本她们想着 按照王毅这几天 行事高调的样子来看 想着王毅 一定会举办一个 很隆重的开业仪式 来宣布自己的开业的 她们也早就已经做好了 要加班加点的工作 将这场典礼 给办好的准备了 结果没想到 等到的居然是 这样的一个回答 居然什么都不用准备 这一点可完全的 不像是王毅 能够做出来的事情了 其实王毅原本也是打算 想要举办一个典礼的 但是想来想去 自己开典礼 总得要邀请一些客人得罢 但是自己根本不认识太多的人 也没有什么要邀请的 所以便直接的决定不办了 也省得到时候太冷清 显得比较尴尬一些 好的 那我就先去安排了 叶新竹虽然有些诧异 但是也没有多问 对了新竹 等下在办公楼里面 给腾出来一间办公室 然后将社工团队的联系方式 给婉清一下 叶新竹这才打量了起来 王毅身边的穆婉清 但也只是看了一眼 便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 不该问的不问 这个是叶新竹能够在职场上 混得这么好的主要原因之一 等全部的事情 都已经安排完之后 穆婉清便跟着叶新竹 在这个办公楼里面看了一圈 最后在叶新竹的推荐之下 选择了一处办公用的地方 同时也拿到了 对方推送过来的装修团队 穆婉清没有想到 这个整栋楼居然都是王毅的产业 原本他还在想着 等商标下来之后 自己的选址还是一个大问题 但是王毅居然已经 提前的全部给他想好了 而且这一下子 还完全的不用担心 交房租的问题 等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 穆婉清便和王毅 找了一个地方 单独地谈论了起来 就叫一人吧 王毅点了点头 同意了穆婉清的说法 反正这个衣服的品牌 也是给他开的 用什么名字 则完全的就是由穆婉清做主 王毅根本不会去做过多的干涉 那接下来 就是注册商标的问题了 穆婉清两眼直直地看着王毅 眼珠子一动不动的 王毅笑着摇了摇头 明白了穆婉清的意思 穆婉清见王毅拿起手机 发送了一个短信后 将手机放下后 便不再理会 自己突然有些失落 这种注册商标的事情 他之前完全的没有做过 所以根本就不会 他也担心自己 会出现什么刹子之类的 所以想要让王毅 想办法给他完成了 但是谁知道 王毅就像是个没事人一样的 完全的没有理会自己 穆婉清正气鼓鼓地 想要生闷气 决定自己搞定的时候 房间的门被敲响了 请进 穆婉清朝着门口的方向看去 却见一个小巧的脑袋瓜子 探了进来 一哥你找我呀 杨雨昕小心翼翼地看着王毅 虽然他很开心 王毅能够找自己 但是他却不知道 王毅找自己做什么 站在门口干什么 还不快点进来 王毅没有好气地 瞪了杨雨昕一眼 杨雨昕才善善地笑了笑 走到了王毅的旁边 最近和新竹学习得怎么样了 有没有什么进步的地方 杨雨昕没有想到 王毅突然问这件事情 他紧张地回答道 有的有的 这段时间 我和新竹姐姐 学习了很多的东西的她 教给我的每个东西 我都有认真地记录下来 不会的不懂得 我也都会第一时间问 杨雨昕巴拉巴拉地 如鼠加针地 一件一件地和王毅说着 王毅笑着打断了杨雨昕 看着她说的好了 既然你学习了这么多的东西 那现在 是检验你学习成果的时候了 啊 杨雨昕也些不理解地 看了一眼王毅 不明白 王毅要给她出什么考试内容 王毅指了指 坐在对面的慕婉青说道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面 你陪着她注册一个商标 有些要求她 都会和你说的 能够完成吗 保证完成 杨雨昕一脸认真的 看向王毅说道 这还是王毅第一次 交给她工作 虽然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工作 但是她还是想要 很认真的去对待 嗯 那接下来的几天 就辛苦你了 慕婉青这才明白 原来王毅早就想好了 而她也没有想到 眼前的这个看起来 只有十几岁的小女孩 居然能够完成这种事情 看来王毅好像还给她 找了一个很厉害的老师 来交她呢 随后 杨雨昕便跟着慕婉青 离开了公司里面 仅仅只是两天的时间 杨雨昕便很快地 为慕婉青注册好了商标 而在这个期间 抖音上再次地 爆出来了一个大热的视频 这条视频的内容 更是高达了200万多的点赞 视频当中 十几位身材高挑的美女 穿着轻衣色的一条 黑色的中款长裙 这款裙子 将这些美女的身材 全部都给完美地展现了出来 这种靓丽的风景线 很快地就吸引了 大部分男生的目光 当一些女孩想要看看 这些女人 到底是为什么这么火的时候 突然发现 对方这些美女身上 穿着的裙子 居然出奇地好看 而且最主要的是 这件衣服 好像完全地不挑身材 因为在视频当中的这些美女 并不是清一色的模特身材 这些美女当中 各个身材各异 每个人的身材上 都有一些缺点的存在 有的腿 有些粗 有些胸部 有些小 但是这却根本地 没有影响这件衣服的经验 这些在这件衣服的帮助下 都很好地将其修饰了起来 正所谓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那些男人都是来看美女的 而只有这些女孩们才知道 这件衣服的含金量 到底有多高 于是这些女孩们 很快就将那些男人的评论 给顶了下去 原本清一色的老婆好美 都被替换成了链接法 这也正是王毅 想出来的宣传的方法 王毅也是特意地 让灵星在这些空姐里面 挑选出来了一些 拥有不同身材的美女 这样子 也能够更好地衬托出来 这件衣服的完美 而这条视频 自然是叶星竹在王毅安排下 找了人专门拍摄的 当时叶星竹还奇怪 王毅就不怕这条视频 并不能大火的时候 就见王毅二话不说地 给这条视频 投了三十万的斗家 叶星竹当即便无语助了 好家伙果然是有钱任性 不过叶星竹也很认可 王毅的这种做法 在他看来 王毅的这三十万的斗家 比按照正常手段的 来做宣传更加的高效 没有什么比这种 直接的买家秀 更加的直观 更加的能够 让这些女孩们 为之疯狂起来 不过王毅也没有 第一时间地 让他们将这条裙子的 链接给发出去 而是提前地联系到了厂家 让他们抓紧时间地 去赶制出来这件衣服 在最短的时间 能够做出来多少件 便做多少件 王毅现在完全地 能够感觉到 这件衣服 现在一定会卖爆 而王毅为了能够 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 让这件衣服的热度 持续下去 王毅又让这些女孩 各自创建了一个抖音号 每天在上面 分享着自己的日常 而在这些视频里面 他们自然是清一色地 穿着这件衣服 评论区里面 更是的一直在询问 他们身上的这件衣服 到底在哪里购买的 而这些人就是这样 越是饥饿 他们越是为之疯狂 他们怎么能够 允许这么漂亮的一条裙子 他们却没有的 而慕婉清这边 也找到了安小姐 再次地要了几件 她废弃的草稿 这次无论如何 慕婉清都付了 这笔设计费用 随后再次地 让工厂加班加点地去赶制 而费用自然是 不用工厂担心 而这么多的目的 也很明显 一个品牌 总不能只有一件 款式的衣服吧 他们至少 也得能够有三款 能够拿得出手的衣服才行 这样才能更好地 将自己的品牌 给打出去 在第二周的时间 这些衣服 终于全部地改制了出来 随后叶新竹 便直接地 在最初的那个抖音号上面 再次地发布了直播的视频 预告着今天晚上的直播 而这场直播还没有开始 便已经有了三万个人 预约了这场的直播 等到了晚上的时间 白若雪便开启了直播间 这本来也就是公司 有史以来的第一场直播露面 王毅不太喜欢出镜 所以这次 也自然只能有白若雪 来代替了 直播间刚刚开启 便进入了一万多的观众 随后这些观众 更是在不断地增加着 这些观众一看 居然是白若雪在直播 也是有些惊讶 对的宝子们 这个是我们星耀旗下的直播间 而大家期待很久了的这款衣服 也正是我们老总王毅 创建的一个牌子一人 今天也是 给大家带来了七种款式 每个款式 今天只有一千件 白若雪在镜头前面 将这一切全部都讲清楚之后 便直接地退了下去 接下来便是之前的那些个空姐 再次地走了出来 他们的身上 正是那些不同的款式衣服 慕婉清这时也不得不出面 因为这些衣服的设计和特点 全部人也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 他耐心地 将每一件衣服料子 设计 版型等等 全部地给观众讲解的一清二楚的 因为这些衣服 早就已经有过了预热 所以 其实根本就不用慕婉清多讲 这些人早就在等着购买了的 但是慕婉清还是耐心地 将这些全部的给讲完了之后 才打开了购买的渠道 而每件衣服销售的速度也很快 一千件仅仅只是一分钟的时间 就销售一空了 一些没有买到的人 还在等着慕婉清继续加库存 因为这些套路 他们早就在其他的直播间 见怪不怪了 说什么只有几件的衣服 等卖完了之后 还有库存 再感谢粉丝什么的 再加多少多少件 所以没有抢到的 便催促着慕婉清加库存 可谁知道慕婉清完全没有这个打算 直接地就开始了讲解下一件 这时候这些人才明白 这个直播间 好像和其他的直播间不太一样 于是一个个地都催促道 好了别讲了 直接上链接 慕婉清也只是笑了笑 但还是专心地 等将产品讲完之后才上链接 因为他很清楚 想要将牌子的名气给打出去 那就一定得要让大家意识到 这些衣服到底有什么的不同之处 如果只是单纯地上链接 销售一空结束 那么这个牌子用不了多长时间 就会完全地消失在了大众的视线当中 这也是慕婉清的第一个产业 所以他格外地小心 这些观众也只好等待着慕婉清 将产品给介绍完之后 抓紧时间下单 这场直播 仅仅只是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所有的衣服便被全部地买完 而这里面 还包含白若雪给解释的时间在里面 等衣服全部地买完 慕婉清也没有继续地耗着 只是将品牌再次地强掉了两遍 便直接地关闭了直播间 顿时这些观众就猛逼了 合着这个直播间 就是当真的只卖这一点的衣服 一大堆的人没有抢到 纷纷地全部在视频下面 评论要求加库存 慕婉清和白若雪无可奈何之下 只好发布了一条视频解释 这些衣服目前只有这些 其他的要等制作好了之后 才能进行销售 结果这些网友更加地不乐意了起来 没有了 那你不会发布预售吗 不会受我们定金 完事了再要违款了吗 慕婉清和白若雪哭笑不得 只能一再地解释 会抓紧时间 催促着工厂 抓紧时间地制作的 接下来的几个女人 又只能化身成为了打包工 一件一件地打工 给这些人发货 毕竟他们是自己的牌子 所以根本就没有工厂替他们发货 没有办法 只能他们来 慕婉清也实在是没有办法 这几天正在抓紧时间地招工 而楼底下的一个门面 也在王毅的允许之下 改成了仓库 用来存放这些衣服 经过半个月的大量招工的情况下 慕婉清他们 才终于地摆脱了这种 每天没日没夜的日子 现在的一人 已经走上了正轨的道路 慕婉清不仅有了足够的仓库工人 而且他还招聘到了 属于自己品牌的设计师 虽然并不能和安小姐 那样的天才对比 但是在慕婉清的高要求下 他们设计出来的款式 也十分地吸引大量的客户喜欢 不仅仅如此 王毅为了能够更好的 将衣服给改制出来 直接出资 将那家工厂给购买了下来 工厂在这半个月的时间 将手上的单子全部完成之后 便不再借别人的单子 而是专心地 只制作一人这一个品牌的服装 而也正是这样 客户的大量需求 才终于被满足 而至此慕婉清 刚刚成立起来的销售部 也急忙地将各大网店 给扩展开来 各个购物品牌的账号 在上新之后 仅仅只是三天的时间 就都收到了大量的订单 而慕婉清 也在王毅的建议下 准备在护城开两家实体店 虽然实体店的成本 要远远地高于网店 但实体店同样也有着 它的优点存在 它可以让一些顾客 能够更好感受到 品牌的影响力 和衣服质量的优点 现在的很多品牌 实际上根本不敢开启实体店 不仅仅是因为 他们觉得麻烦 而是因为 实体店只要稍微出现一点问题 便很有可能 让自己的品牌力受到影响 而且最关键的是 实体店要投入的成本 实在是太大了 他们也十分地清楚 自己的产品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根本就没有往长远了去考虑 只想着 赚到足够的钱 就及时地退出来 这样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 又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 慕婉清这边 才终于走上了正轨 而今天也是新药 正式开业的日子 梦浩和小白两人 早早地就搭建好了直播间 就等着晚上八点的时间一到 便开始正式地直播 他们也十分地期待这一天 毕竟他们也对这个公司 投入了很多的感情 和期待在里面的 王毅 时间到了可以开始了 王毅睁开眼睛 看着站在身边的邪心竹 轻轻地点了点头 嗯 开始吧 听到王毅的话 白若雪很快地 在电脑上操作了起来 当直播开启的那一瞬间 白若雪便出现在了 镜头的前面 不停地和进来的观众 打着招呼 而林月蒙则坐在了电脑前面 在直播间当中 发送出来了很多的福带 让白若雪用福带福利的方式 将进入直播间的观众 给留了下来 随后林月蒙则给这个直播 投入了十万元的抖架 不仅仅是这次的直播如此 就连之前的预热视频 也是如此 要做到 能够让观众再看到 视频的第一时间 直接地进入直播间当中 毕竟现在的他们 也和之前不一样了 之前只是自己开直播 并不用太在意这些东西 但是他们现在 则是一整个的公司 当然要以最大的权利 去将这件事情给做好才行 很快直播间的观众 便来到了十万家的人数 白若雪也开始了正式的直播 好的 欢迎各位进入直播间的观众 左上角的福带 大家可以参与领取一下 里面有着大额的现金奖励 以及最新款的手机 在这次的直播之前 也早就有广告商找到了他们 让星耀帮着给他们做一下宣传 光是这些的品牌商 就足足地不下于百个 毕竟星耀和王毅这两个名字 现在在整个的抖音上面 都是如日中天的存在 每个广告商都明白 从现在开始 这个名字将是最大的流量 于是纷纷地选择 想要和星耀合作 但是白若雪并没有 将这些品牌全部拿下 而是选择了他们当中 最有保证名声最好的几家 只因为他们实在来不及 给每一个产品做测试和验证 他们没有办法 将自己没有保证的产品 带到所有人的面前 所以只选择这些大品牌 是最有保证的事情 毕竟他们的翻车几率 微乎其微 最终白若雪只是选择了 其中了十个品牌 来帮忙宣传 但也只是以附带的方式而已 其他的并没有做过多的介绍 毕竟他们今天 是为了能够宣传新药的开业 并不是来卖货的 若雪 今天王毅会来直播间吗 对啊 这么多天没有见到我老公 不知道他有没有想我呢 王毅没有时间来直播的 他刚刚累倒了 刚睡下 白若雪笑了笑说道 大家等一下 我去给大家叫他 紧接着 白若雪就离开了尽头 很快便将王毅 给拉到了直播间前面 王毅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道 我本来想着等一下的 没想到大家这么的热情 哈哈 看来我们王总最近的热度 是真的很大的 王总今天公司开业 有没有给大家准备什么东西 白若雪这么一问 还确实地问住了王毅 他一时间 也还真的不知道要做些什么 王毅思索了一会便说道 我还真的一时间 没有准备什么东西 不如这个样子吧 去给大家叫过来一个人 给直播间的一些姐妹们 发一些福利 我马上就去 杨雨昕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地便跑出了公司 朝着慕婉青的一人跑去 直播间的一些人 顿时便对王毅口中的 这个婉青开始了讨论 还能有谁啊 不就是那个前段时间 特别火的女装一人的创始人吗 可不咋的 什么发福利 我看就是又打着 给大家发福利的名头 赚大家的钱吧 果然 网红的镜头就是带货前面 不管说的有多好 最后不好说 赚钱说什么发福利 真的是虚伪 王毅眼睛微微地眯起 对于直播间中 这些带节奏的人 他并没有理会 他明白 无论他怎么解释这些人 早就有了准备等着他 而至于这些人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谁派来的 王毅根本就不在乎 无论他们有什么准备 王毅相信 只要他一出手 这些人就没有招架的办法 很快 直播间一些不明白情况的人 也被这些人带起来了节奏 他们此时对于王毅 也有了其他的看法 再加上王毅并没有解释的意思 直播间的风向 越来越朝着别的方向 倾斜了起来 不会吧 没想到 王毅居然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之前还挺喜欢他来着的 傻子 他们给你看的 都是想要让你看见的 谁知道 他们私底下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取关了取关了 大家都不要盲目地相信别人 白若雪在一旁看得心急如焚 他没想到 直播的第一天 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他看着王毅一句话也不说 在一旁急着想要解释着 但还不等他说些什么 慕婉清便站在了他们的身后 王毅 你找我 慕婉清柔弱弱地 站在了王毅的身后 轻声地说道 嗯 王毅回头看了一眼慕婉清 将他给招呼到了 身前淡淡地问道 今天咱们公司开业 直播间的观众 让我给发点福利 但是我又没有提前准备 这就想着 让你来给这些直播间的姐妹 发点什么 慕婉清微微一愣 看了一眼淡幕 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但很快 慕婉清脸上的不悦 便消失不见 他看向王毅问道 不知道王总你想要 我给大家发一些什么福利呢 王毅耸耸耸肩说道 依人是你的 发什么样子的福利 你说了算 慕婉清当即便明白了王毅的意思 他看向镜头说道 既然这样子的话 那就给大家准备 两千件我们的衣服吧 顿时直播间之中 便热闹了起来 我就说吧 你看 果然要开始卖货了吧 这种网红都是一个套路的 我们把他们当家人 他们把我们当成冤种啊 慕婉清看着也没有理会 反而是自顾自地 让林月蒙将链接给弹了出来 想必我们家的衣服 大家早就有所耳闻了 质量和款式 也都是有目共睹的 这次我们公司开业 我没有没有什么准备的 就给大家准备两千件 我们家的还没有出售的女士裙子 一块钱一件 大家下手一定要快 慕婉清的话一出来 直播间那些带节奏的人 顿时就没有了声音 原本他们带着的节奏 也不攻自破 慕婉清是在带货没有错 也确实是收钱了 也没有错 但是一块钱一件的女装 什么情况下才能买得到 那得是脑子有问题的老板出现 才能够买得到啊 也有人曾经想过 怀疑这件衣服的质量问题 但是谁会为了一块钱 而去砸掉自己的品牌名声的吧 再说 这一块钱连运费也不够的吧 瞬间直播间的方向 便彻底地发生了转变 卧槽 果然是王毅能够做出来的事情 一块钱的福利 谁能够做得到 刚刚的黑子呢 出来 跪田 黑子出来 黑子出来 慕婉清看着直播间的弹幕 冷哼了一声 王毅对于直播间的 这些弹幕充耳不闻 那是王毅懒得和他们计较 但是他慕婉清 可不同意这些人这样装 他就是要当面打这些人的脸 好了 大家准备好 我要开始上库存了 慕婉清淡淡地说完 便直接地 让林月蒙加上了库存 甚至连的倒数321什么的都没有 就直接地上了链接 仅仅只是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2000件的女装便被一抢而空 这些人甚至都怀疑 根本就没有上链接 而慕婉清将这些人的购买记录 摆在众人的面前的时候 这些人才相信 刚刚真的错过了一个亿 慕婉清将一切全部做完遍 和王毅简单地说了两句话 就离开了直播间 现如今这2000多件的衣服 根本对他来说就不算什么 相比这些人说 王毅的坏话 他就是在花上百倍的钱 也丝毫地不心疼 因为慕婉清十分清楚地明白 没有王毅 他根本就不可能有今天 他哪怕今天将所有的钱 全部都给赔光了 王毅也能够有足够的办法 让他立马成倍地 将这些钱给赚回来 直播间的所有人都不淡定了 都喊着 让王毅再来一波福利 这2000件虽然听起来很多 但是对于现在直播间当中 足足近20万的人来说 依旧十分的渺小 王毅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道 刚刚的福利 确实是没有办法 再给大家来一次了的 不过既然刚刚给一些女生 来了一波福利 那接下来的这一波福利 就是送给咱们直播间当中的 男性同胞的 直播间当中的男生 顿时也激动了起来 毕竟王毅最开始在网络上活起来 便是因为他的神豪形象 一些男粉丝 也是有着十分庞大的数量的 这些人一听王毅要给他们 发放福利 也顿时地激动了起来 纷纷地猜测着 王毅想要给他们 带过来怎么样的一些福利 紧接着在所有人的期待之下 王毅打开了连麦 很快地便连到了一个 名为新药女孩的账号 仅仅只是一瞬间 王毅的直播间 观众便少了四五万的观众 并且这个数量 还在不断地增加着 而这些观众 正是全部都跑进了 对面的直播间当中 不是别的什么 而是因为王毅连麦的 这个新药女孩的直播间当中 居然有着足足十二个的美女 而且这些美女各个长相不凡 身材更是火辣至极 这十二个女孩 也正是王毅 从航空公司那里 拉来的十二个空姐 这些空姐在外观上的优势 绝对不是那些 坐在镜头前面 依靠着美颜和滤镜 就能够相提并论的 王毅嘴角微微上扬着说道 大家可以关注一些对面的博主 这些也是我们新药公司 签下来的以后 每周除周二以外 他们都会在直播间 给大家带来一些热爱的舞蹈 这个爆炸性的新闻 很快地就震惊了这些人 没有人想到 这样的一个高质量的女团直播间 居然是王毅创建出来的 更震惊的是 王毅到底上哪去找到的 这么多的高质量的女生 居然每个都可以和他们舔的女生 可以媲美了 那接下来的时间 也就不打扰大家的雅信了 就让他们把这些天学道的舞蹈 带给大家吧 王毅说 完便调小了自己的画面 好让这些观众 能够更好地看到对面的舞蹈 很快这些女生 便按照这些天夜新竹 找到的专业的舞蹈老师 教给他们的舞蹈 在直播间当中跳了起来 在抖音上 你并不需要有太好的舞蹈基础 只要你的舞蹈足够地有特点 足够地能够吸引人的眼球 便可以将所有的观众给留下来 而这些一字排开的大美女 对这些男同胞们一起跳舞 瞬间就让他们给看爽了 这个账号的粉丝 只是短短的两分钟 就涨粉了十万 并且还在不断地上涨着 也已经没有忘记给我们发福利看 这种级别的美女 平时在哪里能够见到 我他妈几个月 都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美女了 很快 这个直播间 便瞬间地飘过了 一个个的嘉年华 并且 这些嘉年华 没有要停下来的念头 很快三十个 五十个 一百个的嘉年华特效 出现在了直播间当中 王毅嘴角 只是微微地上扬了一下 他没有想到 沈亮居然会进来他的直播间里面 老王你可真没拿 哥几个当兄弟 居然开业也不叫我们 可你们不还是来了吗 王毅无所谓地说着 丝毫没有在意沈亮 随着两个人打去了几句 直播间当中 再次地闪现过去 一个个的嘉年华特效 这次则是李游和赵千 两个人送来的礼物 他们也是听到了 王毅在开直播的消息 纷纷地赶了过来 不停地给王毅刷着礼物 他们都知道 王毅并不在乎这些礼物 但是 这是他们想要给王毅壮士 也是在暗暗地 告诉一些其他的传媒公司 王毅的身后 还站着他们三个人 这样子 其他人之前 和王毅搞好关系 像王毅的形式做法 他们都能够感觉得到 王毅绝对不容小觑 现在能够和王毅打好关系 那么以后 他们自己也能够 更加地便利一下 行啊 老王你居然私藏了 这么多的美女 也不知道给我介绍 一个做女朋友 赵千还是一如既往的 没有个正行 哪怕是从他发送的弹幕里面 也能感觉得到 得了吧老赵 你还缺女朋友 就别盯着老王的 这些个家底了 王毅还没有说话 沈亮便直接地 调侃起来了王毅 这时直播间的众人 也纷纷地认识出来了 这几个送礼物的 居然都是沪城里面 一个公子哥 而且这三位 还是这些公子哥里面 名声最大的那三个 只要是稍微地去调查一下 都能够查得到 这三个人平时的粉色新闻 因为这三个人 是真的不掩饰 他们做过的事情 在沪城的这些个地方 有着一半的酒吧 KTV等等场所 都有着他们的影子 大部分的产业 都是他们投资的 甚至有些是为了方便行事 直接送给他们的股份 这些观众这才明白了 王毅的能力到底有多大 这样厉害的三个人物 现在居然在他的直播间 给他刷着礼物 看说话的样子 还是十分地恭维着王毅 隐隐约约 有着王毅做大的感觉 这些网友纷纷都在猜测 难不成王毅 居然还要比这些人 更加的厉害 背景更加的强大不成 显然不管这些人 到底要怎么样猜测 王毅都没有逃出面 给他们解释的意思 他们猜测的越厉害 王毅的热度便是越高的 反而没有要解释的必要的 很快王毅又联系了苏小悠 皮游两个人 还将其他的签约的各个博主 全部都连线了一遍 好给他们热度的同时 增加他们的粉丝数量 这样子也能够让这些人 博主以后能够更快地变现一些 紧接着 王毅还联系了一下 顾小婷和哲青念那边 两个人现在还在山里面 信号并不是太好 所以并没有聊太长的时间 但是也依旧涨粉了数万的数量 接下来 王毅也没有继续留在直播间里面 反而是将全部都讲给了白若雪 他直接则是跑到了王毅吹风 王毅站在窗边 看着窗外的风景 默默地喝着酒没有说话 这些天 想必你也想清楚了 怎么样要留下来吗 邪新竹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站在了王毅的身后 他听到王毅的话之后 便静止地走到了王毅的身旁 一同朝着窗外看去 叶新竹原本认为 王毅只是一个富二代 因为王毅花钱实在是太离谱了 无论是买下这栋写字楼 还是给灵星买了两栋别墅 以及一个大平层 这些让叶新竹都觉得 王毅是一个只知道 泡妞的富二代 可是渐渐的叶新竹越发地觉得 王毅是一个很离谱的人 他的很多的操作 最后都变成了 能够将这个公司做好的前提 随着王毅的热度越来越高 新药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 他们现在无论是哪一个 签下来的博主 居然都能够以最短的时间 快速地做起来 以达到最快得到变现的效果 而这些的成果 全部都离不开王毅这个人 那些当初看起来十分离谱的操作 王毅好像从最开始便认定了 自己能够将这一切都做好 所以全部都按照了最高的要求来做 邪新竹微微笑了笑 他扭过头看向王毅淡淡说道当然 我想我没有要拒绝的理由吧 叶新竹的回答 好像早就在了王毅的预料之中 王毅直接地便将合同递给了叶新竹 那现在就把合同给签了吧 邪新竹接过合同 意味深长地看了王毅一眼 我签了字之后 是不是就是你的人了 签了字之后 我是不是就是你的人了 邪新竹一眼还笑意地看着王毅 静静地等待着安静地回答 王毅也没有想到 叶新竹会突然说出来这样的一句话 王毅笑了笑 结果叶新竹签完字的合同将其收好 我一直以为 你早就是我的人了的 邪新竹上前伸出双手 将王毅看向窗外的视线转了过来 让他看向自己的眼睛 邪新竹认真地说道 你应该明白 我是什么意思的 叶新竹是一个十分倔强的女人 她从上高中到现在 都还没有找过任何的一个男朋友 因为他觉得那些男人都配不上自己 他要找 就一定要找一个比自己强的男朋友还行 可是叶新竹从小便是一个学习优异的人 他从小就要强 在任何方面都展现出来了他超强的天赋 在这样的一个女人身旁 很难有一个能够让他用正眼看的男人 天赋比他高的 能力不一定有他强 能力比他强的 不一定有成就 有成就的 也不一定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够强大 所以叶新竹至今为止 都没有能够找到一个 能够让他满意的男生做自己的男朋友 好像和之前的那些人都不太一样 他不像是一个富二代 但却有点顽固子弟的作派 他不像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但是王毅做出来的每件事情 都足够让人拍手撑起 这样的一个男生 让叶新竹对他充满了好奇心 他也曾经偷偷地打探过王毅之前的事情 他不能够理解 之前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穷小子的王毅 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如此强大 一个每天要靠兼职 才能勉强生活的社畜 为什么摇身 已变成了人人羡慕的神侯 而且 之前用了八年的时间 专心去爱一个女人的王毅 为什么如今却是左拥右抱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叶新竹不相信 是什么中彩票了的荒谬事情 让王毅变成了这个样子 因为你就算是中了彩票 没有能力的话 这些钱也是会很快的 就重新流入市场里面的 因为有些人别说有能力 让这些钱力滚力变得更多 就算是能够保证这些钱 不在最短的时间能够花完 就已经是十分难得的事情了 当然 只要你愿意你 当然就是我的人 只属于我的人 王毅一把将叶新竹 揽进怀抱之中 用力地亲吻上对方的红唇 叶新竹双手紧紧握着 因为有些紧张的原因 指甲都嵌入了肉里面 这还是他的第一次接吻 他之前也幻想过这个画面 他总觉得自己可以很平静地 将这种事情给处理好 可是当这件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 他却发现自己错了 他居然也会紧张 也会忍不住地颤抖起来 叶新竹强行让自己保持冷静下来 他不想要让王毅看出来 他的紧张 这个女人 就连在自己的男人面前 就连在接吻的时候 也会装出一副强势的样子 叶新竹控制着自己 忍不住颤抖的双手 缓缓地攀上了王毅的肩膀 随后 叶新竹便用力地 朝着王毅的方向用力 让自己的和王毅之间越贴越近 但是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接吻技术 居然这么的烂 啊 叶新竹吃痛地惊呼了一声 他不小心和王毅撞到了牙齿 扑齿 王毅没有忍住地笑了一声 但当看到叶新竹 那炙热的眼神的时候 王毅急忙将自己的笑 给憋了回去 该死我 怎么这么的笨 叶新竹按骂了一声之后 起身直接用力地 将王毅给抱住 双唇直接便朝着 王毅的嘴唇之上吻去 叶新竹像是一只豹子一样 激动地抱住王毅 用力地伸吻着 而王毅也十分强烈地回应着 叶新竹的动作 已经十分地粗暴 但是在王毅的带领下 很快便突飞猛进 他的吻技 正在飞速地进步着 果然优秀的女人 甚至不允许自己 接吻这种事情 变成自己的短板 一哥 杨雨昕跑到阳台的位置 正准备找王毅 说一下直播间的最新情况 可是刚刚来到阳台的他 便看到了正在激烈拥吻的 王毅和叶新竹 这一刻杨雨昕的内脏 狠狠地疼了一下 为什么别人都可以 可唯独我不行 杨雨昕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都那么地主动了 可是王毅还是不愿意接近他 杨雨昕看着 一边是自己最喜欢的男生 一边是带自己 如亲姐姐的老师 他一时之间 有些不知道该如何的抉择 他不明白 自己到底要做些什么 才能够让王毅接受自己 难不成自己 真的永远都不可能 拥有王毅的爱情 不能够让王毅 接受自己的了的吗 杨雨昕的眼神 越发地冷淡下来 雨昕 你站在这里干什么 杨雨昕听到身后 白若雪的声音 杨雨昕急忙地擦掉 自己脸上的泪水 朝着直播间的方向跑去 哎雨昕你跑什么 白若雪看着逃走的杨雨昕 有些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但是当看到阳台上 和王毅接吻的夜心竹的时候 一切都明白了 原来这就是夜心竹 告诉自己的 要主动地去争取 白若雪原本还以为夜心竹 当时是在告诉自己 要努力地去争取 自己当时还犹豫不决 没想到郑主自己 就轻身地给自己演练了一下 并且用实际行动告诉自己 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白若雪苦笑了一声 摇了摇头 不知道自己再主动 会不会有些东施笑评的感觉 王毅会不会对于 这样同样的女人 没有多大的兴趣 正在白若雪落寞的时候 林月蒙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在了她的身后 林月蒙看着眼前 从小便一直照顾着 自己的若雪姐姐 一时之间有些后悔 后悔自己不应该瞒着白若雪 这些天的时间 她也一直在被 自己的内心所谴责着 她能够看得出来 白若雪也一定是 喜欢着王毅的 毕竟她们这么多年的姐妹 相互之间是什么性格 喜欢是什么 林月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林月蒙看着眼前 白若雪的背影 她决定要把她和 王毅之间的事情 全部都告诉白若雪 她不能够 再这样的隐瞒下去了 不然她一定会迟早 被自己给内耗死的 若雪姐 白若雪听到林月蒙 轻柔的声音 缓缓地转过身 她也不知道 林月蒙什么时候 站在这里的 怎么了 萌萌 白若雪看着脸上 有些羞愧的林月蒙 轻声地问道 你怎么来这里了 赶紧回去直播间里面 还需要有人在呢 白若雪早就发现了 林月蒙和王毅之间的关系 所以 她此刻十分地害怕 林月蒙看到 正在阳台上 正在和叶新竹拥吻的王毅 她害怕林月蒙 接受不了这件事情 白若雪走上前 拉着林月蒙的手 努力笑着说道 走我们回直播间 不要 林月蒙突然用力地 甩开了白若雪的手 她低着头 看着地板 身体开始忍不住地 抽动了起来 白若雪不明白 林月蒙为什么 突然这么地激动 难不成她已经发现了 阳台上面 正在发生的事情了不成 没事的萌萌 你不要担心 若雪姐还在这里呢 林月蒙小心翼翼地 抬起头看向白若雪 她的眼泪不停地 在眼眶里面打着转 好像下一秒钟 眼泪就会从眼眶里面 疯狂地涌出 若雪姐这么说 你会原谅我的对吗 当然 我当然会 白若雪话还没有说完 便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什么叫做我会原谅她 难道萌萌不是因为 发现了王毅 还有着其他女人的事情吗 萌萌啊 你放心 不管是什么事情 若雪姐都会帮助你的 白若雪微微俯下身子 帮助林月蒙 将脸上的泪水擦拭干净之后 笑着看着林月蒙 若雪姐 其实我 林月蒙磕刻刻绊绊地说道 其实 我已经和王毅在一起了 林月蒙说完 紧张地看着白若雪 想要看一看白若雪的反应 白若雪没想到 林月蒙会突然地和自己说 这件事情 她直起身子 尽力让自己保持自然地说道 在一起 在一起就在一起啊 干嘛要让我原谅你 白若雪伸出手 拉了一下白若雪的衣角 白若雪才低下头 重新地和林月蒙对视着 若雪姐姐也喜欢王毅不是吗 我 白若雪刚刚想要解释一些什么 但是她却又说不出口 自己应该怎么说 说自己不喜欢王毅吗 可是自己已经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喜欢王毅的呀 但是自己也不能说 自己喜欢王毅吧 不然的话 自己应该和林月蒙怎么办 难不成做成真正的姐妹 这种事情 也太荒诞了一些了吧 就算自己能够接受的了 那蒙蒙呢 蒙蒙她能够接受自己 成为王毅另外的一个女人吗 白若雪内心无比的纠结 她不明白自己应该说什么 好像自己说什么都是不对的 林月蒙看着有些犹豫的 白若雪笑嘻 小心翼翼地试探性的问道 若雪姐你不用担心的 王毅有很多的女人的 她一定不会介意我们一起的 林月蒙的话 彻底地雷到了白若雪 何止这个小丫头 没有自己的想象中的那么傻 居然早就知道了 王毅还有着其他的女人 不过这也证明了 王毅并没有要隐瞒着他们的想法 不然的话 王毅也不可能 让他们这么轻易地发现了的 若雪姐 要不然我去和一个说一下 让她一起把你给收了吧 啊 白若雪急忙捂住林月蒙的嘴 生怕她在说出什么 惊天地气鬼神的话出来 死丫头 你瞎说什么呢 什么收不收的 白若雪在看着林月蒙 那双不停眨巴着的眼睛之后 明白了林月蒙不会再说什么 便松开了她的手 白若雪刚刚松了一口气 却听林月蒙再次地说道 难道若雪姐姐 你不想要和一个在一起的吗 我 白若雪扭扭捏捏的 就是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情急之下 她只能说道 哎呀 死丫头 你在瞎说什么吗 赶紧回直播间了 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呢 说完 白若雪也不等林月蒙反应过来 便直接地拎着林月蒙 朝着直播间的方向走去 邪心竹和王毅 在激烈地拥吻许久之后 两人才分开 叶心竹用手指轻轻地擦了擦嘴角 有些晕染开的口红 神气地看了一眼王毅 那副模样像是在说 谁会怕你一样 王毅被邪心竹这副傲娇的模样 给可爱到了 她一时兴起 有些想要挑逗一下邪心竹 王毅看着邪心竹笑眯眯地说道 既然你说要做我的人 那好像还有一些 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做呢 邪心竹当然知道 王毅在说什么 但是她明显没有做好准备 没有想到 这一刻会这么快地就到来了 王毅将叶心竹脸上的表情变化 全部都看在了眼睛里面 看到对方有些犹豫不决的时候 王毅嘴角微微一挑 眼睛微微地眯起 看向邪心竹问道 你不会是不敢了吧 叶心竹猛地 就被王毅的这一句话给戳到了 她猛地瞪大了双眼 看向王毅说道 谁说我不敢了 说要做你的人 就一定要的 我还能会后悔不成 王毅没有想到 这种一般只会在男人身上成功的激将法 居然会在邪心竹的身上成功了 果然这个争强好胜的女人 永远不能接受自己不行的标签 她把这些东西 看得比什么都还要重要一些 王毅也没有拆穿叶心竹的伪装 王毅对着电梯的方向 撇了撇嘴说道 我的车子就在下面 那我们去我家里 叶心竹紧张地握紧了拳头 但很快便看向王毅说道 当然 去你家最好 叶心竹说完也不等王毅 直接地便朝着电梯的方向走去 走了一半 还扭回头看向了王毅 还愣着干什么 走啊 难不成你害怕 叶心竹这副逞强的样子 着实让王毅有些喜欢的不行 来了 邪心竹坐在副驾驶上 连扭向一边 看向窗外不断倒退着的风景 她的双手还是在忍不住地紧握着 手心都微微有些出血了 她也丝毫地没有在意到 她平时对于这种两性的知识 只有在课本上看到过 哪怕是对于一些人体的研究课 上面她也能正视对方的身体 但是叶心竹却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自己和王毅 即将要发生这种 人人都会经历的事情的时候 自己会这么地紧张不安起来 这些东西 自己不是早就在课本里面学到了的吗 这只是两性之间最原始的冲动 最基本的欲望而已啊 为什么自己会这么地紧张 甚至还有一些冲动兴奋激动 叶心竹一时之间有些迷茫 难道自己这么多年 一直在克制着自己 可灵到头了 还是无法控制 这种最原始的欲望的吗 叶心竹一下子也有些释然了起来 这样想来 自己选择王毅 应该也没有错的吧 毕竟如果没有选择正确的话 自己也不可能这样的紧张和激动 很快车子驶进了天府城 停到了别墅的车位当中 王毅下车之后 打开副驾驶的车门 像是一个绅士一样的 伸出自己的手 欢迎回家 王毅的举动 让叶心竹微微有些暖心 他伸出手 放在了王毅的手中 任由王毅拉着自己的手 缓缓地朝着楼上走去 在上到二楼的楼梯上的时候 王毅感到手中一沉 王毅扭头看向邪心竹 只见邪心竹有些尴尬地 看着王毅说道 我我想要先喝两杯可以吗 叶心竹有些求助 又有些无助的眼神 还是第一次出现在他的脸上 这让王毅 微微有些心疼了起来叶心竹 王毅点点头答应了下来 他带着邪心竹 来到一楼的餐桌前 让邪心竹坐下 自己则是到一旁的酒柜里面 拿出一瓶酒打开 倒进了两个杯子当中 邪心竹看着眼前 盛放着金黄色液体的酒杯 有些急不可耐地拿起来 急忙将其喝光 王毅这时看着自己刚刚举起来 想要和邪心竹捧杯的手 微微有些苦笑 他摇摇头之后 再次地给邪心竹倒上酒之后 轻轻地和对方碰了一下 酒要慢点喝 不要追得太快 不然你会错过很多美好的事情了 邪心竹抬起头 看向王毅微微上扬着的嘴角 不由自主地笑了一下 在看到王毅朝着自己举杯之后 他也鬼使神拆地举起杯子 将里面的酒再次地喝得一干二净的 这种洋酒的酒精 全部都隐藏在了那些果味下面 刚喝的时候没有在意 但正是这种极好的伪装感 让一些人不经意之间便喝醉了 邪心竹本身就很少喝酒 他一直认为 喝酒喝出来的单子 全部都不是靠自己的真本事得到的 所以他很鄙视那些酒桌文化 所以酒量并不是很好的他 只是刚刚喝了没意会 便觉得有些微微地晕眩了起来 他轻轻地拍了拍 自己有些微微发烫的脸蛋 拖着腮帮子看着王毅 王毅你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男人呢 王毅看着晕乎乎的叶心竹并没有说话 而是上前将叶心竹给抱起来 叶心竹四仰八叉地躺在王毅的怀里面 双脚稍稍一用力 便将自己的脚上的高跟鞋给蹬掉 两只鞋子掉落在地板上面 发出沉闷的磕碰声 咯咯咯 叶心竹的笑声在别墅之中回荡着 这个坚强的女人 也是第一次在别人的注视下 展示出来真正的自己 有点小女人的叶心竹更加地有魅力 更加地想要让人恋爱一些 第二天一大早 叶心竹猛地从床上坐起来 惊慌之下的他急忙地掀开了被子 看到了自己一丝不挂的身体 强烈的不安传遍了自己的全身 他对于昨天发生的事情 完全地没有了任何的感觉 他根本就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只记得自己喝多了 被王毅抱回了房间 之后的事情就全部都忘记了 该死这么重要的事件 自己怎么就没有了一丁点的记忆了呢 我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喝多大 叶心竹懊恼不已 明明应该是一件十分难忘的事情的 结果却因为自己提议要喝一杯 而忘记了全部的事情 该死就知道喝酒会误事 叶心竹四处看了看 终于在床下面发现了自己的衣服 叶心竹急忙地穿上自己的衣服 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鞋子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间门 在没有发现王毅之后 小心翼翼地从房间里面走了出来 他根本不敢相信 这种时候碰到王毅 自己该多么地尴尬 明明自己那么神奇地 提出来要在一起的 结果自己居然就这么地睡着了 这种事情 王毅一定会笑话死他的 叶心竹顺着楼梯 静悄悄地朝着楼下走着 刚下到二楼 便在楼梯上发现了自己的一只鞋子 他甚至连这些鞋子 为什么会在这里 都完全地没有了任何的印象 他走到一楼的时候 才终于地把自己的鞋子 给全部地找到 他急忙将鞋子穿好 跑到门口 你着急去呢 叶心竹正准备打开房间门 跑出去 突然听到了王毅的声音 在自己的身后面响起来 叶心竹尴尬地转回头 看着王毅笑了笑 我我该上班去了 王毅将口中的早餐吃下去 淡淡地说道 不用了 我今天给你批价了 批价 叶心竹看着王毅问道 可是我没有请假呀 王毅抬起头看向叶心竹 我是老板 我给你休假 有什么问题吗 叶心竹听完王毅的话 无奈地怂怂肩 好吧 你老板你说了算 吃早餐吧 吃完早餐 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呢 王毅说完 将面前的早餐 推到了邪心竹的面前 邪心竹则是一脸不解地看着王毅 轻声地问道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情 王毅无语地撇了撇嘴 你说呢 昨天晚上一上去就睡着了 该办的事情一点都没有办完 你说呢 昨天一上去 就直接睡死了过去 这种情况下 我们能做什么 邪心竹脸上的表情瞬间僵住 脸上的笑容 慢慢地消失不见 他此刻内心当中 无数的草泥马奔腾而过 没有人能知道 他现在的脑子里面 骂得有多脏 邪心竹整个就是吃了屎一样的想法 但是却又不能在自己的脸上 给表现出来 虽然昨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 自己还有机会 可以好好地感受一下 两性之间的美妙 但是这也太射死了吧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自己要求喝点小酒的 结果自己居然睡着了 邪心竹轻轻轻动了动嘴唇 小声地问道 娜娜应该怎么办 王毅嘴角微微上扬 看着邪心竹笑着说道 你说怎么办 当然是应该把该办的事情 全部都给办了的呀 王毅说着便站起身 朝着邪心竹的方向走去 邪心竹像是应激了一样的 急忙向后退了一步 但随后 邪心竹像是怕王毅会误会一样 他紧张地急忙说道 我不太习惯白天做这种事情 嗯 看到王毅疑惑的表情 叶心竹突然知道 王毅像是又误会了别的事情 不是我不是那个 一手没有其他的精力 我只是想着 等晚上再说 总觉得白天会不太好 邪心竹怯生生的样子 反而让王毅更加生起了 想要挑逗他的想法 王毅上前轻轻地挑起邪心竹的下巴 饶有兴致地看着面前 这张精致的脸蛋 那我要是非得要你留下来陪我呢 邪心竹看着王毅越来越靠近的脸 紧张地闭上了眼睛 感觉还是能够感觉到王毅的气味 能够察觉到 王毅的双唇离自己越来越近 他下意识地将小嘴往前凑了上去 但却等了一会 却没有等到自己想象中的事情发生 他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 却看见王毅正在看着自己不断地坏笑着 夜心竹当即便明白了过来 自己被王毅给戏弄了 邪心竹正准备要给王毅一个大大的白眼 却猛地睁大了眼睛 王毅突然用力地吻了下去 重重地吻在了邪心竹的双唇之上 邪心竹的瞳孔不断地放大 他缓缓地进入到了王毅的节奏当中 他的双眼渐渐地迷离了起来 他胸膛用力地起伏着感受着王毅的温暖 但下一秒 他便再次地睁大了双眼 因为他感觉到了自己的胸膛上面有一些异样 紧接着便是自己的臀部 好像也有一只大手在不停地游走着 夜心竹猛地用力将王毅给推开 脸蛋红彤彤地看着王毅 努力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 说道你你干嘛 王毅却是不说话 只是一脸坏笑地看着邪心竹 邪心竹被王毅这样的眼神 看着心中越发地感到不自在的感觉 但是刚刚他内心却像是 有一种什么奇怪的情愫 被王毅给挑拨了起来 他虽然刚刚为了顾及面子 将王毅给推开 但是也就是推开的那一刹那 他感到无比的后悔 他好像是一下子失去了一样 让他感到很舒服的东西 他甚至都马上都有些怀念 王毅刚刚对自己做出来的事情了 邪心竹小嘴微微颤抖着 他抬起头看向王毅鼓起勇气说道 你要是非得要留下我 那我就 好了 你走吧 啊 邪心竹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王毅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王毅会突然说出这样的一句话 他明明已经想要答应留下来的 你不是不想白天做的吗 那你现在就继续去上班吧 我在这里等你 晚上回来 那件事情就晚上再做吧 邪心竹一下子愣住了 这个王毅 怎么总是不按照套路出牌啊 再说 你不是已经给我批价吗 这就是老板的出尔反尔吗 这是不是有点太欺负打工人了吧 邪心竹接下来也不知道 怎么就稀里糊涂地 被王毅塞进手里面了一把钥匙 到车库里面开着一辆车 便朝着公司的方向开去 他甚至都觉得 王毅这个人有些莫名其妙了起来 但却又感到十分地想念 王毅给自己的这种感觉 王毅总是能够给他 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这也是王毅故意的 在将邪心竹 给挑逗到顶点的时候 再一盆凉水泼下去 这样子才能让这个高傲的白天鹅 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 杨雨昕坐在办公室里面 不停地看着手机上的时间 一旁的林月蒙看到 便开口问到雨昕 你今天怎么了 你这一会时间 已经看了十几次时间了 杨雨昕低下头过了一会才说到 新竹姐到现在还没有来上班 她从来没有迟到过的 杨雨昕自从认识邪心竹以来 就从来没有见到 过邪心竹有任何迟到的情况出现 甚至每天都会早半个小时 便到达公司里面 这也是杨雨昕非常佩服夜心竹的地方 足够的自律 但是想到昨天晚上 她在阳台上看到的事情来说 此刻说不定两个人 还正在一块地缠绵着呢 杨雨昕的情绪 越发地低落了起来 嗨 林月蒙则是一脸没心没肺的样子 新竹姐可能也是最近太累了 一不小心就错过了闹钟 不小心迟到了呗 我就经常这个样子的呀 杨雨昕轻笑着点了点头 并没有再说什么 她知道这样的事情 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 但是绝对不会出现在了邪心竹的身上的 哒哒哒 一阵密集的高跟鞋 敲击地面的声音响起 杨雨昕抬起头一看 正是邪心竹着急地朝着这边小步跑来 诺 我就说 新竹姐只是起床晚了吧 林月蒙凑到杨雨昕的身边 小声说道 但是下一秒林月蒙 便紧紧地盯着邪心竹的脸 不停地看着 叶心竹被林月蒙看得有些发毛 想着这个丫头 是不是看出来什么了 难不成昨天晚上 他和王毅在阳台上发生的事情 被这群丫头都看到了 该死都怪王毅 要不是他自己 怎么会这么丢人 萌萌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邪心竹看向林月蒙试探性地问道 他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 林月蒙伸出手指着邪心竹说道 新竹姐 你昨天晚上到底做什么了 怎么会成这个样子 啊 我怎么了吗 邪心竹不解地拿起一旁的镜子 小心翼翼地看着 难不成自己的脸上 有着什么东西 是妆啊 我还是第一次 见到新竹姐你不化妆的样子 我还以为 只有我会偷懒不化妆 原来新竹姐你也是啊 邪心竹这才反应了过来 自己从王毅家里面 着急跑出来 既然慌张到 连状都忘记了 邪心竹急忙说道我给忘记了 萌萌你化妆包借我一下 林月蒙急忙将自己 背在宫位上的化妆包地 给了邪心竹 叶心竹接过之后 便急忙回到了 自己的办公室里面 给自己简单地化了个状 还好邪心竹的皮肤比较好 并不用做太多的工作 呼 邪心竹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瘫倒在了办公椅上 他现在完全没有一个 想要工作的想法 他的脑子里面 全部都是昨天晚上 和王毅一起经历的事情 他一想起昨天晚上的事情 就感到一阵的脸红不已 他甚至根本连工作的兴趣 都提不上来 该死的王毅坏 我道信 林月蒙则是看着慌张的叶心竹 不停地在杨雨昕的耳边 讨论着叶心竹 发出一声巨响 雨昕你怎么了 林月蒙小心翼翼地 试探性地问向杨雨昕 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杨雨昕这才反应了过来 努力地挤出来了一丝的微笑 没有今天突然来姨妈了 我去趟卫生间 哦哦 那你快点去吧 林月蒙一脸呆萌地看着杨雨昕 拿着自己的包袍 向了卫生间的位置 撇着嘴摇了摇头 小孩子就是这样子的 都不懂得照顾好自己 叶心竹都不知道 自己这一天到底是怎么过过来的 他只觉得度日如年 工作是一点都没有做 刚打开电脑 就开始不断地走神 中午吃饭的时候也是 筷子在饭盒里面 不停地搅动着 就是没有一口事 放进了最里面的 白若雪在一旁看着 大概的是猜出来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倒是没有多问 杨雨昕也同样地心照不宣 只有林月蒙 还像是个傻子一样的 不停地询问着邪心竹 邪心竹也不知道怎么说 只能不停地笑着掩饰自己的尴尬 你们先吃吧 我还有工作要做 就先回去了 叶心竹说 完便直接站起身 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他懊恼地挠了挠自己的头发 发现自己根本就无法冷静下来 他满脑子想象的 都是和王毅晚上的约定 他不停地看着时间 想要知道 距离下班距离晚上 到底还有多久 他现在十分地后悔 自己为什么会说出来 不想白天做 要等晚上才可以的这样话 是不是大话西游看多了的呀 咚咚咚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 邪心竹急忙地将被自己 弄乱的头发整理了一下 在确定没有了什么异常之后 才开口 请进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 沐婉清笑着走了进来 有什么事情沐婉清 邪心竹强装 镇定地看着沐婉清 轻声地问到对方 我给你发了微信 你没有回 我就过来和你确认一下 昨天直播要寄出福利的数量 沐婉清清笑着淡淡地说道 不好意思 刚刚有点事情 还没有来得及看 我马上把文件发给你 邪心竹急忙慌张地打开了电脑 不停地在各个文件里面寻找着 但是足足找了好久 才找到那份 本来就早就应该准备好了的文件 沐婉清看着手机上 收到的文件笑了笑 本来他准备离开的 但是却又转身 看向了叶心竹笑着说道 我虽然不知道 你被什么事情给困扰住了 但是我觉得 你要是想要早点的恢复状态 就应该先去把这个困扰 你的事情给解决掉 沐婉清说 完便直接地离开了办公室里面 只留下邪心竹 坐在了电脑前面 回味着沐婉清 刚刚说的那句话 想要恢复状态 就应该率先解决困扰 叶心竹足足地坐在了 电脑前面半个小时的时间 他突然从办公椅上站了起来 对啊 我既然被困扰住了 那我就直接地 去解决不就行了 这才是我邪心竹 应该做出的事情才对 邪心竹说 完便急忙地 拿起自己的包包 朝着办公室外面跑去 新竹姐 你这么着急 是要去哪呀 刚好吃完饭的林月蒙几人 刚好撞见 从办公室里面出来的邪心竹 我有点事情 要出去处理一下 下午就休息了 邪心竹说 完便急忙地 朝着电梯的方向去 林月蒙还从来没有见过 叶心竹这种着急的样子 便朝着身边的杨雨昕 和白若雪问道 你们知道 新竹姐是怎么了吗 杨雨昕没有说话 直接地回到了自己的宫位 林月蒙看着 同样有些不对劲的杨雨昕 问向白若雪 她又怎么了 白若雪苦笑着 拍老婆林月蒙的肩膀 叹了一口气 唉 能够活得像你这样简单 应该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吧 啊 林月蒙看着离开的白若雪 林月蒙也还在旅游 才对得压王毅 好奇地推开卧室的房间门 想要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却突然被一个身影 给撞进了怀里面 王毅还没有反应过来 嘴就直接地堵住了 嗯 王毅还是第一次 被别人用这样的方式 给抢吻的 这种情况 一般都是出现在 自己对别人用出来的 王毅瞪大了眼睛看向对方 却猛然地发现 这个人居然是邪新竹 他怎么会在这里 邪新竹现在不是 应该在上班的吗 王毅猛地将夜新竹给推开 看向对方诧异地问道 你不是在上班吗 怎么现在就回来了 邪新竹却根本没有理会王毅 反而是直接地 扒开了王毅的御袍 他虽然也很紧张 但是他现在 完全地管不了这么多了 我等不到晚上了 我现在就要把你给要了 夜新竹的话 将王毅给雷的 那叫一个外焦里嫩的 这都是什么话 什么叫做把我给要了 这像是一个女人 应该说出来的话吗 王毅现在丝毫不怀疑 此刻的邪新竹足够地强势 甚至十分有可能等一下 他都要在上面 才能满足自己的心境 但王毅又岂能让一个女人 站到了主动的位置 他猛地一挺身子 一个鲤鱼打挺 便直接地将夜新竹 给压在了身下面 这些可由不得你 嗯 王毅看到邪新竹的反应 顿时嘴角开始上扬了起来 王毅用力地 将邪新竹的衣服给脱下 力气大到 衣服都被直接地撕破 邪新竹听着那一声声 撕拉的衣服撕扯声音 他的内心正在不断地挣扎着 他整个人像是一条水蛇一样 他的口中不停地发出 哼哼唧唧的低语声音 王毅听不清楚 便凑近到了邪新竹的嘴边 想要听清楚 对方到底在说些什么 邪新竹却猛地向前一扑 用力地咬在了王毅的肩膀上 剧烈的疼痛 使得王毅呲牙咧嘴地 将夜新竹给推开 邪新竹却满脸笑意地看着王毅 王毅又怎么可能 这点小要求都不满足对方的呢 不绝于耳的声音 在整个房间之中回荡着 夜新竹羞耻地咬紧了自己的嘴唇 强忍着不让自己发出声音 可越是这种隐忍着的声音 越是刺激着王毅的神经 一直到了凌晨 邪新竹才终于没有了一丁点的力量 重重地倒在了王毅的怀里面 不过夜新竹今天的表现 已经是很让王毅吃惊了的 第一次就能够有这样子的战斗力 而且还能够来上第二次 这已经是足够强的了 王毅看着怀里面 刚刚还像是一只小野猫的邪新竹 此刻却像是一只柔顺的猫咪一样的 躺在了自己的怀里面 王毅嘴角微微一笑 伸手在夜新竹的身上捏了一把 邪新竹扭动了几下身子 伸出双手将王毅还抱住 他用力地往上爬了几下 将自己的头贴在王毅的胸口上 老公今天休息一下好不好 等我休息好了再继续 夜新竹说完也不等王毅回话 便一脸幸福地闭上眼睛 沉沉地睡了过去 等夜新竹再睁开眼睛 已经是第二天中午的时间 他看着手机上的时间人都傻了 自己居然又迟到了 该死该死我要被他们给笑话死的 邪新竹急忙地就要穿上衣服 朝着公司赶去 他拿起地上的衣服 一看欲哭无泪 这件衣服早就被王毅给扯得不成了样子 根本就不能再穿了 嘎吱 王毅推开门 看着此时的邪新竹 问道你这么着急走去哪呀 夜新竹白了王毅一眼 娇沉道 你还说 你都不知道叫醒我得吗 我上班又迟到了 邪新竹摆烂一般地躺在了床上 他此刻心中想着 再也不可能有比现在更糟糟糕的事情 发生了的吧 可今天不是周六的吗 王毅看着邪新竹淡淡地说道 嗯 夜新竹急忙地拿起手机一看 看到今天真的是周六 这才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他居然过得连时间都被忘记了 啊 邪新竹大叫了一声 他现在才反应了过来 此刻自己没有穿衣服 他急忙地钻进了被子里面 用被子将自己的身体给盖住 王毅看着一脸娇羞的夜新竹 脸上的坏笑越发地浓郁了起来 现在这么害羞干什么 昨天晚上 你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啊 你还说我咬死你 邪新竹扑在王毅的身上 张嘴便朝着王毅的 手用力地咬了下去 王毅却是一声不吭地 任由夜新竹咬着自己 过了一会 邪新竹才信心地松开王毅 你现在这是休息好了吗 啊 邪新竹本来还没有反应过来 但当看到王毅的一脸坏笑的时候 便明白了过来 昨天晚上某个人好像说过 等身体休息好了之后 就可以继续了吧 我我没有说过 夜新竹还想要狡辩 但王毅却已经一把将夜新竹的下巴 给抬起来 用力地稳了下去 嗯 夜新竹很快地便沦陷了进去 他的双手不断地在王毅的身上游走着 想要脱下王毅的衣服 一哥一哥 你在家里吗 夜新竹的眼睛猛地睁开 他他怎么来了 林月蒙的声音 突然在卧室外面响了起来 夜新竹整个人像 是一只受惊的猫一般 警惕地看着门外 这这怎么办 邪新竹四处乱看 想要找一个能够藏起来的地方 王毅在一旁 看着四处乱转的邪新竹嘴角 微微上扬 林月蒙的突然到来 让夜新竹慌乱不已 他紧张四处 想要找到一个能够藏起来的地方 但是心急的他 现在完全就是六神无主 根本就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 慌乱的邪新竹 此时却看到王毅还在一旁不断地笑着 一个枕头便朝着王毅砸了过去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笑 快说该怎么办啊 王毅伸手将枕头给挡住 一脸无所谓地说道 没有关系啊 反正你们两个人 我一样可以应付得过来的 应付你大眼 邪新竹很难得地抱了一句粗口 随后突然想到了 这个房间里面是有独立的卫生间的 邪新竹慌乱之下 将地上那些几乎成为了破布条子的衣服捡起来 朝着卫生间的方向就跑了过去 就在夜新竹躲进卫生间的那一刻 卧室的房间门正好被打开 王毅看着林月蒙将自己的小脑袋瓜子叹了进来 看着自己咯咯咯直笑着 笑什么 快过来 林月蒙笑眯眯地便朝着王毅跑了过去 整个人都扎进了王毅的怀里面 舒服地在王毅的胸口上蹭了蹭 一哥我刚刚叫你你怎么没有回我的呀 林月蒙抬起小脑袋瓜子问向王毅 王毅一愣随即说道 是吗 我没有听到可能是房间的隔音效果太好了吧 真的吗 可我刚刚都是在房间门口叫的你啊 房间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隔音 王毅将林月蒙整个地抱起来 一脸坏笑地说道 当然是真的了 要不然我们试试看 这个房间的隔音到底有多好啊 林月蒙的小脸刷得一下就红了起来 但他也完全没有要拒绝的意思 大坏蛋就知道想着那种事情 林月蒙说着便不由自主地去伸手 截着王毅的衣服 嘴上虽然埋怨着王毅 但是手上却是十分的老实 叶新竹看准时机 正准备趁着林月蒙没有注意的时候 悄悄地溜走 以王毅昨天的作战时间来看 自己要是一直在这里躲下去 非得好死在这里 叶新竹也是十分的无奈 自己现在怎么感觉 像是偷情被抓包了一样的呢 邪新竹正准备离开 但又突然地愣在了原地 不是他不想走 而是他实在地走不了了的 他的衣服根本就没有办法穿了 自己总不能光着从这里跑出去的吧 正在犹豫不决的邪新竹 突然看到王毅冲着自己的方向 不断地笑着 邪新竹愈发地烦躁起来 这个王毅 这个时候还笑着笑话我 但是下一秒 邪新竹便是脸上一洗 他看到王毅将林月蒙的衣服脱下之后 朝着自己扔了过来 邪新竹急忙上前将衣服捡起来 穿在了自己的身上 虽然林月蒙的个子 要比邪新竹低上不少 但是林月蒙向来 都是爱穿一些宽大的衣服 邪新竹穿在身上 虽然有些别扭 但是也并不是完全地没法看 夜新竹听着外面那 让人脸红心跳的声音 也不禁地脸红了起来 原来昨天晚上的自己 也是这个样子的吗 这也太羞耻了一些吧 邪新竹的心中 忍不住地嘀咕着 但是他完全不知道 他昨天晚上的表现 比林月蒙更加地有过之而无不及 邪新竹缓缓缓地探出了来一个头 王毅看到了邪新竹之后 便急忙地将林月蒙掉 换了一个位置 好让邪新竹完全地处于 林月蒙的视线范围之外 这样也好让邪新竹方便跑出去 夜新竹小心翼翼地 朝着卧室的门口摸索着 这个时候 他突然从王毅的脸上 看到了一丝的坏笑 夜新竹按道不好 果然 下一秒整个房间之中 安静地可怕 安静到听不到一丁点的声音 夜新竹紧张地 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一 一哥 怎么不动了呀 林月蒙疑惑的声音传了出来 夜新竹的脑门上 都冒出细密的汗水 邪新竹看着林月蒙的背影 只觉得 下一秒 他的头就要看了过来 夜新竹心一横 急忙地打开房间门 就跑了出去 砰 房间门被重重地关上 巨大的声音 吓了林月蒙一大跳 啊 这 这是怎么回事 面对着林月蒙的疑问 王毅也只是笑了笑说道 谁让你刚刚进来的时候 不关门的 门被风一吹 自己关上了 啊 林月蒙一脸的疑惑 自己刚刚进来的时候 没有关门的吗 刚刚有风吗 我怎么没有感觉到啊 但很快林月蒙 便根本的顾不上了这些 在王毅的节奏下面 他很快地又被带入到了 那个美妙的感觉之中 邪新竹从房间里面冲出来之后 便一路地小跑 他跑到车库里面 急忙地开着车 朝着自己的家里面方向而去 他什么时候这么狼狈过 都是王毅 这个混蛋给害的 邪新竹回到家里面 小区里面还好人 并不是很多 他小心翼翼地 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急忙地冲了一个澡 将自己的衣服给换了上去 他整个人这时 才感到一阵的安心 邪新竹整个人躺在床上 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突然笑了起来 他想到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就感到有些好笑 没想到这种事情 居然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王毅 你还真的是一个 能够带给人惊喜的家伙啊 大汗淋漓的林月蒙 在经过长时间的运动之后 终于能够好好地休息一下了 他站在林月下面 将自己身上的汗水 全部冲洗掉之后 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 他擦干自己的身体 缓缓地朝着卧室的方向而去 在看到床上的王毅时 甜甜地笑着 正在不断傻笑着的林月蒙 眉头突然紧皱了起来 他看向王毅轻声地问道 一哥 我的衣服哪里去了呀 林月蒙在地上仔细地找了一遍 也没有看到自己的衣服 于是开口问向了王毅 王毅语气平淡地说道 啊 你来的时候穿衣服了吗 林月蒙顿时满脸的疑问号 我来的时候没有穿衣服的吗 你不是已经有了设计师的吗 干嘛 还要找他 王毅一边开着车 一边开着身边的慕婉轻说着 这不是要双十一了吗 我要找一个 能够亮下所有人眼睛的女装出来 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 将一人的名气给打出去 慕婉轻也没有办法 他招到的那些设计师 只能够设计出来一些平常的衣服 但是却没有那种 能够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所以慕婉轻还是要时不时地 找到安小姐 需要几个设计图 这一次找到王毅 则是想要看看 王毅能不能把安小姐的设计图给包下来 成为他们专用的设计师 这样子才能够更好给自己的品牌赋予特色 王毅一路上驱车来到了老城区 停在了那家咖啡店的门口 走进店门之后 还是之前的那个服务员 慕小姐 您来了 由于慕婉轻经常过来的原因 服务员也是一眼就认出来了慕婉轻 当时不同的是 这一次 他并没有让慕婉轻 直接地进去后面的工作室 而是让慕婉轻和王毅在外面稍等一下 抱歉两位 安小姐现在正在接待其他的客人 还请两位稍等 王毅和慕婉轻也没有说什么 毕竟安小姐的能力 他们都是有目共睹的 这样的一个人才让他们稍等一下 也根本没有什么不妥的 更何况 他们这次是有求于人 不过王毅 还是从服务员紧皱的眉头当中 能够看得出来 这次的客人 似乎有点不太寻常的感觉 两人在外面等待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突然听到工作室之中 传出来了一声的怒吼声音 滚出去 给我滚出去 王毅和慕婉轻对视了一眼 他们都能够听得出来 这是安小姐的声音 服务员也是没有任何犹豫的 直接冲向了工作室的位置 两位抱歉 安小姐今天累了 希望两位早点离开这里 你他妈的算是个什么东西 也敢管老子的事情 王毅和慕婉轻刚刚地走进工作室当中 便看到一个男人 举手正准备朝着服务员的脸上打去 王毅急忙上前将男人的手腕给握住 你是什么人 也敢管老子的事情 男人用力地想要将手拔出来 但是他感觉自己的手相 是被一个铁钳子给牢牢地锁住了一样 无论用多大的力气 都完全地拔不出来 放开 男人用尽全身的力气一把 却不料王毅突然松手 男人突然失去重心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扑通 男人倒在地上 用手不断地指着王毅 好你个臭小子 居然敢这样对我 你给我等着 老子今天非得弄死你 男人带着身边的女人 冷哼了一声就想要离开 却被王毅给伸手拦了下来 你想干嘛 难不成还想把我留在这里不成 男人看着王毅心里面 有些慌张的感觉 他清楚地知道 自己不可能是王毅的对手的 道歉 王毅冷声说道 男人有些愣住 他皱眉看着王毅 你是个什么东西 也想要让我给你道歉 王毅依旧没有让开 堵住了门口的位置 给安小姐道歉 要不然你出不去 哼 男人冷哼了一声 一个贱人也配让我给他道歉 他也不想想 自己的身份 能不能配得上我的这声道歉 啪 王毅没有多说 直接一巴掌 就呼到了男人的脸上 男人捂着脸 震惊地看着王毅 小兔崽子你居然敢打我 而回应男人的 依旧是那冰冷的声音 道歉 男人耿着脖子看着王毅 我就不信我不道歉 你能打死我 唉 王毅叹了一口气 不明白 为什么有人会有这样的要求 他将手抬起来 男人下意识地躲了一下 但是又再次地瞪向了王毅 一脸不愤的表情 让他出去 我不想再看到他 王毅正准备打下去 却突然听到了安小姐的声音 王毅微诧异 但还是侧身让开了位置 让男人出去 男人冷哼了一声 便直接地走出了房间里面 安小姐 这是怎么回事 慕婉清上前小声地询问着安小姐 但对方脸上却早就 没有了刚刚生气的样子 脸上依旧是波澜不惊的感觉 没有什么 你们赶紧走吧 他不会就这么地放过你们的 慕婉清愣了一下 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王毅却从他的身后站了出来说道 可我们走了 那他不就只能对着你发火了吗 不如安小姐 你告诉我们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也好帮助你 安小姐苦笑着摇了摇头 笑着说道 你们帮不了我的 你们这次来的目的我也知道 安小姐看向慕婉清说道 对不起慕小姐 我不能做你们的御用设计师 这次的草稿等一下 我会用文件的方式发给你的 不要紧的安小姐 重要的是 这次的事情应该要怎么解决 总不能天天地让他们过来欺负你的吧 安小姐并没有再说话 继续低头画着自己的图纸 两位请离开吧 安小姐要继续工作了 王毅正准备说些什么 却被慕婉清给扯了扯衣袖 两人只好离开了工作室 在走出咖啡厅的时候 王毅看向服务员问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个男人是谁 又为什么过来骚扰安小姐 服务员脸上有些犹豫 不知道要怎么说才好 我们也是想要帮助安小姐的 你也不希望安小姐 一直处于这个状态里面吧 长久以来 这样对她的创作 也会有很大的影响的 服务员犹豫了一下 还是选择说了出来 那个男人是安小姐的哥哥 哥哥 慕婉清有些诧异 他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的一个回答 他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的哥哥 会对自己的妹妹 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服务员点了点头 警惕地看了看四周 发现没有人注意 这边才继续地说到 安小姐是这个男人 同父异母的亲妹妹 不过 安小姐是私生女 私生女 嗯 服务员轻轻地点了点头 慕婉清这才知道 原来这个安小姐 居然是一个富家公子 和她的情人生下来的 这个富家公子 也一直隐藏得很好 没有让家里人发现 他们母女两个 偶然间的一次机会 安小姐的父亲 发现了安小姐惊人的设计天赋 便将安小姐 送出到别的国家学习设计 但是等安小姐回来的时候 他母亲重病不起 为了不让她担心 一直没有敢和她说 在看到安小姐最后一面的时候 便彻底地走了 而她的父亲 则也完全地和她断了联系 听说是被她妻子 给发现了之后 彻底地夺走了家里面的话语圈 随后 这个女人找上了安小姐 在得知了安小姐惊人的天赋之后 便用着她妈妈的遗物 来威胁安小姐 一直给他们设计稿 而这些设计出来的衣服 则统统成为了 她的这个哥哥的设计 有多件拿下设计奖的服装上面 也全部写的 都是这个哥哥的名字 而最近 安小姐实在是不想给他们工作了 想要反抗 却被这些人给特别照顾了起来 隔三差五的 便来到工作室中 对着安小姐冷嘲热讽一通 无奈的安小姐 只能任由他们继续下去 依旧给他们自己设计好的图纸 王毅和慕晚清听过之后 也微微有些诧异 没想到安小姐的经历 居然是这个样子的 怪不得她整个人会这么的孤僻 这件事情交给我了 我想办法去机解决 服务员用一种别样的眼神 看了一眼王毅 但是没有说什么 王毅带着慕晚清 从咖啡厅之中走了出来 两个人朝着自己的车子的方向 走了过去 两人开着车刚刚的驶进了小巷子 便被一辆奔驰车给挡住了路 王毅等了一会 发现这辆车根本没有要让开的意思 反而是从上面下来了四五个人 王毅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 看向了身边的慕晚清说道 你在车上不要下来 王毅刚要下车 慕晚清便将手放在了王毅的手上 小心一点 王毅看了慕晚清一眼 示意他放心后便下车 这时他才看清楚 自己的身后也同样停着一辆车 车上面同样下来了五个人 手上面都拿着棒球棍 朝着他不断地走了过来 小子 你刚刚不是挺嚣张的吗 再给老子狂一个啊 之前的那个男人 搂着女人缓缓地走了出来 看着王毅眼神当中满是恨意 妈的 看不出来 你小子还挺有钱啊 男人看着王毅身后的车子 眼神里面微微有些震惊 他担心得罪什么大人物 但是现在已经把人给堵住了 总不能现在说是一场误会吧 那岂不是更加地丢人 男人走上前 想要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去 这样也避免招惹到更多的麻烦 喂 小子 你给我道个歉 这件事就算轻了怎么样 男人的话 顿时让一旁的小弟一脸的猛逼 大哥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 只是道歉就可以的吗 之前不都是断条腿的吗 不过小弟们也不敢说什么 反正老大说是什么 就是什么呗 王毅清笑了一声 看向男人说道 我凭什么给你道歉 你是个什么东西 男人一愣 没想到王毅这个时候 还敢这样子和他说话 他下意识地便认为 王毅一定非常的有背景 并且来头不小 要不然也开不起这几千万的跑车 像他们这样的富二代 什么样子的人惹不起 眼看眼前的王毅这样的头铁 想着便是个硬茬子 不过往常遇到这种硬茬子 大家也是能够大事化 小小事化了的就行了 自己给个台阶 对方顺着下来 这件事情就算了 可是还是第一次 遇到了王毅这种不讲理的 完全就不管你他妈的是谁 男人现在完全就是 有些下不了台面的感觉 总不能在自己小弟面前丢人吧 小子 你可要想清楚了 我们十几个人 等一下你可有吃不完的苦头的 就凭你们这几个废物 也想动我 王毅冷哼了一声 帅先说话了 妈的 小逼崽子 你装什么装知道我大哥是谁吗 等一下我大哥弄死你 都像是玩的一样你知道吗 男人顿时有些无语助了 这种话他什么时候说过 啪 王毅一巴掌 护在了这名小弟的脸上 对方的身体 顿时一个空中转体 360度躺在了地上 捂着脸 一脸震惊地看着王毅 他没想到 王毅说动手就动手 小弟气急败坏地 朝着其他人大喊着 上啊 愣着干什么 没看到我爱打了呀 剩下的人一看 他根本没有预料到 事情的经过会是这个样子的 自己其实后来 没想动手来着的 但是事到如今 也没有了办法 他只能继续投铁下去 毕竟已经开打了 但下一秒他 便看到一个黑影 猛地窜了出来 手中拿着两根甩棍 不停地挥动着 两根甩棍在对方的手中 捂得虎虎声风 巨大的破空声 不绝于耳地响起 随着而来的 便是他的几个小弟的 惨叫声音响起 来的人正是张三 虽然张三平时当中 根本看不到对方的身影 仅仅只是两分钟的时间 便将对方的人 全部都给打倒在了地上 一个个痛苦地 捂住自己的身上 惨叫连练 现在我能走了吗 王毅看着眼前的男人 淡淡地说道 男人嘴角忍不住地抽抽着 怀里的女人 也不停地发抖 他就知道 这个王毅绝对不简单 谁他娘的 这年代 还出门 带着这么厉害的一个保镖的呀